3200年1月1日上午11点 九龄图网游正式开服 肖寒带上买来的游戏头盔 进入了游戏 欢迎来到九龄图游戏世界 玩家样貌锁定中 玩家身材锁定中 玩家种族锁定中 玩家 丁职业选择开始 视线一转 肖寒就已经出现在了职业选择的大殿里 以肖寒为中心 周围屹立着九大职业石像 剑士 战士 刀者 弓箭手 法师 牧师 权者 圣职者 刺客 召唤师 看着眼前的石像 肖寒没有任何犹豫 禁止迈步 将手放在了召唤师石像的身上 早在九龄图网游预约期间 自己就已经抽中了法师的特殊奖励 所以现在直接选择召唤师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考虑 丁是否选择职业 召唤师 确定 肖寒点下面前的透明按钮 下一秒 法袍加深 丁 恭喜你职业选择成功 请输入您的游戏昵称 肖天策 恭喜你 游戏昵称成立 创建角色成功 在玩家进入新手村之后 开始发放预约奖励加新手奖励 几秒钟之后 肖寒被一道白光包裹 传送到了8253号新手村 等他再次睁开眼时 这里早就已经人山人海 但凡有一个可站立多地方 都会闪过一道淡淡的白色光芒 这也意味着整个新手村的人数 正在急速飙升 兄弟们 你们慢点 别急 别用力 你再教我做事 我以为我已经够快了 没想到还是没有出现在001号新手村 这人也太多了吧 不愧是在预约时期 人数就已经突破300亿的网游 还真是火热啊 村落里七嘴八舌的声音相继传出 肖寒也没有过多理会 果断找到一个角落坐下 反正也没有办法出去 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 看看预约奖励到底是什么 丁预约奖励和新手奖励已经发放 请注意查收 丁恭喜你获得预约奖励 特殊宝箱 召唤师是否现在开启 开启 恭喜你 获得初级召唤卡片一张 恭喜宿主 第一次获得召唤卡片 当前最强召唤师系统正在绑定中 一 十 八十 恭喜宿主 成功绑定最强召唤师系统 召唤卡正在进行重塑 嗯 最强召唤师系统 这是金手指 小寒双目猛的一针 自古小说灵 耶 小微三大信使 看来今天风水轮流转 终于还是来了 小寒嘴角微微上扬 系统 你的作用是什么 小寒尝试通过意念呼唤金手指 片刻之后 一块透明面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最强召唤师系统 状态 已绑定 宿主 小寒 作用 帮助宿主 在最强召唤师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前拥有召唤卡 大奶女帝 满集 金手指的作用好像介绍了 但是又好像没有介绍 不过这满集召唤卡 是什么东西 小寒呆呆地看着眼前的透明提示框 同时诚实的手指 也不由自主地点开了卡片介绍 大奶女帝 等级 999级 满集 品阶 帝级 实力 乃报一切 职业 圣职者 属性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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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召唤冷却 一分钟 存在时间 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 一百点 卧槽 还真他们的是满集仙女开局啊 这也太爽了吧 小寒拿起召唤卡 看着上面的图片 脑瓜子一热 竟然冒出了一丝男儿本色 乖乖 这谁受得了 有了他 小寒再也不用担心副本问题了 什么95%的触感反馈 小寒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 等等 为什么满集女帝的召唤条件 这么简单呢 冷却时间且不说 这可是女帝啊 浩兰才一百点嘛 正当小寒疑惑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突然传了出来 我的规矩就规矩 小寒 既然如此 小寒也没有再多管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新手奖励上面 丁是否开启新手奖励 开启 丁恭喜 你获得召唤法杖 普通 一把 获得新手不假一剑 召唤法杖 类型 武器 品阶 普通 等级 LVE 属性 攻击力加十点 介绍 勇士 这是村长给你们的奖励 新手不假 类型 上装 品阶 普通 等级 LVE 属性 防御力加八点 介绍 勇士 这是村长给你们的奖励 萧涵将他们直接穿戴在了身上 随即 他又点开了自己的个人属性面板 查看起来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E 零一百 职业 召唤师 生命值 二百三十 魔法能量 一百五十 力量 六 决定物理攻击的高低 智力 八 决定魔法攻击的高低 敏捷 三 决定规避命中率 体质 四 决定生命值上限 精神 三 决定魔法值的上限 攻击力 二十八 物理防御 十 决定抵挡物理伤害的程度 魔法防御 二 决定抵挡魔法伤害的程度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拥有召唤卡 大奶女帝 拥有技能 暂无 总体还算是不错 但是 如果要召唤女帝的话 就目前的魔法能量 来看只能召唤一次 看来蓝品口服业 得偿七倍这才行 弄明白这些之后 萧涵重新抬头 看向了村长所在的方向 此刻的新手村 人数已经少了大半 萧涵趁着这个时间 果断地来到了村长面前 你好啊 勇士 我在你身上 看见了大帝之姿 村长上下打量了一下萧涵 说人话 萧涵直言道 村子后山的花园里 出现了很多野猪 他们踩碎了我们的花田 能麻烦您帮我除掉它们吗 村长话音刚落 任务面板就出现在了 萧涵的面前 主线任务一 帮助村长除掉花田中的野猪 是否接受 接受 主线任务开启 请前往后山 除掉野猪 零二时 帮助村长培育花田 系统声落下 萧涵跟着任务指引 朝着后山走去 后山 大量的玩家 都已经聚集在这里 兄弟们 有没有组队的 我刚才 在约宝箱里面 获得了一个双倍经验卡 但是必须组队 才能够使用 我获得了一把青铜武器 美滋滋的 加我一个 快上车 三缺一 三缺一 这样的消息 在聊天频道里闪现 但对于萧涵来说 组队 组队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组队 自己手持满 吉天恩神女召唤卡牌 根本就不需要 和别人组队 就算单刷 自己也完全可以通关 就是这么强 于是 萧涵找到一处玩家 偏少的入口 准备进入副本 大哥 你快看 这家伙 居然叫萧天策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 萧天策的亲兄弟吧 想不到还有人取这名字 二弟 你快闭嘴吧 你想死我不管 大哥还没活够呢 这要真是龙国战神的弟弟啊 小心他去 召集整个龙国 撕烂你的嘴 哈哈 大哥你什么时候 也这么幽默了 不远处 两个战士职业的玩家 对着萧涵指指点点 萧涵只是驻足 看了一眼这两人 没有多管 直接就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没看见吗 这不重要 二弟 我们现在组队邀请 已经发布十分钟了 我看我们 还是直接进入副本吧 听大哥的 随后 这两名战士 也相继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后山 花园 出来吧 天恩神女 萧涵捏住召唤卡 朝着前方丢出 魔法能量一百 刷的一下 六十四亿天使 赫然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浑身散发着圣泽 手中的十字架 更是闪着淡淡的绿色光芒 主人 天恩神女单膝跪地 对着萧涵恭敬地喊道 好 家伙 这个角度多少有点不对劲 尺寸离谱 受不了受不了 萧涵暗自在 心里摇头 片刻之后 他强压下心里的冲动 摆出一副 看似严肃的神色 道 起来吧神女 我们走 好的 主人 天恩神女起身 跟在萧涵的身后 一起朝前方走去 刚走出两步 便看见前方的草丛里 跳出来一只野猪 他对着萧涵 直接冲了过来 卧槽 这一切来得太快 以至于萧涵只感受到了 自己心脏一个劲的抽搐 想躲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自己完全处在野猪的攻击范围里面 砰 猛烈的撞击 差点将萧涵的五脏六腑 全部撞碎 生命值暴降三十点 痛 超级痛 Q 萧涵倒在地上 吐出一口鲜血 卧槽 这他们的触感体验 也太强烈了吧 再这样下去 自己就算不死 也得大惨啊 眼看野猪又要攻来 说实话 萧涵慌了 神女 Q我 快Q我 快救救我 快啊 我要死了 大惨 大惨 天恩神女听到萧涵焦急的呼声 她不慌不忙地抬起十字架 轻轻一点 也不见她念任何咒语 随后 一道绿光便在萧涵脚下升起 暖暖的很贴心 生命值恢复三十点 爽 生命值刚刚回满 萧涵提起召唤法杖获的一下 直接站了起来 对着野猪叫嚣道 你过来啊 野猪也不管那么多 毕竟 像萧涵这种想要找死的人 在后山她已经见过很多个了 也不差萧涵一个 随后 她对着萧涵再次冲了过来 你以为老子怕你啊 当野猪冲了到自己跟前的时候 萧涵直接猛地挥舞法杖 当头就是一闷棍 对着野猪的脑袋狠狠地敲了下去 给我砸 暴击伤害 二十六点 再来 伤害 十八 伤害 十八 我敲死你 召唤法杖在萧涵的手中 硬是被玩成了闷棍 不一会儿的功夫 野猪的脑袋上 就已经被敲出了一个大包 主人 我看你挺辛苦的 需要我帮忙吗 天恩神女 见萧涵实在是太累 便开口关心道 也好 请帮我一下就好了 我还是想靠 自己话都还没有说完 这边 天恩神女便就已经张开了双臂 鱼翼扇出金色的风 天机圣者 请赐予我贯穿万物的神力 凝聚为锋利的长矛 天机圣者的绝天长矛 哄 一瞬间 整个新手村的空气 开始变得急剧沉重 阵阵金色的雨从天而降 落在野猪的身上 形成一点点金色烙印 下雨了 金色的雨 抬头 你们快看 这是什么东西 金色的长矛 难道我们村子后山 是修仙的圣地吗 原来这才是村长的真正的秘密 不对 这是有人想要毁掉这里啊 该不会是村长的仇人吧 我靠 这开局就不能平平淡淡一点吗 说好的新手保护器呢 一些已经进入后山副本的玩家 在看见眼前金色的雨之后 他们全部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头顶 悬挂的长矛 神情黯然 双目中闪着茫然 透露着绝望 这是开局 也好像结束了 毁灭吧 我累了 这边 村落里面 村长嘴巴张得老大 惊悚地看着后山 嘴里喵喃道 天塌了 等等神女 我只是让你潜帮我一下 你没必要放这么大一个长矛吧 数百丈来高的金色长矛 就连萧涵自己看着都瑟瑟发抖 更别说眼前的这只小野猪了 她早就瘫软在了地上 尿了一地 主人 这是我最低级的技能了 神女刚刚把话说完 天空之上的金色长矛 也落了下来 好家伙 你给我说 这数百丈高的长矛 是你最垃圾的技能 鬼性 谁他们的 用这么大一根长矛 来杀一只野猪 这他们哪里是来杀怪的 这分明是来毁灭世界来了 野猪看着头顶的长矛 被吓傻了 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死得这么光荣 碰 一声巨响过后 野猪虽然死了 后山村长的花田 也被轰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而大量的玩家 也被送回了新手村众生法阵 等待重生 丁由于副本 后山花园受到永久性伤害 请所有玩家 重新领取新主线任务 玩家 萧天策受到终极鸿鸿警告 强制送入血域 30秒之后开始执行 一个月以前 在90图游戏预告里面 曾出现过一个血色监狱 简称血域 根据游戏规则 但凡是被系统标上 终极鸿警告的玩家 都将被送入统一频道 血域 血域只有一个屈服 要想从血域出来 必须击败里面的最强者 另外一边 8253号新手村的众生法阵 此刻这里早已人潮汹涌 他奶奶的 都是那个该死的长矛 居然直接把花田干碎了 老哥 这岂止是把花田干碎了 这他们把后山都轰得 连灰尘都不剩下 简直强得离谱 难道我们8253号新手村 从一开始就被人盯上了吗 这全部都是那个 叫萧天策的人干的 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重生 而又是 偏偏他获得了终极鸿警告 他不可 得了吧 受到终极鸿警告的人 是会被送进血域的 我可不相信 他能击败血域最强的典狱求偿 根本不可能 现在光是想起那番场景 众人都还在后怕 也不知道萧天策是怎么召唤出 这根数百丈高的长矛的 直接一击毁掉了整个后山 简直离谱 不过活该他被送入血域 别人开局杀人鸿鸿 这逼直接把自己送入监狱 也是没谁了 最好困他一辈子 这个游戏与他无缘了 二弟 这个萧天策是不是我们见过 大哥 就是我们之前遇见的那个召唤师啊 你不是说 他会让整个龙国来撕烂我的嘴吗 原来就是他 之前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强啊 大家都是才进入游戏 实力肯定不是很强 肯定是那家伙 自己不小心触发了什么东西 然后引起了天力排斥 不然怎么可能会出现金色的长矛 一定是这样 大哥听到这话 倒是点了点头 毕竟游戏开服才半个小时不到 一个新手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么强的技能 这要是让萧涵自己来说 他也不相信啊 二弟 重生结束 我们还是快点去领取主线任务吧 不然就落后太多了 好的 大哥 血玉 在后山被毁之后 萧涵直接就被传送到了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 他坐在地上 越想越气 自己当时只是想让神女浅帮一下 把那只野猪杀掉就行了 结果神女直接搞了一把百丈长矛 把新手村后山轰没了 还说什么 这是他最垃圾的技能 乖乖啊 装逼也不是这样装的啊 这下好了 荣获终极鸿鸣 还被强行送入血玉 不过也并非全是坏处 因为神女直接炸掉后山的缘故 一瞬间就击杀了后山所有的野猪 自己的等级直接飙升 LV7获得了30点的自由属性点 先平均分配掉再说吧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7 357 职业 召唤师 生命值 670 魔法能量 390 力量 11 决定物理攻击的高低 智力 13 决定魔法攻击的高低 允捷 8 决定规避命中率 体质 9 决定生命值上限 精神 8 决定魔法值的上限 物理攻击力 43 力量3 魔法攻击力 39 智力3 物理防御 10 决定抵挡物理伤害的程度 魔法防御 2 决定抵挡魔法伤害的程度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拥有召唤卡 天恩神女 拥有技能 赞无 还算不错 看着自己的透明面板 萧寒满意地点了点头 756号 该你上场了 这时候 一道呼声突然从外面传来 随后萧寒锁在房间的大门 便被打开了 756号 新来的 该你上场了 去好好表现吧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说不定M国的大块头 以后会罩着你 记住 在这里 疼痛处决已经被拉满 受到的任何一次攻击 都将直接反馈到五脏六腑 说完这话 眼前的这名战士 便带自己来到了角兽竞技场 欢迎来到角兽竞技场 各位拥有终极鸿名的玩家们 来吧开始厮杀吧 只有同时击杀100名 拥有终极鸿名的玩家 才有资格挑战这里的最强者 典狱球长 赢了 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系统的呼声点燃了全场 想不到这次上场的 居然是召唤师 而且还只是七级 这家伙是刚刚才开始玩游戏吧 可不能小看 来到谢玉的人 等级越低人越狠 七级就被标上终极鸿名 这人绝对不简单 不简单 召唤师七级 也最多只能够召唤两只LV5级的野怪 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吗 谢 BRO 这人头让给我 我去解决掉他 这样我就杀了98个人了 再杀两个人 我就可以挑战球长 回到主城了 COME IN 看着萧涵的等级 不少人眼中都是一片火热 血液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低等级的人来到这里 毫无疑问 萧涵此刻已经成为了 所有人眼中的肥肉 而且还是送到嘴边的肥肉 756号 很高兴见到你 但是高兴只是暂时的 因为马上你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尸体是没有情绪的 眼前的这名法师 暴丝扭丝 逃出法杖 小韩也不是傻子 这些人想要杀掉他 挑战球长 然后离开这里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火球术 暴丝扭丝 挥舞手中的法杖 一个朔大的火球 朝着小韩压了过来 好了结束了 这场对决还真是迅速呀 就算这个召唤师 把两只LV5的生物召唤出来 也挡不住这一招火球攻击的 终究只是一个7级的小垃圾 没意思 在这些玩家眼里 结局早已注定 一个召唤师 想要硬扛这么大个火球 在他们看来 根本就不可能 但这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 恭喜玩家 萧天策 火胜 成功击杀终极红明玩家一名 玩家 暴丝扭丝 连胜次数清零 是否选择继续挑战 是 请输入挑战人数 100 你们一起上吧 开什么玩笑 火球术被新手召唤法杖敲碎了 看到这一幕 玩家 暴丝扭丝 人都傻了 他用手指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这是幻术 一定是幻术 怎么可能有人直接用棍子把火球术敲碎呢 这也太扯淡了吧 暴丝扭丝 一度怀疑人生 火球术 火球术 接下来 他又连续丢两颗火球出去 给我死吧 暴丝扭丝 犹如见鬼一般 咆哮道 但当火球朝萧寒压来的时候 萧寒直接放弃了攻击 一步步朝着 暴丝扭丝 靠近 任凭火球砸来 伤害 1 生命值 加1 伤害 1 生命值 加1 这种伤害 对于现在的萧寒来说 根本就不痛不痒 特别是有了天安神女的buff加成 自己感觉无敌是多么的爽 当然 这也是为什么自己没有让天安神女出手的原因 要是血鱼再毁了的话 估计就只有封好了 好不容易天秀开局 要是就这样结束了 那不就亏待了吗 你不要过来啊 暴丝扭丝 被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 他好想逃却逃不掉 变态 太变态了 暴丝扭丝 自认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变态的人 你可是召唤师啊 你怎么能够做出用木棍敲碎火球 这种危险动作呢 这也太强了吧 这还是七级的召唤师吗 要说是七百级还差不多 去死吧 又是当头一棍 小韩直接把暴丝扭丝 送回到了黑屋子里面 他知道 自己如果不下狠手 暴丝扭丝 很可能跳起来反咬一口 到那时 亏得只会是自己 恭喜你 成功击杀一名终极红明玩家 是否继续挑战 继续啊 当然要继续 请选择挑战人数 既然血域有规定 只有战胜一百名 终极红明玩家 才可以挑战点狱球长 那么就按血域的规矩来 小韩直接在透明提示框 上面输入了一个数字 99 以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再加上天安神女 这个超级大手牌 自己完全有信心 EV99 随后 只见 在角兽竞技场的上空 开始悬浮起一个 巨大的数字99 只要有一名玩家 进入竞技场 上面的数字就会减一 直到全部筹起 99名终极红明玩家 该死的 这小子居然真的 把那个法师给杀掉了 我早就给你们说过 在这个血域 等级越低的人越危险 你们不相信 现在好了 这家伙要直接挑战99人 他这是准备 直接挑战点狱球长的节奏啊 这人的实力 完全来自于那个召唤生物 依我看 只要解决掉那个女的 这家伙 也就没有什么用了 召唤师终究是召唤师 我还就不信了 大块头 你难道不想上去试试吗 你只差一个人头 你马上也可以挑战点狱球长了 你作为A国的杀手 A国杀手 影帘 直接站了出来 等级LV50 随后 角兽竞技场上面的数字99 也变成了98 萧涵看着这个杀手 他能够感觉到 在这个杀手身上 散发出来的浓郁杀气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家伙为什么是50级 不仅仅是他 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 除了萧涵自己以外 这里等级最低 也是18级 难道泱泱滑下 开服的时间 要远远晚于外服吗 萧涵不禁皱起了眉头 A国的勇士们 影帘大人都上了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 躲在后面 唯唯诺诺 冲啊 不过是杀了一个法师而已 他不会以为 自己真的行了吧 我们必须让他知道 在这个血液里面 谁才是真正的王 杀了这个家伙 刷刷刷 越来越多的终极红明玩家 开始出现在 角兽竞技场当中 天空之上的数字 也开始急剧减少 92 76 51 20 人数成立 挑战开始 只见 影帘手握锋刃匕首 身影开始融入 黑暗当中 这是刺客的必备招数 影缩 整个人能够完全融入 各种影子当中 对目标进行 出其不意的攻击 然后完成刺杀 现在影帘就是这个状态 bro 影帘大人的目标 是那个召唤师本人 我们只要控制住 那个女人就可以了 为了我们的胜利 冲吧 我们要让他知道 1v99 是他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密密麻麻的人群 朝着肖涵冲了过来 肖涵一点也不慌 即便对方全都是 30级 40级 50级的玩家 但是只要天安神女还在 自己就绝对不会败 雷神的锁链 请将力量 加持到我的主人身上 天安神女 再次挥舞神圣的十字架 恭喜你 获得攻击特效 雷神的锁链 你的攻击 将有90%的几率 触发雷神锁链效果 来得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个效果 想必能够 瞬间清掉 这里的红明玩家 这样一想之后 肖涵便把目光 落在了面前的 这些玩家身上 一个大胯部 直接跃出十几迷远 眨眼间 一声闷响 眼前的这名玩家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伤害 3450 触发雷神锁链效果 忽然间 雷电银蛇 开始将一个又一个的玩家 开始串联在一起 雷电之力 在他们的身上 发出霹雳啪啦的声响 恭喜你 成功击杀一名 终极红明玩家 当前 以击杀红明玩家 十一百 恭喜你 成功击杀一名 终极红明玩家 当前 以击杀红明玩家 四十六一百 恭喜你 成功击杀一名 九十九人的队伍 瞬间就只剩下了一个人 哥 你快打我一下 这是太阳是吗 我在血域看见了太阳 这也太强了吧 不不不 强这个字 都不足以形容了 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疯子 我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这个家伙 在七级的时候 就能够来到血域了 有这样的技能 随随便便 屠杀一群人啊 哥 你说的没错 等级越低 越危险 我建议啊 这样的人 就不应该来到血域 应该直接封号 这还怎么玩 难怪这个家伙 能够有一V九九的觉悟 原来如此 您快看 隐连在干什么 这道呼声 传出来的瞬间 所有人都转眼看向了隐连 死神觉醒 给我出来吧 事已至此 隐连也没有退路了 已经到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的地步了 他势必要将这个 只有七级的召唤师 彻底碾压 这是他最后的绝强 要是传出去 说他连一个七级的召唤师 都打不过 那他血域最强杀手 也不要当了 这一战 他不能输 绝对不能输 绝对 什么太阳神的照耀 不过是一团虚影罢了 看我将它直接撕碎 达到五世级的隐连 果断地使用出了 自己的觉醒技能 最强大招 死神莲花斩 一个五米来高的死神 出现在了隐连的身后 这一招 势必将太阳给撕个粉碎 但是真的行吗 这可是行星级别的存在 死神虚影也不过五米高 这就犹如蚂蚁 要猜死大象 根本不可能 下一秒 都不等死神回五镰刀 太阳凭借热的高温 就已经将死神虚影给考化了 看到这一幕 隐连人傻了 这就结束了 隐连表示 我想到过自己会失败 但是没想到 自己最强的死神 居然被考化了 老天啊 是考化了 这人才七级啊 这也太离谱了吧 官方就不能削弱一下吗 这不合理啊 隐连放弃了 还是等死吧 如果自己是五百级 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但是现在 还是算了吧 另外一边 再感受到恐怖威压的典狱求偿 果断从血狱深处冲了出来 看着快要逼近的太阳 怒斥倒 是谁准备毁 典狱求偿话 还没有说完 这颗太阳 就已经和续语成碰撞在了一起 碰 一声巨响 灰尘四起 炙热的高温焚烧一切 一朵蘑菇云一样的存在 覆盖整片土地 在这里 除了天安神女和萧寒之外 其余人全部被轰死 就连典狱求偿也不例外 恭喜你成功击杀 终极鸿鸿玩家一百名 同时击杀典狱求偿 解除终极鸿警告 同知 血液受到外来攻击 被彻底摧毁 血液将在三小时之后重建 预计重建时间两小时 所有终极鸿玩家 请在五小时之后登陆游戏 同知 血液之主 典狱求偿被杀 由你萧天策 重新掌管血液 成为血液之主 同时获得身份 鸿鸿制裁者 是否领取隐藏任务 成为血液之主 这还需要犹豫吗 直接选择领取 隐藏任务开启 任务名称 成为血液之主 任务类型 隐藏任务 任务要求 一 不可组队完成 二 前往爆裂火山 成击杀魔眼之主 任务介绍 在这一片与世界隔离的地方 有一处危机一直存在 那就是魔眼之主 为了击杀他无数前辈 偶心沥血在这里溅下了血液 目的不是为了困住 终极鸿鸿之人 而是为了 从这些人里面 找到最强的人 然后击杀魔眼之主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被尘封的任务 终于开启了 勇士 请务必小心前往爆裂火山 小涵刚刚看完任务 他便被请出了游戏界面 我已经解除了鸿鸣 现在应该可以回到 新手村了吧 小涵尝试再次登陆游戏 但是总会有一块透明屏幕 出现在他的面前 存在尚未完成的任务 请完成任务之后 再进入常规游戏频道 也就是说 只有完成血液之主的任务之后 自己才可以回到新手村 我去 那照这样下去的话 新手村里的那些人 不得领先自己一大步 这可是整整五个小时啊 哀小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也没办法 反正也进不去 还不如下县去吃点东西 打定主意之后 小涵便取下虚拟头盔 在家里随便找了点东西 吃了起来 同时打开手机 通过90图网游论坛 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兄弟们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我们8253号新手村 有人触发了机关 召唤出了一根巨大的长矛 直接把新手村的后山给轰霉了 噗 看到这一句话 小涵直接笑喷 我们把这件事搬到论坛上来了 大型射死现场啊 后山给轰霉了 你们这么优秀的吗 那你们还能完成主线任务吗 村长为了建花田 发出了好多其他的任务 经验之嘎嘎掌 美滋滋的 目了啊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进入游戏 真是太悲催了 我要五个小时之后 才能不进入游戏 五个小时 为什么啊 你不会开挂了吧 开挂 就算是开挂 也不能够直接用一个太阳 毁了一座城吧 还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反正当时给我吓死了 太恐怖了 整个网游论坛里 基本上八十的人 都在讨论 关于萧涵的各种事件 但是 这真的不能怪他 从头到尾 萧涵无时无刻 不再提醒天安神女 清点 清点 一定要清点 每一次天安神女 都给自己的回复 都是明白 明白 可结果呢 这家伙一招绝天 长毛轰碎后山 一招太阳神的照耀 跟他们核弹似的 把血域给扎没了 现在被迫下线 等待五个小时 真是见鬼了 五个小时之后 萧涵再一次戴上 虚拟头盔 进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血域还是之前的血域 但是因为 点狱求偿死掉的原因 自己成了这里的新王 提罗那 拜见新王 血域的管家 提罗那 半跪在萧涵的面前 恭敬地喊道 提罗那 虽说不如天安神女吧 但如果是放在现实世界 那也绝对是抢手货 至少四千 起来吧 提罗那 你这里 有关于爆裂火山的消息吗 毕竟是隐藏任务 莫了任务指引 自己也只能通过 提罗那来询问一些消息 爆裂火山位于 血域以南百里 不过那里 昏暗无比 设有魔眼的结界 一般人 如果靠近 必定会被魔力吞噬 如果吴王要去的话 最好带着几块 魔能结晶 他能抵御一段时间的 魔力吞噬 萧涵毫不犹豫地 接过了这块魔能结晶 然后开口说道 血域你 先帮我看着 等我回来 吴王凯旋 离开血域之后 萧涵果断地 召唤出了天恩神女 这百里路程 要让他自己走过去 估计这一走 就得是一辈子 神女 一速buff加成 主人走过去太慢了 你抱着我 我们飞过去 也好 完成任务要紧 这里必须声明一下 自己是想着完成任务 才报警神女的 并没有其他想法 这一点 自己可以对天发誓 一路上 萧涵为了保持坚定的心 全程紧闭双眼 左手抓着右手 右手抓住左手 差不多几分钟之后 天恩神女 对着萧涵开口说道 主人 到了 萧涵赶忙松开了双手 向后退了两步 然后从背包中 拿出两块魔能结晶 其中一块 直接丢给了天恩神女 这东西你拿着吧 前面有结件 会用到 主人的意思是 我们要进入 爆裂火山是吗 神女的脸上 洋溢起一丝兴奋 想要进去 确实是没错 但是神女这家伙 不会连火山 都想直接炸掉吧 主人 放心 爆裂火山 至少拥有三重结件 里面魔器无数 就算我用绝天长矛 也不可能将火山给炸掉的 而且 绝天长矛 还有驱散魔器的作用 不会把火山炸掉 鬼才幸免 不过这一次 似乎就算炸掉火山 也无所谓了 毕竟只要击杀掉魔眼之主 自己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到那个时候 自己也就可以回到新手村 这样一想 萧涵也没有再拦住神女 交给你了 话音刚落 天恩神女 便直接换出绝天长矛 乖乖 数百张的长矛 悬挂在火山上方 即便现在萧涵再次看见 也是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 恐怖如斯 另外一边 由于神女释放出了 绝天长矛的缘故 恐怖的神力 直接铺满了整个爆裂火山 而第一层结界 也因为这一场金色的雨 被彻底腐蚀掉 一部分的魔器 也被驱散开来 魔眼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有人打过来了 魔眼簇拥者 慌忙地跑到了火山深处 对着正躺在水晶石棺里面的 魔眼之主 喊道 不会又是血液的那些人 准备攻打我们吧 这些不值死活的东西 看来上一次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一次 正好失忆是我的新技能 传我令 召集所有爆裂火山的兄弟们 等一下 我们直接去把血液端了 魔眼之主 一边享受着水晶石棺里 温和的魔器滋养 一边回复道 这些年 如果不是血液三番五次来捣乱 魔眼之主的本尊 早就可以降临这片土地了 也不至于说 现在只能依靠这具分身 蜷缩在爆裂火山当中 不 主人 这一次不是血液的人 那是谁 这片土地之上 一共就盘踞着两股势力 一股是血液 一股便是扎根在爆裂火山的自己 而现在 居然有第三个势力 来攻击自己 魔眼之主 分身 实在是搞不明白 会是谁这么想不开 要来打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巨响 突然在他头顶炸响 哄 魔眼之主 分身 抬头看去 只见整个火山被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同时还有一把金色长矛瞬间落下 直接将魔眼之主 分身 刺了一个对穿 伤害 32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魔眼之主 分身 LV64 获得经验值 13W 恭喜你 获得装备 护腕 魔力涌动之眼锯 等级达到LV30 可进行穿戴 恭喜你 获得装备 腰带 魔力涌动之眼后 等级达到LV30 可进行穿戴 恭喜你 获得装备 下装 魔力涌动之眼狗 等级达到LV30 可进行穿戴 获得道具 恭喜你 完成血液之主任务 你已成功获得史诗级道具 血液 开启鸿鸣制裁者身份 爆裂火山之外 小韩呆呆地 看着天恩神女 这就是你说的 不毁掉火山 对 你清高 确实没有毁掉 这一次是精准打击 直接顺秒64级魔眼之主 乖乖啊 这可比自己 高出整整57级 就不能给别人一点面子吗 一时间 小韩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所以小韩也没有过多在意 而是把目光 落在了这一次的奖励之上 13W的经验值 等级直接一波提升到了15级 多出来的经验值 全都落在了 红明制裁者的身份之上 红明制裁者LV1的等级 直接提升到了LV5 美滋之的 这次收获颇为丰富 唯一的不足 就是获得了三件好装备 但是却不能够穿 唉 叮咚宿主是否选择 对魔力涌动三件套 进行等级优化 啊哈 说曹操曹操到 这就来了吗 系统 你除了可以优化召唤卡 还能够优化装备吗 当然 这是作为最强召唤师系统 应该有的觉悟 Nice啊 优化 先优化一波再说 几秒钟之后 恭喜你 一对魔力涌动三件套 完成等级优化 目前可以穿戴 是否穿戴 恭喜你 一对魔力涌动三件套 完成等级优化 目前可以穿戴 是否穿戴 穿戴 魔力涌动之言具 类型 护腕 及其稀有 品阶 黄金二阶装备 等级 LV50 目前可以穿戴 属性 生命值加1350点 魔法防御力加350 精神力加200 效果 一 非战斗状态下 魔法能量恢复速度 提升至每秒三点 二 有8的几率 触发灼烧伤害 介绍 只有在特殊的地方 才能够得到的装备 稀有程度堪比 同级神话装备 魔力涌动之言后 类型 腰带 及其稀有 品阶 黄金二阶装备 等级 生命值加1750点 魔法能量加1500点 智力加180 介绍 只有在特殊的地方 才能够得到的装备 稀有程度堪比 同级神话装备 魔力涌动之言狗 类型 下装 及其稀有 品阶 黄金二阶装备 等级 LV50 目前可以穿戴 属性 生命值加1150点 魔法能量加1300点 力量加120 智力加120 效果 一 有8的几率 触发灼烧伤害 介绍 只有在特殊的地方 在能够得到的装备 稀有程度堪比 同级神话装备 将这三件装备 全部穿戴在身上之后 又有一道系统提示音 出现在了 肖寒的脑海中 丁触发魔力 涌动三件套特殊效果 触发灼烧伤害效果几率 提升至15 很好 这装备穿上之后 肖寒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直线飙升 这种感觉 简直太好了 玩家 肖天策 等级 LV15 3860 3860 职业 召唤师 身份 鸿鸣制裁者 LV5 生命值 5330 魔法能量 3920 力量 139 智力 321 敏捷 16 体质 17 精神 216 物理攻击力 417 魔法攻击力 963 物理防御 13 魔法防御 358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拥有召唤卡 天恩神女 拥有技能 赞无 自己刚刚达到15级 就直接穿上了五世纪的装备 各项属性直接原地升天 魔法能量更是直接达到3950点 有了这魔法能量 想要召唤天恩神女 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 完全不用担心蓝量不够的情况 就算出现了蓝量不够的情况 自己也还有装备可以恢复 平均一秒钟恢复三点 也就是说 最多34秒就可以拥有一次 召唤天恩女神的机会 34秒的时间 完全够了 想到这里 肖寒心里一阵狂喜 这是一次制的飞跃 哦对了 那个鸿鸣制裁者的身份 到底有什么用吗 肖寒看着属性面板上的身份 点开查看起来 身份 鸿鸣制裁者 拥有者 肖天策 等级 LV5 作用 目前每日可获得5000点制裁点 介绍 身份等级越高 每日获得的制裁点也会越高 制裁点可用于提升实力 仅限于血液的仆人 也就是说 每日5000的制裁点 只能加在提罗娜的身上 这样也好 毕竟自己不会长期待在血液 提升提罗娜的实力 他才可以帮助自己掌管血液 暗暗点头之后 肖寒也没有打算 再继续待在爆裂火山了 报警天安神女 朝着血液飞去 几分钟之后 提罗娜 欢迎吴王 见肖寒归来 提罗娜赶忙恭敬地说道 从今天起 血液由你帮我掌管 肖寒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提罗娜 提罗娜却一脸震惊地看着肖寒 提罗娜只是吴王的仆人 提罗娜没有资格掌管血液 而且 提罗娜也没有掌管血液的实力 实力我可以想办法 我还要去别的地方 血液这边就交给你了 说完这话 肖寒直接调出了 今日五千点的制裁点 全部加在提罗娜的身上 以后每天这个时候 我都会为你提升实力 你就帮我看着血液 等我回来 提罗娜也不再拒绝 点头道 好的 吴王 血液的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现在是时候回到新手村了 肖寒来到一处角落 退出了游戏 重新选择频道进入 丁琴选择你要进入的频道 1 血液 2 8253号新手村 魔剑 魔眼之主吐出一口魔血 分身被杀 他也受到了反噬 好强 好强的攻击 一击直接秒杀掉了我的分身 难道是血液的点狱球长发威了吗 不 绝对不是的 那家伙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 看来这件事 得赶快禀告给刀魔大人才行 8253号新手村 肖寒重新回到了这里 可他刚一出现 一道的系统提示音 便在他耳边传响 全副通告 获得100金币奖励加几品青铜武器 宝箱一把 全副通告忽然响起 之前因为在血液的原因 根本没有办法通告 现在好了 刚一出来就想起来了 卧槽 是谁 直接升到了15级 之前没有见过这人 我还差一级就可以升到15级了 结果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陈咬精 不对啊 兄弟们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耳熟呢 我好像在哪听过 我也感觉在哪听过 但是现在想不起来了 卧槽 肖天策 这逼不是炸掉后山的那个人吗 他从血液出来了 不可能 进入血液的人 根本不可能出来的 难道这家伙 把点狱球场杀了 有没有一种 可能这家伙 把血液给炸了 快跑兄弟们 肖天策出狱了 他又来炸山了 部分玩家 听到肖寒出狱的消息 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甚至聊天频道里 开始出现各种消息 有没有兄弟 知道肖天策行踪的 请尽快告知 都说了这个家伙 只是触碰到了后山的什么东西 才会出现那根长毛的 你们动脑子想想 一个召唤师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强大的技能 没错 而且肖天策 还只是一个召唤师 那个长毛 明显就属于 近战法师的技能 两者天差地别 我明白了 其实这个家伙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很强 对吧 原来如此 我就说 怎么可能会有人这么强 原来这些 都是系统的设定问题 各种关于肖寒的猜测 在聊天频道里 疯狂翻滚 一会儿说什么召唤师 一会儿说什么近战法师 肖寒只想表示 召唤师会一点近战技能 怎么了 游戏设定可没有规定 召唤师只能召唤生物 提示 你已成功达到LV15 可以开启转职任务 请尽快领取转职任务 可以转职了 真是太好了 肖寒直接关掉聊天频道 迈不来到了村长的面前 低声道 不好意思 村长 花田被毁 我很惭愧 村长温和一笑 没事 花田的事 和你没关系 我已经在处理了 还好村长不知道 后山是因为自己才毁掉的 要是知道的话 村长也不会说得这么平淡 那村长 能麻烦您告诉我 转职任务在哪可以领取呢 村长从身后拿出一本书籍 翻了翻 回答道 转职任务 之前都是医美在负责 但是医美已经好几天不在村子里了 转职导师不在 老天 这不会又是一个隐藏任务吧 思绪刚刚在肖寒的脑子里闪过 系统声就传了过来 丁 恭喜你找到隐藏任务的机遇 请继续询问村长医美的下落 开启隐藏任务 好家伙 刚刚说完就来了 真是太巧了 那么村长 您知道医美现在在哪吗 肖寒继续问道 村长皱着眉头使劲回想 好半天才别出几个字来 前几天他说 他去狼牙山猜点什么东西 本来说一天就可以回来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应该是遇见了什么问题 要不你帮忙去看看吧 丁开启隐藏任务 营救转职导师医美 是否接受 隐藏任务开启 任务名称 营救转职导师医美 任务类型 隐藏任务 任务要求 一 不可组队完成 村长 那我现在就去狼牙山看看 勇士 狼牙山危险重重 要不你先去找于晓晓 学习一点技能 村长递过一块白银硬币 这算是我最后的家当了 去吧 恭喜你 获得村长奖励的银币一块 看着手中的银币 小韩还真是哭笑不得 先前全服通告 自己可是获得了100金币啊 现在村长居然用银币 就把自己打发了 但是回过头想想 倒也正常 现在新手村的货币 大都是以铜币为主 村长能够拿出银币 已经是很大的手笔了 总之 先放着吧 不要白不要 另外 村长说也没有错 自己确实应该去学点其他技能 不能只会一个召唤吧 于是 小韩在村子的东南角 找到了NPC于小小 你好 我想学习召唤师技能 小韩对着NPC于小小开口说道 砰的一声 于小小直接丢了一本技能书出来 上面写着 重棍敲击 召唤师近战技能 当熟练度达到满级之后 可无视前摇后摇 一秒八棍 附带50的暴击伤害 无冷却 无浩兰 我靠 无冷却 无浩兰 熟练拉满之后 一秒八棍 乖乖的 这是神级技能啊 就要他了 80同币 一金币等于100银币 等于1W同币 小韩转手就将村长给他的银币 交给了于小小 找你20 拿着钱 带着技能书 小韩赶忙离开了这里 丁是否学习重棍敲击 学习 恭喜你 成功学会重棍敲击 一股知识洪流 瞬间涌入自己的脑袋 虚余之后 小韩才发现 自己的闷棍敲击 动作姿势完全不对 根本就没有发挥出 闷棍的最强伤害 这下好了 要是之前 野猪还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就算是无装备 无等级差距 自己也有信心一棍下去 把猪脑打烂 毕竟 重棍敲击的伤害 等于普通攻击的1.8倍 爽啊 处理完这些 小韩便迈步离开了新手村 朝着狼牙山的方向前进 出来吧 天恩神女 提示 当前区域不能召唤 100机以上的召唤生物 操 居然还有这种规点 小韩点开地图面板 好在狼牙山不是很远 20分钟应该可以到达 但愿一路顺利 念至此 呼声随之而来 你就是 萧天策 说话之人是LV13的法师慕容 在他身后 还有几名LV14的男性朋友 这女人倒也有几分姿色 不然这几个男的 也不会心甘情愿跟在他的身后 你们找我有事 萧涵一脸冷淡地看着慕容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就是这个家伙 害得我慕容女神死在了后山 好小子 想不到我们不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萧涵表示 明明是你们找的我 好吗 慕容女神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接下来的事 我们都明白 老规矩兄弟们 谁伤害最低 谁主动退出 没问题 慕容女神是我的 慕容身后几个男人 二话不说 对着萧涵就直接冲了过来 不至于 真不至于 萧涵摇了摇头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慕容的姿色 连提罗那武士都比不上 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 为了他愿意上刀山下火海 真是愚蠢 就不能像自己一样 见过起起伏伏 依旧心如磐石吗 萧天策 你给我去死吧 三连斩 其中一名剑士 借着三段位移 移行幻影 但当他出现在萧涵头顶的时候 萧涵直接一把抓住了 这个剑士的手臂 获得反击权 击杀对方 不与鸿鸣警告 萧涵提起青铜棍 对着这个剑士的屁股 就是开杂 重棍敲击 重棍敲击 我代表你爸爸教训你 叫你不学好 这种女人你也跟 伤害 730 伤害 730 痛 痛 我错了 我错了 萧哥 这名剑士夹紧屁股 像个僵尸一样 直上直下 他本以为 凭借自己强化过的三连斩 能够直接斩杀萧涵 可结果呢 连毛洞没有碰到 不仅连毛洞没有碰到 还被两棍打成了残血 其他兄弟见状 顿时怒火中烧 大家都是为了得到 慕容才如此卖力 而现在看见出手的剑士 被这样玩虐 他们便更加生气了 操蛋 兄弟们 就算不为了慕容女神 也要干死这个家伙 就当所有人都准备出手的时候 慕容扯长着喉咙大声喊道 住手 快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听到慕容的声音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萧涵也猛逼了 这女人抽什么疯 她不是要找自己麻烦吗 她现在是在干什么 来当好人 扯淡呐 慕容女神 你这是在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对吗 我明白了 慕容女神 应该是想亲手杀掉 这个姓萧的家伙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了 至于谁去谁留 就让慕容女神自己来评判 看着慕容 这几个痴汉过来 将慕容围了起来 你们给我滚开 谁他们叫你们攻击天侧哥哥了 你们这些蠢货 慕容对着周围的人一顿呵斥 等到再转眼 目光落在肖寒身上的时候 慕容脸上的怒意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笑脸 天侧哥哥 慕容知道哥哥的实力很强 你能带带妹妹吗 当个挂剑也行 阴阳怪气的声音忽然传出 肖寒打死也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想让自己带她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很忙 没时间 说完这话 肖寒便准备转身离开 哥哥 若是这般绝情 妹妹也只好自尽当场 难道哥哥真的要这般狠心吗 肖寒头也不回 反正死了还可以复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是慕容身边的这些男人 可不这样想 慕容变心了 是肖寒夺走了慕容的心 肖天策 我要杀了你 你给我去死吧 五名战士对着肖寒 直接冲了过来 四不过三 我已经饶过你们一命了 既然你们不知道真戏 那就去死吧 肖寒拿起青铜法杖 对着银面来的战士 就是一棍杂下 暴击伤害 1485 人呢 这人到哪去了 肖寒敲完一棍 就换一个地方 这些人根本就看不见他的身影 只看见现场血红色的伤害数值 不断飘落 暴击伤害 1482 暴击伤害 1470 暴击伤害 1450 玩家 肖天策反击成功 玩家 慕慕我爱你 等级降低一级 30秒之后 在众生法阵等待重生 玩家 肖天策反击成功 玩家 慕女神我想你了 等级降低一级 30秒之后 在重生法阵等待重生 玩家 肖天策反击成功 玩家 我献 慕女等级降低 几轮之后 这几人全部被肖寒 送回到了重生法阵当中 至于慕容 肖寒根本就没有理会 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了 大概20分钟之后 肖寒来到了狼牙山 进入副本 出来吧 天恩神女 一速Buff加成 好的 主人 天恩神女手握十字架 在肖寒的身上 轻轻一点 一速增加1200 肖寒直接朝着狼牙山 深处冲去 他可不想在外围浪费时间 毕竟就算他击杀了 这里的野怪 自己也不会获得任何经验值 而且 以自己现在的属性来看 就算和狼王单挑 那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时候 肖寒突然注意到 在几十米开外的空地上 狼群聚集 而在他们中间 有一只精英野狼LV15 精英 野狼 等级 LV15 生命值 4700 攻击力 350 防御力 120 技能 撕咬 扑杀 生命值直接达到4700 这可是普通15级玩家的两倍 这家伙好强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13级的野狼 围在他的周围 如果现在自己贸然冲上前去 绝对会被群殴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走 神女 一番分析下来 肖寒还是觉得 这种情况逃不到好 决定带着神女绕路 直接去找狼王 主人 不杀他们吗 天恩神女反问道 杀 你去杀吗 你一出手杀都没了 到那时转折导师 都得死在你的手里 你说你要是为普攻 我也不至于这么难做啊 普攻 说到这里 肖寒突然想到了什么 双眸中金光一闪 天恩神女之前一直在使用技能 如果说绝天长矛 确实是他最垃圾的技能的话 那么 天恩神女的普攻 是不是可以秒杀 任何一个单体目标 你会普攻吗 普攻 我们从来不普攻啊 以前杀怪的事 都是其他人在负责 难怪 难怪之前让天恩神女杀野猪 他出手就是打招 原来这家伙 根本就不会普攻 但是想来也正常 堂堂顶流圣职者 只需要给C位加Buff 乃血就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出手杀怪 现在不一样了 天恩神女是召唤生物 你过来 我教你 天恩神女来到萧涵的身边 萧涵伸手指着空地上的那只精英野狼 开口道 你看见那头野狼了吗 你过去拍他一下 如果其他野狼要打你 你就拍回去 记住只能用拍的 这么一说 天恩神女就明白了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去吧 天恩神女直接站了出去 几十只野狼 全部转头看向了天恩神女 当他们还在考虑 神女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神女就已经来到了精英野狼的面前 只能拍 主人说 只能用拍的 一巴掌 啪的一声 直接打在了精英野狼的头上 砰 伤害 4700点 好好的一只精英野狼 直接被拍成了一堆淡蓝色的光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精英野狼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点 成功了 看着天恩神女秒杀精英野狼 自己这个当老父亲的 终于可以放心了 再也不用担心天恩神女灭山了 对了 这个召唤生物经验值是什么东西 之前怎么没有注意过呢 召唤生物经验值 用于提升召唤生物的等级 当前已拥有经验值4大倍流 原来如此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精英野狼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精英 不一会儿的功夫 神女就已经将前方所有的野狼 全部拍死 拥有召唤生物经验值5.4大倍流 减装备了 很快 肖寒就将这爆了 一地的装备道具 全部放入到了背包当中 提示 背包空间即将不足 请及时清理 刚好装下 一共35件青铜二阶装备 20件道具 全部整理完毕 走吧 神女 肖寒带着神女 继续朝着狼牙山深处 迈去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狼王BOSS领域 请注意 听到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肖寒管都不管 带着神女继续前进 救我 有没有人啊 快来救救我 一道忽远忽近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肖寒心头一转 嘴里尼喃道 应该是一美 我们快过去看看 几个大跨步 肖寒就已经出现在了一美的面前 别急 我带你回去 肖寒一边给一美松掉 捆住手脚的绳子 一边说道 走 快走 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一美眼神慌乱 四处乱看 你是说狼王要回来了 肖寒问道 对 就是狼王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会杀掉我们的 松掉绳子之后 一美赶忙捡起地上的灵犀草 就朝肖寒的身后跑去 可还没等他跑出两步 一个巨大的狼影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一美 你想离开这里 狼王boss口吐人言 狼王 等级 LV17 生命值 6800 攻击力 560 防御力 203 技能 撕咬 绝杀 坚韧如实 被动 狼王王 看着狼王出现 一美脚下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完蛋了 现在想逃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竟敢擅闯我的领地 你们都要死 包括你 一美 我给过你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珍惜 既然如此的话 那今天就将你们全都杀掉吧 狼王仰天一身幕后 皮肤坚硬程度提升20% 防御力直接从203提升到240 确实很强 如果是普通玩家的话 一套输出下来 搞不好就是在狼王身上刮杀 神女 萧涵对着天恩神女使了一个眼色 天恩神女顿时就明白了 萧涵什么意思 勇士 你们还是快走吧 狼王的实力远远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他的实力太强了 你们会死在这里的 看着神女走上前去 一美赶忙转头看着萧涵 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要是狼王真的发起攻击 那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萧涵静静地站在原地 眼睛就没有从神女的身上挪开过 自己更没有将一美的话放在心上 天恩神女是谁 她可是连65级的魔眼之主都杀过 难道一只17级的狼王会不在话下吗 绝杀 狼王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天恩神女直接咬来 尖锐的獠牙 加上恐怖的咬合力 任何一个活人在他口下都绝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是下一秒 神女直接就是一巴掌 打在狼王的大嘴上 砰的一声 狼王消失了 变成了一地的淡蓝色光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成功击杀 狼王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200点 恭喜你 成功获得S级召唤卡 木狼人 S级召唤卡 萧涵看着手中的卡片 一时间竟然愣在了原地 根据游戏规则召唤师要想获得召唤卡 只能是通过商店购买 或者别人赠予 亦或者是自己通过收集材料来进行制作 根本就不存在杀怪爆卡的这种可能 而现在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金手指了 系统 我杀怪也能获得召唤卡吗 萧涵尝试着和系统进行沟通 当然可以 不过只能是击杀副本BOSS 才可以获得与之对应的召唤卡 要想成为最强召唤师 首先就是要做到拥有足够多的召唤卡 果然是金手指在搞鬼 不过这样也好 多一张召唤卡多一份底牌 以后才能够拥有一大片的召唤大军 系统 能否对这张召唤卡进行优化 不能 只有带着红色五角星的召唤卡 才具备优化条件 木狼人并不具备优化条件 原来如此 既然不能优化的话 自己也不打算再深究了 先把召唤卡收着 当务之急是将NPC一美送回新手村再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萧涵的视线当中 主人 一个披着狼皮的人单膝跪地 对着萧涵恭敬地喊道 这是木狼人 突然看见木狼人的出现 萧涵的心里咯噔一下 惊讶道 我没有召唤你 为什么你会自己出来了 木狼人低着头 继续说道 狼牙山是我的据点 如果主人不通过召唤卡召唤我 那么我就会一直待在这里 丁 恭喜你 成功激活新手村据点 一期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五大贝六 成功激活新手村一个据点 也就是说 8253号新手村 一共有七个据点 正好对应新手村的七个副本 只要击杀这七个据点的副本 BOSS 那么就算是占领了全部据点 同时 每天还能够白嫖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也太爽了吧 这可比自己慢慢杀怪 赚取召唤生物经验值来得快得多啊 而且 木狼人是属于自己的召唤生物 同时 他又是整个狼牙山副本的王 绝对要强于狼王BOSS的存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等同于 自己掌控了整个副本 天呐 传说中的最强召唤师系统 这也太强了吧 天 天侧勇士 NPC一美吞吞吞吐吐的呼声 将萧涵的思绪拉了回来 天侧勇士 狼王刚都是被你杀死了吗 一美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涵 开口问道 算是吧 不过不重要 我们还是先回新手村吧 萧涵淡淡一笑 带着一美便朝着8253号新手村走去 至于木狼人 就让他先待在狼牙山好了 丁氏否将10.4W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到木狼人身上 确定 召唤生物 木狼人 品阶 F级 等级 LV13 实力 极差 职业 无 生命值 2950 攻击力 265 召唤冷却 一分钟 存在时间 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 100点 据点 狼牙山 离开狼牙山 便就只剩下了萧涵和一美两人 又是20分钟过去 他们才回到新手村当中 天侧勇士 真是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 即使赶到的话 我可能真的回不来了 NPC一美对着小韩 十分感激地说道 没事 我也是受到了村长的委托 小韩谦虚道 为了感谢你 我决定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NPC一美 从自己的身后 拿出一份 尘封已久的卷轴 交到了小韩的手中 这是召唤师的禁忌卷轴 这东西 我拿着也没有什么用 就送给你吧 小韩伸手接过了 这份漆黑无比的卷轴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美居然给了自己 一份禁忌卷轴 在90图网游中 一名玩家拥有获得卷轴的资格 如果再算上 完成禁忌职业转职的难度 恐怕一百亿玩家中 都没有一人能够完成 但现在 自己手里拿的 正是召唤师职业的禁忌卷轴 这也太爽了 开局觉醒 最强召唤师系统就不说了 现在又得到禁忌卷轴 这是原地螺旋升天呀 天侧勇士 我就不打扰你了 感谢你送我回到新手村 说完这话 NPC一美 转身就朝着前方走去 而我则是来到角落 默默地打开了这份禁忌卷轴 召唤师的时空之门开启 请此次准备接受历练的玩家 选择一张召唤卡进入 通关时空挑战 可转职禁忌召唤师 挑战失败 等级降低5级 封锁任何行动12小时 是否接受挑战 我去 想不到禁忌召唤师的转职条件 居然这么苛刻 如果挑战失败 这是要毁掉自己的节奏啊 但是所谓富贵险中求 肖涵果断选择接受挑战 请选择参与挑战的召唤卡 天安神女 选择成功 30秒之内进入时空之门 时空之门虽然静止地 出现在新手村的正中心 但是能看见他的人 也就只有肖涵自己而已 随即 他直接走了进去 时空之门关闭 肖涵立于一片虚无的空间当中 时空严兽第一波攻击 将在30秒之后发起进攻 请做好准备 系统声音一过 肖涵果断在第一时间 召唤出了天安神女 这次可是禁忌召唤师的转职 其难度不言而喻 而且 关于时空严兽到底有多强 自己还是一片未知 为了能够成功转职禁忌召唤师 自己不得不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 在时空严兽攻来之前 肖涵果断让神女 对自己施加了各种保护 神女 这一次你就尽情攻击吧 时空之门绝对不像血雨那般脆弱 就算神女再一次施展太阳神的照耀 这片空间也完全能够承受 第一波攻击 正式开始 神女背后羽翼一扇 雷明王 我现在将你的枷锁解开 我将用你的神力 灭杀一切邪恶之灵 天雷枷锁 崩坏 天雷在肖涵的头顶 轰轰作响 银白色的长龙在上方盘旋 看到这一幕 肖涵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心想 还好这不是在新手村 不然又完蛋了 就在肖涵还在掠感震惊的时候 周围已经有一大群像狗一样的生物 朝着他压了过来 他们浑身散发着火红色的火焰 时空严兽 等级 LV26 生命值1.W 攻击力890 防御力32 技能 未知 介绍 这是生活在虚空当中的一种严兽 他们经历了虚空之力的冲刷 实力强劲 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 肖涵被狠狠地吓了一跳 这才第一波攻击 野怪的等级直接就达到了26级 生命值更是达到了1.2W 比只狼王BOSS墙上整整好几倍 这也太离谱了 老天啊 转值者等级都才15级 而时空之门里面的野怪 直接超了11级 这要是让普通玩家进来 还怎么玩 而且数量还多到头皮发麻 主人 要开始了 天安神女高高地举起手中十字架 对着肖涵开口说道 只见 大批大批的时空岩兽将两人团团包围 下一秒 天安神女直接挥下手中的十字架 十字架在她的脚下点出一阵涟漪 天雷 震 哼 恐怖的微压从天空落下 白色闪光瞬间就淹没全场 砰砰砰 伤害 1.2W 伤害 1.2W 伤害 1.2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一只时空岩兽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800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一只时空岩兽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800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一只时空岩兽 等到白光消散 这里所有的时空岩兽就已经全部被带走 一波直接收获召唤试经验值46.7W 也就是说 刚才一瞬间的功夫 直接顺杀了将近120只时空岩兽 爽 真是太爽了 血赚不亏 萧涵的心里一阵窃喜 如果说时空之门对于其他玩家来说是灾难 那么对于萧涵来说 这完全就是一个刷经验的圣地啊 注意 第二波时空岩龙兽即将发起攻击 请做好准备 续遇之后 第二道攻击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天安神女也重新刷新了夹在萧涵身上的各种保护 30秒之后 差不多120头岩龙兽也出现在了萧涵和天安神女的视线当中 炎龙兽的头顶长了一块和独角兽一样的角 时空炎龙兽 等级LV34 生命值2W 攻击力920 防御力230 技能炎龙光束 纠集炎龙光束 介绍 炎兽长年待在这片虚物的空间当中 久而久之也会有一些炎兽发生变异 进化成为了炎龙兽 这一波攻击 炎龙兽的平均等级直接比炎兽高出了整整八级 卧槽 这系统是真不把玩家当人看啊 还好自己有天安神女 不然还真挺不到现在 主人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 天安神女突然大声喊道 萧涵的猛的一抽 等到她回过神来 已经有二十几道赤红色的光束 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砰砰砰 光束和保护照状积在了一起 但是却都被挡了下来 这才让萧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杀了他们 回过神的萧涵对着天安神女开口说道 好的 主人 神女提起十字架轻轻一扇 临静之风 一阵狂风吹过 直接将所有的炎龙兽全部带走 伤害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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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一只时空炎龙兽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600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一只时空炎龙兽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600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一只时空炎龙兽 总共获得召唤师经验值57.5W 算上第一波的经验值 萧涵总共就获得了104.2W 时空之门完全就是妥妥的刷怪圣地啊 注意 最后一波 时空暴龙兽即将发起攻击 请玩家全力输出吧 提示 击杀时空暴龙兽之后 便能够成功转值 禁忌召唤师 30秒过去 这片空间里面开始出现剧烈的震荡 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炙热起来 轰 轰轰 又是几秒钟过去 一只类似于戈尔赞一样的生物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这家伙 浑身同样闪着赤红的光泽 小家伙 是你将我唤醒的 暴龙兽开口淡淡地说道 是吗 萧涵道 不重要了 我已经沉睡很久了 想不到今天还能够出来 说到底 我还真要谢谢你 暴龙兽干脆直接坐了下来 你放心 我不会马上杀了你的 这里待久了我也会寂寞的 你来陪我聊聊天吧 聊天 开什么玩笑 自己是来这杀你的 可不是来陪你唠嗑的 神女 杀了她 萧涵果断地命令天安神女 去杀了暴龙兽 不过是一个召唤师而已 你不要以为杀了严兽 杀了严龙兽 就能够来和我作对 我可告诉你 暴龙兽对着萧涵一顿吹嘘 在她眼里 严兽和严龙兽 都不过是她每天的食物而已 萧涵想要让神女杀了自己 那是一百万个不可能 但是当她看见一颗硕大的太阳 出现在头顶的时候 暴龙兽的声音便越来越小 到后面根本就已经听不见了 卧槽 这这是一颗行星 这笔把行星拉下来了 暴龙兽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玩不起就别出来玩啊 喂喂喂 快住手 小子 你快叫这家伙停下来 会死的 啊 看着头顶行星级的太阳 暴龙兽直接就被吓傻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萧涵召唤出来的天恩神女 居然这么强 老天啊 你这是和我开多大的玩笑啊 大人时代变了 萧涵对着暴龙兽风轻云淡地说道 出来混要有实力要有背景 区区一个暴龙兽 算什么东西 此刻 太阳落下 暴龙兽被彻底吞没 死的连渣都不省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成功击杀暴龙兽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1W 恭喜你 击杀时空之门BOSS 暴龙兽 成功获得第级几品召唤卡 火爆女孩 以成功占据隐藏据点 提示 隐藏据点的奖励 将在激活其他7个据点之后开启 丁恭喜你 成功击杀暴龙兽 完成禁忌召唤师转值挑战 请现在回到新手村当中 找到NPC一美 他会指引你通往主城的道路 暴龙兽刚刚被灭 就有四道连续的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的脑海中传响 召唤生物经验值暂且不说 加上刚刚才获得的部分 萧涵现在总共拥有 召唤生物经验值105.3W 这已经是一大笔收获了 还有 这D级几品召唤卡 是什么东西 之前自己的最强召唤师系统 确实提到过 只要击杀副本BOSS 就能够获得与之对应的召唤卡 但是现在可是在时空之门里面 难道这也能够获得召唤吗 萧涵的心理虽然很诧异 但是自己确确实实得到了 那有总比没有强吧 既然这样 就先收着再说 至于那个隐藏据点 看来自己还得想办法 尽早将余下六个据点 全部占据了再说 对了 之前系统说 有些召唤卡可以优化 不知道这张火爆女孩可以吗 说着 萧涵便从背包中 掏出来火爆女孩召唤卡 只见在这张召唤卡的背面 正好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标识 也就是说 可以优化 丁是否对D级极品召唤卡 火爆女孩进行优化 那还用说 直接优化 几秒钟之后 一张全新的召唤卡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优化成功 恭喜你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着眼女枪 召唤生物 着眼女枪 品阶 A级极品 等级 LVE 实力 极佳 职业 火系战斗法师 生命值 1200 攻击力 112 召唤冷却 一分钟 存在时间 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 100点 据点 时空之门 隐藏据点 女枪 拜见主人 萧涵刚刚看完面前的召唤卡面板 着眼女枪就已经单膝跪在了自己的眼前 从上到下扫了一眼之后 起来吧 萧涵便赶忙转过身去 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淡定地开口道 这也算是自己最后的绝强了 总不能让女枪看着自己擦鼻血吧 真是该死 想不到又是祸水一枚 自己堂堂萧家之人 难道会被困死在这上面吗 开什么玩笑 算了稳住到心 当务之急 还是先回到新手村 完成转职任务 其他的往后再从长计议 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女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得赶紧离开 等到时空之门开启 萧涵一个跨步 就离开了这里 女枪 恭送主人 8253号新手村 等到萧涵再次从时空之门里出来 游戏时间便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小时 不少的玩家早就已经通过NPC一枚 主城那边也开始陆陆续续有玩家加入其中 如果不是之前那场血雨风波 我也不会被拉开察觉 看来得加快进度了 萧涵在心里暗暗点头 随后便朝着NPC一枚所在的方向走去 我们又见面了 一枚 萧涵对着一枚 微笑道 天侧勇士 你回来了 怎么样转职顺利吗 看着萧涵的出现 一枚心里微微一惊 还算是算是顺利吧 我此次过来就是准备前往主城的 萧涵道 前往主城 天侧勇士 难道你真的完成了进转职了吗 你去过时空之门了 禁忌 二字被一美硬生生的咽了回去 他知道在村子里面谈及禁忌二字 是绝对不行的 这不仅会给村子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更是会给萧涵带来很多的麻烦 可他还是不敢相信 萧涵真的从时空之门里面出来了 时空之门 可是从来没有人跨越过的鸿沟啊 虽然他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但心中还是非常开心 因为这也说明 自己村子里面又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召唤师 天侧勇士 这个东西你拿着 里面有我帮你写的推荐信 你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在组城里应该被得到重用 带着他 你可以直接去组城寻找雅思高徒 他会收你为徒的 在他那儿你会学到更多东西 哦对了 我还让他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一美满脸欣慰地看着萧涵 同时他递过了一张巴掌大的推荐信 萧涵自然也没有拒绝 果断地就收下了 谢谢你 一美 不用谢 今天天色也不早了 如果要去组城的 最好现在就出发 不然天黑了 入太华 小韩点头 在和NPC一美简单道别之后 他便离开了这里 带着推荐信 小韩并没有马上离开新手村 因为他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要完成 那就是据点占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来获得足够多的召唤生物经验值的话 自己以后倒也再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了 毕竟召唤师嘛 以后的召唤生物一旦变多 这些生物需要的经验值 呈指数级上升 所以这一点 自己还是得为以后考虑 那么 既然要完成据点战局 那就势必要从野猪杀起 但是因为之前 自己毁掉后山消失的缘故 现在拥有野猪王的副本 也就变成了系统新建立的全新副本 山林副本 直接进入 并由于你的等级太高 击杀当前副本也怪 将不提供任何经验值奖励 小韩可没有理会 进入副本当中 一只野猪竟然站在不远处 直勾勾地看着小韩 四根猪腿忍不住发抖 小猪猪 你是不是还记得我 看着眼前的这只野猪 小韩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野猪表示 你不要过来 滚呐 老子记得你 你就是用摆杖长矛杀我的人 滚呐 小韩一想起 之前自己被这头野猪 被硬拱的画面 他就来气 而且是越想越气 这一次 说什么也要报仇雪恨 于是 小韩提起青铜召唤法杖 直接冲上去 一中棍 敲死你 直接把这头野猪的脑袋砸开了花 伤害 120 恭喜你 击杀野猪一只获得经验值 零点 获得装备 残缺的不假 提示 你的背包空间即将不足 请尽快清理 听到系统提示音 这才小韩想起来 之前在狼牙山获得了太多的装备 到现在都没来得及清理 看来得在通关山林副本之后 先把背包清理一下 不然如果是等到很多人都达到15级之后再处理的话 这些装备就不值钱了 小韩在心里暗暗盘算着 如果不是为了在这个游戏里面提现 谁愿意干这破事 总之 天安神女就出现在了小韩的身前 主人 你去把野猪王杀掉 记住 动作一定要轻 天安神女点头 背后的金色羽翼一扇 朝着山林深处掠去 两秒钟之后 天安神女找到了野猪王 站住 站住 你是谁 这里可是老猪我的地盘 你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野猪王朝着天安神女发出一阵猪叫 天安神女才没理会 走过去 伸出手轻轻地在野猪王的头顶轻轻一拍 砰 伤害 1500 订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山林副本BOSS 野猪王 获得召唤卡 朱仙人 订恭喜你 成功激活新手村据点 27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4W 召唤生物 朱仙人 品阶 F级 等级 LVE 实力 极差 职业 无 生命值 900 攻击力 1 状态 不可优化 效果 随着等级越高 朱仙人的体型也会越变越大 召唤冷却 1分钟 存在时间 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 100点 据点 山林副本 攻击力只有一点 这是来拉屎的吧 小韩看过垃圾的 没见过这么垃圾的 这召唤卡放在自己背包里 都嫌脏 怎么会这么废物呢 操 如果不是给系统面子 小韩还真打算 把这张召唤卡给丢掉 简直不要太垃圾 算了 还是先把背包空间清空 然后去占据据点吧 离开副本 小韩果断地打开了拍卖行 在这上面已经有很多装备在出售了 但是 大多是LV10的装备 关于LV15的装备 只有一两件 但是这些装备都是刚一上架就没了 也就是说 LV15级的装备非常抢手 同时 小韩还注意到了这些LV15的装备售价 都在5000铜币左右 这种价格相比于2000铜币的实际装备来说 已经翻了一倍有余 综合来看 15级的装备属于刚需 基本属于上架就无 自己完全不用担心 价格太低的情况 丁是否上架青铜装备35件和20件道具 确定 请输入装备单件售价金额和道具单件售价金额 装备就卖5000铜币一件 道具的话就500铜币一样 确定 恭喜你 上架成功 刚刚处理完背包里面的装备 小韩就前往了下一个据点 丛林沼泽 但此刻 随着小韩上架众多15级青铜2接装备之后 聊天频道直接就炸开了 兄弟们 终于有15级的装备被放出来了 快去拍卖行上看看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也不至于说被困在这里这么久 没有15级装备加成 根本就完成不了转值任务 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 这一次是萧天策上架的装备 一共30多件 快点去买吧 再不买的话等一下 说不定装备又没有了 之前我一直以为萧天策是个坏人 现在我觉得 他就是我的大恩人 他就是我哥 现在大量的15级代转值玩家 全部被困在狼牙山副本之外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转值任务 主要还是因为 狼牙山副本难度增加 单人要想通关 根本不可能 而这又是转值任务 系统又不允许组队完成 所以当他们看见 萧涵一下子就拿出30多件 15级的装备之后 他们都开始疯抢 或许只有拿到整套15级套装 才有通关副本的可能 与此同时 黄雀组成 有几个以天一字样开头的玩家 都聚集在一座阁楼当中 这是他们工会 天一工会 修兵 之前那放在狼牙山副本的那件道具 还能够维持多久 会长 天一绝情师长 对着 天一修兵 开口问道 会长 纷扰器的作用 是会持续七天 能够让狼王 这七天处于狂暴状态 天一修兵 算了算时间 回答道 那就好 最好这七天 不要让任何人进入主城 会长 天一绝情师长 脸上挂起了邪魅一笑 将纷扰器 放在狼牙山副本之中 也是他计划当中的一环 他的目的 就是通过纷扰器 来让狼王处于狂暴状态 让狼王的实力得到暴风 这样 就是变相的不让玩家 完成转职任务 玩不成转职任务 就没有玩家 可以来到主城 而他 天一绝情师长 就能够 从各方面领先所有人 独揽所有全服通告奖励 可是会长 现在拍卖行 好像出变故了 天一修兵 看着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出什么变故了 拍卖行那边不是说好了 让你时刻关注吗 只要有人拍卖15级装备 你就全部买过来 不管多高的价 会长大声说道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拍卖行上突然出现了35件青铜装备 听到这话 天一绝情师长 脸色一黑 什么 居然有人能够一次性 拿出35件青铜装备 该死 快 快给我把这些装备 全部买过来 不能让任何一件装备 流入到狼牙山的那群人手中 修兵 从现在开始 你带两人死 盯拍卖行 天一绝情师长 在工会大厅里大声吼道 好的 会长 天一修兵 点头道 随后 一名叫天一柳叶 得玩家跑了过来 会长 主线任务已经领取完毕了 经验卡我们也拿到了 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会长点头 现在 好不容易将其他玩家 全部拦在了狼牙山 他这边自然也要抓紧时间升级 将尽可能多的全服 通告奖励全部拿到手 扩大优势 我们走 在通关丛林沼泽之后 小韩又连续通关了好几个副本 现在 他坐在韩穴副本的洞口 默默地看着自己背包里 暴涨的铜臂 心里美滋滋的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占据五个据点的时间里面 这上架不久的青铜二阶装备 就已经全部卖出去了 不得不说 这速度是真的快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韩穴副本BOSS 获得F召唤卡 蛇妖王 以成功占据据点 67 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 150W6 获得LV十几品青铜装备 寒光剑 准确地说 现在是六个据点了 只差一个据点 就可以开启 隐藏据点的奖励了 真是太好了 等等 刚才好像获得了 一把极品武器来着 小韩赶紧打开背包一看 如果是召唤师法杖的话 那就赚大发了 操 没想到 居然是一把极品青铜长剑 还不如直接卖了呢 等到离开韩穴副本之后 小韩直接就将极品青铜长剑 丢到了拍卖行上 反正 自己留着也没用 还不如卖了换钱 至于价格嘛 就挂一个4万铜币吧 毕竟是极品 而且属性比之15级的装备 只高不低 特别是这件极品长剑 还有特殊的效果 卖4万铜币 应该一点不过分吧 而且想想这个游戏世界 应该也不缺人傻钱多的客金玩家 随后 小韩便也没有再管 关掉拍卖行界面之后 就前往了最后一个据点 地下迷宫 聊天频道 那些带转制玩家 在这里互相寒暄 兄弟们 你们刚才有抢到 萧天侧上架的装备吗 我没有抢到 你们呢 真是倒霉 35件青铜二阶装备 我竟然一件都没有抢到 难道我的手速这么慢吗 我对不起我哥啊 气死 好好的一个升级游戏 现在玩成了抢装备的游戏 游戏性质都变了 我怀疑有人暗箱操作 有人存心 不想让我们进入主城 他想独吞所有的全服通告奖励 这话一说出来 80%的带转制玩家都愣住了 还真别说 确实有这种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人又会是谁呢 兄弟们 你们快看 萧天侧又上架了一件装备 10级的极品装备 寒光剑 看看价格 不用看了 装备没了 好家伙 我现在严重怀疑 我们这些带转制玩家被狙击了 黄雀城 天意工会 天意修兵 这群玩家无时无刻不适 在守着拍卖行 只要一有15级的装备出现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下手抢断 当然LV10的极品青铜装备 自然也不例外 为了收缆尽可能多的全服 通告奖励 他们绝对不会给那些 带转制玩家 一丝通关狼牙山副本的机会 另外一边 萧涵成功通关了最后一个副本 地下迷宫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副本BOSS 哥布林国王 获得F级召唤卡 哥布林国王 以占据据点 77 恭喜你 成功占据新手村所有据点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是否现在领取隐藏据点奖励 领取 据点奖励翻倍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想不到 自己期待已久的 隐藏据点奖励 居然是经验值翻倍 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从220W 涨到了440W 有了这笔经验值 就算自己以后 什么也不干 也能够让手中的召唤卡 全部升到满级 光是坐在新手村 就可以原地登顶国府 成为史上等级 最低的最强召唤师 恭喜你 成功领取 今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440W 目前已拥有召唤 生物经验值 545.3W 来吧 先把经验值分配了再说 随后 一块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面板之上 一共有9张召唤卡 其中天安神女满级 无需经验值 那么 就将这部分经验值 在余下8张 召唤卡身上 平均分配吧 每张召唤卡 68.2W 刷刷刷 一时间 每张召唤卡的经验值 开始疯狂增加 F级木狼人23级 F级木狼人45级 F级木狼人达到了61级 A级卓妍女枪46级 F级猪仙人52级 F级皮鹅之王52级 F级寒霜之剑52级 F级蛇妖王52级 F级牛魔52级 F级歌布林国王52级 本来自己以为 540多万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就已经够多了 结果现在 分配下来 每张召唤卡 也就只提升了50级左右 要想把它们 全部提升到999级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呀 看来这个召唤 生物经验值的获取 依旧任重而道远啊 关掉眼前的透明提示矿 肖寒便离开了地下迷宫副本 现在也是时候前往主城了 可刚等肖寒离开副本 另外一个透明面板出现了 提示 你所上架的LV十几品青铜长剑 寒光剑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38000 手续费扣除5 我靠 不是吧 这就卖出去了 这可是4万铜币啊 老哥 折合下来相当于4000现金 还真有人这么豪横 出手这么阔绰 肖寒认真一看 这不就和之前 买他那35件青铜装备的人 是同一个人吗 天翼修兵 丁是否查看 该玩家等级 确定 在90图网游中 玩家想要查看 其他玩家的个人属性 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被查看的那名玩家同意 否则的话 玩家只能查看彼此的等级 玩家 天翼修兵 等级 LV十六 肖寒 十六级的玩家 来买十级 十五级的装备 莫不是脑子有问题 肖寒表示无法理解 不过 既然钱到了自己钱包 其他的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放在心上了 随后 肖寒调出了地图面板 跟着地标的指引 朝着黄雀城前进 黄雀城外 肖寒来到了这里 欢迎来到主城 黄雀城 系统声乍线 肖寒根本不予理会 脉步就朝着城内走去 来者何人 请出示入城证明 城门口两个守城士兵架起长矛 拦住了肖寒 什么入城证明 我没有入城证明 这封推荐信可以吗 肖寒将一枚给自己写的那张推荐信 递给了眼前的士兵 结果推荐信 士兵扫眼一看 骤然间 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 赶忙将推荐信还给了肖寒 同时恭敬地说道 对不起 天色勇士 是我们唐突了 原来是医美大人推荐的人 您请进 对了 雅思高徒大人正在任务大厅当中 您可以去任务大厅找他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看见任务大厅了 谢谢 肖寒接过推荐信 简单道谢之后 就朝着任务大厅所在的方向走去 黄雀城 任务大厅 肖寒来到了这里 你好啊 雅思高徒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肖寒对着雅思高徒微笑道 天策勇士 你终于来了 一美都在我耳边提起过你很多次了 他一直说你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召唤师 今日一见确实不错 雅思高徒赞赏道 您过奖了 肖寒十分谦虚地道 对了 我听一美说 你完成竞技召唤师的转职了 雅思高徒对着肖寒挑了挑眉头 细细地道 是的 侥幸而言 不错 竞技召唤师的挑战 已经很久没有人通过了 既然天策勇士通关了 那就足以说明你的实力 走吧 天策勇士 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半竞技图书馆 半竞技图书馆 这是什么地方 走在路上 雅思高徒还在解释着 半竞技图书馆 也是所有竞技职业玩家 在进入主城之后 必须进入的地方 在这里 任何一名竞技召唤师 都能够获得竞技之力 竞技之力 那是什么 肖寒道 对于竞技职业来说 也可以叫做 零次觉醒 肖寒一脸不解地 看着雅思高徒 总之 只有获得了竞技之力的 竞技召唤师 才能够叫做 竞技召唤师 否则顶多就是一个 挂着竞技二字的 普通召唤师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竞技之力的话 自己和普通召唤师 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在肖寒想 来应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如果拥有竞技之力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 肖寒看着雅思高徒问道 雅思高徒微微一笑 别急 很快 就会知道了 我们到了 这里 就是半竞技图书馆 推开大门 雅思高徒 带着肖寒走了进去 然后 雅思高徒 从旁边的书架上 取下一本黑色的书籍 开始吟唱起来 静缘之主 我将传说中的竞技之血 牵引竞技大门的漩涡 为我之后背 觉醒召唤师的竞技之力 请赐予我全新的 竞技魔法书吧 竞技大门的漩涡 起 刷 刷刷 刷时间 整个图书馆里 突然吹起了一阵狂风 宛如一把利刃 在雅思高徒的手腕上划过 只见一滴黑色的鲜血 从雅思高徒的手腕处滴落 下一秒 图书馆开始疯狂旋转 肖寒的视线 变得模糊起来 天侧勇士 去到静缘之地 觉醒你的竞技之力吧 雅思高徒的呼声 在肖寒的耳边响起 但是 随着视线越来越模糊 他的声音 也变得越来越小 在前方的不远处放着一本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魔法书 请将你的手放在魔法书之上 静寂魔法书 将根据你的实力 来觉醒静寂之力 每一页代表一张召唤卡 你觉醒的静寂之力越多 你的召唤卡就越强 静寂之力 可以开通召唤生物的装备来 看着眼前的透明提示框 肖寒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觉醒静寂之力 就是帮助召唤生物 开启拥有穿戴装备的资格 那也就是说 如果静寂魔法书 只有一页的话 那么以后 就只有一张召唤卡 拥有穿戴装备的资格 如果是三页 那就是有三张召唤生物 拥有可以穿戴装备的资格 以此类推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么完成静寂召唤师 转值的玩家 那就太强了 这一点或许在前期 看不出来差距 毕竟前期的装备 加成相对不高 但是如果到了中期 后期在装备加成提高的基础上 再加上召唤 生物本身就具备的 超高基础属性 完全可以做到 玩虐同级所有召唤生物 甚至一只F级的召唤生物 在配上神级套装之后 可以直接单挑 A级级品召唤生物 恐怖 简直太恐怖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如果到了中后期 自己一次性 直接召唤了几千只召唤生物出来 每一只召唤生物 都是神级装备加身 那压迫力足以毁灭一切了 想到这里 肖寒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难怪之前雅思高徒对自己说 没有觉醒禁忌之力的禁忌召唤师 只是挂着禁忌 二字的普通召唤师 这句话确实有他的道理 回过神来 肖寒将手掌放在了禁忌魔法书之上 丁现在开始测试你的实力 当前觉醒禁忌之力时 结束了吗 并没有 二十 三十 魔法书的厚度还在增加 一百 二百 一千 五千 一分钟过去 魔法书的厚度直接达到了九千页 恭喜你觉醒所有禁忌之力 获得专属道具 禁忌魔法书九千页召唤卡录入中 我靠 直接觉醒了所有的禁忌之力 肖寒人都傻了 自己实力有这么强吗 还是说是因为有系统在原因 算了不管了 既然觉醒了九千页的禁忌魔法书 那就先放着吧 当前九张召唤卡已录入成功 专属道具 禁忌魔法书已放入您的背包 状态 锁定 不可抛弃 不可出售 丁是否现在离开禁忌之地 离开 画面一转 肖寒再一次回到了半禁忌图书馆当中 怎么样了 天策勇士 应该还顺利吧 雅思高徒关心道 还好 肖寒道 你的禁忌魔法书 觉醒了多少页啊 雅思高徒再次问道 肖寒顿了顿 心想自己总不能告诉 雅思高徒自己觉醒了九千页吧 于是 肖寒十分实诚地道 九页 什么 九页 雅思高徒双目瞳孔一缩 难道传说 中史上最强禁忌召唤师诞生了 雅思高徒在听到肖寒 觉醒了九页禁忌魔法书之后 他直接跳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肖寒的实力 居然比百年前的 那名超凡禁忌召唤师要 多出整整六页 强 真是太强了 雅思高徒一脸欣赏地看着肖寒 而肖寒则是淡淡地开口 九页很多吗 听到这话 雅思高徒惊呆了 老天啊 这说的是人话吗 百年前 那位超凡禁忌召唤师 仅凭借觉醒的 三页禁忌魔法书 杀得天昏地暗 多少妖魔鬼受陈伏在他的脚下 而现在肖寒 直接觉醒了 九页禁忌魔法书 整整九页啊 这不得把天捅破 九页已经很多了呀 好半天之后 雅思高徒才 渐渐冷静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一美说得不错 你是真的很强 你会超越历代前辈 这份奖励你拿着 现在我正式地祝贺你 成功觉醒禁忌之力 丁恭喜你获得奖励 禁忌召唤师装备奖励 是否现在开启 开启 恭喜你 获得皮波特的板甲七件套 是否现在进行穿戴 肖寒简单地看了看 这套装备的属性 虽说是一整套 但是终究只是15级青铜三接装备 就算全部穿戴在身上 也完全比不上魔力涌动三件套的效果 所以肖寒决定用两件套装进行搭配 将自己的属性最大化 魔力涌动三件套 护腕 腰带 下装 皮波特的板甲四件套 鞋子 上衣 胸甲 护腿 属性提升 力量加79 智力加82 敏捷加57 体质加85 精神力加101 激活皮波特的板甲三件套效果 1 在主成当中 移动速度提升20% 2 受到攻击的时候 有7%的几率 触发稻草人替身效果 第一个效果 还非常不错 至于第二个装备效果 对于肖寒来说 实属无用 自己手中召唤卡 随便拿一张出来 也可以横推现阶段所有副本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受到攻击 谢谢你 雅思高徒 穿戴好装备 肖寒对着雅思高徒道谢道 不用谢 天策勇士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 医美教给我的任务我也完成了 你现在可以前往任务大厅 领取你的任务了 听到这话 肖寒也没有犹豫 在和雅思高徒道别之后 便离开了半径纪图书馆 提示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 请注意身心健康 想不到都已经到凌晨一点了 还是先下线休息一下吧 不然到时候 猝死就完蛋了 正好肖寒也感觉到了一丝疲惫 随后 他便来到了一处角落位置 请选择你要提取的铜币数量 在下线之前 肖寒决定先兑换一点现金再说 毕竟现在家里吃的东西 就只剩下一点馒头了 连泡菜都没有 肖寒看了看自己背包里面的铜币总数 一共215,020枚铜币 随后 他直接输入了20W铜币 留15,020铜币 作为游戏里面的货币流通 应该够了 丁提取成功 一共2W现金 已发放到你的华夏银行账户 请注意查收 处理完这些 肖寒就退出了游戏 取下头盔 打开手机一看 还真是2万块钱到账了 美滋滋的 今天晚上 势必加一根鸡腿 于是乎 肖寒在外卖平台上 点了一份23块钱的豪华鸡腿大餐 等到吃过之后 洗了一个澡 便休息了过去 一日凌晨5点 肖寒的闹钟 突然震动起来 为了尽早能够达到巅峰 当然是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进入游戏 请选择 你想要进入的区域 1.血域 2.8253号新手村 3.黄雀城 黄雀城 很快 肖寒再一次出现在了黄雀城当中 他直接朝着任务大厅走去 早上好 哥兵尼 肖寒找到领取 主线任务的导师 打招呼道 早上好 天侧勇士 想不到 你这么早就来了 NPC哥兵尼 你揉了揉眼睛 开口道 这里有什么任务吗 昨天凌晨3点的时候 8253号新手村 狼牙山那边 据说出现了一只20级的变异生物 你能帮忙去解决掉吗 这件事比较紧急 已经有很多玩家 死在了这只变异生物的手下了 哦对了 听一美传来的消息 好像狼牙山的狼群最近 变得异常暴躁 你能顺便帮我去调查一下情况吗 NPC哥兵尼 刚刚说完 下一秒 透明面板就出现在了肖寒的面前 丁是否领取双委托任务 委托任务一 解决变异生物 委托人 一美 等级 LV20 难度 极高 奖励 获得青铜三接宝箱一个 介绍 因为最近狼牙山的异样 导致这里的狼群 开始变得异常狂暴 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和村长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 这只突然诞生的变异生物 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 麻烦宾尼哥哥 派人过来帮帮我们 委托任务二 查出狼群狂暴的源头 委托任 戈宾尼 等级 LV20 难度 未知 奖励 4W经验值 加冰灵草20株 介绍 5 灵取 肖寒也没有想到 刚刚从新手村出来 没想到又要回去了 这一次不知道 一美见到自己会是一副 什么样的表情 不好意思啊 天色勇士 现在实在是太早 只能麻烦你 帮我去一趟了 你务必小心 NPC戈宾尼嘱托道 对了 在任务大厅左侧80米的地方 有一个商人 他在出售地点 传送卷轴 如果你需要 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肖寒点头 走出任务大厅之后 根据戈宾尼所说 肖寒找到了那个神秘商人 你好 我想要一份传送卷轴 需要多少钱 一千铜币 肖寒转手 就拿出一千铜币 交到了商人手中 恭喜你 获得传送卷轴一份 请选择传送地点 8253号新手村 狼牙山副本 此刻 凌晨5点的狼牙山副本之外 这里已经占满了玩家 狼牙山副本围剿变异生物 奖励三件LV15青铜二阶装备 这道系统提示音出来的瞬间 在新手村的聊天频道上 直接炸开了锅 我本来还说 我这么早起来 应该可以在拍卖行上 买到一件15级青铜装备 结果装备没买到 却等来了一只变异生物 想也不用想了 自从上一次肖天测大哥 在拍卖行上 出售过几十件15级的装备之后 拍卖行上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十级以上的装备 现在不是来了吗 只要击杀变异生物 就可以获得三件青铜二阶装备 你心理上 你以为这只变异生物 只是LV20这么简单吗 野狼都知道进入狂暴状态 难道这只变异生物不行吗 之前已经有一批带转制玩家 和村长冲上去了 结果是村长活下来了 其他所有带转制玩家 全部等级降低一级 在新手村当中等待重生吗 不是吧 被这只变异生物击杀之后 等级还会降低一级 据说好像是这样的 纵然狼牙山副本之外 聚集了大量的玩家 但是却没有一人敢进入狼牙山副本 其一是因为纷扰器的存在 使得整个狼牙山副本当中的野怪 全部进入狂暴状态 但凡是有玩家进入 就会马上遭到狼群的围攻 根本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可言 其二是变异生物的存在 要是被这家伙击杀 等级还会降低一级 完全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玩家们才不会去做这个亏本买卖 另外一边 狼牙山副本之内 依美和村长正躲在暗处 观察着不远处的那只变异生物 村长 我已经向主城发出救援信号了 依我看 我们现在可以等到主城的人过来之后 再从长计议 依美在村长的耳边低声道 该死 为什么狼牙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狼群变得狂暴无比 而且还诞生了变异生物 难道真的会有大事发生吗 村长捏紧着拳头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忽然从依美和村长的眼前闪过 这是一个人 不对 这看上去像一匹狼 他在干什么 依美一脸诧异地看着那团身影 只见他一个跳跃出现在了变异生物的头上 然后一掌 轰碎了变异生物的脑袋 下一秒 这变异生物直接化作了一滩死水 伤害9500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击杀了变异生物零 获得经验值1000点 获得LV15青铜二阶装备一件 这这就死了 村长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 依美 这就是主城派来救我们的人 这也太强了吧 居然直接秒掉了变异生物 依美也一脸茫然 他只记得自己给戈彬尼发了一张委托函啊 但是却并没有邀请任何人 难不成是戈彬尼亲自过来了 但是这攻击方式也不像他 反倒是像另外一个人 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 五只野狼忽然从依美的身后扑了过来 村长正想拉着依美赶紧离开这里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砰砰砰 伤害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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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击杀了野狼 获得LV15青铜二阶装备一件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击杀了野狼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击杀了野狼 获得LV15青铜二阶装备一件 天侧勇士 你怎么来了 看这五只野狼被杀 依美一下就注意到了 从不远处走来的萧涵 其实在刚才 他就隐约能够猜到 出手的人就是萧涵 好久不见 萧涵对着依美微微一笑道 想不到这一次 哥布林击派来的人居然是你 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不过说真的你 又变强了 这还不是多亏了 你让雅思高徒 给我准备的礼物吗 萧涵回答道 看来你不仅实力变强了 嘴上的功夫 也变厉害了不少吗 依美带着半分调侃 对着萧涵说道 天侧勇士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叙旧的话我就不说了 此次事情严重 我能拜托你 帮我调查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些野狼 变得如此狂暴吗 村长突然走过来 打断了依美和萧涵的对话 一脸肃然地看着萧涵 没问题 村长 这件事我已经在处理了 此刻 萧涵的召唤生物们 开始在整个狼牙山肆虐 天安神女这边 她独自一人 来到了狼牙山最深处的位置 在这里站着一只 双目赤红的狼王 小狼王 好久不见 天安神女 试图给狼王打个招呼 但是狼王在看见天安神女之后 直接就冲了上来 浑身充满了杀气 天安神女见状 直接就是一巴掌 啪 伤害 6800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击杀副本BOSS 狼王 获得LV15青铜二阶装备四件 咦 这是什么东西 在天安神女准备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地方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黑盒子 藏的还挺隐蔽 带回去给主人看看 很快 等到所有的狼牙山野怪 全部被杀得干净之后 萧涵的背包里 直接多上了57件LV15级的青铜装备 好家伙 自己只是过来完成任务的 怎么还得到了这么多的装备 反正留着也没用 还不如直接丢到拍卖行上去 标价5000 上架 57件LV15青铜二阶装备 天翼工会 操 兄弟们不好了 那个B又来导师了 谁 难道又是萧天策吗 该死的 现在才凌晨五点啊 这B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快 快去通知修兵大哥 绝对不能让这些装备 流入到其他玩家手中 天翼工会的成员 一些人负责在工会疯狂地收购 萧涵上架的15级装备 另外 一部分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联系 天翼修兵 你所上架的装备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4750 你所上架的装备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4750 你所上架的装备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4750 萧涵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上架的装备 居然在短短15秒之内 就已经出售了大半 而且乍眼一看 为什么购买装备的人 都是几个带着 天翼 字样的玩家 这和之前购买他装备的 天翼修兵 应该是一个工会的吧 毕竟在九龄图网游中 只要玩家达到15级 就能够在主城当中建立工会 但是 既然都已经进入主城了 为什么天翼工会的人 还在收购 这些15级的装备呢 萧涵有点不理解 不过 既然他们想收 那就让他们收 正好自己也清理一下装备 于是乎 萧涵也没有再多想 倒是天翼工会当中 天翼修兵 来到了这里 怎么样啊 现在那些15级的青铜 二阶装备 有流入盗带转制玩家的手中吗 修兵大哥 我们刚刚整理一下 萧天策 在凌晨五点的时候 一共上架了57件15级青铜装备 但是 我们已经全部给他买了过来 听到这话 天翼修兵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将装备全部买过来了 要是流入到 那些带转制玩家的手中 那这件事的问题就大了 到时候 他们天翼工会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优势 将全部辅助东流 纷扰器呢 纷扰器没事吧 纷扰器现在 还在狼牙山当中 没事 没事就好 只要纷扰器 还在就不怕 你们只要死 盯拍卖行就行 技术会长 给你们的工资不会太低 这段时间 稍微辛苦一点 天翼修兵 再一次叮嘱到 可是修兵大哥 这个萧天策 也太过分了 我怀疑 这家伙就是在针对我们 没错 他肯定知道 我们天翼工会 想干什么 所以他才多次在拍卖行上 出售这么多的青铜装备 这一次 还好我们几个 凌晨四点的时候 就已经在工会了 不然还真被这家伙 偷偷卖出去 那么多的青铜装备 我有个建议 这个萧天策 对于我们工会来说 终究是一个祸患 我觉得我们应该除掉它 工会的几名会员 全部是转眼看向了 天翼修兵 他们说的也不错 谁他们的 没事在凌晨五点的时候 将装备上架拍卖行啊 大家都知道 金主老爹大都还在睡觉 这个时候上架装备 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 而萧涵呢 偏偏还就选择 这个时间点上架装备 这不摆明了 在挑衅他们天翼工会吗 而且从昨天开始 萧涵一人 就上架进百件青铜装备了 好家伙 他是借着这个机会 赚钱来了吧 这不想还好 仔细想想之后 天翼修兵是越想越气 兄弟们 为了天翼工会的荣耀 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忍一忍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扩大优势 一切以大局为重 天翼修兵 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自己心里 那暴躁的情绪 那既然修兵大哥 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只能照做了 萧涵这边 心里美滋滋的 青铜装备 全部出售成功 除去手续费 总共得到了 27万零750枚铜币 今天又是 日入两万的一天 爽啊 兵恭喜你成功击杀 变异生物 完成委托任务1 获得经验值 奖励1W 等级提升至LV17 5420 8700 获得自有属性点5点 美滋滋的 差2000多一点的经验值 就达到了18几 生计也太快了吧 主人 这时候 天恩神女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狼王杀掉了 萧涵问道 天恩神女点了点头 然后从身后 拿出了一块黑色的盒子 这是在狼王领地上发现了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拿回来 给主人看看 萧涵接过天恩 神女手中的黑色盒子 随后 一块透明面板 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纷扰气 使用者 天一绝情师长 剩余时间 6天 购买条件 VIP12 作用 能够激活狼族 召唤生物的潜力 介绍 改道具 建议使用在召唤生物的身上 好家伙 原来 这狼牙山野怪变狂暴的原因 全是因为这个纷扰气的缘故 这纷扰气 本来可以增加狼族 召唤生物的实力 结果却被 天一绝情师长 用来放在来狼牙山副本 强行提高野怪的实力 这也让得带转之玩家 根本没办法通关狼牙山副本 天一公会 也就可以借此机会 收览所有全服通告奖励 好深的心机啊 萧涵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天策勇士 你查出来了吗 这时候 村长走过来 对着萧涵问道 萧涵将纷扰气 交到了村长手中 村长 这就是使狼群 变得狂暴的原因 这是纷扰气 居然有人将纷扰气 放在了狼牙山 难怪 天策勇士 快毁了这东西 一美看着村长手中的 纷扰气瞬间就认出来 于是 他赶忙让萧涵毁掉纷扰气 萧涵接过纷扰气 用力一捏 砰的一声 纷扰气直接爆裂开来 丁恭喜你找到 使狼群变得狂暴的原因 完成委托任务2 获得经验值5000点 获得道具 冰灵草20株 恭喜你 你的等级提升至 LV18 1721.9W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谢谢你 天策勇士 这次你如果不来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 村长对着萧涵道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村长点头 随后 萧涵便离开了狼牙山 通过传送卷轴 回到了黄雀城当中 通知 狼牙山一动解除 纷扰气一毁所有野狼 恢复正常状态 没有完成转值的玩家 请尽快完成转值 系统声传出来的瞬间 所有人梦了 这些一直待在狼牙山 副本周围的玩家 全部是瞪大着双眼 一动解除 难不成变异生物 已经被击杀了吗 还有野狼吗 那些狂暴的野狼 我现在进去 给大家试试水 我已经冲进去了 现在的野狼 简直太简单了 不说了兄弟们 我要去击杀狼王去了 冲啊 兄弟们 可以转值了 你们没听到吗 现在整个狼牙山副本 都恢复正常状态了 难道是真的 是谁击杀变异生物 还有那个纷扰气 是什么东西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先转值再说吧 所有带转值玩家 一鼓作气 全部朝着狼牙山副本之内冲去 可此刻 有人开心 自然有人黯然神伤 天翼宫会之内 玩家 天翼妹泰 慌忙地跑到 天翼修兵的面前 修兵大哥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了 难道那个家伙 又上传了青铜装备了 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买 买就完了 你们怎么就理解不了呢 不 不是了 纷扰气被毁了 噗 天翼修兵 一口老血 直接喷了出来 你说什么 我们放在狼牙山副本的纷扰气 被毁了 什么 天翼修兵 人都傻了 纷扰气被毁 那也就意味着 大量的转职玩家 会在不久之后 出现在黄雀城 他们呢 给我查 这件事是谁干的 萧天策 萧天策 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我们到底哪里招惹到他了 居然处处针对我们 天翼修兵 怒了 彻底怒了 他自认 天翼宫会所做的事 虽然有点违背道德 但是却并没有伤及到 萧涵的半点利益 而且 就算萧涵在拍卖行上 大肆出售15级青铜装备 他们也会用重金 将这些装备全部买过来 第一次用了21万5000铜币 买了35件青铜装备 加一件极品青铜装备 第二次用了28万5000铜币 买了57件青铜装备 整整用了50W铜币 他们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但是这一次 萧涵居然公然毁掉了 会长用2000现金买来的纷扰器 这回的根本不是纷扰器 这分明就是在 断送他们整个工会的前程 好你个萧天策 你要玩是吧 那好 我陪你玩 所谓 事可忍 孰不可忍 忍无可忍 便无需再忍 你去通知会长 其他的兄弟们 跟我走 弄死萧天策 黄雀成 萧涵在处理掉狼牙山的事之后 便回到了这里 定恭喜你获得5000点制裁点 定恭喜你获得440W 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 每日奖励 也跟着发放到了萧涵的身上 既然制裁点已经到手的话 那就直接分配下去吧 5000点的制裁点 全部加在提罗那的身上 这440W经验值 就平均分配吧 除去天恩神女每张召唤卡55W的经验值奖励 虚余之后 萧涵手中的召唤卡等级再度提高 F即木狼人67级 A即卓妍女枪53级 F即朱仙人58级 F即皮恶之王58级 F即寒霜之剑58级 F即蛇妖王58级 F即牛魔58级 F即哥布林国王58级 55W的经验值 最多也就够这些召唤卡提升8级而已 要是他们的等级再提升的话 恐怕后面55W的经验值将起不到任何作用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获得更多的召唤生物经验值才行 看着自己召唤卡的等级 萧涵开始在心里暗暗地道 之前新手村的副本会有据点占据奖励 不知道击杀主城副本有没有据点奖励 想过之后 萧涵决定领取一个主线任务 去试一试 如果有的话 那自己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的获得 将得到再一次的提升 随即 萧涵便朝着任务大厅前去 任务大厅 此时 NPC哥冰妮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天策勇士 你回来了 NPC哥冰妮微笑道 萧涵点了点头 我已经听医美说了 这次狼牙山的事 你处理得非常好 我代表8253号新手村 谢谢你 萧涵摆了白手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哥冰妮大人 您这里有主线任务吗 哥冰妮道 当然 你现在就可以去找傅艾斯 他会告诉你的 丁恭喜你 获得主线任务 寻找NPC傅艾斯 将20株冰灵草 交给NPC傅艾斯 获得经验值100点 萧涵根据任务的指引 在黄雀城的街道上 来回穿梭 几分钟之后 他找到了NPC傅艾斯 早上好啊 傅艾斯 天策勇士 早上好啊 这里是您要的20株冰灵草 萧涵将背包当中 20株冰灵草 全部交到了傅艾斯的手中 恭喜你 将冰灵草成功交到傅艾斯手中 经验值加100 想不到还真的找到了 有了这冰灵草 我的妻子就有救了 傅艾斯一把抓过冰灵草 便朝着房间里跑去 萧涵自然也跟了进去 只见 傅艾斯正鼓动着桌上的各种材料 黄魂草五株 清新叶100张 黄瑶粉二两 这孤枝一滴 清产雨露二滴 还有20株冰灵草 该死 我这里还差一个材料 月白花一朵 傅艾斯直接转头看向了萧涵 天策勇士 你能帮我去城外的湖歌山中 取一朵月白花回来吗 我一定重金感谢 主线任务开启 请前往湖歌山 帮助NPC傅艾斯摘一朵月白花回来 是否接受 接受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湖歌山帮你看看 道别之后 萧涵就离开了这里 朝着主城外走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凌乱的脚步从他身后传来 给我弄死他 萧涵刚准备离开黄雀城 结果身后就传来一道鹤声 他转头看去 只见 好几颗火球树和冰霜剑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瞳孔当中 砰砰砰 伤害 十 伤害 十 伤害 十 几个血红色的伤害数值 从自己的身上飘落了下来 钉你受到攻击 获得反击权 击杀玩家 不予鸿鸣警告 萧涵都梦了 自己莫名其妙 就遭到了攻击 这大白天的 也太扯淡了吧 难道是有人嫉妒自己 帅气逼人 那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 弄死他 给我亡死理论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不过是一个召唤师而已 这么垃圾的职业 也敢出来嚣张 天一修兵 带头拿着长剑 就朝萧涵冲了过来 上挑战 天一修兵 一个滑步出现在了 萧涵的眼前 刷的一下 长剑自下上猛地攻来 萧涵见状 轻轻往后一跳 直接躲开了 天一修兵的攻击 这人不是之前 买自己装备的 天一工会玩家 天一修兵吗 老哥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我欠你装备了 我可告诉你 我们走的时候 正规渠道 如果装备有什么问题 那一定不是我的错 萧涵一寻思 自己和天一修兵 也就只有装备上的交易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自己还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冲上来杀自己 修兵大哥 别和这家伙废话 就是他毁了纷扰气的 今天如果不杀了他 会长问话下来 你我都不好交代 居然敢针对我们天一工会 你这是活腻了 都不等 天一修兵开口说话 他身后的天一工会玩家 便站出来喝倒 原来是因为纷扰气 你们听我说 这其实是歌兵 你给我的一个任务 任务就是毁掉纷扰气 好家伙 这话刚一从萧涵的嘴巴里说出 天一工会的玩家 就更加愤怒了 那还真是巧了 刚好歌兵尼 发布了去狼牙山的任务 而这个任务 又正好是毁掉纷扰气 有只要巧的是 当真天一工会人全是傻子吗 其中一个天一工会的玩家 直接跳出来 骂道 滚你们的 萧天策 你真不要脸 这种借口 你都说得出来 你是不是敢做不敢当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随后只见 天一工会的玩家 带着腾腾杀气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可以去问歌兵尼 但是如果你们非要说是我故意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萧涵直接掏出了召唤卡 在主城当中 只要保证召唤生物的等级 在150级以下 就可以任意召唤 出来吧 卓妍女枪 主人 解决掉他们所有人 既然他们要动手 那萧涵便不打算再和他们好好说话 一切以实力之上 收到 主人 卓妍女枪转过头去 看着迎面来的天一工会成员 他果断拉开步子 双目死死地盯着最前方这名玩家 前刺 刷 下一秒 卓妍女枪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这名玩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卓妍女枪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同时 赤红色长枪直接从这人的胸口穿过 空气中留下一道赤红色的枪影 伤害 3520 丁尼已击杀天一工会成员 天一国国 不与鸿鸣警告 天一国国等级降低一级 30秒之后 在天一工会等到重生 丢上 别怕 不过就是一只召唤生物而已 这只召唤生物 我来拦住他 你们去杀掉萧天策 天一修兵 大声喊道 可谁知道 等 天一修兵 再次睁开眼 他就已经出现在了工会重生 法阵当中 丁尼已击杀天一工会成员 天一修兵 不与鸿鸣警告 天一修兵 等级降低一级 看到这一幕 余下几名天一工会的玩家 全部愣住了 这这这是萧天策的实力吗 连修兵大哥都挡不住一击 我看我们还是跑吧 跑 跑什么跑 跑得了和尚 跑得了妙吗 说到底 他也就是一个召唤师 难道还能翻天不成 我们分散开来 从各个角度包围萧天策 势必要夺回我们天一工会的名誉 卓妍女枪 只是一只召唤生物 而他们这里 可是有五个人 只要他们把战线拉开 卓妍女枪 就必不可能在一瞬间团灭他们所有人 甚至 他们还有可能直接斩杀萧寒 可下一瞬 卓妍女枪直接当面就是一招 枪火横扫 赤红的长枪掀起一片火海 将这几人瞬间吞没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自己给过他们机会 但是 有些人嘴臭 就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伤害 3480 伤害 3590 丁尼以击杀天翼工会成员 天翼伐海 不予鸿鸣警告 天翼伐海等级降低一级 丁尼以击杀天翼工会成员 天翼情商 不予鸿鸣警告 天翼情商等级降低一级 处理掉这群天翼工会的成员之后 萧涵发现在这里 还有一些闪着白色光芒的东西 这不会是掉落的装备吧 萧涵将手放在了白光之上 丁恭喜你获得青铜三阶装备一件 剩余耐久度50点 好家伙 想不到击杀主城玩家 不仅会降低等级 还会掉装备 有意思 于是乎 萧涵将地上的装备 全部捡了起来 总共9件装备 其中8件都是耐久度不高的装备 自己留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丢到拍卖行上 气死那些天翼工会的人 至于这件炎火戒指 似乎还有点意思 炎火戒指 类型 戒指 等级 LV15 品阶 极品青铜戒指 属性 智力加110点 魔法攻击加300 效果 攻击附带8%的灼烧效果 确实不错 而且自己戒指的装备位置 正好空着 穿戴 处理完这些装备 萧涵便朝着 胡歌山前进 此时此刻 荒芜之地副本内 会长 计划失败 萧天策毁掉了纷扰器 还有现在工会里面 已经囤了快100件 天翼柳叶举起十字架 一边给会长恢复血量的同时 一边开口说道 修冰呢 会长开口问道 修冰哥 去找萧天策麻烦去了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情况 知道了 等我们把这个荒芜之地的BOSS击杀之后 我们就回去看看 会长算上 荒芜之地BOSS的首杀奖励 我们已经完成 拿到三个副本的首杀奖励了 还不够 等我们击杀 这个荒芜之地的BOSS 我的等级也会达到LV20 到那时 就算那些代转之玩家 来到主城也没有关系 我的等级已经比他们高出了整整五级 等到天翼绝情师长的血量 进入健康状态之后 他们就又朝着荒芜之地的深处走去 天翼工会 众生法阵当中 好几个人在这里等待重生 怎么样 萧天策解决掉了吗 修冰大哥 你还有脸说 你自己都被一枪敲碎了脑袋 这萧天策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物 实在是太强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近身战斗 而且我的装备还被打掉了 我现在的等级已经变成LV15级了 操蛋 要是再掉一级 我就要回到新手村去了 就他们的离谱 你们快去拍卖行上看看 卧槽 这装备是我刚才那件装备吗 耐久度只有50点的青铜上衣 萧天策这个家伙 居然转手就把我们的装备 丢到了拍卖行上 真狗啊 这家伙 那个我想问一下 我的烟火戒指呢 天翼工会的人直接傻住了 这萧涵杀了他们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把他们掉落的装备 直接丢到了拍卖行上 这不是站在他们头上拉屎吗 简直欺人太甚 太过分了 十分钟之后 萧涵突然收到了几条 来自系统的邮件消息 丁尼所上架的装备 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9500 丁尼所上架的装备 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9500 丁尼所上架的装备 看着系统发送过来的邮件 萧涵竟然觉得有点可笑 想不到堂堂天翼工会的人 也会有低下头来的时候 自己还以为他们多牛逼呢 回过神来 萧涵也没有再多管 而是继续朝着胡歌山前进 五分钟之后 胡歌山 萧涵来到了这里 丁是否进入副本 胡歌山 进入 出来吧 天安神女 刚刚进入副本 萧涵就直接将天安神女召唤了出来 我们走 天安神女跟在萧涵的身后 两人朝着前方走去 没走两步 萧涵就能够看见一两只野怪 在那里跑来跑去 他们似乎并没有攻击自己的意思 月弧 等级LV18 生命值6200 攻击力470 防御力211 技能 乖巧 装死 魅惑 致命一击 介绍 这是胡歌山的奇怪生物 他们擅长隐秘自己浑身的杀气 让敌人产生错觉 神女 杀了他们吧 萧涵也没有多看这个面板介绍 直接就对着神女开口说道 好的 天安神女二话不说 直接冲了上来 感受到危机的月弧 第一时间就朝着远方逃去 但是 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 是已经达到999级的天安神女 想要从天安神女的手中逃脱 绝无可能 啪 伤害 6200 啪 伤害 6200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月弧 获得经验值6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00点 获得青铜二阶装备一件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月弧 美滋滋 又是1200点经验值到账 继续前进 去找找月白花到底在什么地方 两分钟之后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三九银湖BOSS领域 请注意 嗯哼 月白花没找到 居然一不小心来到了BOSS领地 萧涵心里微微一惊 不过这样也好 正好可以试试自己之前的猜想 看看能不能占领主城副本的据点 如果可以占据的话 那么自己又将拥有一大部分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先击杀BOSS再说吧 下一秒 一只三尾妖狐直接从一棵粗壮的大树上直接跳了下来 三九银湖 等级 LV20 生命值 1.4W 攻击力 670 防御力 250 技能 银语真 魅惑 绝美缠绕 三九之音 介绍 月光下的湖中美女 她的实力极强 不要被她美丽的外表所迷惑 三九银湖刚一出现在萧涵的面前 便抛来了一个眉眼 不得不说 三九银湖出手极其迅速 但是只可惜魅惑技能用错了对象 神略 解决掉她 萧涵可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果断让神女冲了上去 三九银湖目光一凝 浑身白银毛发直接立了起来 银语真 这些白银毛发化作一根根银白色的长针 朝着天安神女抱舍来 天安神女也不躲避 而是凭借极高的敏捷在银语中来回穿梭 小狐猎 听姐姐的话 你要乖乖的 天安神女微微一笑 脚下轻点 直接穿过了密密麻麻的银语针 出现在了三九银湖的面前 伸出手去 轻轻一拍 碰 伤害 1.4W 直接秒杀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副本BOSS 三九银湖 获得经验值15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500点 获得装备 密营长湖的护腿 青铜三接 一箭 获得F级级品召唤卡 银湖女 激活主成副本据点 当前成功占据据点1512 当前主成据点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大不了 主人 系统声音响起之后 银湖女丹西跪在了萧涵的面前 萧涵淡淡地看了一眼 随后便转过身去 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开口说道 起来吧 这家伙和卓妍女枪有的一拼 不过 说句真心话 这真不是萧涵关注的重点 真正让萧涵在意的 还是主成副本的据点占据 想不到主成的副本 也能占据据点 而且主成副本光 是占据一个据点 就已经奖励召唤 生物经验值100大不了 比起新手村的据点奖励来说 要爽太多了 看来接下来 我有的忙了 估计将主成副本 全部占据之后 召唤生物经验值 奖励应该可以5000大不了 稍微心血 萧涵又从背包中降召唤卡 银湖女拿了出来 这张召唤卡 和之前的火爆女孩一样 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那也就意味着 可以优化 真是太好了 丁是否对F级级品召唤卡 银湖女进行优化 优化 直接选择优化 优化成功 恭喜你获得A级级品召唤卡 天影女皇 召唤生物天影女皇 品阶 A级级品 等级LVE 实力 极佳 职业 刺客 生命值1100 攻击力180 召唤冷却 一分钟 存在时间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100点 据点 胡歌山 组成据点 真是太好了 现在 自己已经拥有了两张A级级品召唤卡 美滋滋的 丁是否将110W经验值 全部分配给A级级品召唤卡 天影女皇 当然 全部分配 下一瞬间 天影女皇的等级 直接一波提升到了LV51 现在也是时候去找月白花了 毕竟自己的任务是 找到一朵月白花交给福爱斯 而不是击杀副本BOSS 主人 你说的是他吗 这时候 天影女皇伸手指向了身边不远处的位置 肖寒顺着天影女皇手指所指的地方看去 好家伙 想不到 居然被天影女皇给找到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肖寒走过去 将月白花摘了下来 恭喜你 获得道具 月白花一朵 我们走 神女 拿到月白花之后 肖寒带着天恩神女就离开了胡歌山 黄雀城 肖寒刚刚出现在这里 系统声忽然在整个主城响起 全副通告 玩家 天一绝情师长 成为黄雀城首位等级达到20级的玩家 奖励工会奖励 5000金币 全工会双倍经验值卡 限时5小时 全副通告 玩家 天一绝情师长 成为黄雀城首位等级达到20级的玩家 全副通告 系统三连报 震撼所有人 卧槽不是吧 我刚刚才完成转值 就已经有人等级达到LV20级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天一工会 这不是我们黄雀城第一个建立的工会吗 据说工会的创建者是一个富二代 兄弟就冲你这句话 我今天就要加入天一工会 依我看 你应该是冲着那张全工会双倍经验卡去的 冲冲冲 为了提升等级 我这张老脸不要也罢 一时间 聊天频道里的消息开始疯狂滚动 而在NPC工会申请者 艾斯的面前 更是占满了大量的15级玩家 这些玩家 全部都是选择来加入天一工会的玩家 天一工会 会长 天一绝情师长 回到了工会当中 欢迎会长回归 恭喜会长成功升到20级 天一工会必将称霸整个黄雀城 看着会长的到来 不少的天一工会会员开始吹嘘起来 天一绝情师长 淡淡地挥了挥手 修兵他人呢 修兵哥还在重生法阵当中 会长 这话刚刚说完 天一绝兵的身影就出现在了会长的眼前 会长 天一绝情师长 眉头紧皱 说吧 怎么回事 都是那个叫萧天策的人在搞鬼 他拿走了我们工会50W同币 还摧毁了分扰器 杀了好几个我们天一工会的兄弟 天一绝兵 带着几个刚刚从重生法阵复活过来的兄弟 对着会长恭敬地说道 没错 会长 如果不是萧天策的话 现在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玩家出现在黄雀城 之前修兵哥一直说 以大局为重 所以我们没有动手 但是直到萧天策摧毁了我们的分扰器之后 我们就去找他算账了 这一次是他先动的手 秦会长一定帮我们做主 秦会长一定帮我们做主 听到会员的哭诉 天一绝情师长 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萧天策居然敢毁掉自己花重金 买来分扰器 而且还杀了自己的工会的人 这笔账一定要算 否则的话 自己还有什么颜面来当这个天一工会的会长 媚太 你给我去查 现在就去给我把那个叫做萧天策的人给我找出来 今天我势必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天一绝情师长 在工会大殿里怒声喝道 等等 会长 萧天策之前说 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毁灭分扰器是戈宾尼派的任务 听到这话 天一绝情师长 只是淡淡一笑 分扰器的事暂且不说 他击杀我天一工会的人 这笔账是摆在面前的 无论他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而且 我的毒子我忽定了 媚太 现在就去调查 以最快的速度去给我把萧天策找出来 好的会长 得到命令之后 天一媚太就离开了工会 萧涵这边 关于天一绝情师长 等级提升到了二世纪的全服通告 他根本就不想管 而是在进入黄雀城之后 他直接就去找NPC福爱斯去了 这是你要的月白花 萧涵将获得的一朵月白花 交给了NPC福爱斯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有了这东西 我的妻子就有救了 哦对了 天策勇士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这件白银法杖送给你 说完这话 NPC福爱斯便冲进了屋内 丁恭喜你完成主线任务 寻找月白花 获得经验值 EW获得白银法杖一件 EW经验值 加一把白银法杖 这福爱斯好大的手笔 要知道 即便现在通关副本 也只能获得青铜三阶装备 而这家伙 直接就拿了一把白银法杖出来 着实有点离谱 丁是否穿戴白银一阶法杖 召唤之流 穿戴 召唤之流 类型 法杖 等级 LV18 品阶 白银一阶 属性加成 智力加180点 魔法攻击提升500点 效果 近战攻击时攻击力提升200点 这装备的效果还算不错 自己的智力一波直接达到了692点 魔法攻击力更是达到了3076点 现在是时候去领取下一个主线任务了 关于主成据点仪式 还是尽早占据的好 任务大厅 天侧勇士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NPC哥冰尼看着肖寒 略显惊讶地说道 去了一趟胡歌山 帮福爱斯取了一朵月白花回来 仅此而已 又不是很难的任务 肖寒开口随便说了两句 月白花 你是说福爱斯让你去取了月白花 听到肖寒的话 哥冰尼人都傻了 该死的 这家伙今天一早告诉我 他只是想用冰灵草 炼制一个清醒要玩 结果他还是想复活他的妻子 NPC哥冰尼 直接坐在了任务大厅的椅子上 回想起之前福爱斯给自己说的那些话 他恨不得打死自己 就不该让天侧勇士 将冰灵草交给福爱斯 有什么问题吗 哥冰尼大人 肖寒看着哥冰尼开口问道 前不久 福爱斯的妻子 被种下了重极之花的种子 这个种子一旦被种下 就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 不对 准确地说 还有一线生机 那就是借助复活药丸 但是就算是服下了复活药丸 那也只有三分钟的存活时间 三分钟之后 这人体内的种子 就会迅速发芽 然后吞噬掉这人的身体 直到进化成为新一代的种极之花 真是该死 福爱斯对妻子的爱太深了 NPC哥冰尼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此刻 肖寒才明白过来 难怪刚才自己帮助福爱斯 拿回月白花之后 他直接就给了自己一件白银装备 原来是为了自己死去的妻子 我们快走 天侧勇士 去种极目的 福爱斯肯定在那里 我们得赶快过去 NPC哥冰尼拿起自己的大剑 就朝着任务大厅外走去 丁处发主线任务2 帮助哥冰尼击杀重极之花 是否领取 主线任务2 击杀重极之花 等级 LV18 难度 困难 要求 前往重极墓地击杀重极之花 介绍 由于福爱斯的失误 导致他的妻子被重极之花的种子给吞噬 为了见到自己的妻子 福爱斯疯了 领取 达尔领取啊 肖寒跟着NPC哥冰尼 朝着任务大厅外跑去 另外一边 天依魅太 回到了天依宫会当中 魅太 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 肖天策找到了吗 天依绝情师长 一边鼓动着 刚刚才打造出来的白银装备 一边对着 天依魅太 问道 会长 之前听其他玩家说 刚刚看见肖天策和哥冰尼 出去完成任务去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天依魅太 回答道 这家伙估计是怕了 只能拉着NPC保命去了 不过这也正常 哥冰尼总有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到那时 我势必要让他跪在工会面前 给我们道歉 杀我天依工会的人 我天依绝情师长 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 你就给我等着吧 肖天策 会长嘴角斜斜一笑 自己为了建立出一个最强的工会 就必须建立足够强大的威信 而这威信建立的最好办法 就是通过肖天策 他势必要从肖天策的身上 为自己的会员讨一个说法 他必不可能 让自己工会的会员寒心 他要让天依工会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天依绝情师长 会照顾每一个天依工会会员 而肖天策 哼 他不过是自己建立最强工会的 一个小小垫脚石罢了 修兵 现在工会的人员扩张得怎么样了 会长继续问道 根据会长的要求 已经在处理 目前由于会长 明示VIP12的原因 我们工会可以招收2000人 现在已经招了521名玩家了 就目前来说 我们工会依旧是所有工会当中最强的 天依修兵 恭敬地看着会长 天依绝情师长 开口说道 很好 继续给我放消息出去 现在我们拥有双倍经验值卡 如果有想加入天依工会的玩家 需在一个小时之内加入工会 一个小时之后 我将使用双倍经验卡 之后加入的玩家 将不会想用双倍经验加成 好的 会长 这消息已经 天依修兵 放出 所有进入黄雀城的玩家 全部是惊呆了 为了双倍经验值加成 玩家们前扑后继地 想要加入到天依工会当中 此外 除了天依工会 在主城当中 也陆陆续续地出现了许多 其他的工会 但是比起天依工会的豪横来说 这些工会似乎不值一提 你们听说了吗 天依工会的天依修兵前不久 好像去找萧天侧麻烦了 又是萧天侧 这家伙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天依工会的人 要去找他麻烦呢 这事我知道 好像和之前狼牙山的那件事有关系 哦哦我明白了 然后呢 然后萧天侧怒斩八人 你没看见天依修兵的等级 都降低了一级了吗 这就是萧天侧干的 所以我感觉 要不了多久天依工会要出事 没错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去天依工会的原因 此次天依工会这么大肆招人 可能也是为了找萧天侧麻烦 毕竟杀了自己工会的人 这面子总要找回来的吧 不然他们也配交最强工会 天依工会此举很大 可能会惹怒萧天侧 我感觉这件事后果很严重 我才不想去探这趟浑水 不去不去 我也不去 冥冥中的感觉在告诉他们 天依工会会有大事要发生 重极墓地 这里四处都是茂密的树叶 视线被遮得七七八八 哥宾尼和萧寒在墓地里四处寻找 但是根本就没有看见 弗艾斯的身影 天侧勇士 你帮忙去那边看看 我去这边 要是发现了弗艾斯 马上通知我 刚一进入副本 两人就各分东西 可萧寒刚走出两步 谁摸我 这时候 萧寒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脚踝 刚刚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 但是低头一看 自己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 算了 还是继续前进吧 可下一秒 萧寒刚刚走出一步 一根长长的树枝 抓住了他的脚踝 树枝猛地一拽 萧寒就被吊了起来 随后 只见 一根鞭子一样 树枝直接朝他抽来 卧槽 萧寒瞳孔猛地一说 年轻人 不讲武德 居然搞偷袭 出来吧天安神女 萧寒凭借极快的反应 果断将天安神女召唤了出来 天安神女刚刚出现 这像鞭子一样的树枝趴的一下 直接抽在了天安神女的后背之上 啊 天安神女 你在鬼叫什么 你这是要想要是主吗 萧寒脑脑有些发热 天啊 真要命 自己是叫你出来救人的 而不是叫你出来杀人 更不是叫你出来杀主人的 就你这样 谁受得了你 还不快把我放下来 萧寒指着自己的脚踝 喝道 天安神女十字架一挥 这才将萧寒救了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周围的几棵大树突然动了 树精 等级LV20 生命值7800 攻击力520 天安神女冲上去就是几巴掌 砰砰砰 这树精也太丑了吧 伤害7800 伤害7800 叮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树精 获得经验值1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0点 叮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树精 获得经验值1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0点 走吧 天安神女 杀掉眼前的几只树精之后 萧寒快步朝着前方走去 没走两步 萧寒就会用自己的手臂擦一擦鼻血 主人你没事吧 天安神女对着萧寒关心道 没事 自己像是没事的人吗 真是见鬼了 那能让你知道吗 你别管 我没事 萧寒直言道 好的 主人 叙之后 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重极目的的深处 在这里有个石碑 上面写着福爱斯妻子伊灵之墓 这是福爱斯的妻子 终于找到了 可是福爱斯呢 萧寒跑到目前一看 这里面是空的 福爱斯不会把伊灵的尸体拿走了吧 哄 哄哄 就在这个时候 地面突然发出了剧烈的震动 一根根树枝从脚下拔地而起 天安神女 这是怎么回事 主人 是重极之花 天安神女手指指着右侧不远处的地方 重极之花 果然 哥比尼说得不错 福爱斯真的复活了自己的妻子 我们快过去看看 萧寒跟着天安神女就朝着右侧跑去 在右侧一百米的地方 有一片空地 空地之上 福爱斯跪在那里 对着眼前的荆棘生物大声喊道 伊灵 伊灵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的丈夫 福爱斯啊 重极之花 等级 LV23 生命值 根本就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你疯了吧 福爱斯 他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 你好好看看他 现在就是要人命的重极之花啊 就在荆棘之条快要落下的时候 草丛中 哥比尼直接跳了出来 一把抱住福爱斯朝着旁边滚去 天安神女 动手 天安神女一个胯部 就出现在了重极之花的面前 根本就不和他磨叽 小花花 再见了 天安神女一巴掌 打在了重极之花的身上 啪 伤害 1.1W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成功击杀副本BOSS 重极之花 获得经验值2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0点 获得装备白斩甲 青铜三接 一剑 获得F级召唤卡 荆棘之花 激活组成副本据点 当前成功占据据点 252 当前组成据点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大八六 锦衣瞬间的功夫 弱大的重极之花 直接被拍成了一地的淡蓝色光点 而此时 福爱斯才刚刚从哥比尼的手中正脱 你闭嘴 哥比尼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看看 我的妻子伊灵 她还活着 还活着 福爱斯赤红着双眼 一边对着哥比尼喝赤道 一边用手指 指着身后的那个重极之花 在她的眼里 重极之花 就是她的妻子伊灵 但是 等等 重极之花呢 福爱斯转过头来 她发现 自己身后竟然空空如也 人傻了 刚刚还对着哥比尼哭着说 伊灵还活着 结果现在转过头一看 身后什么也没有 喂喂喂 不是吧 人呢 伊灵人呢 伊灵伊灵 你快出来 我们现在回家 福爱斯像是疯了一样 在这个这里四处寻找 哥比尼无奈地摇了摇头 用巨剑剑柄 在福爱斯的后颈处 用力一打 福爱斯就晕绝了过去 定恭喜你完成主线任务 击杀重极之花 获得经验值 1W点 恭喜你 你的等级提升到LV19级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谢谢你 天策勇士 NPC哥比尼尼 对着肖寒道谢道 没事 哥比尼大人 您还是先将福爱斯 带回黄雀城吧 肖寒道 那我就先带着福爱斯先回去了 这次麻烦你了 说完 NPC哥比尼便带着福爱斯 朝着黄雀城走去 至于肖寒 则是来到另外一个角落位置 主人 你也发现了吗 肖寒点了点头 就在刚才 哥比尼冲出来的地方 有一个深黄色的盒子 因为这个盒子和泥土的颜色 非常接近 所以刚才哥比尼 才根本没有发现 这个盒子的存在 肖寒走过去 将这个盒子捡了起来 定恭喜你 找到NPC诺诺米的遗失之物 请将他交到NPC诺诺米的手中 是否领取任务 支线任务 将遗失之物 交到了诺诺米的手中 等级 LV18 任务奖励 召唤师技能书 三选一 能不能得到召唤师技能书 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自己就喜欢这种支线任务 我们走 天安神女 此时此刻 黄雀城 天翼公会内部 会长 根据新加入会员提供的消息 目前任务大厅 负责主线任务的NPC哥宾尼 已经回来了 天翼妹泰 对着会长 天翼绝情师长 开口说道 很好 既然NPC哥宾尼回来了 那也就是说 萧天策那家伙 也快要回来了 按照道理来说是这样的 会长 真是太好了 我已经等他等了太久了 去吧 把消息放出去 就说 我要单独挑战萧天策 为我天翼公会的玩家报仇 好的会长 我这就去安排 天翼妹泰 根据会长 天翼绝情师长 所说 他直接将消息 放到主城的聊天频道里 会长 天翼绝情师长 只为给自己的会员报仇血恨 这消息已经放出去 聊天频道 瞬间被轰动了 天翼公会会长 居然要为了那几个会员 挑战萧天策 这天翼公会的会长 这人能处 有事是真伤 早知道我也加入天翼公会了 而且 天翼公会还有双倍经验卡 有了这经验值 我都不用担心 现实中的生活问题了 要是所有公会的会长 都像天翼绝情师长 这样就太好了 这就是妥妥的安全感啊 天翼绝情师长 我爱你 兄弟们 走走走 消息上面说 天翼绝情师长 会在北城城门口 挑战萧天策 看热闹去了 大量的玩家 在得到消息之后 全部是朝着北城城门口赶去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天翼公会的会长 如何吊打萧天策 如何为自己的公会会员 报仇血恨 但是也有另外一批人 我就知道天翼公会的人 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 他们居然还想去找萧天策的麻烦 我总感觉 这场戏会出现一个大反转 你们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萧天策到底是什么实力 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我只知道 他是一个召唤师 但是他的实力有多强 我也不知道 现在论坛上对他最多的讨论 就是之前新手村出现的神秘金色长矛 我现在怀疑这金色长矛 可能还真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行了 别说了 我们也去北城城门口看看吧 大约几分钟的时候 在北城城门口的位置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玩家 其中 天翼公会的天翼绝情师长 站在北城城门口正中间 其次是在他周围 至少站在有1500多名的天翼公会成员 手里拿的武器是不是一件白银武器 卧槽 还真是 这家伙不会是充钱买来的 我还穿着青铜二阶装备 这家伙居然直接穿上了白银装备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我记得现在黄雀城当中 就只有他一个人达到了20级吧 再加上手里的白银装备 他这不是玩虐萧天策吗 玩虐 你不会以为天翼绝情师长 只是把萧天策击杀这么简单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真的看不起他 你们快看 萧天策过来了 就在所有玩家 会长 就是他 就是他杀了我们 看着萧涵出现 天翼修兵直接站出来 指着萧涵的鼻子震声道 而萧涵只是冷眼 从这里所有人的身上扫过 不用想也知道 这里但凡是头上 顶着天翼字样的玩家 都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好你个 天翼修兵 看来是打算不死不休了是吧 萧涵面色一宁 对着天翼修兵 喝道 滚开 好大的口气 召唤师 能够像你口气这么狂的 还真没有 天翼绝情师长 将天翼修兵推到了身后 站出来对着萧涵说道 如果你是想报仇的话 就别废话了 开始吧 不过 你们最好一起上 我不想浪费时间 萧涵冷冷地看着这里所有玩家 今日之事 萧涵自己知道 如果不能杀鸡儆猴 那往后 自己必定还会遭到各路玩家的攻击 一起上就不用了 你杀了我天翼工会的成员 我这个作为会长的 自然要站出来 为他们讨一个公道 当然 如果你识相的话 可以当着我们所有天翼工会成员的面 给我们道歉 并且脱下你身上所有装备 天翼绝情师长 十分客气地说道 废话真多 要打就打 不打就滚 萧涵对着 天翼绝情师长 怒声道 出来吧 木狼人 不过杀一个二十级的剑士而已 木狼人足够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命还一命 我就看你萧天策有多少条性命 我今天势必将你送回新手村 天翼绝情师长 拔出了手中的长剑 这是 二十级极品白银一阶长剑 电缝剑 这把剑我在官网上看见过 这应该是属于二十级三把极品白银 一阶长剑里面最好的长剑了 想不到天翼公会的会长 居然拥有这把长剑 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 天翼公会会长的实力 这把剑有百分之二十的几率 能够触发麻痹效果 虽然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但是只要一旦被触发 这对于剑士来说 就是一个绝佳的实际 你们快看 天翼绝情师长师长 居然使用出了狂戏斩 这不是疾风剑士的剑技吗 我靠 拥有白银武器也就算了 居然还是极品 而且天翼公会的会长 还是转职的疾风剑士 这完全是将肖天策 按在地上摩擦了 此次肖天策 惹上了不该惹的人了 单挑才当当开始 不少的玩家在发现 天翼绝情师长 手持极品白银一阶长剑之后 他们基本就都已经知道了结果 毕竟一只S级的召唤生物 怎么可能挡得住一个二十级 拥有极品白银装备的疾风剑士呢 肖天策 受死吧 狂戏斩 天翼绝情师长 移动速度直接拉满 脚下隐隐有微风环绕 紧一瞬间的攻击 天翼绝情师长 便出现在了肖寒的面前 刷刷刷 电凤剑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剑痕 肖寒一看 脚步朝着身边挪动半步 直接走出了 天翼绝情师长的攻击范围 盯你受到攻击 获得反击权 击杀玩家不予鸿鸣警告 去吧 狼人 杀掉他 肖寒也不想 和天翼公会的会长 再客气什么 果断对着木狼人吓领道 好狂的口气呀 肖天策 难道你觉得 凭这个F级的召唤卡 就能够杀掉我吗 哈哈 你也太不把我天翼绝情师长 放在眼里了吧 天翼绝情师长 讥讽道 肖寒根本就不予回应 只是这个时候 木狼人在得到肖寒的命令之后 双眸猛争 一股杀意 从木狼人的身上散发出来 好强的杀气 杀 木狼人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 在天翼绝情师长的头顶 忽然闪过一道黑影 紧接着 天翼绝情师长 脸上的笑意突然一鸣 消失了 那人呢 人去哪了 等到天翼绝情师长 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自己脖子上 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扎了一下 随后 一道血红色的伤害树枝 从他身上飘落了下来 伤害4720 叮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玩家 天翼绝情师长 不与鸿鸣警告 天翼绝情师长等级降低一级 当前等级十九级 三十秒之后 在天翼公会当中等待重生 看到这一幕 全场所有人全部惊呆了 不不 不 绝对不可能 天翼公会的会长 可是拥有二十级极品白银 一阶长剑 他怎么可能会败呢 离谱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不知道 你们刚才发现没有 那个狼人 直接一招 就秒掉了天翼公会的会长 卧槽 我之前还说 天翼绝策简直轻而易举 结果现在呢 他娘的 直接被秒杀了 我滴个乖乖 这肖天翼也太强了吧 周围的玩家 甚至不愿意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紧紧眨眼之间 天翼绝情师长 就直接被送回了工会 而且等级还降低了一级 强 真是太强了 这个召唤师强的离谱 废物东西 看着 天翼绝情师长 瞬间就死了 小寒淡淡地开口说道 随后 他便走上前去 将手放在了地上 那团白光之上 这是在击杀 天翼绝情师长 之后爆出来的装备 丁恭喜 你获得二十级极品白银 一阶装备 电凤剑 恭喜你获得 二十级白银 一阶装备 长安里的板甲 实在是两件白银装备 这波一点也不亏 虽然这两件装备 自己没有办法穿戴 但是用来换钱 也是不错的 感谢 天翼绝情师长 送来的现金 随即 萧涵便将这两件装备 全部丢到了拍卖行上 二十级极品白银 一阶长剑 电凤剑 标价 30W同币 二十级白银 一阶装备 长安里的板甲 标价 13W同币 处理完这些 萧涵便准备进入黄雀城 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 偏偏这个时候 天翼工会的玩家 又站了出来 萧天策 快把会长的电凤剑 还给我们 天翼修兵 站出来喝道 我已经放到 拍卖行上去了 想要自己去买 萧涵没有给 天翼修兵 任何情面 下一秒 在场所有人 全部打开了拍卖行 只见拍卖行绑手证 是萧涵上架的 那两件白银装备 卧槽 这萧天策是真牛逼啊 完全没有把天翼工会 放在眼里 这家伙 已经开始站在 天翼工会的头上拉屎了 击杀了会长不说 还把会长的装备 丢到了拍卖行上 这是在证明 天翼工会是废物啊 这装备谁敢买 谁要是买了 不就是变相的说明 在挑战天翼工会吗 哈哈哈哈 还得是我天策大哥 看着拍卖行上的装备 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玩家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是一名散兵玩家 和工会之间的较量 但是 现在来看的话 似乎是散兵玩家胜了 萧天策 你别欺人太甚 天翼修兵 咬牙切齿地说道 修兵大哥 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会长都没办法帮我们 我们只能自己报仇了 之前我们人少 现在我们人多 没错 我们可是有一千多名工会成员 只要我们就算顶着伤害 我们也能够用人数 直接压死他 只要这一轮 我们弄死了萧天策 那么我们 就可以直接堵在 重生法阵当中 将他直接杀到一几 没错 我们占据了 绝对的人数优势 忽然有几名工会玩家 站到 天翼修兵的身边 开始劝说起来 天翼修兵 一听 确实很有道理 而且 他也看萧天策 非常不爽了 如果不弄死萧天策 难解他心头之恨啊 工会任务 全力击杀萧天策 奖励同币 50W 你们快看 会长发任务了 只要击杀萧天策 就能够获得同币50W 相当于现金5W啊 卧槽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兄弟们 干不干 干不干 干 在 天翼修兵的贺声之下 一千五百多名天翼工会成员 全部朝着萧寒冲来 不知死活的东西 一而再再而三 看来这些人 是不杀掉自己 不会把修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出来吧 哥布林国王 出来吧 天翼女皇 出来吧 寒霜之剑 萧寒一口气召唤了 三只召唤生物出来 算上木狼人 一共四只召唤生物 既然他们想玩 那就来闹个天翻地覆 他天翼工会的人 想让自己付出代价 那这一次 就让天翼工会的人知道 惹怒自己的后果 刷刷刷 周围一千多枚火球术 全部朝着萧寒宫来 我低哥布林大军们 主人在呼唤你们 58只哥布林 从地底冒出来 将萧寒死死地围在中间 哥布林受到伤害 200点 哥布林受到伤害 200点 哥布林受到伤害 200点 盯你受到攻击 获得反击权 击杀玩家 不予鸿鸣警告 上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杀掉所有天翼工会的人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四只召唤生物 分别朝着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冲了出去 而负责远程攻击的 哥布林 则是死死地 将萧寒包围在中间 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兄弟们 为了50w同臂 冲啊 我们人多说什么 也绝对不可能会输的 牧师在后面 给我们加buff 圣职者在后面加保护罩 冲冲冲 战术用起来灵 我就弱弱地说一句 萧天策的召唤 生物那么强 我们冲上去 会不会死啊 你给我闭嘴 现在都这个时候 你给我说会死 我退出工会 你们上吧 我也退出 除去退出的那些玩家 此刻 依旧还有一千多名 天翼工会的玩家 朝着萧涵冲了过来 而后方牧师和圣职者 疯狂叠加buff 但是有用吗 根本没有什么用 在这几只50多级的 召唤生物面前 他们所谓的buff 犹如一堆垃圾 毫无任何作用 根本挡不得住 这几只召唤生物的 猛烈攻势 这边 58级的召唤生物 寒霜之剑 手持一把寒冰凝结而成的弓箭 在拉满弓弦之后 直接射出一根 巨大的寒冰箭矢 碰 随着箭矢炸裂 直接顺描几十名玩家 伤害 3120 伤害 2940 天鹰女皇这边 所过之处 皆有银色光点闪烁 灰烬爆炸 天鹰女皇一个响指 直接引爆了所有的银色光点 碰碰碰 又是几十名玩家 被送回到了天鹰公会的 众生法阵当中 伤害 3320 伤害 3800 伤害 2200 叮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击杀天鹰不灭 不与鸿鸣警告 天鹰不灭等级降低一级 当前等级 LV15 30秒之后 在工会当中等待重生 叮你的召唤生物 寒霜之剑 击杀天鹰 我是会长 不与鸿鸣警告 天鹰我是会长等级降低一级 叮你的召唤生物 寒霜之剑 击杀 没过多久 在黄雀城北城城门口 所有天鹰公会的玩家 全部都已经被萧涵击杀 至于地上的装备 萧涵全部将它们捡起来 然后上架拍卖行 因为拍卖行 有推荐售价的提示 所以萧涵每一件装备 都是按照拍卖行的推荐售价 来进行处理的 一时间 拍卖行上 突然猛增一千多件 青铜三接装备 而且价格都不到五千铜币 卧槽兄弟来捡漏了 这也太划算了吧 居然才四千五百铜币 爽啊 多谢天子老哥 我爱你 这些负责看戏的玩家 开始在拍卖行上 疯狂地抢购这一千多件装备 他们就算是充钱 也要购买 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 丁尼所上架的装备 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 四千二百七十五 丁尼所上架的装备 出售成功 获得铜币 四千二百七十五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这些装备 全部被抢购一空 拍卖行上 就只有那两件白银装备 还挂在那 这一波萧涵含泪 赚了四二七 五零零零 再加上之前的库存 总共四六三 六七七零铜币 折算下来 就是四六W现金 爽 这简直太爽了 就这收入 直接赚够了以前 萧涵一辈子要赚的钱 但是 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他天一公会 如此得寸进尺 萧涵这一次 是真的升级了 我们走 当着所有玩家的面 萧涵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朝着黄雀城内走去 这方向 不是任务大厅 而是天一公会 天哪 萧天策 不是准备去灭掉 天一公会吧 卧槽 这人也太狠了吧 狠 这你就给我说狠 据我了解 天一公会的人 之前就找过一些萧天策的麻烦 现在会长来算账 被杀还不够 这些人还想杀掉萧天策 老哥 这要是你 有人三番五次的找你麻烦 你难道不生气吗 我现在倒是非常理解 萧天策的心情 说的也是 这些天一公会的人 完全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现在好了 之前天一公会 还想成为黄雀城最强的公会 现在估计有点难了 全员等级降低一级不说 就连会长的装备都被打掉 快快快 快去看看 还好我之前离开了天一公会 真他们的运气好 跟在萧涵的身后 他们全部是朝着天一公会的门口走去 另外一边 天一公会众生法阵当中 现在有整整一千名玩家 在这里等待重生 而刚刚复活过来的 天一绝情师长 默默地坐在公会的实体之上 抽着一支香烟 操 会长你还有心情抽烟 你不是说 要让萧天策跪在公会面前 给我们道歉吗 网上都在说你是一个好会长 知道为了会员名不平 但是有什么用 他们的现在萧天策一人杀了我们所有人 说吧 你要怎么赔偿我们 我们的等级 我们的装备 这些怎么说 此刻等待重生的天一公会成员 恨不得冲上去 直接把会长抱走一顿 早知道会这样 他们也应该离开了这个公会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们听我说 我还有一张双倍经验卡 我可以让你们的等级提升上去 天一绝情师长 掏出了双倍经验卡说道 那萧涵怎么解决 难道就任凭这家伙逍遥法外 你不帮我们报仇了 会员问道 报仇是不可能 那个家伙能够顺秒自己啊 自己再上去找麻烦 那不还是要被杀吗 你们听我说 有些事不是一定要叫真的 我们好好升级 来日方长 以后还有机会 天一绝情师长 脸上的傲然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是被萧涵打怕 他宁愿现在耸一点 也不打算再去找萧涵麻烦 可这时候 天一公会的大门 竟然被踢得砰砰作响 卧槽 不是吧 那家伙杀上门来了 给我砸 萧涵直接命令召唤生物 对着天一公会 就是一顿猛打 天一公会生命值 140W 200W 萧涵才没有管那么多 既然他们要来 找自己麻烦 那就应该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冰霜剑 灰烬爆炸 小的们 给我干碎它 砰砰砰 召唤生物的技能 全部落在天一公会的大门之上 伤害 10W 伤害 10W 伤害 10W 天一公会生命值 100W 200W 卧槽 天子老哥 是个狠人啊 我以为他是准备来击杀 天一公会的玩家 结果没想到这家伙 直接把天一公会给砸了 现在好了 天一公会彻底没有脾气了 直接被打在公会里 不出来了 玩家们看到 萧涵此举 直接被吓傻了 继续砸 又是一轮攻击 天一公会的生命值 就已经剩下60W了 会长 快想想办法 再不想办法的话 我们公会都没有了 就是就是 再这样下去 公会被毁 我们会连掉两级的 该死的东西 我们现在 居然没有办法退出公会 我真的见鬼了 我就不应该来天一公会 草草草 一步错步不错 天一公会的傻逼 谁不惹非要去 惹萧天策 公会之内怨声四起 本来 天一绝情师长 是出于好心 想要给自己的会员 报仇血恨 但是 谁又知道 萧涵实力如此恐怖呢 竟然连一千多 名天一公会玩家 同时攻击他 都毫发无损 难道召唤师 职业这么强吗 天一绝情师长 竟然开始怀疑人生了 面对萧天策猛烈的攻势 天一绝情师长 选择摆烂 彻底摆烂 兵当前所处公会 血量不足 请及时处理 若公会血量归零 所有公会玩家 将降低两级 同时该公会 将不复存在 这道提示应在 所有天一公会成员的耳边响起 他们此时此刻 又没有什么办法 只要公会遭受到攻击 就没有办法退出 甚至是离开 他们能够做的 只能是选择死亡 碰 剧烈的爆破声 从他们大门出传来 一根箭矢 贯穿了天一公会 天一公会当前生命值 所有玩家等级降低两级 低于15级玩家 将被送回新手村 重新完成转职任务 同时只能转职当前职业 刷刷刷 系统生已过 大片大片的玩家 直接连掉两级 他们的等级 更是回到了LV13 被系统强行带回到了 8253号新手村当中 重新升级 整个公会 也就只有会长和 天一柳叶等级稍微高一点 会长LV17 提示 由于你所在公会消失 公会双倍经验卡 使用条件不满足 道具作废 天一柳叶LV18 萧天策 够了吧 现在公会也毁了 人也走完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会长 天一绝情师长 两眼泪汪汪的看着萧涵 萧涵看着 天一绝情师长 所有事情都是你们挑起的 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 而且 既然我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那我就要 让所有人知道 惹怒我的后果是什么 说完 木狼人冲上去就是一掌 伤害 2930 顺秒 天一绝情师长 至于那个叫做 天一柳叶 的家伙 在出现在萧涵眼前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改名卡 将自己的名字换成了 天策是我爸 萧涵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便也没有理会他 倒也不是因为这个昵称 而是因为自己和他没有仇 丁尼已击杀天一绝情师长 红明警告一次 天一绝情师长 等级降低一级 当前等级LV16 30秒之后 在重生法阵等待重生 主人 接下来怎么做 木狼人和其他几个召唤生物 同时转眼看向了萧涵 去黄雀城重生法阵 萧涵捡起刚才 天一绝情师长 掉落的装备之后 直接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朝着黄雀城的重生法阵走去 自己可不是什么圣人 既然 天一绝情师长 要这般挑衅自己 那他只能杀给所有人看 重生法阵 天一绝情师长 刚刚从重生法阵中出来 可下一秒 就再一次被一道攻击打中 伤害2160 再次掉落一件装备 丁尼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击杀天一绝情师长 红明警告两次 天一绝情师长 等级降第一级 当前等级15级 萧天策 你到底要怎么样 天一绝情师长 怒了 但是这最多 也就算是无能狂怒 自己的等级从20级 直接被杀到了15级 而且装备还连掉5件 身上唯一剩下的 也就只有一条裤子 和一双鞋子了 你想要装备是吧 这两件装备都给你 你放我离开 怎么样 天一绝情师长 脱下自己的下装 丢到了萧涵的面前 虽然有点嫌弃 但是好像可以卖钱 蓝甲下装 备注天一绝情师长 刚刚拖的还热火着呢 标价6000铜币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30秒之后 天一绝情师长 重生成功 站住 要走可以 我送你走 此话一说完 木狼人直接就是一掌 再次打在了 天一绝情师长 的脑门之上 伤害1840 叮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天一绝情师长 红鸣警告三次 天一绝情师长 等级降第一级 当前等级14级 30秒之后 在8253号新手村重生 处理完天一工会的事 萧涵就将召唤生物 给收了回来 然后离开了这里 现在当务之急 是去找到NPC诺诺米 萧涵可不想再浪费 太多的时间 而此时 8253号新手村当中 原天一工会的成员 在看到 天一绝情师长 出现在这里之后 他们开始围堵 天一绝情师长 只要他敢复活 这些玩家 就会毫不犹豫地 发起猛攻 半个小时下来 天一绝情师长 等级直接变成了LVE 天一工会被毁 除了之前的 天一柳叶之外 其他所有的 天一工会成员 全部被送回了新手村 而且天一绝情师长 还直接就被杀毁到了一级 这他妈的 是个人也受不了 这种刺激啊 就算那家伙 再继续克金 那等他升上来的时候 萧天策 都已经快满级了 看着天一工会的下场 周围的玩家 都忍不住唏嘘 这萧天策 是真的太强了 还好我没有加入 天一工会 当初他们工会招人的时候 我就错过了 我还要感谢天一工会的人 之前直接拒绝我加入 现在我才发现 没加入真是太好了 这事要怪的话 就怪那些天一工会的人 自讨苦吃 别说这么多了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不要再在这里 看热闹了 走走走 升级去了 好戏也看完了 所有玩家心里 都有一个底 那就是萧天策 是绝对不能去招惹的人 此时此刻 在众多玩家群体当中 有几个头衔上 写着金语格的玩家 慢慢站了出来 会长 如果能够让萧天策 加入我们工会的话 我们工会的实力 一定会达到很大的提升 我正有这个想法 不知道会长你怎么想 金语格 宋都 和金语格 白车站出来 对着会长开口说道 金语格会长 黄石 犹豫了一下 这我没到 萧天策这人 既然现在都没有创进工会 那就说明 这家伙不想加入工会 而是想追求实力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 另外一种方式 让我们靠近他 会长的意思 是那个隐藏任务的宝箱 金语格 黄石 点了点头 舍不得孩子 套不到狼 只要和萧天策关系搞好了 以后什么都好说 行了 让工会的人准备一下吧 同时让人去找到 与萧天策的联系方式 好的 会长 我这就去安排 但是会长还有一个东西 现在天一绝情师长 已经回到新手村了 拍卖行上的装备 这话说了一半 宋都便没有继续往下再说 但是会长黄石 当然明白他什么意思 那两件装备的话 就用工会的钱 把它们买下来吧 就算是和萧天策交个朋友 至于那把长件 你拿着好了 反正我也不是件事 谢谢会长 在萧涵这边 他收到了系统发来的邮件信息 你所上架的装备 电缝键出售成功 获得同币28万5千 你所上架的装备 长安里的板甲出售成功 获得同币12万3千5百 一拨下来 加上杂七杂八的道具出售 自己现在一共拥有同币 506 8260 真是太爽了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这钱就先这样放着吧 等什么时候缺钱了 再来提取 随后萧涵直接关掉了邮件消息 来到了NPC诺诺米的面前 你好啊 诺诺米 萧涵道 滚开点 勇士 我现在非常的生气 我的黄色盒子找不到了 NPC诺诺米嘟闹着嘴巴 气鼓鼓地说道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萧涵将黄色盒子 从背包中拿了出来 诺诺米一看 直接跳了起来 双目闪着金光 脸上也充满了笑意 对 就是他 勇士 你是在哪找到他的 真是太好了 给你 萧涵将盒子交给了NPC诺诺米 恭喜你 成功完成支线任务 获得经验值8000点 获得召唤师技能三选一 天策勇士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盒子要是丢了的话 我爷爷会打死我的 这可是他的大宝贝呢 真是多亏你帮我捡回来了 天策勇士 先不说了 我爷爷快回来 我得先把盒子拿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再聊 NPC诺诺米 在确定这个盒子 就是爷爷的东西之后 他才感觉如释重负 好像自己捡回一条命一样 而萧涵 见诺诺米离开之后 自己也没有停留 直接来到了黄雀城的一家酒馆里面 老板来一盘最贵的酒吧 萧涵对着酒馆的老板大声喊道 好的 一共100铜币 萧涵给出100铜币 然后在酒馆的一个角落位置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 酒馆老板就拿着一壶好酒 放到了自己面前 请慢用 萧涵微微点头 随即 他点开了刚刚才获得的召唤师技能选择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地选一选自己的第二个技能 这里一共有三本技能书 但是自己只能选择一个 技能一 清晰术 等级LV20 类型召唤师 作用 能够在副本当中动 吸出制作召唤卡的材料 介绍 当初雅思高徒的 为了发明这个技能 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才开发出来 这技能光是看一眼 萧涵就知道对自己无用 至少来说现 目前没有什么作用 毕竟自己只要通关副本 就能够获得召唤卡 自己完全就不用担心 召唤卡不够用的情况 所以 这个技能对于他来说作用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他也没有选择兑换 而是把目光落向了第二个技能 技能2 凭空跳跃 等级 LV20 类型 召唤师 作用 能够跳跃空间 出现在十范围之内的任意位置 介绍 召唤师必备技能 这个技能 一看就是一个召唤师的保命技能 实用性相对比较高 但是我有天安神女在身边 倒也不用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 一眼扫过 小涵看向了第三技能 技能3 双倍增长 等级 LV20 类型 召唤师 作用 能够使任意一只召唤生物 学习此技能 拥有这个技能的召唤生物 能够召唤出两倍的战斗士兵 介绍 这是一个被遗弃很久的一个技能 没有召唤师会选择 双倍增长 也就是说 如果哥布林国王学会这个技能的话 他召唤出来的哥布林数量 将直接翻倍 卧槽 这技能可以啊 而且随着哥布林国王等级的提升 他能够召唤出的哥布林数量 也会上涨 如果是999级的哥布林国王 再加上双倍增长 我的天 一口气能够召唤出接近2000只哥布林 这简直不要太强 萧涵果断选择了这个技能 丁 是否选择第三个技能 双倍增长 选择 请选择学习该技能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国王 随着萧涵手中技能卷轴的消息 哥布林国王的技能栏上 也多上了一个技能 美滋滋的 天侧勇士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这时候 NPC雅思高徒突然进入到了酒馆里面 雅思高徒 你怎么来了 萧涵赶忙起身 给雅思高徒挪了一个座位出来 老板 再来三瓶好酒 萧涵对着酒馆老板扬声道 这几位是 萧涵看着跟在雅思高徒身后的几人 不由得来了兴趣 天侧勇士 忘记告诉你了 他们是黄雀城当中的几名护卫 他们是来护送我的 雅思高徒笑了笑 开口说道 雅思高徒 这是准备去哪 去北京 北京 那是什么地方 萧涵问道 一个很远的地方 听说是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哥宾尼让我过去 天侧勇士 你就不用担心了 雅思高徒拍了拍萧涵的肩膀 打去道 萧涵也是微微一笑 可刚等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忽然在自己耳边响起 丁由于玩家现在等级不足 无法接触到防线守卫任务 萧涵脑袋一嗡 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隐藏任务 好家伙 看来这北京也不是一处地方 不过 既然系统都觉得自己等级不够的话 萧涵也没有 再从雅思高徒的身上打听些什么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 祝你一路顺风了 萧涵对着雅思高徒说道 这样最好不过了 但是天策勇士 我可得告诉你啊 在黄雀城里动作小一点 这一次 你把天一公会给毁掉了 如果不是戈宾尼帮你说话 你这一次可不好过呀 雅思高徒凑到萧涵耳边 对着萧涵小声地说道 萧涵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连忙点头 知道了 下次一定注意 下次一定 好了 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给我们点的酒 我们路上喝 走了天策勇士 我们还会再见的 道别之后 雅思高徒便离开了黄雀城 前往了北京 而萧涵自然准备去任务大厅 找NPC戈宾尼 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 主城52个据点 现在才刚刚占据了两个 这效率真是太慢了 得加快脚步了 可刚等萧涵离开酒馆 就有一个女人 突然朝着萧涵跑了过来 天策勇士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NPC兰婷气喘吁吁地 跑到了萧涵的面前 萧涵是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更不知道 为什么NPC兰婷 会突然找到自己 有什么事吗 萧涵开口问道 是是戈宾尼 让我来找你的 NPC兰婷道 戈宾尼 她怎么了 戈宾尼没事 是福爱斯出事了 福爱斯出事了 她不是被戈宾尼 带回去休息去了吗 她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NPC兰婷坐下来 喘了两口气 然后接着说道 福爱斯现在已经没有了呼吸 进入了假死状态 听治疗十一却说 是福爱斯主动进入的假死状态 如果她自己不想睁开眼的话 那她这一辈子 都将活在她自己的世界当中 萧涵一听 这不是挺好的吗 她妻子一死 现在她能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也算是一种解脱啊 NPC兰婷摇了摇头 双眸中闪过一谋坚定 或许你说的对 但是这种解脱 只是对于她自己而言 可哥宾尼希望天策勇士 能够将福爱斯唤醒 因为有一个秘密 只有福爱斯才知道 秘密 什么秘密 丁处发隐藏任务 前往瞭望之海 拿到清零的海号角 是否领取隐藏任务 隐藏任务开启 任务名称 拿到清零的海号角 任务类型 隐藏任务 任务要求 一 单人前往不可组队 二 击杀料往之海 BOSS四目海沙 任务介绍 在黄雀城以南百里的地方 存在着一片漆黑的海 只要是 进入到这片海洋当中的生物 都会瞬间被黑海吞没 它们像是吃人的巨人 不吐骨头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知道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里是禁区 萧涵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才错失了一个隐藏任务 现在就又来一个隐藏任务 自己这是捅到隐藏任务的贼窝里面了吗 贼窝就贼窝吧 有隐藏任务据点 总比没有的好 先把任务领取了再说 这么一想 萧涵果断点下了领取按钮 天侧勇士 这件事事关重大 麻烦你尽快前往 拜托了 NPC蓝亭对着萧涵鞠了一躬 对了 关于福爱斯的那个秘密 萧涵也很好奇 福爱斯知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让哥宾尼如此在意 但NPC蓝亭只是摇了摇头 不能说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不可控的局面 哥宾尼会亲自告诉你的 那好吧 你回去告诉哥宾尼 福爱斯我会想办法将他唤醒的 NPC蓝亭点了点头 同时从身后拿出一叶金黄色的纸 这是金叶商票 你拿着 你能够通过它乘坐金叶非洲 前往瞭望之海 并恭喜你 获得道具 金叶商票一张 萧涵接过NPC蓝亭手中的金叶商票 随即在简单道谢之后 萧涵就离开了这里 NPC蓝亭看着萧涵的背影 嘴角呢喃道 希望还来得及 萧涵根据地图上的指引 来到了黄雀城的一家商会当中 你好 我要乘坐非洲 萧涵将手中的金叶商票 交到了这里的商人 请问您要去到哪里 商人看着萧涵开口问道 瞭望之海 商人查看了一下 几秒钟之后回声道 对不起 天侧勇士 最后一艘非洲 已经被其他人预定 去往另外一个地方了 如果天侧勇士 突然从旁边站出来一名玩家 金宇阁 宋都 您好 请帮我预定的非洲取消掉吧 让给天侧大神 宋都对着商人开口说道 可是宋都勇士 如果取消预定的话 您的五千铜币 将全部归商会所有 商人问道 无事 让给天侧大神就好 随后商人 将之前宋都预留的非洲 划给了萧涵 天侧勇士 非洲将在五分钟之后 起飞去往瞭望之海 您现在可以去商会三楼了 萧涵点头 谢谢您 在对着宋都简单道谢之后 萧涵便朝着商会三楼走去 不是 宋都 我们是要去荒芜之地的 我们可是现实任务 金宇阁 白熊看着宋都此番操作 人都杀住了 闭嘴 现实任务没有了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 但是如果刚才机会错过了 就真的错过了 宋都看着去往三楼的萧涵背影 眼神复杂 我不管 宋都 这现实任务的奖励 你得赔给我 我亏大了 没问题 会长会补偿给你的 但是 我们现在 要去荒芜之地 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我们走 宋都带着白熊 直接离开了今夜商会 萧涵这边 乘着非洲 飞往了瞭望之海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下面就是瞭望之海了 但是天侧勇士 非洲只能到这里了 再往前 黑海风暴会吞噬掉非洲的 驾驶非洲的船员 突然开口说道 麻烦你了 没事 天侧勇士 能为你做事 是我的荣幸 我这就为你打开 通往下方的传送通道 话音刚落 便看见在萧涵左手边 不远处的地方 出现了一片 淡蓝色的光柱 天侧勇士 这个淡蓝色的光柱 通往瞭望之海的边界 顺着边界 一直往前 你就可以看见一个 神秘引导者 他会指引你去 往瞭望之海的 谢谢你 话音一落 萧涵直接站在了 这个光柱当中 白光一闪 萧涵便从非洲上消失了 等自己再次睁开眼睛 就出现了一片 黑色的土地之上 请告 请告 你已踏入禁区领域 请注意 一百点 主人 天恩神女 出现萧涵的身边 神女 开启保护性buff加成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里好歹 也是一个禁区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跑出来什么危险 萧涵才不会让 崇敬目的的情况 在这里重现 恭喜你 获得赤天使的庇护 赤天使会 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只要赤天使不死 庇护就会一直存在 恭喜你 开启狂徒之息 每秒恢复生命 值五千点 我们走 天恩神女 等到buff叠加结束 萧涵对着天恩神女 开口说道 好的 主人 顺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差不多两分钟之后 萧涵在前方 看见了一个 穿着黑长袍的NPC 神秘引导者 你好 神秘引导者 萧涵打招呼道 勇士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这里可是禁区 你赶快离开 这里很危险的 神秘引导者 打了一个寒战 抬起头来 对着萧涵说道 我要进入瞭望之海 不行 以你的能力进去 一定会死的 听我一句劝 武士 您就告诉我 我怎么才能够进去 要想进入黑海深处 萧涵就只能够 从这个神秘引导者的身上 想办法 倘若自己强行进入的话 估计要不了多久 自己还有召唤 生物全都会被憋死 在黑海里 你真的要进去 当然 那好 我这里有一张水系召唤卡 如果你想进去的话 可以通过 它进入黑海当中 只是 NPC神秘引导者 伸出拇指和食指搓了搓 这是 国际惯用动作 说吧 这张召唤卡多少同币 萧涵直言道 20W同币卖给你怎么样 成交 萧涵都不带犹豫的 直接就答应了 神秘引导者 神秘引导者 只是微微一笑 将召唤卡交给了萧涵 这人真是傻逼 想不到这么好骗 区区一张S级召唤卡 他居然真的同意出 20W同币来购买 这一次赚大发了 丁恭喜你获得召唤卡 水灵鱼 20W换一张召唤卡 对于萧涵来说 倒也不亏 只要能够成功击杀 撩望之海的副本boss 那么 占据据点的好处 就要远远超过 这20W的价值 对此 萧涵倒也并不觉得形同 随即 萧涵又简单地 看了一眼眼前的 这张召唤卡 这一看 萧涵便发现在 这张召唤卡的背面 竟然还有一个 红色的五角星 我去 这20W同币 不仅不亏 还写转啊 想不到在这里 居然遇见了一张 可以优化的召唤卡 美滋滋的 丁是否对S级召唤卡 水灵鱼进行优化 但是也要比F级要强得多 潮汐之灵 等级 LV1 技能 潮汐水盾 当前能够保护出 自己以外的一人 潜入深海当中 这技能效果倒好不错 可问题是 它的技能 也就只能保护一个人 这加上自己和天安神女 就已经两个人 看来还得提升等级才行 于是 自己直接化了40W6 召唤生物经验值 加到了潮汐之灵的身上 当前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700W6 潮汐之灵 等级 LV32 技能 维持时间60分钟 7个人外加60分钟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随即 潮汐之灵 召唤了出来 同时召唤的 还有5只召唤生物 加上自己和天安神女 刚好是7人 潮汐之灵 不需要潮汐水盾 潮汐之灵 使用潮汐水盾 随后 我们进入瞭望之海 好的 主人 潮汐之灵双臂展开 潮汐水盾 只见 一袭淡蓝色海水 开始从潮汐 和几只召唤生物的脚下升起 海水将它们全部包裹在一起 形成一个淡蓝色的水球 为了水盾 不会被黑海里面的其他野怪破坏 潮汐又让天安神女 加了一层保护 走吧 进入瞭望之海 潮汐带头 带着几只召唤生物 进入到了隐藏副本当中 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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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进入瞭望之海 请尽快离开 请尽快离开 轰轰轰 潮汐刚刚进入到黑海当中 一股恐怖的犀利 就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是黑海之眼 它能够吞噬生命之力 主人 快走 潮汐之灵瞳孔一缩 对着肖寒就疯狂地喊道 这可是黑海之眼啊 能够撕碎一切的存在 但是肖寒表示 都是小场面 别慌 下一秒 天安神女动啊 什么黑海之眼 对于他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个玄武而已 刷 天安神女猛地挥舞 手中的十字架 临近之风 一股强劲的力量 携同黑海里的海水 直接掀起一股恐怖的海浪 数千米高的水墙 与天相接 将外界所有的一切 全部隔绝开来 等到海面再次恢复平静之后 黑海就已经被天安神女 给撕成了两半 而中间 肖寒所处的地方 就是四千米深的深海大峡谷 恐怖如斯 此时此刻 岸上的NPC神秘引导者 双目瞪的老大 这这这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NPC神秘引导者猛逼了 他打死都不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瞭望之海 他已守护几十年之久 基本上只要是进去的人 就没有能够出来的 但是 这个叫做肖天策的人 刚一进去 就直接把黑海撕成了两半 这一笔怎么不上天呢 靠 真牛逼啊 肖寒这边 他默默地转头 看向了天安神女 下次注意点 这只是一个黑海之眼而已 没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 为了毁掉一个黑海之眼 天安神女直接把黑海撕成了两半 实属有点太夸张了 不过 谁叫天安神女 是自己的召唤生物呢 那自己必须宠着 走吧 继续深入 回过神来 肖寒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继续朝着黑海深处游去 只有潮汐之灵 傻傻地跟在身后 刚才那一幕幕震撼的景象 现在都还在他的脑海中 久久不能散去 那可是黑海之眼啊 主人 就这样结束了 这都是什么实力啊 直接就将黑海撕成了两半 死 潮汐之灵道抽了一口凉气 天哪 自己到底 是跟了一个什么院中主人啊 几分钟之后 肖寒他们来到了 深海八千米的地方 主人 小心 左边二百米的地方 出现了两只黑鲨鱼 天安神女通过感知 抓取到了附近的一些野怪 对着肖寒说道 木狼人 杀掉他们 肖寒一声令下 木狼人便静止地朝着左侧 二百米开外冲去 伤害 4.8W 伤害 4.7W 伤害 4.8W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撩望之海野怪 黑鲨鱼 获得经验值奖励 4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4000点 获得LV30白银一阶装备 海贼号角的护腿 30级的白银一阶装备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肖寒倒是略微一惊 想不到这个 《瞭望之海》副本里面的野怪 已经达到了30级 有意思 丁宿主是否选择对白银一阶装备 海贼号角的护腿 进行优化 当然要优化呀 丁恭喜宿主 装备优化成功 当前白银一阶装备 未可穿戴状态 是否穿戴 海贼号角的护腿 类型 护腿 品阶 白银一阶装备 稀有装备 等级 LV30目前可以穿戴 属性 生命值加1100点 魔法防御力加150 物理防御加80 效果 1 有久的几率触发海贼号角效果 效果触发生命恢复速度达到100点 描 介绍 存活在隐藏副本里面的稀有装备 就眼前的这个装备来说 光是生命值加成 都要比皮波特的护腿高上300 而且 还有单独的生命值恢复效果 从单体装备上来 要远远优于皮波特的护腿 而且自己皮波特的装备 目前也只能激活三件套效果 现在自己身上正好穿了 有四件皮波特的装备 也就是说 即便是穿上了海贼号角的护腿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么一分析 萧寒果断川带上了这件装备 生命值怒涨 300点 物理和魔法防御怒涨 80点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19 8480 3.4W 职业 禁忌召唤师 身份 红明制裁者LV5 生命值 6830 魔法能量 5920 力量 351 智力 692 敏捷 121 体质 173 精神 358 物理攻击力 1053 魔法攻击力 3076 物理防御 168 魔法防御 448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装备 魔力涌动三件套 护腕 腰带 下装 白银一接召唤法杖 皮波特的套装 鞋子 上衣 胸甲 海贼号角的护腿 掩火戒指 看来 要想升到20级得加快速度了呀 主人 又有一大群黑鲨 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周围全部都是 这时候 天恩神女再一次 在萧寒耳边喊道 萧寒的嘴角 微微一脸 自己正愁没有经验值 可以获取呢 这不是来的正是时候吗 30级的野怪 击杀一只 就可以获得4000经验值 自己只需要再击杀6只 等级就可以提升到LV20 这难道不爽吗 借着这个机会 最好能够将自己的等级 一波直接提升上来 来得越多越好 我的召唤生物们 杀吧 将这些黑鲨鱼 全部都杀掉 刷刷刷 除了天恩神女 和潮汐之灵之外 其余几只召唤生物 全部是冲了出去 透过黑海 萧寒也就只能够看见 一个又一个血红色 伤害数值 从黑海中显现出来 伤害 4.8W 伤害 4.7W 伤害 4.8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击杀料望之海野怪 黑鲨鱼 获得经验值奖励 4000点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着眼女枪 击杀料望之海野怪 黑鲨 几分钟之后 战斗结束 总共击杀黑鲨鱼 14只 获得经验值 56000点 定恭喜你 等级提升到LV20 获得自由属性点 5点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 成为黄雀城 第二个等级 达到20级的玩家 获得奖励 声望值加10点 获得个人金币 1000点 获得残缺 秘境钥匙一把 听到系统提示音 萧寒的目光 微微一凝 好家伙 人还在瞭望之海 结果全服通告 从天上来 这也太爽了吧 关键是 就连萧寒自己 都没有想到 第二个等级 达到20级的玩家 竟然都有全服通告奖励 这要是让 天一绝情师长 知道了孤寂得气的 直接退游吧 回过神来 萧寒依旧带着 自己的召唤 生物继续深入 任务指引 将Boss的定位 在了海下一万米的地方 另外一边 黄雀城当中 玩家们在听到 关于萧寒的全服通告之后 各个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 兄弟们 天策老哥 升到20级了 他成了我们黄雀城 最强的那个人 我就说我的天策哥哥 是最强的吧 你们还不相信 我真是爱死我的天策哥哥了 哎 我还一直希望 天策哥哥能够带带我 但是我怕他打死我 各位你们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我说你们 能不能注重点 重点是 萧天策 是第二个达到20级的玩家 这都有全服通告奖励 那是不是说第三名 第四名都有 卧槽 这是大大的商机啊 冲冲冲 为了一千金币 我也要冲了 黄雀城的玩家 在得知这一重要消息之后 全部是朝着副本当中冲去 8253号新手村 天一绝情市长 这边 他刚准备离开 走出新手村 去完成任务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一道消息 会长 不好了 萧天策激活了 黄雀城的全服通告奖励 而且还是因为 他第二个达到20级 什么 看着这道消息 天一绝情市长 都愣住了 这都有全服通告奖励 操蛋 自己当初辛辛苦苦提升等级 为的就是能够获得 拿到唯一性的 20级全服通告奖励 结果他们的 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第二个达到20级的玩家 也能够获得 全服通告奖励 是不是扯淡吗 那萧天策 获得了什么奖励呢 天一绝情市长 通过私信回复道 他寻思 这萧天策 虽然获得了全服通告奖励 但是他终究是第二名 达到20级的玩家 全服通告奖励 肯定不会比自己好吧 这点信心 天一绝情市长 还是有的 可下一秒 消息谈了出来 会长 萧天策奖励是 声望值加10点 获得个人金币 1000点 还获得了一把残缺秘精钥匙 什么 个人金币 加1000 还有10点声望值 最关键的是 还有一把秘精钥匙 糙 糙糙糙 众所周知 这是一种职务 老子第一个达到20级 为什么只有一个双倍经验卡 凭什么 萧天策第二个达到20级 就能够直接获得这么多奖励 玩你们呢 退游蟹 蟹游 从此退出90图网游事件 一气之下 天一绝情市长 直接退出了游戏 会长 会长 你怎么不回我了 对不起 温柔市长 昵称已不存在 该用户已注销 萧涵这边 他和自己的召唤生物 成功来到了深海一万米的地方 这里的海水 突然变得透亮起来 视线变得极其开阔 咦 那边是什么东西 就在萧涵潇前方 极远处的地方 有一团红色的什么东西在浮动 想来 应该是血液在海水中散开之后 形成的血水 主人 那边好像是有人在打斗 潮汐之灵开口说道 我们过去看看 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 萧涵便看见 前方有一个穿着银色铠甲的人 手持长枪 正在和好几头精英 黑鲨战斗 攻击力1320 防御力597 技能杀脚 沉重撞击 杀精 介绍 这些黑鲨大多生活在深海一万米的地方 它们聚集在这里 好像是因为这里水质的原因 但是又好像是在保护些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精英野怪 光是生命值就达到了12W 攻击力更是达到了1300多点 简直恐怖如斯 天瘾女皇 木狼人 去杀掉它们 这可是摆在眼前的经验值 萧涵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 天瘾女皇和木狼人 一个顺身 直接朝着这几只精英野怪冲了过去 速度很快 天瘾女皇和木狼人 一左一右 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将整整七只精英 黑鲨全部包围在了中间 灰烬爆炸 暗杀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 在这几只精英野怪的身上掠过 砰砰砰 随后 只见一大片的伤害数值 从这些黑鲨的身上掉落下来 伤害 12W 伤害 12W 伤害 12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瘾女皇 成功击杀精英 经验值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成功击杀精英 黑鲨 获得经验值 6700点 一波直接击杀七只精英野怪 获得经验值 46900点 同时还获得了6件白银一阶装备 定恭喜你 你的等级提升到LV21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定宿主是否选择对这6件白银一阶装备 进行优化 优化 恭喜宿主 优化成功 当前装备状态为可穿戴状态 这些都是白银一阶装备 属性也还不错 但是如果强行穿戴的话 只会影响到自己魔力涌动的三件套 同时智力和力量都会下降10左右 完全不值当啊 所有 萧涵也就没有选择穿戴 对了 之前转职的时候 不是说召唤生物也可以穿戴装备吗 这么一想 萧涵又从背包当中拿出了自己的禁忌魔法书 开启禁忌魔法书 请选择您需要佩戴装备的召唤生物 天影女皇家木狼人 哐的一下 两张召唤面板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而在召唤面板上面还有七个装备栏 分别对应了各个部位 萧涵果断地将这六件装备分成了两套 装在了天影女皇和木狼人的身上 召唤卡 天影女皇以穿戴装备三件 生命值提升2100点 攻击力提升1300点 召唤卡 木狼人以穿戴装备三件 生命值提升1900点 攻击力提升1320点 这一波下来 天影女皇和木狼人的实力再度飙升 如果能够筹齐七件套的话 估计天影女皇和木狼人的实力将提升一倍左右 这就是禁忌召唤师的能力吗 强 确实很强 这要是将所有召唤生物全部装上装备 那实力又将达到什么地步呢 萧涵竟然有些向往起来 勇士 谢谢你出手相救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估计会死在这黑海深处 NPC猎猎枪施柳一 用手捂住自己的伤口 缓步走来打断了萧涵的思绪 道谢道 你也是来寻找四木海沙的吗 萧涵问道 NPC猎猎枪斗士点了点头 那你知道四木海沙在哪吗 萧涵通过任务指引 也只能知道 在这个瞭望之海一万米的地方 就是BOSS四木海沙的领域 但是这茫茫大海 自己也没有办法确定 BOSS四木海沙的具体方位啊 如果NPC猎猎枪斗士知道的话 那倒也为自己省下不少的时间 我虽然不知道四木海沙在哪 但是我知道四木海沙生性喜欢精灵血 NPC猎猎枪斗士 从身后掏出一瓶红色水晶玻璃瓶 萧涵一把抢了过来 就这玩意儿 能够将BOSS四木海沙引出来 自己怎么也不相信啊 随即用力一捏 碰 一声炸裂 玻璃瓶里面的红色血液 瞬间在这片海水当中扩散开来 勇士 你脑子有毛病吧 你但凡多吃一点药 也不至于发这种神经啊 NPC猎猎枪斗士 看着萧涵把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精灵血瓶捏爆之后 他人都傻了 这他们完全就是一个疯子 就在当前 自己才受了重伤了 连妖子都被咬没了 现在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 结果这逼还 直接把自己的精灵血瓶捏爆 想要将四木海沙吸引过来 这不是指自己与死地吗 勇士 我和你无冤无仇啊 为何你拿我当傻子 NPC猎猎枪斗士 此刻脸色苍白 他只感觉 现在说什么都是那么的无力 所幸 NPC猎猎枪斗士 直接闭上了眼睛 默默等死 这种情况 他要想和四木海沙对抗 最好的办法 就是塞一塞四木海沙的牙缝了 主人 他来了 天恩神女警惕地看着四周 低声道 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鲨鱼忽然袭来 小韩的心里猛的一惊 四木海沙 等级LV42 生命值22W 攻击力1720 防御力1000 技能 骤兮 介绍 强 很强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能够知道 他的实力到底在哪 只知道他是海里的王 卧槽 这家伙是怎么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小韩都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 四木海沙 就已经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 这有谢 强大的吸力忽然传来 四木海沙是要将这一片 带着精灵血液气息的海水 全部吸入了腹中 伤害 100 伤害 100 伤害 100 随即 在召唤生物身上 也飘出一个又一个的伤害数值 基本上是每秒500点的掉 照这样下去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的 天恩神女 快杀掉她 小韩对着天恩神女喊道 天恩神女目光一闪 这四木海沙产生的恐怖犀利 就连她都有些步履受挫 如果是想要拍死她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其他召唤生物和主人 势必受到一定的伤害 主人 我能放技能吗 天恩神女对着小韩问道 可以可以可以 你快解决她吧 你要再不解决她 我就要被她吃掉了 小韩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只要是能够解决掉 这个四木海沙 比什么都重要 随即 天恩神女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容 小韩乍眼一看 自己就知道 又要出事了 自己能够从天恩神女的眼神中 看见一句话 终于得到主人的认可了 自己又可以放技能了 下一秒 天恩神女双手握住十字架 淡淡的绿芒 在十字架上面微微闪烁 临近之风 呼 随着天恩神女手中的十字架挥出 一股狂风 剧烈的不能再剧烈的狂风 直接从瞭望之海的地底深处掀起 这股超出认知的力量 让小韩直接怀疑人生 此刻 小韩的目光 都已经没有再落在四木海沙的身上 而是死死地看着自己脚下的海水 自己完全不敢相信 这来自深海的海水 现在居然在朝着天空掠去 老天啊 这可是一片海啊 直接被一阵风吹到天上去了 伤害 十六W 丁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隐藏副本 瞭望之海BOSS 四木海沙 获得经验值 1.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获得装备 苦海吊坠项链一条 获得道具 清零的海号角 获得F及几品召唤卡 曼莎斯 激活隐藏剧据点 当前成功占据据点 1.8 获得隐藏剧点奖励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000大把流 狂风之下 副本BOSS确实是死了 但是对于这些系统提示音 小韩根本来不及细听 此时此刻 小韩只能暗自庆幸自己还活着 如果不是有天恩神女的保护的话 估计所有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 小韩呆呆地看着这里的一切 妈呀 这黑海已经和太阳肩并肩了 完全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 古有黄河之水天上来 现在也有黑色的水从天上来 乖乖的 还好系统没有给自己惩罚 不然的话 这件事说不定又得难办了 另外一边 禁区当中的NPC神秘引导者 刚刚准备转身 看看身后一望无际的黑海 可谁知道 这转身一看 NPC神秘引导者 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我去 原本平静的黑海 直接消失不见了 而海水惊奇的 竟然全部跑到天上去了 我去 这逼真的 把海水弄天上了 几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天侧勇士啊 你挺牛啊 黄雀主城当中 虽然副本 瞭望之海在百里之外 但是这黑海遮天蔽日之时 整个黄雀城都处在黑暗当中 卧槽卧槽 什么情况 怎么天黑了 太阳呢 太阳去哪了 我去 有人偷我装备 我靠有人摸我 是谁这么不道德啊 聊天频道里 各种呼声依旧在不断地闪过 但是在任务大厅当中 NPC歌兵尼和NPC蓝亭 都是皱起了眉头 那个方向 是不是瞭望之海的方向 NPC歌兵尼 语重心长地问道 哥哥 好像是 据我所知 天侧勇士 应该已经到瞭望之海了 NPC蓝亭回答道 这家伙 不会把海鲜翻了吧 虽然有些不切实际 但是这件事 落在萧涵的头上 NPC歌兵尼觉得 也不是不可能 哥哥 我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如此重视那个家伙 但是那可是黑海 他有多身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更何况想要把海鲜到天上去 这恐怕没有人能够办到吧 至于天侧勇士 等他能够活着回来再说吧 NPC蓝亭 一脸嫌弃的道 NPC歌兵尼 看着NPC蓝亭摇了摇头 哎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丁恭喜你 完成隐藏任务 请前往黄雀城任务大厅 将清零的海号角 交给NPC歌兵尼 获得经验值3W 萧涵赶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通过禁区的NPC神秘引导者的指引 萧涵被传送到了 距离黄雀城不过十里的地方 这对于萧涵来说正好 我可以借助这个时间 看看这一次 自己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全服通报的声望值 加上之前的声望值 自己已经拥有了20点 还有自己现在的货币 金币2000枚 银币0枚 铜币508 9260 即便是除掉20W买召唤卡的钱 自己也还有500W铜币 这就相当于 自己光是背包当中 都已经放了有50W的现金 简直不要太爽 对了 好像还获得了一个残缺秘境钥匙一把 萧涵从背包当中拿出来一看 残缺秘境钥匙 数量一把 使用条件 28级之后开启 当前无法开启 介绍 能够开启任意秘境一个 既然要等到28级才能开启的话 萧涵索性也没有再看 而是从背包当中 拿出来另外一件东西 也就是自己从BOSS四目海沙身上 爆出来的装备苦海吊坠项链 先优化一波再说 恭喜宿主 优化成功 当前装备状态为可穿戴状态 是否穿戴 自己项链这个装备栏本来就是空 于是乎 萧涵果断地选择了穿戴 属性提升 生命值加900 力量加130 智力加130 精神力加40 获得效果 生命值恢复速度提升2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21 52389.7W 职业 禁忌召唤师 身份 红明制裁者LV5 生命值 7730 魔法能量 5920 力量 516 智力 862 敏捷 199 体质 201 精神 434 物理攻击力 1548 魔法攻击力 3694 物理防御 248 魔法防御 528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召唤卡 12章 当前召唤生物经验值 1724.2W 装备 魔力涌动三件套 白银召唤法杖 皮波特的三件套 海贼号角的护腿 辅助装备 炎火戒指 苦海吊坠项链 三件五十级的装备 再加上两件三十级的装备 直接让肖寒的生命值 达到7730点 这要是和之前的 天意绝情师长相比的话 自己要比天意绝情师长的 生命值高出一倍有余 就是这么强 而且现在召唤卡 也有了13张 当前拥有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更是达到1724.2W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随着召唤生物等级 和数量的增加 它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值 即便是我现在 每天能够领取 召唤生物经验值 1740W 那也很难靠这点经验值 将所有召唤生物的等级 全部提升上来 小寒深知 关于召唤生物经验值这一点 一定是一条很长的路 之前一直说 召唤师职业烧钱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光是培养一只召唤生物 都需要花费巨资 更别说培养一堆召唤生物了 而且还有一点最关键的 那就是 关于召唤生物装备穿戴的问题 自己的确是转职了禁忌召唤师 自己也完全觉醒了禁忌之力 可问题是 装备的问题如何解决 看来这件事 我得回到黄雀城 找哥宾尼 好好问一问 总之 先提升召唤生物的实力 才是自己最为重要的事 丁是否将所有经验值分配下去 当然 直接平均分配好了 12张召唤卡 每张召唤卡143.68W 一分钟之后 所有召唤卡等级全部提升 处理完此次 自己在瞭望之海的收获之后 萧涵很快也就回到了黄雀城当中 任务大厅 萧涵来到了这里 哥宾尼 蓝亭 东西给你们带回来了 现在弗埃斯的情况怎么样了 萧涵对着两人打招呼道 现在弗埃斯的情况非常不好 如果他迟迟醒不过来的话 那么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你是说弗埃斯 不 我说的是黄雀城 萧涵不解 为什么弗埃斯的苏醒 能够和黄雀城危机有关系 哥宾尼 弗埃斯身上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萧涵忍不住问道 后面你会知道的 天侧勇士 我是不会瞒着你的 但是现在不能说 那好吧 这时候 萧涵直接从背包当中 将清零的海号角拿出来 递给了NPC蓝亭 NPC蓝亭稍微看了看 随即 便带着清零的海号角 快步地走出了任务打厅 谢谢你 天侧勇士 帮我们从瞭望之海当中 带回了清零的海号角 NPC戈宾尼 对着萧涵道谢道 没事 只要能够帮助黄雀城 解决危机就好 对了 戈宾尼 你知道哪可以打造装备吗 既然关于弗埃斯的秘密 戈宾尼不愿意说 那萧涵也不会再多问 而是关心起 关于装备打造的事 打造装备 天侧勇士 你现在的装备 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还要打造装备呢 NPC戈宾尼差一道 这你就别管了吧 我自有安排 萧涵肯定不能告诉戈宾尼说 是给自己的召唤生物 打造装备吧 不瞒天侧勇士 现在我们黄雀城当中 还真没有能够打造装备的人 但是 在古城那边 有一个听说 打造装备特别厉害的武器点 或许你可以去那边看看 NPC戈宾尼 戈宾尼从自己的身后 拿出一张通往古城的地图 丁恭喜你 获得道具 地图一张 正好 天侧勇士 如果你要前往古城的话 把我把这封信 交给古城一个叫做塔米的人 谢谢你了 NPC戈宾尼再次说道 丁主线任务 请将戈宾尼的信 交给古城NPC塔米 是否领取 领取 交给我吧 戈宾尼 说完 萧涵带着地图 就离开了任务大厅 古城在距离黄雀城 一百多里外的地方 那是另外一个主城 如果想要前往的 只能通过传送镇进行传送 于是乎 萧涵又一次来到了 今夜商会当中 你好 这里有通往古城的传送镇吗 天侧勇士 通往古城的传送镇 下一次开启 是在三个小时之后 如果天侧勇士 想要去古城的话 可以在三个小时之后再来 不过 需要5W同币进行预约 萧涵点头 将5万同币 交给了今夜商会 天侧大神 好久不见 金宇阁 宋都 萧涵扫了一眼眼前的这人 这不是之前 让自己坐着非洲 前往瞭望之海的那人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天侧大神 是这样的 我想代表金宇阁 邀请天侧大神 加入我们公会 不知道天侧大神愿意吗 宋都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对着萧涵说道 想要让我加入公会 对不起 我拒绝 但是先前你让给我的非洲 我会将你之前 损失的5000同币补偿给你 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丁玩家 萧天侧请求与你进行交易 是否同意 宋都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 微微一笑 点下了拒绝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天侧大神 何必放在心上 不过大神 此番我们金宇阁早就 猜到您不会加入公会 我们也不抢求 但是我们希望天侧大神 接受我们的邀请 前往法王的高塔 宋都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将会长给他的宝箱拿了出来 这是隐藏任务宝箱 萧涵一眼便认出来了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邀请天侧大神 和我们一起去往法王的高塔 副本之内所有奖励 占八份 我们只要两份 如何 萧涵一听 顿时就愣住了 这金宇阁到底想要干什么 又是邀请加入公会 又是隐藏任务宝箱的 而且他们居然开口就是82份 浪费时间不说 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难道金宇阁这么豪横的吗 萧涵心里虽然吃惊 但是关于隐藏副本 这对于自己而言 诱惑实在是太大 且不说通关副本 自己能够获得一张召唤卡 最主要的是 通关之后 自己能够开启 更高一阶的召唤生物 经验值获取 要是再机会一个隐藏据点 自己绝对相信 经验值可以暴涨到3000W 光是这一点 萧涵就完全没有办法 拒绝金宇阁的邀请 天策大神觉得 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前往法王的高塔 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宋都将隐藏任务的宝箱 直接放到了萧涵的面前 这个任务如果您同意 就由您来做主导 这两句话 刚一从宋都的嘴巴里说出来 萧涵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反正去古城的传送阵 也要三个小时之后才开启 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 再去占据一个隐藏副本的据点 我同意 丁玩家 金宇阁 宋都请求和你进行交易 同意 金宇阁 宋都 隐藏任务宝箱 萧天策 吴 双方是否同意交易 交易 丁 恭喜你 交易成功 丁玩家 金宇阁 宋都要求您加入组队 是否同意 同意 目前 你已成为小队队长 萧涵没有理会 直接开启了刚才宋都送给自己的隐藏任务宝箱 开启隐藏任务 前往法王的高塔 找到遗世的法王宝典 将它交给NPC孟友斯 当前任务状态 共享 果然是隐藏任务 真是太爽了 有了这任务 自己就又可以开启一个隐藏副本的据点占据了 美滋滋的 天策大神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前往法王的高塔吧 萧涵点头 于是 在宋都的带领下 他们在今夜商会当中 乘坐着非洲前往了法王的高塔 虚余之后 在这个法王高塔的副本之外 还有两名玩家 早早地就来到了这里 他们头顶带着一个金语格的字样 宋都 他们是谁 萧涵诧异地问道 天策大神 这位是我们的会长黄石 隐藏任务宝箱就是他获得的 然后 这位是我们金语格的最强战将白熊 后续在副本当中 他会配合您做一点输出 宋都对着萧涵解释道 丁玩家 金语格 黄石 请求加入组队 丁玩家 金语格 白熊 请求加入组队 同意 萧涵也没有犹豫 毕竟这个隐藏任务的获得 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那就算带着他们一起吧 反正自己的主要目的是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我们走吧 萧涵作为队长 带着金语格三人 直接进入到了法王的高塔当中 警告 警告 你们已进入危险地带 请尽快离开 请尽快离开 系统声已过 一只浑身踪矛的大狗 突然直接跳了出来 高塔看门狗 攻击力710 防御力312 技能 只死之眼 狂暴 力找攻击 介绍 法王利亚拓为了看守自己的高塔 专门制作出来的生物 他们实力强劲 能够轻易粉碎掉一切 卧槽 四人组队的副本 野怪等级 直接就达到了27级 会长 这可不是你给我的消息 白熊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 开始狂叫起来 难度确实提升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 准备战斗吧 黄石咒没到 白熊 你快嗑药吧 这只看门狗 我可以拦住他片刻 宋都掏出长剑 对着白熊喊道 真不该来这么多人 当初我说 就我和宋都来就可以了 现在好了 副本直接四人组队 野怪的等级 直接达到了27级 要是死了 可就亏大了 白熊言语所指 全部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大家都在出手 凭什么这家伙在这里站着 萧涵也不是傻子 此番白熊的言外之意 他听得明明白白 但是 他并不想理会 区区一只高塔看门狗 自己还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而且 当着金语格的面 他更没有必要 召唤出天恩神女 出来吧 木狼人 主人 杀掉他 好的 一声落下 木狼人 直接消失在原地 随着一道黑影闪过 血红色的伤害树脂 也从这只高塔看门狗的身上 飘落了下来 伤害 7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野怪 高塔看门狗 获得经验值23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300点 拥有三件套的木狼人 实力大增 想要击杀这种野怪 完全就是轻轻松松的事 走吧 既然收拔成奖励 那我自然不会让你们出手 跟在我后面就好了 萧涵直直地看着白熊 他的眼神好像是在说 废物就不要狗叫 白熊被吓得万棱万棱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去哪里 这可是27级的野怪的呀 就这样被秒杀了 会长 这这这 这就是天侧大神的实力吗 这也太强了吧 27级的野怪 直接一招秒杀 之前 我也只是听说 萧天侧的实力很强 即便是 他用召唤生物秒 调天翼绝情失诚 我都没有太意外 但是 但是现在看来 他是真的很强 我们快走吧 别拖了天侧大神的后腿 宋都和黄石 紧紧地跟在萧涵的身后 只有白熊在嘴里念叨着 你牛逼 我是废物 一路上 他们又遇见了 好几只高塔看门狗 但是在木狼人的面前 他们的实力 根本就不值一提 通通是被木狼人 给全部带走 又是几分钟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高塔面前 这里就是法王的高塔了 只要拿到遗失的法王宝典 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们进去吧 萧涵道 等等天色勇士 我建议等我先上去看看 这个高塔周围 实在是太安静 我总感觉有埋伏 宋都观察了一下 沉生道 萧涵想一想 确实是这样 随着副本等级越来越高 野怪的智慧也在逐步上升 要说这里可能存在埋伏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埋伏是肯定不能 让一个召唤师上去试探吧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一个肉炖上去 耸祸 看着萧涵唯唯诺诺的样子 白熊站出来调侃道 不过是一个副本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埋伏呢 就他们这点智商 连狗都比他们强 还埋伏呢 白熊一脸比一地看着萧涵 可话刚刚说完 刷的一下 十几只高塔看门狗 赫然出现在了白熊的眼前 卧槽 会长有埋伏 白熊脸色大变 周围十几只看门狗 将他们全部包围了起来 果然没错 真的有埋伏 完蛋了 现在直接出现了十几只看门狗 有点棘手了 天策大神有办法解决吗 别问了 会长 就算是他也没有办法的 他能杀一只 难道还能杀一群吗 会长 准备拼命吧 白熊掏出自己的长枪 弯下腰来 犹如一匹猛虎 随时准备冲出去 这一次 一共十几只看门狗 就算他削天策再怎么强 也绝对不可能一次性 解决这么多野怪 而且 在这种包夹的情况下 召唤师的处境是最尴尬的 到时候 堂堂天策大神 只有哭着求自己去救他的时候 光是想想 白熊的心里就一阵发爽 不过在这之前 白熊选择先科技瓶药 攻击力加成100点 持续时间30秒 防御力加成50点 持续时间30秒 攻击提升1 持续时间30秒 忽然间 这些高塔看门狗全部冲了过来 他们的速度极快 也就是三两步的功夫 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 力找攻击 看门狗扑上来 白熊健壮 提起长枪便是一技生龙 可是下一秒 砰砰砰 随着几声炸裂 这十几只看门狗 全部变成了一堆淡蓝色的光点 伤害 7W 伤害 7W 伤害 7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野怪 高塔看门狗 获得经验值23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300点 玩家 萧天策等级提升到LV22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想不到这么快就又提升一击 真是太好了 萧涵心里一阵暗爽 随即便直接踏入了高塔之中 宋都和黄石紧随其后 白熊 你就别当小丑了 这里有天策大神就够了 你只需要跑图就行 我们都知道你想表现一下 但是白熊真没必要 你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最强战将 快跟上吧 随着宋都和黄石都进入了高塔 只留下白熊一人 白熊愣在原地 喂喂喂 不是吧 大家好歹是一个工会的人 没有必要这么数落吧 你清高 你们都清高 只有自己是他们个小丑 行了吧 虽然想是这样想 白熊依旧是一脸猛逼 这萧天策能秒一只野怪也就算了 他娘的 十几只野怪也能秒 开什么玩笑 难道自己堂堂猎人枪斗士 比输出还不如一个召唤师 这么废物的吗 回过神来 白熊进入到了高塔之中 人呢 这些人呢 宋都 会长 你们人在哪 法王高塔之内 竟然空无一人 难道大家不是进的同一个高塔吗 白熊试图在这里呼叫会长 但是此刻 声音竟然从他的头顶 几十米的地方传来 白熊 你还在第一层干什么 快上来 我们都到了第二十层了 宋都站在法王高塔第二十层的平台之上 对着还在第一层的白熊大声喊道 白熊人傻了 彻底傻了 自己就在高塔外面多站了那么几秒钟 结果等他进来的时候 萧涵就已经带着宋都和黄石冲到了二十层去了 这他们的实力也太强了吧 白熊晃了晃脑袋 不行不行 还是先跟上去再说 他刚准备前往第二层 结果一道系统屏障突然将他地挡在了第一层 兵法王的高塔第一层 狂暴的野猪复活成功 只有击杀狂暴的野猪才能前往第二层 白熊一看 心里一凉 乖乖的 二十八级的狂暴野猪 生命值多也就算了 凭什么野猪也能够有连续位移的技能啊 刷刷刷 狂暴的野猪在来回几个闪身之后 直接出现在白熊的面前 一顿乱拱 几秒钟之后 纵然是白熊也顶不住伤害 直接被送离了隐藏副本 丁玩家 金宇哥 白熊 被狂暴的野猪拱死 等级降低一级 离开隐藏副本 法王的高塔 白熊这个蠢逼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天侧大神 我们不用管他 连跑徒都不会的家伙 留着也没有用 我们走吧 肖寒本来就没有多管 如果不是给金宇哥面子 自己早就将白熊给踢出阻队了 不过 现在死了也好 免得拖后腿 我们走吧 最后一层 法王 利亚拓的居室 法王 利亚拓的居室 在这里只有一口棺材 一口被铁锁锁住的棺材 你已进入利亚拓的居室 法王终将无法容忍 踏足者皆死 透明面板之上 血淋淋的几个大字忽然浮现 旁边宋都和皇室 互相对视一眼 随即便把目光 放在了前方的那口棺材之上 碰 棺材左上角的铁链 瞬间被冲断 要出来了 浩强的压迫感 这股死亡的气息 会长 不好 你快看你的个人属性 是不是魔法防御 宋都和皇室站在旁边瑟瑟发抖 他们自认 如果是自己 来完成这个隐藏任务的话 他们势必会被眼前的 这个法王给干碎 就这压迫感 都快要让他们没办法呼吸了 砰砰砰 这时候 棺材其余三个角的铁链 也同时崩碎 一瞬间 一股浓郁的紫色雾气 从棺材中涌出 直接铺满了整个大平层 萧涵也发现 自己的魔法防御力 正在不断地下降 但是无所谓了 亲爱的冒险家们 很高兴你们能够勇敢地来到这里 生灵之力将成为滋养我的源泉 我会杀掉你们的 哄 棺材当中 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女人 突然坐了起来 法王 利亚拓 等级 LV30 生命值 12W 攻击力 970 防御力 432 技能 琐血 黑魔法 静咒 黑魔法 龙臂 黑魔法 元素炸链 介绍 曾经主成中最为强大的魔法师 但是后来因为被黑暗之力请示 主成选择将他赶出去 直到最后 利亚拓凭借自己力量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 他的实力很强 看着透明面板 宋都双眸一睁 30级Boss 12W的生命值 完蛋了 会长快走 宋都怒吼一声 转身带着会长 就准备离开这里 太强了 这种压迫感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 还是太年轻 自己18级的等级 就妄想挑战27级的隐藏副本 简直是不知好歹 但是此刻 萧涵身边木狼人 直接冲了出去 按杀 一个幽灵般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法王 利亚拓的身后 刷 利爪划过利亚拓的后背 三条深深的血痕 赫然出现 伤害 11.9W 法王 利亚拓进入锁写状态 持续时间五秒 看到这一幕 萧涵倒是略微一惊 凭借木狼人的实力 绝对是可以做到一招 秒杀法王 利亚拓的 但是令自己没有想到的是 法王 利亚拓居然直接开了一个锁写卦 不过也无事 区区五秒而已 啊 该死的活人 你竟敢这样对我 你完蛋了 黑色的血液从法王 利亚拓的后背流出 剧烈的疼痛让法王 利亚拓直接把目光投向了萧涵 黑魔法 龙臂 黑魔法 静咒 刹时间 整个房间被一股不见五指的黑给笼罩 同时还有无数的黑色触手 从地板下方冒出来 钉你一杯法王 利亚拓给禁锢住 持续时间两秒 小家伙 你能够第一个被我杀死 法王 利亚拓撕破黑暗 出现在萧涵的面前 嘴角露出白惨惨的笑容 黑魔法 法王 利亚拓欲将萧涵直接杀掉 木狼人 还不等法王 利亚拓释放出下一个技能 萧涵果断将木狼人换回到了身边 木狼人也不墨迹 再看到法王 利亚拓的那一刻 双眸胸光再次一闪 暗杀 杀 木狼人单脚撑地 整个身体猛地旋转360度 手掌宛若锋利的刀刃 在法王 利亚拓的脖子处划过 这一击是木狼人 在达到60级之后 刚刚学会的技能 斩杀效果 无视锁写状态 伤害 1 碰 叮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法王 利亚拓 获得经验值34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400点 获得道具 遗失的法王宝典 获得F 即召唤卡 黑暗女仆 激活隐藏剧据点 当前成功战据据点 28 获得隐藏据点奖励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3000W 爽 真是太爽了 又完成一个 隐藏副本的据点战据 光是隐藏据点 每日就可以获得 召唤生物经验值3000W 要是再加上 其他的经验值的话 每日就可以获得3740W 这难道不爽吗 你好 天侧勇士 没想到 能够通关法王高塔的人 居然是你 这时候 NPC孟友斯 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好啊 肖涵将遗失的法王宝典 交给了NPC孟友斯 谢谢你了 希望你有空的时候 来我家里坐坐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当然 简单交流两句之后 NPC孟友斯 带着遗失的法王宝典 就消失在了这个高塔之中 叮恭喜玩家 肖天策 击杀隐藏副本BOSS 利亚拓 队伍完成隐藏任务 获得经验值3W点 获得银币 20枚 天策大神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想不到法王 利亚拓在你面前 都顶不过两次攻击 你也太强了吧 宋多来到萧涵的面前 开始放起了彩虹屁 等等 宋多 我记得 刚才你跑得比谁都快吧 黄石对着宋多皱眉道 不不不 会长 我那是战术性后退 实则是以退为功 你就给我吹牛皮吧 BOSS一死 宋多说什么都有理 但是萧涵根本就不想理会 此次除去击杀法王 利亚拓 获得了大量的奖励之外 击杀看门狗 同样也获得了很多的道具家装备 于是乎 萧涵转手 就拿了一部分的装备 丢到了宋多的手中 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定 这些东西是你的 然后其他装备归我 当然 我们金语格说话算数 宋多旁边的黄石开口说道 但是天策大神 你拿那么多装备也没用 要不你 直接卖给我吧 萧涵笑了笑 不用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也不再强求 此次能够通关法王高塔 多谢了天策大神 如果有下次 希望我们还能再次合作 很快 三人便回到了黄雀城当中 丁玩家 萧涵来到了传送法镇通往了古城 即便有传送镇的帮助 也只能出现在了 距离古城十里之外的地方 还好萧涵有戈兵尼给他的地图 顺着地图一直走 就可以看见古城了 你好勇士 请问你找谁 古城的护卫士兵拦住萧涵问道 黄雀城戈兵尼 让我来找古城塔米 萧涵拿出戈兵尼给他的那封信 说道 原来是黄雀城的戈兵尼大人 请进 萧涵走进古城的大门 整个古城和黄雀城 虽然同为主城 但是差别依旧是相当的大 要想靠自己 再找到NPC戈兵尼口中的武器店 估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是先将任务给完成吧 萧涵点开任务指引 顺着地标一路前进 很快 他便来到了古城的任务打听 在这里 早就站满了玩家 我去 这人是谁啊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啊 这人也太帅了吧 不用想也知道 他肯定是从别的主城过来的 有一说一 这个人比我包养的小白脸还要帅 不行了 真顶不住 卧槽 你们快看这家伙的名字 萧天策 这不是那个战神吗 战神是策 而这人的名字是策 虽然差别一个字 但是我怀疑 这人可能是战神他弟弟 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他们的是天策勇士 今天上午论坛上 讨论的最多的那个人 这话一说出口 整个任务大厅反映了过来 就在今天早上 90图网游论坛之上 出现了一个置顶的帖子 惊呆世人 你敢相信有人徒手司工会 同时帖子下面 还有一段视频链接 卧槽 居然是那个平一己之力 直接灭掉天一工会的猛男 可千万别去惹这个家伙 他的实力可是非常强的 要是他升起气来 我们的下场 就是和那个天一 绝情世长一样的 萧涵刚一出现在这里 就迎来了所有古城玩家的注意 但是萧涵根本就没有理会 私下看了看之后 他在一处角落位置 找到了NPC塔米 黄雀城过来的天策勇士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听说你通关了瞭望之海 NPC塔米看着萧涵微笑道 不过是一个进去罢了 只要小心一点 古城的勇士们都可以通关的 萧涵回道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戈宾尼赞赏的人 我喜欢 NPC塔米满意地点头道 对了 塔米这封信交给你 戈宾尼让我给你的 萧涵将手中的信交给了塔米 塔米接过来看了看 丁恭喜你完成主线任务 获得经验值5000点 这个戈宾尼 居然这个时候 都还在关心自己的人 NPC塔米有些哭笑不得 天策勇士 看来戈宾尼对你的欣赏 已经超乎了 我的想象了呀 萧涵一脸不解 不知道NPC塔米 想要说些什么 信里说 此次你来到古城 是为了寻找武器店的山野之夫 山鬼是吗 NPC塔米笑道 萧涵心里一惊 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想不到戈宾尼 居然是借着任务的口号 让塔米帮助自己 找到能够打造装备的人 这个人情自己记下了 随即 萧涵冲着NPC塔米点头道 是的 看在戈宾尼如此气重你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 山鬼就在古城北面 最角落的位置 不过 他这个家伙可不好接近 但是他非常喜欢和别人打赌 其他的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祝你顺利 天策勇士 NPC塔米道 谢谢你 塔米 说完这话 萧涵便禁止地离开了任务大厅 有了塔米的指引 自己很快就来到了古城北面 在这里 的确是有一个武器店 但是坐在这门口的NPC山鬼 怎么看 也不像是一个能够打造装备的NPC啊 倒像是一个悠闲的老头 山鬼 萧涵试探性地打招呼道 要买装备吗 要买装备 自己进去挑 NPC山鬼眼睛都没有睁开 开口道 我想打造装备 萧涵直言道 打造装备 我不会打造装备 我只会卖装备 NPC山鬼悠哉悠哉地说道 那你这里有14套武士纪的装备吗 萧涵问道 武士纪的装备 小子你以为老子是神仙啊 鬼都打造不出来武士纪的装备 NPC山鬼猛地睁眼 对着萧涵呵斥道 而此刻 萧涵只是微微一笑 看来你会打造装备吗 我想打造14套武士纪的装备 不知道可以吗 萧涵笑道 NPC山鬼瞪了一眼萧涵 心想 操 这个家伙居然敢套路自己 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打不出 打不出 我现在没有心情打造装备 这么烦着呢 NPC山鬼摆了摆手 想要将萧涵驱离此处 并恭喜你触发支线任务 帮助山鬼解决烦恼 打造一件出几品青铜长剑一把 是否接受 萧涵一看 就在NPC山鬼身后的店铺之内 有一把被烧的火红的长剑 而这把长剑 只需要经过重锤敲击 就能够形成最后的品阶 但是敲击的力度和方法 决定着长剑最终能够达到什么阶级 这也是NPC山鬼发仇的原因 咦 这把长剑之上 为什么会有一个黄色的问号呢 萧涵忍不住点开看了看 丁耀想将武器练成为极品品阶 只需要使用2000斤距离 在剑身上敲打三次 就可以形成 好家伙 原来只需要2000斤距离 来进行敲打就可以了 这件事好办啊 早在新手村的时候 自己就获得了一张牛魔召唤卡 牛魔本身就是以力量为主 现在等级67级 随便一击下来 也有1500斤左右 山鬼 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这时候 萧涵心里顿时就来了兴趣 对着山鬼挑眉道 打赌 打什么赌 山鬼站起来 直勾勾地看着萧涵道 如果我要是能够 将这把武器品阶提升到极品 那么你就帮我打造 14套武士级的装备如何 山鬼看了看自己店铺内的那把长剑 再看了看萧涵瘦弱的身躯 那你如果没有打造出来怎么办 没有打造出来 我就给你收集一个月的材料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找什么 好成交 山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而此时 萧涵点开了牛魔的属性面板 召唤生物 牛魔 等级 LV67 当前力量 1520斤距离 先画500W经验值 给牛魔提升一下力量再说 刷刷刷 500W召唤生物经验值 从属性栏里扣除 牛魔的等级一下子就飙升到了LV95 力量更是直接达到了2300斤 完全足够了 出来吧 牛魔 主人 牛魔手持巨斧单膝 跪在萧涵的面前 萧涵点了点头 然后 转头看向了NPC山鬼 你这里 有锤子吗 打铁当然要用锤子 总不能用斧子吧 给你 这是我最好的一把锤子 你就用它吧 山鬼将靠在墙角的锤子 拿过来递给了牛魔 牛魔瞪大着眼睛 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斧子 又对比了一下地上的锤子 老牛这辈子都没有想到 自己能够用锤子打装备 牛魔 看见那把长剑了吗 你拿着锤子 给我用力砸 全力砸三次 牛魔虽然猛逼 但是既然主人开口 也只好拿着锤子 走上前去 对着长剑 就是一顿猛砸 碰 碰 碰 全力三连击 2300斤的距离 直接将长剑 打磨的通体发亮 成了 想不到真的成了 太好了 没想到真的打造出 青铜极品装备了 山鬼冲过去一把 将这把极品青铜装备 拿过来搂在怀里 眼眶中流露出了激动的泪水 天侧勇士 你是怎么做到的 山鬼看着萧寒 他也很好奇 这个对于打造装备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到底是怎么将 这件青铜装备 打造成极品装备的 要是知道 即便是自己 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眼前的这个家伙 居然一次性就做到了 山鬼 你可曾听闻 大力出奇迹 萧寒一本正经地 对着山鬼说道 大力出奇迹 那是什么 嗨嗨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打赌你输了 帮我打造装备吧 萧寒岔开了这个话题 打不出 我打不出五世纪的装备 你是不是玩不起 打赌输了 就要怨赌服输 很抱歉 天侧勇士 我非常高兴你帮我把青铜装备 提升到极品品界 我也很高兴 你能告诉我 大力出奇迹的方法 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 打造五世纪的装备 不过 我可以打造出三世纪的装备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可以帮你 萧寒一寻思 五世纪的材料 需要进入五世纪的副本 才能获得 而自己又没有主线任务 作为牵引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 而现在 自己只能进入三世纪的副本 也就是说 只能获得三世纪的材料 这么一想 萧寒觉得导也不错 如果三世纪的装备 能够有整套的话 那自己的召唤生物实力 也能够提升一倍左右 好 那就三世纪 不过 我要全套的极品装备 没问题 方法我都有 材料可能需要天侧勇士 自己去收集 另外 要想打造出极品装备的话 难度很大 青铜极品 我还可以考虑 但是三世纪的极品白银装备 难度是真的大 没关系 你只要相信大力 就可以出奇迹 行吧 那你先去把这些材料收集过来 萧寒点头 随即NPC山鬼 从裤兜里 拿了一张白纸出来 上面写了三十种打造装备 所需要的材料 这上面二十八种材料 自己基本上都见过 而且还都是在 十八二十纪的副本里面有的 只有两种材料 需要去特定的副本进行处理 于是乎 萧寒打算先收集这二十八种材料 他点开了黄雀城的聊天频道 玩家 萧天策发送道 兄弟们 你们看看 这二十八种材料你们有吗 如果有的话 我愿意用铜币进行交易 这消息刚一发送出去 聊天频道里面的玩家 就像是疯了一样 天哪 居然是天策大神出来说话了 好久不见啊 天策大神 大神的头像都这么帅气 我真是太爱了 你们都让开 天策大神是来办正事的 我看看 天策大神我这里有一百份金奉芝 你要吗 我这里也有一百份 萧寒继续发送道 要 越多越好 所有材料没有上限 数量比较大麻烦大家帮 我收集一下 我中金购买 虽然自己只有十四张召唤卡 但是哥布林王国召唤出来低哥布林 其实也是可以传戴装备的 这一点自己在之前就已经确认过了 所以现在的这些材料越多越好 最好能够直接准备一百多套 丁玩家 宋约约约请求和你进行交易 一千份金奉芝 是否交易 当然交易啊 萧寒转手就将两千铜币转给了 宋约约约 交易成功 恭喜你获得一千份金奉芝 兄弟们 天策大神没有骗我们 都是真的 我刚刚才和他交易了 一千份金奉芝 他给了我两千铜币 NPC才给我一千二百铜币 卧槽 怒转八十现金 这不美滋滋的吗 不行了 我也要去 天策大神 我只有十份可以交易吗 萧寒道 当然可以 大家只要有 都可以和我进行交易 而且 大家现在可以去收集 这些材料我全要 这话一出 黄雀城的玩家们 全部是冲向了副本当中 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刷冠 几分钟之后 一大片的一大片的交易信息 在萧寒的面前谈了出来 恭喜你 交易成功 获得金奉芝 九千份 铜币 一万八千 恭喜你 交易成功 获得铁胚 三千二百份 铜币 九千六百 恭喜你 交易成功 获得铁胚 六千八百份 铜币 两万零四百 萧寒 这些材料 麻烦大家帮我收集一下 重金购买 谢谢大家了 没问题 天策大神交给我们 有钱不赚 这是傻子 另外一边 金语格也同样是收到了 关于萧寒 在聊天频道里发送的消息 从现在开始召集 所有金语格的会员 任务全部暂停 帮助天策收集材料 黄石站在工会大厅之上 对着下方会员开口说道 快 给我安排下去 快快 好的 会长 好的 会长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 金语格直接占据了 一整个二十级的副本 专门为萧寒收集材料 只要野怪敢复活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击杀 但此时 萧寒早就已经关掉了 聊天频道的界面 他来到古城的任务大厅 现在二十八种材料 都有自己 黄雀城的兄弟帮忙收集 但是还要两种材料 需要自己 去三十级的副本看看 你好他们 你知道古城当中 哪有传送阵吗 我现在要回一趟黄雀城 萧寒问道 天策勇士 这就要回去了 山鬼的事情解决了 萧寒点了点头 我得回去 收集一点材料 可能过段时间 会再来一次 也好 这个令牌你拿着 到时候你来的时候 你能够随时进入古城 定恭喜你 获得道具 古城通行令牌一掌 谢谢你 他们 没事 天策勇士 你过来吧 现在我送你 回到黄雀城 黄雀城 任务大厅 萧寒从古城回到了这里 怎么样啊 天策勇士 去古城还顺利吧 NPC哥兵迷对着萧寒 微笑道 挺顺利的 山鬼现在已经答应 帮我打造装备了 只是需要的材料 可能有点棘手 萧寒道 材料 什么材料 极品萤火雨 和极品折骨藤 这好办 这两种材料 都在荒芜之地集深 地狱中可以获得 如果天策勇士 想要去画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任务 那真是太好了 丁恭喜你 开启主线任务 前往荒芜之地 集深地狱 击杀荒芜之地boss 古刺苍黄蜂 是否领取主线任务 领取 内歌兵迷 我就先过去了 有时间再来和你聊 说完 萧寒便准备 离开任务大厅 可这时候 NPC戈宾尼 突然叫住了他 天策勇士 还有一个消息 我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你还记得 你上一次 带回来的那件道具吗 清灵的海号角 这不是用来唤醒 福爱斯用的吗 而且 上次戈宾尼还说 如果福爱斯 迟迟不能苏醒的话 那黄雀城会有危机吗 我当然记得 难道是福爱斯苏醒了吗 萧寒台没到 不 福爱斯只是有了苏醒的迹象 并不是完全苏醒 但是黄雀城的危机 确实是要来了 要不了多久 黄雀城就要变天了 戈宾尼眼神复杂 看着任务大厅之外的天空 是因为福爱斯的那个秘密吗 萧寒问道 是的 之前我一直在想 福爱斯的复活药剂配方哪来的 没想到 居然是来自于那本 被封锁的黑暗魔法书 现在 这本黑暗魔法书不见了 多年前 这本黑暗魔法书 就被黄雀城视为 最邪恶的魔法 所以才将它封锁 只是没有想到 时至今日 居然还有人记得 这本魔法书 而且 还是福爱斯 拿走了这本魔法书 戈宾尼的意思是 福爱斯拿走了魔法书 并且从上面 找到了复活药剂的配方 可以这样说 但是还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是以福爱斯的实力 他根本没有办法碰到魔法书 他又是通过什么方式 得到魔法书的 其二是 这是黑暗魔法书 要想学会上面的魔法 就必须掌控黑暗之力 但是 福爱斯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就凭戈宾尼对福爱斯的了解 这件事的背后 黄雀城将成为灾难之地 现在 自己只能祈求福爱斯 早点苏醒过来告诉自己 是谁拿走了黑暗魔法书 天侧勇士 这段时间 你抓紧提升实力吧 可能到时候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小涵点头 事已至此 他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果黑暗魔法书 真的是被其他人偷走的话 那戈宾尼说得对 不久之后 黄雀城真的会引来大灾难 看来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了 只有实力提升上来 才有活下去的资本 另外一边 在整个黄雀城百里以外的地方 黑鸭骷髅死地 一只骷髅亡灵 抱着一本 泛着黑紫色光芒的书籍 跑到了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面前 大人 这是你要的黑暗魔法书 怎么样啊 复活圣祭那家伙 制作出来了吗 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的法杖之上 伸出一根黑色的触手 将黑暗魔法书拿了过来 看样子是已经制作出来了 但是因为重疾之花的原因 他的妻子并没有复活成功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重疾之花 也并没有吞噬掉他妻子的尸体 所以我将他妻子的尸体 带回来了 随后 一团雾气 从骷髅亡灵的身后浮现出来 雾气之上 躺着一个尸体 这个尸体 正是弗艾斯的妻子伊灵 很好 是复活圣祭保护了他 只要吸收一次复活圣祭 他便可以彻底复活 大人应兵 不过这一次 我要让他成为我的人 大人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攻占黄雀城 不急 黑暗魔法书上面 还有一个亡灵召唤术 等我学会这个技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大举进攻 黄雀城了 到那时黑鸭 将为我收割生者的生命 为我建立更加庞大的亡灵军团 哈哈 想到这里 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便已经开始狂笑起来 传我令下去 给我大肆制作 复活圣祭 我要复活 我曾经的黑鸭大军 好的 大人 我这就去安排 一场战争 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 而远在荒芜之地的萧涵 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他现在 只能疯狂地提升实力 以及提高自己 召唤生物的等级 这时候 萧涵依旧来到 荒芜之地副本外的地方 丁请选择进入副本 一 荒芜之地 二 荒芜之地集深 地狱集 副本 荒芜之地集深 地狱集 是否确认 确认 随后萧涵 直接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请告 请告 当前副本难度过高 请玩家 尽快离开 尽快离开 如果死亡 伤害惩罚翻倍 如果通关奖励翻倍 想不到 得预计副本难度 死亡惩罚 居然这么高 死亡一次 等级直接降低两级 这也太狠了吧 但是相对的奖励 也会翻倍 果然是风险 和利益并存 不过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获得 极品萤火羽 和极品蛇骨疼 出来吧 天安神女 出来吧 召唤生物们 魔法能量 1400点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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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只召唤生物 赫然出现在了 萧涵的身边 天安神女手中 十字架一点 各种buff开始加持在这些 召唤生物的身上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野怪 突然从萧涵的脚下 冒了出来 苍皇蜂 等级 LV30 生命值 12W 攻击力 740 介绍 有12%的几率 爆出极品萤火羽 或极品蛇骨疼 苍皇蜂探出一个脑袋出来 眨了眨眼睛 呆呆地看着萧涵 他的本能在告诉他 现在应该攻击萧涵 可是周围十几个大佬 将自己死死盯住 他倒是想攻击呀 但是这种 能够杀死人的眼睛 让他明白 只要自己动一下 就会瞬间死亡 各位 碰 苍皇蜂话 都还没有说完 天恩神女 一脚直接踩下 伤害 12W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成功击杀 也怪苍皇蜂 获得经验值 24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400点 获得材料 极品萤火羽一份 天恩神女 刚才他说什么 萧涵问道 说话了吗 没有说话吧 主人 天恩神女回道 好吧 或许是我欢听了 萧涵也没有在管 反正也只是一只 小野怪而已 不过令自己 没想到的是 第一只野怪 就能够爆出 极品萤火羽 看来这个材料 也不是特别难获得吗 而且从刚才的 野怪面板看来 萤火羽和折骨藤 都能够从野怪的身上 爆出来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从现在开始 只要在荒芜之地 副本内 看到任何一只野怪 就全力击杀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收到命令之后 好几只召唤生物 全部是骑刷刷地冲了出去 只有天恩神女 黑暗女仆 跟在自己的身边 走吧 我们去找副本BOSS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 击杀苍皇蜂 获得经验值24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400点 获得材料 极品萤火羽一份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 击杀苍皇蜂 获得经验值 获得材料 极品萤火羽一份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击杀野怪的系统提示音 就已经在肖寒的耳边传响 而且还全部都是95级的 牛魔击杀的野怪 这也正常 毕竟这可是95级的牛魔 它在这个地狱级的副本之内 就是宛若战神一般的存在 2300斤的距离 根本没有任何一只野怪 能够硬抗这一步伤害 恭喜你 获得了四份极品萤火羽 美滋滋的 稍微欣喜之后 其他几只召唤生物那边 也相继传来了通报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蛇妖王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曼莎四 提示 你的背包空间即将不足 请尽快清理 肖寒眉头一皱 除去获得的 28份极品萤火羽 以及19份极品蛇骨藤之外 全部都是30级的散装装备 既然是散装 想来如果将它们 装在召唤生物的身上 效果必定不大 自己现在要的是 成套装的极品装备 至于这些装备吗 全部丢到拍卖行 上架出售 玩家 肖天侧 上架56件 LV30白银一阶装备 售价2B6件 我去 老哥 拍卖行上都开始出现了 30级的装备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刚刚还在选一件 20级的装备 结果他娘的 突然间刷新这里 全部都变成了 天侧大神出售的装备 天侧大神也才只有22级 结果他就已经开始 出售30级的装备了 就他们的离谱 我怀疑 这B是把拍卖行 当自己的背包用了 听恭喜你 等级提升到LV23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听恭喜你 等级提升到LV24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获得极品营火雨 54份 获得极品折骨藤 61份 又是几分钟过去 肖寒的召唤生物们 已击杀了副本野怪 近百只之多 等级瞬间连升两极 除了这两个材料之外 其他各种装备还有道具 肖寒依旧是将它们 全部丢到了拍卖行上 以至于现在拍卖行的装备 和道具疯狂增加 一时间 就光是它一个人出售的 都已经有100件之多 卧槽 玩什么呢 我就想问天策大神 现在在哪 不不不 你应该问的是 天策大神的实力 刚才还是22级 结果现在直接接连提升2级 这也太恐怖了吧 现在拍卖行上 光是30级的装备 都有一百多件 就问你离谱不 天策大神 你快出来 我现在手里有一万粉 你需要的金粉材料 我想和你交易 玩家们此刻的感觉 完全不是在拍卖行上 买装备 倒像是在肖寒家里 来挑装备 就他们的离谱 但此时 处于副本当中的肖寒 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 他也没有心思 去看聊天频道里面的消息 他现在只是在寻找 副本BOSS的路上 越走越远 虽然耳边时不时的 也会传来自己的召唤生物 击杀野怪的声音 可问题是 自己现在已经将 整个荒芜之地都找遍了 连BOSS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算了 既然找不到的话 那就多刷一会吧 反正极品材料多收集一点 总是好的 于是 肖寒也不客气 直接对着自己的召唤生物下令 屠杀所有副本当中的野怪 如果还没有刷新的 那就等着刷新 然后再击杀 我还就不相信了 这BOSS难道不出来了 肖寒干脆直接坐在了地上 同时 还有一排又一排的文字 从肖寒头顶不断浮现出来 击杀野怪加一 经验值加2100点 召唤生物经验值加2100点 击杀野怪加一 经验值加2100点 召唤生物经验值加2100点 击杀野怪加一 经验值加2100点 召唤生物经验值加2100点 另外一边 地狱级BOSS 古刺苍黄蜂 躲在副本边界上瑟瑟发抖 老大 这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已经将我们的人全部杀死了 难道我们不去报仇吗 这时候 一只苍黄蜂十分愤怒地 看着古刺苍黄蜂 咬牙切齿地说道 报仇 你还想报仇 这他们的是个杀神啊 你去打听一下 隔壁的那只鲨鱼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被一阵风扇死的 而且连一万多米深的海水 都被扇到天上去了 这种伤害 你以为你能顶得了吗 BOSS 古刺苍黄蜂毫不夸张地说道 顶得住 你顶不了 我顶得了 那你自己去吧 别暴露我 BOSS 古刺苍黄蜂彻底无语了 苍黄蜂想去送死 他可不想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 在这里平安度过此劫 随后 只见这只苍黄蜂 挥舞翅膀离开了这里 可还没有走出十米开外 一个穿着银白长裙的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天鹰女皇 强大的实力压迫扑面来 本来苍黄蜂还想着 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报仇血恨 可当他看见天鹰女皇的时候 他放弃了 什么报仇 全是扯淡 他现在只想活下去 我不是BOSS 古刺苍黄蜂 他才是 苍黄蜂赶忙让出一条路 伸出小爪 指着身后的古刺苍黄蜂 大声说道 听到这话 BOSS 不要暴露我吗 怎么出而发二啊 狗东西 背叛我也就算了 居然还当着面背叛我 你就是BOSS 天鹰女皇走上前来 开口说道 不不不 我不是 古刺苍黄蜂摇了摇头 低声道 他就是 就是他 他身上有古刺 有古刺的就是BOSS 苍黄蜂解释道 古刺苍黄蜂 此刻的古刺苍黄蜂 真的是谢谢苍黄蜂全家 谢谢你给别人解释 为什么自己叫古刺苍黄蜂 早知道 自己就应该杀了这只苍黄蜂的 他知道的太多了 你们还是一起死吧 天鹰女皇也不再犹豫 手掌伸出 一瞬间 直接打在了 古刺苍黄蜂的后背之上 同时一个顺身 又出现在了苍黄蜂的面前 又是一掌 碰 碰 灰烬爆炸 两枚银色印记 赫然出现在了 古刺苍黄蜂和苍黄蜂的身上 引爆 碰 炸裂之声 在整个荒芜之地上 赫然响起 伤害 20W 伤害 12.4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45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500点 获得材料 极品萤火雨10份 获得极品蛇骨藤10份 恭喜你 获得一级召唤卡 折翼飞虫 恭喜你 完成主线任务 获得经验值4W 恭喜你成功占据据点 3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0W 当前极品萤火雨64份 极品褶骨藤71份 爽 真是太爽了 这一波地狱级副本血传 等级提升不说 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也提升到了4440W 美滋滋的 而且就连极品材料也收获了不少 应该也差不多够了 叮咚宿主 一级召唤卡 折翼飞虫可以进行优化 是否现在进行优化 这时候 金手指的声音又冒了出来 优化呀 肯定优化呀 叮咚 恭喜宿主 优化成功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六亿痴天使 六亿痴天使 品阶 A级极品 等级 LV1 实力 极佳 职业 牧师 生命值 1350 攻击力 120 召唤冷却 一分钟 存在时间 无上限 消耗魔法能量 100点 据点 荒芜之地 组成据点 痴天使 参见主人 六亿天使 穿着一身简单的乃银铠甲 手持神圣权杖 立于半空之中 那一双宛弱冰雪般的双肩 看得消寒不由自主地 用手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原来这就是天使 虽然很美 但是好像 哪有点不对劲 消寒又上下打量了一番 明明是A级召唤生物 为什么是D呢 主人 你流血了 赤天使来到消寒的面前 用纤细的手指 在消寒的嘴唇上滑过 那温柔的感觉 那血液流淌的温度 主人 你鼻血喷出来了 随后 天然神女 挥舞手中的十字架 生命值加1000点 生命值加1000点 我们走 回过神来 萧涵也没有再选择留在这里 直接就离开了副本 所谓红颜祸水呀 乱我道歇 离开副本之后 萧涵的私信消息 就已经达到了999家的地步 没想到 我就去刷了一下副本 消息就已经这么多 而且 基本上还全部都是 来找我交易材料的 你这不是金语格吗 他们也在帮我收集装备吗 点开看看 金语格 宋都 天策大神 我这里有你需要的材料 各一万份 您需要吗 五分钟之前 这金语格的速度 还挺快的 这么快的时间里 就已经帮自己 把每一份材料 都收集了一万份 不错不错 就他们吧 毕竟之前也和他们合作过 人品还是在线 至少来说不会坑自己 宋都 你在吗 你这些材料我全要 多少钱 萧涵给宋都 发送了一条私信消息 下一秒 宋都那边就又回了过来 天策大神 我们金语格大概算了算 这些材料的价钱 差不多有67W同币 你们算的是市场价吧 是的 不用 就按我的规矩来 我说了 会用重金进行购买 就绝对不会反悔 我出68W收了怎么样 金语格那边 宋都在看到 萧涵发送过来的消息之后 直接就愣住了 什么情况 宋都 天策大神说什么 黄石焦急地看着宋都 问道 会长 天策大神说 让我们不要按照市场价 卖给他 他要重金收购 宋都道 哈哈 想不到天策大神这么有意思 你就告诉他 我们想和他交个朋友 这价格 可以相对便宜一点卖给他 可是会长 现在这个价格 已经不能再降了 加上会员 集体出征副本 收集材料的费用 我们已经是在亏钱出售了 宋都大概算了一下 这个价格 只有卖到80W 他们才能够回本 本来如果按照 萧涵之前 双倍的钱来收购的话 他们是稳赚的 就算打折也不亏 那天策大神 现在给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黄石对着宋都开口问道 他给我们的价格 是68W同币 什么 68W同币 这家伙不是说重金收购吗 结果 现在就多出来一W同币 这不是 再扯淡吗 黄石听到这话人都傻了 那会长 卖当然要卖 就当然交个朋友了 操 这波血亏将近一W现金 黄石很声道 宋都这边 过了好几分钟之后 才给萧涵回复道 天策大神 我们金宇格决定和您交个朋友 就68W同币卖给你 那好 现在就交易吧 丁玩家 萧天策 请求和你进行交易 是否接受 接受 金宇格 宋都 28种材料各1万份 萧天策 同币68W 双方是否同意交易 同意 交易成功 这下爽了 30种材料 全部收集成功 接下来就是完成 装备制作了 这么一想 萧涵也不犹豫 果断朝着 今夜商会走去 通过传送阵 萧涵又来到了古城 这次拥有古城通行证的萧涵 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这里的护卫 根本就不敢阻拦他分后 山鬼 我回来了 萧涵将所有材料 全部丢到了山鬼的面前 山鬼睁眼一看 沃尔他哥 这材料堆起来 直接把武器店的大门 都给堵上了 这他们就像是一座小山一样 萧天策 这是你得到的材料 山鬼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天策 是啊 难不成我是去偷的 极品萤火羽 和极品蛇骨藤呢 滑的一下 萧涵将64份极品萤火羽 和71份极品蛇骨藤 丢到了山鬼的面前 哇 就这些了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去搞点回来 这一刻 山鬼惊呆了 这这这这 这也是你搞回来的 那不然呢 山鬼嘴巴打了几个哆嗦 眼神骇然 其余28种材料就不说了 但是余下这两种极品材料 是什么东西 他山鬼 比谁都清楚 特别是这个萤火羽 要想获得这东西 难度极高 当年他为了 拿到这份材料 差点死在外面 而前不久 他才将自己唯一一份 极品萤火羽材料 用到了青铜常见上面 不然之前 他也不会犹豫了三个月 没有回锤啊 结果现在呢 他只是让萧涵去拿到一份就好了 结果他哪知道 这家伙直接去搞了60多份回来 还说什么够不够 不够再去捣点 合计着这东西 和路边的野花一样 说搞就搞啊 NPC山鬼 彻底是被吓傻了 喂 现在能打造装备吗 山鬼 打 现在就打 但是我得先跟你说好 就这些材料 我最多只能打造出 白银一阶装备 白银一阶就白银一阶吧 不过我得说好 得成套的 而且还得是极品装备 我尽量 什么时候可以拿货 如果同时制作的话 可能得几个小时之后去了 那好 几个小时之后 我来取货 确定好时间之后 萧涵转身就离开了武器店 再回到黄雀城的路上 萧涵遇见了 从任务大厅里走出来的 NPC塔米 塔米 塔米 你这是去哪呢 萧涵对着塔米一个劲地呼喊 但是塔米 好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 形色冲冲 不会是想不开吧 于是自己便跟了上去 在距离武器店 没多远的一个胡同里面 萧涵看见塔米正在喝 好吧 萧涵并不打算打扰他们 终究是自己担心过度了 于是 萧涵也只能离开古城 回到了黄雀城当中 兄弟们 有谁知道 NPC戈彬尼去哪了吗 我也在找戈彬尼呢 现在都没有任务了 我现在只能光靠刷怪来提升等级 但是这个速度太慢了 我之前还看见戈彬尼了 但是之后就没有看见他了 真是奇怪 此刻 黄雀城的任务大厅当中 NPC戈彬尼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 这一瞬间 萧涵的心里突然想起 几个小时前戈彬尼说的话 福爱斯苏醒 黄雀城变天 那个秘密也将公主于世了吗 萧涵一步朝着福爱斯的住处跑去 没人 福爱斯不在家 就连戈彬尼和蓝亭也都不在这里 忽然 一股不好的预感 从萧天策心底涌现出来 不会出事了吧 丁触发紧急任务 营救NPC戈彬尼和NPC蓝亭 获得经验值10W6 该任务强制领取 卧槽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还真出事了 要不要这么及时啊 而且这个任务 约然直接将奖励的经验值 提升到了10W 可想而知 任务的难度 比以往所有主线任务都还要难 最关键的是 紧急任务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任务之一 也就是说 就算萧涵能够营救哥冰尼和蓝亭 那前提也是 自己得先知道他们在哪吧 勇士 诺诺米想找你帮帮忙 你帮帮我可以吗 就在这个时候 NPC诺诺米跑到了萧涵的身边 拉了拉萧涵的一脚低声道 我现在正忙着呢 诺诺米乖 等这件事忙完了 再去找你可以吗 萧涵摸了摸NPC诺诺米的脑袋 可是勇士 蓝亭姐姐出事了 我想让你去救他 萧涵一听 震惊了 自己也是才知道 哥冰尼和蓝亭出事了的 这个小家伙 是怎么知道的 正当自己感到不解的时候 诺诺米从怀里 拿出了一个水晶球 勇士 之前蓝亭姐姐告诉我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在水晶球里 看见他的身影 那就说明 姐姐有危险了 勇士你看 蓝亭姐姐和哥冰尼哥哥 现在正被困在一棵树上呢 你能去救救他们吗 哦对了 勇士 我爷爷告诉我 他们好像被困在 猎空窟林当中 诺诺米对着萧涵说道 好家伙 自己正愁不知道 哥冰尼和蓝亭在哪呢 没想到诺诺米 居然给自己提供了 这么重要的消息 既然知道副本的话 那么营救任务 就变得简单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诺诺米 你先回去吧 我一定带着蓝亭 和哥冰尼 回来找你 萧涵道 谢谢你了 勇士 说完这话 NPC诺诺米 窟林前进 副本 猎空窟林 此时 NPC哥冰尼和NPC蓝亭 正被绑在两棵大树之上 至于福爱斯 则是像个死人一样 躺在地上 哥冰尼 你说你非要去探究 这家伙的秘密 你这是为什么呢 你就让这个秘密 永远成为秘密不好吗 骷髅王灵手拿大刀 在哥冰尼的脸上 拍打了两下 真是没有想到 拿走黑暗魔法书的人 居然是你们 本来哥冰尼 还在期望福爱斯 能够早点醒过来 告诉自己 是谁拿走了黑暗魔法书 但是 现在看来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自己已经知道了 而且 也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人 已经学会了上面的禁术 现在黄雀城 面临灾难 也只是时间问题 倒是福爱斯 哥冰尼更希望 他也不要醒过来 不然他又得继续沉浸在 失去妻子的悲伤当中 是我没有怎么样 如果不是这家伙 想要复活自己的妻子 我们也不会有机会 说到底我们也得谢谢他 哈哈 这一次 我一定让你们好好看看 黄雀城的结局 大人的亡灵大军 黄雀城所有人 都将成为大人的亡灵大军的一部分 骷髅王灵忍不住大笑起来 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难道只能等死吗 NPC蓝亭问道 不一定 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NPC哥兵迷坚定地说道 哥 你不会还以为 萧天策那个家伙 真的能够找到我们吧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我或许不相信 但是 是他的话 一定可以 这话刚刚说完 在副本裂空 骷灵的最外围 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 怎么回事 骷髅王灵狠狠地吼道 不好了 有人冲进来了 好像是一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另外一只骷髅王灵跑过来 恭敬地说道 听到这话 哥兵迷和蓝亭同时一惊 不会吧 这家伙真的来了 又来一个送死的 让兄弟们 去杀掉他 骷髅王灵很声道 可是这人的实力太强 我们几百人在他面前 就如同一张纸一样 你们是废物吗 人不够 不会叫人吗 好的 老大 萧涵这边 在进入裂空骷灵副本之后 他直接将自己的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命令他们屠杀这里所有的野怪 轰轰轰 一时间 各种技能在空中飞舞 伤害1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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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潮汐之灵 击杀骷髅王灵 获得经验值1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国王 击杀踏岩狙 获得经验值2200点 两种野怪 为什么骷髅王灵 会出现在踏岩狙的地盘上 按照道理来说 一个副本就一种类型的野怪 根本不可能会有两种野怪 共同存在于一个副本的可能 而现在副本 猎空枯林的地盘上 骷髅王灵和踏岩狙 居然同时出现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两者似乎并没有发生冲突 难不成 其中一种野怪 已经被另外一种野怪控制了吗 这个想法 刚刚在萧涵的脑海中闪过 下一秒 刚刚死去的野怪 踏岩狙 竟然奇怪地站了起来 主人小心 这些东西死了之后 还能够复活 不 这不是复活 这是亡灵召唤 死掉之后 能够召唤出他的灵魂继续战斗 好恶心的手段 萧涵身边几只召唤生物 竟然开始分析起来 不过萧涵差不多已经能够确定 是骷髅王灵控制了踏岩狙 看来此次戈宾尼所说的黑暗魔法书 多半和骷髅王灵脱不了干系 杀吧 就这样杀上去 我要去见戈宾尼 萧涵淡淡地开口说道 随后 牛魔直接跳了出来 掘起自己手中的巨斧 对着前方就是开杂 山崩地炼 轰轰轰 一排排像地刺一样的东西 从土地下方直接冒了出来 几十只踏岩狙 在接触到地刺的瞬间 直接就死了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成功击杀踏岩狙亡灵 获得经验值1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成功击杀踏岩狙亡灵 获得经验值100点 主人 我们走 牛魔从众多亡灵中 撕开一道通道 带着所有人朝着前方冲去 但是即便是这样 这些亡灵依旧是不断地复活 好像根本就杀不完一样 天鹰女皇 木狼人 寒霜之剑 你们在这里拦住他们 其他人跟我走 这些亡灵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想要拦住萧寒的脚步 萧寒也不是傻子 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不会选择和他们 在这里浪费时间 想要击杀他们当然容易 但是自己的目的是为了 营救戈彬尼和兰亭两人 天恩圣女 一速加成 好的 主人 天恩神女手中十字架 在众人脚下一点 敏捷加成 一速加7W 刷的一下 萧寒一脚猛灯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再然后就已经出现在了山顶 天侧勇士 远处戈彬尼的呼声 突然传到了萧寒的耳朵里 萧寒猛地抬头 看着前方被绑在树上的 戈彬尼和兰亭 自己才渐渐放下心来 荆棘之花 帮助他们解开束缚 荆棘之花 通过对树木的控制 轻易地就解开了 困住戈彬尼和兰亭的枝条 你们没事吧 萧寒关心道 事倒是没有 只是现在黑暗魔法书 已经被死亡法师给拿走了 现在黄雀城 戈彬尼正准备将死亡法师的事 告诉萧寒 可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优火攻击忽然袭来 哥 小心 兰亭一把推开戈彬尼 而这道优火攻击 静止地朝着兰亭落下 这时候 天恩神女站出来 手臂轻轻一挥 直接将这道优火给拍灭了 看到这一幕 戈彬尼和兰亭两人的瞳孔猛的一缩 这可是幽火攻击 能够直接灼烧灵魂的存在 就这样一拍就灭掉 戈彬尼尼尚且有些震惊 更别说兰亭了 看到这一幕 他就像是见鬼了一样 他只是听戈彬尼说过 天侧勇士的实力很强 没想到居然这么离谱 但回过神来 拍灭幽火有什么用 击杀不了亡灵他们一样 离不开这裂空窟灵 这时候 骷髅亡灵的声音突然响起 戈彬尼 你这就要走了吗 难道不想留下来看看 黄雀城的结局吗 骷髅亡灵手持大刀站出来 直勾勾地看着戈彬尼 结局 你们想要的结局不会出现 死亡法师也不会得逞 是吗 如果将那个家伙复活过来呢 你觉得 你们黄雀城能够坚持得住几时 骷髅亡灵的嘴角 勾勒出一抹邪恶的笑容 不会吧 难道死亡法师真的找到了 那个家伙的尸体 戈彬尼忍不住 倒抽了一口凉气 十年前 黄雀城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危机 灭城之战 巨大的远古生物 凭空出现距离黄雀城十里的地方 这个家伙每一个动作 能够对黄雀城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特别是他无敌的反甲伤害 更是让黄雀城所有人陷入到了绝望 而最后 也是依靠一个神秘的法师 用了十天十夜才将他彻底击杀 而这一次伤害 对于黄雀城来说是永久性的 天呐 如果死亡法师真的用禁术 重新复活远古生物的话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走 快回黄雀城 戈兵尼已经来不及在理会眼前的这个亡灵生物了 他带着萧寒就准备离开这里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你以为你来到这里 你还有机会离开吗 戈兵尼 你以为你是谁啊 骷髅亡灵甩了甩手中的大刀 很利的刀 戈兵尼皱起眉头 要是现在被骷髅亡灵耽误太多时间的话 黄雀城就将随时面临灭城的危机 天侧勇士 拜托你了 戈兵尼转头看向了萧寒 此时 他只能希望萧寒能够击杀这只骷髅亡灵 但是 这家伙的实力之强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拍灭忧伙这么简单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放心吧 戈兵尼 交给我 萧寒走上前去 身后十几只召唤生物跟随其后 小子 我承认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我可保你不死 以后黄雀城的主人也可以让你来当 如何 骷髅亡灵将大刀扛在肩上 一脸悠闲地对着萧寒说道 谢谢 我的实力不需要你来承认 那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骷髅亡灵挥出大刀 刀尖直指萧寒 随后 在骷髅亡灵的身后 一只幽言踏师鸡走了出来 BOSS 幽言踏师鸡 等级 LV35 等级强行提升5级 状态 被赋予亡灵气息 生命值 19大八料 攻击力 1320 技能 灵魂灼烧 遭受了骷髅亡灵的侵蚀 导致现在人魔鬼样 但是它的实力 确实是太强了 想不到堂堂副本BOSS 现在居然沦为了 骷髅亡灵的操控之物 不过来得也真好 省得自己 再去寻找这个副本BOSS 上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只要击杀这只副本 自己就已经激活 四个副本据点了 美滋滋的 刷刷刷 十几只召唤生物全部冲出 不过 都是跳梁小丑 这可是被赋予了 亡灵气息的 幽言踏诗居 你以为 是你这个24级的召唤师 能够击杀的吗 骷髅亡灵 依旧是不懈地看着这一切 在他的眼里 萧寒的这些召唤生物 都是那么的脆弱 要知道 经过亡灵气息洗礼的 幽言踏诗居 实力整整提升了 整整20% 就算不提升 也能够轻松击杀一名 24级的召唤师 更别说现在了 真是可笑 而此时 就连NPC哥冰尼 和NPC蓝亭 哥 萧天泽真的很强吗 哥 萧天泽真的很强吗 NPC蓝亭 此刻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很强吧 在这种关键时刻 哥冰尼也不敢 做出绝对的保证 可就在这个时候 牛魔帅先冲到了 幽言踏诗居的面前 剑踏 幽言踏诗居 抬起前脚准备 欲要一次性 直接踩死牛魔 牛魔直接就是一招 立一批山河 巨大的双刃斧 从牛魔的手中挥下 这一击是来自95级 2300斤距离的恐怖输出 锋利的斧刃 当落在幽言踏诗居身上的时候 直接就将幽言踏诗居 一分为二 伤害 19W 秒杀 幽言踏诗居 在牛魔的面前 就像是一张纸一样脆弱 哥 哥 你快看 天策勇士的召唤生物 直接将幽言踏诗居 给劈成了两半 NPC蓝亭激动的道 哥冰尼当然也有看见 只是他被这一幕给吓傻了 直接将35级的幽言踏诗居 给秒杀了 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力量 如果那个远古生物真的现实 这家伙是不是也能够像现在这样 直接秒杀他 哥冰尼直接选择怀疑人生 或许他真的已经超越了雅思高徒了 天策勇士 小心 这家伙 复活了 NPC蓝亭惊呼道 被赋予了亡灵气息的生物 都拥有无限复活的能力 只是生命值不高 攻击力不高 牛魔健壮 一脚直接踩碎 而骷髅亡灵这边 早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他怎么能够想到 幽言踏施居会 直接被顺秒呢 就在骷髅亡灵 还想到出神的时候 天恩神女 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骷髅亡灵的脑门上 啪 一掌下去 脑瓜子直接被拍飞 伤害 11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圣女 击杀骷髅亡灵 获得经验值4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000点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 成功击杀副本BOSS 幽言踏施居 获得经验值8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000点 恭喜你获得F级击品召唤卡 白岩居 恭喜你成功占据 组成副本据点452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700W 恭喜你 完成紧急任务 获得经验值10W 玩家 萧天策 等级提升至LV25 获得自由属性点 5点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成为黄雀组成 第一个等级 达到LV25的玩家 获得奖励 12点声望值 获得称号 功成名就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成为黄雀组成 第一个等级 达到LV25的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的脑海当中乍响 黄雀成上空 更是飘过了几个金色大字 卧槽 不是吧 我刚刚才18级 天策大神就直接25级了 这天策大神 到底是什么升级速度 这也太快吧 我追都追不上了 这要是天策大神带我跑图的话 我恐怕跟都跟不上吧 兄弟你说对 我是金宇格白熊 关于你说的这一点 我必须澄清一下 如果天策大神带你刷图 一定不要说话 不然很可能下一秒 他已经通关了 你是傻逼吧 好像你被带过一样 臭傻逼 大家不要理他 萧涵等级再次提升的通告 震惊到了所有人 就连金宇格都开始怀疑人生 这种大神 他们真的能够和他成为朋友吗 另外一边 在萧涵解决掉骷髅亡灵之后 戈斌尼和兰亭便带着他 朝着黄雀成急速赶回 黄雀成 城主府 站住 你们找谁 城主府门口的两个护卫 拦住了萧涵他们 我们找城主 就说是因为黑暗魔法书的事 戈斌尼开口说道 好的 你们稍等片刻 我这就进去禀告 萧涵三人站在门口稍微等了片刻 城主说 你们可以进去 请进 护卫推开了城主府的大门 萧涵跟着戈斌尼走了进去 可刚一走进去 萧涵便看见了一个熟人 NPC猎猎斗士 是你 你居然还活着 自从上一次离开廖望之海 萧涵就一直以为 NPC猎猎斗士已经死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在这里看见他了 咦 你的腰怎么了 在NPC猎猎斗士的 腰部左侧的地方 有几颗牙齿因 就算是通过治疗术来进行缝合 也会留下一点的疤痕 这个部位 好像 应该是 腰子 绝对是腰子 老天 你的腰子被咬没了 萧涵惊呼道 声音一下子 就在整个城主府当中传开 就连门外的护卫士兵都跑了进来 谁 是谁 是谁腰子没有了 护卫士兵冲进来看了看眼前的几人 出去 你们给我滚出去 猎猎斗士愤怒地咆哮道 是 将军 离开之时 两个护卫士兵都还在讨论 喂 兄弟 你看见了吗 我还以为有什么刺客 结果是 将军的腰子 没有了 哈哈 我看见了 等一下我们去给老刘也说一下 将军腰子没有了 还有那什么楼的青眼 也说说 将军腰子没有了 整个城主府的空间本来就不大 两个护卫讨论的声音 就算再小 也能够传到NPC猎猎猎斗士的耳中 射死当场 这他们的是 想要整个黄雀城的人 都知道自己没有妖子吗 回过神来 NPC猎猎斗士 死死地捏住手中的长枪 用一双随时可能杀死萧涵的眼光 死死地盯着萧涵 行了 别别吵 城主将几人的声音打断 然后转头看向了戈彬尼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城主 这一次多亏了天侧勇士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们可能也很难回来 不过城主 此次 我们虽然被困猎空哭灵 我们得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戈彬尼一脸严肃地看着城主 沉声道 什么消息 城主皱眉 细听道 此次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又出现了 是他拿走了黑暗魔法书 此言一出 城主和猎猎斗士 都是瞪大了眼睛 萧涵能够明显地 在猎猎斗士身上 感觉到一股火热的杀意 真是没有想到他又回来了 而且这一次 还真的拿到了黑暗魔法书 城主低下头来 若有所思的道 将他直接杀死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他给逃了 戈彬尼道 他以活人献祭 来壮大自己的黑鸭大军 这手段实在是太残忍 他本就应该死亡 城主捏紧拳头 狠狠地锤打了一下面前的石柱 但是城主 此次血灵拿到了黑暗魔法书 成功掌握了 里面两种禁术 亡灵召唤和复活药剂 要是真的让他 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恐怕这一次 黄雀城将迎来百年大浩劫 而且据我所知此次 血灵的复活对象 还有那只远古生物 城主猛地抬头 瞳孔瞬间放大 你说什么 血灵会使用复活药剂 复活远古生物 如果血灵真的复活远古生物的话 那戈彬尼说得不错 黄雀城的确会迎来百年大浩劫 而且远古生物和黑鸭大军联手 就算自己拔出护城剑 也无济于事 是的 戈彬尼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语落下 城主只感觉在自己头顶 挂上一个V字 当初远古生物降临 也是多亏了雅思高徒燃烧生命 才能解决危机 现在呢 难道老天真的要毁了黄雀城吗 有没有办法破局 城主抬起头来 赤红着眼睛看着这里所有人 杀了他们不就好了吗 这时候 小韩淡淡地开口说道 杀了他们 你以为他们所有人都是四目海杀吗 天侧勇士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旁边NPC猎猎枪斗士站出来 有些讥讽地说道 小韩一看 这家伙明显就还在为了妖子的事生气 不过 自己才懒得搭理他 天侧勇士 话不能乱说 远古生物的尸体 可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够摧毁的 就算他现在只是尸体 但是他反伤的效果依旧存在 戈冰尼来到小韩的身边 道 不 戈冰尼 我想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 直接杀了黑鸭血灵 这话一说出口 整个城主府当中 所有人全部都猛逼了 能够摧毁掉远古生物的尸体 已经很牛逼了 结果你现在站出来说 你要直接灭掉黑鸭血灵 这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 天侧勇士 你说 你能够击杀黑鸭血灵 当然 那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黄雀城护城左使 猎猿枪斗士 维护城右使 从现在开始 天侧勇士 你直接前往寻找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 捣毁他所有机会 可以击杀他 猎猿枪斗士 你前往远古遗骸的目的 找到远古生物的尸体 彻底毁灭 你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入手 彻底粉碎血灵的计划 黄雀城 就交给你们了 城主当下对着肖寒 和NPC猎猿枪斗士说道 遵命 遵命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成为黄雀城护城左使 声望值 加五零点 获得称号 护城左使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成为黄雀城护城左使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系统三连报 又来了 全服通告又来了 每次听到大佬的通报 比我自己通报都还要兴奋 不愧是我哥 简直强的离谱 我现在都还是黄雀城的一个平民 我哥 直接干到护城左使的位置上去了 要不要这么强大 唉 天策勇士 应该在现实中很帅吧 要是他就在 我隔壁就好了 我天天给他煮面吃 早晚有一天 天策大神要干一个城主出来 说不定哪天 黄雀城就是天策大神的了 聊天频道里 各路玩家纷纷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丁处发护城任务 找到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 并且击杀 是否接受 护城任务 等级 要求 找到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 并且击杀 守护黄雀城 任务奖励 20W经验值 任务时间 三天 任务介绍 无 这个任务 信息里 也就只有击杀死亡法师一个条件 其他的 就连任务指引都没有 就算自己能够 凭借高额的输出 直接击杀死亡法师 但是 人都找不到 就是有力无处使 而且 最关键的 这个任务 还有时间限制 真是操弹 管他的 先领取了再说 恭喜你 成功领取护城任务 请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 关掉透明提示框 萧涵便和戈宾尼 他们简单告别 离开了这里 来到酒馆 老板 老规矩 来一瓶好酒 好的 天侧勇士 萧涵转手丢了100铜币 放在前台 然后便找个角落位置 坐了下来 刚才全服通道的时候 自己获得了 又获得了一个称号 简单的看看 有什么作用吧 护城左使 类型 称号 等级 全等级 稀有度 及其稀有 效果 一 主称当中可以任意传送 同时 主称当中 移速正20% 二 副本中 全属性提升8% 真是个好东西 光是第三点 就已经能够称得上的是 最强称号了吧 就算是牧师或圣职者 都很难做到 全属性提升8% 天恩神女士的例外 光是一个称号 就能够带来这种效益 这要是能够放在 拍卖行上出售的话 挂一个几千万铜币 应该都会有 课金大佬想要购买吧 于是乎 肖寒把称号 穿戴在了身上 恭喜你 你的智力提升8% 恭喜你 你的力量提升8% 恭喜你 一连串的绿色蚊子 从自己的头顶飘出 天侧勇士 你的酒来了 酒馆负责服务 NPC女仆 在看到肖寒头顶的绿芒之后 放下酒 转身就离开了 她不会自己被绿了吧 肖寒也没有多管 接下来 又查看了一下 现在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总共 2900W 先平均分配吧 除去天安神女召唤卡 总共15张 平均每张召唤卡 193W 哗哗哗 百万经验值 开始在这些召唤卡的身上 疯狂增加 差不多几分钟之后 自己的召唤卡 等级再度提升 六一词天使等级提升到LV60 F级的召唤卡 基本都已经达到了73级 A级极品召唤卡 也差不多达到了69级 倒是95级的牛魔 在获得193W经验值加成之后 也就只提升了6级 算下来一级 差不多30W的经验值 看来自己每日5140W的经验值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啊 得想个办法 再搞点才行 就在这时候 酒馆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 老板 来瓶最贵的酒 不好意思 幼石大人 最贵的酒已经卖完了 小涵一看 这不是NPC猎猎枪斗士吗 他怎么来了 小涵双眸一闪 这家伙不是刚才在城主那儿 领取了一个 去毁灭远古生物的任务吗 那远古遗骸的目的 正好是一个副本 说不一定 还是一个隐藏任务副本 可以跟过去看看 美滋滋的 这么一想 小涵直接站了起来 猎猎枪斗士 这边 我这里 还有一些好酒 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喝啊 小涵招了招手 但是 NPC猎猎枪斗士 是一脸嫌弃 随后 他也只是在酒柜上 随便挑了一瓶酒 就找个地方 随便坐了下来 小涵提起自己的酒壶 坐到了NPC猎猎枪斗士的面前 幼石大人 你什么时候 去远古遗骸的目的啊 小涵问道 关你什么事 你不是很牛逼吗 你去击杀死亡法师啊 NPC猎猎枪斗士 喝了一口烈酒入喉 这一逼居然还在为了妖子 是生气 可别啊 幼石大人 我也是为你着想 你不是物理伤害吗 要是被尸体反伤死了 你死了也没关系 可问题是 黄雀成出事了怎么办 你 猎猎枪斗士站起来 指着小涵的鼻子 欲言又止 他为什么来到酒馆 就是因为找不到 能够毁灭远古生物尸体的法师 他正发愁呢 但是萧涵又说的不错 他死了确实没关系 但是这黄雀成的安危 猎猎枪斗士又看了看萧涵 别考虑了 戴上我 说不定可以保你一命 而且还能帮你毁灭远古生物尸体 何够而不为呢 是吧 虽然狠气 但是萧涵说的对 那行 等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远古一孩的目点 他倒要看看 这家伙怎么毁灭远古生物的尸体 完全是扯淡 要是毁灭不了 那他就去告诉城主 一切都是萧涵一手惹出来的货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出发 猎猎枪斗士喝了一口酒 带着萧涵就准备离开酒馆 偏偏这个时候 酒馆的老板一脸担忧地跑出来 等等 等等幼使大人 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腰子 生命成可贵 金子家更高 猎猎枪斗士脚步不由得快上几分 今夜商会 恭喜天策勇士 成为左使大人 恭迎幼使大人 NPC猎猎枪斗士点了点头 金老板 现在通往远古一孩目的的非洲 还有多久可以起飞 幼使大人 现在正好有一班非洲 二位直接乘坐 通往远古一孩的目的 说完 猎猎枪斗士和萧涵便朝着三楼走去 忽然 一双手突然拉住了萧涵 NPC今夜商会 金老板凑到萧涵的耳边问道 左使大人 又使他腰子真的摸了吗 萧涵笑而不予转身 就朝着三楼走去 金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 女儿 出来 爸给你说件事 你和幼使大人的婚姻吧 坚决反对 非洲之上 二位大人 前方就是远古一孩的目的 非洲没有办法再继续前往 只能到这里了 船员来到萧涵两人身边 恭敬地说道 好的 麻烦你了 萧涵道 随后 他们便通过非洲上的淡蓝色光柱 离开了非洲 出现在了远古一孩的目的之外 木青 参见幼使大人 左使大人 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躺着青龙刀的士兵 看到萧涵两人出现 快步走上前来 抱拳道 现在副本里面 什么情况了 猎猿枪斗士问道 回忧使大人 按照您的要求 我已经让人 进入远古一孩的目的 进行寻找了 那个远古生物的尸体 是找到了 但是 说到这里 木青突然顿住了 但是什么 难道这目的 还能吃人不成 大人 您说的对 他真的能够吃人 进去的士兵 全部都死了 你说什么 对不起大人 我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行了 别说了 带我进去看看 在木青的带领下 三人一起 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警告 警告 你已进入远古一孩的目的 远古龙怪正在暗处 窥视着你们的一切行动 请尽快离开此地 萧涵根本就没有理会 这道系统提示音 而是跟着木青一路向前 二位大人 等一下 再往前就是 boss远古龙怪的领域 我们最好不要去 触碰到那个家伙 我们只需要 去毁灭掉远古生物 长毛型的尸体 就可以 我们往这边走 早在之前 木青就已经了解过了 只要不踏入 远古龙怪的领域 远古龙怪 就不会对他们 发起进攻 即便是他们在 这个远古遗骸的目的 闹得天翻地覆 他也不会理会 但如果是 踏足到了领域之内 惊扰到远古龙怪的话 这后果就得另说了 我们走吧 二位大人 猎猿枪斗士 跟在木青的身后 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至于萧涵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够 击杀副本boss才过来的 什么毁灭远古长 毛型的尸体 那都是后话 先把召唤生物经验值 拿到手再说 出来吧 天安神女 召唤出天安神女 小韩直接迈步他 入到了boss的领域之中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boss领域 危险 请尽快离开 小韩没有理会 另外一边 NPC猎猿枪斗士 和木青 再走了两三分钟之后 他们突然停下了脚步 二位大人 你们看 从这条路再往前 就能够看见远古生物 长毛型的尸体了 但是 这里有一道魔法屏障 只要跨过去 就会被魔器侵蚀 一旦死亡的话 就会变成化成亡灵 木青刚刚说完 猎猿枪斗士 接着说道 应该是血灵的人来了 他们在这里 施展了亡灵召唤术 看来这一次 他们势必要将 整个黄雀城 全部攻下来 动作居然如此迅速 在NPC猎猿枪斗士看来 血灵此次 不仅是想要 复活远古长毛星 他们还想通过 召唤更多的亡灵 组织起一支数量 及其恐怖的前锋队 对黄雀城发起进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远古长毛星的尸体 就更应该毁灭了 想到这里 猎猿枪斗士不由的 捏紧了手中的长枪 过了几秒钟之后 猎猿枪斗士头 也不回地对着身后 坚定地说道 佐史大人 这毁掉远古长毛星尸体的话 可是你说的 要是毁灭不了 这锅的你自己来呗 但是 我保证在见到远古长毛星的尸体之前 我不会让你损失 一丁点力气 从现在开始 你们俩跟着我 准备冲吗 我来开路 这话音刚末 猎猿枪斗士手中的长枪 就燃起了熊熊烈火 一脚跨出 纵横四海 刷的一下 烈火长枪 瞬间击杀一大群的亡灵士兵 跟着我 不要停 往前冲 NPC猎猿枪斗士负责开路 两人头也不回 朝着前方冲去 他们似乎并不知道 萧涵根本就没有他们在一起 刷刷刷 又是几分钟过去 猎猿枪斗士手中的长枪 已经击杀了近五百只亡灵 一股疲惫感席卷而来 烈火燃烧 用火元素包裹全身 激发自己最后的体力 左使大人 你给我看清楚了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实力 猛龙冲锋 猎猿枪斗士 顶着自己的长枪 就朝着前方冲去 忽然 一只巨大的生物尸体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右使大人 我们到了 是远古长毛星的尸体 猎猿枪斗士的脸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终于他们的到了 这时候 他干脆直接丢下了长枪 一脸疲惫地转过身来 左使大人 我该办的事 我都已经办好了 现在该你 该你出手了 这话到嗓子口 又被猎猿枪斗士 给硬生生地吞回去了 操 人呢 人去哪了 萧天侧人呢 猎猿枪斗士傻了 他们的 老子辛辛苦苦 为你披荆斩棘 结果你他们 给我玩消失 那我杀怪给谁看啊 现在好了 尸体是找到了 结果想要 毁灭他的人不在了 旁边的木青 也是一脸猛逼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突然不见了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呼声突然传来 黄雀城的勇士 怎么突然想过来送死来了呢 亡灵们 把他们丢绑起来 身后又是一只 骷髅亡灵跳出来 对着这里的亡灵大军 下令道 失去体力的猎猿枪斗士 和木青 在大量的亡灵生物面前 根本无力战斗 很快就被抓起来 吊在了树上 老大 复活药剂 马上就要练制成功了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够复活 这只远古生物了 很好了 最好快一点 要是耽误了大人的计划 就麻烦了 明白 那老大他们怎么处理 骷髅王灵看了看 猎猿枪斗士 和木青两人 这一看不要紧 看过之后 骷髅王灵竟然将目光 落在了猎猿枪斗士的腰上 你要干什么 要杀要寡 随你便 我堂堂黄雀 成又是绝对不吭 绝对不吭声 此 猎猿枪斗士话 都还没有说完 一把白银长剑 就从猎猿枪斗士 咬吼腰子的地方穿过 啊 猎猿枪斗士 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旁边木青 看到这一幕只感觉 后背拔凉拔凉 瑟瑟发抖 小寒这边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天安神女 你有听到有惨叫声吗 主人 我没有听见 是吗 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最近老是幻听啊 本来刚才还以为是 猎猿枪斗士的惨叫 但是既然天安神女 都这样说的话 那应该就是幻听了 继续前进 忽然 一股猛烈的震动 从小寒的脚下传来 这是远古龙怪 我给你一次机会 离开这里 否则 死 沉重的声音 从前方洞穴当中传来 小寒眉头一挑 看了天安神女一眼 随即 天安神女便举起 手中的十字架 在小寒的身上轻轻一点 一连串的蚊子 从小寒的头顶飘出 你的防御力提升 你的一速提升 获得赤天使的庇护 有了这些加成 小寒果断朝着洞穴中走去 就算是一只远古龙怪 自己也不相信 这个家伙 能够撕开天安神女的防御 轰轰轰 小寒刚刚靠近洞穴半部 只见 一股恐怖的火海 从洞穴中瞬间喷出 炙热的高温 就连周围的空气 都出现了些许扭曲 但是小寒根本就没有躲避 顶住从洞口喷出的炎柱 继续前进 火焰在与他身边的保护罩 发生碰撞 发出嘶嘶的声响 人类 我提醒过你 既然不选择离开 那你就去死吧 远古龙怪的声音 再一次传出 你觉得 你能够杀死我吗 片刻之后 小寒开口震慎道 炎柱之内 只见一道黑影 出现在远古龙怪的眼中 他猛地睁开双眼 小寒竟然毫发无损地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召唤师 有点强 人类 没想到你居然能够 顶住我的攻击 实力不错 不过 你一样要死 远古龙怪 等级 LV 生命值 1000大不了 类型 世界BOSS隐藏 攻击力 极强 防御力 极高 技能 龙吸 龙效封撤 阵地 生命之息 介绍 5 关于远古龙怪的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小寒的眼前 好家伙 自己本来以为远古龙怪 也就算了 是一个副本BOSS而已 没想到 这B居然是隐藏的世界BOSS 好了 这一下有意思了 世界BOSS 都还没有开始对玩家发起进攻 自己倒是先找到了 世界BOSS的老窝 而且 居然还是一只隐藏世界BOSS 小寒微微一笑 像是剪刀宝了一样 可这时候 眼前的这只远古龙怪忽然猛地展开双翼 距离直接将整个洞穴全部冲破 鼓舞起来的狂风 更是吹打着巨石朝萧寒压来 人类 已经很久没有人让我出手了 你还是第一个 你应该感到庆幸 双翼再次一扇 远古巨龙盘旋在天空之上 此时此刻 远古长矛星这边 骷髅亡灵把玩着掏出来的妖子 老大 不好了 远古龙怪现身了 一只小亡灵 跑到骷髅亡灵的面前 喊道 你说什么远古龙怪现身了 那家伙不是一直在沉睡吗 骷髅亡灵喝道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行了 你们抓紧时间炼制复活药剂 将远古长矛星复活之后 我们就离开这里 不能耽误大人的计划 至于远古龙怪那家伙 他应该不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吧 骷髅亡灵在心中暗暗地盘算道 旁边被吊在树上的 木青微微睁开眼睛 看着脸色苍白的猎猿枪斗士 幼石大人 你还好吧 木青微微睁开眼睛 小声地问道 我好得很 你信吗 猎猿枪斗士道 你看上去 好像不怎么好 不过幼石大人 你说左使大人 是不是去远古龙怪的领地了 百分之百 这家伙百分之百去远古龙怪的领地去了 狗东西 这次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害我丢了两个妖子 猎猿枪斗士赤红着眼 咬牙切齿地说道 好家伙 木青不敢再说话 想不到幼石大人两个妖子都没有了 小寒这边 远古龙怪 定直地朝着肖寒抓来 天恩神女 肖寒淡淡地开口说道 明白 主人 天恩神女挡在肖寒的面前 人类 这就是你的招式吗 你以为这个女人 能够挡住我的攻击吗 远古龙怪 根本就瞧不上天恩神女 不过 既然天恩神女要挡在肖寒面前的话 那就先把你撕碎了再说 龙爪划破空气 发出阵阵嗡鸣之声 去死吧 当龙爪出现在天恩神女眼前的时候 天恩神女淡淡地伸出两根手指 碰 一声巨响赫然传来 远古龙怪竟然突然定格在了半空中 小龙龙 你乖一点 否则 你会死的 天恩神女用了两根手指 捏住远古龙怪的笼罩 开口淡淡地说道 远古龙怪震惊了 这是什么实力 仅凭两根手指 就可以挡下自己的攻击 这这不是人 是神吧 杀了他 肖寒一声令下 天恩神女两指突然用力 碰 巨大的远古龙怪 受到恐怖的力量突袭 原地崩碎 伤害 一千大不了 隐藏世界BOSS远古龙怪 获得经验值100W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W点 获得装备 龙龄绝版套装 三件套 LV50 戒指 项链 耳环 丁恭喜你 获得A级级品召唤卡 青龙 丁恭喜你 成功占据隐藏据点38 获得隐藏据点奖励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0W 等级提升至LV26 14.6W 14.6W 等级提升至LV27 等级提升至LV31 25.3W 29.4W 获得自由属性点30点 丁咚 宿主 是否对龙龄绝版套装进行优化 优化 丁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 当前状态 可以穿戴 丁咚宿主 是否对A级级品召唤卡 青龙 进行优化 优化呀 继续优化 丁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 获得S级级品召唤卡 太古龙女 太古龙女 敖一辰 等级 LV1 品阶 S级 形态 龙形态 人形态 生命值 1800 攻击 230 防御力 230 目前拥有技能 龙翔 龙爪攻击 这还只是一级 基础生命值就已经达到1800点 而且无论是攻击力 防御利益 或者是基本属性 都要比A级级品召唤卡高个50% 强 实在是太强 这要是将等级提升上来的话 那又将变成 自己祭天恩神女之后的第二大王牌 小韩心里一阵暗爽 而且最最最关键的是 这一波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 经验值猛的提升到了5000W 算上之前每日可领取的经验值 现在总共可领取的 就是7140W 美滋滋的 一辰 参见主人 续遇之后 熬一辰以人形态的模样单膝 跪在小韩的面前 小韩上下扫了几眼 心惊 不愧是S级级品召唤卡 这也太要念了 就这身段 价格应该要比提罗娜高100吧 哦不对200 200不能再多了 4200 不然太过分了 算了 还是快走吧 小韩擦了擦鼻血 回过神来 敖一辰也直接变成龙形态 带着小韩和天安神女 朝着猎猿枪 都是他们所在的地方赶去 另外一边 在黄雀城当中 小韩等级达到31级之后 全服通告的呼声再一次响起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担任击杀隐藏世界boss 等级达到了LV30级 获得金币2000点 世界声望值1点 系统三连报 在玩家们的耳中炸响 喂喂 系统搞错没有 前不久天策大神 不是才将等级提升到25级吗 这一定是搞错了吧 如果是其他人 我觉得可能是搞错了 但是既然是天策大神的话 对不起 一定是我的问题 是我格局小了 我说你们能不能看一看 这个通告说的是什么 天策大神大人 击杀隐藏世界boss啊 不对啊 世界boss 不应该是让所有玩家一起攻略吗 怎么我们连消息都没有收到啊 天策大神就直接击杀了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天策大神 直接杀到世界boss的老窝去了 他的实力 有这么强吗 前有了一批新手村后山 后有守司天意工会 现在又单刀附会世界boss老巢 你就给我说 还有什么是天策大神不能做的 不愧是天策大神 牛逼就完了 聊天频道里 玩家们的消息不断滚过 这个叫做肖天策的玩家 在他们心里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玩家们才刚刚提升一级 而这家伙 竟然一下子提升六七级 这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这边 在远古长毛星的尸体这里 亡灵生物 拿着一颗圆形的药剂 走到骷髅亡灵的面前 老大 复活圣祭已经制作成功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复活远古长毛星了 真是太好了 只要这家伙复活 我们距离攻下整个黄雀城 就已经不远了 大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快来 把复活圣祭给我 亡灵生物将复活圣祭 交到了骷髅亡灵的手中 骷髅亡灵也不墨迹 果断将复活圣祭 塞到了远古长毛星的嘴巴里面 一股浓郁的气息 开始包裹整个远古长毛星的尸体 热浪席卷 一点点的生命之力 开始从远古长毛星的身上散发出来 随后便看见 远古长毛星的身体开始活动起来 成功了 成功了 复活药剂真的将远古长毛星给复活了 有了它 黄雀城中将成为一座废墟 恭喜 老大 成功复活远古长毛星 恭喜 老大 成功复活远古长毛星 几百名亡灵士兵 全部跪拜在骷髅亡灵的脚下 看到这一幕 木青彻底绝望了 远古长毛星居然复活了 这也就意味着黄雀城即将面临特大灾难 就像几十年前的那样 完蛋了 又是大人 一切都完了 木青看着眼前这只远古生物 他心生绝望 黄雀城的危机来了 这一切都要怪萧天策 是他害死了整个黄雀城 一想起几十年前的那一场灾难 现在猎猿枪斗士都能够感觉那窒息的压迫感 这种实力的生物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 就算现在萧寒来了 也最多给远古长毛星挠挠痒 黄雀城覆灭的结局 在他的眼中似乎此刻已经注定 完了 我的清水姑娘 再见了 木青干脆闭上了双眼 准备等死 但就在这时候 轰的一声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这是 龙 一头巨龙从天而降 不仅仅是木青愣住了 就连骷髅王林都惊呆了 难不成是远古龙怪过来了 不对啊 这家伙不是不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吗 骷髅王林死死地看着这只巨龙 咦 这巨龙背上的那人 好像是 萧天策 全是你 看到萧涵的身影 骷髅王林是既震惊又欣喜 我不去找你 想不到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过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正好可以让你一起见证 一下远古长毛星的苏醒 早在之前 萧涵从他们手中就走歌冰尼的时候开始 血灵大人就已经下令 让所有骷髅王林 只要见到这家伙 就务必斩杀 只是现在 这只骷髅王林 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快 就见到了这个令血灵大人 生物痛绝的家伙 有意思 但是 现在他并不打算 立马解决掉萧涵 他要让萧涵看看 这远古长毛星的苏醒 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 让萧涵知道 保护黄雀城 是他做出的 最愚蠢的决定 虚余之后 远古长毛星 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百米来高的巨人 光是一脚下去 都能够造成恐怖的破坏力 但是 那又怎么样呢 这就是远古长毛星 也不过如此 萧涵淡淡地看着 骷髅王林 轻声道 你未免也太小看他了 他想弄死你 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算了 我现在也不想 和一个死人废话 骷髅王林 抬头看向了远古长毛星 上马 远古长毛星 弄死眼前的这几个家伙 听到呼声的远古长毛星 开始挪动自己庞大的身躯 萧涵看也不看 在他眼里远古 长毛星给自己的压迫感 完全不足远古龙怪的百分之一 自己要想让天安神女 杀掉他完全就是 轻而易举的事 你只有一次机会 告诉我黑鸭血灵 现在在哪 如果你说 我可以放过你 如果你不说 那你就和他一起去死吧 萧涵指着头顶上方的远古长毛怪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 黑鸭血灵在哪 骷髅王林 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想让我死 真是可笑至极 萧天策 你当我是谁啊 骷髅王林 显然并没有没有想要将 黑鸭血灵的信息 透露给萧涵 那既然这样的话 天安神女 听到萧涵的呼声 天安神女 静止地走上前去 随意地踢出一脚 揣在了远古长毛星的脚拇指上 哈哈 萧天策 你这是要笑死我吗 你不会以为 靠这种蠢货一样的招式 就能够杀掉远古长毛星吗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可是一只远古生物啊 骷髅王林 忍不住狂笑起来 此刻在他的眼里 萧涵和那个召唤生物 都是一个妥妥的大蠢逼 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傻的方式 来击杀远古生物 用脚踢 这能够踢死的呀 这不是蠢蠢的扯淡吗 但是下一秒 随着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值 飘落了下来的时候 骷髅王林的笑容凝固了 伤害八百大不了 砰的一声 巨大的远古生物长毛星 直接变成了一地淡蓝色的光点 骷髅王林惊呆了 傻作 金震 这 长毛星吗 复活的远古长毛星吗 就这样死了 这不是远古生物吗 自己花了这么多心思想 要复活的东西 就这样消失了 操蛋 居然还真的被这家伙 给用脚踢死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骷髅王林感觉 头盖骨都要掉下来了 当然不仅仅是骷髅王林 此刻是这个反应 就连猎猿枪斗士 和木青也都是这样 乖乖的 当初远古长毛星 可是几乎要灭掉 黄雀城的恐怖存在 老哥 你这样 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跳起来踢脚拇指 也就算了 偏偏还把他踢死了 就问你离谱不离谱 杀了他吧 天安神女 不等骷髅王林 回过神来 天安神女上去 就是一巴掌 将骷髅王林送走 伤害 11w 至于那些亡灵生物 在失去了 召唤术士的召唤之后 也就消失了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 远古长毛星 获得经验值8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0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 骷髅王林 获得经验值1000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0 击杀掉骷髅王林 和远古长毛星之后 萧涵转头看向了 被吊在树上的 猎原枪斗士和穆青 你们没事吧 萧涵的呼声 将两人从震惊中拉了回来 谢谢左使大人 救命之安 想不到 左使大人的实力 居然这么强 左使大人 应该是黄雀城中 最强的召唤师了吧 穆青刚吹嘘了两句 猎原枪斗士 立马接着说道 萧天策 还不快把我们放下来 萧涵淡淡一笑 随后 敖一尘吐出一口火焰 烧断了绑住 两人脚踝的树枝 好了 既然尸体已经毁灭的话 我们现在就回黄雀城 将这件事 告诉给城主吧 猎原枪斗士 活动了一下手腕 便拿起地上的长枪 朝着前方走去 他可不想耽误时间 这件事 得尽快禀告给城主大人才行 可还没有走出两步 穆青突然捡起了地上的腰子 开口说道 幼石大人 等等 你的腰子不要了吗 扑 萧涵笑喷了 穆青你是认真的吗 要不给你一个喇叭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猎原枪斗士两个腰子 都不见了 幼石大人 你等着我啊 你的腰子 剑猎原枪斗士没有回应 穆青又快步追了过去 一边跑还一边喊 而正当萧涵也准备离开的时候 天恩神女 突然拿着一块黑色的方块 走了过来 主人 这是什么东西 萧涵接过来一看 神秘道具 黑色方块 类型 道具 等级 LVE 作用 通过他或许你能够找到 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的所在 介绍 或许你可以将他交给 NPC蓝亭 他应该能够帮助你 好家伙 之前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到 关于黑鸭血灵的消息 现在好了 有了这黑色方块 自己就能够找到 黑鸭血灵的位置了 一旦找到他的位置 击杀他也就成了时间问题 到那时 什么黄雀城的危机 根本就不存在 总之先收起来再说 萧涵将黑色方块 放入到了背包当中 收起召唤生物 转身也就离开了这里 朝着黄雀城赶去 回到黄雀城之后 萧涵也没有和猎猿枪斗士 去到城主府 而是直接去了任务大厅 找NPC蓝亭去了 好久不见 天侧勇士 怎么样了 有找到 关于黑鸭血灵的消息吗 戈斌尼走上前来 对着萧涵问道 黑鸭血灵的消息 倒是没有找到 不过我找到了一个 黑色方块 但是需要帮蓝亭帮我看看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蓝亭他现在 在半径纪图书馆当中 听说 好像是在研究之前 血灵留下的气息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结果 你可以去那找他 萧涵点头 随即又通过 有个东西需要您帮我看看 是从骷髅亡灵的身上得到的 萧涵站在门口 轻声道 砰的一声 蓝亭推开图书馆的大门 直勾勾地看着萧涵 你刚才说你 从骷髅亡灵的身上 得到了什么东西 一个黑色的方块 好像可以通过 他找到黑鸭血灵的位置 萧涵将方块递给蓝亭 拿到方块的蓝亭 简单看了几眼 就又冲到图书馆里面 进入到研究状态 天侧勇士 谢谢你 有了这东西 我很快就可以完成 对血灵气息的研究 一个小时之后 我给你答复 那就麻烦你了 道谢之后 萧涵就离开了这里 反正结果出来 也需要一个小时 正好可以去一趟古城 看看山鬼那边 装备打造的情况怎么样了 丁称号效果激发 请选择传送地点 今夜商会 佐使大人 好久不见 金老板搓了搓手 对着萧涵恭敬地说道 金老板 麻烦您帮我准备一下传送阵吧 我现在要去一趟古城 萧涵道 没问题 佐使大人 二楼的传送阵 随时可以使用 萧涵点拖转手 将5W同币 交给了金老板 然后通过传送阵 去往了古城 毕竟是有了塔米 给自己的古城通行证 一路倒是畅通无阻 很快 自己就来到了山鬼的武器店 山鬼 我的装备 现在怎么样了 萧涵开口问道 山鬼从手中 拿了一个戒指出来 我将所有打造出来的装备 全部放在了这里面 但是并非成品 它们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 才能成为极品装备 萧涵借过戒指 打开一看 里面差不多有500套白银装备 属性基本上各有差异 150套主攻击力的 150套主防御力的 还有200套主治疗 和辅助加成的 总体来说非常不错 但是 在这些装备的上方 都有一个黄色的问号 提示 要想将装备提升到 白银极品装备 必须经过3000斤重锤敲击 又是重锤敲击 这事儿好办啊 山鬼 你的锤子借我一下 等一下还你 萧涵拿着靠在墙边的锤子 就朝着古城外跑去 找了一个空地 萧涵将所有装备 全部从戒指中倒了出来 哗啦啦的 堆成一座小山那么高 出来吧 牛魔 开始你的表演了 出来吧 牛魔 萧涵将101级的 牛魔召唤了出来 在确定牛魔的力量 确实已经达到了 3000斤距离之后 他也果断 让牛魔直接开砸 砸吧 一件装备砸三次 这里一共500多套装备 交给你了 牛魔 牛魔手里捏着重锤 看着这堆的笔山多高的装备 愣住了 好家伙 这砸的是铁吗 这砸的是山啊 500多套装备 一套装备就是7件 也就是说这里 至少也有3500多件装备 每件装备全力砸三次 算下来总共就是1万多次 哥哥 这是要累死一头牛啊 当然 想是这样想 但是毕竟 萧涵是牛魔的主人 他也不敢不听啊 牛魔也只好踢起锤子 对着装备就开砸 砰 一下 砰 两下 砰 丁恭喜你 获得一件LV30级级品白银 装备一件 丁恭喜你 获得一件LV30级级品白银 装备两件 丁恭喜你 获得一件LV30级级 牛魔一个劲的灰锤 而萧涵则是坐在了草地上 点开了召唤生物经验值 之前击杀隐藏世界BOSS的时候 获得了部分经验值 现在先分配了再说 总共2120W经验值 16张召唤卡 平均每张召唤卡 132.5W 刷刷 召唤生物的等级再度提升 S级太古龙女奥一辰 等级45级 11张F级召唤卡 等级83级 3张A级级品召唤卡 77级 几分钟之后 召唤卡的等级提升结束 萧涵干脆直接躺在这里睡了过去 耳边时不时的 还在传来牛魔打铁的声音 古城内 不少玩家都感觉 脚下的大地在震动 天空时不时的 会有闷雷炸响 喂喂喂 你们有感觉到地震了吗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连天气都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以为要打雷了 结果这天看上去 也不像是要下雨的节奏啊 你们快看古城外面不远处的那个地方 是什么东西那么傻啊 这个我刚才路过的时候 好像稍微看了一眼 似乎是白银装备 卧槽 老哥 你有没有搞错 白银装备 能有这笔山都高的白银装备吗 那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一种 可能是有人在打造装备 打造装备 吃屎了吧 这么多的装备 谁他们没有事干去挥锤子 这不是吃饱了没有事干吗 牛魔敲打装备的声音 已经在整个古城之内传开 但是这里的玩家 却也没有放在心上 该去领取任务的 也在领取任务 又是四十多分钟过去 听恭喜你 获得一件LV 三十级级品白银装备 3499件 听恭喜你 获得一件LV 三十级级品白银装备 3500件 好家伙 萧涵刚睁开眼睛 没想到牛魔 就已经将所有装备 全部打造成功了 干得漂亮 老牛 萧涵对着牛魔赞赏道 主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 牛魔将山鬼的锤子 丢到一边 摊坐在地上 鼻孔来回 吐出鸡团白雾 虽然明面上是 顺着萧涵说话 但是心里不知道 跑过多少局面P 老子堂堂一百多级的 牛魔大人 居然干起了这笔活 这要是说出去 还不知道其他牛 怎么看自己呢 现在沦落至此 我老牛还真是谢谢你啊 萧涵 虚余之后 萧涵直接将牛魔 收了回来 随后 又将目光 落在了这一个个 闪着不朽光泽的 白银装备身上 装备是打造成功了 终于可以给 召唤生物们分配了 并开启禁忌魔法书 请选择 您需要佩戴装备的 召唤生物 17张召唤卡 全部佩戴 慌的一下 所有召唤面板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于是 自己将极品白银装备 全部放在了这些 召唤生物的装备栏上 一时间 它们的实力 也提升了60%以上 但是还没完 萧涵又把 哥布林国王召唤了出来 哥布林国王的 召唤生物 其实也能够穿戴装备 这一点萧涵早就知道 所以在打造装备的时候 就刻意让山鬼 多打造了一些 出来吧 哥布林国王 主人 把你低哥布林大军 召唤出来吧 遵命 霍霍霍 83级低哥布林国王 在使用双倍增长的技能之后 直接召唤了 166只哥布林出来 而且这些哥布林的等级 还都已经达到了67级 恐怖如斯 就这队伍 都能够直接横推 任何一个副本了 主人有什么吩咐 这里的白银极品装备 按照他们优劣式的不同 给他们全部装配上 好的主人 片刻的功夫 整个哥布林大军 身上全部是闪着白银光泽 头顶上方 还隐隐盘旋着祥瑞之光 多得不说 光靠自己的哥布林大军 自己完全有信心 碾压雪林的黑压大军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很强 而现在嘛 500套装备穿戴完毕 现在剩余的装备 差不多还有317套 现在是时候回去了 处理完这些 肖寒起身朝着古城之内走去 本想通过NPC塔米 直接回到黄雀城的 但是没想到山鬼也在这里 天侧勇士 你回来了 装备打造的怎么样 山鬼看见肖寒之后 打招呼道 还算是比较顺利吧 谢谢你了 山鬼 如果你要谢的话 你就给我一套极品白银装备吧 哈哈 山鬼倒是丝毫不客气 开口就想要一整套极品装备 老奸俱滑的家伙 但是肖寒自然也没有吝啬 毕竟山鬼帮了自己的忙 而且自己又正好有多的极品白银装备 给他一套野武士 肖寒转手就拿出一套极品装备 交给了山鬼 哈哈 还是天侧勇士大气 不过我山鬼也不会白白收你的东西 刚才我还在和塔米谈论 我们在古城的图书馆中 找到了一些关于武器之神的一些消息 我想可能对你有帮助 武器之神 看来这套极品白银装备给的一点都不亏啊 愿闻奇想 肖寒道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传说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之神 他能够打造所有装备 而且在他手中 他能够打造出超越极品的装备 也就是神级装备 如果你能够找到他的话 他能够帮你打造出五世纪的装备 也说不一定了 有意思 那我在哪可以找到他 古城有本书上记载 据说是山海秘境之内 他生活在那里 不过进入秘境的方法 没有人知道 山鬼看了看塔米 脸色有些肃然 想当年还年轻的时候 他就曾追寻过关于武器之神的足迹 这是每一个武器师的梦想 但是 就算他踏遍了山川河流 他也没有找到 关于山海秘境的任何一点消息 更别说武器之神了 几十年过去 山鬼放弃了 这对于他来说 也就成为了一个传说 但是如果萧涵真的想要去找到武器之神的话 那也算是帮他圆了一个梦 不过在山鬼看来 别说让萧涵找到武器之神了 恐怕就连找到山海秘境都难 就在此刻 萧涵从背包当中 拿出了那个 被自己遗忘了许久的道具 残缺秘境的钥匙 丁是否使用道具 残缺秘境的钥匙 使用 丁 恭喜你 成功开启秘境 山海秘境 秘境开放时间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之后 秘境自动关闭 全幅通告 山海秘境即将开启 左标 245153 85726 限时八小时 进入等级无上限 全幅通告 山海秘境即将开启 左标 245153 85726 限时八小时 进入等级无上限 全幅通告 山海秘境即将开启 左标 245153 85726 限时八小时 进入等级无上限 忽然间 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萧寒的脑海当中传响 一时间 这个消息 在34个主城的上空 也出现了回响 不单单只是在黄雀城 就连古城 清运城 灵城 所有主城之上 皆是响起了这道系统提示之音 黄雀城 你们听到没有 刚才是什么情况 好像是秘境开启了 卧槽 想不到 居然还能够开启秘境 兄弟们快冲吧 这可是山海秘境 听说这个秘境之内有经验胶囊 等等等 这个秘境好像所有主城都可以前往 我们必须得做好准备 什么药剂和装备 全部整理妥当 话不多说 我们黄雀城的兄弟们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怕什么 怕我们还有天色大神 我就问你 其他主城还有谁 能够守四天一公会 我刚刚已经确定好了 这个山海秘境 就是在瞭望之海的上空 不少的黄雀城玩家 在整理好装备之后 全部去往了经验商会 凌晨 山海秘境终于现身了 老大该我们动手了 老大 听说山海秘境之内有经验胶囊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扩充 一下背包再过去 我怕等一下 装不到那么多经验胶囊 你说对 背包都给我腾空 哦对了 还要给我留一点空间 我要收集召唤卡的 老大英明 这一次山海秘境 我们志在必得 那必须的 我一只五世纪的寒霜之剑 外加一只五世纪的牛魔 这可是两只五世纪的召唤生物 现在可还没有玩家达到这种层度 我要是进入到副本当中 我就是里面的王 老大说得对 到时候我们再去购买一些 召唤生物经验值 然后将老大的召唤生物等级 再往上提一提 行了 快去准备吧 古城这边 在听到上空响起的系统提示音之后 所有玩家都愣住了 什么主线任务 什么直线任务 统统不接了 全部去整理自己的装备 准备前往瞭望之海 而此刻 NPC山鬼则是傻傻地站在任务大厅里面 看着萧涵 自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没有找到山海秘境的所在 结果这家伙倒好 上来一把钥匙 就直接打开了山海秘境 操 山鬼严重怀疑 这萧天策是来在打自己脸的 山鬼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就先走了 等我找到武器之神之后 我再来找你 塔米一个传送阵 直接就将萧涵送离了古城 山鬼 你就别在意了 或许这家伙 真的与武器之神有缘呢 你就是我古城最强的武器大师 塔米看着山鬼那猛逼的表情安慰到 山鬼倒也没有生气 只是看着萧涵的背影 他颇感欣慰 这个时代变了 黄雀城 萧涵刚刚回到这里 NPC蓝婷就找到了他 天策勇士 我找到了 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就在黑鸭骷髅死地当中 你可以去那找到他 萧涵双目一睁 想不到蓝婷这么快 就将那个黑色方块给研究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个消息 击杀黑鸭血灵便也不是什么男士 但是萧涵并不打算现在就前往黑鸭骷髅死地 我现在要先去一趟山海秘境 蓝婷 等我回来之后 我就去杀黑鸭血灵 萧涵对着蓝婷说了两句之后 就通过护称佐使的称号 传送去往了今夜商会 NPC蓝婷也是一连忙 怎么击杀血灵这件事 从这家伙的口中说出来 就这么轻松呢 这可是灭城之战啊 就不能严肃一点吗 搞得好像吹口气 就能够把黑鸭血灵吹死一样的 想过之后 NPC蓝婷索性也回到任务大厅 而今夜商会这里 因为山海秘境开启的原因 此刻这里早就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玩家 大家别急 大家别急 都有份 都有份 5W同币一个人 给钱就上给钱就上 现在非洲有的是 今天全部都是通往灶望之海的 大家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金老板搬了一个椅子 拿了一个盆 坐在今夜商会的门口收钱 只要进去一个做非洲的玩家 就是5W同币 进去一个5W 进去一个5W 这同币哗啦啦的 从玩家们的口袋 落入金老板的盆里 金老板数钱的样子 都快把他的那颗金牙笑掉了 我要是能够有这么多钱 我都不刷怪了 我就躺在家里 天天提现就好了 我还想呢 我看金老板的女儿还没有嫁 要不你在游戏里面娶个老婆不要 那还是算了 我宁愿单身 我也不娶那家伙 几分钟过去 就在玩家们等着上非洲的时候 金老板突然收到 NPC传员的消息 不好意思啊 各位 现在非洲已经全部通往灶望之海了 现在需要等10分钟 那些非洲回来之后 才能继续前往 麻烦各位稍微等待片刻 这消息一说出来 今夜商会的门口 直接炸开了锅 金老板 你不是说 非洲够吗 现在怎么又这样呢 没错 我交了钱 我都还没有上非洲呢 你这不是耽误我的时间吗 我们晚10分钟去的话 秘境里面的金燕胶囊 都被前面的那些人全部给吃掉了 我们再去的话 还有什么意思 就是 金老板退钱 我不去了 金老板退钱 玩家们说的也不无道理 所谓一步快步不快 那些先去到山海秘境的玩家 完全可以将金燕胶囊 全部收为己有 后来的玩家连汤都喝不上 这么一想 排在队伍后面的肖寒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非洲没有了 那我该怎么过去呢 那山海秘境 可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要是错过了 那武器之神 不就也相当于错过了吗 就在肖寒愁眉不展的时候 玩家们的声音 忽然从旁边传来 操 早知道今夜商会 会这样 我才不会交这5W同币呢 我还不如自己 找个会飞的召唤生物 直接飞过去 你说对 反正非洲也是飞 召唤生物也是飞 系统也没有说 不能自己飞过去 姐妹们 我正好有一只 能够飞的召唤生物 有没有愿意一起乘坐的 只限女生 就在今夜商会之外 不少召唤师职业的玩家 开始赚起了外快 有人坐着残飞的仓皇风 有人坐着被遗弃的苍蝇 他们的目的地 都是飞往撂望之海 而肖寒呢 出来吧 太古龙女 魔力灌输的瞬间 全场一道金光闪过 头顶隐约有龙银之声浮现 这 这是S级召唤卡 召唤生物的特效 一尘参见 自己的鼻子 起来吧 龙女 我们去瞭望之海 好的 龙女起身 从人形态 直接转变成为龙形态 赫然间 一头巨龙凭空出现 龙啸之声 更是在整个黄雀城传响 玩家们 猛了 这一幕 看待了周围所有人 这这不是天策大神吗 难不成 他也准备召唤出 自己的召唤生物 直接飞过去吗 但是这 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啊 玩家们惊呆了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天策大神 召唤出来的东西 和我们召唤出来的东西 不一样啊 怎么差别这么大 卧槽 天策大神 这是什么级别啊 直接召唤了一头真龙出来 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老天 你这不公平啊 老天 世界上就没有公平 果然还是 我的格局太小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 天策勇士 能够召唤出实力强劲的生物 已经非常牛逼了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还可以召唤真龙 这是召唤师 职业天花板的存在啊 看着敖一城的出现 玩家们双眼通红 如果不是因为 打不过肖寒的话 估计他们此时早就冲上去了 这可是一头巨龙啊 哪个男人不想拥有一头 巨龙陪伴在身边 这难道不酷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这只巨龙 居然还可以变换形态 龙形态的敖一城 已经玩家们分外眼红 结果人形态的敖一城 更是让玩家们欲罢不能 有一说一 为什么天策大神的 召唤生物都这么强 而且 这只巨龙的人 形态也太好看了吧 我是个女玩家 我都受不了 真的太好看了 爱了爱了 有谁能够告诉我 在哪可以找到 这么好看的召唤生物吗 早知道我也去选择召唤师了 这法师职业 完全就是一个废物 我愿意减十年寿命 换这么一个女人 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我愿意用二十年的寿命 你们都付钱了 我想用四千 让她陪我二十四小时 四千 我出五千 这个时代 好像谁缺钱一样 我出八千 我出一万 各位大佬 你们看我可以吗 我只需要六百 滚 各种呼声 在萧涵的耳边传来 不过 她根本不想理会 自己一个纵跳 来到了太古龙女的背上 龙女 我们走吧 去瞭望之海 太古龙女一个阵齿 拔地而起 朝着天空之上飞去 此时此刻 在黑鸭骷髅死地 死亡法师 黑鸭血灵这边 收到了消息 大人 骷髅血法 跑到黑鸭血灵的身边 恭敬地喊道 怎么样了 远古长毛星那边 复活成功了吗 黑鸭血灵 闭着双眼 静静地稀释着生命之气 回大人 远古长毛星 是复活成功了 但是出了一些状况 骷髅血法低下头来 小心翼翼地说道 出了什么事 大人 这一次前往远古 遗骸目的的骷髅亡灵死了 而且那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将复活过来的远古 长毛星给杀掉了 什么 黑鸭血灵猛地睁开双眼 死死地看着骷髅血法 你说什么 复活过来的远古长毛星 被击杀了 是的 就是被那个叫做 萧天策的人给杀掉的 哼 这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黑鸭血灵的身上迸发出来 这小子 三番五次来打乱我的计划 看来此次要是不除掉他 是难解我心头之恨了 黑鸭血灵捏紧手中的法杖 很利地说道 对了 让你去目的召唤的四十万大军 现在什么情况了 回大人 通过禁数亡灵召唤 召唤回来的四十万大军 已经准备就绪 同时 黑鸭大军现在也已经全部复活成功 随时可以进攻黄雀城 好 很好 等到 魔枪士 复活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大举进攻黄雀城了 此次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但是大人 还有一件事 现在山海秘境开启 武器之神祸将出世 据说萧天策此次也去了 我们 你带五百骷髅亡灵 去往瞭望之海 务必将萧天策给我永远留在里面 击杀萧天策之后 速速赶回 那时我们必将血洗黄雀城 遵命 大人 骷髅血法转身就离开了黑鸭骷髅死地 前往了瞭望之海 而此刻 另外一道身影从黑鸭血灵的身后站了出来 血灵 我的长枪呢 黑鸭血灵慢慢转过身来 看着身后的这道身影微微一笑 魔枪士 你终于复活了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怎么样 还适应吧 我问你 我的长枪呢 魔枪士用一双暗黑色的双眸死死地看着血灵 声音当中透露着森森杀意 黑鸭血灵心里惊了一下 虽然魔枪士的杀意浓郁 但是血灵明白 这杀意所指并不是自己 而是另外一个人 猎猿枪斗士 你的长枪已经让人去帮你改造了 此次一定能够击杀猎猎猎猎斗士 为你的母亲报仇血恨 血灵淡淡地开口道 这笔账他一定要还 魔枪士念叨 早在之前 血灵就已经知道魔枪士和猎猎斗士之间的恩怨 此次将魔枪士复活 其一是为了让他帮忙解决掉一些黄雀城的人 其二也是为了让他报仇 不然 血灵也不会想要将魔枪士复活 只是让血灵没有想到的是 魔枪士死了这么多年 居然还有如此浓郁的杀气 就连血灵站在魔枪士身边 都会感觉一丝寒了 两个小时之后 我将带领黑鸭大军和亡灵大军前往黄雀城 到时候其他的交给我 你只负责为你母亲报仇 魔枪士点了点头 灭城之战即将开启 瞭望之海这边 大量的玩家都准备通过NPC神秘引导者 来乘坐百渡船前往黑海中心 因为那里就是山海秘境的所在 可是黑海之上 时不时的会跳出来一些黑鲨鱼 对玩家进行无差别攻击 一些实力偏弱的玩家 直接被黑海吞噬 丁玩家 唐多多 遭到黑鲨鱼的攻击 等级降低一级 被送回到黄雀城众生法阵 等到重生 丁玩家 弗洛伊 遭到黑鲨鱼的攻击 等级降低一级 被送回到凌城众生法阵 等到重生 丁玩家 喜欢秋鱼的夜雪瑶 遭到黑鲨鱼 各个主城的玩家 基本上能够安全 从黑海上空通过的少之又少 而小韩直接骑着巨龙 横跨整个黑海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这时候 突然有玩家 将手指指向了天空之上 卧槽 这是龙 谁这么大的手笔 居然直接坐着龙 飞往山海秘境 这是不是冲前冲的 有点过分了 我乐个去 我顿时就感觉我的 这只召唤生物不香了 别人骑龙 我骑苍蝇 老天 这就是你 给我说的公平吗 这是哪个主城的勇士 这未免也太强了吧 不用看了 其他主城的人 这就是我们黄雀城的 最强召唤师 萧天策 实力之强 守四天异工会 立披星守村后山 全打世界隐藏boss 这召唤师 和召唤师之间的差距 现在已经这么明显了吗 各种羡慕的目光 从下方投来 不过 萧涵并不在意 巨龙双翼再次移山 直接朝着山海 秘境之内冲去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山海 秘境当中 请注意安全 提示 这里的奖励非常丰厚 但是相对的危险 也会无处不在 系统声一过 萧涵和敖一辰 便稳稳地落在了 秘境之内 而敖一辰 也变成了人形态 出来吧 我的战将们 天安神女 拜见主人 卓妍女枪 拜见主人 天瘾女皇 拜见主人 赤天使 拜见主人 三个A级召唤生物 和一个满级大佬 萧涵将他们 全部召唤了出来 算上敖一辰 一共就是五只召唤生物 这已经算是 萧涵现在最强的阵容了 保护性BUFF加成 萧涵轻声道 天安神女 手握十字架 在脚下轻点 一道连一 在空中扩散开来 一时间 各种BUFF全部叠加 在萧涵和几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而赤天使 也是羽翼翼展 庇护之力 全然释放 获得天安神女 全属性BUFF加成 获得天安神女 获得赤天使 庇护之力 五彩之光 在萧涵和自己的几只召唤生物身上 频频闪现 什么叫做安全感 这才叫做安全感 当然 这一幕 要是被其他玩家看见的话 估计他们的直接崩溃 嗖嗖 这时候 旁边的草堆里 突然窜出来两条红斑蛇 他们朝着召唤 生物静止咬来 碰 碰 着眼女枪 提起长枪 就直接就将 这两只红斑蛇给击杀 伤害15W 伤害15W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着眼女枪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8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0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着眼女枪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8000点 想不到山海秘境之内的 野怪经验值这么高 单单击杀一只红斑蛇 就直接获得了8000经验值 这比击杀一只同级BOSS 来得还爽 而且现在自己只差 2.5W经验值 就可以提升32级了 美滋滋的 走吧 继续前进 先找到武器之神再说 着眼女枪和天鹰女皇 将它们全部击杀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着眼女枪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8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000点 获得经验胶囊 10 一个 两分钟之内 召唤生物们就又击杀了7只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5.6W 等级也提升到了LV32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这升级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对了 刚才还获得了一个经验胶囊来着 萧涵点开背包查看了一下 经验胶囊 等级LV35级以下 35级可以使用 类型 10经验胶囊 品贴 极其稀有 状态 不可交易 作用 提升总经验值的10 介绍 只存在于山海秘境之内的道具 能够提升10的经验值 也就是说 现在自己32级提升到33级的话 总共需要32W的经验值 如果使用了经验胶囊 就可以瞬间获得3.2W的经验值 卧槽 这比仗划算啊 10经验胶囊 基本上就是1级 而且击杀红斑蛇 还有8000的经验值奖励 这也太爽了吧 萧涵自言自语的道 不愧是山海秘境 光是这经验胶囊 就已经足够让大量玩家 感到疯狂了 从现在开始 击杀所有红斑蛇 收到 主人 收到 主人 这么多的好处 萧涵自然是不打算 就这样轻易地放过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卓妍女枪 天鹰女皇和赤天 使她们去到了 三个不同的方向 寻找红斑蛇 一只神的所在 定 恭喜你获得经验胶囊 10 一个 定 恭喜你获得经验胶囊 10 一个 得益于装备套装的部分加成 自己的召唤生物 在秘境之内疯狂肆虐 这些红斑蛇 根本就挡住他们的攻击 不一会儿的功夫 自己的召唤生物们 就已经击杀了30只红斑蛇 获得了15个经验胶囊 10 当前LV32 27.2W32W 差4.8W经验值 就又可以达到33级了 就这升级速度 爽 定是否使用经验胶囊 肯定使用啊 再不用就用不了了 先使用两个胶囊 每个胶囊经验值 3.2W 等级提升到LV33 1.6W 36.7W 自由属性点加5 余下13个胶囊 每个胶囊 3.67W的经验值 全部使用 等级再次提升 达到LV34 11W 42W 自由属性点加5 美滋滋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见到武器之神 但是等级直接从LV31 提升到了LV34 这波来山海秘境完全不亏 真爽 主人 这是双头蛇 红眼双头蛇 等级LV 类型 变异红斑蛇 生命值40W 攻击力2W 防御力2W 技能 未知 击杀奖励 经验胶囊 介绍 曾经得到过武器之神的帮助 之后 就一直待在山海秘境当中 出场就是40W的生命值 就连攻击力都达到了2W 实力确实不简单 而且 还有一个击杀奖励 也不知道这个经验胶囊的 属于10类型还是100呢 先杀了再说 我们下去吧 太古龙女 听到萧涵的呼声 太古龙女静直地向着下方 俯冲而去 可就在他们距离地面 还有10米的时候 红眼双头蛇突然猛地抬头 吐了吐蛇杏子 随即 一个弹射 对着龙女就张开了血盆大口 尖锐的獠牙之上 隐隐有毒液渗出 主人 小心 六亿赤天使一边惊呼道 一边挥起手中的法杖 打出一道金光 金光包裹住红眼双头蛇 将它禁锢在了原地 但是 也仅仅只是两秒钟的功夫 红眼双头蛇便已经挣脱 它仰天发出一声嘶鸣 赫然间 周围一下子冲出来 20多只红斑蛇 赤天使 你去解决掉这些红斑蛇 天恩神女 杀掉红眼双头蛇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萧涵可不想在他们的身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此次主要的目的是 找到武器之神 随后 天恩神女和赤天 圣光闪烁 光芒的余晖 落在这些红斑蛇的身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伤害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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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6亿赤天使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6000点 叮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6亿赤天使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6000点 叮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6亿赤天使 成功击杀红斑蛇 获得经验值6000点 获得经验胶囊 10 15个 而天安神女这边 更是简单粗暴 对着红眼双头蛇的两颗舌头 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拍下 啪的一声 伤害40w 叮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红眼双头蛇 获得经验值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w 获得经验胶囊100 一个 也就是眨眼间的功夫 完成清场 这一波 消寒光式经验值 都获得了将近14w LV34 25w42w 丁是否使用经验胶囊 10 使用 每个经验胶囊4.2w的经验值加成 消寒将5个不能交易的经验胶囊使用之后 等级飙升到了LV35级 自由属性点再次增加5点 至于另外10个经验胶囊 等回到主城之后 挂到拍卖行上去吧 刚才击杀红眼双头蛇之后 好像还获得了一个100的经验胶囊 现在正好35级 可以提升一级 用了再说 丁 是否使用经验胶囊 100 使用 等级提升至LV36 自由属性点加5 美滋滋的 主人 那是什么 就在天安神女所指的地方 有一个洞穴 萧涵转头看去 这该不会是双头蛇的老窝吗 萧涵忍不住走上前去 可等他刚刚走到洞口的时候 一股赤力从洞内猛地传来 伤害 零 还好萧涵有天安神女 和赤天使的保护加成 不然的话 就算是不死 也得大残 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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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 萧天策 激活山海 秘境武器之门 武器之神即将现世 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 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 这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整个山海 秘境当中响起 卧槽 搞什么飞机啊 怎么又是你们说的 这个叫做萧天策的人啊 大家就不能好好的 在这个秘境之内提升 一下等级吗 好好的红斑蛇不刷 找死吗 真是操胆 要是让我看见 那个叫做萧天策的玩家 我非弄死他不成 你们这些黄雀城的家伙 真是没有一点脑子 慌什么慌 瞧瞧你们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过就是武器之神嘛 在天策大神的面前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你们就吹牛逼吧 这可是武器之神 你以为是副本boss啊 他要是能够击杀武器之神 我沉字倒着险 我跪着给你唱征服 玩家们都梦了 本来好好的击杀红斑蛇 获得一些经验胶囊 大家提升一下等级就挺好 非要去把那什么武器之神搞出来 这下好了 这是要把所有人 都送回众生法阵的节奏啊 玩家们刚刚抱怨两句 随后只见在山海秘境的 各个角落位置 突然凭空了好多个时空之门 无数山羊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们对着这些玩家 进行无差别攻击 老大 我们还是快走吧 这些山羊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 我们挡不住的 挡不住 老子两个五世纪的召唤生物 难道还挡不住几只山羊 不准走 都给我多收集一些经验胶囊 这边 凌晨一个叫做 顾绍 的玩家 让自己的两只五世纪召唤生物 对着眼前的这几只山羊 展开反击 区区几只山羊而已 难道还能够强过 自己五世纪的召唤生物吗 顾绍打死都不相信 但是下一秒 他傻住了 因为在这几只山羊的背后 那是千军万马呀 乖乖的 自己的召唤生物 或许能够挡住几只山羊 但是这几百只怎么挡 光是羊蹄 都能够直接把自己踏死了 轰轰轰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这几个凌晨的玩家 就彻底融化在了山羊群当中 丁玩家 顾绍 被山羊击杀 等级降低一级 三十秒之后 在凌晨重生法阵当中 等待重生 丁玩家 狸二狗 被山羊击杀 等级降低一级 三十秒之后 在凌晨重生法阵当中 等待重生 丁玩家 周三狗 被山羊击杀 等级降低一级 三十秒之后 在凌晨重生法阵当中 等待重生 不只是他们 随着山羊的出现 大量的玩家 都被强行送回到了主城 现在的山海秘境 基本上是被山羊给全部占据 而此时 一道身影 从洞穴当中走了出来 这道身影的头顶上方 写着几个大字 武器之神 奥亚 想不到 山鬼用了几十年 都没有找到的武器之神 全让自己一下子就找到了 真是太好了 有了武器之神 自己以后召唤生物的装备 就有着落了 萧涵迈步朝着奥亚走了过去 可下一秒 一道红色的血芒 突然在奥亚的双眸中闪烁 随后 奥亚踢着重锤 就对着萧涵 直接砸了过来 主人 快走 敖一辰话音刚落 萧涵就已经向后退了好几步 但是重锤落下的余波 依旧让自己 有些站立不稳 武器之神 你这是干什么 萧涵寻思 自己并没有招惹到奥亚 为何一见面 就浑身充满了杀气 而且 奥亚作为武器之神 也并非山海秘境当中的副本boss 没有必要对玩家发起进攻 而现在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主人 这是死灵血法 奥亚好像已经被人控制住了 这种招式 我也是在很早之前见过一次 赤天使对着萧涵说道 死灵血法 他不是武器之神吗 这种死灵血法 难道对他也会有作用 六一赤天使点头 奥亚虽然是武器之神 但是他的实力 甚至都不如我们 他能够登上神位 凭借的只是他登峰造极的武器 打造技术 仅此而已 那有办法能够破开死灵血法吗 当然有 不过 不过要想破除掉死灵血法的话 就必须击杀掉施法者 但是一旦击杀 奥亚也会死亡 奥亚也会死亡 那这不就成了双刃剑了吗 这都是什么垃圾招数啊 你们说的不错 这的确是死灵血法 这时候 奥亚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一只骷髅怪突然站了出来 他手握黑色法杖 这是 骷髅血法 在他的身后 还有五百只骷髅亡灵 肖天策 我们终于见面了 怎么样 我给你准备的大礼物 还不错吧 听到这话 小涵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不用想也知道 奥亚中招死灵血法的事 一定是这家伙干的 而且 骷髅血法这样做的目的 百分之百是为了限制住自己 这样的话 骷髅血法还可以利用他们 来对自己展开攻击覆盖 该死 有了奥亚这个盾牌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 直接击杀这只骷髅血法 要是他死了 那奥亚也会死 奥亚一死 谁给自己打造装备 靠牛魔吗 扯什么蛋呢 牛魔 我他们的谢谢你 骷天策 你不是很强吗 怎么了 现在开始怂了了 你来杀我呀 你来啊 看着骁寒无动于衷 骷髅血法忍不住调侃到 他早就知道 骁寒的实力强大 能够秒杀骷髅亡灵 也能够秒杀员古长毛星 但是 那又如何呢 现在还不是只能乖乖地 站在自己面前 束手就擒 哈哈 想不到 你骁天策 不过 看在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的份上 我就再送你一个大礼物 其实 要想破解吊死灵泻法 还有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黑魔法 但是 你们这些人类 根本就没有掌控黑暗之力的资格 所以告诉 你们也无妨 哈哈 骁天策 这一次 你必死无疑 此刻 在骷髅血法看来 骁寒就是一个小丑 一个孬种 没有黑暗之力的他 根本就不敢对自己发起攻击 完完全全的废物一个罢了 随即 骷髅血法 举起自己手中的法杖 直指萧寒 只见他身后 五百只骷髅亡灵 再加上武器之神奥亚 全部是朝着萧寒冲了过来 上吧 杀掉他 主人 我来拦住他们 天恩神女站出来 挡在萧寒的面前 轻声道 而萧寒则是点了点头 其实说句实话 骷髅血法的智商 的确是要远远高于 骷髅亡灵的 这一招 直接控制武器之神奥亚的手段 着实让自己有些难办 但是 好在这家伙 居然把秘密说出来了 有意思 不就是用魔法 打败魔法吗 自己虽然没有掌控 黑暗之力的资格 但是难道 自己还没有能够 掌控黑暗之力的 召唤生物吗 大人啊 时代真的变了 出来吧 黑暗女仆 79级的女仆 单膝跪在萧寒的面前 女仆 参见主人 你能够破解掉 这个死灵血法吗 萧寒这话音刚落 下一秒 黑暗女仆探出手中的镰刀 对着半空 就是轻轻一划 随后只见 傲亚静止地摔倒在了地上 而骷髅血法那边 无论再怎么操控 都已经没了反应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根本就没有黑暗之力 他是怎么切断 死灵血法的连接的 骷髅血法头盖骨 都想裂开了 他都想不明白 他死死地看着萧寒 等等 是这个黑暗 女仆切断的 操 骷髅血法傻住了 他自认自己 已经做到了完美无瑕 结果算天算地算空气 他也没有算到萧寒 正好有一个掌控 黑暗之力的召唤生物 谢谢你告诉 我死灵血法的秘密 萧寒冲着骷髅血法 微微一笑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萧寒的笑容 骷髅血法的心中 就是一万句 MMP在奔腾 早知道 就不告诉萧寒了 天安神女 杀了他 一声令下 天安神女一个顺身 就直接出现在了 骷髅血法的面前 萧天策 你已经来不及了 血灵大人 已经开始血洗 黄雀成了 你们完蛋了 骷髅血法狂笑起来 但是 天安神女 可没有管那么多 一下凭A 直接送走了他 伤害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骷髅血法 获得经验值2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0点 至于那些骷髅亡灵 全部是交给了赤天使 天安神女 有办法让奥亚苏醒过来吗 萧寒看着倒在地上的奥亚 开口问道 要是这奥亚醒不过来 那自己来山海秘境 不就白来了吗 可刚等萧寒 把这话说出口 洞穴之内 就再一次传来了 另外一道呼声 不要再叫醒他了 他已经死了 奥亚父亲早就知道 就已经将他所有的能力 都交给了我 你的意思 是您也能够打造出神级装备 萧寒问道 三年前就已经学会 萧寒转手 就丢了一套极品白银装备 落到了这人的面前 打造一下 给我看看 这人从身后 拿出一把锤子猛的一锤 就一锤 一套装备 全部散发出七彩之光 定恭喜你 获得LV30神级白银装备一套 卧槽 萧寒震惊了 这家伙也太牛逼了吧 直接就是一锤下去 就将一整套极品白银装备 全部锤成了神级装备 厉害啊 你愿意跟着我吗 萧寒回过神来 对着这人开口问道 当然 奥亚父亲 曾经教导 我要知恩图报 而你帮助奥亚父亲 摆脱了他们的控制 我就愿意帮助你 好家伙 自己本来只是想找 武器之神帮个忙 现在好了 直接得到了一个 武器之神的关门弟子 NIC 你叫什么名字 有人喜欢叫我 山海秘境的boss 牧羊人 利家 但是奥亚父亲 错过了一个奥亚 现在来了一个奥恩 不过一点也不亏 奥恩的实力 在萧寒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在奥亚之下 甚至还可能超越他 总之这一次 对于自己来说 就是捡刀宝贝了 对了 奥恩 我这里有些装备 你能帮我把他们 全部打造成为神级装备吗 萧寒淡淡地开口问道 当然 听到这话 萧寒果断将自己 所有的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现在当务之 及时先把召唤生物 身上的装备 先打造成为神级装备再说 至于余下的三百多套 可以先放一放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哥布林大军 降临吧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奥恩拿着奥亚 父亲给他的那把锤子 帮着萧寒打造神级装备 定恭喜你 获得LV三十神级白银 装备一套 定恭喜你 获得LV三十神级白银 装备两套 定恭喜你 获得LV三十神级白银 装备三套 另外一边 黄雀城 一个浑身穿着漆黑铠甲的人 扛着一把长枪 从任务大厅的门口走过 哥哥 你看那人是谁 是我眼花了吗 好像是魔枪室回来了 NPC兰婷看着任务大厅之外的那人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兰婷 别看了 魔枪室早在之前就已经死掉了 死人是不可能回来的 NPC哥宾妮探出了一口浊气 但是 哥哥不是说 最近黑鸭血灵正在研究复活药剂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黑鸭血灵将魔枪室复活了 虽然有点不敢相信 但是兰婷还是忍不住对着哥宾妮问道 不可能的 就算血灵想要复活魔枪室 那也需要找到魔枪室的尸体才行 黑鸭血灵是不可能找到的 那好吧 不过哥哥 当初魔枪室难道真的加入了魔族吗 望着兰婷 NPC哥宾妮第一次像哥哥一样 拍了拍他的脑袋 笑道 你要记住 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在书写 哥哥的意思是 魔枪室并没有加入魔族 哥宾妮只是淡淡一笑 并没有回答 事实是怎么样的 他也没有办法做出评判 而此时此刻 魔枪室已经来到了 护城幼使的住处 每当靠近这里一步 他心中的怒火便望上一分 沙姆之仇 必将谢债谢还 站住 你是谁 这里是幼使大人的住处 闲杂人不准进入 赶快离开这里 两个护卫走出来 拦住了魔枪室 要么滚 要么死 两个护卫互相对视了一眼 显然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相反 他们提着长枪 就朝魔枪室冲了过来 你这是找死 这里可是幼使大人的住处 可不是你随便撒掉的地方 魔枪室单手挑起长枪 森森寒意从枪间释放出来 魔动枪 一眨眼的功夫 魔枪室手中的长枪 竟然形成一股绞杀之力 刷 枪芒如风 直接顺描两名护卫 提示 魔枪室击杀黄雀城 护卫两名 脚步不停 魔枪室踏入到了 猎猿枪斗士的住处当中 刚一进入 就迎来了猎猿枪斗士 那些亲人的注意 鬼啊 魔枪室变成幽灵 回来报仇了 大家快 这人话还没有说完 魔枪室见面 就是一个前次 将这人给直接带走 多年前 猎猿枪斗士杀自己母亲 而现在 魔枪室在看到 猎猿枪斗士的家人 必然也不可能手下留情 快跑啊 是魔枪室 他回来了 他复活了 他回来报仇了 什么 魔枪室回来了 这人不是死了吗 该死 他肯定是回来 给他的母亲报仇来了 各种声音 从庭院当中 相继传出 但是 更多的 还是凄厉的惨叫 此刻 在整个庭院之内 但凡是 被魔枪室看见的人 都会被他瞬间杀死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为了报仇 他们这些人的死亡 根本抵不过 自己母亲的一条命 根本不够 城主府当中 猎猿枪斗士 和城主 正在商议要事 偏偏这个时候 一个士兵 突然跑了进来 不好了 幼稚大人 出事了 士兵焦急地说道 猎猿斗士扶着腰站起来 猎猿枪斗士表示 我还能再站 不 不是的 幼稚大人 你家出事了 魔枪室杀到你家去了 听到这话 猎猿枪斗士顿时就怒了 他奶奶的 是谁这么不长眼睛 居然敢对自己的家人动手 江湖规矩 或不及家 不知道吗 于是乎 猎猿枪斗士提着枪 就准备往住处赶去 可等他刚刚走出两步 突然就停住了 你刚才说什么 是谁杀到我家去了 猎猿枪斗士 看着眼前的这个士兵 开口问道 幼稚大人 是魔枪室 什么 魔枪室 不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 黄雀城当中 该死 难不成是黑鸭血灵 通过复活药剂 复活了魔枪室 如果是这样的话 猎猿枪斗士 倒抽了一口凉气 该死 这家伙 一定是回来报仇了 自己得赶快回去才行 二话不说 猎猿枪斗士 拿着自己的长枪 就离开了城主府 不好了 不好了 城主大人 北城之外 他们来了 谁来了 黑鸭血灵 还有他的十万黑鸭大军 以及四十万亡灵士兵 正在朝黄雀城押来 最多三分钟 他们就可以到达黄雀城 什么 十万黑鸭大军 还有四十万亡灵士兵 听到这话 城主直接愣住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黑鸭血灵 居然能够筹集 如此之多的战力 这黑鸭血灵的速度 居然这么快 而且 更是有魔枪室 直接杀入到了黄雀城内部 城主又看了看时间 他们攻打黄雀城的时间 竟然比自己预计 还要早了三个小时 这下出问题了 传令下去 全城戒备 让所有人全部参战 誓死守卫黄雀城 对了 天策勇士 现在在什么地方 回城主 天策勇士自从去了山海秘境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糟了 请告 请告 城主紧急任务 请所有玩家 前往黄雀城北门 誓死守卫黄雀城 紧急任务 守卫黄雀城 等级 不限 类型 紧急任务 护城任务 任务要求 黄雀城完整度 保持40以上 破坏黑鸭血灵计划 破坏80以上 当前黄雀城完整度 99 当前已破坏黑鸭血灵计划 20 任务介绍 为了再次攻破黄雀城 黑鸭血灵 筹集了大量的战力 准备血洗黄雀城 请所有玩家保护好黄雀城 一块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所有黄雀城玩家的面前 一时间 玩家们都愣住了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卧槽 兄弟们 不是吧 我刚刚才从山海秘境中回来 黄雀城就出现危机了 危机都不是重点 关键的是 现在是灭城之战 而且还要破坏掉黑鸭血灵的计划 80以上 现在才破坏了20 我有一个问题 这20是哪来的 不会是黑鸭血灵 自己杀了自己人吧 滚犊子吧 老哥 怎么可能呢 我倒是觉得 是天策大神 毕竟之前世界boss 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天策大神就直接杀了世界boss 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是呢 现在天策大神 不会还在山海秘境中吧 老哥 主城都要毁灭了 还不回来吗 别逼逼赖赖了 快去北城城门口吧 现在好多NPC都过去了 看看此次护城任务不简单啊 一边是黑鸭血灵 带着自己的黑鸭大军 以及亡灵大军不断逼近 一边是玩家们 穿着最好的装备 全部站在北城城门之上 而在城门下方的位置 城主早就将三万白银护卫士兵 全部部署在了这里 还有转值导师站立于此 城主 这黑鸭血灵宫来的时间 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上许多啊 疾风剑士转值导师陈生道 不过是黑暗势力的残党罢了 再次将他们灭掉不就好了 这一次我们再来比一比 谁击杀的黑鸭更多 战斗戏法师扬起手中的战斗法杖 震生道 好好看看 10W6黑鸭大军和40W6亡灵士兵 这次的数量可是比往日 多上了整整一倍有余 暗影刺客冷静的道 那又怎么样 昔日黑鸭血灵部也是 死在我们的手中 黄雀城必不可能灭亡 战斗法师继续说道 行了 大家少说两句 这次危机 麻烦大家了 一定要帮我守住黄雀城 交给我们吧 城主 你就放心吧 城主 此刻所有人全部将目光 投向了前方不远处的地方 10W6黑鸭大军 再加上40W亡灵士兵 使得整个天地之间 就像是被一张巨大的黑布笼罩 他们向着黄雀城不断靠近 似要吞噬掉这里 天哪 对方这是什么阵容啊 这就是黑鸭血灵的实力吗 我的个去 这是50W6的兵力吗 这要说是100W的军力 我都相信啊 这也太恐怖了 就这还互成任务 保护世界还差不多吧 最可笑的是 这些NPC居然还妄想 和他们搏上一搏 莫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凭这3W6白鸭护卫 能够守护住黄雀城的吗 开什么玩笑 此刻的玩家们 心里就是一阵凉意 看看别人的阵容 再看看自己的阵容 完全就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 这仗怎么打 用头打 就在玩家们还在思索的时候 黑鸭血灵就已经带着 自己的大军兵临城下 好久不见 城主 黑鸭血灵驻足于北城之外 500米的地方 对着城主说道 血灵 没想到 你还是来了 当然要来 为什么不来 黄雀城当初对我如何 我难道不应该回来吗 黑鸭血灵淡淡地开口笑道 而此刻 城主身边的战斗法师 忽然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和道 城主 不用再说了 此次过来 他不就是为了血洗黄雀城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 让我上去杀了他 没错城主 多说无意 就算我们不出手 他们一样会出手 到那时候 黄雀城所有人都将被他炼化 成为黑鸭大军的一部分 城主 下令吧 城主当然也知道 此次黑鸭血灵 前来黄雀城的目的 但是 话又说回来 自己现在 可是黄雀城的城主 他可以带着这些 转职导师杀上去 但是黄雀城居民怎么办 他们能够在这场乱战中 安然无恙地活下来吗 并不会 这城主并不能轻易地 说出开战二字 他的身后 可是整个黄雀城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碰 一声爆破 突然在天空之上炸响 随后 只见一片血红色伤害树枝 从黑鸭的身上飘落下来 伤害 八千 伤害 八千 伤害 八千 看到这一幕 玩家们全部傻住了 这他妈谁动的手 这么不长脑子吗 本来就大战在即 大家都等着一点风吹草动 就直接开打 这家伙倒好 搞得好像是生怕黄雀城 和黑鸭血灵他们打不起来一样 偏偏要搞点小动作 哥哥呀 对方可是武林大贝勒的兵力 你这波操作 不是让所有人为你陪葬吗 这要是打起来 不就是鸡蛋撞地球 找死吗 他奶奶的是谁动的手 自己站出来 你看老子打不死你 这么强的兵力 依然还敢先动手 这是活腻了 嫌自己等级太高了是吧 城主都没有说开战 你倒是自己宣布开战 挺牛逼呀 城门之上 大量的玩家面如死灰 本来情况是挺胶着的 但是经过 这人煽风点火之后 好了 现在好了 再也不用交错了 直接等死算了 对不起 各位 走火 走火 玩家 强威在等清风 站出来 尴尬地笑了笑 但是 这一笑不要紧 直接点燃了战火呀 我说老哥 你什么时候不走火 偏偏这个时候走火 你走的不是火呀 你走的命 城主 要不你来当城主 大战开始 黑鸭大军 全军压境 亡灵士兵 誓死冲破城门防线 吞噬掉黄雀城的一切火物 天地间 黑鸭血灵的声音 响彻每一个角落 黑鸭大军 直接将整个天空给遮住了 整个黄雀城 陷入到了一片黑暗当中 自此十万黑鸭 在黄雀城当中 疯狂肆虐 而亡灵士兵 更是以人海战术 对着黄雀城中 所有的玩家和NPC 发起了无差别攻击 喂喂 不是吧 这些亡灵士兵 怎么杀不死啊 他们的生命值是低 但是杀不死就很离谱 兄弟们 你们快看 在这些亡灵士兵当中 是不是有一只骷髅亡灵 好像是他在控制 这些亡灵士兵啊 远程弓箭手有没有 快对那些骷髅亡灵 发起攻击 即便玩家们 找到了躲藏 在众多亡灵士兵当中的 骷髅亡灵 但是 仅凭弓箭手 和一些法师 就想击杀他们 对不起 根本就不可能 此刻 黑鸭血灵悬停 在半空中 嘴角露出了邪笑 现在万事俱备 只前东风了 魔枪是 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可别让我失望啊 魔剑 魔眼之主的实力 已经恢复了大半 那该死的血欲之主 没想到 实力居然如此之强 居然一击 就将我打成了重伤 睁开眼 魔眼之主 狠狠地喝道 大人 需要我去杀了他吗 旁边的第五摩刹 站出来问道 杀了他 魔眼之主直勾勾地 看着第五摩刹 冷声道 他能够重伤我 而你能够杀了他 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 你也能够杀了我 虽然很有道理 但是魔杀 也意识到了 自己说的不对 对不起 大人 摩刹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对了 一年前让你去寻找的魔童 现在找回来了吗 魔眼之主 现在实力大涨 但是因为没有魔童的缘故 并不能发挥出所有的实力 所以 早在一年前 他便让自己手下的十二摩刹 去寻找那双魔童 回大人 魔窟战役之后 那双魔童 被一个枪斗士夺走了 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找到这个枪斗士 一年了 一年的时间 连他的尸体都没有找到吗 对不起大人 是我们办事不对 但是确实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不可能 给我找 继续给我找 魔眼之主愤怒地吼道 但凡十二摩刹能够找到 这个枪斗士的尸体 自己也能够通过强大的魔技 再次激活魔童 可现在的问题是 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 这个枪斗士的尸体 可就在这个时候 第六摩刹跑到了魔眼之主的面前 魔眼大人 魔眼大人 魔童的气息出现了 什么 魔眼之主获得一下 直接站了起来 真的吗 魔眼之主 看着第六摩刹问道 千真万确 前不久魔童的气息 再一次出现了动荡 应该是被那个枪斗士 重新激活的原因 真是太好了 魔眼之主 脸上闪过一抹欣喜的神色 现在那个枪斗士 在什么位置 回魔眼大人的话 根据魔斗星使者给我的消息 现在那个枪斗士 正在一个叫做黄雀城的主城当中 如果需要从魔界裂缝过去的话 最多半个小时 就可以达到黄雀城 早在之前 第六摩刹 就已经在魔斗星使者那 将这些事了解得一清二楚 很好 那你们现在就给我去黄雀城 务必将此人给我带回来 记住一定不能让此人死了 要是他死了的话 魔童将再次进入到休眠状态 到时候再想要激活 便不再是这么容易的事 魔眼之主再一次叮嘱道 大人放心 我们一定将此人完整地带回来 第六摩刹恭敬的道 那大人关于血液的事 第五摩刹开口问道 血液的事 暂时先放一放 刀魔大人还有其他安排 不能打乱他的计划 好的 大人 行了 你们现在快去吧 先把魔童带回来再说 随后 第五摩刹和第六摩刹 便离开了这里 通过魔戒裂缝 前往黄雀城 这边 在猎猎枪斗士 跨过自家门槛的时候 他惊呆了 此刻 魔枪士正坐在尸山血海当中 而他脚下的尸体 全是自己的家人 看到这一幕 猎猎枪斗士 双目赤红 瞳孔收缩 浑身被大量的火元素包裹 燃起了烈火 愤怒从他心底迅速升起 魔枪士 你这是找死 长枪之上 一股火焰之力环绕 炎鸣枪 猎猎枪斗士 捏紧长枪 见面就对着魔枪士 发起了进攻 他无论如何 都要击杀魔枪士 不单单 因为他是魔族的人 更是因为他杀了自己的亲人 而且还坐在他们的尸体上 这般羞辱自己 去死吧 此刻 感受到杀意的魔枪士 只是微微抬头 从尸体堆出的小山上站了起来 我等你很久了 你终于来了 魔动枪 魔枪士猛然一挥 用一股远超猎猎枪斗士的力量 直接与猎猎枪斗士的长枪 撞击在一起 砰 一声巨响之后 猎猎枪斗士 直接倒飞了出来 但是下一秒 猎猎枪斗士 便又站了起来 他将手掌 压在猎枪七寸之上 生龙 一个大滑步瞬间 出现在魔枪士的身前半米的位置 长枪从他的手中 自下而上地穿出 又要将魔枪士的脑袋 给整个贯穿 我要你为他们尝命 猎猎枪斗士的双目已然一片血红 现在只要一看见魔枪士 他的心中就会有无尽的怒火 但是 这就是你的愤怒 这就是你的实力 真是可笑 就凭如此 还想让我为他们尝命 痴心妄想 猎猎枪 你真的很弱 来吧 把你当初杀我母亲的勇气 拿出来 杀了我 来啊 为你的这些 所谓的欺人报仇 魔枪士一脚顶膝 直接将猎猎枪斗士 给踢到了半空中 挖的一下 猎猎枪斗士喷出一口血水 还没有完 魔枪士迅速旋转手中的长枪 宛若一把三米来长的黑色大刀 对着半空中轻轻一划 一道紫黑色的半月撞枪影 赫然出现 随后 便看见 猎猎枪斗士的左手手臂 被硬生生地削了下来 伤害 拔达不了 这一下 猎猎枪斗士的脸色苍白 他感觉自己五脏六腑都快要碎掉了 强 好强 他不明白 为什么魔枪士的实力会这么强 那么一瞬间 猎猎枪斗士的心中 竟然闪过了一丝惬意 他怕了 这种害怕 甚至让他忘记了 自己左手手臂处传来的剧痛 废物东西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的愤怒 猎猎枪 今日 你必死无疑 为了替母亲报仇 他要用自己最残忍的技能 来将猎猎枪斗士送到地狱里去 魔枪觉醒 天魔霸黄枪 忽然之间 黄雀城上空出现了一团乌云 这团乌云的正中心 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里面一把漆黑的长枪 正对着黄雀城压来 给我去死吧 这一击天地变色 生灵颤抖 玩家们看着头顶的异响 他们全部愣住了 是人是鬼都惊呆了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长枪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 黄雀城上空 不是吧 这已经超出护城任务的范畴了吧 这一击要是落下来 那黄雀城不得直接完蛋吗 还说什么 要保护黄雀城的完成度 在40%以上 这不是扯淡吗 我的天 你们觉不觉得 这个长枪和之前新手村后山的 那把金色长矛有点像啊 像吗 我觉得不像 金色长矛可是百丈长矛 而这个长枪 无论是从威压 还是士气上 都远远不如百丈长矛 是吗 那为什么你的脚在发抖啊 玩家们本来以为 只要自己挡住这些亡灵士兵 然后把黑鸭血灵 交给转职导师们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黄雀城内部出了问题 照这样下去 黄雀城根本就守不住 而此时 疾风箭士突然回到城门之上 看着城主 怎么回事 这长枪是谁搞出来的 城主皱眉道 魔枪士 什么 这话一说出口 各个NPC全部愣住了 魔枪士不是死了吗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 黄雀城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是该死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黄雀城内外优化啊 行了别说了 战斗法师 你和城主大人 一起去将魔枪士解决吧 要是不能挡下这一轮攻击 我们将会非常被动的 于是乎 城主带着战斗法师 朝着猎猿枪斗士所在的地方赶去 但是天空中的 天魔霸黄枪 已然落下 这一次 猎猿枪斗士 必死 而此刻 随着战斗法师和城主的离开 黄雀城 北城城门口的防御力量 便明显地下降 黑鸭血灵抓住这个时机 对黄雀城的各个转制导师 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 我的黑鸭大军们 撕开他们的城门 我们冲进去 哗哗哗 数亿万计的黑鸭大军 从天空中宣泄而下 整个黄雀城的局势 开始出现了一面倒的状态 各个NPC 在这种情况之下 根本就挡不住 十大半流黑鸭大军的冲刷 依旧有大量的黑鸭 冲入黄雀城 对这里的活人展开 厮杀 献剑 提示 黄雀城当中 活人献剂加一 黑鸭数量加一 提示 黄雀城当中 活人献剂加一 黑鸭数量加一 提示 黄雀城当中 活人献剂加一 一时间 黑鸭血鸭的黑鸭大军 数量不增反减 整个黄雀城 都陷入到了血海之中 这里每一条街道上 都是血流成河 很快 系统声再次响起 提示 北城门沦陷 当前黄雀城完成度 68.54% 萧涵这边 此时 奥恩已经将所有的装备 全部打造成为了神级装备 萧涵自己的召唤生物实力 也得到了极高的提升 我们走吧 奥恩 我带你回家 萧涵将除了太古龙女的召唤生物 全部收回到了召唤卡当中 对着奥恩说道 等等 主人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奥恩向后退了几步 再一次挥起手中的重锤 对着地面一砸 随后一个宝箱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主人 这里面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奥恩将宝箱交给了萧涵 萧涵接过这个道具 丁恭喜你获得牧羊人的馈赠 是否开启 开启 丁恭喜你 获得经验胶囊 10% 可交易100个 获得经验胶囊 50% 可交易20个 提示 由于你的等级太高 不符合经验胶囊的使用条件 想不到这个宝箱里 居然是这么多的经验胶囊 虽然自己等级已经超过了35级 但是好在 这些经验胶囊都是可以交易的道具 也还是挺爽 这要是全部换成铜币的话 搞不好直接就是上亿的资产 美滋滋的 处理完这些 萧涵带着奥恩 跳到了太古龙女的背上 我们走吧 龙女 好的 主人 龙女双翅一阵 三人朝着黄雀城飞去 当他们距离黄雀城 只有不到百里的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 忽然在萧涵的脑海中传响 提示 当前黄雀城完整度 64.29% 当前已破坏黑鸭血灵计划 21% 真是操弹 之前自己就通过击杀远古长毛星 破坏掉了黑鸭血灵20%的计划 结果 现在过去这么久 这些玩家也才只破坏了1% 这是在干什么 而且黄雀城的完整度 竟然直接就从99% 掉到了64.29% 真是离谱 太古龙女 快一点吧 再次一阵 朝着黄雀城快速逼近 很快 当他们看见黄雀城的时候 龙女发出了一声龙吟 你们快看 是龙 是天侧大神的龙回来了 这绝对是天侧大神的那头巨龙 天侧大神终于回来了 他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这个黄雀城都完蛋了 天侧大神快来救救孩子们吧 这黑鸭大军简直太恐怖了 还有这个该死的亡灵士兵 根本就杀不死 你们别说了 刚刚那个长矛才是最恐怖的 我靠 直接将主城砸开了一个洞 这是什么输出啊 还好只是一个洞 这要是让金色长矛再出出现的话 就绝对不是一个洞那么简单了 甚至整个黄雀城都不见了 我刚才听说 好像猎猿枪都是死了 是吗 就是那个两个妖子 都没有的那个NPC吗 这都不重要了好吧 兄弟们 现在情况 我们还是先完成护城任务再说吧 放心好了一切 就交给天侧大神 就完事了 看着巨龙的身影 玩家们心里 那一百万个星现在 都已经放下来了 在他们心目中 天侧大神就是最强的存在 什么护城任务 什么黑鸭血铃 还不就是一只野怪那么简单 灭了就是了 而此刻 巨龙落在了残缺的北城城门之外 龙女化身人形态 三人并肩站 萧天侧 你居然回来了 萧天侧 想不到你居然回来了 看到萧涵的出现 黑鸭血铃的脸上多少有点惊讶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区区五百骷髅士兵 和一只骷髅血法而已 这种阵容 自己弹指极灭 看来 我终究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但是 这都无所谓了 我本就没有指望 骷髅血法能够杀掉你 我只是希望他 能够将你拦住山海秘境当中 不过 既然你现在回来了 那么就让我亲手杀了你 让你和黄雀城一同灭亡 黑鸭血铃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他早就知道 萧涵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骷髅血法 而且他也确实没有指望 骷髅血法能够杀掉萧涵 所以 血铃原本是 打算在灭掉黄雀城之后 再去到山海秘境中 寻找萧涵 但是 现在看来 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杀了我 就靠他吗 这时候 萧涵指着身边 四十万只亡灵士兵 和十万黑鸭大军 轻蔑地道 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 那我也就没有必要 再藏了 我本来为你 准备了一份大礼 那就提前送给你吧 黑鸭血铃展开双手 黑暗法杖 悬浮在他的胸前 随后 在黑鸭血铃的口中 便开始念叨起了咒语 至于是什么 萧涵也听不明白 反正几秒钟之后 一股浓郁的黑气 从黑鸭血铃的身上 释放出来 犹如瀑布一般 朝着大的 宣泄而去 出来吧 我的骷髅们 只见这浓郁的黑气 直接铺满了三万平方的土地 下一秒 一只森白色的手 从泥土下方 直接探了出来 等等 两只 三只 十只 这 这是整整50W 只骷髅野怪 从三万平方的地底 爬了出来 而这其中 更是有将近5W 只精英骷髅野怪 他们有的 手持盾牌和长剑 有的拿着长长的弓箭 总之光是这密密麻麻的数量 就直接超过了 亡灵士兵的总和 让人头皮发麻 而此刻 站在萧涵身后的玩家们 和NPC们都沉默了 40万的亡灵士兵 10万的黑鸭大军 本来就已经极其难以对付了 现在又冒出来了 50万只骷髅野怪 这是要杀光所有人的节奏吗 护城任务 这到底 是什么护城任务 近百万的军力 我们拿什么抵抗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自己这边三万护卫 我感觉我们这么渺小 完蛋了 完蛋了 这一次是真的完蛋了 我本来以为 这个黑鸭血灵 能够拥有将近50万的战力 已经非常恐怖了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还藏了一手 这他们的怎么玩 这都是什么战斗力啊 兄弟们别急 我们还有天色大神 只要有他在 我们黄雀城必将安然无恙 相信我 话是这样说 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 可是整整100W大军啊 而且这个黑鸭血灵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手 急什么 我们的天色大神 不也还没有出手吗 等等再看吧 远远看去 整个黄雀城外 就是白惨惨的一片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 百万大军啊 这怎么当 恐怕就算是天色大神 也是无力回天了吧 与此同时 黑鸭血灵 再次捏住了黑暗法杖 对着自己大军命令道 开始杀戮吧 我的百万大军们 今日的黄雀城 必将血流成河 而你 萧天策 也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随着 黑鸭血灵手中的 黑暗法杖落下 这些骷髅亡灵和亡灵士兵 像是疯了一样 朝着萧涵冲来 而黑鸭大军 更是形成一股黑色旋风 席卷整个黄雀城 而萧涵 只是淡淡一笑 不过是百万大军而已 这和那五百只骷髅野怪 又有什么区别 但是 既然你要站 那便站 黑鸭血灵 今日 你必死无疑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萧涵将自己所有的召唤卡 全部抛了出来 魔法能量 1600点 提示 召唤卡 天安神女等级超过150级 在当前区域无法召唤 听到系统提示音 萧涵这时候才想起 在主城副本之外的区域 是没有办法召唤150级以上的召唤生物的 也就是说 现在没有办法召唤天安神女 不过 问题也不大 要想杀掉黑鸭血灵 现在的阵容完全足够了 卓眼女枪 拜见主人 六亿赤天使 拜见主人 天瘾女皇 拜见主人 一共16只召唤生物 再加上166只哥布林大军 全部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同时在他们的身上 还有一层淡淡的五色之光包裹 这是神级装备的特殊加成 丁 是否开启神级装备军团加成 提示 当在场出现10套以上的神级装备之时 可获得神级装备主动技能 祥瑞之气 开启啊 萧涵直接点下了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随即 只见 在所有召唤生物的头顶之上 出现了一片淡色的七彩之云 随着祥瑞之气的落下 各种增益buff 在召唤生物的身上 全部弹现了出来 还没完 这时候 六亿赤天使悬浮于半空之中 直接举起手中的权杖 只见金光闪烁 神之庇护 天赐降练 所有召唤生物属性提升时 圣光覆盖 所有召唤生物生命之速度恢复提升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加上装备和赤天使buff的加成 所有召唤生物的实力 直接从基础属性的面板上 翻了好几倍不止 虽然比不上天安神女的加成 但是要想灭了这百万大军 完全够了 上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杀了这里所有的人 A级召唤生物负责黑压血灵 F级召唤生物负责清场 来吧 召唤生物们 尽情地输出吧 朱仙人 请你告诉我 你在干什么 萧寒一声令下 所有召唤生物全部冲了出去 唯独朱仙人成为了 整片天地的一股清流 身高145米 宽度86米 萧寒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只巨物 自己怎么都没有想到 之前还只是一只小野猪的他 现在居然成了一只大肥猪 最关键的是 此刻的他因为 穿着一身神级装备的原因 浑身也被五色之光包裹 乍眼一看 这家伙居然是他摸的一个超级大灯泡 整个战场之上他 就是最亮的仔 而那些什么黑压血灵 亡灵士兵 要想防过朱仙人这座山 根本就不可能 甚至 就连天空中落下的30万只弓箭 都被朱仙人庞大的身躯 给全部抗下 伤害 100 刚链毫毛的防御 伤害 100 刚链毫毛的防御 伤害 100 刚链毫毛的防御 朱仙人 你在干什么 萧涵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 朱仙人的脚拇指 喝道 主人 城墙坏了 滚你们的 城墙坏了 就需要你在这里当围墙 还当一个会发光的围墙 快去给我杀怪去 可是主人 我没有伤害啊 没伤害 你几万斤的重量 是干什么用的 你就算滚出去 压都可以压死一群了 听到这话 朱仙人也是一脸的无奈 既然主人都这样说了 那自己也只能冲上去了 随后 只听一声 朱教从朱仙人的口中发出 冲锋 朱仙人迈着沉重的脚步 朝着前方冲了出去 卧槽 搞错没有 难道这也是 天策大神召唤出来的生物吗 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召唤生物 兄弟们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 这个叫做朱仙人 你们可以看看 和我身边的 这个召唤生物一样 它也是一只猪 不是啊 老哥 为什么你的是只猪 其他的召唤生物我都忍了 但是这头野猪 为什么这么离谱 还有它真的是冲出去的吗 为什么我看它 像是滚出去的呢 你是说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只 巨大的五彩大轮胎 是吗 不不不 我感觉它像你们个 溜溜球在整个战场当中 哪一回滚动 离谱的朱仙人 朱仙人在整个战场当中 风驰电掣 远远看去 还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溜溜球 简直恐怖如斯 而且一时间 在整个拍卖行上 只要一有人出售 制作出的朱仙人召唤卡 那么 它的价格将会直线飙升 而另外一边 91级的木狼人 和105级牛魔 在亡灵士兵当中 来回穿梭 身形如雷 亡灵士兵 根本就碰不了它们 刷 伤害 12W 并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木狼人 击杀骷髅亡灵一只 阻止了500只亡灵士兵的召唤 当前 以破坏黑压血灵的计划 22.35% 牛魔 杀了躲在所有 亡灵士兵中间的 骷髅亡灵 是他们 在召唤亡灵士兵 木狼人对着牛魔 大声喊道 可谁知道 等木狼人 转过头来的时候 他看见了什么 牛魔 居然拿着一把双刃斧 在战场上 一阵乱拍 我锤 我锤 看老牛这全力一锤 给我出来吧 几品装 哦不对 给我去死吧 恐怖的距离 携带着双刃斧的落下 依旧是让这里 掀起了20多米高的土墙 看到这一幕 木狼人都愣住了 心想 完蛋了 牛魔已经傻了 估计是打铁打风了 不过 木狼人也没有过多的浪费时间 继续在亡灵士兵中穿梭 虚余之后 其他召唤生物那边 也传来了消息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寒霜之剑 击杀骷髅亡灵一只 阻止了500只亡灵士兵的召唤 当前 以破坏黑压血灵的计划 22.35%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荆棘之花 击杀骷髅亡灵一只 阻止了500只亡灵士兵的召唤 当前 以破坏黑压血灵的计划 22.65%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曼沙斯 击杀骷髅亡灵一只 阻止了500只亡灵士兵的召唤 当前 以破坏黑压血灵的计划 22.95%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关于40W的亡灵士兵 全部是被自己的几只F 及召唤生物给一力抗下 至于那50W的骷髅野怪 则是由83级的诸仙人 和80级的潮汐之灵 在那边折腾 海浪之神的牵引 潮汐之灵手臂伸出 只见一条 由水凝聚而成的绳子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头被潮汐之灵捏住 一头则是拴在了 诸仙人的身上 来吧 诸仙人 这招叫飞越地中海 借助海水的力量 潮汐之灵 能够自由地控制 诸仙人的行动轨迹 直接就将这50W的骷髅野怪 压制得死死的 兄弟们 还带炫光的 这都是什么召唤生物啊 这实力也太强了吧 这可是百万大军啊 难道一点面子都不要的吗 还有那头巨龙 兄弟们 这家伙居然一人 挑起了整个黑压大军的 一口龙岩蛋 不知道烧死了多少只黑压大军 在我看来 最强的还是那只牛魔 斧头被用成了锤子 你知道的 召唤生物的性格 是可以改变的 就像是人一样 我明白 所以你的召唤生物 现在去搭讪去了 不仅仅是玩家们 当NPC们 看见了这一幕之后 他们都震惊了 哥哥 黑压血灵 是来灭城的 怎么感觉 不是血灵包围了黄雀城 而是你包围了血灵呢 是人是鬼 都沉默了 另外一边 因为天魔霸黄枪的落下 猎猿枪斗士 彻底是死在了魔枪师的手中 而城主和战斗法师 也趁着魔枪师虚弱之际 斩断了魔枪师的手臂 城主 杀了他 这种魔族生物留下来 只会是威胁到黄雀城 战斗法师 举起武器 对准着魔枪师的脑袋 城主皱紧眉头 死死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魔枪师 城主 你要杀了我吗 难道就连你也认为 当初我加入了魔族 是吗 魔枪师看着城主 开口淡淡地问道 而城主根本就没有回复 看到这里 魔枪师显然已经知道了答案 想不到堂堂黄雀城 居然连你都愿意相信 我加入了魔族 难怪当初猎猿枪 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杀我母亲 现在看来 不只是他想要灭了我 就连你 还有你们 你们都想杀了我 当初 如果不是为了害怕黄雀城 受到魔童的灾难 魔枪师也不会强行 将魔童装在自己的身上 结果现在倒好 自己当初拼死保护的黄雀城 却成了杀死自己的最后一把利刃 可笑 真是太可笑了 这黄雀城当真让人心寒 魔枪师仰天长笑 黄雀城未灭 家人先死 这一刻 魔枪师怒火滔天 信仰崩塌 双眸中闪过一道黑芒 周身开始燃起黑色的火焰 断臂重生 魔童被完全激发 家人已死 那黄雀城还有什么保护的必要 黑芽血里你说的对 黄雀城就该灭亡 我不该只让猎猿枪去给我母亲陪葬 我要让所有人 让整个黄雀城全部的人都给我母亲陪葬 一声怒吼在黄雀城内部响彻 战法 快退 城主带着战斗法师向着后方退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战斗法师已经冲了出去 长矛 火源斩 一把火红的长矛破空出现 战法一把抓住 对着魔枪士直接挥了过去 下一秒 魔枪士双眸一睁 手臂迅速伸出 单手接住火红长矛 用力一捏 碰 长矛瞬间炸裂 还没完 魔枪士的又是一个转身 捏住长枪 一个前刺 魔童 黑暗魔动枪 充满黑色火焰的长枪 对着战法的心脏直接袭来 恐怖的黑色威压 足以吞噬一切 这一击要是打中的话 战法必将直接灭亡 护城剑 城主剑撞果断呼出了城主府当中的护城剑 一声剑鸣 响天彻地 只见天空之上 一把长剑急速飞来 落在城主的手中 天神斩 城主捏住护城剑 打出两道交织成的剑气 剑气对着魔枪士的长枪攻来 魔枪士眉头一转 一双眼眸再次射出一道黑色光芒 紧一眼 这道剑气斩 便直接破碎 而魔枪士手中的长枪 也顺势贯穿了战法的心脏 提示 魔枪士击杀战斗法师 顺秒战法 城主猛啊 其实在他心中 魔枪士从来就没有加入过魔族 只是他那一双眼睛的确是魔族之物 这才让得城主 不能轻易开口 可现在呢 面对战斗法师的攻击 魔枪士并没有丝毫手软 直接一枪就击杀了战法 此刻在城主的心中 他已经有了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 魔枪士已经入魔 不能留 于是乎 他提起长剑对着魔枪士杀来 而这一刻 魔枪士本准备再战 只是因为刚才强行使用魔童的原因 双目传来了剧痛 身体的排斥反应 让他浑身提不起一丝力气 他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顺影斩 城主手中的护城剑 剑芒如光 贯穿了魔枪士的身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在魔枪士身后 突然冒出来一团黑色的雾气 将它瞬间包裹 再然后 魔枪士便消失在了战场之上 而城主也呼出了一口长气 虽然魔枪士一面 但是黑鸭血灵还在 我得赶快前往北城才行 简单休整之后 城主又朝着黄雀城北城之外前去 萧涵这边 十万黑鸭大军 有太古龙女牵制 四十万的亡灵士兵 现在也灭了大半 而骷髅野怪 更是有潮汐海灵和朱仙人解决 此刻 也就只剩下了黑鸭血灵 虚余之后 卓妍女枪 天鹰女皇和赤天使 来到了血灵的面前 几人互相对视一眼之后 卓妍女枪率先跨出一步 一个顺身 就直接出现在了黑鸭血灵的面前 断头 长枪势如破竹 对着黑鸭血灵的喉咙猛地刺来 速度之快 黑鸭血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刷的一声 长枪直接刺破了黑鸭血灵的喉咙 伤害 一百 血灵替身以为你承受一次伤害 死亡 一三 既然你们要来送死 那就先杀了你们再说 黑鸭血灵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举起法杖便开始吟唱 在她的身后 赫然出现无数黑色处须 他们对着卓妍女枪和天鹰女皇 进行了不间断的攻击 他们像是鞭子一样 抽打在卓妍女枪和天鹰女皇的身上 伤害 二搭不了 伤害 二搭不了 得益于神级装备的加成 触须对于女枪和女皇的伤害 才削弱大半 是天使 让我去杀这个家伙 是天使法杖一挥 直接在女枪和女皇的身上 加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 同时 一道疾风在女枪和女皇的脚下升起 片刻的功夫 两人更是顶着黑处的攻击 朝着黑鸭血铃不断逼近 黑暗求牢 给我定 血铃侵蚀 两个黑色的牢笼 突然在将女枪和女皇包裹其中 同时 一团浓稠的血液在牢笼之中溢出 就当血铃以为自己得手的时候 赤天使竟然再次举起法杖 群体免疫 净化 着眼女枪 免疫控制技能 天鹰女皇 免疫控制技能 下一瞬间 女枪和女皇 直接从牢笼中冲了出来 他们的速度极快 从左右两侧 对血铃展开了包夹 看到这一幕 黑鸭血铃都愣住了 但是都不等她回过神来 两道攻击 就已经出现在了血铃的面前 烟火枪 灰烬爆炸 轰轰轰 恐怖的输出 直接在黑鸭血铃的身上炸开 伤害 100 血铃替身 以为你承受一次伤害 死亡 23 伤害 100 血铃替身 以为你承受一次伤害 死亡 33 当前 已用完所有血铃替身 砰的一声 黑鸭血铃 直接从天空之上坠落了下来 该死 想不到这两只召唤生物的输出这么高 要是没有血铃替身的话 估计刚才那一击 自己就已经死了 这时候 一只黑鸭飞到了血铃的面前 大人 不好了 出事了 黑鸭站在血铃的肩膀上开口道 发生了什么 血铃问道 魔枪是死了 被城主击杀了 这个废物东西 还指望他能够拦住城主片刻 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死了 照这个进度下去的话 城主必将带着护城剑在两分钟之内达到北城 要是他配合上女枪和女皇同时对自己发起进攻的话 没有血铃替身的自己 必将陨落于此 看来 我得提前开启 下一步计划了 血铃刚刚说完这话 女枪和女皇便再次攻来 黑鸭亡灵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出现在了半空中 他折断了自己的黑色权杖 一股浓郁的黑气从权杖当中流露出来 形成一股黑色的圆球 他在吸收 战场余下八万黑鸭大军全部涌入其中 黑球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 一只比诸仙人还要大上一倍的黑鸭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丁黑鸭之王 压咒出现 请所有玩家注意 提示 当前黄雀城完成组 57.94% 当前已破坏黑鸭血灵计划 45.39% 黑鸭之王 压咒 等级87 生命值102W 攻击4W 技能 介绍 卧槽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黄雀城 是不得安宁了 还是怎么的 我靠 我们就是来看戏的 我们在这场战斗中 有什么作用啊 我就想问问大家 还有没有 什么事我能够做的 兄弟们 别急 这只黑鸭之王 虽然是八万黑鸭的融合体 他的实力并不强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的等级只有87级 老哥 他的等级还不高吗 你好好看看吧 比你高多少级 我的意思是 对于天策大神来说 闭嘴吧 一百多万的生命值 就算是天策大神 也绝对不可能顺秒的 玩家刚刚把这话说完 卓妍女枪 直接就是一个大跳 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他手握长枪 立于半空之中 雀炎枪 一只火红的凤凰虚影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一枪 仅仅一枪 都还没有给黑鸭之王 任何反应的机会 一个血红色的伤害数值 就从空中飘落了下来 伤害 102W 拥有神技装备 和极高buff的女枪 直接顺秒黑鸭之王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卓妍女枪 成功击杀黑鸭之王 压咒 但是这就完了吗 并没有 黑鸭之王破碎的瞬间 他体内忽然浮现出一团血液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这团血液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甚至这团血液里面 直接伸出了无数双血色处须 朝黄雀城之内抓去 大量的活人被血球吞噬 没多久 血球的大小 就已经是诸仙人的三倍左右 萧天策 你要是想要杀我的话 就在血灵大爆炸之后 来黑鸭骷髅死地找我吧 我会在那里登念 黑鸭血灵落下这句话之后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一来是 自己不能再在这里浪费时间 否则的话 等到城主出现 自己必死无疑 其二是 要想攻破黄雀城 萧寒是最大的阻碍 而要想击杀萧寒 自己只能使用最后的手段了 至于自己的骷髅大军和亡灵士兵 就先将他们留到这在这里 等自己灭掉萧寒之后 再回来血洗黄雀城 萧寒看着天空之上的血球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提示 当前黄雀城完整度 56.43% 当前已破坏黑鸭血灵计划 47% 破坏黑鸭血灵的计划暂且不说 这一点对于萧寒来说 根本就不是任何问题 但是 如果现在血球爆炸的话 黄雀城将会瞬间受到冲击波 到时候 黄雀城的完整度 必将剩下40%不到 而任务也将宣告失败 是天使 萧寒大声呼道 主人 六一痴天使恭敬的道 有办法毁掉这个血球吗 六一痴天使皱眉 说实话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该死 照这样下去 最多30秒 这个血球就会爆炸 到时候黄雀城 就在萧寒皱眉之际 旁边奥恩站了出来 要不让我来试试 萧寒看着奥恩 说心里话 一个打铁的 能够对这个血球 有什么办法 萧寒还真不相信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也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萧寒冲着奥恩点了点头 随后 只见奥恩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重锤 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呼喊 其魂后的声音震天焊地 这是 牧羊人的召唤 羊来 一只巨大的山羊虚影 从他们的身后冲了过来 当这个虚影出现在奥恩 身前半米的时候 一记重锤 直接将山羊虚影 对向了这个血球所在的方向 碰 一声爆破 山羊虚影和血球撞击在了一起 血球爆炸 天空之上的云雾玻璃 大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恐怖的冲击波 延绵数千万里 但是黄雀城 却因为有山羊虚影的格挡 免受了一切冲击伤害 这这这这是什么东西 一声羊来开天门 从此再无牧羊人 是他回来了吗 兄弟 你是不是想错了 有一说一 天策大神的实力为什么这么强 要是这个血球爆炸的话 我估计整个黄雀城都将灭亡 看到这一幕 玩家们已经找不到话来形容萧涵了 实力已经强出了天际 而萧涵也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冲着奥恩微笑道 干得不错 随后 萧涵又看向了太古龙女 我们走 去黑鸭骷髅死地 杀了血灵 主人 我和你一起去 卓妍女枪站出来说道 不用 我还有天安神女 随后 萧涵将其他召唤生物留在了这里 然后自己骑着太古龙女 朝黑鸭骷髅死地飞去 与此同时 魔戒裂缝 第五魔杀和第六魔杀 带着将死的魔枪士回到了魔剑 老六 你有没有觉得 魔枪士的身上有一股纯净的魔气 正在净化他 第五魔杀说完这话 第六魔杀点头继续说道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按照道理来说 他只是一个人类 他根本没有接受魔气的资格 而且魔气也不会选择一个人类 这就是最奇怪的一点 明明是相互排斥的 为什么魔枪士现在 居然能够和魔气完美融合 别想了 如果不是这个魔气的话 这家伙早就已经死了 我们还得多亏了他 不然的话 魔眼大人又得生气了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魔童最后选择了魔枪士 所以才会这样 走快吧 魔童是魔眼大人的 只要没了魔眼 他也就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没多久 第五魔杀和第六魔杀 带着魔枪士来到了魔眼之主的面前 大人 这个家伙给你带回来了 魔眼之主睁开双眼 看着奄奄一息的魔枪士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邪笑 哈哈 好 真是太好了 有了魔童 我的实力又将一大步 真是太好了 恭喜 魔眼大人 恭喜 魔眼大人 魔杀对着魔眼之主提前道贺道 接下来 魔眼之主走到了魔枪士的身边 将手放在了魔枪士的双眼之上 只要得到这双眼睛 他便是真正的魔眼之主 到那时他也就可以寄身72魔术的行列 真是太好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强大的排斥之力 直接将魔眼之主给弹飞了出去 不 不 这怎么可能 魔童对我产生了排斥之力 不对 这是魔童找到了更好的宿主 魔童乃是魔族之物 怎么会选择一个人类呢 这绝对不可能 魔眼之主怎么都不愿相信 魔童居然会选择一个人类 于是乎 他再一次走到了魔枪士的身边 可这一次 更加强大的排斥之力 再一次将魔眼之主弹飞 强大的力量 就连魔眼之主都吐出了两口鲜血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魔眼之主诧异的时候 魔枪士亮强地站了起来 此刻 魔枪士的双眸已完全变成暗紫色 魔童之力全开 而且在魔枪士的周身 还萦绕着淡淡的魔气 这是魔化 魔枪士看着眼前的魔眼之主 他知道 是眼前的这个家伙救了自己 堂堂黄雀成 还不如一个魔族之人 想到这里 魔枪士依旧是冷冷一横 既然黄雀成对我不忍 那就别怪我不义 一股狠立之色从魔枪士的脸上显露出来 随即 他直接单膝跪在了魔眼之主的面前 魔枪士 愿加入魔族 萧涵这边 几分钟之后 他们来到了黑鸭骷髅死地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黑鸭骷髅死地 由于你的等级太低 请尽快离开 请尽快离开 听到这道提示音 萧涵倒是淡淡一笑 如果这里是副本之外还好 但是黑鸭血灵偏偏选择了这里 换句话来说 自己完全有召唤天安神女的条件 有天安神女在 就算天塌下来了都不怕 出来吧 天安神女 萧涵将天安神女召唤了出来 主人 走吧 我们去杀黑鸭血灵 敖一尘也变成人形态 跟着萧涵和天安神女朝着前方走去 由于这里所有的野怪 都已经被黑鸭血灵放到了黄雀城的原因 此时的副本 根本就没有什么野怪 所以很快 萧涵便找到了黑鸭血灵的位置 此时 黑鸭血灵正站在一个祭坛的面前 提示 血灵祭坛已完全开启 当前进度79% 提示 当血灵祭坛开启之后 黑鸭骷髅死地当中的所有活物 全部被斩杀 请玩家尽快离开 系统之声再次响起 同时还有一块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血灵祭坛 生命值100W 斩杀 这家伙居然还想利用祭坛之力 爱和自己同归于尽 搞笑 这不过是区区100万的生命值而已 或许对于其他玩家来说 真的会有点头疼 但是有天安神女 那还不就是一巴掌的事吗 天安神女 摧毁她 萧涵对着天安神女 当即下令道 天安神女脚步一闪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的时候 她就已经来到了祭坛的面前 想要毁掉祭坛 萧天策 你还真是天真 这可是血灵祭坛 要想毁掉她 如果没有极其强大的技能 根本就伤不了她分毫 我为了击杀你 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倒也不是黑鸭血灵 小看萧涵 而是血灵祭坛本身的防御力就极强 想要破坏掉她 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自己已经完全开启了血灵祭坛 只需要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血灵祭坛就会发生爆炸 这一分钟的时间 要想摧毁掉拥有一百W生命值的祭坛 就算是神仙来了都不行 除非 除非这家伙 真的拥有极其强大的技能 想到这里黑鸭血灵突然愣住了 这家伙在干什么 喂喂喂 快出手啊 不仅仅是黑鸭血灵愣住了 就连萧涵同样是惊呆了 天安神女 你干什么 我毁掉她的吗 这个祭坛只能用技能才能够摧毁 巴掌攻击 根本就对她没有伤害 操 操 萧涵担心的并不是祭坛的斩杀效果 因为在天安神女的面前 一百万的生命值根本就不算什么 她担心的是 用技能啊 这不是又给了天安神女用技能的借口 萧涵本来还想阻止天安神女 但是这一看不对劲啊 此时天安神女已经飞到了半空中 同时天空之上乌云密布 雷声轰鸣 完蛋了 似乎 萧涵倒抽了一口凉气 雷神之王的绝唱 天安神女猛地挥下自己的手臂 乌云之上一道磅礴的光柱瞬间闪起 乖乖的 这还是雷电吗 这分明就是激光啊 哥哥 堂堂天安神女 这是借着九龄徒为借口 来这里玩雷霆战机了呀 她奶奶的 黑鸭血灵 要是我是boss的话 我还以为自己再度九九天节呢 黑鸭血灵惊呆了 而萧涵探出一口灼气 不好意思 她只是想毁掉血灵祭塔而已 你别紧张 黑鸭血灵吐出一口黑血 小汉 你放屁 他们比黄河还粗的雷电 你给我说她 只是要毁掉血灵祭塔 这不是瞎扯蛋吗 碰 下一秒 雷电落下 整个副本都被整个轰穿 这一瞬间 黑鸭血灵都已经死得 连灰都不剩了 全服通告 黑鸭骷髅死地副本 被玩家萧天策摧毁 系统正在全力抢修 请所有玩家在五个小时之后 再进入该副本 全服通告 黑鸭骷髅死地副本 被玩家萧天策摧毁 系统正在全力抢修 请所有玩家在五个小时之后 再进入该副本 这道声音 在所有玩家的脑海中传响 聊天频道瞬间炸裂了 卧槽卧槽卧槽 天策大神牛逼啊 接受惩罚可以 务必带上名字全服通告 这格局大啊 Oh my God 这就是大神的实力吗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之前后山被毁也是因为这个家伙 这也太强了吧 我就想问问 天策大神什么时候可以组建一个工会 我一定第一个加入 我已经渐渐地爱上天策大神了 实力摧毁副本 为什么同样是召唤师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兄弟 你的召唤生物 能够摧毁副本吗 不仅仅是 这名召唤师沉默了 就连召唤生物都沉默了 我们召唤出来的是生物 天策大神召唤出来的 是神仙啊 黄雀城内玩家们的声音 此起彼伏 试问网游世界当中 还有谁能够超越消寒 就问还有谁 此刻 九零图网游的官网上 出现在了这样一条置顶消息 惊 某主城玩家 在完成护城任务期间 直接摧毁了一整个副本 下面的评论是 我8023号新手村的玩家表示不服 有本事叫这人出来 我们单挑一下 这你就别说了 新手村的人滚一边去吧 我们主城的人都还没有说话 九零图网游世界当中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能够摧毁掉副本的 就算有 那也一定是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要怎么说你 才相信呢 我用我的人头保证 别人摧毁副本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一天到晚的 还不快点来找我购买经验胶囊 还在想什么 只需要十通W同币 就可以换取一个10%的经验胶囊 卧槽 现在经验胶囊都这么便宜了吗 之前不是有人出20W同币吗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黑鸭 骷髅死地BOSS 黑鸭血灵 获得经验值8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W 获得一级极品召唤卡 暗黑操控者 纳格 获得道具 黑暗魔法书 恭喜你成功占据 组成副本据典552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000W 恭喜你 完成紧急任务 获得经验值20W 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就达到了4000W 美滋滋的 现在 自己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提升到了9440W 只差一点 就直接破译了 看来此次回去之后 还得去占一占副本据典才可以 想过之后 萧涵直接将天恩神女召唤了回来 同时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黄雀城所在的方向飞去 此刻 又有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方乍响 全服通告 由于玩家 萧天策成功击杀黑暗血灵 开启城镇BUFF双倍经验值8小时 全服通告 由于玩家 萧天策成功击杀黑暗血灵 开启城镇BUFF双倍经验值8小时 全服通告 由于玩家 萧天策成功击杀黑暗血灵 开启城镇BUFF双倍经验值8小时 这道提示音溢出 都在刷着一句话 天策大神 我南海的坤爱你 天策大神 我默寒爱你 天策大神 我悠悠爱你 萧寒坐在龙背上 正好黑暗血灵一事处理结束 自己也就点开了聊天频道 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 没想到这一点开不要紧 竟然全屏都是 爱你的字样 萧寒不禁泛起了鸡皮疙瘩 于是乎 他在聊天频道里 开始输入道 大家稍安勿躁 不过就是杀了一个黑暗血灵而已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这消息一发出去 消息滚动的速度更快 这就是大佬的格局吗 黑暗血灵都已经成了垃圾了吗 大佬不愧是大佬 我们要向大佬学习 打开我们的格局 此次有了这个双倍经验加成 我有信心 在八个小时之内 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三十级 兄弟们有没有干等级的 我们一起组队的 算我一个 走走走 你们什么副本 带我一个可以吗 我是圣职者 小奶 上车 上车 大量的玩家 开始朝着副本当中冲去 毕竟 现在可是双倍经验加成的时间 自然是要抓紧时间提升等级 北城城门口的那些亡灵士兵 和骷髅野怪 早就在萧涵处理掉黑暗血灵之后 被自己的召唤生物给收拾干净了 现在只有一些NPC 在这里重新修复黄雀城 而萧涵 也是在回到黄雀城之后 直接来到了酒馆 老板 来凭最好的酒 好的左使大人 今天不收钱 您就找个位置坐好 酒馆够 酒馆的老板脸上笑开了花 现在萧涵可是黄雀城的英雄 这个消息 整个黄雀城都知道 萧涵能够光临酒馆 当然是酒馆的荣幸 再收钱的话 就说不过去了 而萧涵也没有拒绝 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之后 他又点开了拍卖行 之前自己上架的 一百多件三十几的装备 现在也全部都出售成功 丁恭喜你 你所上架的装备 一百一十五件LV三十白银装备 出售成功 获得同币 二一八 五零零零 虽然这一次 购买自己装备的玩家 等级也才二十三级左右 不过萧涵可不管 只要装备出售成功 钱到了自己背包 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当前金币 四千枚 银币 零枚 铜币 665万九千二百六十枚 折算下来 光是铜币 自己就已经可以换成66W的现金了 美资值的 对了 之前在山海秘境当中 自己好像还获得了很多 可交易的经验胶囊 现在正好现在有时间拿出来 将它们全部卖掉 但是在卖之前还是得看看 现在拍卖行上的卖价是什么样的 萧涵在拍卖行上的搜索框里 进行搜索了一番 他发现 光是10%的经验胶囊 售价都直接达到了10W同币 而且 像50%的经验胶囊 和100%的经验胶囊 在拍卖行上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最关键的是 这经验胶囊 基本就是上架就无 和之前的青铜装备差不多 于是乎 萧涵打算 先放一个经验胶囊试试水 丁是否上架经验胶囊 10% 一个 上架 丁 恭喜你 道具 另外一个透明提示框 直接弹了出来 恭喜你 你所上架的道具 经验胶囊 10%出售成功 获得同币 9万5千 我去 这么快的吗 这速度 就连萧涵都略感惊讶 另外一边 金龙工会 金天地 跑到会长 金龙 等面前喊道 老大 来货了 我刚刚在拍卖行上 看见天策大神 在出售经验胶囊 什么 你是说天策大神 没错 之前山海秘境开启 大家都冲进去 获得了部分的金验胶囊 但是 能交易的 却少之右手 所以现在 在拍卖行上 基本能够出现的金验胶囊 都会被瞬间抢走 可想而知 金验胶囊的稀缺 不然 现在关于这个道具 也不可能 直接卖到十W同币的高价 你快去给我联系天策大神 之前山海 秘境他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人 他身上 一定有很多的金验胶囊 价格不要太离谱 我们全要 不能让他把这些金验胶囊 流放到拍卖行上去 好的 这私信消息突然弹了出来 玩家 金天帝 您好天策大神 我刚才在拍卖上 看见您在出售金验胶囊 我想问你 还有多的金验胶囊吗 我们愿意给十五W的单价 全数收购 啊哈 这么快就来消息了 小涵愣了一下 你们确定出十五W 买一个金验胶囊 小涵刚刚把消息发送出去 对方就已经回了过来 当然 那要是这样算的话 自己剩下的一百零九个 百分之十 金验胶囊就是一六三五W 貌似好不错 可这时候 又有一条私信消息谈了出来 天策大神 我刚刚看见您在拍卖行上 上架了一件金验胶囊是吗 这一次给萧涵发送消息的是 樱桃工会的 于美人 你们愿意出多少钱来购买 反正自己也不急着出售 索性就问一问 于美人 这边能够给到多高的价格 如果价格高的话 自己肯定会考虑考虑的 既然是天策大神的话 那么我们给的价格肯定是双倍 我们出20W 天策大神觉得如何呢 20W的单价 总价就是2180W同币 整整笔金龙工会 要高出将近200万 这200万折合下来 可就相当于20W现金啊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果要让萧涵来选的话 自己肯定是选 于美人 不过 既然 于美人 这边都还能加价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金验胶囊 就还有再提升的空间 所以 萧涵也并不急着出售 而是给 金天帝 那边回复道 不好意思 有人出20W同币 买我一个金验胶囊 20W同币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手笔 天策大神 你稍微等我一下 金龙工会这边 金天帝 就找到了会长 会长 天策大神似乎愿意 把金验胶囊卖给我们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好像有人 在和我们比价格 对方出了20W同币 我们还要再加价吗 金龙 一听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本来自己想要通过 私信的方式来联系萧涵 目的就是为了 不让其他的玩家知道 但是现在看来 这金验胶囊 关注的人实在是太多 还是被有些人注意到了 加 22W 我就看对方有多大的抵运 居然敢和我比价格 好的会长 于是乎 金天帝 当着会长的面 给萧涵发送了一个 22 看到这个数字 萧涵嘴角一脸 好家伙 没想到 金天帝真的加价了 单价提升整整2W 总价在之前的基础上 提高了218W 这赚钱的速度不要太爽 平白无故 又多了20多万的现金 难道不爽吗 冷静 一定要沉住气 萧涵又打开了 与美人的聊天框 有人出22 你们加价吗 萧涵刚刚发送出去 消息就显示为已读 随后 于美人的消息就回了过来 天策大神 我樱桃工会 虽不是什么大工会 但是这里面美女如云 各个身段即价 如果天策大神 愿意加入我们工会的话 这胶囊的价格 我愿意给到28 天策大神 我们3000满元工会 可等着您的加入啊 其他的文字暂且不看 单单一个28的数字 就已经让萧涵热血澎湃 本来自己以为 于美人 最多也就再加价2W 没想到 对方直接在22W基础上 忽然提升到了28W 总价瞬间飙升到3050W 卧槽 100多个经验胶囊 直接让自己收入 瞬间破300万现金吗 这他们的也太劲爆了吧 这绝对是一个富婆无遗了 28 你们还要在家吗 萧涵再一次给 惊天帝 发送到 而当 惊天帝 看到这个单价之后 他们整个金龙工会都沉没了 28W的单价 已经远远超出了 经验胶囊原有的价值 来人 快去给我查 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到底是谁在和我们金龙工会作对 可是会长 现在天策大神那边 还等着我们的回复呢 这28W的单价 我们还需要在家吗 金天帝 开口问道 给我问问 天策大神他一共有多少经验胶囊 如果量大的话 我可以考虑加价 如果量少 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随后 金天帝 给萧涵回复道 天策大神 我们会长想要问你 一共有多少经验胶囊 如果量大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加价 萧涵回复道 109个经验胶囊 10% 20个经验胶囊 50% 4个经验胶囊 100% 本来就是要出售的经验胶囊 心里一想 索性直接一次 想将所有的经验胶囊 全部解决掉 这样也省得麻烦 同样的消息 萧涵也发送给了 于美人 那边 不好意思 天策大神 你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大 我觉得 我应该和会长好好沟通一下 金天帝 发完这句话 就挂掉了私聊消息 而 于美人 这边倒是直接给他一个备注好友 秦奋宝贝发了一条消息 宝贝 我想要这个东西 随后 于美人 又将天策大神的那句话 截图发送了过去 而另外一边 当玩家 秦奋 收到来自 于美人 的消息之后 他直接退出了游戏 打了一个电话 喂 管家 少爷 有什么吩咐吗 给我充十个亿的同币到我的账上 好的少爷 我这就去办 挂掉电话 秦奋 再一次登陆了游戏 很快 他便收到了一条系统消息 系统提示 你收到了十亿同币 随后 秦奋 给于美人 打了两亿同币过去 盯你的好友 秦奋宝贝 向你转账两亿同币 是否接收 接收 谢谢宝贝 宝贝 爱你 两亿同币到手 于美人 的脸上露出了一旦旦的微笑 有了这金钱 他就不相信萧涵不卖 10%的胶囊 单价30W 50%的胶囊 单价150W 100%的胶囊 单价1000W 天策大神觉得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 前后不过两三分钟的时候 萧涵就收到了 于美人 的消息 卧槽 这他们的是真富婆呀 这么快就有钱 来购买自己的金艳胶囊了 而且 出价还如此之高 光是10%的金艳胶囊 总价就有3270万 50%的金艳胶囊 总价3000万 100%的金艳胶囊 总价4000万 所有胶囊 全部出售的总额 直接达到了一个亿左右 卧槽 萧涵猛逼了 对于自己这种 还住在出租屋当中的青年 这一个亿的同币 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这一波直接千万现金 上亿的同币 千万现金 说实话 萧涵是有些心动的 但是他也没有着急 现在金艳胶囊 可是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也就完全不用担心 会有卖不出去的情况 就算 于美人 和 金天帝 他们都不满 也会有其他的土豪 抢着药药 想到这里 萧涵干脆选择先将 于美人 亮着 静等 金天帝 的消息 天侧大山 这是你要的酒 酒馆老板带着一瓶好酒 放在了萧涵的面前 谢谢 萧涵拧开瓶盖 就是猛的一罐 兵阵美酒入喉 爽快 此刻在金龙工会当中 会长 正如你所想的那样 萧天侧在山海秘境当中 获得了大量的金艳胶囊 光是10%的胶囊 都有109个 还有50%的胶囊50个 以及100%的胶囊4个 金天帝 对着会长 金龙 开口说道 想不到萧天侧 居然在山海秘境当中 获得了这么多的胶囊 金龙 若有所思的道 倘若他们金龙工会 能够吃下这一批 金艳胶囊的话 那么他们的实力 将得到迅速提升 甚至还能够培养出 一个或两个 甚至多个30级的玩家 这样的阵容 放在任何一个工会 都是超级大强者 毕竟现在 等级能够达到30级以上的 也就只有萧涵一人而已 会长 此批金艳胶囊 虽然数量够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价格极高 根据我的猜测 恐怕光是10%的胶囊 价格都会出到30左右 如果我们想要将 这些金艳胶囊 全部吃下的 恐怕至少也要准备 8000W铜币 金龙 点了点头 要想获得这一批装备 8000W铜币 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而已 但是他并不认为 8000W铜币 就能够从萧涵的手中 拿到所有的金艳胶囊 这样吧 你先帮我拖住天子大神 务必让他 帮我把这批金艳胶囊留着 钱的事 我来想办法 没问题会长 金天帝 点开私信频道 还是林斌 平时让他扔出一个 四五百万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想他 直接砸一千多万在铜币上 他还是有点拿不出来 于是 林斌给自己的朋友 司聪打了一个电话 弟弟 喂 司聪 兄弟 怎么 我想借点钱 我想打造一个工会 多少钱 你给个数 一千万 你等我一下 说完 电话那头就挂断了 几分钟之后 林斌的手机上 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华夏银行 您的账户上到账 1000W 您的账户余额 1450W 还是兄弟好 等自己培养出几个 三十级的玩家之后 这波现金必然尽快归还 玩家 金龙 上线 这一波直接充值 1450W现金 也就是1.45个亿的铜币 金天帝 去告诉天策大神 我们出一个亿的铜币 将他所有的经验胶囊 全部收购过来 好的 会长一 30秒之后 萧涵这边 终于收到了 来自 金天帝的消息 天策大神 你的经验胶囊 我们全要了 我们出一个亿 一个亿很多吗 按 于美人 那边给出来的单价 来算的话 于美人 给自己的价格 可是要比 金天帝 得价格 还要高出270W 看来这金龙工会的资金 还是比不过樱桃工会啊 给你们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 要是没有对方高的话 这经验胶囊 就是别人的了 萧涵自然也不想在 在金龙工会的身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要是价格再比不过 于美人 那么自己 就会毫不犹豫地 将经验胶囊 全部交给 于美人 等等 天策大神 我们会长说 1.4个亿 这是我们能够给的最高价格了 金天帝 发送道 而萧涵也是最后一次询问了一下 于美人 可最后 于美人 给自己的价格 直接达到了1.5个亿 胜负一分 萧涵在将这个消息 告诉金龙工会之后 他就点开了于 于美人 的交易面板 丁玩家 于美人 请求和你进行交易 是否接受 接受 于美人 一亿五千万同币 萧天策 109个经验胶囊 10% 20个经验胶囊 50% 4个经验胶囊 100% 是否确认交易 确认 定 恭喜你获得同币 一亿五千万 萧涵的同币 直接就是一波疯涨 数量达到了 一亿五千 六百六十五万 九千二百六十枚 折算成现金 那也有将近1560W啊 这一辈子 都不用再愁吃穿了 真是太爽了 在此喝下一口 冰镇美酒之后 萧涵也就关掉了 面前的系统面板 然后在桌上放下 一千同币之后 他就离开了酒馆 没有为什么 今天也高兴 钱多 现在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现在先去创建一个空头工会吧 先把奥恩安顿了 这家伙 也不能总跟着自己到处跑吧 等到这些事处理完了 再去好好地占据一下副本据点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一个传送带着奥恩 就来到了NPC工会创建者 艾思的面前 这个时候 全服通告突然响起 全服通告 恭喜于美人 成为黄雀城第二个等级 达到25级的玩家 获得奖励 全服通告 恭喜于美人 成为黄雀城第二个等级 达到30级的玩家 获得奖励 全服通告 恭喜于美人 成为黄雀城第二个等级 达到35级的玩家 获得奖励 连续三段升级通告 直接让正在副本当中 刷怪的玩家猛逼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于美人是谁 为什么他的等级 能够连升10多级 这人绝对是吃药了 我靠 连升10级啊 哥哥 就算是吃10%类型的经验胶囊 那也得连吃100个吧 我的天 我蹲了这么久 都没有看见拍卖行上 出现一个经验胶囊 等等 他会不会是天策大神的 毕竟天策大神 是山海秘境中 最后一个出来的玩家 说不定天策大神偏爱 将所有经验胶囊 全部给他了呢 话不能这样说 我的人生会崩塌的 金龙工会 会长 从全服通告来看 肯定是这个叫做 于美人的人 买走了天策大神的经验胶囊 金天帝 对着 金龙开口说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操 经验胶囊没有到手 借了一千万都无济于事 那既然这样的话 只能去登门 拜访一下这个叫做 于美人 都玩家了 会长 他现在在柳城 据说他有一个工会 是樱桃工会 里面全部都是女的 而且个个身段极家 果恩 快去给把兄弟们叫回来 我们去拜访一下樱桃工会的人 好的 会长 我这就去办 而金龙这边 则是叫上了自己的好友 司聪 正好 司聪也在柳城 要是有他在的话 自己在柳城 也可以有一个撑腰的人 兄弟 我等一会儿 要来柳城找人 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呗 消息刚刚发送出去 司聪就回了过来 是谁惹到我的兄弟了 居然大老远的跑到柳城来了 金龙也不藏着掖着 开口直言道 樱桃工会 于美人 就是他抢走了我的东西 现在我要找他算账 听到这话 司聪心里赫然一惊 他虽然不知道 于美人哪儿惹到了 金龙 但是这都不重要 因为在于美人的身后 可是有一个超级大佬啊 这要是去找麻烦 找的就不是于美人的麻烦 而是那个超级大佬的麻烦 那可是就连自己 都要理让三分的人 金龙 还敢去找麻烦 这不是找死吗 你刚才叫我什么 司聪 回复道 司聪啊 金龙 有些不明白 司聪 是什么意思 不是 上一句 我说 樱桃工会 于美人 我要去找 没让 金龙 把话说完 司聪 再一次打断道 也不是 在上面一句 我说 兄弟 我等一下回到柳 滚 老子没有你这个兄弟 发完这话 司聪 直接关掉了消息框 这一下 直接给金龙 给干猛逼了 卧槽 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时候 兄弟都不认了 就在这个时候 惊天地 带着一帮人 回到了工会 老大 人已经叫好了 随时准备出发 金龙 一想 就连司聪都不愿意碰 于美人 那自己去 不就是去送死吗 算了算了 这口气先忍一忍 计划取消 有内鬼 萧涵这边 你好 艾斯 我想创建一个工会 叮 请输入你想创建的 工会名称 萧 就单名 以一个萧字 名称可以使用 请缴纳工会创建 所需要的同币 50W同币 同币 50W 定 恭喜你创建工会成功 下一秒 在萧涵的面板之上 出现了一个工会的地址 定 是否进入工会当中 进入 工会会长特权的权力 萧涵和奥恩 一瞬间就进入到了工会内部 以后 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 如果你要觉得工会太闷的话 你也可以出去玩 但是 不能太嚣张 萧涵对着奥恩嘱托道 没有来到过主城的奥恩 在看见这里的金币辉煌之后 他已经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了 而萧涵这边 他打算将自己的货币 全部留在工会里面 提示 由于你的货币数量太大 请先提升宝箱等级 普通货币储存宝箱一金币 青铜储存宝箱五金币 白银储存宝箱十二金币 至尊储存宝箱五百金币 那还用说 提升至尊储存宝箱 定 恭喜你 获得至尊储存宝箱一个 是否存入所有货币 储存 处理完这些 萧涵又看向了奥恩 奥恩 我的钱全部放到这个宝箱里面了 你一定要帮我看好啊 萧涵指着工会大厅 角落里的那个至尊宝箱 对奥恩严肃地说道 奥恩看也不看 凭空点了点头 随后 萧涵也就离开了 萧涵前脚一走 奥恩也离开了工会 聊天频道 因为萧涵创建了工会的原因 无数人都想申请加入工会 兄弟们 你们快看 天色大神创建工会了 真的创建工会了 我也看见了 就是单名一个萧字 我靠 超级霸气 我加入工会 我要成为第一个加入工会的人 我直接就是一波退出工会 我把我的后半生 都压在天色大神这边了 算我一个 加一 加999 只要加入萧涵的工会 那么数不尽的财富 绝对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自己的手中 那可是连副本都能够毁灭的男人 有了他的保护 那以后的人生 必定是一片坦途 所以 当萧涵建立起工会的那一刻 大量的玩家 才会想要争先恐后地 加入工会当中 可谁知道 为了一个不可加入的状态 将所有人拒之门外 操蛋 我还以为 天色大神是想要招揽我们加入工会呢 结果只是一个噱头 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完蛋了 我之前的那个工会我 已经退出了 我走之前我 还把我们会长臭骂了一顿 我骂他是废物 好家伙 现在你死定了 天色大神拒绝所有人加入工会 你现在也回不去了 搞不好你会长 还要来找你麻烦 这他们的很尴尬 玩家们的消息 依旧是不断地闪过 但是萧涵没有理会 而是自己通过护城左使的称号 传送到了任务大厅这里 现在黑鸭谢灵的事情处理完了 自己当务之急 就是占据之前错过的副本 你好啊 哥兵尼 萧涵呼道 呀 天色勇士 哦不对 应该是叫左使大人吧 你可终于来光临我们这里了 现在你的名声 可是在整个黄雀城都传开了 此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哥兵尼冲着萧涵走了过来 寒暄两句 都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 雅思高徒不在 我自然要站出来 不能给召唤师们丢脸啊 不愧是左使大人啊 哥兵尼多有些调侃小韩 哥兵尼 你就别叫我左使大人了 这也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你就叫我天策勇士就可以了 哥兵尼笑了笑 那此次天策勇士过来 有什么我能够帮助你的吗 我想领取几个任务 去把一些之前我没有去过的副本 都去刷一遍 哥兵尼这边有任务吗 当然有 正好黄雀城在修建 有些地方需要一些材料 要不你顺便帮我收集一下吧 叮NPC哥兵尼 萧涵根本看都不看 直接选择了接手 收集材料是小事 占据副本据点才是大事 随后 萧涵和哥兵尼简单告别之后 就根据任务的指引 离开了任务大厅 如果是直接骑着太古龙女 飞过去的话 速度多少有点慢 干脆去找神秘商人 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副本 传送卷轴吧 萧涵脚步一转 来到一处角落 你好 天策勇士 有什么我能够帮助你的吗 神秘商人对着萧涵问道 我想要一些副本的传送卷轴 神秘商人伸手一抓 一大堆的传送卷轴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其中就有此次萧涵要前往的 12个副本传送卷轴 真是太好了 你这些传送卷轴 多少钱 一个卷轴5W同币 这里正好12个卷轴 给你60W 萧涵将自己身上60W的同币 交给了神秘商人 天策勇士 祝你旅途愉快 萧涵微微点头 随后拿出一个传送卷轴 捏爆 砰的一声 一团白光将自己给包裹起来 下一瞬间 自己就已经来到了副本 哈特山脉 丁 是否进入副本 哈特山脉 由于你的等级偏高 当前副本不会产生收益 双倍经验加成 已开启 当前剩余时间 7小时25分钟 还是传送卷轴 来得爽啊 稍微欣喜之后 萧涵也跨步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出来吧 太古龙女 主人 走吧 我们直接从天上飞过去 去找长毛雪松怪boss 太古龙女化身龙形态 双翅一盏 带着萧涵从天空之上 朝哈特山脉深处飞速掠去 对于这种副本 萧涵并不打算浪费太多的时间 击杀副本也怪 就算了 其一是浪费时间 其二是 就算击杀了 也没有任何经验之加成 于是 萧涵便打算 直接去寻找副本boss 正好这些支线任务需要的材料 也是可以通过击杀boss来获得 一举两得 一分钟之后 主人 到了 就在下面 太古龙女双是再次一扇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下去杀掉他 龙女急速俯冲 朝着boss冲了过去 龙爪攻击 碰 顺秒boss boss 我怎么死了 伤害 14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 获得F级召唤卡 雪球怪 恭喜你成功占据 主成副本句点 6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5400w 又是一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现在 自己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都已经快达到1个亿了 这要是将召唤生物经验值分配下去 那不得 直接提升好几十级 光是想想就很舒服 丁检查到两张 尚且可以优化的召唤卡 是否选择优化 E级极品召唤卡 暗黑操控者 纳格 可优化 F级召唤卡 雪球怪 我差点忘记了 之前击杀黑鸭血灵 还获得一张召唤卡 正好现在一同优化吧 肖寒点下面前的优化按钮 叮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 获得S级极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九杀 叮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冰雪国王 丁是否将黑暗魔法书 装备给暗黑之女 提示 只有暗黑之女才可装备 该装备不可打造 既然是暗黑之女的专属装备 那就直接装备啊 没想到这一波优化 又获得了一张S级召唤卡 和一张A级召唤卡 自己的最强阵容 再一次得到了加强 回过神来 肖寒离开副本 又拿出了一个传送卷轴 前往下一个地点 副本 加鲁斯高地 丁 是否进入副本 加鲁斯高地 由于你的等级偏高 当前副本不会产生收益 肖寒可不管 按照刚才的套路 直接前往副本身处 击杀boss去了 有了太古龙女的帮助 肖寒很快就找到了 加鲁斯高地的副本boss 刚一见面 boss加纳 就举起手中的法杖 爆火攻击 数十颗火球 朝着龙女砸来 龙女倒也不慌 虽然身形巨大 但是在火球中飞行 还是游刃有余 你这火太弱 看看我的 龙岩弹 碰 一团比普通火球 还要大上三倍左右的 巨大火焰 对着boss加纳砸去 这种副本boss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更何况 龙女还有神级装备加身 又是秒杀 伤害 16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 获得F级召唤卡 火元素法师 恭喜你成功占据 组成副本句点 752 当前 每日可获得 召唤生物经验值 7000w 叮咚 宿主是否优化F级召唤卡 火元素法师 肯定优化啊 叮咚 优化成功 恭喜宿主 成功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烟火大法师 我去 自己这是什么运气啊 今天打出来的召唤卡 全部都可以优化吗 一共获得三张召唤卡 结果优化出来 就是一张S级和两张A级 要不要这么强的啊 操弹 系统 有本事 你今天就让所有 爆出来的召唤卡 都可以优化 解决掉加鲁斯高地的副本 肖涵再一次 转移下一个阵地 至于召唤 生物经验值的分配 可以晚一些时候 再来处理 也无所谓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肖涵终于又通关了 10个副本 接下来 自己回到了主城 先是将获得的材料 交给了NPC哥兵尼 定 恭喜你完成12个直线任务 获得经验值12W 等级提升至LV37 获得自由属性点5点 处理完这线 肖涵又回到了工会当中 他将自己爆出来的 10张召唤卡 全部拿了出来 看看有没有能够 强化的召唤卡 这不看还好 看了之后 自己都惊了一下 居然每一张召唤卡的后面 都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也就是说 今天获得的每一张召唤卡 其实都是可以优化的 还得是系统 有时它是真上啊 兵是否优化十张召唤卡 优化 全部优化 叮咚 恭喜宿主 全部优化成功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兵之宿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黑金士兽义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独龙穿山甲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光之守护者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圣女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大天女皇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森林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盾位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狂风战士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妇林之魂 十张A级召唤卡到手 再算是之前优化的召唤卡的话 这一次总共就获得了 十二张A级召唤卡 还有一张S级召唤卡 最强阵容的实力 提升了好几倍布置 奥恩 在 主人 这些装备 你拿去全部打造一下吧 将它们全部提升到神级 好的 我们再提升到神级再说吧 毕竟黑金士兽蚁和哥布林国王一样 他们随着等级的提升 召唤出来的生物越多 也就是说需要的装备也越多 但是有个问题是 现在只能先委屈自己的召唤生物 先穿三十级的神级装备 至于五十级 六十级甚至更高等级的装备 都得等到自己 进入更高一级的副本当中之时 才能获得相应的材料 来进行打造 看来还是得抓紧时间 提升自己的等级 然后更新这些装备才好 暗自点头之后 萧涵又把目光放在了 现在的召唤生物经验值身上 现在主成副本据点 总共占据据点 十七五十二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二点一亿 当前可使用召唤生物经验值 一点九三亿 才占据了十七个据点 自己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达到了二点一亿 而且就算只看 现在可以使用的经验值 也是达到了一点九三亿 这也太爽了吧 终于实现了召唤生物经验值自由了 分配 先分配了再说 丁是否将19300W召唤生物经验值 平均分配给三十张召唤卡 确定 19300W经验值分配给三十张召唤卡 也就是每张召唤卡643W的经验值 刷刷刷 当萧涵点下确定按钮之后 经验值开始疯狂下降 而召唤卡的等级正在急速飙升 几分钟之后 F级召唤卡等级平均提升到了104级 木狼人达到了112级 牛魔达到了121级 B级召唤卡等级达到了100级 A级召唤卡平均等级也达到了90级 还有S级太古龙女达到了88级 暗黑之女等级达到了79级 主人 神级装备打造成功了 这时候 奥恩也带着十几件神级装备走了过来 萧涵自然是将这些装备全部穿戴在了 才获得的这几张召唤卡身上 一时间 它们的实力再度提升 可即便现在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很多 但是分配到每只召唤生物身上的经验值 基本都是20W30W才提升一级 也就是说600多万的经验值 最多也就提升2030级 别看现在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已经已一为单位 但是落到每张召唤卡上面的经验值 却是有些偏少 看来 占据组成的副本和提升自己等级 是一点也不能落下 对了 还有几个隐藏任务没有开启呢 去格宾妮那边看看吧 或许有什么消息 也说不一定了 就在自己准备前往任务大厅的时候 忽然 宫会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哥宾妮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萧涵看着哥宾妮脸上惆怅的神情 不禁皱了皱眉头 天侧勇士 有一件急事需要你去处理 哦 是什么事这么劫 让哥宾妮来工会找我 一般情况下 NPC哥宾妮只会在任务大厅发布任务 但是现在居然直接来到了自己的工会门口 不用想也知道 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关于雅思高徒的事 北京出事了 雅思高徒 他怎么了 萧涵看着哥宾妮急切地问道 雅思高徒没事 不过就在刚才收到了他给我发送的消息 据说北京之外 有一只七星飞黄虫 来到了远古遗骸的墓地附近 他被雅思高徒打成了重伤 但是却被他给逃走了 雅思高徒因为在北京抽不开身 他希望黄雀城 有人去帮他把这只七星飞黄虫处理掉 不过 哥宾妮把话说到这里 突然停住了 叮 恭喜你 触碰到隐藏任务 如果想要领取该隐藏任务 请继续追问NPC哥宾妮的话 自己正愁不知道怎么开启隐藏任务呢 没想到现在就来了 真是太好了 萧涵压下心里激动的情绪 看着哥宾妮继续问道 哥宾妮 你继续说啊 不过什么 不过七星飞黄虫的属于虫族的直系生物 要是将它击杀的话 恐怕会对天侧永世不利 哥宾妮看着萧涵若有所思的道 虫族直系生物 哥宾妮点头 没错 虫族向来比较互短 一旦击杀虫族直系生物 那么虫族势必会知道 而击杀的那人也将在以后 受到虫族的仇视 以及群躬 虫族的数量众多 甚至比黑鸭血灵的百万大军都要多 如果遭到群躬的话 可能就算是天侧永世你 也会死亡 开什么玩笑 自己可是拥有天安神女的男人啊 而且现在自己的召唤生物等级 也都提升上来了 他们全身神级装备 难道害怕虫族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哥宾妮 萧涵看着哥宾妮坚定地说道 只能麻烦天侧永世了 刚才雅思高图给我发来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左想右想 也就只能想到天侧永世你了 拜托了 哥宾妮脸上颇为担心的道 丁 恭喜你 成功领取隐藏任务 虫族风波 前续 任务 虫族风波 前续 类型 隐藏任务 难度 极高 任务要求 击杀躲在北高峰的七星飞蝗虫 任务奖励 20W经验值 任务介绍 北京的防线终将被击溃 现在整个北京都已经陷入到了水深火热当中 一旦整个北京崩溃 虫族大军将大肆降临 整个人族阵营都将瓦解 天侧永世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我还有事我就先回任务大厅去了 说完这话 哥宾妮转身就离开了 主人 你要走了吗 奥恩从工会内走出 脸上有些舍不得 是啊 我要出去一趟 你得帮我好好看住工会 特别是我的宝箱 这个宝箱可相当于 萧涵一辈子的积蓄 这要是出问题了 自己非把奥恩的山羊脚 给他剩下来 我知道 主人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不会用 不对 我保证不会让他出问题的 奥恩眼神坚定 那好 我走了 有机会给你带个母山羊回来 说完这话 萧涵就召唤出了太古龙女 如果不是因为 神秘商人那儿 没有通往远古遗孩的目的 传送卷轴的话 自己也不会召唤太古龙女 现在就勉强凑合一下吧 走吧 我们去北高峰 龙女一个阵齿 拔地而起 朝着远古遗孩的目的飞去 主人 慢走 目送萧涵离开之后 奥恩脸上 顿时就浮现出些许笑意 转头就从工会宝箱当中 掏出100W铜币 主人的铜币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拿了这100W铜币 应该也没有什么事 随后奥恩扭头 就离开了工会 朝着黄雀城南城的角落 位置跑去 之前萧涵去刷副本的时候 奥恩就已经将黄雀城 摸清楚了 在黄雀城南城的位置 有一个叫做水房的地方 那里可热闹了 老板 10W够吗 够 当然够 包干 全套的 主人一走 奥恩直接来到了水房 享受精油搓杯来了 另外一边 在远古遗孩墓地附近 有另外一个副本 北高峰 在这里七星 飞黄虫正无 比虚弱地躺在地上 同时他的身上 还有一道深深的剑伤 该死的雅四高徒 居然能够召唤出剑行者 还将我直接打成了重伤 倘若今天之后 我还能活着 这笔仗我一定 让你血债血还 七星飞黄虫 咬牙切齿地说道 如果不是雅四高徒的话 自己也不会从北京 一路逃到这里来 真是该死 而这个时候 北高峰Boss 帝氏王兽 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走了过来 老大 就是他 这家伙来攻占 我们的领地来了 没错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家伙 要杀了他吗 老大 这些帝氏兽 当然没有见过 七星飞黄虫 只要是和他们 不一样的生物 出现在这里 那对于他们 来说就是在 侵占他们的领地 杀了吧 Boss 帝氏王兽 一看着七星飞黄虫 弱的一批的样子 就提不起任何兴趣 帝氏王兽 想不到这种地方 还能诞生这种存在 不过只是可惜 只能屈居在 人类的领地之上 如果你们愿意救我 我可以答应你们 在我伤好之后 带你们回到虫族 如何 帝氏兽 才听不懂什么 虫族不虫族的 既然老大下令 他们就得照办 可刚等帝氏兽 当然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我说到做到 只要我伤好 我就带着你们所有人 重新回到虫族 如何 Boss的是王兽一听 当即就陷入到了沉思 多年前 各个种族 为了分刮这片大陆的土地 都在对这里发起进攻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没有任何一个 种族得逞 最后像他们这种 虫族的残留生物 也就被强行留了下来 如果有机会 他当然愿意 再次回到虫族 老大 不好了 副本外面 有人来了 一道惊呼之声 将帝氏王兽 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你们给我把他 带到洞穴当中去 暂且不论七星飞黄虫的话 是真是假 先将他留着 反正这家伙的 也受了重伤 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办法 能够离开这里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帝氏兽看着Boss的是 王兽开口问道 过来的人是谁 你看清楚了吗 我看清楚了 就是之前打死隔壁 远古龙怪的那个家伙 操 听到这话 Boss的是王兽的 嚣张气焰 突然收敛了起来 他看了看左右两侧 自己就算是想逃 也逃不掉 要不我死 Boss的是王兽心态爆炸 这家伙过来干什么 老大 要不我去天上 帮忙你问一问 帝氏兽 指着天上那个 逐渐放大的黑点 有些嘲讽道 那家伙 在天上飞 你问我他过来干什么 我他们鬼才知道 他过来干什么 是你傻 还是我傻 Boss的是王兽 狠狠地瞪了眼小弟 然后便看向了天空中 不断逼近的黑点 没办法了 看来只能以礼服人了 你取丢把所有小弟 全部召集过来 准备迎接 反正北高峰 也就只有这么打 想逃逝 肯定逃不掉了 而且对方又是 能够秒掉 远古龙怪的超级猛男 硬上肯定不行 必死无疑 软魔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虚余之后 一大群帝氏兽 出现在了帝氏王兽的身后 也就在这个时候 萧涵带着太古龙女 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看到萧涵的出现 帝氏王兽 带着小弟 攻迎天策哥 大驾光临 暴死帝氏王兽 自知打不过萧涵 只能用这种方式 让萧涵放过自己一马 当然这也是 为了不让萧涵 找到七星飞黄虫 可谁知道 暴死的是王兽 在这里对着萧涵 鳄鱼奉承 而身后的小弟 却呼声四起 兄弟们 冲啊 老大说了 让我们好好迎接这家伙 这家伙 他就是想要杀了我们的老大 我们不能让他得手 冲冲冲 为了老大 死不足惜 大家全力以赴吧 这家伙很强的 身后帝氏兽的呼声 直接将暴死帝 是王兽的声音 给完全覆盖 暴死帝是王兽 直接就猛逼了 喂喂喂 你们都给我回来 谁叫你们上了 我不是叫你们迎接吗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对方可是秒掉 远古龙怪的超级猛男 你们这样上去 不是找死吗 暴死帝是王兽 歇斯底里的声音 早就被小弟的呼声给淹没 绝望了 软的都被他们玩硬的了 我叫你们迎接 意思是让你们以礼服人 你们倒好 直接将我的意思 Boss帝是王兽 直接选择摊坐在地上 萧涵看到这一幕 倒是嘴角微微一笑 正好省得去花时间 找副本Boss 太古龙女 解决掉他们吧 等级达到88级的太古龙女 再加上神级装备的加成 要想杀掉这些帝氏兽 简直轻而易举 龙蟹 太古龙女张开嘴巴 呼出一片火海 十米来高的火墙 出现在萧涵的眼前 刷刷刷 伤害1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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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成功击杀地势兽 获得经验值3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0点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成功击杀地势兽 获得经验值 叮 恭喜你 短短几个火海之后 这103只地势兽 就全部被太古龙女 给烧成了灰烬 获得经验值30.9W 触发主成双倍经验值加成 获得总经验值61.8W 等级提升至LV38 49.7W 58W 自由属性点加5 有主成双倍经验值加成就是爽 一波掌获60多W的经验值 这难道不比 完成一个主线任务来得多吗 等级提升到了38级 稍微欣喜之后 萧涵便回过神来 而此时 在场也就只剩下了一只Boss 帝是王兽 那个 天测哥 你听我说 小弟们不懂事 可是我刚才听见 是你说 干死我的呀 Boss帝是王兽 头顶一梁 这话自己什么时候说了 操 难道说 有小弟篡权 天测哥 冤枉啊 我不听 王八念经 太古龙女冲上去就是一个 龙颜弹 伤害32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成功击杀Boss 帝是王兽 获得经验值1W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W点 触发主成双倍经验值加成 获得总经验值2W 获得一级召唤卡 吞金兽 定 恭喜你成功占据隐藏副本据点48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亿 之前自己占据了三个隐藏副本据点 每日可获得5000W的经验值 现在多占据一个直接提升到了1亿 这要是再加上基础副本的据点占据 现在自己每日就可以获得三个多亿经验值 舒服 叮咚宿主是否对一级召唤卡 吞金兽进行优化 优化 叮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获得S级召唤卡 吐金兽 一波优化直接将吞金兽培养成了吐金兽 而且还是一个S级的召唤卡 应该属性不低 萧涵忍不住查看了一下面板属性 召唤卡 吐金兽 品阶 S级 等级 LVE 生命值800 攻击力240 防御力180 技能 吐金 通过打架夺取野怪 玩家 NPC身上货币 之后再通过这些货币进行攻击 当前货币夺取额度 10 只能夺取货币总额的10 当前货币类型 同币 只能夺取同币 当前货币数量 EW 柱 货币不能提现 靠吐金进行攻击 换句话来说就是 用钱砸死你 这要是真打起架来 这家伙不会直接搞出来一整座金山吧 萧涵的心里多少有点震惊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先完成任务 找到七星飞蝗虫再说 萧涵收起召唤卡 骑在龙背之上 朝着北高峰的深处飞去 几分钟之后 萧涵在天上 正好看见下方有几只的试兽 他们扛着一只 像黄蜂一样的生物 这肯定是七星飞蝗虫无遗了 七星飞蝗虫 类型 虫族皇室直系 状态 极其虚弱状态 生命值 EW点 看着这透明版面板 萧涵都忍不住唏嘘 堂堂虫族皇室直系 居然被雅思高徒打成这样 只剩下了EW的生命值 现在 要想杀他 简直易如反掌 上吧 太古龙女 萧涵没有留守 果断让太古龙女 被这七星飞蝗虫杀了过去 而这时候 七星飞蝗虫 看着从天而降的巨龙 他蹭的一下 直接跳了起来 本来就身受重伤的他 现在腿也不痛了 腰感也不酸了 撒腿就开跑 这巨龙是要杀了自己的 再不跑 就只能死翘翘了 喂喂 人类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我可是虫族皇室直屑 你们不能杀我 杀了我整个虫族 都会找你们报仇的 七星飞蝗虫 一边搬出虫族大军 来恐吓萧涵 一边朝着前方跑去 如果不是自己 现在身负重伤的话 现在也不会被一个 小小的人类 给逼成这样 龙颜蛋 太古龙女才不管那么多 双翅一阵 吐出一颗巨大的火球 静直地朝着 七星飞蝗虫攻去 哄 火球砸下 直接将虚弱的 七星飞蝗虫给砸死了 伤害 1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七星飞蝗虫 获得经验值 触发主成双倍经验值加成 获得经验值6W 还不错 现在等级就差0.3W 就可以提升到39级了 距离40级也不会太远了 美滋滋的 想不到这个隐藏任务 居然这么简单 这话刚刚说完 忽然砰的一声 就在七星飞蝗虫死亡的地方 突然有一个图案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这应该是虫族皇室 标记 随后 只听一声 思鸣在整个北高峰传响 下一秒 北高峰山崩地裂 一千米来高的山峰 直接拦腰斩断 整个副本之内的植物 瞬间枯萎 就连土地都变成了一片黑色 太古龙女 我们走 萧涵眉头一皱顿感不妙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萧涵感觉心神不宁 就在刚才光芒乍现的瞬间 一股死亡的既视感 扑面而来 果然 隐藏任务 不是指击杀七星飞蝗虫 这么简单的 这时候 太古龙女带着萧涵 朝着副本之外飞去 可就当萧涵回头看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虚影 出现在了萧涵的视线当中 这个虚影 甚至比整个北高峰都还要高 这 这是什么 虫族32皇室之一 绝天帝皇虫 等级 LV 状态 半苏醒状态 生命值 攻击力 防御力 技能 介绍 实力强大 能够毁灭一切 绝天帝皇虫 萧涵看着 这只巨大的虚影 自己的心里 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这笔绝对是爱护犊子来了 下一秒 绝天帝皇虫 伸出一只长腿 直指萧涵 这该死的压迫感 竟然让萧涵直接愣住了 他要干什么 刷 忽然 一道紫色光束 突然对着萧涵射了过来 杀了我皇室直戏 所有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小子 能死在我的手中 是你的荣幸 这道光束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主人小心 太古龙女带着萧涵 就朝着旁边飞去 但是太古龙女的速度 和这道光束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 光束瞬间就贯穿了 太古龙女的翅膀 伤害 十W 伤害 十W 伤害 十W 太古龙女受到 绝天帝皇虫的诅咒 该召唤生物 不能返回召唤卡当中 永久 提示 绝天帝皇虫的诅咒 不可剔除 提示 太古龙女装备破碎 LV30白银 神级装备破碎 听到系统提示音 萧涵都惊呆了 这就是虫族32皇室之一 绝天帝皇虫的实力吗 也太强了吧 比他遇见的任何一个boss 实力都还要强劲 而且仅仅一击 就将太古龙女身上的 神级装备给打破 很强 这可是神级装备啊 去死吧 人类 杀了我皇族直系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逃得掉 听到绝天帝皇虫的呼声 萧涵果断将天恩神女 召唤了出来 既然88级的太古龙女 都挡不住 绝天帝皇虫的一击的话 召唤其他召唤生物 也是无济于事 出来吧 天恩神女 主人 狂徒之息 刚一出现 天恩神女就挥起了十字架 龙玉的绿色光芒 将太古龙女给整个包裹 要是再晚上一些的话 太古龙女将直接暴毙当场 生命值 加10W 生命值 加10W 生命值 加10W 哦 想不到 这里会有这种生活 看到天恩神女 绝天帝皇虫突然好奇起来 开口对着天恩神女说道 跟着我 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然而这一次 天恩神女是彻底怒了 她根本就没有理会绝天帝皇虫 以往她被主人召唤出来的时候 主人总是完好无损的 但是今天这次出来 主人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条血痕 这是刚才绝天帝皇虫 释放出技能的余波 刮伤了萧涵的脸 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行 这天上地下 天恩神女不准有任何人伤害主人 萧涵也是第一次看天恩神女 皱起了眉头 下一秒 天恩神女身后羽翼一扇 直接朝着绝天帝皇虫飞了过去 感受到杀意的绝天帝皇虫 自知不妙 很强 绝灭光束 又是一道紫色光束 对着天恩神女射了过来 速度很快 但是却被天恩神女一巴掌直接拍灭 伤害 1 生命值 加1 看到这一幕 绝天帝皇虫眉头一皱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天使族的老大呢 我的光束 为什么会对他没有任何伤害 不 绝对不可能 去死吧 这时候 天空之上划过一道金色的光影 紧接着 天恩神女就出现在了绝天帝皇虫的面前 此刻 天恩神女用自己被圣光包裹的手臂 对着绝天帝皇虫猛的一扇 砰 一声巨响 震天汗地 这是拍的 绝对没错 这一点萧涵绝对可以作证 但是这一击 好像穿透性有点强 巴掌是打在了绝天帝皇虫的身上 不过这穿透力 直接将天空中的云层 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 而这道裂缝的两头 直接连接到了地平线的两端 如果有人看过21年的中末女武神 就知道自己说的不是假话 而下方 在萧涵所站的地方 大地开裂 那北高峰早就已经在那股穿透力之下 彻底消失 何记者 以前那是超级普通的普通攻击 这个被圣光包裹的普攻 属于戴特效的普通攻击羹 萧涵都愣住了 这天恩神女也太强了吧 啊 绝天帝皇虫发出一声惨叫 伤害 堂堂虫族32皇室之一的 绝天帝皇虫 直接消失在了萧涵的眼前 全服通告 副本 北高峰正在紧急修复 请所有玩家注意 丁 恭喜你 完成隐藏任务 虫族的风波 前续 获得经验值奖励 20W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绝天帝皇虫虚影 获得经验值32W 还没完 因为天恩神女这一击的缘故 下方刚刚被系统 刷新过来的地势兽 再一次被轰死 丁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刚刚复活的地势兽 获得经验值3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丁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刚刚复活的地势兽 获得经验值3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丁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击杀刚刚复活的地势兽 获得经验值3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触发主乘双被经验值加成 获得总经验值128.8W 等级提升至LV40 自由属性点加5 等级提升至LV41 58.5W78W 自由属性点加5 什么叫做刷图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刷图 此刻 萧涵天下无敌 当萧涵还在心里暗自神爽的时候 全服通告又传了过来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成为黄雀主乘等级 第一个达到LV40的玩家 获得全服奖励 白银几瓶宝箱整套一个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成为黄雀主乘等级 第一个达到LV40 系统三连报 黄雀城的玩家们面不改色 谁达到了LV40了 哦原来是天策大神 那没事了 你可以永远相信天策大神 他是真的牛逼啊 现在主乘双倍经验值加成 我还以为我升级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结果天策大神直接就达到了40级 还得是天策大神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啊 我才刚到25级 我和天策大神的差距 隔壁金与哥的会长都已经28级了 天策大神 这波可以说是直接起飞了 全服通告奖励 直接就是白银极品宝箱装备 要是开出一个40级的天坛之星套装 那直接无敌了好吧 天策大神一直很无敌 就算没有这把剑 我天策大神照样可以歼灭敌军 在聊天频道里面嗶嗶两句之后 玩家也都继续在副本当中刷起怪来 趁着现在还有主成双倍经验值的buff 大家肯定是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的 自然是抓紧时间提升等级去了 此刻虫族 三十二皇室之一的绝天地蝗虫本体 突然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吐了出来 脸色苍白 就连他的身体上都还有一个巨大的凹坑 这是被天安神女巴掌攻击之后 留下来的痕迹 绝天地蝗虫 你这是怎么了 旁边飞天堂王问 我的直系死了 绝天地蝗虫愤怒地说道 就是那个北境防线 被雅思高徒逼到人类阵营的 那个小家伙是吗 虫族向来护独自 任何一只直系虫族生物 它们都会倍加关注 只是没想到 此次这只飞黄虫 竟然被萧涵给杀掉了 是的 人类阵营的那个家伙 不仅杀了我的直系 就连我留在直系身上的虚影 都被灭掉了 直到现在 绝天地蝗虫 都有些得十分难以相信 自己的实力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再虫族 也能够躋身 三十二皇室直系的行列 就算是自己的虚影 也绝对能够碾压任何一个人类 但是 那个人类阵营的那个家伙 为什么一击就粉碎了自己的攻击 而且一巴掌 直接把我的虚影打散了 这是什么实力啊 能够灭掉你的虚影 看来人类阵营那边 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啊 听到绝天地蝗虫的话 就连飞天螳螂 都忍不住惊了一下 但很快他便开口继续说道 不过也没事 等你恢复到全盛时期 以你的实力 要想灭掉了一个人类来报仇 完全就是轻轻松松的事 飞天螳螂说的轻松 但是 恢复到全盛时期 但是 即便自己恢复到了全盛时期 那自己真的能够和天恩神女抗衡吗 这种站在天上被俯视的感觉 这种压迫感 都快要让绝天地蝗虫喘不过气来了 但愿如此吧 绝天地蝗虫开口淡淡的道 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是怎么想的 要是让我们直接去攻打北境不就好了 人类阵营那边根本就防守不住 偏偏还要让螃蟹去攻打 大人自然有他的安排 我们还是做自己的事吧 灭掉了绝天地蝗虫的虚影之后 萧涵收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提示 由于你击杀了虫族皇室直系 你受到了虫族的仇视 加一大半柳 整个虫族将与你不共戴天 对于这道提示音 萧涵也没有多理会 在完成隐藏任务之后 萧涵就将天恩神女收回了召唤卡 然后骑着太古龙女 回到了黄雀城自己的工会当中 定 是否开启白银极品宝箱 全套 一个 开启 定 恭喜你 获得LV40极品白银套装 天坛之星套装 天坛之星套装 这不是40级极品装备里面的 最强套装吗 而且根据官方描述 据说是要比一般的 50级黄金套装 都还要强上许多 天坛之星套装 七剑属性 力量加980 智力加1870 敏捷加647 体质加554 精神力加1320 七剑生命值 加3W 七剑魔法能量 加1W 七剑物理攻击 魔法攻击 1004300 效果 一 天坛之力 有20%的几率 触发真实伤害 当触发之后 总伤害的10% 将转变成为真实伤害 二 对于召唤师职业 附带技能 滑步 能够向身边 一米范围之内 任意地方进行快速移动 冷却时间 一分钟 有了这装备效果 自己也不怕绝天地蝗虫 再对自己发起攻击了 至少来说 只要自己反应够快 就能够依靠装备的附带技能 来躲开攻击 还不错 到时候再将这个装备 拿给奥恩打造一下吧 这样想过之后 萧涵就先把这个装备 穿戴在了身上 至于自己之前的装备 直接丢到拍卖行 上去得了 丁是否上架 魔力涌动的三件套 皮波特的套装 海贼号角的护腿 一共七件装备 是否上架 上架 至于装备价格的话 就按系统 自己判定的售价好了 丁 恭喜你七件装备 上架成功 处理完装备的事之后 萧涵又把目光 落在了敖一辰的身上 回到工会之后 这家伙 就已经变成了人形态 但是有个问题 因为敖一辰 受到了绝天地皇虫的 诅咒的原因 萧涵根本就没有办法 将他召唤回照换卡当中 一辰 萧涵喊道 主人 一辰在 敖一辰单膝 跪在萧涵的面前 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受伤 但是 在他的肩膀处 依旧有一个 泛着紫色气息的诅咒 不能让你回到你的据点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有 如果不能回到据点 那么一辰的体力 就会下降 无力战斗 甚至还没有办法 带着主人飞行 原来如此 召唤生物在据点 不单单是等待自己召唤 原来还可以在据点中 进行恢复体力 可现在的问题是 绝天地皇虫的诅咒 将敖一辰给死死的控制住了 如果不能尽快恢复体力的话 以后可能会很麻烦 可能这个效果 要一直持续到 自己将绝天地皇虫击杀为止 看着眼前的这个游物 萧涵的心脏 竟然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 自己在想什么 这绝天地皇虫的诅咒 对于敖一辰来说 真的是坏事吗 要是他真的无力地 贪婪在自己面前 然后这一张脸 泛着些许红韵 天哪 这该死的画面感 那种画面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自己的脑海当中 萧涵奋力地摇了摇头 回过神来 主人 你没事吧 敖一辰看萧涵身体 有点不舒服 赶忙走上前来 关心道 这么近的距离之上 敖一辰一息 都能够感觉到滚烫 是谁把空调打开了 好热啊 萧涵擦了擦鼻血 这该死的红颜祸水 难道我堂堂 萧涵要沦落至此 开什么玩笑 回过神来 萧涵也不再看敖一辰 而是打开了拍卖行 搜索了一下体力药剂 自己的看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帮助敖一辰恢复体力才行 否则那画面真的出现的话 神仙来了都挡不住的 但是拍卖行上 大都是玩家使用的体力药剂 根本就没有召唤生物的体力药剂 想想也是 谁家的召唤生物 有事没事就体力不支啊 咦 这是什么 这时候 萧涵突然在拍卖行上 翻到了一个道具 夏季紫河药剂 作用 服下之后 任何生物都能够体力大涨 但是事后可能会发疯 但是经过七天的愤怒发泄之后 就会恢复正常状态 备注 兄弟们 我是真的一不小心 在神秘商人哪点错了 才买到这个道具的 有没有好心人需要的 帮我换成钱 我想去买件装备 萧涵想笑 这不就是 和现实世界的那个什么歌 作用一样的吗 想不到还有人买这种道具 真是离了一个大谱 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我 可以去神秘商人哪看看 有没有恢复太古龙女体力的药剂 正当萧涵准备 关掉面前的提示框的时候 主人 这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看这么久 敖一尘忽然伸出玉手 修长的手指 竟然落在了这个下剂子和药剂上面 萧涵满头大汗 快住手 萧涵声音已经喊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秒 系统的声音传了出来 定 提示 恭喜你购买成功 花费五大被我同币 操 操 操 敖一尘 你这是干什么 忽然间 一个奇怪的小瓶子 突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被敖一尘一把抓住 萧涵哽咽了一下口水 他慌了 他是真慌了 不是他不行 他只是害怕敖一尘不行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 一尘 我用主人的身份命令你 把这东西交给我 萧涵一步步地 朝着敖一尘靠近 小心翼翼的 好吧 主人 给你 敖一尘无奈地将药瓶 交到了萧涵的手中 呼 结果药瓶 萧涵长长地 呼出了一口浊气 还好 还好 这要是敖一尘喝下去 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东西 还是直接出售了才好 不能放在身上 更不能放家里 要是出问题了 谁都担不起这责任 萧涵点开拍卖行 正准备上架之时 提示 该道具只能出售一次 出售之后 永久绑定 不能抛弃 不能交易 不能出售 不能摧毁 只能使用 卧槽 这是什么垃圾道具啊 只能使用 这不是坑人吗 萧涵人都傻了 算了 还是放仓库宝箱吧 应该没事 随后 萧涵便将下祭子和药剂 放入到了至尊存储宝箱当中 而这边 关于敖一尘恢复体力的这档子是 萧涵决定 去找神秘商人问问看看 走吧 我们去找神秘商人 萧涵取了150W的同币出来 咦 我怎么感觉 我的钱 好像少了一点呢 难道是我的错觉 对了 奥恩呢 这家伙去哪了 算了 不管了 还是先去找神秘商人吧 萧涵和敖一尘 朝着任务大厅走去 这一次 他并没有使用称号的传送功能 顺便好好看看黄雀城的街道 你们快看 是天策大神 我终于见到活人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天策大神谢谢 你为我们黄雀城 做出的贡献 特别是这个双倍经验之家城 我们真是太爱你了 天策大神身边的 是不是之前 在今夜商会门口变身 成为巨龙的那个召唤生物 对对对 我记得他 全黄雀城最漂亮的那个 绝对没有错 哎 我要是天策大神 能够有这么好看的 召唤生物就好了 得了吧 你一个召唤卡制作师 你就不能自己 好好制作一个出来吗 我能够制作出带地的 也能制作出带S 我还能制作出带D和S的 不信你看 我去 你这能够和天策大神的 那个仙女对比吗 你这头珠确实带地 整个身材也是S 牛逼 肖寒走在黄雀城的街道上 光是往那一站 就能够将周围 所有玩家的目光 全部吸引过来 这就是男人的成就感 你可以不强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人 一定要经验所有人 不多时 肖寒和敖一辰 来到了任务大厅外的 一个角落位置 你好啊 神秘商人 肖寒道 有什么 我能够帮助你的吗 天策勇士 我想购买能够帮忙 召唤生物恢复体力的药剂 你这里有吗 呃 对不起 天策大神 之前我本来 这里还有几瓶药剂的 但是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 搞错没有 你 把召唤生物的体力药剂 用完了 你和谁用了 不对 你给谁用了 肖寒难以置信 这个不方便说 神秘商人略显尴尬 头顶还飘出了三个省略号 鬼知道神秘商人 有什么神秘的癖号 万一这东西 它真的有其他用途呢 想到这里 肖寒都忍不住 打了一个寒战 那好吧 那你知道 有什么办法 恢复体力吗 神秘商人想了想 忽然皱起了眉头 几秒钟之后 便又舒展开来 办法倒是有 不过 不过什么 肖寒道 这只是一个传说 要想恢复 召唤生物的体力 要么就是靠专门的药剂 要么就是靠特殊的装备 但是要想召唤生物 能够穿戴装备 首先是召唤师 必须是禁忌召唤师 说重点 肖寒怒声道 重点是 我这里正好有一件装备 但是卖价比较贵 你就给我说多少钱吧 100W同币 没问题 成交 肖寒此次离开工会 正好带了150W同币 就算购买了这件装备 也还能够剩下50W同币 但这个时候 NPC神秘商人突然犹豫了 他也没有想到 整整100W同币 肖寒张口就答应了下来 这可是100W啊 这么有钱的吗 看来这家伙 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呀 得让他见识一下 天侧勇士 如果你愿意再加50W的话 我可以将一套装备都给你 他们的 一件装备100W 还是套装只加50W 这是看不起谁呢 105W不能再多了 好的 成交 天侧大神 肖寒 呃 好像把架喊高了 这不 血亏 但是为了太古龙女的体力 肖寒出手了 同币 105W 叮恭喜你 获得擎天铠甲 LV60整套 叮咚 检测到 可以优化的装备 是否现在进行优化 当肖寒从神秘商人那儿 结果装备的时候 他双眸金光一闪 好家伙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低级装备 想不到居然是60级的装备 这波不亏啊 而且带回去 让奥恩打造一下 又是一波超强力的套装 美滋滋的 至于金手指的提示 肖寒果断选择 不用优化 反正这个装备 是给敖伊晨穿的 现在他88级 完全有资格穿戴现在的装备 走吧 我们现在回工会 看看奥恩回来没有 让他把这套装备打造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 突然在肖寒的耳边传响 全服通告 玩家 金宇格 黄石成为黄雀城 第三个等级 达到LV30的玩家 获得奖励 当前黄雀城 达到LV30以上的玩家 肖天策 于美人 金宇格 黄石 想不到 又有一个等级 达到30级的玩家 而且 这人居然还是金宇格黄石 不赖吗 看来主城双倍经验值 Buff的加成 让不少的玩家 都得到了便利 肖寒微微一笑 便准备离开这里 可忽然 又是几道全服通告传来 全服通告 34主城当中 黄雀城已经有三人 等级达到LV30以上的原因 现在开启经验 单人 副本 限时两小时 坐标黄雀城南城传送门处 可以进入 全服通告 34主城当中 黄雀城已经有三人 等级达到LV30以上的原因 现在开启经验 单人 副本 全服通告 34主城当中 黄雀城已经有三人 等级达到LV30以上 叮咚 现在开启全服34主城 共享聊天频道 肖寒 34个主城当中 谁最先出现三个30级的玩家 就能够开启经验副本 这有意思了 自己正筹 不知道怎么快速提升等级呢 现在不就来了吗 而且这个副本的时间 限制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主城的双倍经验值加成 正好消失 要是这一波双倍经验值 能够在经验值副本当中 灵验的话 那么这一波 可以说是直接起飞 不说直接达到60级 至少来说 50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一辰 我们走 肖寒给奥一辰 穿上擎天铠甲装备之后 一个传送 就去到了黄雀城南城的位置 至于NPC神秘商人 看着肖寒的离开 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看这家伙的表情 刚才我那套装备 应该是卖亏了 神秘商人重重地 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本以为自己这垃圾装备 卖105W都已经是奇迹 没想到到头来 自己居然亏了 神秘商人 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另外一边 这三道全服通报 响起的瞬间 34个主城的玩家 全部是愣住了 在这个全服34主城 共享聊天频道里面 玩家们直接吵起来了 柳城玩家一 黄雀城到底什么情况 为什么突然会有三个人 达到30级啊 你们是吃屎了吧 柳城玩家二 那还用说 这三个人可是一个工会的人 而且前不久 不是山海秘境开启吗 他们肯定是将 所有的经验胶囊 都交给了这三个人 情急成玩家一 那也只能说明 他们团结 知道先打造出 三个最强站立出来 同样的办法 为什么你们柳城 没有想到呢 凌晨玩家一 我羡慕了 如果有换主城的机会 我一定要去黄雀城 最近这个官方论坛上 全部都是关于黄雀城的消息 凌晨玩家二 老大 我们都快要死掉了 你居然还在这里聊天 快回来打输出啊 周城玩家一 黄雀城现在在34主城里面 应该是排名第一吧 但是要论资金情况的话 我觉得还是柳城排第一 黄雀城玩家一 那又怎么样 我们现在开启了经验副本 还有主城双倍经验值加成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够诞生50级 甚至60级的玩家 但时候 只有你们来求我们的时候 黄雀城玩家二 行了 黄雀城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我们现在就不要在这上面 和他们逼逼赖赖了 现在副本刚刚开启 我们抓紧时间去提升等级再说 黄雀城玩家三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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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市场大妈标准既见动作 情急城玩家一 操 这样说的话 我也羡慕了 经验副本外加主城双倍经验值加成 他们这是 要直接成神的节奏 柳城玩家三 不说了 我要让我奶奶 去黄雀城 黄雀城南城 萧涵通过护城左使的称号 直接传送了过来 可谁知道 这南城的玩家本来就多 导致即便萧涵通过最快的方式 来到了这里 依旧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你们能不能不要急了 我又不去经验副本 我要去水房啊 你们就放过我不好吗 哎呀妈呀 我的个曹 不就是一个经验副本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离谱啊 还好对不行吗 整个黄雀城南城的位置 被几十万的玩家 在这里挤来挤去 萧涵也是其中的受害者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 她是这里最严重的受害者 毕竟有敖一城在身边 这可是一个大美女 谁不想和大美女挤在一起呢 兄弟 你能不能过去一点 让我也过去沾沾锐气 凭什么啊 我这个位置 我都只能闻到一点气味 我凭什么让给你 我出EW同币 你把这个位置让给我怎么样 EW 你就想要得到这个位置 刚才还有家伙说2W 我都没有让嘛 那我再加2W 4W怎么样 不是老哥 你就好好地去经验副本 刷刷经验不行吗 不行 我现在不想提升等级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闻过这种闻道了 算我求你了 那好吧 当面转账4W同币 本来两人准备互换位置 心想终于可以闻闻香气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大脚 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直接将这人给踢飞了出去 操 谁他们的这么傻逼 老子又不是没给钱 怎么的 连气味都不我闻了 这名玩家从地上爬起来 十分气愤地吼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好几个大汉走了出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玩家 冷声道 怎么 有意见 玩家被吓住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傻逼 起身就离开了这里 气味都没有闻到 还血亏4W同币 这几个大汉也没有在追 而是推开了 挡在水房前面的玩家 让开让开 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 都快让开 你们要提升等级我不管 但是不准挡住水房的路 水房是南城生意最好的一家店 店内大汉的实力 也相对要强过这些玩家 当看见这几个大汉出来的时候 玩家都纷纷向后退了几步 他们可不愿意去招惹这些家伙 卧槽 1 2 3 7 8 这是八汉开线路啊 兄弟这是什么意思 这你都不知道吗 这是水房的规矩 只有水房的超级大客户 才能够拥有的待遇 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这些玩家 进去享受花个5000铜币 或者EW同币的 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大消费了 但是对于水房的老板来说 远远不够 他心情好会让一个大汉帮你开路 那心情不好呢 不好的话 直接把你踢出去 他也不缺你这点钱 水房的老板是钱多多 他的实力恐怕要比今夜商会 还要强上几倍 这时不仅有玩家好奇 那这八汉开线路 得需要消费多少 兄弟们别的不说 单说能够让钱多多老板 安排八汉开线路的人 已经非常牛逼了 而且这一波面子 直接顶到天上去了 这就是牌面 我靠 这不会是天策大神吧 什么天策大神 你没有看见天策大神 还在人堆里面 准备进入经验副本 提升等级吗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我估计啊 这得花费好几百万铜币 可能才能够有这种待遇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出来的应该是柳城的皇帝 秦奋 大哥 卧槽 这要真是 秦奋 的话 那就太牛逼了 此时此刻 大量的玩家都在好奇 这一次从这个水房当中 走出来的人到底是谁 是谁能够拥有这种 八汉开线路 这种顶级牌面 这绝对是黄雀城第一人 就连萧涵都忍不住转过头来 看向了水房 随后只见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水房当中走了出来 渐渐的萧涵眼睛 都快要掉出来了 卧槽 居然是你 在公会里面取钱的时候 怎么感觉自己的钱变少 原来是这个狗东西 拿着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来这里享受精油搓背来了 而且这牌面还整得杠杠的 奥恩 你倒是会过生活啊 萧涵带着敖一辰走过来 拦住了从水房当中走出来的奥恩 奥恩直接傻住了 主主人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你信不信 我把你头盖骨打下来 主人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这样的 滚 如果五个小时之后 我看不见一千W同币 你就完蛋了 本来萧涵还在惊讶 这巴汉开鲜路的场面 确实霸气 换做是他 他也得傲气冲天啊 结果 当自己看见 从水房当中走出来的人 是奥恩之后 还他们的蛮傲气冲天呢 自己差点是血液直冲头顶 呼吸不上来 晕死过去 这狗币东西 用自己的钱 开他的鲜路 这能不气吗 这无论怎么说 也是几百万啊 操 但凡这鲜路 和自己有那么一毛钱关系 也不至于这么气愤 这奥恩败家的东西 主人 主人 你等得我 萧涵气冲冲的 带着敖一尘 就朝着经验副本走去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提升等级 其他的可以之后再说 愤怒状态下的萧涵 根本就没有人敢挡路 萧涵从人群中穿过 进入到了副本当中 倒是奥恩 心头拔凉拔凉的 难道自己要用锤子 打造一个碗出来 去黄雀城流落街头吗 丁 你已进入经验 单人 副本 毛球天堂 请在模式中二选一 模式一 野怪共1000只 每只野怪30分钟刷新一次 每击杀一只狂暴的毛球 获得经验值2000点 模式二 野怪共1000只 每只野怪30分钟刷新一次 每击杀一只狂暴的毛球 获得经验值500点 但在10分钟之内 团灭副本所有野怪 额外获得1200W经验值 单从这两种经验模式来看 第一种肯定更加适合 没有办法清涂的玩家 这样的话 单只野怪经验值高 而且算下来 只要在30分钟之内清涂 就是整整200W经验值 但是对于肖寒来说 自己分分钟灭图 肯定选第二种模式 光是清涂 都能够获得1000W经验值 再加上击杀获得50W 1050W的经验值 按现在这个进度来说 完全可以直接提升8级左右 毕竟 随着等级的提升 经验值也在不断地提升 光是现在40级 都已经需要78W的经验值了 想必 两个小时的时间下来 提升20级应该不是问题 定 是否确认选择模式2 确定 定 欢迎来到经验现实副本 时间 2小时 画面一转 肖寒和敖一辰来到了一处空间之上 准确地说 应该是天空云层之上的位置 同时 在肖寒头顶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数字3 这是倒计时 2 1 0 当数字归零的那一刻 2万平方的云层里 冒出了好多野怪 狂暴的猫球 等级 LV35 类型 惊艳生物 生命值 10W6 攻击力 3000 35级野怪 10W6生命值 难度不算太高 即便是普通玩家 依旧有可以输出的空间 不过唯一的问题是 它们数量多 即便攻击力不高 也能够玩家 造成沉重的伤害 但那也只是对其他玩家而已 太古龙女 肖寒直接让身边太古龙女 发起了攻击 龙蟹 敖一辰转变龙形态 双翅一斩 飞于半空之中 一片火海从她的口中吐出 伤害 10W 伤害 10W 伤害 10W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狂暴的猫球 获得经验值5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狂暴的猫球 获得经验值500点 丁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狂暴的猫球 获得经验值500点 一口龙吸 直接杀掉了20只狂暴的猫球 获得经验值1万点 触发组成双倍经验值加成 获得总经验值2W点 啊哈 在经验副本当中击杀野怪 也能够触发组成的双倍经验值BUFF加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这些野怪全部击杀 就那自己岂不是可以获得100W经验值 就是不知道额外奖励 可以触发组成BUFF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每半个小时 岂不是就能够获得将近2000W的经验值 卧槽 那不得直接一波提升到十多级 每半个小时一轮野怪刷新 四轮下来 自己岂不是直接原地螺旋升天 光是想到这里 萧涵的心里就一阵暗爽 总之先试试再说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萧涵一口气将自己所有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魔力值3100 杀掉这里所有的野怪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这些召唤生物全部是冲了出去 然后煞时间 整个副本之内呈现出好几个场景 卓妍女枪手拿长枪 枪火横扫 哥布林国王和黑金士兽蚁 则是召唤出了一堆士兵 而土金兽在外围只能默默地靠平A头前 潮汐之灵和朱仙人玩起了组合剂 炫光溜溜球 至于天安神女 则是带着几个辅助系生物 站在萧寒的身边 给这些召唤生物叠加各种属性buff 一时间 副本之内 恐怖的输出 很快就将这1000只狂暴的毛球 给全部击杀 丁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成功击杀 最后一只狂暴的毛球 获得经验值500点 用时43秒 获得额外经验值奖励1000W 触发主成双倍经验值buff加成 获得总经验值1100W 原来主成的双倍经验值加成 只能作用于击杀野怪获得经验值 而额外获得经验值并没有办法进行触发 不过想想 确实也是这样 提示 所有经验值将在两个小时之后 经验副本关闭之时 一同发放 当前野怪刷新剩余时间 29分46秒 杀怪一分钟 等刷新居然还需要30分钟 真是见鬼了 另外一边 在距离黄雀城20公里之外的一个大山上 魔枪是捏着长枪 静静地站在这里 黑鸭血铃呢 魔枪是开口说道 黑鸭血铃 早在我们带着大人你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个叫做萧天策的人给杀掉了 身后第五魔杀开口说道 因为魔枪是觉醒了魔童的原因 他的实力大涨 魔眼之主也将魔枪室 放在了十二魔杀之上的位置 同时让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听命于他 萧天策 他是谁 魔枪室问 萧天策是一个召唤师 据说是和猎人枪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他是黄雀城的护城左使 第六魔杀开口道 哼 可笑 护城 还想着护城黄雀城还有什么可护的 他就不应该存在 现在魔枪室已经彻底加入魔族 原因无他 就是为了毁灭整个黄雀城 以往的他一直以为 只要杀掉猎猿枪就已经够了 但是自从城主给了魔枪室 那个回答之后 他就已经对黄雀城彻底失望了 他要毁掉这个地方 我们走吧 要是待久了 魔器会被黄雀城的城主感知到的 到时候 没错 我们还是先走吧 现在魔枪你 对于魔器的控制还不是太熟练 等到完成第三次魔池的洗礼之后 我们再来这里 魔枪室点了点头 这黄雀城就算今日不灭 他日 我魔枪室一样将它灭掉 随后 他们化作了一团黑气 消失在了原地 通过魔界裂缝回到了魔界 萧涵这边在经验副本当中 无限刷怪 很快 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过去 提示 经验 担任 副本即将关闭 请所有玩家抓紧时间离开 本来还在经验副本中提升等级的玩家 在听到这道系统呼声之后 便也离开了副本 定 是否提取此次获得的经验值奖励 提取 恭喜你 总共获得经验值4400W 这一瞬间 所有的经验值全部加在了萧涵的身上 经验值飞速飙升 等级也开始提升 等级达到LV45 消耗经验值322W 获得自由属性点 20点 等级达到LV50 消耗经验值742W 获得自由属性点 25点 等级达到LV60 消耗经验值2448W 获得自由属性点 50点 等级达到LV62 288W330W 消耗经验值846W 获得自由属性点 10点 消耗在这边疯狂地提升等级 34主城共享聊天频道那边 都已经炸开了锅 柳城玩家1 来了 我现在要看看这个黄雀城的人 到底提升了多少级 柳城玩家2 还能有多少级 顶破天 他们也没有人能够达到50的玩家 凌晨玩家1 黄雀城的人呢 有本事出来 炫耀一下自己的等级啊 让我们这些人都开开眼界 我想看看 一直是等级领先的各位 现在有多强了 凌晨玩家2 老大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吓嗶嗶了 快来杀怪啊 黄雀城玩家1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你们 我从25级提升到了28级 我的实力不强 杀不了太多的狂暴猫球 黄雀城玩家2 别人两个小时提升了4级 这些生物数量实在是太多 也没有获得太多经验 但是完全足够了 黄雀城玩家 请天策大神 于美人 金宇格 黄石三位大佬 出来汇报一下自己的战绩 你们才是我们的顶流存在 情急城玩家1 哈哈 他们这是不好意思出来说了吧 柳城玩家3 我看也是 要是有人能够提升到50级以上 都给你们直播道理洗头 于美人 不好意思 我从35级提升到41级 金宇格 黄石 不好意思 我从30级提升到了35级 柳城玩家3 我还以为我真的要道理 洗头了呢 结果 你们也不过如此嘛 各路玩家们 在看着聊天频道里面的消息 都是忍不住唏嘘 虽然黄雀城的玩家 还没有人达到50级 这些人一连提升4,5级 还有些人提升7,8级 就这升级的速度 已经让不少人羡慕了 总的来说 超过了其他33个主城的玩家 而此刻 在黄雀城专属的聊天频道当中 兄弟们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只听到了 于美人和黄石大哥的全副通报啊 我的天策大神呢 就是 不应该啊 现在经验副本都已经关闭了 按照道理来说 天策大神也应该完成了 经验值的增加才对啊 难不成我的天策大神 根本就没有进入经验副本吗 不 绝对不可能 这种绝佳的时候 天策大神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现在33个主城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要是天策大神再不出来的话 我们黄雀城的颜面和存啊 天策大神不是出意外了吧 迟迟没有收到关于肖寒的全副通告 玩家们自然是心里蒙上了一层纱布 现在 在34主城的聊天频道里 33个主城都在叫嚣 让他们把肖寒叫出来 说什么 黄雀城的人都是垃圾 只会口嗨 甚至还有个柳城的人疯狂叫嚣 我头痒了 我想道理洗头了 一些愤怒的黄雀城玩家 直接跑到了34主城 共享聊天频道里面发送到 黄雀城玩家三 你们这些人在狗叫什么 等一下 天策勇士的等级出来 有你们洗个够的 柳城玩家三 哈哈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 我旁古他大爷盘面发誓 但凡你们黄雀城销天策等级超过五十级 我就道理喝汽油 柳城玩家四 我一只冰火狗头发誓 销天策比五十级高一级 我就道理扣666 情急城玩家三 看你们玩这么开心 我徐工敏也来 我道理拉洗 此时此刻 34主城共享聊天频道里面的各路英雄豪杰 全部是大展身手 纷纷吓住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忽然响起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 成为皇城等级第一个达到六十级的玩家 获得全服奖励 人类阵营声望值 加十点 获得超级工会牌面 神龙守护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 成为皇城等级第一个达到六十级的玩家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 全服三连暴京阵所有人 煞世间 在黄雀城上空 忽然传来一声龙吟之声 这是神龙幻影 青色的神龙 盘旋在萧寒的工会上方 一时间 整个工会 都被神龙之力包裹 工会防御力 提升一千 工会生命值 提升一千 工会体力恢复 提升一千 工会 自动修复所有耐久度降低的装备 不扣除任何货币 工会Buff加成 击杀野怪 获得时的额外经验加成 各种Buff全部加持到了 萧寒的工会之上 而他自己 也获得了工会Buff加成 此刻 在黄雀城的玩家 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 卧槽卧槽 我他们的人傻了 我就说卫时 迟迟没有听到 关于天策大神的消息 原来是因为 天策大神获得的经验值太多 等级还在提升 我记得天策大神之前 才四十几吧 这一波 直接连升二十几 我靠 你们快看看 天策大神的工会 又是巨龙 又是神龙的 这还要不要人活了 最搞笑的是 在天策大神的工会旁边 还有另外一个工会 我要是旁边的工会 你们快去三十四主城 共享聊天频道里面 该我们叫萧柳城的人了 所有黄雀城玩家 全部从黄雀城聊天频道 转战三十四主城 共享聊天频道 三十四主城共享聊天频道 黄雀城玩家一 来来来 刚才那些打赌的玩家 现在站出来 男人敢作敢当 黄雀城玩家二 毫不客气地说 黄雀城超级大佬 天策勇士 这波直接六十集 就问还有谁 凌晨玩家一 刚才不是 有个叫什么狗头的玩家 叫得很凶吗 你出来啊 我要看你直播 凌晨玩家二 老大 你在这样的话 这游戏没法玩了 还杀不杀怪了 兄弟几个都要死完了 你一个躲在后面看戏 凌晨玩家一 曹 我他们每次发一句话 你都给我抓住 你是不是没有干活 再偷懒 工资给你扣完 黄雀城玩家三 兄弟们 你们快退出游戏 快去看 在九龄图官方论坛上 有人开直播了 我把链接发给大家 大家快去看看 这消息一传出来 大量的玩家 都是退出了游戏 去看直播去了 一时间 关于柳城的那几个玩家的 直播热度 直接飙升 不少的土豪 都是纷纷到此来 刷了好几百个火箭 当然 虽然画面惨不忍睹 但是说句真心话 这一场直播下来 这些人也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小韩 对于直播这些东西 根本就毫不在意 现在经验副本也关闭了 自己的等级也提升上来了 很多副本 也拥有了开启的权限 可以去占据副本据点 获得更多的召唤生物经验值了 提示 现在已经是凌晨十二点 请注意身心健康 小韩刚刚回到工会 本来还说稍微休整一下 就去把副本给占据了 没想到 居然已经凌晨十二点了 自己已经整整十九个小时 没有下线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 还是先下线休息一下吧 想过之后 小韩便在工会当中退出了游戏 至于敖一辰和奥恩 则是老实的待在工会当中 取下虚拟头盔 小韩揉了揉自己 有些发胀的脑袋 真是奇了个怪了 自己明明已经玩了十九个小时 为了却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 甚至就饥饿感都不是很强烈 小韩不明白 不过自己也没有过多在意 打开冰箱 里面只有两个发霉的馒头 还是点一个外卖吧 饭还是要吃的 不然营养跟不上 小韩在手机里 随便选了一个华莱式的嗨剧小餐 又用了29.9大洋 点完之后 小韩又简单洗漱了一下 忽然手机传来震动 滴滴 这是一条短信消息 小先生 你的外卖已经到了 放到了你家楼下保安室了 你自己下来拿吧 今天保安不让进去 说来也奇怪 唯独今天 保安不让外卖员送餐到家 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 小韩心里有种莫名的心慌 下楼的时候 他还看见在胡同里 有一群人 正在群殴一个人 他们大致在说的好像是 叫你不更新 叫你不更新 给你刷了一个大神认证 你还是一天两张 你还要脸部 操 我都刷了将近三百礼物了 这家伙 居然一点都不更新 还叫什么北海的鱼 不如叫张亮的狗得了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作者呢 是不是欠礼物 今天大哥当里面 再给你来一个大神认证 你更新不 然后倒在地上的那人连连道 抱更抱更 小韩摇了摇头 真惨 拿着自己的外卖上楼去了 简单吃过 小韩设置了一个凌晨六点的闹钟 今天宽容自己多睡一会儿 处理完这些 小韩就睡过去了 凌晨三点 九零土网游事件 当小韩还在睡大觉的时候 魔戒突然传来了动静 一道恐怖的魔气波动 震惊了整个魔戒 怎么回事 我魔戒又诞生了什么枪者 魔眼之主 眉头狠狠一皱 如此恐怖的魔气肆虐 就连他都感觉到了一丝忌惮 魔眼大人 是魔枪士 我们正在带着魔枪士 进行最后一次的摩持洗礼 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家伙对于魔气的掌控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三魔杀震惊到 魔枪士 他最后一次摩持洗礼的时间 不是还没有到吗 如果强行进入的话 很可能会被里面庞大的魔气 给直接吞噬的呀 你们在干什么 之前魔戒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第三次魔持洗礼 是最为重要的一次 也是最恐怖的一次 稍有不慎 即便是72魔柱 也会死在里面 而这魔枪士才 加入魔族多久 一个连魔气都不能自由控制的家伙 现在居然直接今日 入到了魔池当中 对不起 魔眼大人 是我们没有拦住魔枪士 第五魔杀和第六魔杀 同时跪在了魔眼之主的面前 但是魔眼大人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即便是魔枪士 处于休息状态 他身上的魔气 也在尽全力地融合他 这种感觉就像是 不是他在掌控魔气 更像是魔气想要被他掌控 换句话来说 沉浮 听到这话 魔眼之主都忍不住沉默起来 这种情况 在魔界 他知道的也就只有刀魔大人 但凡任何一个 能够让魔气主动沉浮的魔族之人 成就都不可限量 说不定是魔童在帮助他 魔眼之主沉声道 你们带我去魔池看看 十二魔杀带着魔眼之主 朝着魔池所在的方向走去 而此刻 魔枪是正舒坦地躺在魔池之上 享受着这里无穷无尽的魔力 难怪这些魔族人数众多 而且各个实力强大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种力量 真是太让人沉醉了 有了这力量 成主 我一枪就可以灭了 如果再加上魔童的力量 黄雀城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魔枪是忍不住狂笑起来 这时候魔眼之主走了过来 想不到你已经完全掌控魔气了 你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你下一步就准备去黄雀城了吗 魔枪是从魔池当中站起来 扛着长枪 冷眼道 不 我要先去天都城 天都城 你要去那干什么 魔眼之主问 我要去那试一试 我的力量 还有我的魔童 顺便把那把封印 在天都城的天魔 长枪拿回来 魔枪式的嘴角服 现出了一抹冷笑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绝对相信自己 能够正面硬抗黄雀城城主 但是他还不想 现在就去黄雀城杀掉他 他要让整个黄雀城 都活在自己的恐惧之下 折磨 窒息 以及最后烟灭 光是想想 魔枪式就开始激动起来 现在魔族什么情况你知道 你最好别乱了大人的计划 魔眼之主道 我知道 魔枪式从魔池中站了出来 看着第五摩刹和第六摩刹 继续说道 我们走 第五摩刹和第六摩刹 同时转头看了一眼魔眼之主 几秒钟之后 魔眼之主才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 两人跟着魔枪式 离开了魔界 魔眼大人 魔枪式是不是有问题 他居然敢这样 和大人说话 他现在完全不把大人放在眼里 就是 这家伙自从加入魔族之后 他的实力虽然是突飞猛进 但是他也变得更加嚣张了 竟然连大人都不放在眼里 当初可是大人为他开通了进入魔石的资格 他现在居然反过头来 骑在大人的头上来了 身后另外几个魔杀 在魔眼之主的耳边嘀咕道 毕竟魔枪式之前是人类阵营的人 现在就算是加入了魔族 也很难让魔刹相信 这家伙会忠心于魔族 行了 你们都不用说了 此次如果魔枪式能够带领魔界 杀入人类阵营 否则的话 但凡我们全军压境 都会受到人类阵营的规则限制 实力削弱至少50以上 第七魔杀开口道 等等看吧 魔眼之主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眉头紧皱 魔枪式能够如此嚣张 完全得益于魔童的缘故 完全觉醒的魔童 在帮助魔枪式 尽快地吸收和掌控魔器 否则魔枪式也不可能成长如此迅速 但是 魔枪式啊 魔枪式 你不会以为我只是让你加入魔族吧 不要太天真了 你身上魔童永远都是我的 只有我才能够晋升72魔童的行列 这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 这时候 一个披着黑色长袍的魔斗星使者 走到了魔眼之主的面前 怎么样 查清楚了吗 有办法移植被完全激活的魔童吗 我翻阅了3000魔点 我找到了关于魔童的消息 现在还有一种办法 能够移植魔童 什么办法 将死之际 魔童会有短暂的虚弱状态 这个时候 如果使用魔皇中 就能够震慑住魔童 那一瞬间 魔童是处于可移植的状态 魔皇中吗 没错 魔皇中现在在72魔童 魔童大人手中 行 这件事 我来想办法 一边是魔眼之主 想方设法地 想要从魔枪士的身上 得到那双魔童 一边是魔枪士 为了报仇 再前往天都城 寻找天魔长枪 魔枪士 我们到了 前面就是天都城了 穿过魔戒裂缝 他们来到天都城附近 魔枪士嘴角一撇 走吧 你们替我拦住城主 我去取天魔长枪 然后我们灭掉这个天都城 说完 魔枪士便化成了一团黑气 消失在了原地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同时相视一眼 也跟了上去 天都城 此刻 因为才凌晨三点半的原因 根本就看不见什么人 就算能够看见一些玩家 那也是一些为了搬砖的人 他们就靠打打钱 维持一下生活 喂喂喂 你们看那三个家伙 是怎么回事 好像没有用脚走路 我却还真是 这他们的 在游戏里面也闹鬼吗 真是奇怪了 我还就不信了 你们让开 让我上去试试水 其中一名叫做 一飞轩辕的玩家 拿着长剑 直接冲了上去 什么妖魔鬼怪 这必定是一个 随即触发的奖励生物 先杀了再说 在九灵图当中 因为自由度太大 所以游戏里面 确实也会时不时地 出现在一些NPC 生物什么的 能够给玩家们 带来不错的收益 但是 当这个一飞轩辕 提着长剑 冲上去的时候 一只黑色的大手 突然掐住了 一飞轩辕的脖子 死 第五魔杀冷声说道 这一瞬间 一飞轩辕只感觉 自己浑身发凉 这根本就不是 什么奖励机制 这是NPC 不对这不是NPC 这 这不会是有人想要 攻打天都城吧 就像之前 论坛上谈级的黑鸭 血灵血战黄雀城一样 咔 这时候 第五魔杀用力一捏 一飞轩辕 直接暴毙当场 至于剩下的几个玩家 本想逃命 可谁知 第六魔杀身形移动 手中的利刃 犹如锁命的镰刀 刷刷刷 提示 你已被魔族 第五魔杀击杀 三十秒之后 在天都城众生法阵中 等待重生 提示 你已被魔族 第六魔杀击杀 三十秒之后 在天都城众生法阵中 等待重生 提示 你已被魔族 第六魔杀击杀 三十秒之后 在天都城众生法阵中 等待重生 这种玩家 魔枪是根本管都不管 直接朝着天都城 内部走去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天都城的天都封印之地 在这里 有那么一把长枪 被死死地封锁 在封印之地的中央 我的实力 又将达到一个 更加恐怖的地步 第五魔杀和第六魔杀 站在魔枪室的身后不语 魔动枪 魔枪室捏住自己手中的长枪 对着封印之地 当中的锁链 发起了进攻 砰砰砰 八根锁链同时崩碎 煞时间 一股强大的魔气 从封印之地散发出来 魔枪室脚步一蹬 直接将天魔长枪 捏在手中 就是这股强大的力量 真是太好了 此刻 天都城 城主府 不好了 城主 天魔长枪的联系断开了 魔族过来了 快去封印之地 看看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天都城的护城左使 跑到城主的面前 惊呼道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团魔器 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城主 第五魔杀 对着城主开口说道 魔族的人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天都城的卫士呢 看着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城主着实有点震惊 但是下一秒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直接对着城主发起了攻击 隐魔刺 患乱斩 一左一右 形成包夹之势 城主小心 顽皮精灵的保护罩 护城左使手中法杖一点 在他和城主的身上 忽然出现了一个 泛着淡淡红光的保护罩 可瞎一秒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的攻击 直接就粉碎掉了这层保护罩 还没完 他们脚步不停 再次对城主发起了进攻 城主 天魔长枪和这两人没有关系 我来拦住他们 城主你快去将天魔长枪追回来 护城左使看着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的攻击方式之后 自知不对劲 要是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天魔长枪势必会被魔族的人给带走 那好 你自己小心 我把天魔长枪带回来 我就来帮你 城主朝着封印之地赶去 想走 没门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同时对着城主发起了追击 他们的目标是拦住城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护城左使浑身绽放出一道 强大的魔法能量波动 你们都给我留下 两根锁链忽然从法杖上探出 拴住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的脚踝 将他们拖了回来 你们的对手是我 护城左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先将你杀了再说 第五魔刹和第六魔刹 将利刃对准护城左使 而魔枪势这边 他带着天魔长枪 出现在了天都城最高的地方 他要毁了整个天都城 他要在天都城 试一试自己最强大的力量 他要让所有人 都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 猖狂的笑声在天都城传响 就在这个时候 一把长剑从不远处 对着魔枪势直接飞来 刷 长剑的速度极快 但是下一秒 魔枪势手中天魔长枪 微微一震 直接将这把长剑给震飞开来 魔族之人 把天魔长枪留下 我可以放你一马 天都城城主 出现在了魔枪势的面前 城主 想不到你还是出现了 看来那两个家伙 并没有拦住你 我再说一次 把天魔长枪留下 否则 你今天必死 城主手臂一甩 长剑再次飞了过来 他举起长剑 直指魔枪势的脑袋 你想杀我吗 像他杀我一样 魔枪势的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当初自己全力拯救黄雀城之时 这些人就想杀掉自己 现在 自己加入了魔族 这些人还是想要杀掉自己 那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笑 真是可笑 此刻 魔枪势更加确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加入魔族 不用再保护任何人 只为自己而战 封自决 城主剑魔枪势 根本就没有归还天魔长枪的想法 便直接拿着长剑冲了上去 剑影四风 当长剑出现在魔枪势眼前的那一刻 魔枪势双目瞳孔一睁 一股魔力直射城主的内心 那一瞬间 城主直接被震射在了原地 根本动弹不得 好强 魔枪势抓住这个机会 一个转身 手中的长枪自下而上 直接贯穿了城主的心脏 魔枪势单手举起五米 来尝得天魔长枪 枪尖之上是奄奄一息的城主 滚烫的血液顺着长枪 划到魔枪手的手中 城主 好好看看吧 你所保护的天都城 魔枪势捏住天魔长枪 拖着城主的身体 枪间直指天都城上空的黑云 这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来摧毁 他们所保护的东西了 自己终究是成为了 自己最讨厌的人 但是这都是你们逼的 都是你们逼的 魔童 天魔霸皇枪 恐怖的魔器全然释放 犹如一道漩涡一般 瞬间弥漫整个天都城 魔童之力全开 天空之上 一把巨大的长枪 从天而降 这一次 可要比在黄雀城 自己击杀猎猿枪斗士的那一次 要墙上数倍不止 魔族 这就是魔族强大的力量 追落吧 被赋予魔童之力的 天魔霸皇枪 从天而降 哼 霸皇枪落下 整个天都城的空气 骤压 城主看到这一幕 他绝望了 自己保护的天都城 居然在面临这样的浩劫 提示 天都城城主 被魔枪式击杀 与此同时 感受到浓郁魔器的 第五摩刹和第六摩刹 顿时化成了一团黑雾 离开了城主府 虚余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 距离天都城十公里以外的山峰之上 这就是魔童的威力吗 好强 魔枪是对于魔器的控制 想不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他还真的有可能攻下十七成 就连第五摩刹和第六摩刹 都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提示 提示 天都城完整度23 系统正在进行修复 请所有天都城玩家 于6小时之后登陆游戏 提示 提示 天都城完整度23 系统正在进行修复 请所有天都城玩家 于6小时之后登陆游戏 提示 提示 天都城完整度23 系统正在进行修复 请所有天都城玩家 于6小时之后登陆游戏 这一瞬间 天都城被毁 玩家全部强行请出了游戏 黄雀城 等着吧 等我魔童恢复过来 就是你们的死期 魔枪是狂笑 在整个天都城废墟上空传响 此刻 整个天都城都被一股浓郁的魔器 萦绕久久不能散去 而魔枪是因为全力使用了魔童的能力 现在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 这段时间 他打算先回到魔族 等到魔童能力恢复之时 就是黄雀城覆灭之日 凌晨6点 萧涵醒来 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看着九龄图网游的论坛消息 今日置顶的消息 吸引到了萧涵的目光 惊 魔族入侵 天都城毁灭 玩家们6小时之后 才能进入游戏 魔族入侵 怎么又是魔族 又是重族的 难道北京的防线 真的要被攻破了 萧涵点开这条置顶消息 里面的评论每一秒都在增加 帖子才发了两个小时 评论已经破十万 简直恐怖如斯 你们敢相信 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 我被魔族的人亲手杀了 昨天晚上那个场景 我说句实话 完全不亚于黑鸭雪灵 进攻黄雀城 没错 当时我就在天都城 我亲眼看见了的 天空之上忽然出现了一把长枪 这把长剑非常大 非常大 刺破仓穹 落下的瞬间 天都城直接毁灭 系统提示 天都城完整度23 这一波直接浪费 6个小时的搬砖时间 帖子的热度直线上升 而且还有人直接进入游戏 专门去看了看 现在的天都城 此时的天都城 就是一个巨大的深坑 整个主城之内 全是魔器萦绕 关掉手机 萧涵也没有多管 北京防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己现在能做的 也就只有先提升实力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丁琴选择进入的频道 1.8253号新手村 2.黄雀城 3.血域 黄雀城 搜得一下 萧涵的身影 出现在了工会当中 早上好 主人 早上好 主人 萧涵刚一出现 就看见敖一城和奥恩 单膝跪在大厅之中 你的装备 打造成为神级了吗 萧涵看着敖一城 浑身闪烁的五色之光 淡淡地问道 昨天奥恩 已经帮我把装备 打造完毕了 萧涵点了点头 看向了奥恩 对了 奥恩 我的这些装备 也帮我打造一下吧 萧涵将自己身上的 天坛之星套 装丢到了奥恩的面前 奥恩点头 结果装备 就是一敲 叮 恭喜你获得 天坛之星套装 神级 是否穿戴 穿戴 一大片的绿色蚊子 从萧涵的头顶飘出 属性直接一次性拉满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62 288W330W 职业 禁忌召唤师 身份 红明制裁者 LV5 生命值 53251 魔法能量 72160 力量 2356 智力 4530 敏捷 1320 体质 1650 精神 1800 物理攻击力 13560 魔法攻击力 46500 物理防御 1200 魔法防御 1900 金手指 最强召唤师系统 召唤卡 一张神级召唤卡 三张S级召唤卡 一张B级召唤卡 15张A级召唤卡 11张F级召唤卡 召唤生物经验值 31440W6 今日份已发放 制裁点 5000点 还算是不错 加上神级装备的加成 自己的各项属性 都已经达到了数千以上 召唤卡 也拥有了31张 可以使用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更是达到了 314亿左右 定 是否将所有召唤 生物经验值 平均分配 这次肖寒并不打算平均分配 经过绝天地 蝗虫一战 自己身知 应该转变一下 经验分配的方式 强大的召唤卡 应该优先分配 毕竟以后的输出 还得靠他们 而且天安神女 毕竟是奶昔召唤生物 现在她的实力 很强 往后输出 可能重心 肯定也不在她身上 我得提前做出判定才行 这么一想 肖寒决定 优先将S级和A级的召唤生物 提升到150级再说 毕竟黄雀城的等级限制 就是150级 要是在遇见 黑压血灵工程的这一类事件 一旦自己的召唤生物等级 超过150级 召唤不出来 那就很尴尬了 丁 是否将三张S级召唤卡 提升到150级 确定 肖寒刚刚点下面前的 确定按钮 下一秒 自己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就开始急速减少 而此刻 太古龙女的身上 因为等级提升的原因 淡淡的白色光阵 不断闪烁 90级 100级 120级 150 叮 恭喜你 你的S级级品召唤卡 太古龙女等级提升62级 总共消耗经验值5332W 卧槽 就这使用经验值的速度 就连肖寒自己都吓了一跳 5300多万经验值提升了62级 也就是说 相当于平均86W6经验值提升了1级 之前因为是平均分配 自己倒也没有注意 S级召唤卡 需要这么庞大的经验值 不过 仔细想想 也都在情理之中 继续提升 叮 恭喜你 你的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九杀 等级提升71级 总共消耗经验值6106W 还不错 6100多万 就将暗黑之女提升到了150级 继续提升 叮 恭喜你 你的S级级品召唤卡 土金兽 等级提升150级 总共消耗经验值7900W 虽然比暗黑之女 多提升了80级左右 但是这80级 都是前期的等级 需要的经验值也不高 算下来 前80级用了将近1800W 平均一级20W的经验值 和F级召唤卡相比 已经算是很高了 提示 当前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12102W 继续提升15张A级召唤卡的等级 叮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卓妍女枪 等级提升56级 消耗经验值3360W 继续 继续 叮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天鹰女皇 等级提升56 获得经验值3360W 叮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六一池天使 等级提升57 获得经验值3410W 提示 你当前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1972W 此次一共就将 三张S级和三张A级一波 提升到了150级 至于这1972W 先留着吧 等下一波 自己的召唤生物经验值足够了 再将余下的A级召唤卡 全部提升到150级 想过之后 小韩直接关掉了面前的系统屏幕 然后 就是之前自己等级 一下子提升到了60级 这其中又有好几个副本开启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那几个副本 先占据了 提升实力 我们走 一辰 萧涵带着敖一辰 直接传送到了任务大厅 而奥恩在目送萧涵离开工会之后 他去找水坊前多多去了 任务大厅 早上好 哥宾尼 萧涵道 天策勇士 又来领取任务了吗 看着萧涵的出现 哥宾尼都不猜 就知道 这家伙又来领取任务了 当然 46级的任务 我全要 60级之前的副本萧涵 自然是一个 都不能放过 现在一共52个主成副本 自己已经占据了17个 还差35个 就可以全部占据了 到时候 召唤生物的经验值 又可以得到大量的提升 美滋滋的 定 NPC歌兵迷 交给你15个任务 是否接受 接受 当然接受 定 恭喜你 获得15个任务 请尽快完成 领取完任务之后 萧涵带着太古龙女一个传送 就消失在了原地 说来也是奇怪 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神秘商人居然不在 看来想靠副本传送卷轴 去往副本是不可能了 只能让太古龙女飞过去了 我们走 太古龙女 依陈化身龙形态 带着萧涵带着任务副本掠取 因为太古龙女 等级提升到150世纪的缘故 再加上60级神级装备的加成 他们很快就达到了第一个副本 悲惨豪角 丁 是否进入副本 悲惨豪角 由于你的等级偏高 当前副本不会产生收益 进入 至于这些小野怪 萧涵根本就不管 就算击杀他们 获得的经验值也是少得可怜 还不如直接带着太古龙女 击杀副本BOSS 主人 就是她了 几个阵持之后 太古龙女看着下方 还在睡觉的那个独角兽 果断冲了过去 提示 你已进入BOSS 悲苦的独角王兽领域 请尽快离开 请尽快离开 这道系统提示音 在副本上空传响 独角王兽一听 乖乖的 终于有人来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活动了 来吧 让我看看 这次是谁来了 独角王兽站起身体 就是一声咆哮 吼 下一秒 一颗巨大的龙颜弹 直接塞到了她的嘴巴里面 你在狗叫什么 碰 一声巨响袭来 好好的一只BOSS 直接变成了一地的淡蓝色光点 伤害 32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0点 定 恭喜你获得一级召唤卡 雷鸣兽 恭喜你 成功占据主成副本据点 18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5亿 召唤生物经验值在原来的基础上 一下子增长了4000W左右 总的来说 还算是不错 叮咚 宿主首否优化一级召唤卡 雷鸣兽 优化 叮咚 恭喜宿主优化成功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天龙雷鸣兽 这张一级召唤卡 这么垃圾的吗 之前F级召唤卡都能够直接优化成为A级 结果一级召唤卡 还是只能优化成为A级吗 系统 这个能解释一下吗 萧涵忍不住通过意念 对着系统问道 需要我给你解释 这强硬的态度 萧涵一听就不对劲 算了算了 还是不解释了吧 你说A级就A级吧 要是系统直接给自己取消绑定 不就傻逼了吗 还是继续刷图吧 骑着太古龙女 他们朝着下一个地方前进 半个小时之后 萧涵已经连续通关了7个副本 获得了7张一级召唤卡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刚才自己和系统对玩话来着 这些召唤卡 竟然全都没有办法进行优化 恭喜你 成功占据主成副本据典 25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5.3亿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萧涵还将自己获得的这些装备 全部上架到了拍卖行上 其中不乏有一些极品装备 但是这些装备对于萧涵来说 都不是特别重要 一是没有成套 二是这些装备 对于一个召唤师来说 不是特别的友好 处理完这些 萧涵带着太古龙女继续刷图 又是半个小时之后 通关余下七个副本 获得七张一级召唤卡 恭喜你 成功占据主成副本据典 32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9亿 15个副本据典占据下来 直接获得了14张一级级品召唤卡 还获得了一张A级级品召唤卡 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达到了9亿 当前可使用经验值 加上零零碎碎的零头 全部提升到150级 确定 刷刷刷 7.1亿的经验值直线下降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冰雪国王等级提升61 消耗经验值3640W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炎火大法师等级提升61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冰之素等级提升61 继续 给我全部提升到150级 萧涵的手指疯狂地在面前的 透明荧幕上点点点 经验值下降的同时 好几张A级召唤卡 等级也都达到了150级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妇灵之魂等级提升61 恭喜你 你的A级级品召唤卡 天龙雷鸣兽 等级提升150 提示 当前所有A级召唤卡 全部提升完毕 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82340W 总共16张A级级品召唤卡 现在终于全部提升完毕 美滋滋的 就现在的召唤卡来看的话 C位输出 肉盾坦度 以及相应的辅助buff加成 是完全足够了 在组成这段时间当中 自己完全可以凭借他们 来杀死任何一个超级大boss 但是 如果长远来看的话 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要做的 提升B级召唤卡的实力吗 不 不是的 更不是提升F级召唤卡的实力 现在无论是B级 还是F级 一或者是E级召唤卡 他们单独召唤一只出来 都是副本当中的超级强者 毕竟还有神器 装备加身 所以他们的等级 完全可以暂且不用提升了 现在 自己要做的是 培养一个超高等级的召唤卡 这也是为以后考虑 天安神女终究是哪系职业 以后 要想靠天安神女来打输出的话 肯定是不现实的 特别是多冒出来几个 比绝天地蝗虫还要强的生物 恐怕就算是 天安神女也会感到头疼吧 这一点 还是得提前考虑才行 那既然这样的话 直接将余下 所有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到暗黑之女的身上吧 反正太古龙女 是肯定不能加的 而土金兽 小寒更是不看好 只能将经验值 全部加在S级机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的身上了 定 是否将22340W 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的身上 确定 哗哗哗 十几秒钟之后 系统提示音随之而来 恭喜你 你的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 等级提升124级 消耗经验值 22340W 当前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 等级274级 凑蛋 两个多亿的经验值 竟然只提升了124级 仔细算一算 一级就是180W经验值 搞错没有 比之前 提升到150的平均等级 还要高出整整一倍有余 这S级召唤卡 也太亏经验值了吧 主人 那边好像有一个人 这时候 敖一辰变成了人形态 站在小寒的身边 指着前方不远处的地方 小寒关掉眼前的透明荧幕 朝着敖一辰所指的地方看去 一个 箭矢 在这个箭矢的头顶之上 飘着一个暗黑色气团 这是 诅咒 过去看看 萧寒带着太古龙女走过来 当他正准备伸手 拍向这个箭矢的时候 忽然 一股波动 直接将萧寒的手给弹开 别碰我 箭矢开口虚弱地说道 你是谁 萧寒问 北陵国度建行者 泽雅 北陵国度 萧寒稍微愣了一下 整个九龄图 无数个新手村 新手村之上是34主城 再往上就是四大国度 北陵国度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黄雀城 就是北陵国度麾下的 其中一个主城 请帮助NPC建行者 泽雅 解除他身上的诅咒 获得顶级技能宝箱一个 提示 需300级以上的进化技能 可以解除诅咒 这时候 一个透明面板 忽然出现在了萧寒的面前 好家伙 想不到居然还有一个 顶级的技能宝箱 这下有意思了 宝不宝箱的都无所谓 自己就是不喜欢见死不救 出来吧 天安神女 主人 萧寒点头 帮我驱散他身上的诅咒 这话一出 泽雅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没用的 我在来到这里之前 灵婆就给了我 一个顶级轻魔药剂 我身上的诅咒 就连这轻魔药剂 都没有办法解除 而你这个小小的召唤师 更不可能驱散这诅咒 在北陵国度 各种职业横行 说真的 泽雅最看不起的 就是召唤师 除了召唤一些 奇奇怪怪的生物 一点用也没有 随即 泽雅干脆从自己的身后 拿出一张 被血液染红的字条 我现在已是将死之人 永世 我把这东西给你 你按照上面所写 交给北陵国度公主大人 你就告诉她 泽雅话都还没有说完 下一秒 她头顶的诅咒 就已经消失了 提示 你身上的诅咒 已被清除 提示 你的生命只已毁满 泽雅 这可是魔族的天魔诅咒 就算是灵婆 都没有办法清除掉 而眼前的这个召唤师 竟然一下子就去除了 好强 泽雅心中彻底刷新了 对于召唤师的看法 特别是此时 站在萧涵身边的天恩神女 她的实力 甚至强顾国度内所有的人 泽雅震惊 但是更多的 还是解除诅咒的畅爽感 勇士 谢谢 泽雅话还没有说完 萧涵一把拿过了 被NPC建行者 泽雅捏在手中那 张写淋淋的字条 上面歪歪扭扭地 写着一行文字 公主大人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死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为你 取了你最喜欢的蓝樱花 它的种子放在了花坛之下 每年春天 它会开花 到时候 满城都会是你喜欢的蓝樱花 公主大人 我 喜欢 看见最后一个字 泽雅跳起来 将纸条收了回去 操 萧涵还以为是遗书 没想到 居然是情书 好家伙 死前都不忘表白 老哥 你是对北陵国度的公主 一片真心啊 还满城蓝樱花 泽雅搞得还挺浪漫嘛 萧涵调侃道 你闭嘴 泽雅指着萧涵的鼻子喝倒 泽雅老哥 你别激动 我用我情圣的经历告诉你 别去准备什么蓝樱花了 舔狗舔狗你知道吗 舔狗舔到最后会一无所有的 萧涵凑到泽雅的耳边 轻声说道 这种感觉完全不亚于 给一个相信光的少年 说世界上没有奥特曼 这种打击是致命 勇士 请你自重 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 我谢谢你救我一面 这个宝箱我送给你 但是关于这个信上的内容 我希望你烂在肚子里面 公主大人是谁 可不是你随便谈论的对象 NPC建行者 泽雅从自己身上丢出一个宝箱 落到萧涵的手中 他急了 他想和萧涵撇清关系 定恭喜你 获得极品技能 宝箱一个 萧涵直接将宝箱 放到了背包当中 而此刻 泽雅伤好 自然是转身 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可这时候 萧涵突然喝住了NPC泽雅 喂 你这是要去哪 去送死吗 没事 你去吧 你去了之后 我就把你的遗书 交给你的公主大人 NPC泽雅脚步一停 转过头来气冲冲地看着萧涵 你到底还要怎么样 勇士 你这是要挑战我的极限吗 萧涵微微一笑 我不想怎么样 你也说了这北陵国度 堂堂公主 不是我随便谈论的对象 那你爱上国王之女 是不是太 萧涵伸出右手 拇指和食指搓了搓 NPC泽雅 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不就是想要封口费吗 说吧 多少 一千W同币 一千W同币 你怎么不去抢呢 萧涵道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真抢了呀 两千W同币 NPC泽雅都愣住了 靠 自己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张开闭口 就是以千万为单位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2500W 见NPC泽雅 没有反应 萧涵继续加价 得得得 一千W就一千W 这里离黄雀城比较近 去那儿吧 我给你取钱去 不行 现在1500W NPC泽雅 头顶虚汗直帽 狠狠一咬牙 行 1500W 他生怕自己再犹豫一下 萧涵又加价 没办法 为了让萧涵 替自己守住这个秘密 也是活出去了 于是 他们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黄雀城飞去 对了 泽雅 你刚才那个诅咒 是怎么回事 萧涵忽然问 那是魔族的天魔诅咒 只要被诅咒的人 生命值就会无下限地降低 直到死亡 魔族 这里有魔族的人吗 是魔眼之主的部下 第十二魔杀 他为了拿到灰烬面具 最近才出现在这里 我也是接到国王的命令 前来击杀他 没想到中了他的诅咒 还好他的能力不是很强 不然就算是你就不了我 难怪 如果这天魔诅咒 是七十二魔族 任何一人施展的话 恐怕就算是天安神女 都没有办法清除 就像是之前 绝天地黄虫的诅咒一样 结果 我也没有想到 遇见你这个家伙 人没有找到 居然还到亏1500W NPC泽雅气死了 没办法吗 为了你的蓝银花 花点小钱 没事的 萧涵笑道 不过正好 我要去一趟黄雀城 现在倒是行了一个便利 没事泽雅 这回城的钱 我们再另算 你放我下去 我不做了 另外一边 黄雀城之内 任务大厅 这时候 一道声音忽然从任务大厅的门口传来 北陵国度 国王之女 前来 悠长的声音 在整个任务大厅传响 所有玩家和NPC都忍不住侧目 在玩家眼中 各种绚丽的进场特效 闪瞎了他们的双眼 什么叫排面 这才是排面 北陵国度 国王之女 这是谁 难道是主城之上的人 不会吧 主城之上 难道是一整个国度吗 不少玩家都有些震惊 这短短的一句话 信息量太大了 这一点我知道 所有的新手村玩家 在达到15级之后 可以进入到主城 34个主城当中 然后34个主城 又被分为了四大国度 再网上的话 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我就已经见到了 北陵国度的国王之女 兄弟 你收一收你的口水吧 没看见这北陵国 国王之女身边好几个为什么 等一下 直接给你封号处理 卧槽 这游戏有没有说 不能和NPC结婚 你们在想什么呢 兄弟 格局打开啊 看着迎面走来美女 任务大厅当中的玩家双目 开始闪起了金光 要是自己身边 有这么一个美女 就算减十年寿命 那也愿意啊 可有的玩家 就是脸上写满了震惊 这人 他们好像认识 格丁尼 拜见 伊美大人 锁住 拜见 伊美大人 这一瞬间 但凡是看见伊美出现的NPC 都纷纷恭敬地喊道 卧槽 我就说 为什么这人我感觉这么熟悉 原来是之前新手村的伊美 伊美是谁 你们其他村落的人不知道 只有我们8253号的人才知道 她是我们的转职导师 当时就觉得 她的气质不一般 没想到伊美居然是北陵国度的公主 真美 太美了 就这颜值加身材 完全不属于天侧大神的那个龙女啊 兄弟们 我忍不住了 8253号新手村的玩家 怎么都没有想到 现在进来的国王之女 居然就是他们的转职导师 现在摇身一变 没想到这么漂亮 格兵尼 我们又见面了 伊美只是挥了挥手 她身后的士兵 就全部走到任务大厅之外等待 欢迎伊美大人 光临黄雀城 格兵尼刚刚说完 天都城NPC锁住 便也鞠躬道 锁住 拜见 伊美大人 锁住 你也来了 不过正好 此次我来黄雀城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天都城被毁 听到这里 锁住的双眸中 突然闪过一抹金光 于是对着伊美再次开口说道 伊美大人 此次灭掉天都城的是 黄雀城的魔枪士 是他夺走了封印的天魔长枪 而且还杀了城主 伊美点头 这件事 我和父皇都已经知道了 魔枪士不仅夺走了天魔长枪 而且还觉醒了最强魔童 实力突飞猛进 现在魔枪士已经彻底加入了魔族 听到这话 戈宾尼的脸色微微一变 想不到魔枪士居然真的加入了魔族 伊美继续说道 此次天都城被毁 是魔枪士和两个魔杀所为 灭掉天都城之后 他们就回到了魔界 所以如果想要抓住魔枪士的话 只能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动手 贸然挑战魔界裂缝 只会促进我们和魔族之间的战斗 锁住明白 如果自己能够代表个人杀去魔族的话 那魔族最多也就杀了他便是 可问题是他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天都城 甚至整个北陵国度 更有甚代表整个人族阵营 一旦他前往魔界 无论能不能击杀魔枪士 都必将挑起这一场旷世大战 不过 你放心 此次魔枪士毁了天都城 就已经站在了我们的队里面 只要他再次出现 我们就会对他展开围剿 不会在手下留情 谢谢伊美大人 不能让他和魔族一直这样 嚣张下去 当着所有北陵国度人的面 毁灭整个天都城 这是向整个北陵国度宣战 而这时候 伊美突然转头 看向了NPC戈宾尼 开口说道 但是魔枪士 如果再来到这里的话 下一个目标一定是 黄雀城 黄雀城 戈宾尼问 是的 魔枪士的母亲 是当初猎猿枪斗士所杀没错 现在魔枪士 也确实杀了猎猿枪斗士 给母亲报仇 但是黄雀城城主 却对当年的事不管不顾 我怀疑 这是魔枪士彻底选择 加入魔族的真正原因 而此次 魔枪士选择开启魔童 拿走天魔长枪 毁掉天都城 只是小事牛刀 有很大一种可能 是他在向黄雀城发出挑战 如果下一次他再出现 他必定会用 灭掉天都城的方式 来灭掉黄雀城 他要报仇 报仇 报什么仇 猎猿枪斗士一死 他难道还想要杀了城主不成 戈宾尼不解 不 要想杀的不只是城主 他要坏掉这个整个黄雀城 毁掉整个黄雀城 戈宾尼脸色骇然 是的 城主的冷漠 让他对黄雀城 失去了所有的信仰 那一刻 他的目的 便也不只是击杀猎猿枪 都是这么简单 听到伊美的话 戈宾尼选择沉默 加入魔族 就为了毁灭黄雀城 一定要让所有人 为他的母亲陪葬吗 这家伙到底想什么 就在戈宾尼沉寂的时候 旁边NPC锁住开口 伊美大人 现在天都城修复在即 我就不陪您了 抱歉 要是改日伊美大人 知道了关于魔枪事的下落 请务必告知 伊美点头 随后 NPC锁住 便离开了黄雀城 戈宾尼 我来这里的第二件事 我还没有告诉你 戈宾尼回过神来 什么事 此次我以公主的身份 来到黄雀城 是因为现在整个北陵国度 都已经出现了动荡 越来越多的生物 开始暴躁不安 父皇说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大事发生 戈宾尼当然知道 前不久 虫族忽然穿过了北京防线 而魔族 更是打入北陵国度内部 这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北陵国度的安宁 可能持续不了多久 此次不只是魔枪 是毁了天都城 还有魔眼之主的手下 第十二魔杀 也来到了黄雀城附近 伊美脸色肃然 她来干什么 戈宾尼不禁问道 根据消息 说是为了灰金面具 伊美道 那是什么东西 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 这是唯一一件 自然诞生的神器装备 这件装备十分特殊 当年关于这件装备的信息 只被记录在了魔典之上 魔典是魔族 专门记录各种东西的宝典 那伊美大人的意思是 不能让这件装备 落到第十二魔杀的手中 戈宾尼说完 伊美接着说道 当然 这件装备 如果落到魔族的手中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前不久 父皇让剑行者 泽亚前去击杀 第十二魔杀 可结果是 现在泽亚 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为了以防万一 我希望戈宾尼 能够帮助父皇 找到第十二魔杀 并且找到灰金面具 进行封印 另外一边 萧涵带着NPC 剑行者泽亚 佐使大人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快快快 快请进 小女正好做了一桌好吃的 佐使大人来尝尝吧 金老板倒是十分客气 不过萧涵摆了白手 今天我带了一个人 过来取钱 你这里有超时空宝箱 转移的东西吗 金老板看着萧涵身后的这人 被吓了一跳 哎呀 泽亚大人 来来来 请进 泽亚大人 这是准备取多少钱啊 1600W 1500W的封口费 加100W的交通费 萧涵含累赚了1600W 外加一个顶级技能宝箱 这下总可以了吧 NPC泽亚狠狠地瞪了一眼萧涵 心中还不知道 将萧涵骂了多少遍 自己堂堂北陵国度践行者 居然被一个黄雀城的小家伙 给坑了1600W 真是见鬼了 泽亚 你别气啊 你要知道 你喜欢的可是堂堂北陵国度的公主 为了她你 都能够弄满城的莱茵花 现在1600W同币 应该也不算什么 NPC泽亚不语 心想 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 行了 萧涵这话刚刚喊出来 这时候 在今夜商会内忽然传出来一些声音 喂喂喂 你们知道吗 任务大厅 好像来了一个北陵国度的公主 据说好像是在等谁 我之前在任务大厅的时候 听到她好像说 一个叫做践行者的人 听说好像是遇见了什么困难 然后想让戈宾尼 帮忙找这个践行者 这都不是重点好吧 重点是 北陵国度的公主 真的超级好看 兄弟们 我们的机会到了 规则上可没有说 我们不能和NPC结婚啊 据传闻 公主无论是从哪个方面 都不亚于天侧大神身边的那个家伙 冲冲冲 我要去任务大厅了 一时间 大量的玩家 全部是离开了今夜商会 朝着任务大厅走去 而萧涵则是完全不在意 嘿 泽亚 你去哪儿 你不是去城主府吗 你走反了 城主府在北面 而现在泽亚 直接朝南面走去 南面不就是任务大厅吗 你别管我 我喜欢绕一圈 黄雀城的风景还不错 我想多欣赏一下 NPC泽亚的脚步很快 几秒钟之后就消失在了萧涵的视野当中 这家伙心里想到什么 难道萧涵还不知道吗 什么黄雀城风景不错 这都是借口 还不是听到有人说他 心心念念的公主大人来了吗 而且还听到说什么 公主大人在找他 这种话 对于NPC泽亚来说 那简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都在所不惜的那种 舔狗啊 萧涵摇了摇头 回过神来 看向了敖一辰 反正自己也要去找歌兵你 单纯直接回任务大厅嘛 我们走 一辰 佐史大人 佐史大人 小女做的小菜 不尝一尝吗 金老板客气道 下次吧 萧涵一个传颂带着依涵 就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 金老板的女儿 从今夜商会内走出来 父亲 佐史大人怎么说 女儿 佐史大人说 等他这段时间 忙完就来找你吃饭 而且还带你去水房转转 金老板倒是挑了挑眉头 自己女儿 则是一下子跑到了房间里 任务大厅 萧涵刚刚出现在这里 歌兵尼就走上前来 天侧勇士 你来得正好 现在正好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 歌兵尼带着萧涵来到了伊美的面前 这是北陵国度国王之女 伊美大人 你们之前见过 我就不多说了 此次 魔族已经打入到黄雀城附近了 伊美大人希望 有人能够将藏在暗处的魔族之人找出来 并且阻止他 丁公喜你 触发隐藏任务 是否领取 任务 魔族风波 前续 任务 阻止第十二魔杀的行动 难度 极高 要求 击杀第十二魔杀 阻止魔族得到灰烬面具 任务奖励 40W经验值 加60级黄金二阶装备 一套 介绍 魔族正在筹划着一场 惊天大计划 而第十二魔杀的 只是一个开端 请所有人族之人 做好准备 领取啊 当然领取 叮 恭喜你 成功领取隐藏任务 提示 当前任务 没有任务指引 简单看过任务面板之后 萧涵就关掉了面前的提示框 他看着伊美 正想说些什么 突然被伊美打断到 天策勇士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第十二魔杀的事 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势必阻止他 否则的话 不仅仅是黄雀城 可能整个北陵国度 乃至整个人族阵营 都将受到波及 话是这样说 但第十二魔杀的踪迹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戈兵尼道 之前北陵国度国王派出去了泽亚 本来也是想调查 第十二魔杀的踪迹 只是没有想到 现在泽亚 已经没有了消息 很有可能已经死了 如果是这样的 要想在黄雀城附近 找到第十二魔杀的下落 这就无异于大海里捞针 根本就找不到 伊美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任务大厅之外 传来了吵架声 你们都给我让开 我是北陵国度 见识泽亚 我要见公主大人 泽亚 泽亚来到黄雀城了 伊美快步走上前去 好家伙 自己刚刚还说这人死了 没想到 他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真是太好了 泽亚你还活着 泽亚看到 站在伊美身边的萧涵 很声道 多亏了 天策勇士 不然我还真的死了 天策二字 被泽亚喊得极重 恨不得一口咬死萧涵 泽亚拜见 公主大人 泽亚单膝点地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快起来 你进来给戈宾尼说说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有现在第十二魔杀的踪迹 好的公主大人 泽亚刚刚起身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封带着血迹的情书 竟然从他的身上掉落了下来 这一瞬间 泽亚冷汗直冒 这要是被伊美看见 那可是死罪 北陵国度国王 绝对不会饶过他的 操 扑通一声 泽亚直接双膝跪在了地上 泽亚 你这是干什么 伊美想要扶起泽亚 但是却被泽亚拒绝 公主大人 你就让我跪着说吧 我腿不舒服 跪着好点 泽亚的膝盖 死死地压着这一封情书 他怎么可能起来呢 这要是起来 不就让自己的秘密暴露了吗 今天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可能起来的 这是自己最后的尊严了 公主你就别劝我了 你就让我跪着吧 这一次 我没有杀掉磨杀 我内心有愧啊 泽亚再次开口说道 是啊 伊美 他能有什么错 他只是 萧涵本想替泽亚说句好话 可话都还没有说出口 泽亚赶忙拉住萧涵的裤子 萧天策 泽亚的声音 是从喉咙处吼出来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泽亚要杀了萧天策 你放开啊 我裤子都要掉了 萧天策使劲地 提着自己的裤子 天策勇士 你过来 我再给你家100W同币怎么样 你不要说话可以吗 泽亚慌得一批 对着萧涵语道 本来之前说好了的 1600W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可谁知道 萧涵居然出而反而 真是操胆 但又有什么办法 现在总不能和萧涵争辩吧 只能出钱萧灾了 行吧 我闭嘴 萧涵点头 你们在说什么啊 天策勇士 伊美问道 哦 泽亚说 他知道关于第十二魔杀的消息 萧涵道 那真是太好了 泽亚你快说说 泽亚呼出一口长气 才看着伊美说道 根据我这几天 对第十二魔杀的追踪来看 这个家伙 很有可能是 去到了一个 叫做夜黑魔坛的地方 夜黑魔坛属于六世纪副本 夜黑魔坛 那里的生物 不是极其讨厌有人 进入他们的领域吗 第十二魔杀能够进去 戈宾尼在很早之前 就在黄雀城的图书馆中了解 夜黑魔坛中的黑蝙蝠 是绝对不会让其他人 进入自己的领地的 一旦进入 这些黑蝙蝠 就会变得极其狂暴 直到将入侵者 彻底杀死 对 没错 但是 在北陵国度的书籍中记载 很多年前 夜黑魔坛里的生物 曾也是魔族之人 只是他们的实力偏弱 被留在了这里 魔族的人 那换句话来说的话 第十二魔杀 根本就不算入侵者 更像是副本BOSS的BOSS 那既然这样的话 天策勇士 又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 戈宾尼沉寂了一瞬 随即对着肖寒开口说道 提示 获得重要信息 夜黑魔坛 或许那里有关于 第十二魔杀的消息 没问题 肖寒道 麻烦天策勇士 尽快出发吧 现在我们必须 尽快找到第十二魔杀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 对了 泽亚你也起来吧 一美对着肖寒叮嘱之后 便也对着泽亚说道 泽亚眉头一挑 赶忙拒绝 不不不 公主大人 我这一次罪孽深重 你就让我再跪会儿 您就不用管我了 您忙您的 肖寒淡淡一笑 这家伙腿都在发抖了 还罪孽深重呢 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 也没有少下功夫 不过 他可不想多管 泽亚这家伙要贵就贵吧 那么哥兵你 一美 我就先走了 我现在就去夜黑魔坛看看 简单告别之后 肖寒和敖一辰就离开了这里 两人朝着夜黑魔坛前进 一路上 肖寒趁着这个时间 他打开之前 从泽亚那儿 获得的宝箱看看 定 是否开启顶级技能宝箱 开启 恭喜你获得LV60极品技能书 强化 技能书 强化 类型 增幅性技能书 等级 LV60 品阶 极品 作用 可以强化自身 已有技能 也能够强化召唤生物技能 限制 不能强化比自己等级 高出50级的召唤生物 冷却 15分钟 持续时间 3分钟 使用次数 两次 提示 强化过的技能 无论是从伤害 还是各方面 都会提升整整一倍 单从限制上来看的话 只要是112级以下的召唤生物 他们的技能 自己都能够强化 比如哥布林国王的双倍增长 强化之后 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物 就是之前的4倍 还有104级诸仙人的被动技能 强化之后 体型再次暴增 这些都是小事 如果等到自己 999级之后的话 直接强化一波天恩神女的太阳神 那是不是太阳 也会变大整整一倍 简直恐怖如斯 这技能Nice 提示 提示 即将进入近飞区域 主人 我们到了 下去吧 本来就是近飞区域 如果强行闯入 只会是粉身碎骨 太古龙女落在了一片空地之上 化身成为人形态 提示 提示 你已进入副本 夜黑魔谈 请注意 请注意 这道系统提示音 萧涵才没有多管 果断地掏出了自己的召唤卡 出来吧 天恩神女 出来吧 暗黑之女 一张神级召唤卡 和一张S级召唤卡 至于那只土金兽 毕竟长得太长了 就先不召唤出来了 主人 主人 萧涵点头 我们走吧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前方不远处的地方 一团黑影朝着他们飞了过来 这是副本野怪 黑蝙蝠 黑蝙蝠 等级 LV62 生命值 52W 天恩神女 杀他 萧涵话音刚落 暗黑之女走上前来 我来吧 九沙伸出手指 对着前方一点 暗黑粉碎 碰 一道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黑蝙蝠给整个包裹 下一瞬间 急剧破坏力的暗黑之力 直接将黑蝙蝠给吞噬 伤害 52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黑蝙蝠 获得经验值 6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6000点 不愧是274级的S级召唤卡 实力确实不错 我们走吧 击杀眼前的黑蝙蝠之后 四人继续朝着 前方走去 一路上 他们才不管遇见了什么 副本野怪 即便是这些蝙蝠 被萧涵发起了群攻 那也无所谓 在暗黑魔女的前面 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暗黑粉碎 暗黑之女双臂一盏 磅礴的暗黑之力 从她的手中释放出来 瞬间就吞没掉了 迎面而来的几十只黑蝙蝠 伤害5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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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黑蝙蝠 获得经验值6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000点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黑蝙蝠 获得经验值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触发工会经验值加成 当前总共获得经验值33W 当前还差9W的经验值 就可以提升到63级了 真是太好了 继续前进 夜黑魔潭 深处 第十二魔杀找到了Boss 极夜蝙蝠 极夜蝙蝠 攻击魔杀大人 我让你办的事 怎么样了 第十二魔杀对着极夜蝙蝠问道 那件装备 我已经帮助大人找到了 就在了长山窟的岩浆池当中 当年夜魔大人布下的防御 至今都还没有人破解开来 好 很好 只要能够拿到灰烬面具 大人的实力 又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第十二魔杀邪孝道 对了魔杀大人 前不久 我听说有一个魔枪式的人 加入了魔族 是吗 想不到 就连极夜蝙蝠 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对 没错 但是 关于这件事 你还是少知道的好 对你没有好处 明白大人 那我们魔族 什么时候降临北林国度 这件事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应该要不了多久 我们魔族 就会降临北林国度 到那时整个北林国度 很快就会成为 我们魔族的底盘 第十二魔杀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时候 一团魔器 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速速前往 带回灰烬面具 魔眼大人已拿到魔皇中 魔族的计划 已经开始进行了 这是来自第一魔杀的消息 早在之前 魔枪式前往天都城的时候 魔眼之主那边 就已经再去前往 获得魔皇中的路上 此次天都城被毁 魔眼之主 也成功得到魔皇中 但是 要想一只魔童 转暂的震慑魔童 能够完成遗址的时间 只有一分钟 到那时 魔眼之主 势必也会降临黄雀城 所以 为了保护魔眼之主的安全 第一魔杀 则是让第十二魔杀 配合自己 全力布置着这里的一切 这所有的所有 都将在等到魔枪式魔童 实力恢复之时 全面开启 我们走吧 魔族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我们去长山窟 拿到那个传说中的灰晶面具 简单回复第一魔杀之后 第十二魔杀 从手中丢出一个魔之起源 落到了深潭当中 随后 极夜蝙蝠便带着第十二魔杀 朝着长山窟走去 萧涵这边 在杀了将近 一百多只黑蝙蝠之后 他的等级也达到了LV63 没多久 他和自己的召唤生物 来到了副本BOSS的领域之上 请告 请告 你已进入BOSS领域 在这里 只有一滩黑色的死水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任何一只野怪 奇怪 这里的BOSS呢 萧涵略感诧异 难不成是第十二魔杀杀了 这个副本BOSS 不应该啊 如果说夜黑魔坛 真的和魔族有关系的话 第十二魔杀便也不会杀了副本BOSS 可现在 主人 你看这是什么 就在萧涵诧异的时候 敖一辰突然从距离深潭不远处的地方 拿了几团零星的魔力气团过来 残留的魔器 介绍 这是魔族第十二魔杀留下来的气息 提示 或许能够通过这些残留的魔器 找到第十二魔杀的位置 快去找找NPC蓝亭 萧涵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 他不仅皱起了眉头 副本BOSS的消息没找到 倒是找到了关于第十二魔杀的消息 倒也不错 不过 如果带着这些东西 回去找蓝亭研究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了 到时候灰烬面具被拿走 魔族的成功离开北陵国度 那这件事麻烦就大了 主人 让我来吧 暗黑之女走上前来 将萧涵手中残留的魔器拿在了手中 下一秒 暗黑之女将自己的能量 也灌输到了这些残留的魔器之中 刹时间 这些魔器就像是突然拥有了生命力一样 他们从暗黑魔女的手中悬浮起来 随后 他们再转了一圈之后 开始朝着西南方向飞去 这时魔力追踪 跟着他们就能够找到第十二魔杀的位置 我们走 主人 好家伙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东西 效率就快很多了 紧接着 萧涵他们跟着这几团魔器离开了副本 但是 这时候 在夜黑魔坛之中 那个魔旨起源 竟然突然散发出一股魔器 魔器虽然不大 也没有让离开的萧涵有任何差距 可是渐渐的 这道魔器竟然将整个副本全部包裹 所有在这个副本当中的野怪 实力全部提升了将近50%左右 提示 提示 魔旨起源已放置 14 当魔旨起源在四个角落放置成功之后 将形成一个巨大的魔阵 这个魔阵能够形成一个传送阵 魔剑 魔眼之主坐落在自己的王位之上 此刻有九个魔杀正站在他的面前 第五魔杀 现在魔枪是实力恢复的怎么样了 魔眼之主问道 已经恢复了将近60% 要不了多久 他的实力就可以完全恢复完全 第五魔杀恭敬地说道 很好 只要他的实力恢复完全 那么他就势必会前往黄雀城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机会 魔眼之主把玩着手中的魔皇中 若有所思地说道 可是 大人 现在魔王大人正在筹划一场惊天大计划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去人族捣乱 是不是有点坏了魔王大人的计划 这时候 第三魔杀站出来说道 不会的 此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魔童 我们不用和人族硬抗 得到魔童之后 我们就离开 魔眼之主 当然也知道魔王大人的计划 但是魔童一世 自己志在必得 只有自己得到了魔童 才能够更好地帮助魔王大人 完成他的计划 此次跨过魔界裂缝 只取魔童 绝对不会乱了大人的计划 对了 第一魔杀 我让你去准备的东西怎么样了 魔眼之主 看着第一魔杀问道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目前灰烬面具的下落已经找到了 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带回来 还有魔之起源 也准备就绪 很好 只要这两件东西到手 就算实力削弱50% 我们也能够全身而退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就等魔枪是进攻黄雀城了 魔眼之主双眸中 闪过一魔狠力 魔枪是终究是人族的人 就算现在加入魔族 魔眼之主也绝对不会相信 这家伙会永远效忠魔族 魔眼之主更不会让他永远留在这里 现在只要等到魔枪式的魔童之力恢复 所有的事情都会随之发生 到那个时候 魔童自己志在必得 而此刻 整个北陵国度 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另外一边 魔杀大人 前面就是夜魔大人 以前留下来的防御保护了 只要破开这层保护 就能够看见那件面具了 第十二魔杀狠狠点头 下一秒 他就将自己的手 压在眼前的防御庇护上面 随着一股浓郁的魔气 从他的手掌渗出 防御保护罩 好像是感受到了外界的力量 开始出现了些许的波动 但是很快便稳定下来 裂魔印 给我破 碰 魔气正开 这股防御直接破碎 就连第十二魔杀都忍不住唏嘘道 还好当年夜魔大人 留了一条后路 这个防御只能魔族才能开启 否则的话 即便是我也很难破开这个防御 提示 第十二魔杀破开夜魔防御 打开进入长山窟的通道 我们进去吧 进入到长山窟当中 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岩浆 在岩浆的正中间 有一根石柱 而在那里正好摆放着一个面具 就是它了 第十二魔杀脚步在空中连点树下 越过岩浆 一把抓住了这个面具 提示 第十二魔杀获得灰烬面具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个面具 大人的实力又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拿着灰烬面具 第十二魔杀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邪笑 现在只需要回到魔族 大人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告一段落 至于其他的几个魔之起源 就让第四魔杀和第七魔杀去处理吧 相信要不了多久 魔族就能够降临人族了 我们 走吧 极叶蝙蝠 大人 我们好像走不了了 这时候 极叶蝙蝠看着长山窟之外的三道身影 皱眉道 谁来了 第十二魔杀开口问 黄雀成的人 极叶蝙蝠看着肖寒走来 黄雀成的人 第十二魔杀略感诧异 本来之前 他是不想在这里徒生事端 毕竟魔族大战在即 不能破了魔王大人的计划 可谁知道 之前北陵国度的那个剑士 对自己穷追不舍 实在无奈 自己才下了一个天魔诅咒 本来以为 只要杀掉那个剑士 自己就能够顺利地拿到这个灰烬面具 然后离开这里回到魔族 结果没有想到 这才过去没多久 就又有黄雀成的人来了 挡在第十二魔杀的面前 魔族现在大战在即 如果我再出手的话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极叶蝙蝠 只能交给你了 第十二魔杀咒眉 之前天魔诅咒 他就已经隐约感觉自己 被人窥探了 如果现在再次出手的话 只会引来更多的人 此次事情至关重要 绝不能意气用事 魔杀大人放心 这件事我来处理就好了 你先走吧 麻烦魔杀大人回去之后 告诉魔眼大人 我在这里恭候你们大驾光临 只要这一次行动顺利 魔眼大人一定会带你 重新回到魔族 谢谢魔杀大人 随后 第十二魔杀转身朝着身后掠去 而极叶蝙蝠 则是向前一步 意在挡住萧寒的追击 血裂 极叶蝙蝠双尸一盏 一双黑色的羽翼 至少有二十来米 下一刻 极叶蝙蝠的双眸 变成了血红色 极叶蝙蝠速度提升15% 极叶蝙蝠攻击力提升12% 为了魔族的荣耀 人类你可以去死了 极叶蝙蝠对着萧寒射来 如果单论速度的话 绝对要比太古龙女强上一些 但是这并不代表实力的强大 刷 当极叶蝙蝠出现在萧寒面前的时候 一只大手突然挡住了极叶蝙蝠的去路 小蝙蝠 你在狗叫什么 天恩神女仅用一只手 就挡下了极叶蝙蝠的冲击 极叶蝙蝠双眸直接愣住了 搞错没有 自己的攻击居然被挡下了 这怎么可能 一个小小的人类 怎么可能能挡下自己的攻击 极叶蝙蝠双翼再次一扇 一股黑色的旋风瞬间形成 旋风在天恩神女的身上肆虐 伤害 一 伤害 一 生命值 加一 生命值 加一 天恩神女 杀了她 萧寒可不想浪费时间 现在当务之急 是去击杀第十二魔杀 不能让她戴着灰烬面具离开这里 天恩神女点头 手掌微微一用力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就极叶蝙蝠给瞬间捏爆 伤害 67W 定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叶黑魔坛BOSS 极叶蝙蝠 获得经验值 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W 获得一级极品召唤卡 黑翼狂速 恭喜你 成功占据据点 33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9.4亿 极叶蝙蝠一死 小韩再次获得一张 一级极品召唤卡 而且 目前据点也占据了33个 只剩下余下几个 自己就可以将所有副本中的据点 全部占据完毕 到那个时候 估计自己等级也差不多达到100级了 太古龙女呢 小韩望着暗黑之女 他已经去找第12魔差去了 小韩听到这话 眉头稍微一皱 虽然太古龙女等级达到150级 身上也穿着神级装备 实力虽然很强 但是 第12魔杀的实力尚且未知 就像之前七星飞黄虫一样 说不定又会冒出来一个魔王什么的 这也说不一定 我们过去看看 在天安神女的帮助下 他们三人朝着前方追去 而在太古龙女这边 很快他就已经追上了第12魔杀 站住 主人是不会让你离开的 一头巨龙玄庭在第12魔杀的面前 挡住第12魔杀的去路 龙族 有意思 想不到这个小小的黄雀 城居然还有这种存在 第12魔杀虽然有些震惊 但是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此次灰烬面具已到手 他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 必须尽快回到魔族才行 你最好让看 否则即便是 你是龙族的人 太古龙女不语显然并没有让开的意思 随即第12魔杀只好出手 没办法了 只要能够解决掉太古龙女 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回到魔界 那就算被黄雀城的人 察觉到了自己的方位 那也无所谓了 只能全力出击了 天魔诅咒 既然你只要挡我的去路 那就别怪我了 一个奇怪的图案 赫然出现在第12魔杀的手心 图案之上散发着屡屡黑色的气息 这是天魔诅咒 只要遭到天魔诅咒的人 生命值都会无下限地流失 直至死亡 这个图案瞬间放大 漆黑的图案映入眼帘 太古龙女见识不对 双翅一阵猛地向后方退去 同时黄蜂也将第12魔杀禁止逼退 还没完 太古龙女又是一个阵翅飞于半空之中 龙蟹 狂热的火焰从口中喷出 本来就有了装备的加成 再加上自己150级的等级 这一击下去 第12魔杀的生命值就只剩下了一丝 伤害4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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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第12魔杀受到灼烧伤害 生命值每秒下降5000点 持续时间30秒 魔眼之主部下 第12魔杀 种族 魔族 等级 LV135 生命值 25W260W 攻击力 17W 实力削弱50% 生命值不变 攻击力防御力削弱50% 技能 天魔诅咒 猎魔硬 魔器跳动 魔犬 介绍 魔眼之主的手下 12魔杀之一 技能 魔器跳动发动 静止时间1秒 生命值 加4300 技能 魔器跳动发动 静止时间2秒 生命值 加4300 烈火将第12魔杀身上的魔器 焚烧干净 噗 他吐出一口鲜血 好强 想不到自己的天魔咒印 都被这家伙给瞬间烘碎 该死 如果不是人族的限制的话 自己现在也不会如此狼狈 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第12魔杀 竟然直接从全胜状态 被打成了虚弱状态 不行 再这样下去 绝对不是办法 要是今天自己死在这里的话 那魔眼大人的计划 也将会受到影响 第12魔杀 不禁皱起了眉头 现在魔器也是放了 要不了多久 黄雀城就能够感应到自己的方位 要是待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打又打不过 逃吧 这个想法闪过的一瞬间 第12魔杀 张开自己的双手 在他的面前 撕开一道魔力的漩涡 漩涡之内冲出石头魔犬 对太古龙女发起了攻击 而第12魔杀 则是趁着这个机会 自己化成了一团黑气 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出现在了东南的 一座高山之上 得赶快回到魔族才行 此地不宜久留 可就在这时 一道呼声 从第12魔杀的身后传来 能久留你的 只有地狱 声音极其冰冷 更像是魔族的人 主人 要你死 你活不了 第12魔杀转过身来 看着面前的三道身影 他愣住了 这不是萧涵吗 他们不是被 极叶蝙蝠给拦住了吗 怎么现在会突然 出现在这里 第12魔杀 感觉脑子有点发忙 极叶蝙蝠的实力 虽然在魔族算不上很强 但是如果放在人族的话 绝对也算得上是一方强者 可现在的问题是 居然连萧涵 一分钟都没有拦住 这个废物东西 第12魔杀再次化成一团黑气 准备离开这里 可是下一秒 黑色的囚牢 竟然将它包裹起来 这是 练魔囚牢 72魔柱魔猪大人的手段 你是魔猪大人的人 第12魔杀惊呆了 他死死地看着 萧涵身边的暗黑魔女 不不不 不是的魔猪大人的人 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的身边 又是龙族的人 又是魔族的人 这家伙的背景 到底有多恐怖 回过神来 第12魔杀自知 自己今天肯定是走不了了 于是偷偷地给第7魔杀 和第4魔杀传递了消息 速速赶回魔剑 喂 这消息刚一发出去 暗黑之女的手中 狠狠一捏 这个囚牢瞬间缩紧 碰 一声崩碎之后 第12魔杀 便被暗黑之女捏爆 伤害 2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第12魔杀 获得经验值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W 获得第级极品召唤卡 恩佐的第12骑兵 恭喜你 获得道具 灰烬面具 等级提升到LV63 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 此次收获不算少 等级提升一级不说 击杀第12魔杀 还获得了一张召唤卡 美滋滋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根据之前系统所说 自己只有击杀副本BOSS 才能够获得与BOSS对应的召唤卡 现在自己 就算是击杀第12魔杀 也获得召唤卡了 这个消息 简直太重要了 随后不久 太古龙女 也回到了萧涵的身边 我们走吧 回黄雀城 萧涵将灰烬面具 放到了背包当中 然后就将天恩神女 和暗黑之女 收回了召唤卡 其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朝着黄雀城飞去 兵是否对一级极品召唤卡 黑翼狂肃 进行优化 提示 第级极品召唤卡 恩佐的第12骑兵 无法进行优化 想不到击杀 第12魔杀获得的召唤卡 居然没有办法优化 那就先把这张一级召唤卡 先优化了再说 恭喜宿主 优化成功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黑雨之星 幼灵 另外一边 在柳城 秦极城 宋都 三个主城附近周围 都被埋下了三个魔之起源 提示 提示 魔之起源已放置 四四 魔阵随时可以启动 这边 第7魔刹和第4魔刹 刚刚把魔之起源处理完毕 就收到了第12魔刹的消息 速速赶回魔界 喂 随后 第7魔刹和第4魔刹 再想要再联系第12魔刹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消息 四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第7魔刹皱紧眉头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第12魔刹 居然死在了黄雀城的那些家伙的手中 我们还是先回魔界吧 第4魔刹思索了片刻后 这我没道 可是四哥 这丑 难道我们不报吗 第7魔杀狠声道 自己的兄弟 就这样被黄雀城的杀死了 他这个作为哥哥的 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 报仇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你不要忘记了 魔眼大人给我们的任务 不能扰乱魔王大人的计划是关键 其次是 我们这一次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放置魔之起源 我们要以大局为重 这仇 我们是肯定要报的 但是不是现在 可是 没有什么可视的了 现在魔枪是即将进攻黄雀城 我们在这个时候惊动他们 无疑就是害了魔眼大人 要是到时候 各个主城的人突然有所警惕 将他们布置下来的魔之起源 给毁掉的话 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到群攻的局面当中 放心吧 黄雀城的人活不了太长的 到时候 魔枪是会替我们杀掉他们的 我们走 好吧 第四魔杀 带着第七魔刹离开了这里 现在魔之起源已布置完毕 魔皇中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就等魔枪式的实力一恢复 进攻黄雀城 到时候 魔眼之主便可坐收鱼翁之力 得到重铜 然后继续开展魔王大人的计划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魔剑 魔眼之主在听到第十二魔杀死亡的消息之后 他也是不禁皱起了眉头 按照他以前的惯例 他势必会让其余几个魔杀 杀了这些黄雀城的人 但是现在不行 如果现在去找事 就是在惊动黄雀城的人 更是在吸引北林国度的人 这样的话 就对魔眼之主非常不利 现在魔枪式实力恢复得怎么样了 魔眼之主问 回魔眼大人 现在魔枪式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九十一 魔王大人那边 应该没有察觉吧 还没有 只要这一次 我们拿着魔童就离开 便不会乱了魔王大人的计划 很好 一切按计划进行 回到黄雀城 肖涵和敖一辰来到了任务大厅 天策勇士 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样有找到 关于第十二魔杀的消息吗 戈宾尼焦急地问道 第十二魔杀被我杀死了 戈宾尼听到这话 口水都喷出来了 叫你去找关于第十二魔杀的消息 你直接去把人杀了 好家伙 第十二魔杀 可是让北林国度都很重视的家伙 这也太狂暴了吧 虽然戈宾尼十分震惊 但是一想之前 肖涵击杀黑压血灵之后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发生在肖涵的身上 好像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黄雀城很荣幸 能够有你这样的勇士 对了 天策勇士 那既然第十二魔杀已死的话 那关于灰烬面具的事 磨 肖涵将灰烬面具拿出来 递给戈宾尼 但是却被戈宾尼拒绝了 天策勇士 这件装备 只要没有落入魔族的手中就好了 现在魔族对这件装备虎视眈眈 就让它放在你的身上吧 这样也安全一点 而且 这也是一美大人再三交代了的 经过天都城天魔长枪被盗仪式之后 在一美看来 灰烬面具是绝对不能放在黄雀城里面的 而且 魔枪士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攻打黄雀城 到时候 说不定魔族还是会趁乱拿走灰烬面具 这样的话 装备交给萧寒管理 要远远好过于放在黄雀城当中 恭喜你 拥有神级 无级别限制 装备 灰烬面具 叮 恭喜你完成隐藏任务 黄金二阶装备一套 还不错 前不久才获得了一整套的四十级装备 现在就又得到了一整套的黄金二阶装备 这要是将它品阶提升到神级的话 自己的实力又可以得到极高的提升 萧涵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将这些装备全部放入到了背包当中 对了 天侧勇士 还有一件事 之前猎猿枪斗士的死亡 导致现在黄雀城当中战力的缺失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一趟城主府 一美大人也在那里 黑鸭谢灵一战 黄雀城损失严重 不仅仅是护城右使被击杀 就连战斗法师同样也被击杀 为了弥补这两个空缺 这两天城主四处寻找合适的人 甚至已经上报给了北陵国度 估计此次前往城主府 就是为了选出替代的人 那好 隔冰尼 我现在就去城主府看看 隔冰尼点头 随即萧涵便带着敖一城 传送到了城主府附近 见过 左使大人 见过 左使大人 城主府门口的两个护卫 看见萧涵的出现 恭敬地喊道 萧涵点头 走进城主府 这里除了站着的城主 一美之外 还有今夜商会的金老板 以及他的女儿 还有材料商 NPC兵孙梨 以及水房的老板钱多多 整个黄雀城当中 个个有实力 有背景的人 都已经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过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看看 将来的护城右使 和战斗法师的替代者是谁 毕竟他们是整个黄雀城的 重要核心人物 自然是有资格来到这里 等等 钱多多身后的那家伙 操 奥恩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是让你在工会里面吗 你怎么成天到处乱跑 萧涵走上前来 一把将奥恩拉了过来 主人 你听我说 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之前你不是让我收集 一千万铜币吗 萧涵眼眸一转 这家伙要是不说 自己还真的快要忘记了 但是现在 萧涵看了看奥恩 又看了看钱多多 自己是让奥恩去搞 一千W铜币回来 确实没错 但是没让奥恩 投靠钱多多啊 这是另选主人了 而且 这奥恩正是不做 一定要去做这些灰色产业吗 奥恩 你长能耐了啊 你现在不只是会打铁 现在还会干这些了 不简单啊 就算用脚拇指想想 萧涵也能够猜到 这家伙投靠钱 多多在干什么 肯定是那些 只有十五分钟就能够解决的事啊 否则奥恩凭什么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赚到这么多钱 这可是一千万啊 这怎么能让萧涵接受得了 我消磨与赌毒不共戴天啊 主人 你可别误会 这一千万是钱老板心甘情愿给我的 奥恩试图解释什么 但是却被萧涵打断 你的意思是 你把钱老板征服了 可以啊 黄雀城最大的产业 都跪倒在你的脚下 你要上天啊 萧涵也略感惊讶 想不到这堂堂黄雀城 三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钱多多 居然厚这口 这个口味着实有点重 主人 这钱是我找钱老板要的 钱是正经的 他心甘情愿给我一千万 只不过他的要求 是要将钱亲手交到主人手中 现在主人来得正好 奥恩这边话音刚落 一枚戒指从钱老板手中丢出 落在萧涵的手中 萧涵将魔力渗透到戒指里面 这里面确实是一千万 甚至比一千万还多 但是回过头来一想 这些钱都是奥恩从自己身上拿出去的 他们本来就属于自己 物归原主也是理所应当 天策勇士 初次见面 刚才给你的戒指里面 是我的见面脸 也是我答应奥恩的事 一共1800W 这不说最后一句话还好 说了之后 味道就变了 钱老板 你也是个做生意的人 你这一千多万 恐怕不只是物归原主这么简单吧 萧涵陈生道 不愧是天策勇士 果然是明白人 但是小女今年21 也没有其他的要求 说重点 戒指里一共1800W 一千W 是我答应奥恩还给你的 余下800W 请天策勇士在今夜凌晨两点 来水房找我 多少 800W 什么意思 花800W 买自己的第一次 开什么玩笑 自己刚正不额 可不是那种人 如果是这种交易的话 这钱不要也罢 正当萧涵准备将余下800W 推给钱多多的时候 一道系统声忽然响了起来 提示 触碰到隐藏任务 请在今晚凌晨两点 去找水房NPC钱多多 是否选择触发隐藏任务 我去 系统你这是逼我啊 堂堂消架之人 不能给祖上蒙修啊 苍天日月 你们可要给自己作证 绝对不是自己想去的 是因为系统的原因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隐藏任务 是否接受 接受 萧涵都不带犹豫的 果断地接受这个任务 请在今晚凌晨两点 去找水房NPC钱多多 届时任务NPC钱多多会发放 关掉提示矿 萧涵很自在地 将这800W收入囊中 反正都是要去 就当这800W 是自己捡了一个便宜 那就多谢钱老板了 萧涵谢道 天侧勇士 如果不介意的话 从今夜之后 叫我多多就好 该死 这女人才21岁啊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萧涵擦了擦鼻血 转过头来看向了城主 何一没两人 而此刻旁边 今夜商会金老板的女儿 在看到钱多多这样 调侃萧涵之后 气得直跺脚 爸 女儿气鼓鼓地 对着金老板喊道 女儿乖 钱老板是黄雀城 三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而且她靠自己 一人撑起了整个水房 她在黄雀城的地位 举足轻重 金老板一边劝着自己的女儿 一看着钱多多流口水 老天 钱多多身上的韵味 就是男女老少通吃啊 爸 那你的意思是 女儿不如他吗 我才不信 今天晚上 我也要去水房 我不管 你之前说过的 左使大人会带我去水房 我决定我要主动 主动才会有故事 女儿暗自决定 去吧 去吧 金老板只顾着 看钱多多去了 哪听进去了 自己女儿在说什么 只是几秒钟之后 才回过神来 女儿 你刚才说什么 去水房 不不不 绝对不行 那里狼多肉少 爸 你是不是去过 城主 好久不见 此刻 萧涵对着城主打招呼道 天色勇士 我已经听医美说了 你先前去追踪第十二 磨杀的消息去了 现在有结果了吗 萧涵点头 是的 城主大人 第十二磨杀 已经被我击杀了 那真是太好了 此次魔族毁了天都城 他们是越来越嚣张了 我们就应该戳戳他们的锐气 天侧勇士干得漂亮 都是为了黄雀城 应该的 萧涵心里骂骂咧咧 脸上笑道 这时候 医美将两人的对话打断道 行了 说正是吧 前不久 黄雀城遭遇黑压血灵一事 父皇已经知道了 至于护城幼史 和战斗法师的替代 父皇已经有了人选 这一次 把大家召集过来 就是看看 大家还有没有 什么其他意见 出来吧 在医美的身后 站出来两人 其中一人膝盖发肿 还有一人手 拿战斗法杖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一眼 便能够看出来 这两人其中一人是谁 践行者 泽雅 见过公主大人 见过城主 战斗法师 灵耀 见过公主大人 见过城主 两人同时对着医美 和城主恭敬地喊道 好家伙 萧涵双眸一亮 这战斗法师 自己虽然不认识 但是这个泽雅 自己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这家伙 还欠着自己 一百大不了呢 想不到居然在这里 再次见到这家伙了 只是 这泽雅的膝盖 估计在任务大厅 门口没有少贵 为了一封情书至于吗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泽雅就是父皇安排的 黄雀城 护城右使 他的实力 不在猎猿枪斗士之下 灵耀是新一代 战斗法师 实力得到了很多 北林国度的人的认可 大家对于这两人 有没有什么意见 一美看着在场之人 开口问道 我没有什么意见 材料商NPC 冰孙黎淡淡地说道 作为黄雀城 第二颜值天花板 高冷的外表 一直让很多玩家 没有办法接近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之前和泽雅大人 有过接触 他的实力 我还是相信的 金老板接着说道 你呢 一美看着萧涵 作为黄雀城的 左使大人 自然拥有着 最为宝贵的意见 萧涵看着泽雅 淡淡一笑 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当然同意啊 我举双手同意 萧涵这话一出 一美顿时 就皱起了眉头 之前 在任务大厅的时候 泽雅就差点和萧涵打起来 而现在萧涵的语气 多少有点不对劲 现在可是选胡成右使啊 多么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他是绝对不允许 有什么内幕的 这不仅影响到 大家的相处 更是会影响到 黄雀城的安全 天侧勇士 你和泽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就说出来 我帮你们解决 萧涵这一想 一美 这可是你问的 不是我愿意说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 要从泽雅跪在任务大厅门口开始 这话一说出去 哐当一声 一枚铜臂 从泽雅的身上掉落下来 萧涵眼睛很尖 一眼就看见了 泽雅还对着萧涵比了一个一 意思是 你闭嘴 结束之后 给你一百大不了 但是 萧涵没有闭嘴的意思 这可是一美问自己 又不是自己主动张嘴说的 可这时候 又有一枚铜臂掉落了下来 泽雅比了一个二 二百万 想让自己闭嘴 这事有点难办啊 其实吧 一美 是这样的 之前泽雅跪在你面前是因为 因为什么 一美这话刚刚说完 哗哗哗 一整个钱袋 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忽然传来 城主府内的所有人都转过头 去看向了泽雅 这铜臂都快要铺满 整个城主府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钱袋掉了 钱袋掉了 泽雅一边说着 一边跟萧涵比了一个一 这个一还不断重复 一百大不了 一千大不了 按照萧涵的意思来看 应该是一枚铜臂 代表一百大不了 而这家伙 直接搞了一地出来 看来是急眼了呀 萧涵淡然一笑 自己也不是庸俗的人 现在钱多不多无所谓 主要是这事吧 他变得好办起来了 天策勇士 你继续说 一美道 泽雅之前跪在任务大厅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他毅力不简单 适合当护城又是 萧涵连连点头 肯定自己的说法 真的 真的不能再争了 一美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那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从现在开始践行者泽雅 为黄雀城护城又是 灵妖为黄雀城战斗法师 泽雅谢过公主大人 灵妖谢过公主大人 泽雅一边捡钱 一边双腿发抖 心里估计还在念叨 萧天策 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叫泽雅 萧涵心里倒是美滋滋的 又是一千W到账 新的护城左使和战斗法师 选择结束之后 其他人也都回到了 自己原来的地方 而萧涵则是让敖一臣 带着奥恩回到了公会当中 自己独自一人 去酒馆喝酒去了 左使大人 好久不见 今天还是老规矩吗 酒馆的老板看着萧涵 笑眯眯的喊道 是的 萧涵转手将一百铜币 放在了前台 然后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点开背包 自己开始查看起来 才获得的装备 那一整套黄金装备 就先不看了 毕竟还要交给奥恩打造的 等打造之后再看看吧 现在先看看那件灰烬面具 这个令魔族疯狂的道具 灰烬面具 类型 无级别装备 品阶 神级 自然诞生 属性 无 作用 获得一个技能 毁灭 介绍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装备 只有等级达到150级以上 才可以穿戴 曾经有人用它灭了千军万马 自然诞生的神级装备 属性什么都不佳 只有一个技能 开什么玩笑 仅靠一个技能 就能够称的上是神级装备 说实话 萧涵还真的有点不相信 于是 他点开了这个技能介绍 装备附带技能 毁灭 使用次数 一次 效果 以使用者为中心 范围5公里之内 所有100级以下的敌军全灭 介绍 随着等级的提升 使用次数也会增加 技能效果也会改善 这是一件成长性的装备 但是他对穿戴者的要求极高 只有被装备选中的人 才有资格穿戴 虽然名叫毁灭技能 但是给自己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超级无敌的核弹攻击 直接毁灭半径5公里之内 100级以下的所有敌军 确实有些变态 单论着技能而言 可以达到神级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件装备 我好想没有办法使用 这装备穿戴的条件 这么苛刻的吗 不知道召唤生物 可以穿戴吗 于是乎 小寒又点开了自己的召唤卡系列 一共48张召唤卡 提示 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九杀 不能穿戴 提示 S级级品召唤卡 太古龙女 不能穿戴 提示 S级级品召唤卡 土金兽 不能穿戴 操 一连三张S级的召唤卡 都没有办法穿戴 小寒继续翻 当翻到A级召唤卡的时候 小寒突然顿了一下 提示 A级天影女皇 开启特殊装备栏 面具栏 禁忌魔法书 正在改写是否穿戴装备 灰烬面具 想不到这装备 居然选择了天影女皇 穿戴 灰烬面具已穿戴 当前面具不可取下 不可毁灭 还算是不错 虽然天影女皇 穿戴了这个装备 但是但从系统 面板上的图像来看 也没有完全影响到 天影女皇的容貌 左使大人 您的酒给您送到了 酒馆老板 拿着一瓶酒 放在萧涵的面前 还配了一盘花生米 谢谢你老板 萧涵道谢道 说实话 这花生米 要比现实中的 要好吃许多 如果大家能够 活到三千二百年的话 一定要去黄雀城的酒馆 尝尝这个花生米 趁着喝酒的这个时间 萧涵点开了聊天频道 好久没有看看 里面是什么情况 来来来 大好事大好事 我要结婚了 兄弟搞错没有 结婚 你要在游戏里面结婚吗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个九龄图网游 本来就是 极具开放性的一个网游 你可以和NPC结婚 你可以和玩家结婚 多自由啊 我前两天看见 有人和自己仆人结婚的 仆人 哪可以获得仆人 还有人能够获得这东西的 蓝不成是天策大神 不是的 那肯定就是 某个金主爸爸了 和我们这些平民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就现在这个时代而言 九龄图网游 确实称得上市网游 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在这里面生活 在这里赚钱 也不用给公司打工 或者看别人脸色来赚钱 大家都是靠实力 实力强的 就能够获得很多的铜币 银币 金币等等 久而久之 在这里结婚 和什么人结婚 都成了常态 你们都误会了 现在官方开启了一个活动啊 就是一个免费抽奖的活动 每个人 只有一次机会 人人平等的 我看上面 还想还有神迹装备 还有很多道具 材料什么的 我其他都不求 我只想要用我十年单身 换一个百分之十几率 中奖的经验胶囊 百分之二十 这个抽奖的东西在哪啊 有没有人告诉我一下 我也去看看 我也想要一个仆人 这你都不知道 就在你个人面板属性上面 左上角有一个转盘 你点开就能够看见 这样的消息 在聊天频道里 已经出现 大量的玩家 都点开了自己的 个人面板属性 我去 还真有 而且那个谢谢参与 和新手装备 这个两个奖励的几率 都非常人心话 我觉得是挑狗 都不可能会抽中 我获得了一个 黄金武器宝箱 还是可以交易的 我去 羡慕了呀 我刚才就抽到了一个 白银极品的户外一个 比我等级高三级 勉强可以留着 看你们都这么会玩 我也去抽一下 兄弟 你抽中了什么啊 我他们的金光一闪 新手装备全套 哈哈哈哈 刚才是谁说是挑狗 都不会抽中的 你真是笑死我了 我要是抽中 这个SS级仆人就好了 没了呀 没了 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依旧火热 肖涵也忍不住点了下去 反正这些奖励 对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的 像什么SS级仆人 获不获得都无所谓 难道敖一辰会比他差吗 肯定不会啊 全服通告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在本次抽奖中 获得0.001概率的SS级仆人 秦安娜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在本次抽奖中 获得0.001概率的SS级仆人 秦安娜 全服通告 恭喜玩家 肖天策 在本次抽奖中 获得0.001概率的SS级仆人 秦安娜 系统三连报 直接给肖涵整猛了 搞错没有 自己就简简单单的 抽一个奖而已 本来也没有打算 想要获得什么呀 结果 直接就搞了一个SS级仆人出来 老天 这可是0.001概率的东西啊 这是不是太不给他面子啊 肖涵都愣住了 而聊天频道里 更是激烈 我去 之前我说 有人抽中了仆人 但是也只是一个 F级仆人 天策大神道好 直接搞到了一个SS级仆人 我真的是实名羡慕了 秦安娜 这名字 一天就知道是一个美女 老天啊 这都是造什么你啊 为什么要让天策大神 一个承受这么多女人的困扰 我愿意用我一年寿命 帮助天策大神减轻烦恼 现在天策大神的工会 也就只有他一个人 一天天的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行了 你们都别讨论天策大神了 我现在 已经抽了108次奖了 这108次 全部都是再来一次 我都抽厌倦了 兄弟你别急 说不定下一次直接一发入魂 SS级仆人就在你的眼前 下点抽奖按钮 下一刻 你就能够拥有全世界 于是这个兄弟 点下了抽奖按钮 操 他要的谢谢参与 老子一共抽了109次 结果你给我说 最后一次是谢谢参与 我玩你妹呢 直接心态爆炸 玩家 SANS 申请退出游戏 注销账号 这个叫做SANS的玩家 直接选择退游 这个世界没有爱了 而有些人 在听到全服通报之后 他们的眼睛里 都是光啊 在他们眼中 肖寒已经活成了 所有男人想要活成的样子 羡慕得要死 提示 仆人 秦安娜已存在于工会当中 肖寒喝下一口烈酒 冷静了一下 就自己现在这个手气 要说 没有拯救过银河系 那肯定也拯救过太阳系 确实牛逼 就在肖寒为此感到震惊的时候 泽亚忽然从酒馆门口走了进来 老板 来瓶一般的冰镇酒 幼使大人 不是之前还喝最好的酒吗 怎么今天 酒馆老板 一语点到泽亚的痛处 叫你拿你就拿 泽亚有些不耐烦 好的 好的 幼使大人 酒馆老板也没有再多问 直接从酒柜上 拿了一瓶价值50同币的酒 递给了泽亚 结果酒 泽亚给出50同币之后 直接就是猛灌一口 这几天实在是运气太倍了 没有抓住第十二摩插就不说了 自己还差点死在外面 结果还被肖寒坑了1600W 而现在呢 现在还被国王看中 永远留在了黄雀城 当了什么狗屁护城幼使 真是操蛋 当个护城幼使也就算了 狗东西 来到这里 还没有一天的时间 就被这家伙总共坑了2700W 我知道 还好这几天公主大人在黄雀城 不然的话 非一闷死不可 又是一口烈酒喝下 这几天但愿不要遇见萧天策了 我现在资金总共才1200W 要是真给他了1100W 那自己连喝酒都喝不起了 泽亚无奈的摇了摇头 寻思还是找个地方坐下 慢慢喝吧 自己坐哪呢 要不还是坐角落去吧 泽亚这一扫眼 定睛一看 我去你妹的 老板 这酒我不要了 你把钱退给我 泽亚赶忙说道 他奶奶的 本来就不想遇见萧寒 结果没想到 还真给碰上了 再不跑 自己包里的钱就全没了 但是走归走 酒没喝完钱 必须得退啊 毕竟现在资金紧张 幼石大人 你这可是对嘴喝的 钱退不了 酒馆老板对着泽亚说道 兄弟 给个面子 最近缺钱 这话刚刚从泽亚口中说出 身后萧寒突然走了过来 呀 这不是我们堂堂幼石大人吗 我们又见面了 萧寒走过来一看 幼石大人 不如我们去今夜商会转一圈 那边风景可漂亮了 不去不去 不去 那你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给我啊 萧天策 是你先不手心用的 好吧 当初答应了 给你1600W 你就把那件事 烂在肚子里面的 结果你三番五次 都想开口说 告诉公主大人 但是我说了吗 关于那封什么书的事 我一个字都没提啊 是你每次都在 我说话的时候 想给我钱好吧 听到这话 泽亚人都傻了 萧寒确实没有说出 半个他喜欢英美的字 倒是自己每次都是因为害怕萧寒说出口 才好几次打断萧寒 给他加价 操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这钱 我是不会给你的 自己身上就这么一点钱 现在回不了北林国度 就只能靠这些钱度过余生了 今天就算是打死 也必不可能把钱给萧寒的 绝对 行 那我现在就去找英美 一听到这话 泽亚算是怕了 她能不给吗 要是不给的话 别说后半生了 可能后半生都没了 行行行 我给你还不行吗 于是两人来到了今夜商会 至于那瓶酒则是放在酒馆 这钱也没有让酒馆老板退 金老板 出来 再帮我打开一下超时空宝箱 随后 泽亚通过超时空宝箱 取了1100W 同币出来 全部交给了萧寒 给给给 都给你 我不活了行吧 泽亚一股脑将自己的钱 全部塞到萧寒的手里 就差那么一点 她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没想到 自己来到黄雀城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2700W都不翼而飞 谢谢 幼石大人了 不用谢 我谢谢你全家 幼石大人还真是客气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以后有机会再见了 萧寒一个传颂 就回到了工会当中 倒是泽亚面如死灰 自己本来还以为装可怜的话 萧寒至少会还给自己 100W或者200W的同币 结果 这个狗东西 一屁股带着钱 直接消失不见了 萧天策 早晚有一天 我非把你腰子 给你割下来 工会这边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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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寒刚刚回到这里 三人对着自己恭敬的喊道 萧寒点了点头 便把目光落在了低头的秦安娜身上 这不就是刚才在酒馆抽中的 那个SS级仆人吗 秦安娜 类型 仆人 品阶 SS级 等级 无 无法提升等级 身高 168厘米 身材 85.68厘米 57.12厘米 91.056厘米 颜值 99 作用 打理内物 帮助主人 分担烦恼 喜欢购物 性格 活泼 外相 黏人 介绍 秦安娜真的很人神清气爽 其他属性暂且不看 身材三围是真的离谱 妖孽啊 要说他和敖依晨相比的话 萧涵倒觉得 两人都可以堪称完美 虽说龙女在品阶上差了点 但是无论是身高 身材 颜值 都完全不差 至于价格 应该也就和敖依晨 差了一块两块的 主人 你流鼻血了 敖依晨和秦安娜 同时走上前来 一左一右 将萧涵的两个肩膀夹住 他们随手掏出一张纸巾 帮萧涵擦了擦鼻血 好家伙 这都是什么待遇啊 擦鼻血就擦鼻血 干嘛把自己的手夹住 啊 这 你们都放开 我自己来 萧涵接过纸巾 自己擦了擦鼻血 旁边奥恩直接看傻了 这一瞬间 奥恩甚至都不明白 自己存在于公会的意义在哪了 奥恩 这时候 萧涵将奥恩叫了过来 我这里有套装备 帮我提升为神级吧 奥恩顿了一下 随后脸上笑嘻嘻 这意义不就来了吗 好的 主人 奥恩拿着锤子 一顿乱锤 各项属性 直接提升了将近30% 魔法能量达到了 9万1000 魔法攻击力 直接从之前的46500 提升到了60450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套装备 有一个特殊效果 越是效果 召唤生物的技能攻击 有2%的几率 触发月圆之夜 暗黑系生物的实力 提升40% 虽然触发的几率很低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提升 暗黑系生物40%的实力的话 那么对于召唤生物的加成 还是非常大的 回过神来 萧涵将自己身上的 这套天坛之星装备 给了S级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毕竟自己花了不少经验值 在暗黑之女的身上 现在虽说不能让她拥有 274级的顶尖战力 但是拥有一套40级神级装备 那也总比没有强吧 暗黑之女获得装备 天坛之星 随后 萧涵又打开了工会里面的 至尊宝箱 背包里面的装备和道具 是清理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货币了 此次在泽亚那儿 获得了2700W同币 再加上钱多多的1800W 总共4500W同币 全部放在宝箱里面吧 至尊宝箱 当前储备物品 夏季子和药剂一个 金币4000 同币2亿0100万 没想到 宝箱里面居然都存到了2亿同币 自己就算全部提现的话 也有2000W现金 这难道不香吗 处理完这些 萧涵倒也没有去刷图 这些天刷图的日子 多少让她有些厌倦了 而且现在距离凌晨2点 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于是自己便和秦安娜 还有敖依晨 在工会里面嬉戏了一番 还能干什么 三个人当然是干三个人能干的事 这是吧 虽然秦安娜不懂 敖依晨也不懂 但是萧涵可以教啊 自己怎么说 也是一个老司机 这点东西还是有的 于是乎 萧涵在游戏商城购买了一盒道具 为了保险起见 萧涵买的是经典款 随后差不多经过 两分钟的理论教学之后 梁女也都明白了 大战开始 前妻萧涵竟然无比吃亏 自己纵横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大亏 但是好在 萧涵现在等级提升上来的原因 体力这方面杠杠的 不然还真受不了 注意了 我要发力了 这一刻 萧涵身上的气势明显变强 将秦安娜和敖依晨的 直接压了下去 主人 清点行不行 秦安娜 有点怕 梁女这样一说 萧涵更加激动 她们的话更像是兴奋剂 萧涵又岂能饶了她们 说了发力就发力 啪 王炸 飞机 一对三 春天 萧涵一套组合拳 直接给两女打懵了 去吧 输的人一百个俯卧撑 萧涵大笑起来 就很离谱 打了二十局 自己也就赢了这一局 当然开心啊 秦安娜 奥一辰 你们做的俯卧撑不标准 你们应该再下去一点 萧涵只是出于严格方面 督促秦安娜 并没有调侃秦安娜的意思 这一点自己用人头保证 而且本来就是愿赌服输 输了就是输了 但是肯定不能偷懒的呀 好好的俯卧撑 就应该做到 手臂弯曲90度 主人 下不去了 秦安娜手臂有些发抖 看得出来 秦安娜虽然是SS级仆人 但是在实力方面 还是不如敖一辰的 反观敖一辰 起伏频率极快 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里面 敖一辰就已经将这一百个俯卧撑 给全部做完了 而现在 就只剩下秦安娜了 萧涵可不打算放过她 不然自己主人的颜面和存了 还能再下 萧涵肃然道 主人 我快虚脱了 秦安娜试图再次弯曲手臂 下一秒 忽然手臂解力 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最离谱的是 明明手臂都没有支撑在地面上 偏偏这家伙 还保持着刚刚那个高度 至于是为什么 大家应该都清楚 总之就是 在看见这一幕之后 萧涵是彻底愣住了 这是真妖念 要说秦安娜没有实力吧 好像还有点实力 而且这个实力还不一般 看吧 主人 秦安娜没有骗你 是真的下去不了 秦安娜嘟呐的嘴巴 有点无辜 啊 萧涵略显尴尬 但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萧涵自己公会外面 突然来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正是来自 一直住在萧涵隔壁的 另外一个公会 浮云公会 浮云公会的玩家们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会长 我们现在 来到天策大神的公会面前 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可是天策大神 要是他生气了 把我们公会灭了怎么办 这件事 本来就是天策大神不占领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是对的 会长说的不错 虽然我们 一直处于天策大神的公会旁边 这一点 我们承认 是沾了天策大神的光 近期也有很多玩家 加入我们公会 但是有一说一 天策勇士 也不能这样折腾我们啊 这件事 一定要找天策大神理论一下 否则的话 我们公会就废掉了 这动静简直太大了 隔壁听到的声音 就是咚咚咚的声音 萧涵带着敖一辰 和秦安娜在玩斗地主的时候 由于动静太大 进到了隔壁浮云公会的玩家 所以 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浮云公会的会长 才带着一帮人来找萧涵 会长 姬吴云 说道 怕什么 我们有礼的时候 就要理直气壮的 去给我敲门去 会长 姬吴云嘴角上扬 脸上挂起了一丝傲慢 一个字 拽 好像就算是 萧涵站在他的面前 他也能够 将萧涵骂的狗血淋头 正是因为有这股气势 才让会长 姬吴云 身后的玩家 被一家自信 总算是出人头地了 能够仰起头 找萧涵麻烦了 咚咚咚 萧涵公会的大门 突然被敲响了 是谁啊 难不成 又是戈冰尼来了 主人 我去开门吧 奥恩刚才在旁边 看也看累了 正好开门活动一下 大门都还没有完全打开 门外的呼声 就传了过来 天侧勇士 你给我出来 我们会长找你 没错 你给我出来 我们会长有事 找你单独聊聊 我们会长还说想 找你理论理论 他说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你都说不过他 浮云公会的玩家 这一波 直接将会长 姬吴云 送进了火葬场 喂喂喂 听到自己会员的呼声 会长姬吴云 原地裂开 自己什么时候 说了要找萧涵单独聊聊 而且还理论理论 最离谱的是 这些家伙 居然把自己刚刚说的话 给搬出来了 老天啊 天王老子那句话 是说给你们听的 你们怎么直接说给萧涵听了 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公会里都是些什么人才啊 操 这要是公会后面 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和他 姬吴云 没有办法毛钱关系 全都是这些傻逼会员惹的货 随着大门的打开 于是会长姬吴云 快步走上前来 先前身上嚣张的气焰 浑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温声细语 天策勇士 你听我说 会员们不懂事 我就是来给天策大神说 话才只说到一半 姬吴云直接就卡住了 他视线也从萧涵的身上 转移到了正躺在地上的秦安娜身上 这这这 这是在干什么 操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 简直无法无天 但是想是这样想 姬吴云 还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好看也就算了 离谱的是 这躺在地上的秦安娜 居然不用手掌撑着 都能够有这种糊涂 老哥 这是什么妖灵啊 我靠 这还要不要其他人活了呀 这就是SS级仆人的强大吗 姬吴云 鼻血都流出来了 而他身后的会员 看着会长忽然不说话 他们全部是走上前来 会长 快和天策大神好好理论一下 这隔壁听的 就像是电钻的声音一样 这样长久下去 谁受得了 把天策大神叫出来 我们单独聊聊 工会成员你一句我一句的 迟早把会长送走 但是 当他们看见 萧涵工会内的秦安娜之后 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一瞬间 他们好像知道 为什么天策大神的工会里面 会传来咚咚咚的声音了 这些应该 都和现在正躺在地上的秦安娜有关系 而且 这秦安娜是不是太强了 似乎 道抽一口凉气 恐怖如斯 对不起 天策大神 是我们打扰了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你继续忙 回过神来 姬吴云 转身带着自己的工会成员 离开了这里 奥恩也关上了工会的大门 会长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还看不出来吗 天策大神在里面玩游戏呢 什么游戏 这你就不要管了 小孩子管得太多了 但是会长 刚才那个人 是不是天策大神 才抽中的那个SS级仆人 秦安娜 应该是的 确实是好看 F级和SS级之间的差距 简直不是一般的大 随后 浮云工会的人 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会 而萧涵则是一脸猛逼 至于吗 凌晨两点 时间过得很快 萧涵都没有任何感觉 一辰 我们走 去水房 好的 主人 萧涵一个传送 就离开了工会 奥恩 主人呢 秦安娜脸上挂着些许失落 金油推背去了 金油推背 那是什么东西 以后你去问问南城的钱多多 你就知道了 水房 虽然是凌晨两点 但是这里的灯光依旧很亮 玩家也基本都聚集在这里 左使大人 请上三楼 九五至尊包厢 老板在那里等你 今天的水房 异常的奇怪 以往都是两名护卫手在这里 但是今天 却是八个壮汉手在这里 足以看出钱 多多对于萧涵的到来 有多么重视 走进水房 喧闹之声扑面而来 里面阴歌厌舞 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很多玩家 也都愿意来这里打一份工 赚点小钱 毕竟这水房 明面上的行业 和暗地里的行业 都是非常赚钱的 这对于一些缺钱的人 的确是一个好去处 天侧勇士 今天怎么想到来水房了 要不要找个最好的姑娘 陪陪你啊 萧涵没有理会 直接上了三楼 三楼的空间相对 比较清静 一眼望到头 就是九五之尊的包厢 钱老板 萧涵推开门 走进去 你终于来了 左使大人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快进来吧 这个三千年 难得一遇的大美女 大晚上竟然穿得这么凉快 看到萧涵的出现 钱多多挑了挑眉 风韵依旧 这八百W 我也不会白收你的 钱老板 有什么要求 你就直说吧 萧涵向后退了两步 左使大人 这么着急干什么 钱多多站起身来 往萧涵的走进了几步 身上的冰丝连衣 因为重力的原因 往下一落 露出冰清玉节的香肩 一股清香窜入鼻尖 萧涵用手捂住鼻子 但是鼻血 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 操蛋 这家伙是真的妖孽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行啊 虽然自己身边 有一个熬一尘 但是要论风资的话 还得是钱多多更胜一筹 这是针顶不住啊 倒也不是萧涵自己不争气 这是针 风资天花板 萧涵擦了擦鼻血 钱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钱多多并没有说话 只是穿着 快要掉落的冰丝连衣 走到萧涵面 前一米的位置 这一瞬间 随着钱老板的转身 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冰丝连衣 瞬间滑落了下来 萧涵瞬间伸出手指 挡住了眼睛 只可惜自己中指 天生缺陷 还是露出了一条缝 钱老板 你快把衣服穿上 我萧某人 很早之前就发过誓的 我与赌都不共戴天哪 你这是要我 天打雷劈的节奏啊 这话 虽然从萧涵口中的 铿锵有力 但是自己的眼睛 还是透过中指的裂缝 将这一幕 紧向尽收眼底 真心话 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本意 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怎么可能会看这些东西 琢实大人 你这发的事 是黄字支字不提啊 钱多多将后背 朝向萧涵 扭过头来 也只是用余光 扫了一眼萧涵 嘴角扬一起一丝微笑 这微笑很甜 但是却并没有 嘲笑萧涵的意思 既然今天赶在凌晨两点 叫萧涵过来 那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留守 钱老板 你听错了 我刚才说的是 我萧某人对 黄 天发过誓 我与赌都不共戴天 这黄赌都三字 硬是被萧涵死死地套了上去 钱多多忍不住发笑 这男人的心思啊 他比谁都清楚 不然他也不会把这个 水房开得风生水起 都是男儿本性嘛 但是 话又说回来 自己此次将后背 完全展现在萧涵的面前 可不只是想要 让萧涵好好欣赏而已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现在当务之急 是处理掉另外一件事 钱老板 你还是先将衣服穿上吧 我们坐下好好说 左使大人 想怎么做 钱多多的五妹 无时无刻 不再刺激着萧涵 但是下一秒 萧涵突然愣住了 此刻 钱多多的后背 竟然开始变红 出现了一些 很细小的红线 起初只有一条 但很快 三条 四条 这些红线 遍布整个后背 这是血液吗 不 随着钱多多后背 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越长 他后背上的红线 也越来越多 直到组成了一个 最终的图案 这是什么东西 萧涵忍不住问道 这是心悦之血 是被我父亲 遗传下来的 治疗十一却说 这是胎记 但是在我看来 与其说是胎记道 不如说是一种诅咒 而且这个诅咒 只在我的家族中流传 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 活过25岁 那你的意思 是要我帮你 把这个胎记去除 钱多多点了点头 当然 不过这800W这一次 只是请你过来 如果你能帮我 清除掉这个诅咒的话 我愿意分你水房 49%的资金来源 只要你愿意 帮我解除掉这个诅咒的话 钱不是问题 如何 水房的存在 能够推动 整个黄雀城的消费力 它是黄雀城 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他一天的纯利润 就在800W左右 如果能够得到 49%的资金来源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自己每天 就算是什么也不做 也能够纯赚392W 折合成现金的话 就是39.2W现金 这笔账非常划算 而且再说了 先前任务可是提示了的 这属于隐藏任务 可以得到召唤 生物经验值的东西 一箭双雕啊 这个诅咒如何解除 黄雀城北城外八十里 有一片空地 那里是一个废弃的秘阵 只要激活它 就会出现了一个大门 这个大门 通向一个叫做黄之宫的地方 只要能够在黄之宫里面 找到一个叫做齐黄之的药 我就可以利用它 从根本上去除这个诅咒 定 恭喜你 开启隐藏任务 前往黄之宫 得到齐黄之 并且将它交给钱多多 开通黄雀城隐藏副本 黄之宫 须实力达到八十级才可以进入 隐藏任务 黄之宫 类型 隐藏任务 难度 极高 任务限制 七十级以下玩家可以领取 实力八十级以上可以进入副本 任务奖励 获得水防49%的资金来源 任务要求 根据钱多多的信息 找到黄之宫 并且击杀五将一黄 唯独你除外 好好珍惜吧 看过任务面板 萧涵才明白 为什么钱多多能够找到自己 首先是自己的等级 在所有玩家当中是最高的 而萧涵本身又有神级装备 从实力上来说 自己的实力 确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六十级 所以 钱多多别无选择 所使大人 这是开启大门的钥匙 钱多多穿上自己的冰丝连衣之后 拿出一把黑色的钥匙 交到了萧涵的手中 恭喜你获得黄之宫秘境钥匙一把 那我现在就去 萧涵带着敖一辰 直接一个传送 就出现在了黄雀城北城 骑着太古龙女 直接朝着八十里外的地方飞去 此时此刻 金老板的女儿 也出现在了水房 他跟了萧涵一路 他知道 萧涵去到了三楼 于是 他直接跑到了三楼 挨个房间的找 结果当他找到九五至尊包厢之后 他傻住了 你不是金老板的女儿吗 你找谁 钱多多脱下冰丝连衣 正在换另外一身衣服 本来穿冰丝连衣 也只是为了 能够让萧涵看清楚 自己背后的东西 现在萧涵已经知道了 那自然也就不用穿了 金老板的女儿傻住了 心想 难道左使大人和钱多多 已经战斗结束了 这九五至尊包厢 现在也就只有钱多多一个人 也就是说 刚才这里只有萧涵和钱多多 两人而已 现在萧涵不见了 钱多多又在穿衣服 这能说明什么 两个人大战结束 这一刻 金老板的女儿人设崩塌 心里一直在默念 爸爸都是在骗我 左使大人根本就没有说 要带我去水房 一气之下 他直接离开了水房 而九五至尊的包厢当中 又进来一个壮汉 老板 这个黄之宫的秘境 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了 左使大人真的能行吗 现在整个黄雀城 除了他之外 我找不到其他人 而且他的实力 绝对是超过泽雅的 我相信他能行 泽雅 就是那个新来的右使大人 壮汉沉思了一瞬开口道 是的 钱多多点头 对了 老板 好像就是这个叫做泽雅的人 最近好像说要见你 见我 有什么事吗 壮汉看着钱多多 不由地低下头来 继续说道 他好像说是要借钱 钱多多忍不住一笑 这堂堂又使大人 居然跑来水房借钱 真是搞笑 你就告诉他 不见 黄雀城北城外八十里 萧涵和太古龙女 来到了这里 主人 你看那边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秘阵 太古龙女 朝着前方一个被藤蔓覆盖的地方飞去 从天空上往下看 确实像是一个秘阵 烧了这些植被看看 话音一落 太古龙女呼出一团火焰 龙蟹 火焰将下方的藤蔓瞬间覆盖 几秒钟之后 便被烧得一干二净 一个巨大的破旧法阵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叮 恭喜你发现破旧的法阵 破旧的法阵 状态 带激活 激活条件 黄之公秘药 等级 LV70以下 实力等级 80级以上 介绍 黄之公秘境已经荒废很多年 只有年轻一辈的翘楚勇士 才能够通过黄之公的测试 凡是通关的勇士 都将获得黄旗加深 之前钱多多给自己的黑色钥匙 不就是黄之公秘药吗 正好可以激活这个破旧的法阵 下去吧 太古龙女带着萧涵落在法阵之上 萧涵拿着这把钥匙 将它插入到了破旧的法阵当中 下一秒 整个法阵开始散发阵阵金光 这些金光形成点点精力 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大门 全幅通告 黄雀城玩家 萧天策 成功开启黄之公隐藏秘境 只要等级70级以下 实力80级以上的玩家都可以进入 左标 54,632 87,26 全幅通告在34个组成的上空传响 卧槽 你们黄雀城是真的牛逼啊 之前开启了一个山海秘境 现在又开启了黄之公隐藏秘境 我记得这个 好像是所有隐藏任务中 难度排名第三的隐藏任务 这不仅是一个秘境 更是一个隐藏副本 之前山海副本里面很多经验胶囊 这个黄之公里面 好像很多可交易黄金装备 装备不都是可以出售吗 可交易的装备有什么好处吗 不都是一样的吗 不用交5%的手续费啊 你个傻逼 冲冲冲 我要去黄之公试一试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一波我就能够起飞了 得了吧 老哥 你好好听听吧 70级以下的等级你 虽然达到了 但是80级以上的实力 你达到了吗 话是这样说 但是还是有很多玩家 想要去碰一碰运气 反正就算进不去也不亏 如果进去了的话 那就是写传 另外一边 黄雀城前 多多也听到了这一道消息 他抬起抬头 看着天空 脸上露出了一抹的微笑 这绝对称得上是倾国倾城 绝美 此刻 黄之公大门被敖一尘推开 提示 你的实力符合标准 可以进入黄之公 萧涵和太古龙女 刚刚进入大门之内 下一秒 这个大门便再一次关闭 将其他到来的玩家 隔荡在大门之外 喂喂喂 天色大神 你等着我啊 带我一个啊 看来 我们还是晚来一步 你们都让开 让我使出全力 我看看 我能不能推开这个大门 急风斩 砰的一声 剑刃砍在大门之上 门没有推开 反而剑尖被弹飞几十米远 玩家手中只留下了一个剑柄 提示 你的实力不足 不能进入隐藏秘境 黄之公 兄弟们 你是爱搞笑的吧 不是 你们好好看看 绝对是搞错了 我的可是疾病常见啊 居然这样被弹伤了两半 兄弟 你先别顾着逼逼 你的剑尖 直接将我刺成了残血 这笔账怎么算 纵然在大门之外 很多玩家都在奋力发起攻击 但是八十级的门槛 对于他们来说 完全就是一座 无法翻越的大山 出来吧 天安神女 出来吧 暗黑之女 主人 主人 小寒点头 我们走吧 小寒带着三人 朝着前方走去 可这时候 天安神女突然开口 主人 我学会了一个新技能 伤害不高的 我能试一试吗 天安神女 眼巴巴地看着小寒 而小寒 直接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操 天安神女 要是技能 瞧瞧 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 而且 还保证知杀生物 不造成毁灭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特别是现在 小寒脑子服 献出的各种场景 长毛刺穿后山 太阳砸碎血域 风卷黑海 雷劈黑鸭副本 你就告诉我那次 你的技能普通过 小寒头皮发麻 不是自己不相信 天安神女 而是自己太相信 天安神女 群体技能 还是交给暗黑之女来吧 你负责单体伤害 就好了 小寒多少 还是有点不放心 于是开口说道 下一秒 黄家重地 禁止入内 围者 死 黄家士兵 等级LV70 生命值87W 攻击力10W 技能黄气加深 冲锋 阵列在前 介绍 黄之公强大的护卫 他们已经守卫了 黄之公无数年 陪着自己的王征战 无数个地方 二十多个七十级的 黄家士兵 就怕就算是 将金色大门之外 所有玩家放进来 恐怕击杀眼前的 这些黄家士兵吧 但是 对于肖寒来说 简直太简单了 暗黑之女 暗黑之女 从肖寒的身后 走上前来 身上滚滚杀气 显露而出 这些黄家士兵 健壮 果断摆出一个 锦字阵型 这里是黄家重地 硬闯者 只有死路一条 刷 这话一说出口 下一秒 这些黄家士兵 每个人的头顶 都开始出现了 淡淡的金黄色气息 然后汇聚在一起 巨大的悬空阵法 只要是这个阵法里面的 黄家士兵 实力至少提升20%左右 但是 然并乱 暗黑囚牢 暗黑之女 对着前方伸出手中 无尽的黑气 从黄家士兵的脚下升起 构成一个 巨大的黑色牢笼 硬闯者 杀 围令者 死 冲锋 20多名黄家士兵 趁着黑色牢笼 并未成形之前 对着暗黑之女 直接冲了过来 但是下一秒 暗黑之女 举起了另外一只手 将黑暗魔法书 丢到半空中 书籍迅速翻开 暗黑排斥 碰 强大的排斥之力 直接将20多名 黄家士兵推了回去 位于暗黑囚牢当中的 黄家士兵 只有死路一条 暗黑之女 右手对着前方 轻轻一捏 暗黑囚牢 瞬间收缩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20多名 黄家士兵 全部绞杀 伤害 87w 伤害 87w 伤害 87w 大片大片的红色 伤害数值 飘落而出 同时 还有十几道系统 提示音传了出来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黄家士兵 获得经验值1.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2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黄家士兵 获得经验值1.2w 一共25名黄家士兵 一拨下来 萧涵获得了30w的经验值 如果再算上工会 10%的经验加成的话 就是33w 还算是不错 如果再来试播 这样的黄家士兵 自己的等级 也可以提升到64级 不愧是隐藏副本 经验值就是高 真爽 当然除了这些经验值之外 萧涵还获得了很多黄金装备 黄金二阶装备 黄极铠甲 LV60不可交易 12件 黄极铠甲 LV60可交易 13件 萧涵就简单地看了看 关于黄极铠甲的七件套效果 因为有黄气加身的特殊技能 所以这套装备的作用 对于自己来说 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它更适用于一个团体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成批量地 将它们用在自己的召唤 生物身上的话 那么召唤生物的实力 将因为有黄气加身的特殊技能 增强至少20% 同时 还有神级装备自带的 祥瑞之泽技能 这一套加成下来 召唤军团的实力 直接无敌 看来得想办法 获得更多的黄极铠甲才行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便开始继续前进 另外一边 黄之将军 火来到皇宫之中 单膝跪地 武皇 有人闯进来了 黄之将军对着 坐落在皇椅上的人开口说道 多少人 四人 四人 这话 倒是让坐落在皇椅上的皇陵 惊了一下 我黄之公这么数百年来 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没想到 这百年以来 进来的人 居然只有四个人 终究是我黄之公没落了 还是我黄陵提不起 守护之剑了 黄之公 好歹也是他黄陵的宫殿 有人来攻打 也实属正常 但是要打 至少也应该是几百万 甚至是几千万的士兵 来攻打 否则的话 黄陵还真不放在眼里 可现在 进来的人 却只有区区四个人而已 吴皇 这个人四人 只有一个人出手 就杀了守护巡逻队 他的实力不弱 哦 是吗 黄陵突然来了兴趣 让金将军 带着他的士兵 去会会他们吧 遵命 吴皇 黄之将军点头 离开了皇宫大殿 而此刻的萧涵 从刚才杀了守卫巡逻的 二十多个皇家士兵之外 又突然冒出来好多士兵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是皇器加身 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在萧涵的面前 他们也不过耳 暗黑囚牢 暗黑粉碎 伤害 87W 伤害 87W 总共击杀皇家士兵 127名 获得经验值 167.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67.2W 获得黄金二阶装备 皇级铠甲48件 不可交易 皇级铠甲39件 可交易 爽 加上之前获得装备 一共就是112件 算下来 至少也有16套 继续往前走走看 说不定还有更高一级装备 话音刚落 一把金色的长枪 对着萧涵射了过来 主人 小心 熬一沉挡 在萧涵的面前 下一秒 天安神女 右手手掌伸出 一个巨大的保护盾牌 赫然出现 长枪落在盾牌之上 发出金属的碰撞之声 紧接着 一道身影 忽然闪现而出 他捏住这把 被格挡下来的金色长枪 一个转身 长枪在空中 划出一道完美的金色圆弧 刷 长枪再一次砸在了 盾牌之上 碰 随着一声崩坏 长枪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你在跳舞吗 萧涵站在巨盾后面 淡淡地看着眼前的 这个叫做金将军的生物 开口道 还妄想攻破 天安神女的保护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在萧涵的眼中 他就是在跳舞 金将军掌枪一收 一个后空帆 朝着身后跳了出去 老夫纵横江湖几十载 魏无皇打下多少江山 你居然敢说 老夫的杀招是在跳舞 入侵者 我承认 你能够出现在这里 确实说明 你的实力还不错 但是也仅仅只是还不错 既然敢擅闯皇家重地 你今天必死无疑 皇家军何在 金将军手捏长枪 眉宇纵横 长枪往脚下用力一蹴 身上的气势 瞬间暴涨数倍 而他身后的皇家军 更是先前一步 踏地之声 震耳欲聋 就连萧涵看了 都感觉有些震撼 这里至少有上千名士兵 他们头顶的皇器 更是浓郁的不能再浓郁了 看到这里 萧涵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金燕直啊 V90 生命值135W 攻击力17W 技能枪战八方 金龙魂纵横扫传堂枪 介绍 五大皇宫将军之一 金将军 90级135W的生命值 还有17W的攻击 只能说很强 但是这个很强 也只是对于普通玩家而言 烈阵 金将军一声令下 身后上千名皇家士兵 全部是高举手中的武器 战成一个剑阵 萧涵淡淡一笑 暗黑之女 解决掉这些士兵 天安神女 杀了金将军 一声令下 天安神女和暗黑之女 同时冲了出去 暗黑粉碎 无尽的魔器 从暗黑之女的手中 释放出来 纵然这些士兵身上 有浓郁的黄气加深 但是依旧是被这 无尽的魔器给覆盖 一时间 整个皇宫都被魔器弥漫 而在魔器之中 也就只有金将军手握长枪 从里面冲了出来 但是有用吗 他要面对的 可是天安神女 你们这些附庸者 都得死 金将军对着天安神女 发动了最强攻击 长枪直指天安神女 没心 可当长枪落于 天安神女面前的时候 一根手指 直接挡住了这道攻击 你在跳舞吗 羞辱 赤裸裸的羞辱 短短一分钟之内 堂堂金将军 居然同时听到两次 一模一样的话 自己可是 皇之公武大将军之一 怎么能够容忍 这种羞辱 你们这是在找死 金将军彻底愤怒了 右手成长 拖着长枪底部 狠狠地朝着 前往前方推去 欲要刺破天安神女的手指 可瞎一秒 天安神女轻轻一弹 长枪瞬间破碎 金色粉末 飘然落下 金将军猛了 自己纵横 沙场几十载 没想到 居然遇见了这么一个妖孽 以往都是在万军丛中 取敌将首级 现在居然全力一击指 为刺破这家伙的手指 可问题是 手指没有刺破 结果长枪 还被对方对毁了 开什么玩笑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此刻 在金将军眼中 天安神女 就是一尊沙神 他想逃 但是浑身提不起一丝力气 啪 这时候 天安神女一巴掌 打在金将军的脸上 伤害 135W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皇之功 武将之一 金将军获得经验值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W 反观暗黑之女这边 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绞杀现场 274级的等级 也不是开玩笑的 即便这里 有上千名70多级的皇家士兵 那也根本挡不住 黑暗之女的攻击 刷刷刷 伤害 87W 伤害 87W 伤害 87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皇家士兵 获得经验值1.2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2W 总共获得经验值1331W 等级提升至 LV67 151W402W 提示 你的背包空间不足 请尽快清理 还不错 这一波把等级 从63级一波提升到67级 很爽 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背包空间不足 真的很麻烦 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 可是好几百件黄金装备啊 算下来 至少也有102套左右 只能先看看 能不能现场 给召唤生物 更换装备了 小韩点开召唤生物的装备栏 上面的装备是 可移动状态 也就是说 可以更换 Nice 于是小韩 直接给自己48张召唤卡的装备 全部换成了黄金装备 虽然现在 还不是神级 但是可以先把这些装备 带回去之后 再慢慢处理 处理完这些 现在摆在小韩面前的 除了5件LV60黄金二阶 可交易装备之外 还有30套LV30的 白银神级装备 老天啊 这些装备 要是带不回去 岂不是血亏啊 就算是亏本大甩卖 也能够在魔都买一套房了 小韩看着眼前的装备 有些发愁 要是能够有一个 收纳的道具就好了 就像之前山鬼 给自己的那个戒指 就可以用来收纳装备 忽然 但就在这个时候 黄之公另外四将 同时出现在了小韩的面前 入侵者 你居然敢杀了金将军 你已经触犯了 皇家最严重的条例 你今天必死无疑 四大将军 二话不说 对着萧涵就冲了过来 好家伙 不能怪萧涵了 是他们自己 要来撞在枪口上的 天安神女 暗黑之女 两女冲出 纵然四大将军 身经百战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经验和阅历 都是摆设 水龙坛 树枝缠绕 土葬 火海燎原 四大技能齐齐攻来 而暗黑之女 只是翻开黑暗魔法书 根据里面的法术施展 暗黑反弹 漆黑的保护 赵将自己和天安神女 笼罩起来 当技能打在这个 保护罩上面的时候 这些技能 全部被反弹了回去 反弹技能 伤害削弱40% 看到这一幕 四大将军脸都绿了 这辈子 没有想过自己打自己 保护罩解除 天安神女顺势跟上 四连巴掌攻击 直接送走了 这四个将军 恭喜你 获得总共经验值 44W6 获得 可交易 黄金二阶 装备四件 获得道具 极品收纳戒指 黄金装备 萧涵看都不看 但是 这极品收纳戒指 倒是让萧涵眼前一亮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美滋滋的 极品收纳戒指 作用 收纳装备 空间 2000套装备 空间完全足够 先把装备 全部收到戒指当中再说 来到皇宫中央 此时的皇宫 没有一个士兵 更没有一个武将 在萧涵眼里的 只有一个皇义 而皇义之上 坐着一个人 黄灵 黄之宫boss 黄灵 等级 LV110 生命值 167W 攻击力 27W 技能 黄之根源 黄泉 剑名十八士 千军万马 介绍 统治黄之宫的最强者 他是曾经的王 因为没有敌手 自封黄之宫 只有强者 才能够进入其中 他一只 在等到一个强者 拥有整个江山 又如何 拥有天下 又能怎么样呢 我需要对手 我渴望对手 看着这个剪剪面板 小寒只能说 这个boss很狂 而且等级 还达到了110级 恐怕除自己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 70级以下的玩家 都没有办法 能够通关这个副本boss吧 这也不是自己凡尔赛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 欢迎来到黄之宫 这个宫殿我创建了数百年 我选了五个最强的将军 他们陪我打下无数江山 我敬重他们 但是我也厌恶他们 纵然对外他们的实力再强 但是在我手中 他们依旧抗不过一招 我已经开始厌恶这个黄之宫了 我不想要这所谓的天下 看见萧涵的出现 黄灵的脸上露出了 难以言语的兴奋 嘴角的笑容 已经快要拉到眼角了 他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能够击杀他的五大将军 而且能够完整地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说句实话 仅凭这一点 就已经让黄灵 有了出手的理由 但是 为了表达对你的尊重 我决定让你先出手 否则一旦我出手 下一个对手 我可能又得等上百年 黄灵依靠在黄义上 淡淡地俯视着 攻击的 如果萧涵能够接住一招 还好 但是如果接不住的话 他说不定会因为力量过大 一不小心杀掉萧涵 他可不想再等上百年 这个时间太久了 我来吧 主人 暗黑之女走上前去 缓缓举起手掌 透过指缝 暗黑之女直勾勾地看着黄灵 嘴里呢喃着 暗黑粉碎 煞时间 龙玉的黑气 从黄灵的座位下方渗透了出来 不好 好强的杀气 这股杀气 远远超过了金将军 两倍 四倍 十倍 要是自己被这股魔气吞噬的话 自己百分之一万会死亡 本来坐在黄椅上 俯视萧涵的黄灵 忽然手掌一用力 脚步一踏 直接从黄椅上跳了起来 浮于半空之中 齐黄剑 剑来 大殿之内剑鸣之声撤响 一把金黄色的大剑 出现在了黄灵的手中 单手执剑 在面前画出一个大圆 我承认 是我小看了你 你的实力 已经有了让我出手的资格 剑鸣第十八事 屠鹿急杀剑 黄灵捏住长剑 对着暗黑之女杀来 剑身之上 除了金黄色的黄气之外 还有一股深红色的杀意 这一刻 萧涵只是有点想笑 什么狗屁 让你有了出手的资格 全他们的是在放屁 暗黑之女 也就释放了一个小招而已 就给你吓成了这样 让你反手 就是一个大招抵挡 黄之公的面子 都被你丢尽 刷刷刷 黄灵手握长枪 在空间上跳跃 下一瞬 剑盲就已经出现在了 暗黑之女的面前 咔嚓 黄灵手中长剑刺出 暗黑之女身上的保护 照给轰破 有点强 但是还不够 暗黑之女 开口轻声道 反观黄灵脸色大变 他万万没有想到 剑鸣十八事最强一击 居然只能轰碎 暗黑之女的一个保护罩而已 赶忙后退 手握急煌剑的他 此刻不得不重新看待 眼前的这个家伙 前所未有的强 不过正好 我还有一招 只要你能抵挡 以后你就是这里的王 黄灵将手中的急煌剑 丢到半空中 他双手展开 恐怖的黄气 从他身上 全部释放了出来 虚影 在急煌剑的映照之下 黄灵的身后 出现了无数虚影 一千金枪骑士 一千天将 五万金射手 十万金甲士兵 我的最强阵容降临吧 千军万马 虽然全部是虚影 但是马蹄之声 却是在整个皇宫当中撤响 无数黄气 更是发了疯一样 在这些虚影身上肆虐 回过神来 黄灵死死地看着萧寒 他脸上神情 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所有人当中 我黄灵远称 你为最强 但是 在这一招面前 所有人都得死 数百年的成绩 他将自己所有力量 都凝聚成为了千军万马 等的就是一个 最强者的出现 而萧寒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然有资格 让自己使用这一招 忽然间 千军万马朝着 萧寒奔腾而来 说实话 场面震撼 就连萧寒都忍不住 倒出了一口凉气 天安神女 听到萧寒的呼声 天安神女走上前来 将黑暗之女挡在身后 主人一定是给自己机会 释放技能了 一定是这样的 天安神女双手核实 一个小太阳出现 从他手中出现 主人 看好了 这个技能 是我专门研究的 我已经将他的能量 缩小了很多倍了 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承受他的攻击 小太阳的光辉 天安神女 直接将小太阳丢了出去 萧寒猛了 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谁叫你放技能了 叫你施展放保护照啊 这种情况不放保护照 你放个小太阳 搞个鸡毛啊 而且 你这小太阳 还没有乒乓球大 这东西有个屌用啊 还什么狗屎小太阳的光辉啊 你还以为 是太阳神的照耀啊 萧寒人都傻了 本想让天安神女 施展保护技能 抵挡这个皇陵的 千万金甲骑兵攻击 可天安神女倒好 直接释放了技能 搞错了 全部都搞错了 于是 萧寒赶忙回过神来 天安神女 你 萧寒本想拦住天安神女 可下一秒 这一幕场景 直接给萧寒看呆了 当千军万马碰到小桥的时候 这个小太阳迅速膨胀 虽然不至于 比进整个太阳行星 但是 从这爆炸反应来看 不亚于一枚洲际导弹 哄 恐怖的爆炸在 这个皇之宫传开 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将整个皇之宫彻底笼罩 主人 你刚才说什么 天安神女开口淡淡地问道 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 牛逼呗 本来想好好地骂骂天安神女 但是看见现在的这个情况之后 他只能说一句 你牛逼 请告 隐藏副本秘境 皇之宫 破损程度达到99.99% 秘境破碎 不予修复 副本破碎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整个34成 所有玩家 全部是愣住了 就连一直在金色大门之外的玩家也傻了 老天啊 我都还没有进去 你就给我说 这个副本已经破碎了 这天色大神 是要断所有人的生落 这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 天色大神 又毁灭了一个副本 他是来刷图的吗 很强 我现在才明白之前 8253星首寸的那个后山 就是天色大神毁灭的 100% 算了算了 这个副本和我们没有缘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里面的黄金装备 大家想都不要想了 一听到副本破碎 大量的玩家也就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在外服 A国领地之上 一个叫做卡修斯的玩家 回到了天煞 工会里面 会长 有一个消息 不知当讲不当讲 什么消息 难道是二国那些人 要翻天了不成 会长 鬼煞 陈生道 道也不是 前几天 90图华夏开服之后 直到现在为止 华夏已经有人等级 达到了60多级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应该重视一下 鬼煞 眉头稍微皱了皱 华夏服的开服时间 要比外服的开服时间 整整晚上半年 对于这一点 本来有人去90图 研发公司闹事 却发现 整个公司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当时看到这一幕 情景的时候 警方 军方全部都震惊 明明90图的所有运转系统 全部都是公司里面 却没有一个人操作 说来也是奇怪 就连所有玩家 都在使用的提线系统 都是公司电脑 自己在操作 所以在得不到 官方回应之后 这件事 也就不了了之 悲剧的是 华夏人 只能登陆华夏服 外服则是 除了华夏人之外的 所有人都可以登陆 也因此 华夏人的等级 被无限压榨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 血液有人的等级 达到了50级的缘故 卡修斯 你是觉得那些华夏人 能够起舞吗 一个比我们晚开服半年的人 在我们面前 就是一个小垃圾 会长 鬼煞 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可是会长 华夏服 开服不过几天 就已经有人等级 达到了60多级 而且还连续毁掉了 好几个副本 这几件事 虽然有些离谱 但是却是真事 我觉得 卡修斯什么时候 就连你都开始害怕 那些华夏人了 再 鬼煞 看来 无论华夏人到底有多强 这个优先开服的差距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弥补的 而且什么 连续毁掉好几个副本 对了 会长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工会有一个叫做引联的会员 他之前不是因为杀的人 过多去了血狱了吗 是的 但是现在他回来了 据说是打败了血狱当中的提罗那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身上 始终都有一个血红色的印记 自从肖涵将血狱所有职责 交给提罗那之后 所有的终极 红名玩家只需要打败提罗那 便可以回到自己之前的主城 但是 只要是在血狱待过的人 就算离开 身上也都会有一个血红色的印记 那是什么东西 会长 鬼煞 忍不住问道 卡修斯走上前来 打开了一个图片 这是影联发给卡修斯的一张截图 血红色印记 类型 血欲离开之人 效果 未知 介绍 所有经历过终极红名的玩家 都将受到红名制裁者的审判 审判 是的 至于是什么审判 没有人知道 现在整个外服 都没有关于红名制裁者的任何消息 给我查 包括所有NPC在内 联系所有关系网络 看看这红名制裁者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的 会长 我这就去处理 卡修斯转身离开了工会 M国 猎雄工会之内 会长 你终于回来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从血液回来的大块头 坐在这个工会的椅子上 我们的好朋友 华夏国的人 他们已经有人等级达到六十级了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M国和华夏国向来是好朋友 现在华夏国被90图官方孤立 单独成为一个服务区 M国的人当然希望 华夏国的实力能够尽快提升上来 这样的话 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华夏国 自己都是非常有好处 对了 会长 还有一个消息 据说要不了多久 华夏服就会和外服合并了 听到这消息 大块头顿时就站了起来 合并 现在90图研发公司 不是没人吗 这消息哪来的 就连90图研发公司都没有人 怎么可能又会传出来 关于华夏服和外服合并的消息呢 会长 虽然明面上说 90图研发公司无人 可是关于他的一切 都在完美的运作 包括这个消息的传播也是一样 一个超大型游戏 居然无人运作 这不是扯淡吗 虽然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但是现在90图的现状 就是最好的解释 那关于两个屈服合并的消息 官方有其他的解释吗 暂时还没有说 但是这个消息 只有我们外服收到了 估计还要过几天 华夏服才可以收到 一时间 各种消息在外服 开始出现了一阵阵风波 而整个华夏 却还沉浸自己的世界当中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黄之宫BOSS 黄灵 获得经验值2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W 获得D级召唤卡 黄灵 成功占据隐藏副本据点58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5亿 获得道具 齐黄之 恭喜你 完成隐藏任务 请尽快将道具 齐黄之交给钱多多 他似乎已经很难受了 黄之宫一行 收获还算是不小 现在先看看 这张召唤卡能不能优化吧 叮咚发现一个可以优化的召唤卡 是否现在进行优化 想不到还真的可以优化 萧涵果断点下了优化按钮 叮咚 恭喜宿主获得S级级品召唤卡 炎蒂 卧槽 又是一波S级召唤卡 加上这张召唤卡的话 自己的S级召唤卡已经有4张了 这也太爽了吧 召唤生物 炎蒂 品阶 S级级品 等级 LVE 实力 极佳 职业 剑士 生命值 1600 攻击力 510 消耗魔法能量 100点 据点 黄之宫 隐藏据点 这张S级召唤卡还只是一级 攻击力就已经达到了510点 这比暗黑之女一级的时候还要强啊 真是太好了 S级召唤卡越多 也就意味着萧涵的实力越强 还是先回工会吧 回过神来 萧涵收起召唤生物 带着太古龙女朝着黄雀城飞去 工会之内 因为萧涵一直没有回来的原因 秦安娜嫌得无聊 从至尊宝箱之内 自己拿了100W铜壁逛街去了 主人这几天有点操劳过度 我得帮主人减轻一下负担 秦安娜右手拖住下巴 仔细一寻思 之前主人休息的时候 只能够在那把椅子上休息 那可不行啊 坐着休息会伤腰啊 男人腰一定要保护好才行 那就这样决定吧 先去家居店看看 有没有好一点的床 秦安娜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于是他快步在黄雀城的街道中穿梭 那道完美的身影 让不少的玩家都忍不住侧目 我的老天 这是谁啊 谁家的人跑出来了 穿得也太凉快了吧 我去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怎么看上去像是一个仆人呢 兄弟 你不用怀疑 这就是一个仆人 而且是天侧勇士的仆人 我见过的 真的很大的 哦想起来了 这就是天侧勇士之前抽中的那个SS级仆人 秦安娜是吗 我去0.001的概率都能够抽中 天侧勇士是真的离谱啊 有一说一 不愧是SS级仆人 我爱了 我爱了 兄弟们 你们快看看 这家伙现在要去哪 他去的地方好像是家居店吧 去哪干什么 看着秦安娜的身影 其中 浮云工会的玩家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在想起之前从工会旁边传来的咚咚咚的声音 他们就忍不住胡思乱想 我们快跟过去看看 浮云工会的玩家带头朝着家居店赶去 就这样 秦安娜在黄雀城的街道中央蹦蹦跳跳 而她的身后几十名玩家在身后躲躲藏藏 你好 老板 你这里有一百平方米的床吗 此言一出 秦安娜身后的那些玩家全部是惊呆了 直接实话当场 来买床的 好家伙 这信息量有点大 不知道送床单吗 这该死的画面感 小姐你好 您刚才说什么 老板有些不敢相信 一百平方米的床 你家里要睡几个人啊 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一百平方米的床 秦安娜再次开口 有倒是有 只是这床是不是太大了 我想问一下小姐 你家几个人睡啊 老板道 就主人一个人吧 这话说出口 秦安娜用右手托起了自己的下巴 认真地沉思了一瞬 摇头 如果是早上主人醒不来的话 自己还得负责叫床 那这样说的话 加上自己应该是两个人 等等 还有依晨姐姐 她经常陪着主人四处奔波 应该挺累的 那就先按三个人来计算吧 于是乎 秦安娜对着老板比了一个三 暂时是三个人吧 那小姐 如果是三个人的话 我建议你买十平方的床 这样的话 秦安娜当即就摇了摇头 那不行 有点小 主人喜欢大的 啊 老板脸色一黑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 也不知道正经不正经 反正老板承认此刻的自己 多少有点不对劲 那好吧 小姐 这一百平方的床 需要50W 你是怎么支付呢 秦安娜二话不说 就给了50W同币 交给老板 老板也是迅速 给了一个一次性收纳盒 这个收纳盒里面 就是小姐需要的东西 到时候小姐 只需要打开收纳盒 床就会出现的 秦安娜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往工会走去 水房 小韩回到了这里 对着门口的几个大汉问道 钱多多 现在在什么地方 老板 现在在95至尊包厢 左使大人 可以去那找老板 小韩迈步朝着 95至尊的包厢走去 推开大门 钱老板 你要的东西 我给你拿到了 按照约定你 应该将水房 49%的资金来源交给我 这话刚刚说完 小韩就看见钱 多多挂着冰丝连衣 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看呆了 没 真的是绝美 虽然之前小韩见过一次 但是现在再见 也依旧会觉得赏心悦目 不愧是黄雀城 三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但即便是这样 小韩还是向后退了两步 左使大人 这就你我两人 大可不必这样 钱多多微微一笑 落落大方 钱老板 你把我萧某人 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看着小韩如此 钱多多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行了 左使大人 齐黄之带回来了吗 小韩将齐黄之 交给了钱多多多 这就是齐黄之 钱多多接过齐黄之一看 是这东西没错 不愧是左使大人 黄之公秘境 已经有百年无人踏足 你还是第一人 你果然很强 我没有看错人 那水房49%的 资金来源 什么时候给我 钱多多笑了笑 左使大人 还是这么着急 你放心好了 钱我是肯定要给的 但是 得等到我去除这 新月之血之后 再给左使大人 那行 需要多久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给你 没问题 那我在这里等你 小韩寻思之前 多多去找治疗师 一缺一个小时就可以回来 自己正好可以在 水房最高级的包厢里 休息一下 而且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不是很久 自己也不打算 趁着这个时间 去领取其他任务 于是 小韩就在九五之尊 包厢里面躺了下来 左使大人 要不你还是先离开吧 钱多多看着小韩 意味深长地问道 钱老板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堂堂 水房老板 变得这么抠了 不至于吧 而自己 又没有点其他服务 也不对水房 造成任何损失 就在小韩诧异的时候 钱多多倒是笑了笑 如果左使大人 愿意的话 那就待在这里就好 只是之后的话 可能会辛苦左 使大人一段时间了 这话说完 钱多多咬了一口气黄汁 小韩闭着双眼 翘着一个二郎腿 躺在包厢当中 要在这里等上一个小时 确实也是够辛苦的 但是也还好 至少比 坐在工会的椅子上等 要舒服得多 没事 钱多多 你就放心地 去找治疗十一去吧 要是你觉得 想补偿我的话 就给我60%的资金来源来 也是可以的 这话说完 过了九秒钟 小韩越想越不对劲 刚才这家伙说的什么 什么叫之后 会辛苦我一段时间 这语言文字有问题啊 小韩猛地跳了起来 一种不好的预感 从心里直接窜了上来 然后 他立马转头 看向了钱多多 这家伙当着他的面 已经将其黄汁 吃了一大半 而他身上的那些星月之血 也在这一刻 全部激发了出来 操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家伙不是 要拿着奇黄汁 直接去找一雀吗 怎么自己拿着这个奇黄汁 就吃了起来 这东西 是这样吃的吗 而且奇黄汁 不是应该去除 这个星月之血的诅咒吗 现在怎么反而 还直接将星月之血 全部激发出来了 小韩眉头紧皱 赶忙一把将这个钱 多多手中的奇黄汁 抢了过来 奇黄汁 类型 唯一材料 品阶 神级 作用 去除星月之血 效果 使用者将在短时间之内 进入爆发状态 只有当体内星月之血 全部燃烧之后 才可以完全去除 介绍 血液燃烧之时 使用者很可能会死亡 要想活下来 只有两种办法 一 意志力坚强的人 可以活下来 二 是 关于介绍这一栏 第二种存活方式是什么 暂且不说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星月之血 在体内燃烧 难道各位会以为 钱老板 是意志力坚强的人吗 其实不是的 但凡钱 多多意志力坚强 也不至于 让小韩离开这里 忽然 就在这个时候 小韩感觉 正有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自己 这种感觉 就像是自己浑身上下 全部被看穿了一样 小韩抬头 只见 这钱多多正缓慢地 走向自己 他的眼神妩媚浅迷离 脸上泛起的一丝飞红 那是星月之血在燃烧 这还是钱老板吗 咕噜 小韩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回过神来 钱老板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小韩自知不妙 带着敖一辰 就朝着九五至尊包厢的门口走去 眼睛完全不敢 和钱多多指示 因为那双眼睛 绝对能够吃人 真的 左使大人 我给了机会 让你离开的 现在想走 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钱老板 我小某人从认识你开始 我就知道 你是个意志力坚强的人 你一定可以 去除星月之血 小韩不敢停留 脚步越来越快 星月之血 家族遗传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人 能够活过二十五岁 难道你以为 我就能够活过去吗 我之前确实说过 如果左使大人 能够帮我拿回机黄汁 这水房 百分之四十九的资金来源 都将属于你 我绝对不会食言 钱多多走到小韩的面前 都变得滚烫 但是 钱多多将小韩推到了墙边 我改变主意了 只要我星月之血的诅咒去除 水房百分之九十的 资金来源都将属于你 小韩愣住了 这是用钱 在收买自己啊 这家伙已经疯了 星月之血的燃烧 已经让钱多多的意识 开始模糊起来 不不不 小韩赶忙摇了摇头 自己绝对不会 被金钱所诱惑的 九年义务教育 教导了自己 要做一个合法的公民 想是这样想 但是钱多多的狂暴 他根本挡不住啊 提示 星月之血诅咒限制 五米范围之内 禁止使用任何位移 空间移动 凌晨四点 水房这里 依旧是拒绝了很多人 站在门口的八个壮汉 互相对视了一眼 你们说 老板这一次 真的能够解除这个诅咒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老板 为了这个诅咒 已经付出太多了 我还是相信老板的 此次左使大人 是真的很强 莫想到 居然真的能够 从黄之宫里面 取回七黄之 我是真的佩服 有了七黄之 老板一定可以解开诅咒的 几年前我就听老板说 如果他真的能够解除诅咒 那么他 一定会将水房产业 衍生到每一个主城当中 我誓死追随前老板 我也是 还有我 回过神来 八个壮汉继续守着水房 时间也很快 到了凌晨五点 九五之尊包厢之内 依旧是一片 闪着星月之血的红光 这也就意味着 诅咒还没有完全解除 而且 或许是因为星月之血的影响 熬一尘的瞳孔 开始变成了金黄色 这更像是一双龙眼 本来这家伙 就因为回不去据点 所以 他的体力 就一直成了消寒头疼的问题 但是好在后来 找到了擎天铠甲套装 才得以缓和 可是 此时此刻 在熬一尘的头顶上 也开始出现了血红色的属性 削弱树直 熬一尘 体力 100 熬一尘 体力 100 熬一尘 体力 100 擎天铠甲套装效果 每一秒恢复1000点体力 纵然有擎天铠甲套装效果 但是在一秒 消耗1800点体力面前 根本就恢复不上来 凌晨6点 小韩带着熬一尘 一个传送 回到了工会当中 秦安娜 拜见主人 奥安 见过主人 小韩将熬一尘交给了秦安娜 然后便坐在椅子 真是操蛋 就算让自己去杀整个魔族 也比这好啊 我堂堂小韩何曾受过这等委屈 而且还不是被玩家 是被NPC 老天啊 如果不是自己属性惊天人 现在哪心思坐在这里 秦安娜 你带着熬一尘去休息吧 秦安娜看着浑身无力的熬一尘 忍不住问道 主人 一尘姐姐 这是怎么了 她没有受伤吧 小韩脸色一尬 受伤 她还受伤 受伤的明明是自己好不好 但是自己一生要强 绝对不会告诉秦安娜的 她只是有点累了 你带她去休息一下吧 好的主人 哦对了 主人 我去家具店买了一张100平米的床 主人要去休息一下吗 秦安娜眨了一下眼睛 小韩赶忙摇了摇头 不料 不料 小韩也不知道自己休息了多久 反正等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 一道提示音忽然传了过来 叮 恭喜你 获得水房90%的资金来源 今日获得 720W铜币 是否全部存入到了至尊宝箱当中 是的 当前至尊宝箱铜币 2亿0820万 一天净收入720W铜币 一个月就是2.16亿 折合下来的话 差不多就是2160W现金 还是非常可观的 只是付出有点大 叮 今日份召唤生物经验值领取 获得109440W 当前总共可以使用召唤生物经验值 118440W 定 今日份 制裁点 5000点 这时候又是两道系统提示音 在小韩的耳边响起 想不到又到了领取经验值的时刻 时间过得还真快啊 小韩倒是略感诧异 之前凌晨2点去找的钱多多 没想到钱多多一事过后 时间居然就已经到了早上 不过 正好将这个经验值分配一下吧 首先是制裁点 将它全部交给提罗娜 毕竟这家伙现在帮着自己 掌管着整个血域 不提升实力不行了 然后就是这11.844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了 于是乎 小韩又看了看自己的召唤卡 现在自己拥有四张S级召唤卡 按照之前的方法 S级肯定是优先提升的 丁是否将S级召唤卡 炎帝 等级提升到150级 确定 恭喜你 成功将S级召唤卡 炎帝 提升到150级 总共消耗经验值7900W 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110540W 随后的话 就是将之前才获得的A级极品召唤卡 黑羽之星 又灵提升到150 恭喜你 成功将A级极品召唤卡 黑羽之星 又灵 等级提升到150级 总共消耗5400W 还算是不错 现在最强阵容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四张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 已经提升到了274级 其他三张 全部是150级 另外17张A级召唤卡 也已经全部达到了150级 就现在的阵容而言 放在任何一个副本 绝对都是无敌的存在 至于那些B级 D级 E级 F级的召唤卡 暂时可以先放一放 现在最重要的是 需要打造一个 除天恩神女之外的 满级生物出来 现在阵容的输出 是完全足够的 就算不用召唤天恩神女 再来一次互乘战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 那些低等级召唤卡 就先暂时放一放 萧涵决定 将余下10个亿的经验值 全部划给暗黑之女 这一波 应该完全可以 将暗黑之女的等级一波 直接提升到400级左右 定 是否将召唤生物经验值 105140W 全部划给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确定 点下面前的按钮 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随着经验值的下降 暗黑之女的等级 也开始疯狂增加 280级 300级 350级 定 恭喜你 成功将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等级提升到426级 消耗经验值 105140W 想不到居然一波 提升了整整152级 仔细算算 平均一级 696W的经验值 光是从平均经验值来看的话 足足是之前的3.8倍 当前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等级 LV426 340W 1040W 是真的有点烧经验值 看来 要想将一个S级召唤生物的等级 提升到999级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 就是不知道 当主成副本全部占据之时 自己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能够达到多少 咚咚咚 这时候 工会大门突然被敲响了 佐史大人 在吗 工会大门之外 传来了一个大汉的声音 萧涵走过来打开大门 这不是水房的那个壮汉吗 他来干什么 有什么事吗 萧涵问 老板 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壮汉将手中的一个锦囊 交给了萧涵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获得一张 未开启的信件 未开启的信件 新月之邪已经解除 佐史大人 谢谢你 我没食言 现在黄雀城整个水房都已经交给你了 90%的资金来源 全部都是你的 剩余10%我来帮你上交给城主 至于水房打理 有小胡在 他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 移走 误念 多多 萧涵心里微微一颤 想不到钱 多多居然离开了黄雀城 不过也好 钱多多的目标 本来就不止 只是在于黄雀城而已 至少以前多多的本事来说 要想让水房遍布 整个34主城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想来 钱多多的离开 应该不是因为 凌晨自己的表现吧 萧涵寻思 也没有那么差吧 天侧勇士 想什么呢 忽然 工会门口 戈冰尼走了进来 戈冰尼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萧涵连忙收起了这封信 看向了戈冰尼 有一件事 城主和一美大人 想要和你聊聊 如果天侧勇士 现在有空的话 我们现在 就去一趟城主府吧 什么事 萧涵问 关于第十二摩杀的事情 萧涵皱眉 第十二摩杀 这家伙不是被自己击杀了吗 而且那个灰烬面具 现在也都在自己的手中 难不成 第十二摩杀又复活了 诧异之下 萧涵和戈冰尼 朝着城主府走去 另外一边 在黄雀城 前往柳城的道路上 有一队人马 现在突然停下了脚步 老板 你叫我给的那封信 我已经交给左 史大人了 钱多多穿着一身冰丝连衣 身姿依旧动人 只是隐约间 多了一丝柔情 解除诅咒的他 脸庞之上 血色不由的多了几分 他有说什么吗 钱多多多脸上 闪过半分期待 老板 左史大人 什么也没有说 我走后 戈冰尼去找到了他 听到这话 钱多多脸上的期待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便是失望 这家伙是石头吗 好歹也发生了这么多事 连一句想说的话都没有 算了算了 回过神来 钱多多带着这些壮汉 继续朝着柳城前进 走在路上 钱多多身后的这几个壮汉 忍不住互相嘀咕起来 兄弟 我能够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次老板 没有直接坐非洲去往柳城啊 小声点 这话要是被老板听到的话 你估计就完蛋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你年纪还小 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得了吧 老李 就不要在这里吹牛逼了 我来告诉你们吧 老板这次没有做非洲 都是为了一个男人 男人 主人会有男人 开什么玩笑 水房老大 可是三千年难得一遇的大美女 有谁能够配得上老板 记得吧 我们老板是谁 绝对不可能的 钱多多被公认为 黄雀城三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而且还是水房的大老板 这等优秀的人 在他们这些下属的眼里 配得上钱多多 更不用说钱 多多为了一个男人 做出一个决定了 这一点在他们这些人看来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闭嘴 你继续说 我们老板到底是因为哪个男人 说说看 左使大人 就是为了老板 取回其皇之的那个左使大人 还能有谁就是他 左使大人的强大黄雀城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老板是看上了左使大人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老板好像也很难做呀 之前今夜商会 金老板的女儿 好像也喜欢左使大人 她 还是算了吧 三千年难得一遇的丑鬼 白送我 我都不要 还想和老板 争不知好歹 身后几个 壮害你一句我一句 前方前 多多只是看着天空 有些发神 那双眼睛 依旧扑朔迷离 来到城主府 伊美和城主 死死地看着手中的纸条 眉头紧锁 而在他们 旁边站着的 就是践行者 泽亚和NPC蓝亭 城主 伊美大人 天策勇士带来了 戈兵尼功声道 真是太好了 天策勇士 你终于来了 递给了肖寒 天策勇士 你看 这是秦吉城 和柳城 发送过来的消息 紧急信件 魔族 秦吉城 从今天凌晨四点开始 秦吉城副本之内 便开始有 断断续续的魔器 释放出来 根据我们的调查 我们发现 这个这个魔器的来源 就在一个大山深处 而且 这道魔器 似乎和黄雀城 柳城 宋多都有关联 希望三位城主 能够多加注意 如今魔族进攻在即 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 关于秦吉城这边的魔器 我们已经再尽 全力去除 另外一张纸条 是柳城发送过来的消息 内容大致和秦吉城 发送过来的相差无几 正如这封信上所说 从今天凌晨四点开始 我们黄雀城 也察觉到了 断断续续的魔器出现 而且 根据我对这些魔器的追踪来看 这些魔器来源于 夜黑魔坛 NPC兰婷 从身后拿出一个水晶球 这个水晶球里面 映照的 正式副本夜黑魔坛 同时 肖寒通过这个水晶球看去 魔器竟然是从那潭黑水中 弥漫出来的 天侧勇士 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已经派人去夜黑魔坛 看过了现在夜黑魔坛当中的生物 受到魔器的影响 它们的实力 提升50%一般人进去 只有死路一条 城主咒没道 那城主的意思是 让我再去一趟夜黑魔坛 城主点头 我怀疑在这个黑水当中 有之前第十二魔杀 专门放置的东西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恭喜你 触发复仇任务 魔族风波 出端 任务 魔族风波 出端 类型 复仇任务 等级 不限 难度 极其困难 任务要求 完成对魔族的复仇 任务奖励 城主另一个 任务介绍 黑鸭血灵一事之后 魔族就开始筹划起了另外一件事 现在包括天都城被毁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魔族的计划 完成复仇 人族才能够走向真正的强大 这个任务 直接就是一个强制性任务 根本就没有给萧涵拒绝的机会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这城主令是什么鬼 难不成使用之后 能够直接成为城主 好家伙 自己好好的新手村翘楚 没想到这摇身一变就要成为黄雀城城主了 天策勇士 夜黑魔谈的事 就拜托你了 城主再次说道 没问题 城主 萧涵刚刚刚说完 旁边一美站出来 对着泽雅开口继续说道 泽雅 这一次 你和天策勇士一起去看看吗 现在 黄雀城变成现在这样 也有你的一部分原因 泽雅当即单膝跪地 全庭公主大人吩咐了 那好 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现在就出发 现在魔族进攻在即 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拜托二位了 萧涵和泽雅两人 简单告别之后 就离开了城主府 两人并肩走在大街上 幼石大人 要不和我一起 骑龙飞过去 如何 泽雅白了萧涵一眼 这家伙什么心思 泽雅难道不知道吗 上次就做了一次 结果就花了自己一百W同币 这次打死都不会再做的 萧天策 我告诉你 我泽雅今天 就算是走过去 跑过去 也绝对不会和你一起过去的 泽雅咬牙切齿地说到的 自从萧涵坑了自己 2700W同币之后 泽雅就开始打心底的 想要弄死萧涵 刚才如果不是自己的公主大人 开口的话 自己绝对不会帮萧涵 去夜黑魔谈的 绝对 嘿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今夜商会 好像不开放非洲 据说是什么金老板女儿 心情不好 今天不营业 据说是金老板的女儿 为情所困 就他那个B样还为情所困 给我送一头母猪过来 都比他强吧 兄弟 你话不能这么说 金老板的女儿 有的是钱 他们可是坐拥 整个今夜商会啊 而且 我们还是有人喜欢金老板的女儿 得了吧 不就是 想要分割家产吗 我只能说 喜欢金老板女儿的人牛逼 当真是登一官 什么都看不见 走吧 不用说了 今天的副本 我们还是自己飞过去吧 成群结队的玩家 从萧涵的身边走过去 自从金老板的女儿 从水房回来之后 就一直关在房间里面 金老板 害怕自己的女儿出事 所以这几天 全部都陪在女儿的身边 没有心思开今夜商会 自然也没有非洲出入 幼时大人 你确定 不和我一起 萧涵倒是有些调侃的 看着泽亚 泽亚脸色一黑 操 这事有点难办啊 刚刚才给萧涵说了 自己绝对不会和他一起 去往夜黑魔谈的 可现在却传来 今夜商会 今天休息的消息 这不是针对自己吗 而且 这夜黑魔谈 可是距离黄雀城上百里啊 难不成 真的要自己走过去 跑过去不成 能不能便宜点 泽亚一旧是一脸傲气 但是明显声音 比之前变弱了不少 想不到堂堂 幼时大人 终究是被现实打败了呀 萧涵忍不住 笑出了声 之前自己从泽亚的身上 怒赚2700W 现在这个家伙 估计也没有多少钱了 那就小降一下吧 八十万 你咋不上天呢 八十万 泽亚狠狠地算了 算自己身上的货币 他全身上下加起来 也不过150W 现在 萧涵开口就要八十万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这家伙是铁了心 不想让自己活了呀 来回七十五万 泽亚狠狠一咬牙 含泪砍价 成交 七十五万的价格 也差不多了 要是再加价的话 只不准泽亚气急败坏 回到工会当中 敖一辰已经恢复了过来 主人 对不起我 敖一辰有些不好意思 根本就不敢抬头看萧涵 现在 我要去一趟叶飞摩坦 你能去吗 萧涵问 可以 主人 那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 一声龙银声 萧涵和泽亚趁着巨龙 便朝着夜黑魔坛掠去 此刻的夜黑魔坛 都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魔器 所有黑蝙蝠也开始变得狂暴起来 魔剑 魔眼之主的部下 第七魔杀对着魔眼之主恭敬地说道 魔眼大人 现在传送阵也开始开启 已经有陆陆续续的魔族簇拥者 在降临人族 但是为了不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我并没有将传送阵全部开启 魔眼之主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先让第一批簇拥者降临吧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转移各个主城的注意力 魔眼大人应免 魔眼大人应免 身后十一个魔杀弓声喊道 对了 现在魔枪是恢复的怎么样了 魔眼之主再次问道 回大人 现在魔枪是魔童的能力 已经完全恢复 他现在正在前往魔界裂缝 但是 因为现在魔王大人的计划 正在进行 关于魔界裂缝的控制十分严格 恐怕 现在整个魔界裂缝 都有重兵把守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离开魔界 这也是为了魔王的计划 不被破坏 无事 魔眼大人摆了摆手 继续说道 魔枪是现在一心想要毁掉黄雀城 就算魔界裂缝有重兵把守 那肯定也拦不住他 到时候 只要他冲出去 我们就能够跟着通过魔界裂缝去到人族 而且 就算魔眼大人怪罪下来 我们也可以说是魔枪是一意孤性 还是魔眼大人计划缜密 第二魔杀开口道 此次 前往人族 你们和我一起去 魔眼之主把玩着手中的魔王中 开口对着十一魔杀说道 光是魔族簇拥者降临 魔眼之主依旧是不放心 还是决定带着自己的人全部降临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魔童 他志在必得 而且 这一次魔枪是必然不可能活着回来 去通知魔斗星使者 好的 大人 我这就去通知魔斗星使者 大战在即 一旦魔枪是单枪匹马 降临黄雀城 那么魔族的传送阵便也会全部开启 到时候 数不尽的魔族簇拥者 就会出现在人族的地盘上 当各个主城都在分担有声力量 去除掉这些魔族簇拥者的时候 就是魔眼之主最好的时机 自己带着十一魔杀降临黄雀城 利用魔皇中的力量 再次夺走众童 这一切计划 都在魔眼之主的掌控之中 而四大国度之上的三十四主城 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一场更大的危险正在悄然降临 萧天策 现在 叶飞魔坛已经到了 从现在 开始你走动我走歇 我们互不干扰 刚刚来到叶飞魔坛 泽亚就开始和萧涵划分界限 萧涵只是淡淡一笑 好像上一次 猎猿枪斗士 就是因为这样 才被割掉第二个妖子的 但愿第二人幼使大人 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妖子 萧涵无奈摇了摇头 出来 我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炎帝 暗黑之女同时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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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涵点头 看着暗黑之女 暗黑之女 有办法能够找到这里的黑气 源头是什么吗 暂时还不行 必须要有一只被魔气感染的生物 我才能够通过黑暗魔法书来进行查阅 被魔气感染的生物吗 萧涵眉头稍微一皱 还视一周 这方圆一公里 好像还没有看见一只被魔气感染的生物啊 疑这是什么 萧涵在一个树枝上 看见了一只瑟瑟发抖的黑蝙蝠 要不我走 你看这家伙可以吗 萧涵伸手指向了这只黑蝙蝠 然后好几双眼睛 全部失落在了这只黑蝙蝠的身上 本来自己身边的召唤生物等级就高 再加上一身神级装备加身 这压迫力直接倍增 黑蝙蝠见状当然是忍不住发抖 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强大过 居然能够同时让这么多大佬正眼相看 等等等 我还有话 黑蝙蝠口吐人话 但是还没有等他说完 暗黑之女这边 直接将黑暗魔法书丢到了半空中 一只漆黑的魔法触手从魔法书中探出 一把抓住了这只黑蝙蝠 一用力就将它拖入到了黑暗魔法书当中 滑滑滑 此刻黑暗魔法书在感受到一股另类的魔气之后 开始迅速翻页 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 黑暗魔法书缓缓地落到了暗黑之女的手中 上面写着一排只有暗黑之女才能够看懂的文字 主人 魔气来源就在黑水当中 里面有魔之起源 魔之起源 那是什么东西 萧寒就没问到 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 不过黑暗魔法书中记载 当有四个魔之起源同时布置成功之后 它们就相当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此言一出 萧寒双眸狠狠一争 出大事了 之前城主给自己看的那封信 上面明明说的很清楚了 现在不仅仅是黄雀城感应到了魔气 还有柳城 秦吉城 宋都也都感应到了魔气 如果真要按照暗黑之女所说来进行分析的话 那么以上三个主城的副本角落里 肯定也有魔之起源 该死 那这样说的话 这断断续续的魔气 应该就是有魔族的人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这里才对 萧寒脑海中刚刚反应过来 下一秒 一只漆黑的人形生物朝着自己快速攻来 魔族簇拥者 等级LV85 生命值120W 攻击力14万 实力削弱50% 技能魔手 介绍 当十七城尚未被占据之时 那么这些魔族生物的攻击力将永远削弱50% 居然是魔族簇拥者 一时间 大量的信息在萧寒的脑海中闪过 主人 小心 敖一辰冲上来 就是转身后边腿 将半空中的魔族簇拥者给提了下来 萧寒淡淡地看着敖一辰 并没有多说什么 伤害 12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魔族簇拥者 获得经验值0点 经验值的获取 萧寒倒是没有半分惊讶 之前在血狱的时候 爆裂火山 天安神女一招毁了山头 击杀魔眼之主 分身 之时 自己也击杀了很多魔族簇拥者 也都没有获得经验值 但是 为什么这些魔族簇拥者会出现在这里呢 难道此次魔眼之主要来了 萧寒脸色变得越加难看起来 主人 小心 黑蝙蝠和这些魔族的家伙 全部都攻来了 萧寒回过神来 赶忙对着暗黑之女说道 除掉这些家伙 然后我们去黑水处看看 好的主人 暗黑之女霜必一盏 暗黑粉碎 暗黑粉碎 绞杀之力 直接将迎面冲来的这些生物 全部杀掉 伤害 120W 伤害 52W 伤害 120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击杀魔族簇拥者 获得经验值 0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击杀被魔器感染的黑蝙蝠 获得经验值 2000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00点 清理掉眼前的生物之后 他们朝着夜黑魔坛深处跑去 暗黑之女在前方带头 萧寒随后 炎帝默默地跟在萧寒身边 而天安神女和敖一辰 则是跟在队伍最后方 一辰 我能问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 你今天的脸色 看起来好多了 天安神女忍不住 用手戳了戳敖一辰的脸蛋 Q弹Q弹的 敖一辰脸蛋一红 吞吞吐吐吐地说道 是吗 天安神女天真的点了点头 并且还用鼻子 在敖一辰的身上 闻了闻 你身上好像有主人的味道 这话一说出口 敖一辰的脸更红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天安神女的面前 敖一辰感觉自己浑身 都被看透了一样 难不成自己和主人那个的事 被天安神女看出来了吗 行了 你们俩在干什么 还不快走 萧含转过头来呵斥的 天安神女对着敖一辰挑了挑眉 随即挥动手中的十字架 Buff加成 一速加成拉满 你和你的召唤生物 一速提升1200% 说来也奇怪 自从之前暗黑之女秒 杀掉一大群野怪之后 这一路跑来 竟然再也没有遇见任何野怪 践行者泽亚这边 此刻 他正在被200多只黑蝙蝠和500多位魔族 簇拥者所包围 泽亚手握长剑 汗水已经将他的后背堵打湿 要是再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的话 他绝对会让萧涵走西边 自己走东边 这里的野怪鼠石有点多 他现在是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这些生物一起冲上来 此刻 在后方 还有几个魔族 簇拥者互相嘀咕着 在东面 还有一个人 已经朝着黑水附近靠近了 我们难道不去阻止吗 你是傻子吗 魔族第一课教的你什么 要学会紧急避险 不知道吗 可是 可是什么 那家伙吹口气 就能够把你吹死了 你还想去阻止他的脚步 你这不是找死吗 你连荡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 没错 我们现在在进行魔族第二课 尽可能的减少敌人 那个家伙 我们虽然打不过 但是现在 这个家伙 我们还是可以打得过的 我们有兄弟千千万 我们就先把这家伙处处理了 至于另外一个家伙 就交给老大吧 话音一落 也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中 喊了一声 冲呀 随后 二百多只黑蝙蝠和五百多位魔族簇拥者 全部是冲了上来 靠 泽雅被迫提起长剑 全力输出 顺斩 极鹰连斩 上伏剑 一连串的技能 从泽雅的身上打出 剑影如风 直接砍死了一只 被魔旗感染的黑蝙蝠 然后 就被魔族簇拥者 这抓了起来 这家伙我们怎么出脸 先带回去给老大吧 看看大人说 怎么出脸 我听说人族的妖子是个好东西 你们有没有兴趣 这里了 魔族起源就在这个黑水里面 暗黑之女指着黑水 有办法除掉魔族起源吗 可以摧毁 但是这里的魔族起源 已经全部开启 就算是摧毁了 它的魔力 依旧能够维持两分钟的传送 也就是说 这两分钟之内 魔族依旧可以通过这个 传送阵来到这里 那不行 如果不能立刻摧毁 这个传送阵的话 这两分钟 绝对会有大量的魔族生物降临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直接摧毁这个传送阵呢 萧涵问 有倒是有 不过需要同时摧毁四个魔族起源 否则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立刻阻止传送 操 萧涵脸色一黑 自己倒是可以灭了这个魔族起源 但是柳城呢 宋兜呢 还有青击城呢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同时摧毁 算了 还是先毁掉一个魔族起源吧 两分钟就两分钟 萧涵打定主意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魔族生物 从黑水中直接跳了出来 霸魔勇士 等级LV95 生命值165W 攻击力15W 实力削弱50% 技能 魔盾 冲击 介绍 当石七城尚未被占据之时 那么这些魔族生物的攻击力 将永远削弱50% 这个魔族生物左手握住一个巨大的盾牌 右手拿着一把长剑 人类 欢迎来到我霸魔勇士的领地 从现在开始 你将成为我的食物 我已经很久 没有吃过新鲜的血液了 霸魔勇士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下一秒 敖一尘直接冲了上去 变成了龙形态 天安神女看着敖一尘 心想 这家伙是怎么了 今天护主心切 想不到 居然还有一头巨龙 有意思 听说巨龙血 能够增强实力 不知道是真是假 霸魔勇士 看着头顶盘旋的巨龙 直接一跃而起 别看他身体笨重 但是霸魔勇士的灵活度 绝对不低 一个纵跳 直接跳起来 十米来高 霸剑气魔斩 一道暗紫色的剑气 对着敖一尘的右翼斩来 滚 主人要毁了魔旨起源 你拦不住 龙颜弹 哼 一颗巨大的火球 直接摧毁了剑气 还没完 火球顺势打在了 霸魔勇士的身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可谁知 霸魔勇士身上的魔盾 竟然挡下了龙颜弹 魔盾破碎 哦 魔法伤害 对这个霸魔勇士没用吗 天安神女 萧涵轻呼一声 但是 在这个萧涵开口之前 天安神女就已经落下来 手中的十字架 各种buff全部夹在了 太古龙女的身上 龙爪攻击 敖一尘俯冲下来 手中的长剑 但是下一刻 龙爪压住了 霸魔勇士手中的长剑 用力一捏 高额的基本属性 直接将长剑捏爆 黄雀城 城主 给我滚出来 暴力的声音 在整个黄雀城传响 只见 在黄雀城北城之上 出现了一道声音 魔枪士 在他的身上 散发着滔天的魔气 光是这股威压 都是已经让众人喘不过气来 卧槽 不是吧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魔族降临了吗 老天啊 这个黄雀城 到底是什么情况 真的是见鬼了 还有完没完啊 兄弟们 你们快看 我们的物理防御 还有魔法防御 都在降低啊 你们别看属性了 你们看战 在北城城门之上的 那人是谁 我去 那不是之前 斩杀猎猎枪斗士的 魔枪士吗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怎么现在又回来了 这家伙来报仇来了 我记得当时 好像是城主想要杀他 结果没想到 这个家伙并没有死 魔气的弥漫 让整个黄雀城的玩家 防御力双双下降 本来还以为 是整个魔族大军降临 结果没有想到 来到黄雀城的 只有魔枪士一人而已 兄弟们 不知道为什么 此次虽然魔枪士 只是一个人 来攻打黄雀城 但是给我的感觉 却要比黑鸭血灵那次 还要危险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之前天都城的朋友 已经给我说过了 之前天都城被毁 就是因为魔枪士的一个技能 一个技能毁了天都城 不是吧 难道之前 黑鸭血灵攻城没有成功 现在魔枪士 也来攻城了吗 不知道这一次 黄雀城还能不能活下来 天侧大神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之前黑鸭血灵攻城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这么紧张 现在虽然只有魔枪士一人 但是玩家们的心 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了 魔枪士给他们的压迫感 要远远超过了 黑鸭血灵给他们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了 不少玩家都开始担心起来 而另外一边 城主府当中 城主举目望向了 黄雀城北城的位置 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 你要去吗 一美看着城主 有些担心道 他母亲的死 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出手阻拦 这件事是我的不对 但是黑鸭血灵一战 他杀了战斗法师 我本以为我借此机会杀了他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没想到 没想到魔族的人居然将他救走 让他彻底加入了魔族 是我当初误会了他 城主也无奈地探出了一口浊气 如果当初阻止猎猿枪斗士 杀掉他母亲的话 现在也不至于是这样 黄雀城依旧会有两个优秀的枪斗士 黄雀城更不会三番 四次遭到这样的攻击 只可惜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 城主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此次黄雀城已经大难临头 魔族是想要找我报仇 我一定要去 如果我不去 那么整个黄雀城 恐怕将步入天都城的后尘 大难当头 城主自当站在最前沿 这是觉悟 更是责任 城主没有选择退缩 透过城主府大门的缝隙 他依旧能够看见 那滔天的魔气弥漫 他正在黄雀城当中扩散 城主知道 魔族是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自己 但是 自己现在没有任何选择 死战 死战 纵死 不退 黄雀城有你 是万幸 伊美道 不 公主 黄雀城有我 是不幸 此次魔枪是魔童彻底觉醒 身上魔气骇然 这一去 我已抱着必死的决心 如果可以的话 下次公主 一定好好选一个 黄雀城城主 黄雀城第三十二任城主 陆仙 告退 城主陆仙对着 伊美鞠了一躬 扬了扬身后长袍 护城剑 为了想起陆仙的呼声 护城剑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嗡名 只有跃视到危急关头 护城剑的实力 才能够得到 最大限度的激发 剑影流光 在黄雀城上空划过 整个黄雀城之内 但凡是 手握长剑的玩家 都能够感觉到 自己手中的长剑 在隐隐颤抖 老家伙 最后一战了 陆仙一把抓住了 在空中盘旋的护城剑 本来战力的剑身 在被陆仙握住之后 变得无比安静 此刻 城主的双眸当中 也闪过了一丝狠力 眼眸直勾勾地看着 北城城门口的位置 带着护城剑冲了过去 城主府之内 一美大人 我们走吧 黄雀城危险 你可不能出事 戈冰尼遇待着一美离开这里 但是一美却是摇了摇头 不 我就在这里 黄雀城是不可能灭亡 他没还有回来 他 戈冰尼不由地皱了皱眉 他是谁 难道还有人能够 拯救现在的黄雀城吗 对了 戈冰尼 你去通知天都城的人吧 就说魔枪是现身了 好的 一美大人 我这就去 各方消息开始流传开来 一场为了报仇 为了拿到魔童的矿石大战 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 黄雀城不知道的是 此次在魔枪室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 魔眼之主 魔族 第三魔杀对着魔眼之主 恭敬地道 大人 魔枪室已经将看守 魔戒裂缝的人给杀掉了 估计现在魔枪室 已经去到了黄雀城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魔眼之主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魔戒裂缝 看守人已死 自己也有了 去到黄雀城的理由 就算魔王怪罪下来也无事 现在魔族簇拥者 现在布置得怎么样了 魔眼之主 开口问道 大人 按照你的吩咐 现在已经将第一批 十大八六魔族簇拥者布置完毕 四大主城的强者 都已经被禁术牵制 只要大人降临 便也不会有人 能够阻拦大人的脚步 很好 此次我们的目的在于 夺走魔童 还是不能乱了魔王大人的计划 魔眼之主再次叮嘱道 明白 行了 你们都去准备一下 我们准备大举降临黄雀城 可就在这个时候 第十一魔杀跑过来急声道 不好了 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魔眼之主问 黄雀城周围的那个 魔族起源现在 已经被破坏掉了 这话一说出口 第十魔杀和第五魔杀 站出来皱眉道 你说什么 黄雀城副本的魔族起源 被破坏了 该死 肯定是第十二魔杀 这家伙没有拿回灰烬面具 也就算了 没想到 连这件事都没有处理好 这样下去魔眼大人的计划 会被打乱的 行了 你们都闭嘴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只有一个魔之起源 被破坏还算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我们现在 还有两分钟的传送时间 大人 依我看 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手中的 魔族簇拥者全部降临吧 然后让他们 去覆盖四大主城 这个是一个好办法 让40W 魔族簇拥者先一步降临 这样也可以 让他们牵制住 四大主城的强者 之后大人再出现在黄雀城 这样既可以不仅 可以削弱四大主城的实力 又可以让大人得到魔童 眼下 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魔眼之主沉思了一瞬 下令 全力开启 余下三个魔之起源 现在开始降临 40W魔族簇拥者 遵命 大人 遵命 大人 遵命 大人 下一秒 柳城北明山副本 秦极城妖恋副本 宋斗厄王海副本 还有黄雀城的夜黑魔坛副本 这四个副本 同时绽放出了浓郁的魔气 四根魔柱冲天而起 而这四根魔柱之间 只有黄雀城夜黑魔坛副本中的 那根魔柱隐隐约约 好像随时要消失一样 34主城聊天频道 秦极城玩家一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天地间 会有一个黑色的柱子 这是要干什么 宋斗玩家一 不仅仅是你们 我们这边也还有 这个黑色柱子 为什么让我感觉心神不宁吗 宋斗玩家二 我刚才看见我们城主 很惆怅地回到了 城主府当中 不会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了吧 柳雀城玩家一 别急不要怕 我们还有这些牛逼的NPC在 出不了事的 黄雀城玩家一 你们可别逼逼了 这个东西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魔柱 肯定和这个魔枪是有关系 黄雀城玩家二 等等 你们快看 那个魔柱里面 好像有什么黑色的东西冲出来了 秦极城玩家二 秦极城这边也有 数量好多 宋斗玩家三 我们宋斗这边也有 NPC都已经赶过去了 看样子是出事了 柳城玩家二 完蛋了 四根魔柱出现 大量的魔族 簇拥者降临 浓郁的魔器先是霸占了 四个副本 然后继续渗透 渐渐的 天地间被一层 厚厚魔器覆盖 这些魔族簇拥者 在魔器当中穿梭 一些还在副本当中的玩家 因为来不及躲避 遭到了魔族簇拥者的攻击 纷纷毙命 柳城副本当中 王校长 本来还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一起刷怪 可是这时候 浓郁的魔器朝着他们压来 这是什么东西 王校长 看着天边扑面而来的魔器 问 这东西 好像是魔器吧 好像还有三个主城 也都出现在这种东西 玩家 王林 不以为然地说道 校长 你看这个魔器里面 好像还有什么生物 玩家 隔壁老王 说完 身后出来一个叫做 百里小王的玩家的呼声 你们还在看什么呀 这里面的 就是魔族生物 还不快走 再不走会死的 操 你他们不早说 王校长转身就开跑 这反应速度 比他刚才杀怪 还要快上一辈有余 但是 魔器渗透的速度之快 他们都还没有跑出两步 就已经被魔器笼罩 随即 十万魔族簇拥者 从他们的身上刮过 就只留下了 一地的血红色 伤害数值 伤害 3W 伤害 3.5W 伤害 3.2W 玩家 王校长被魔族簇拥者击杀 30秒之后 在柳城众生法阵当中重生 玩家 王林被魔族簇拥者击杀 魔器继续冲击四大主城 但凡是被魔器冲刷的副本 这里的野怪 也都开始变得狂躁起来 忽然 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玩家们耳中响起 警告 魔族入侵 启动护城任务 击杀所有魔族生物 开启贡献度榜单 四大主城 黄雀城 宋都 柳城 秦吉城 联动护城任务开启 贡献度榜单合并 一道道提示音 在所有人耳边 响起了的瞬间 不少玩家都愣住了 操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 这可能是一个护城任务吧 魔族生物啊 老天 就这个数量 至少也还有十大八六吧 难不成每个主城 都是十大八六的魔族生物吗 我靠 我都不想活了 这怎么打 这些魔族生物 都是五十级到九十级不等 我现在才三十级 玩什么呀 你们柳城的人就别逼逼了 我们黄雀城这边 还有一个大boss 我们说过什么了吗 你们是幸运的好吧 我现在就只想说 天色大神什么时候归来 我突然有点想念他了 想之前 徒手撕碎黑压血灵的时候 是多么的霸气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黄雀城 只看见了魔旗 没有看见魔族簇拥者呢 望着这浓郁的魔旗 以及这密密麻麻的魔族簇拥者 他们的等级本来就高 玩家们要想和他们对抗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可能 但是说来也奇怪 其余三个主城 至少都有十大八六的 魔族簇拥者降临 但是只有黄雀城 是一个例外 只看见了魔旗 却没有看见魔族簇拥者 真是见鬼了 萧涵这边 他在毁掉魔族起源之后 泽亚被魔族簇拥者抓住 带到了黑水这里 老大 我们抓了一个人族的人过来 你看是需要怎么处理 魔族簇拥者本来还想邀功 可谁知道 老大没看见 竟然看见了萧涵 你怎么在这里 难道我不应该在这里吗 我们老大呢 杀了 什么 你杀了我们的老大 这些魔族簇拥者愣住了 就算萧涵再怎么强 也不可能杀掉他们的老大 他们老大是谁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魔族战士 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人族击杀 这家伙一定是在骗他们 可是等他们看见 脚边的魔剑之后 他们好像明白了一切 我看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老大真的是被这个家伙给击杀的 我们留在这里 也只有死路一条 在魔族大军没有降临之前 我们就不要去送死了 我看也是 这家伙连老大都被击杀 我们要是再不走的话 恐怕真的就完蛋了 我们手里还有他的同伴 应该可以安全地离开这里 老大一死 他们继续留在这里 无疑就是送死 走 走什么走 在他的面前 你们难道以为还走的了吗 围守的魔族簇拥者 开口说道 说得对 你们走不了 肖寒摆了摆手 杀掉他们吧 暗黑之女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魔族生物 出现在了肖寒的头顶 这是魔族簇拥者 数量至少十万 看到这一幕 肖寒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魔族起源被毁 现在传送时间也只剩下了两分钟 这些魔族生物 果然还是趁着这个时间大举降临 看来魔族真的要来了 得赶快回到黄雀城才行 肖寒暗自点了点头 哈哈 是魔族大军 是魔族大军来了 人类 你们完蛋了 我们的魔族大军降临了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终于来了 大人要降临了 我们魔族的时代要来了 接受审判吧 你们这些人族 看着魔族大军的降临 眼前的这些魔族簇拥者 都变得异常的兴奋 只要魔族大军降临 那么人族终究溃败 而肖寒也将死在魔族大军的手中 暗黑之女 动手 肖寒身边的暗黑之女 直接将手中的黑暗魔法术 丢到了半空当中 她双手展开 浓郁的魔器从她手中释放 然后涌入黑暗魔法术 随后 黑暗魔法术开始迅速翻动 越来越多的魔器 从黑暗魔法术中释放出来 暗黑粉碎 魔器弥漫 直接将整个夜黑魔坛副本当中的 魔族簇拥者全部笼罩其中 人类 你不会以为魔族大军很弱吧 哈哈 我可告诉你 这可是魔族的前锋部队 在他们面前 你们人族 只是一群跳梁小丑 放弃挣扎吧 看见暗黑之女此举 眼前的魔族簇拥者忍不住嘲笑 居然妄想击溃魔族大军 真是可笑 可就在下一秒 暗黑之女双手核实 天空之上的魔器也瞬间合拢 魔器挤压 强大的力量 直接清掉了这所有的魔族簇拥者 伤害 120W 伤害 120W 伤害 12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魔族簇拥者10W 获得经验值0点 你刚才在狗叫什么 萧涵转头 看着那只死死抓住泽压的魔族簇拥者 一脸不屑的头 不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魔眼大人的魔族大军 这就死了 绝不可能的 人族不可能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一定是魔眼大人的魔族大军变弱了 该死 不等这只魔族簇拥者回过神来 暗黑之女右手对着前方一捏 直接将他给捏爆了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魔族簇拥者 获得经验值0点 恭喜你 总共获得贡献度奖励10万零500点 贡献度榜单 第一名 黄雀成肖天策 贡献度10万零500点 第二名 柳橙腐虎 贡献度1点 第三名 吴 34成聊天频道 好是生猛 这是谁的部将 这就是被黄雀成 吹上天的天策大神吗 这也太强了吧 开局直接十大百柳的贡献度 这是捅了魔族的老窝 还是怎么的 不愧是天策大神 我就说 天策大神怎么可能会突然消失呢 我现在才明白 之所以我们黄雀成没有遇见这些魔族生物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天策大神 一人直接将魔族生物全部杀干净了 这是大爱啊 我爱死天策大神了 我刚刚跟着一个NPC击杀了一个魔族簇拥者 才获得了一点的贡献度 这个黄雀成的肖天策 居然直接获得了十大百六贡献度 这是击杀了十万只魔族簇拥者的节奏啊 强 实在是太强了 贡献度榜单一更新 萧涵的名字瞬间在四大主城当中传开 一人直接灭掉十万魔族簇拥者 这是何等战绩 而萧涵这边 在处理调魔族簇拥者之后 他看向了泽雅 幼使大人可还好 萧涵问 萧天策 现在我不想和你计较 现在快回黄雀成 公主大人有危险 现在魔族大军降临 这绝对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现在黄雀成很可能早遭到魔枪式的攻击 要是再不回去的话 公主大人就危险了 萧涵点头 他也不是傻子 当务之急是除去魔族的人 上来吧 我们回黄雀成 泽雅纵身一跃 跳到了太古龙女的身上 我的公主大人 我马上就回来 黄雀成 半空之中 魔枪式手中长枪抵住城主陆仙的喉咙 结束了 城主 从你没有阻止猎猿枪击杀我母亲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你会有现在这个结局 现在的事实是 你已加入魔族 我身为城主 自然当保护这个主城 此时的城主陆仙早已身负重伤 他现在已无力再战 五脏六腑早就在刚才的攻击中被轰碎了 现在还能够和魔枪式对话 完全也是依赖于身后圣职者 来得一的帮助 魔枪式 放开城主 这里可是黄雀成 你难道想要将这个地方毁掉吗 魔枪式 这里可是你当初生活的地方 你不是已经为你母亲报仇了吗 你为何还要处处针对我们 城主身后 各个转职导师 还有NPC 都全部是站了出来 针对你们 魔枪式仰天狂笑 不好意思 我是针对黄雀成所有人 我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你们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但凡你们之中 有一个人像今天一样 站出来为我母亲说话 我也不会加入魔族 就为了这一双魔童 说我该死 然后杀我母亲 你们袖手旁观 这是我魔枪式应该有的下场 可笑 真是可笑 最应该说针对的人 应该是我的才对 魔枪式手中的长枪 微微用力 枪间已经刺破了城主的喉咙 一丝鲜血从空中低下 魔枪式 如果你现在愿意回来 我们愿意给你道歉 这件事是我们的 最后两个字 还没有从疾风剑式口中说出口 下一秒 魔枪式开口喝道 闭嘴 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 我母亲也不需要你们的道歉 你们都是对的 我也没有错 我加入魔族 站在这里 就是为了向你们所有人宣战 向你们黄雀城宣战 今日黄雀城毕灭 话音一落 魔枪式手中的 看出两缕魔器 成螺旋状 顺着长枪 抄枪肩盘绕而去 魔亮刺 住手 快住手 城主 所有人全部朝着 城主所在的位置冲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长剑突然将魔枪式手中的 长枪弹开 碰 魔枪式 你终于出现了 天都城护城左石所住 在收到戈宾尼的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快 莱德一 大治疗术帮助城主 修复身体 接下路线 疾风剑式赶忙对着牧师 莱德一说道 莱德一将手中十字架 放在城主的身上 圣光负责 龙玉的绿色光芒 将城主包裹其中 但是渐渐地 莱德一却皱紧了眉头 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们负责看好城主 魔枪式交给我 锁柱提着长剑 再次冲了上去 他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他要为天都城报仇 他要为城主报仇 魔枪式该死 你太弱 要么滚 要么死 魔枪式淡淡地开口 可锁柱并不理会 天都城一事 就算是死 也绝不可能草草了事 顺影斩 一道剑影过后 锁柱就出现在了 魔枪式的面前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魔力波动 从魔枪式的魔童 释放出来 哐 强大的压迫感 震慑住了锁柱的灵魂 仅一秒钟 锁柱就感觉自己 好像是被定身了一样 动弹不得 魔枪式抓住这个机会 手中长枪自下而上 瞬间刺穿了锁柱的心脏 速度之快 锁柱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反应 我说了 你很弱 提示 魔枪式击杀天都城 护城左石锁柱 来得一 你保护好城主 我们去挡住魔枪式 来得一点头 余下几十个转值导师 剑锁住身死 赶忙冲上来 形成一堵人枪 挡在魔枪式的面前 你们以为这样 就能够挡得住我吗 魔童 魔动枪 这一击比之前 还要墙上无数倍 去死吧 护城剑 就在长枪 快要落在这个 转值导师身上的时候 城主用最后的力气 推开了所有人 这一把漆黑的长枪 直接贯穿了 城主的心脏 提示 魔枪式击杀黄雀成城主 陆仙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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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找死 魔枪式 城主已死 这些转值导师 就像是发了风一样 对魔枪式发起了攻击 而魔枪式 只是双眸一睁 一股强大的魔气波动 将他们所有人弹开 此刻 他的眼神冰冷 死死地扫过整个黄雀成 这些都是你们自找的 魔枪式脚步一点 单手举着长枪 直指苍穹 毁灭吧 魔童 天魔霸黄枪 巨大的魔枪 再次刺破苍穹 显现在天地之间 加上魔童的能力 恐怖的威压 比之天都城 还要墙上一倍不止 不少人都忍不住抬头看去 这一幕 好像就是天都城的那次 完蛋了 天字大神再不回来 这把长枪落下 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死不死都是小事 这要是主城被毁 那么会等好几个小时 才能够再次进入游戏呢 玩家们干脆放弃了挣扎 之前黑压血灵一战的时候 他们尚且还有一战之力 现在吗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拦住这把把黄枪 恐怖如斯 城主府当中 一美脸上满是担忧 他还不回来吗 NPC蓝亭站在一美的身后 一美大人在等谁 一美并不作声 过了几秒钟之后 开口问道 城主现在情况怎么样 回一美大人 城主已死 黄雀城恐怕即将灭亡 一美面不改色 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结局 魔枪是杀了城主 而黄雀城的结局 只会和天都城一样 我们还是走吧 一美大人 黄雀城留不住的 再等等 可是一美大人 国王那边不希望你有事 一美点头 但是他还是相信 萧涵能够回来 一美相信 只有他才能够拯救 现在的黄雀城 自己当初绝对没有看错人 萧天策 如果你能回来 黄雀城城主一职 我亲许给你 坠落吧 天魔霸黄枪 将整个黄雀城给刺穿 视线当中魔枪士 猛然挥下天魔长枪 天空中的巨大长枪 顺势落下 狂风呼啸 这股强大的压迫感 说实话 黄雀城当中 根本就无人能够抵挡 完了 黄雀城又完了 他奶奶的 这黑鸭血灵过去之后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魔枪士 之前魔族的那些生物 全部都被击杀了吗 天策大神回来 是肯定的 但是他回来 也只是给我们收尸而已 城主都被杀死了 看着头顶的天魔霸黄枪 现在黄雀城的玩家 终于知道 当初天都城 在面临的是一场 怎么样的灾难 简直太恐怖了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是天策大神回来了 你看我说什么 天策大神牛逼 天地间忽然传来一声龙吟 这是太古龙女 发出的咆哮 也就意味着 萧涵带着泽雅回来了 城主府当中 一美看见天边的那道龙影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终于回来了 我们走 蓝亭 把我把父皇的令牌带着 一美果断带着蓝亭 朝着黄雀城北城前去 北陵国度 宫殿之上 北陵国度的国王 伊普迪正在来回踱步 现在四大主城什么情况了 魔旗入侵 十万魔族簇拥者降临 四大主城首当其冲 回国王的话 此次现在柳城 宋兜 秦吉城 三城正在遭到 十大百柳魔族簇拥者的攻击 但是说来也奇怪 这些魔族簇拥者 只会杀掉一些落丹的人 并不是大肆攻城 宫殿之上 誓言者 万庆开口恭敬地说道 只击杀落丹的人 并不会大肆攻城 他们的目的是 拖住三城的战力 国王不由地皱眉 应该是的 现在魔族的传送阵 还有多长时间 应该还有三十秒钟 该死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十秒的时间 总让国王伊普迪感觉 心神不宁的 感觉会有大事要发生 我们派出去的战士呢 现在已经到四大主城了吗 应该已经到了 有他们在 击溃这些魔族簇拥者 也只是时间问题 国王点头 继续问道 现在黄雀城 是什么情况了 万庆愣了一下 魔枪士击杀了黄雀城城主 还有天都城所住 国王愤怒地捏紧拳头 这个该死的魔枪士 等等 国王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魔枪士正面 硬抗整个黄雀城 40W魔族簇拥者的出现 只为了拖住四大主城的战力 现在魔族传送阵 还有30秒 难道魔族大军 还没有真正降临 快 快去 叫剑兰现在 赶去黄雀城 魔族的降临 还没有正式开始对了 公主呢 不是叫你们 去把公主叫回来吗 很早之前公主 见过一个禁忌召唤师的转职 她相信黄雀城 有她再不会有事了 不管我们怎么说 她都不愿意离开 禁忌召唤师固然强大 但是就算再强大的婴儿 又有什么用 现在魔族大军 才正要降临 一个召唤师又岂能抵挡 去告诉公主吧 只要她回来 我就不会再催婚了 可是国王 那个禁忌召唤师 以一己之力 怒斩十大白柳魔族簇拥者 什么 国王震惊了 魔族簇拥者什么实力 他难道还不知道吗 要想击杀一只魔族簇拥者 尚且困难重重 而现在居然说 有人一口气击杀十大白柳 魔族簇拥者 开什么玩笑 可是国王 在别人看来 这个禁忌召唤师的实力 的确很强 公主对他似乎 闭嘴 他是北陵国度的公主 明白 国王 行了 你先下去吧 让剑兰现在前往黄雀城 好的 国王 我现在就去办 整个黄雀城当中 在天魔霸黄枪 快要落下之时 萧涵落在黄雀城 北城之上 熬一尘静静地 站在他的身边 这时候 萧涵身上的召唤卡 开始剧烈地颤抖 这是A级级品召唤卡 着眼女枪 小女枪 你已经按耐不住了吗 萧涵嘴角扬一起 一丝微笑 那好 魔枪事就交给你了 同样是长枪战士 萧涵倒想看看 到底是谁更强 随着魔力的灌输 150级的着眼女枪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二话不说 女枪直接制出了 自己手中火红色的长枪 长枪划破虚空 静止地对着那把天魔 霸黄枪攻去 想要保护黄雀城 滚 魔枪是连续几个踏步 朝着着眼女枪冲去 暴力的魔童之威 形成一股黑色的旋风 席卷 滚开 等会儿再来找你 着眼女枪眼神冰冷 身上的火焰之力也爆发出来 挡住了魔童的攻击 她现在的目标 是毁掉天魔霸黄枪 至于魔枪是 等会儿再来找她 想不到这黄雀城 还有这么强大的枪斗士 城主藏得很深啊 魔枪是停下脚步 眉头紧皱 那我就看看 你能不能毁了 我的天魔霸黄枪 魔枪式的眼神当中 露出一丝不屑 被灌注魔童之威的 天魔霸黄枪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招式 可以粉碎掉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巨响 忽然在黄雀城当中传开 火红的长枪 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枪印 随后便直接和天空中的 天魔霸黄枪刺了一个对穿 本来遇落下的天魔霸黄枪 在这一刻 变成零零散散的碎片 飘落而下 一击 仅一击就轰碎了天魔霸黄枪 看到这一幕 魔枪是惊呆了 天魔霸黄枪被毁了 这家伙是什么实力 而下方 玩家们更是惊叹不已 召唤式的天花板 非我天色大神莫属 天色大神很强 我爱你啊 之前黑压血灵天色大神就来救我们 现在魔枪是天色大神又来救我们 敌人的实力虽然越来越强 但是我们天色大神 依旧能够全部秒杀 这就是实力啊 不要问天色大神大神的实力有多强 我只能砍掉终止 告诉你 没有终止 没有极限 萧涵的工会当中 纵然天魔霸黄枪被毁 奥恩依旧是躺在这里睡着大叫 还不停地说着梦话 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 而秦安娜 乖乖地打理着工会内的一切 一天更换三次这一百多瓶的床单 还真别说 确实是有点累 也不知道 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黄雀城上空 天地之间 卓妍女枪手握长枪 一双眼眸死死地看着魔枪使 你打不过我 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 但是如果你愿意加入魔族的话 你的实力将更强 追随于我如何 魔枪使抛出橄榄枝 但是对于卓妍女枪来说 却并无大用 自己的主人 要比整个魔族都强上百倍 万倍 眼前的这个魔枪使 又算什么东西 枪火横扫 卓妍女枪 右手抡起四米来长的长枪 对着前方滑出 一片火枪朝魔枪使静止压去 看来这就是你的答案了 既然你选择了保护黄雀城 那么你就和他们一样 去死吧 魔枪使脚步往后一拉 手中长枪点在自己的脚步 似乎是在蓄里 渐渐的 魔枪使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顺魔枪影 哗的一下 魔枪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等他再次出现在的时候 他已经穿过了火墙 站在了卓妍女枪刚才的位置之上 我说了 你很弱 几秒钟之后 卓妍女枪从魔枪使的头顶出现 炎龙枪 一身黄金级神器装备加身 再加上150级的超高等级 即便是魔枪使也丝毫逃不到好处 砰 长枪劈在魔枪使的身上 伤害 93W 沉重的攻击 直接将魔枪使从空中打到了地面之上 不得不说 魔枪使的防御力确实要远远强于普通魔族生物 魔枪使 等级 LV155 生命值 702W795W 攻击力 72W 尚有人族血脉 不受规则限制 攻击不会削弱50% 技能 顺魔枪影 魔动枪 天魔霸黄枪 魔童 装备 天魔长枪 介绍 曾经黄雀城的战士 虽然等级比卓妍女枪高上了5级 但是卓妍女枪在拥有黄金神级装备的加成之后 一致天使 主人 萧涵可不想浪费时间 属性加成 对象 卓妍女枪 好的 主人 随即 只见在卓妍女枪的身上出现好几串绿色的文字 全属性提升 增一buff 紧接着 卓妍女枪对着魔枪使就是一顿压制 猛烈的枪火输出 让拥有魔童的魔枪使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伤害 93W 伤害 93W 魔童 魔动枪 魔枪使抓住攻击空隙 猛地刺出手中的天魔长枪 但是下一秒 卓妍女枪手臂一挥 顺手直接抓住了天魔长枪 眼眸一转 浑身的火焰之力瞬间燃烧 雀炎枪 轰 轰 连续两枪 在直接将魔枪使的肩膀上 刺了两个巨大的窟窿 暴击伤害 183W 暴击伤害 183W 魔枪使 等级 LV155 生命值 57W795W 卓妍女枪 杀了她 萧涵当即下令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的压迫赶龙 罩住了整个黄雀城 喂喂喂 不是吧 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现在这种窒息的感觉 让我感觉比魔枪是强上好多倍呢 不行了 我身上的属性已经开始下降了 这里的魔器也开始变得浓郁起来了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东西 人群中忽然有人僵守 指向了黄雀城北城不远处的位置上 在那里有好几团黑色的雾气 那是魔族的生物 好强 虚余之后 这些魔族生物的面板 介绍出现在了所有玩家的面前 卧槽 卧槽 是魔眼之主 这他们今天黄雀城是在打麻将吗 为什么魔族一直缠着黄雀城不放呢 还不光是魔眼之主 还有他身边的这些士兵 这都是怎么回事 十一个魔杀 还有一个魔斗星使者 你们快闭嘴吧 这还只是前排输出 你们看魔眼之主身后的两千魔族战士 光是这些魔族战士 实力都要比这些魔族簇拥者强上无数倍 我的天哪 就这阵容 至少可以杀几十上百个黑鸭血灵了吧 魔眼之主 十一魔杀再加上魔斗星使者 还有他们身后的两千魔族战士 老天啊 连魔族簇拥者都打不过 现在又冒出来这么多的魔族战士 这是要弄死黄雀城的节奏啊 此刻就连萧涵都皱起了眉头 果然是魔眼之主 没想到这家伙又出现了 魔眼之主 等级LV320 生命值3594W 攻击力168W 攻击削弱50% 技能 介绍5 而且光是等级就已经达到了320级 生命值更是拥有3594W 这如果是让天安神女看见的话 最多也就是用出稍微强大的一巴掌 就可以解决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 在副本之外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办法召唤出 150级以上的召唤生物 就算直接将自己的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出来 最多也就是抗衡一下 除魔眼之主以外的所有人 但是 魔眼之主 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魔眼大人 快使用魔皇中吧 魔枪是现在极其虚弱 是夺取魔童的好机会 魔眼之主 听到魔斗星使者的话 直接将魔皇中 朝着魔枪使丢去 可笑 人阻容我不得 现在就连魔族都想要杀我 这一双魔童 终究是 想要将我送入地狱 魔枪使看着 从头顶落下的魔皇中 脸上苦笑不已 哄 魔皇中落下 魔斗星使者 强行催动魔皇中 将魔枪使的生命力 全部集中在魔童之上 剥夺 抽离 提示 魔斗星使者 击杀魔枪使 魔斗星使者大手一挥 将魔皇中收了回来 而在魔皇中里面 还有两个眼球一样的东西 我只想用魔皇中将你笼罩了 然后帮你移植魔童 没问题 魔斗星使者控制着魔皇中 将魔眼之主 完全笼罩在了魔皇中当中 戒备 两千魔族战士 全部戒备 不准有任何人对大人发起进攻 现在大人正在进行魔童移植 十一魔杀 将魔斗星使者 和魔眼大人团团包围 最外围 还有两千魔族战士 看到这一幕 小韩终于明白了 这都是魔眼之主的计划 他们早就知道 魔枪使会来进攻黄雀城 而黄雀城也必将斩杀魔枪使 所以 魔眼之主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再次夺走魔枪使的魔童 帮助自己提升更大的实力 至于那些魔族簇拥者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分散主城的战力 为的就是 确保他能够在移植魔童之时 安然无恙 但是魔眼之主算错了 此刻 小韩眼眸当中闪过一魔狠臂 主人 着眼女枪回到小韩的身边 魔眼之主等级320级 小韩要想和在黄雀城当中 和他正面硬抗 结局肯定只有一个 但是现在嘛 既然魔眼之主再移植魔童 那么就是小韩发起攻击的最好时刻 还敢当着自己的面移植魔童 这就是在找打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除了那14张没有等级的一级召唤卡 天恩神女和暗黑之女之外 其他的150级召唤生物 全部出现在了小韩的眼前 哥布林国王和黑金士兽 已召唤出了自己的小家伙 此时此刻 所有召唤生物的身上 全部是闪着黄金色的光泽 这是黄金神级装备的特效 当然除了这些特效之外 还有黄金铠甲的特殊装备效果 所有召唤生物的身上 还泛着浓郁的黄气 开启 装备技能 黄气加深 所有召唤生物实力提升20% 开启 神级装备技能 祥瑞之泽 所有召唤生物增益性 Buff加强20% 还没结束 虽然天恩神女不在身边 但是自己的奶妈还是有的 赤天使 圣女 光之守护者 森林 开启群体增益性Buff加成 神之庇护 所有召唤生物拥有保护罩 天赐降临 所有召唤生物属性提升时 圣光覆盖 所有召唤生物生命值速度恢复提升 赤天使率先发动了 自己最强大的几个增益Buff 本来召唤生物群体 就拥有了黄气加深 和祥瑞之泽的装备加成 这一波下来实力再度提升 圣女和森林也挥起了自己的手臂 神圣的救赎 与圣光覆盖技能重叠 生命值恢复速度提升1.5倍 孙之精灵的跳远 一速提升15% 最后是光之守护者的 光子屏障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萧涵眼前的这些召唤生物的实力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就连哥布林这种召唤生物 虽然等级只有84级 但是他们的实力 绝对能够能够单挑任何一只魔族战士 对了 自己好像还有一个加强技能 萧涵一寻散 强化技能只能强化 高出自己等级50级以下的召唤生物技能 也就是说 现在可以强化的 也就只有117级以下的F级召唤卡 那还不如直接强化朱仙人 这家伙虽然实力不行 但是有潮汐之灵的帮助 他体型打起来 脚屎还是不错了 定 是否使用强化技能 强化朱仙人的被动技能 强化 强化成功 朱仙人体型增加一倍 强化之前 身高145米 宽度86米 强化之后 身高290米 宽度172米 兄弟们 来了来了 天侧勇士的召唤大军出现了 我的朱仙人和潮汐之灵的CP 我可到底 简直太好了 之前朱仙人是五彩溜溜球 现在变成进阶 成为黄金溜溜球了 哥布林国王才是最强的 已经可以召唤上百只哥布林了 他们的实力又变强了 天侧大神身边的那几个召唤生物 很美 我说句真心话 我想要的 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 能够制作出来的 好戏开始了 看着肖寒召唤大军 玩家们那颗 悬在嗓子眼的心 终于是安稳了下来 进攻 随着肖寒一声令下 肖寒身边的召唤生物 全部朝着魔族战士攻去 黄金溜溜球 在战场中搅屎 纵然魔族战士的攻击力够高 但是打在朱仙人的身上 根本就不痛不痒的 兔金兽继续偷钱 他现在身上的铜币 已经有二百亿了 还有牛魔 我翘 我翘 我再翘 肖寒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想 哎 这家伙被自己玩坏了 对了 天鹰女皇呢 这家伙之前 不是获得了灰烬面具吗 肖寒倒是有些想看看 天鹰女皇的实力 有多强了 此时 天鹰女皇立于半空中 右手手掌抬起 一个响指打下 哄 恐怖的灰烬波动 以天鹰女皇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但凡是一百集以下的敌军生物 瞬间湮灭 伤害 190W 伤害 190W 伤害 19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击杀魔族战士 获得经验值 2W点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W点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击杀魔族战士 获得经验值 2W 一瞬间 所有魔族战士全灭 这一波直接收割4000W经验值 看到这一幕 肖寒自己都愣住了 卧槽 这他们的 是人应该有的输出吗 一个响指 直接灭2000魔族战士 干脆别叫天鹰女皇了 直接叫灭罢德了 不仅仅是肖寒 就连这些召唤生物 转过头来看向了天鹰女皇 就这输出而言 绝对不弱于任何一个S级的召唤卡 确实很强 你们看见了吗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就眨了一下眼睛 那些魔族战士就不见了呢 刚才是天侧大神在的 召唤生物在出手吗 天侧大神打架的时候 你们最好眼睛都别眨一下 你们看见那个银色长发的人了吗 看见了呀 怎么了 看见了就对了 他也是天侧大神的召唤生物 刚才就是他站在原地 打了一个响指 然后将2000魔族战士全部歼灭 等等 你说什么 打了一个响指 直接歼灭了整整2000的魔族战士 虽然大家都知道 萧天侧的实力很强 每一只召唤生物单独拧出来 都是一方强者 但是现在居然有人说 天鹰女皇一个响指 就直接击杀了2000魔族战士 说实话 他们还是有点不信 可直到有人 把刚才录下来的视频 放给他们看了之后 他们才彻底震惊了 而现在 就连黄雀城当中的NPC 也是互相看了一眼 疾风见识 这家伙是谁 为什么实力如此之强 这个我好像不清楚 不过之前黑鸭血灵攻城的时候 好像也是他击杀了黑鸭血灵 当初城主还在的时候 好像对于这个家伙非常重视 你们还知道雅思高徒吗 这家伙来到主城之后 雅思高徒带着他去了半禁忌图书馆 据说是觉醒了禁忌之力 召唤师 觉醒了禁忌之力 多少夜 这个我不知道 当时雅思高徒并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看雅思高徒的意思 好像这家伙 不比当年的那个禁忌召唤师要弱 我看出来了 这家伙的确很强 如果他早点回来的话 或许城主也会不死 看着肖寒的背影 NPC眼中也露出了一丝欣慰 当真是前浪拍后浪 后生可畏啊 另外一边 一个洞穴当中 钱多多和几个壮汉都在这里 一是为了躲避魔族簇拥者的攻击 二是为了保存好体力 我让你打听的消息怎么样了 钱多多问 老板 现在魔族降临 黄雀城城了四个主城当中最危险的地方 钱多多脸色闪过一丝担忧 但很快便又冷静下来 那家伙能够帮自己取回齐皇之 实力应该不会太差 可虽然说是这样说 但是钱多多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现在怎么样了 老板 现在黄雀城城主死了 不少人身负重伤 整个黄雀城能够有一战之力 也就只有左使大人一人而已 他召唤出了自己的召唤大军 灭杀了两千魔族战士 单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的话 左使大人现在并无大碍 为了一座城 一人挡下魔族千军战士 钱多多嘴角微微一瞥 他是真的很强 他没事就好 我们出发吧 现在北陵国度的战士 也差不多赶到柳城了 我们不会有危险的 好的 老板 黄雀城 两千魔族战士尽数死亡 为了掩护魔眼大人 十一摩擦站了出来 真是该死 本来我们不想来人族惹事 只是想要帮助魔眼大人 拿到魔童就离开 可没有想到 黄雀城居然还有这么强大的人 弹指一挥间 居然能够灭杀 两千我们魔族精锐的战士 这种实力确实是很强 再这样下去 我们可能也会被击杀的 第一摩杀 我们不能再留守了 现在大人移植魔童到了关键时刻 如果我们不下杀手的话 这些家伙 我们可能根本就拦不住 这话说的没错 现在魔眼大人正在移植魔童 第一摩杀变成了号令者 只要第一摩擦一声令下 他们将展现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斩杀萧寒 可问题是 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那么他们很可能打乱魔王大人的机会 但是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为了魔眼大人 出手吧 只要能够帮助魔眼大人完成魔童的移植 不择手段 就算是死 那也在所不惜 十一摩杀全部冲出 挡在萧寒的面前 萧寒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 便下令自己的召唤生物 对十一摩杀发起了进攻 自己也没有时间拖下去了 一旦魔眼之主完成魔童的移植 那么就算是他 也没有办法在黄雀城当中 阻拦三百二十级的魔眼之主 这个该死的一百五世纪限制 上吧 我的召唤生物 除了四个辅助召唤生物之外 十三个A级级品召唤生物 还有两个S级级品生物 全部冲了过去 黄金装备加深 他们的等级 早就能够顽虐任何一只魔杀 十一对十一 余下的卓眼女枪和天影女皇 还有兔金兽以及炎帝 对着魔斗星使者冲了过去 魔皇中暂时没办法解决 我们得先杀了这个那个家伙 好的 四人从四个方向 同时对魔斗星使者发起了进攻 雀炎枪 灰烬爆炸 炎帝剑 同山攻击 四道攻击对着魔斗星使者压来 一旦攻击落下 魔斗星使者必死无疑 不好 第二摩刹 第三摩刹 我帮你拦住这些家伙 你快去救魔斗星使者 不行 来不及了 这些家伙太难缠了 照这样下去 大人没办法成功一只魔童的 看见四道攻击 十一摩刹顿时慌神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萧涵的召唤生物实力 居然如此之强 即便他们没有任何收敛 但是 要想击杀这些召唤生物 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而此刻 萧涵抓住十一摩刹分神的使机 果断让十一只召唤生物们 对着十一摩刹 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砰砰砰 伤害 270W 伤害 260W 伤害 28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黑羽之星 幼灵 击杀第十一摩刹 获得经验值 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独龙穿山甲 击杀第九摩刹 获得经验值 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0W 一个转眼间的功夫 十一摩刹全面 萧涵直接获得了110W的经验值 还有之前的4000W经验值 总共就获得了4110W经验值 再加上自己工会的10%经验值加成 现在萧涵总共获得了4521W 等级直接从67级提升到76级 而魔斗星使者那边 当着眼女皇他们的四道攻击 快要打在他身上时候 魔皇中内的魔眼之主 猛地睁开了自己的左眼 滚开 一字吐出 龙玉的魔气波动 从魔眼之主的左眼当中释放出来 将围剿魔斗星的四道攻击 全部弹开 这是单只魔童 完全被激发的状态 伤害3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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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额的血红色 伤害数值 从着眼女腔他们身上飘落 同时 他们身上的保护罩也被轰碎 好在有吃天使的帮助 才让他们并没有受到 太过严重的伤害 看到这一幕 萧涵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320级的魔眼之主 实力果然通天 特别是现在还只是融合单只魔童 要是等他右眼也完成移植的话 那恐怕整个黄雀城后果不堪设想 萧电策 没想到又是你 魔眼之主丹 用一只左眼死死地看着萧涵 之前在爆裂火山当中 他们就见过一次 当初萧涵一击 直接毁掉整个火山 连同自己的分身一同击杀 这笔账 魔眼之主自始至终都记在心里 没想到这一次来 黄雀城夺取魔童 居然又碰见了萧涵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快杀了 魔斗星 萧涵并没有理会魔眼之主的意思 果断命令自己的召唤生物 对魔斗星使者展开最终的攻击 现在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 煞时间 两只S级召唤生物 和13只A级召唤生物 都朝着魔皇中逼近 150级的强力阵容 身上还都是黄金神级装备 他们任何一只召唤生物的实力 都绝对能够和任何一只 180级以上的野怪单挑 萧天策 你难道还以为我只是 爆裂火山的那具分身吗 你想多了 我现在的实力可是全胜状态 分身也不过只有五分之一的实力而已 哄 下一秒 魔眼之主身上的力量再度爆发 仅仅只是依靠魔童的震慑之力 就将所有这些召唤生物全部击退 很荣幸地告诉你 我此次来黄雀城 本来只是为了拿到魔童 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既然今天也在这里 那么就让我们好好算一算 爆裂火山的事 今日 黄雀城尚可不灭 但是你必死 纵然击杀萧寒 魔眼之主也绝对相信 自己不会乱了魔王大人的计划 更何况只要能够成功完成 两只魔童的遗址 那么想要击杀萧寒 也只是分分钟的事 此刻 魔斗星使者开始催动 更加强大的魔器 在魔皇中当中运转 只需要30秒 30秒之后 右眼魔童也将和魔眼之主 彻底融合 萧寒眉头紧皱 再这样下去 绝对不是办法 一旦魔眼之主将右眼的魔童 融合成功 那我的麻烦就来了 要是没有黄雀城 150世纪的限制就好了 就算不能召唤出天恩神女 那只要让我召唤出暗黑之女 也绝对可以碾压魔眼之主 毕竟是426级的暗黑之女 而且还是黄金神器装备 要想对付魔眼之主 完全就没有任何悬念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呼声传了出来 这是 伊美帝声音 呼声在整个黄雀城当中传响 当然不只是黄雀城 还有整个北陵国度 整整九个主城上空 同时响起了这道呼声 宛若一道圣旨 北陵国度所有人听练 伊美站在黄雀城北城 手中举起国王 伊普迪的令牌 令牌发出耀眼的金光 这是国度最高指令 34个主城 分别被4个国度均分 其中北陵国度占了9个主城 黄雀城 柳城 宋都 秦吉城 天都城 波若城 无量城 赤阳城 天空城 天都城 黄雀城 城主已死 此刻七大主城的城主 在看见黄雀城内闪烁的金光之后 马上就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末多久 天边闪过七道光影 迅速朝着黄雀城靠拢 柳城城主 柳雁梅 拜见公主大人 宋都城主 宋江 拜见公主大人 秦吉城城主 秦天剑 波若城城主 除了黄雀城城主城外 此刻七大城主丹西 跪在伊美地面前 此刻无论是七大城主 还是这里所有的人 都震惊了 现在魔眼之主进攻在即 伊美突然将七大城主召集过来 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他还以为 靠七大城主之力 能够斩杀魔眼之主吗 萧涵摇了摇头 绝对不可能 现在开始 我以北陵国度公主的名义 带着父皇的最高指令 清许 从现在开始 萧天侧位黄雀城 第三十三任城主 呼声落下 惊震 萧涵战在伊美的身边 眼睛都快要掉出来了 搞什么飞机啊 自己任务还没有完成 城主令都还没有拿到 现在 直接就成为了黄雀城 第三十三任城主 伊美啊 现在可不是给三好学生颁奖的时候 别说成为城主了 现在就算成为国王又有什么用 公主大人 恐怕有所不妥吧 陆仙不是黄雀城的城主吗 秦吉城城主 秦天剑问 陆仙已死 什么 陆仙死了 余下几个城主 皆是相视一眼 陆仙的实力 他们或多或少 也都有所了解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陆仙已被魔枪士杀死 是萧天侧 击杀了魔枪士 拯救了黄雀城 伊美说完 秦天剑接着说道 可是公主大人 就算陆仙城主不在了 也不能让这个小家伙 来当城主吧 没错 我同意 现在黄雀城 确实是为难当头 可是城主一职 我觉得 还是应该有国王来 亲自平定 我们北陵国度人才极解 就算没有他 一样有人 能够当上城主 恕我直言他不配 以往的城主 都是国王在北陵国度 亲自从几千万人中 挑选出的最强的那人 才配得上城主之位 而现在 伊美一句话 就让萧涵成为了城主 说实话 确实很难 让其他城主幸福 秦天剑 秦吉城 我没有少帮你 现在我想让萧天策 成为黄雀城 城主 你也来反对我 伊美脸上闪过怒意 不是的公主 你误会我了 我的意思是 秦天剑话还没有说完 旁边波惹城城主 波惹飞站出来 公主大人 拿着国王的最高指令 你要想让他成为城主 当然没问题 只是实力 必须得过得去 当然 我看中的人 绝对有资格 说完这话 伊美果断 捏碎了手中的最高指令 最高指令破碎 也就意味着 萧涵直接成为了 黄雀城新一任城主 而此时此刻 黄雀城当中的玩家们 驻足看着站在城门之上的萧涵 旁边站的是 北陵国度公主伊美 身后站着七大城主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这一幕场景 所有人心中 都有一种战神的记事感 还得是天策大神啊 他永远都是 我们无法超越的存在 我觉得 就算是课经大佬 也追不上天策大神 我就想问问 天策大神到底是因为什么 能够将实力提升这么快的 是开挂吗 这恐怕不是开挂了 我倒是觉得 天策大神身上 恐怕有一个金手指 就像小说里面的那样 卧槽 兄弟你想象力这么丰富 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啊 现在三千二百年 最大的小说网站 就是番茄小说了 你去了 说不定你比玩游戏赚钱啊 我听说番茄网站里面的读者 各个帅如彭于言 美如居静一 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会给你打赏爱的发电 得得得 等我当上城主 我也去番茄写一本小说试一试 话是这样说 但是萧涵直接成为城主的消息 还是让玩家感到震撼 来到主城没多久 萧涵就成为了护城左使 现在才过去没多久 萧涵摇身一变 从护城左使 成为了黄雀城第三十三任城主 就这成长速度 就算是课金都绝对比不上 爹 恭喜你 被NPC一美授予黄雀城城主一职 获得称号 黄雀城城主 获得护城武器宝箱一个 提示 召唤生物等级上限提升至LV200 随之而来的 又是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召唤生物等级上限提升至200级 这是因为 获得城主一职的便利吗 可现在的问题是 即便萧涵拥有200级的召唤生物 要想和魔眼之主战斗 也绝对没有获胜的可能啊 定 是否开启护城武器宝箱一个 开 恭喜你 获得护城黄金极拼武器 护城法杖 查看天赋 黄雀城城主 类型 称号 等级 五等级 稀有度 黄雀城唯一称号 效果 一 主城当中可以任意传送 同时主城当中移速正50% 二 副本中全属性提升10% 三 获得护城武器技能 护城天雷 四 持有护城召唤法杖之时 可获得10分钟护城召唤实现 仅可使用一次 仅可召唤500级以下的召唤生物 自主使用 装备的属性 萧涵暂且不看 对于萧涵来说意义并不大 自己的主要输出 还是来源于召唤生物 不过 这城主称号的第四点 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现在可以直接召唤 将暗黑之女召唤出来吗 萧涵心里一顿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太好了 即便魔眼之主 完成魔童融合 又能怎么样 于是乎 萧涵赶忙打开了自己的召唤卡 现在还没有完成召唤的 一共就两张召唤卡 一张是999级的天安神女 还有一张 就是426级的暗黑之女 应该是在主成的原因 现在天安神女召唤卡 依旧呈现出一片灰色 意思是不能召唤 但是暗黑之女的召唤卡 却并没有呈现出灰色 也就是说可以召唤 真是太好了 虽然实现只有10分钟 但是完全足够击杀魔眼之主了 萧涵心中一喜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极其强大的魔力波动 在整个黄雀城当中肆虐 所有的魔器开始翻滚 恭喜魔眼大人 成功完成魔童的移植 72魔主的行列 必将有魔眼之主的一席之地 魔斗星使者单膝跪地 恭敬地说道 辛苦你了 魔斗星使者 如果没有你告诉这些的话 我恐怕也没有办法得到这双魔童 不 魔眼大人 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 你应该拥有它 魔眼之主狂笑起来 这力量感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要想成为72魔主 也只是时间问题 魔眼大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魔童了 我们还是快回到魔界吧 魔王大人 似乎已经知道 我们来人族的消息了 魔斗星使者叮嘱道 魔王大人已经知道了 是的 现在40W魔族簇拥者死亡 2000魔族战士死亡 还有十亿魔杀 尽数被杀死 魔王大人早就知道了 魔眼之主微微皱眉 虽然此战魔族死伤惨重 但是却并没有对人族 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也就是说应该没有影响到 魔王大人的机会 不然的话 魔王大人早就让72魔族降临了 但是回过头来一想 在离开人族之前 有一个人必须要死 魔眼之主将眼眸 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嘴角扬起了浓浓的邪笑 萧天策 你可曾想过也会有今天 我给过你机会 既然你不走 那么你就去死吧 魔眼之主抬起了自己的手臂 伸出食指 指着萧涵的脑袋 魔器在他的指尖 凝聚成为一个能量光点 魔童 点线魔指 天地间风起云洞 这里的所有的魔器 汇聚在魔眼之主的指尖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龟派气功吗 你怎么不说 这是螺旋丸呢 魔眼之主 已经完成了魔童的移植 现在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 这一积绝对比魔枪式的那个 什么天魔霸黄枪 要墙上无数倍 我想退出游戏了 兄弟们 这个黄雀城 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了 我现在 只想好好地活着 要走你走吧 一美战 在天策大神的身边 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也相信 天策大神 他就是最强的 我现在 只想看看 天策大神如何破局 现实一点吧 兄弟 虽然天策大神 现在已经成为 黄雀城的城主了 但是魔眼之主的等级 可是320 就算是今天神仙 来了都挡不住的 有没有一种 可能天策大神 真的开挂呢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是落在 萧涵和魔眼之主的身上 纵然他们相信萧涵 但是魔眼之主的实力 还是让他们 忍不住怀疑 柳超 现在这里的 十大白柳魔族簇拥者 已经全部击杀 钱多多站在柳城西城门口 看着黄雀城的方向 那边魔气翻腾 正在经历一场大战 老板 佐史大人 一定没事的 钱多多点头 他虽然相信这个男人 但是从现在 魔气翻滚的程度来看 他很难相信 那个家伙能够安然无恙 对了 老板 有人说 佐史大人 已经成为黄雀城 第三十三任城主了 是吗 钱多多多 脸上稍微欣喜了片刻 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就这样 钱多多看了整整十分钟之后 他身边的壮汉才开口说道 老板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还是快点进城吧 福斯小姐还等我们呢 钱多多沉思了一瞬 点头 走吧 黄雀城北城之上 七大城主纷纷侧目 这这这魔族 这是要毁黄雀城吗 想不到传说中的魔童又出现了 这次实力真是太强了 难怪陆仙城主 会死在这些魔族之人的手中 各位城主 我们现在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也会有危险的 虽然现在魔族在进攻黄雀城 但是黄雀城一旦被攻破的话 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 凭什么黄雀城的城主不出手 要让我们来帮他 这小子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 等他出手到时候 我们都只有死的时候 这一次 就当帮我们自己吧 没错 出手吧 七大城主纷纷点头 现在魔眼之主的实力 已经完全提升升上来 要是让他将黄雀城攻破的话 那么魔族的下一个目标 必然是他们 所以 就算现在他们不出手 之后也必然会出手 要是一定要让萧涵自己 击退魔眼之主的话 估计天塌下来 都不可能了 让开 这里是黄雀城 不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 萧涵冷声道 小子念 秦吉城城主秦天剑 正准备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旁边的宋都城主拉住 这家伙不知好歹 以为有了公主的帮助 就能够无法无天了吗 现在是我们在帮他 他反倒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不过正好 小子 我也看你不爽了 反正这个黄雀城 又不是我的主城 就算他被毁了 又能怎么样 各位城主 既然黄雀城新任城主 执意如此的话 那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现在公主大人也在这里 我们可不能越界了 几个主城城主 纷纷看向了一美 本来魔眼之主 实力就已经极其恐怖了 他们本来打算 大家合力将魔眼之主除掉 但是现在 既然新任黄雀城城主 如何嚣张的话 那么他们便也不打算出手 我相信你 一美看着萧涵坚定地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魔眼之主指尖的能量 已经凝聚到了极点 萧天策 去死吧 点现魔指的能量 瞬间爆发出来 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魔力冲击 对着萧涵的眉心袭来 护城法杖 哎 萧涵右手对着虚空一抓 一把龙纹法杖出现在他的手中 开启 特殊召唤 出来吧 暗黑之女 提示 你已召唤出426级暗黑之女 存在时间10分钟 暗黑之女刚刚出现 就将黑暗魔法术丢了出去 暗黑反弹 强大的魔器 从黑暗魔法术当中释放出来 煞时间 在萧涵的身上 出现在了一个漆黑无比的保护罩 将萧涵笼罩在里面 哄 下一秒 远射而来的魔指光束 和保护罩猛的撞击在了一起 萧天策 这是汇聚了魔童之力的光束 你死定了 魔眼之主狂笑 魔童强大的力量 就连他都感觉如痴如醉 光是随意一击 就能够打出比以前强上30%的力量 这种感觉简直太爽了 这一击 如果不是魔眼之主指向萧涵的话 估计整个黄雀城都会直接崩碎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魔指光束竟然在接触到保护罩的瞬间 对着魔眼之主反弹了回来 操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加上魔童的力量 竟然没有将萧涵身上的保护罩给轰碎 魔眼之主愣住了 根本就不可能 一个小小组成的人 怎么可能挡得住自己的随意一击 自己虽然不是72魔主 但是要论实力 现在绝对不在72魔主之下 这家伙怎么可以 思绪至此 一个血红色的伤害数值 从魔斗星使者的身上飘落下来 砰 伤害98W 大人 快走 虽然只是反弹了魔眼之主的魔指攻击 但是这40%的伤害 落在魔斗星使者的身上 依旧爆出了高额的伤害数值 想走 你们没有机会走了 暗黑之女杀掉他们 暗黑之女存在的时间只有10分钟 萧涵自然是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当即下令 直接杀了魔眼之主和魔斗星 萧天策 你这是不知好歹 魔眼之主承认 是自己低估了萧涵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能够抗下被赋予魔童之力的攻击 确实不简单 但是也正是因为萧涵此举 魔眼之主才更愿意离开 今日萧涵尚可挡下自己的攻击 明日他的成长 必将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威胁 所以萧涵今天必死无疑 魔斗星使者 你让开 魔眼之主强行激发魔童所有力量 于是乎 在他的周身开始燃起滚滚魔气 魔眼之主双手展开 一把由魔气凝聚而成的镰刀 出现在他的头顶 随着魔气的灌输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不一会儿的功夫 镰刀的长度就已经达到了40米 大人 你才成功移植魔童 这样强行激发魔童的全部力量 你会遭到反噬的 我知道 但是今天萧涵必死 魔眼之主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疯狂 为了击杀一个人族的小家伙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做到这种地步 但是现在他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萧天策 去死吧 魔童 死亡乱魔斩 魔眼之主双手握住镰刀 顿时间 镰刀就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 魔气滔天 就连天空之上的云层都被冲开了 刷刷刷 镰刀在魔眼之主的手中挥出无数个痕迹 单论压迫感绝对要强于魔枪势 甚至要强上无数倍 但是对于萧涵来说不过二 来吧 分胜负吧 暗黑之女 听闻呼声 暗黑之女双手合十 一道比魔眼之主更加浓郁的魔气 从暗黑之女的身上爆发出来 光是两道魔气碰撞 就已经让魔眼之主身上的魔气 出现了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紧接着 暗黑之女双手拉开 一个黑洞出现在了双手手掌之间 他缓缓地将黑洞推向了魔眼之主 萧天策 你不以为仅靠这个东西 就能够和我分出胜负吧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魔童的力量 魔眼之主的力量再次爆发 可这时候 暗黑之女开口诞生道 魔洞爆炸 明灭 哄 天地间 以一个小白点为起点 开始在整个天地间蔓延 拉伸 此刻是那么寂静 但是安静的背后 确实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毁灭 伤害 一千大不了 伤害 一千大不了 伤害 593.9W所显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击杀魔斗星使者 获得经验值 2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恭喜你获得竞技觉醒卷轴一份 一系列的奖励 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但是此时此刻 自己根本就来不及细听 其一是魔眼之主 并没有死亡 其二是 现在黄雀城上空 悬浮着三把魔兵 72魔柱 刀魔 前来拜见各位 72魔柱 魔柱 72魔柱 灵魔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平静 无比的平静 他们身上的魔器 被完全控制在体内 很强 72魔柱都来了 这天策大神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说句实话 现在我看这个 这三大魔柱 我双腿 就有些发软 我就差 没有直接跪下去了 我靠 我以为魔眼之主 已经非常强大了 没想到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72魔柱 这还要不要人活了 大哥啊 这个还是给我们准备的游戏吗 是天策大神太强了 强行给我们开启了后面的剧情 什么魔族降临 天策大神一人就可以抵挡 这就是男人 这才是猛男该看的东西 最关键的 这三大魔柱 等级直接达到了500级 比魔眼之主等级 都要高上100多级 天策大神真的挡得住吗 不仅仅是玩家们震惊 就连北城之上的七大城主 同样是相视一眼 他们不敢动啊 他们打死 都没有想到 就连72魔柱的人都来了 而且 来的还不是一个 还是整整三个 为了一个魔眼之主至于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或许公主大人的选择是对的 萧涵确实有能力 成为黄雀城城主 他的实力很强 能够一击 直接将魔眼之主打成重伤 如果不是72魔柱 及时赶到的话 魔眼之主必死无疑 各位 今日奉魔王大人的命令 我们只带着魔眼 希望各位不要阻拦 如果想要打架的话 我刀魔奉陪到底 刀魔既然能够成为72魔柱之一 实力自然是无庸置疑的 而且 等级还达到了500级 放眼整个黄雀城 能够一战的 也只有暗黑之女了 而且 就算暗黑之女和刀魔打起来 最后肯定也占不了顶点好处 我们走 差不多过了几秒钟之后 三大魔柱带着魔眼 就朝着魔阶裂缝掠去 看到这一幕 玩家们才渐渐地松了一口气 这些人终于走了 走了好啊 让我安心发育一下 以后我也能够像天资大神一样生猛 黄雀城终于有可能安静一阵子了 猥琐发育不行吗 兄弟们 散了吧散了吧 天资大神的神话已经结束了 事实证明 天资大神的实力 最多也就能够击杀魔眼之主这种级别 以后大家看着 如果是500级的生物带头工程 我们就可以直接退游戏了 走吧 下线休息去吧 看着三大魔柱的离开 玩家们当然是高兴 只要能够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肖寒并不这样认为啊 什么魔族入侵 十万魔族簇拥者降临 两千魔族战士 魔枪士 十一魔杀 魔斗星 魔眼之主 真的是一个一个来 这些也就算了 现在还来72魔柱 这是什么意思啊 来旅游的呗 倘若今天让72魔柱 就走了魔眼之主 那么改日 他们必将还会来饭 肖寒双眸中闪过浓浓的杀意 暗黑之女 阴落之后 暗黑之女伸出手掌 掌心对向了远去的魔眼之主 暗黑粉碎 一股魔气在魔眼之主的身上蔓延 正当暗黑之女 准备终结掉魔眼之主的时候 72魔柱 刀魔微微一震 直接将魔眼之主 身上魔气给清除掉了 小子 你是要代表人族 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肖寒并没有直面回答刀魔 他也没有必要回答刀魔 果断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最近的一个副本掠去 堂堂72魔柱 有本事在黄龙山巅决一死战 此话一出 太古龙女的遗速直接拉满 朝着黄龙山巅掠去 而此时 三大魔柱顿了一下 你们先带着魔眼回去 我去会议会这个小子 魔族不能被人族瞧不起 刀魔很声道 不可 我们来这里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带走魔眼 其他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没错 现在魔王大人的计划 已经在进行了 我们最后不要再多生时短 魔猪 灵魔 这个家伙的实力极强 虽然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但是给他时间 他一定能够成为 北陵国度的最强者 与其给他时间成长 不如现在就杀掉他 肖寒的实力 他们三大魔柱 确实都看在眼里 毕竟魔眼的实力 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拥有魔童的他 绝对有资格机身72魔柱 但是 即便是这种实力 在肖寒的面前 也顶不住一击 刚才 如果不是他们刚好赶到的话 估计现在的魔眼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确实如刀魔所说 肖寒这个家伙 应该尽早除掉的号 否则早晚也会破坏 魔王大人的计划 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最好在一分钟之内杀掉他 否则大人要是怪罪下来 这件事谁都承担不了 当然 于是乎 三大魔柱带着魔眼 朝着黄山之巅 快速靠近 我的老天啊 这是要大闹天宫的节奏吗 我人都骂了 天侧大神 这是要上天啊 将魔眼之主 有没有兄弟 想要去黄山之巅看看呢 我不去 天侧大神 拥有毁灭副本的能力 我们去了 最多就是给重生法阵 多天一个人而已 天侧大神 已经杀疯了 黄山之巅 三大魔柱与肖寒对立 小子 你的实力很强 能够将魔眼打成重伤 我欣赏你 但是 只可惜 你在人族 如果你在魔族 魔王大人势必全力培养你 刀魔道 培养出像你们这样的垃圾吗 肖寒直言 三大魔柱倒是微微一愣 随即 刀魔微笑道 小子 你可知 人族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没有出现过这强者 消寒不语 那是因为 以前他们都像你一样狂妄 想要杀掉我们魔族所有人 可后来呢 人族精英全灭 实力大幅度衰减 108种族当中 你们成了最弱的那一批 但是你们的领地 却是魔族的十倍以上 说实话 你们不配拥有 刀魔的眼神当中 不仅充满了杀意 还有些许的羡慕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小子 狂妄的人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狂妄到没有边际 能够让所有人臣服 还有一种 就是你这种狂妄没有实力 只能任人宰割 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你浪费了 结束吧 刀魔手臂探出 将魔刀捏在手中 魔刀斩 紧紧一挥 空气都被撕裂开来 很强 但是 刀魔算错了 现在可是在副本里面 副本之内 小寒自认无敌 出来吧 天安神女 杀了她 天安神女出现的那一刹那 刀魔眉头紧皱 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里突然冒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刀魔竟然在肖寒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一定是幻觉 一定是 去死吧 小子 魔刀落下 天安神女一拳打出 与魔刀撞击在一起 发出猛烈的震荡 圣光和魔刀交织 激发出阵阵雷电 雷电在整个黄山之内轰炸 伤害 78W 伤害 78W 伤害 78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黄山兽 获得经验值1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黄山兽 获得经验值1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副本BOSS 黄龙兽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副本BOSS 我他们谢谢 你们在这里打架 又是各种道具 各种装备爆了出来 全部收到了 小寒的背包当中 当然有装不下的装备 则是放到了 极品收纳戒指里面 等此件事了 小寒再好好看看 到底获得了什么 轰 轰轰 刀魔手中的魔刀 被天安神女一拳轰碎 这一拳没有带胜光 魔柱 灵魔 你们快走 刀魔自知不妙 他万万没有想到 小寒这个家伙 居然还留了后手 这个叫做 天安神女的人 实力已经强出天际了 如果真的要论实力 只有魔王大人 一人可以抵挡 这是魔刀现在 心里最直接的感受 魔珠和灵魔剑壮 想要再救刀魔已然没信 他们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完成魔王大人 交给他们的任务 先把魔眼带回去再说 想走 你们都走不了 天安神女 天安神女跟了小寒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 小寒想要干什么 就算小寒不说 这两大魔柱 也必然跑不了 天机圣者的绝天长矛 一把金色的长矛 再次悬挂在了 整个黄龙山殿 魔珠和灵魔 是绝对逃不出副本的 你们快看那边 又是那把长矛 就是他 当初就是他轰碎了 8253号新手村的后山 到现在 村长都耿耿于怀 现在坐实了 天色大神 就是轰碎后山的罪魁祸首 时隔这么久 莫想到这个技能 再次出现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 我的心情是愉悦的 就是不知道这一次 天色大神能不能用这一击 将三大魔柱全部击杀 简直恐怖如斯 一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技能 可是能够轰碎副本的存在 我不相信 魔柱能够强到 可以扛住这一击 看着黄龙山殿副本之上 悬挂的百丈金色长矛 玩家们的眼神当中 流露出了疯狂 黄龙山颠 金色的雨缓缓落下 这股平淡的杀意 依旧让刀魔心神一阵 您快走 带走魔眼离开这里 刀魔将自己手中的魔刀 丢到了半空中 嘴里开始念叨 我以魔之魂 彻底托付魔刀 觉醒最终的奥秘之力 浓郁的魔气 开始从刀魔的身上剥离出来 就连刀魔的生命值 都在疯狂地下降 他准备拼命了 刀魔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出来 现在想要离开这里 绝对是跑不掉的了 只能打 但是头顶着一把金色的百丈长矛 说实话 就算他献祭出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值 都没有丝毫地把握 刀魔 这样下去 你会死的 魔珠双眸一颤 快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灵魔脸色极其难看 他们本来一个小小的人族 对刀魔发起挑战 就是一件愚蠢的事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家伙的实力 已经强到令人发指了 那个女人 就是小小人族的最强底牌 是他们低估了人族 灵魔 你快走吧 我来帮助刀魔 有魔皇中 在我或许还能够救一救刀魔 魔珠手臂在魔眼的身上一探 将魔皇中拿在了手中 而灵魔没有管那么多 一旦金色的百丈长矛落下 他们绝对是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既然魔珠想要留下 那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毕竟他们还有魔王大人的任务在身 魔眼势必带回魔姐 于是乎 灵魔二话不说 带着魔眼 就朝着黄龙山巅副本之外 急速掠去 刀魔 我来助你 魔珠将自己的七颗魔柱 融入到了魔皇中当中 煞时间 魔皇中开始变大 大小甚至可以将整个千米 来高的黄龙山巅 全部笼罩 刀魔 尽全力杀了这个小子吧 你说的对 这人留着以后 必将是个祸患了 魔族迟早会栽在他的手里 魔珠 先别说这些 先把这一击挡下来再说 这一击很强 甚至比魔王大人的实力 都还要强 应该如此 刀魔和魔珠同时出力 整个副本现在都以魔器滔天 但是有用吗 并没有什么卵用 轰轰轰 天安神女手中十字架 轻轻一挥 金色百丈长矛 瞬间落下 与魔皇中和魔刀 彻底撞击在了一起 天边黑色和金色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暗金色球体 将整个副本笼罩 魔珠 快使出全力 不要再保留力量了 这个东西就要爆炸了 一旦爆炸 你我都要死在这里面 快 魔珠也不是傻子 在这个暗金色球体形成的瞬间 他就已经将自己的灵魂 融入到了魔皇中当中 但是天安神女弃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刀魔和魔珠全力输出 依旧顶不住这道伤害 碰 一瞬间 天地爆炸 这一击远远要比暗黑之女 释放出来的魔洞爆炸 还要强烈 爆炸蔓延 先是将黄龙山巅副本给轰碎 然后又陆续吞并了十余个副本 全服通告 汤匙副本被玩家萧天策摧毁 系统正在全力抢修 五个小时之内不可进入该副本 全服通告 黄泉之路副本被玩家萧天策摧毁 系统正在全力抢修 五个小时之内不可进入该副本 一连串的系统通告 让所有玩家震惊 副本破碎 全部都是副本破碎 我刚才数了一下 刚才的那个爆炸 至少让十个副本破碎 我的天哪 我感觉三大魔柱都已经不是三大魔柱 我们天色大神才是究极大魔王 这个爆炸是什么东西 就像是在黄龙山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弹一样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爆炸能够一次性摧毁十个副本 黄龙山巅 萧涵带着太古龙女和天安神女静静地站在天地之间 此战之后 黄雀成城主 萧天策立下不败神话 以一人之力独占整个魔眼之主大军 同时还灭杀两大魔柱 虽然灵魔带着魔眼回到了魔界 但是萧涵之威已成为神话 我们走 萧涵将天安神女收回召唤卡 然后骑着太古龙女朝着黄雀成飞去 这一战虽然惊心动魄 但是自己的收获同样是不少 萧涵大致看了看自己的背包 一级极品召唤卡十二张 击穿十二个副本获得 D级极品召唤卡恩佐的十二骑兵已经全部筹齐 一共就是十二张召唤卡 A级极品特殊召唤卡 魔星 领域召唤卡 击杀魔斗星获得 S级极品召唤卡 天魔猎手和S级极品召唤卡 魔天使 击杀两只 七十二魔柱获得 净计觉醒卷轴一份 声望值加100W 450级暗金三阶装备两件 100级黄金三阶装备一套 80级黄金二阶装备一千套 经验值 7000W等级从76级提升到了88级 占据了十二个副本 每个副本额外增加5000W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现在自己拥有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直接获得7400W了 D 恭喜你 完成复仇任务 获得成主另一个 恭喜你 开启禁忌召唤 诗觉醒之路 一次觉醒 进道之主 单从收获上来说 确实是非常丰富 光是450级的装备 都已经获得了两件 有了这两件装备 无论是自己的实力 还是召唤生物的实力 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非常NIC 而且自己的等级 也从76级一波提升到了88级 占据的副本 也从32个变成了44个 只差8个副本 就能够全部占据了 到时候 自己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肯定还会飙升 真是太爽了 而且现在S级召唤卡 也拥有了7张 阵容再次加强 哦对了 好像还获得了一个领域召唤卡 看看有什么作用吧 领域召唤卡 魔星 类型 召唤卡 等级 LVE 最高等级100级 生命值 10W锁定 攻击 5 作用 当前一公里范围之内 魔族属性的召唤生物 伤害提升1 介绍 极度稀有召唤卡 最高等级100级 难不成1000级之后 暗黑之女 它们的伤害 能够提升100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暗黑之女的实力 又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真是太好了 正好现在自己的经验值 有7.4亿 先将这个魔星的等级 提升到100级再说 定 是否使用4000W经验值 将A级极品召唤卡 魔星 等级提升到100级 确定 哗哗哗 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7亿 恭喜你 成功将A级极品召唤卡 魔星 等级提升到100级 领域召唤卡 魔星 类型 召唤卡 等级 LV100 满级 生命值10W锁定 攻击 无 作用 无视距离 只要是魔族属性的召唤生物 伤害提升80 介绍 极度稀有召唤卡 虽然伤害 没有直接提升到100 但是经过等级强化之后 它已经可以直接无视距离 这一点还是很不错 80的伤害提升 如果再加上 现在黄气加深 祥瑞之责 还有各种buff加成的话 魔族系召唤生物的伤害 至少会提升三遍 恐怕现在 就算让426级的暗黑之女 和500级的魔族单挑 也完全不在话下 这是一个好东西 欣喜之后 萧涵回过神来 又看向了另外两张召唤卡 既然现在 成为黄雀城城主 召唤生物等级上限提升的话 那就先将S级的召唤卡等级 提升到200级吧 至于还有一些召唤卡 就先暂时不管 毕竟现在的阵容 在输出方面完全足够了 就这么干 叮 恭喜你 成功将S级几品召唤卡 太古龙女等级提升到200级 消耗经验值 8200W 随着太古龙女等级的提升 体力也随之倍增 主人 起飞了 太古龙女 带着萧涵在天空中 快速飞驰 你慢点 我受不了太快了 黄蜂打在萧涵的脸上 连呼吸都困难 主人 以后多来几次 就好了 萧涵无语 这家伙说话时 越来越没有分寸了 竟然敢这样 和自己说话 虽然之前在水房的 九五至尊包厢当中 确实发生了那个什么事 但是好歹一码归一码吧 自己也不是抢求的 九五至尊宝箱 确实是实属无奈 自己也没有想到 星月之雪的影响会这么大 要是早知道的话 之前自己 也不会选择 留在九五至尊宝箱当中 真是罪孽啊 罪孽 虽然明面上是这样想没错 但是萧涵擦了擦自己的口水 好像是真的很香 回过神来 萧涵继续将自己的目光 重新放在了召唤卡的 等级提升上面 叮 恭喜你 成功将S级级品召唤卡 炎帝等级提升到200级 消耗经验值 7500W 定 恭喜你 成功将S级级品召唤卡 天魔猎手等级提升到200级 消耗经验值 7500W 剩余召唤生物经验值 50600W 那么剩下五个亿的经验值 就全部加在暗黑之女的身上吗 定 是否将50600W经验值 全部加在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的身上 确定 几秒钟之后 系统声再度响起 定 恭喜你 成功将S级级品召唤卡 暗黑之女 等级提升到468级 平均每一级 消耗120W的经验值 总共提升了42级 总体来说 还算是不错 那么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了 回到黄雀城工会 然后让奥恩帮忙把装备打造一下 然后剩下不用的 装就先放在工会当中吧 暗自点头之后 萧涵就关掉了面前的系统提示框 另外一边 34主城聊天频道当中 萧涵这一次的战绩 已经被玩家们炒疯掉了 不仅仅是黄雀城的玩家兴奋 就连其他主城的玩家 也开始对萧涵转变了态度 黄雀城萧天策 我愿称他为最强 不接受任何反驳 真的很强 能够以一己之力 救下整个黄雀城 说实话 他就是34个主城里面 最强的那个人 哦不 现在是最强城主 不知道天策大神缺不缺女友 我能够成为你的皇妃 实在不行 炮游也可以啊 现实中不行 难道游戏里面还不可以吗 我真的是服了 炮炮龙 你之前可是骂天策大神来着 现在你就开始填起来了 你真是不要脸啊 良情择目而期 这句话 你难道不知道吗 啊哈 现在这个年代 干这种事 都能够用高端的话来反驳了吗 天策大神 能够看上你 都是怪的了 我是柳城的玩家 之前十万魔族簇拥者 我们都是 在有援兵的帮助下 才将他们击溃 天策大神 是怎么做到这么强的 哎 要是早知道 天策大神这么强 我也去黄雀城了 什么护城站 完全就不在话下好吧 无论是在聊天频道里 还是在官网论坛上 几乎都被销涵这一次的壮举 给霸占 一条帖子 仅仅只用时十分钟 热度就直接提升到了200亿 简直恐怖如斯 另外一边 还有一个专门教玩家们 如何攻略的主播 张仙人 正在津津有味地传道授业解惑 三十级的剑士 在整个九龄图网游中 实力虽然不算太强 但是单论输出的话 绝对能够排进前十 此时 直播间里 正有300W人观看 兄弟们 你们看好了 这个螳螂的攻击 一般都是先从左边发动普通攻击 我们只要掌握住这个规律 躲避攻击 然后再进行输出 收割 兄弟们 眼睛睁大看好了 张仙人右侧躲闪 一个凭A砍掉螳螂 2W的生命值 然后再配上技能 取消普通攻击的后摇 输出再度跟上 不给螳螂任何反应的机会 直接斩杀 全体起立 见地张仙人 此刻无敌 一声咆哮 让直播间的气氛 直接拉倒高潮 见地牛逼啊 现在见识这个职业 你应该是第一人了 我就弱弱地问一句 主播你手里的长剑卖吗 主播 你身上的鞋子买吗 主播 你手里的长剑 能砍屎吗 主播 你也太垃圾了吧 隔壁 萧天策已经屠神了 直接斩杀500的魔柱了 这条弹幕 在直播间 所有人的眼前飘过 兄弟你 你说的是 黄雀城萧天策吗 这个人我知道 那个金色长矛一落 整个一千多米高的山峰 都变成了一个暗金色的弹 然后天地爆炸 击杀了500级的魔柱 在哪 我要去看看 还看什么张仙人的直播间啊 真正的强大 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 兄弟们 去看看 天策大神教你如何逆袭 走走走 张仙人的直播 开始急速下滑 直播间 从在线300W人观看 到现在直播间 只有两人观看 这两人 一人是自己的老婆 另外一个 是自己的小号 这一下 直接给张仙人整猛逼了 张仙人 老婆我是凉了吗 老婆 对不起 我们离婚吧 我要去看肖天策去了 直播间张仙女已掉线 黄雀城 随着肖寒骑着巨龙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一道道震汗声 在整个黄雀城响起 宋多所有人 恭迎黄雀城 新任城主 凯旋 柳城所有人 恭迎黄雀城 新任城主 凯旋 波耳城所有人 恭迎黄雀城 新任城主 凯旋 无量城 除了天都城城主不在 其余七大主城城主 现在在知道肖寒以 一己之力斩杀两大魔柱之后 带着所有人前来 恭迎肖寒的回归 而他们对于肖寒的质疑 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两大魔柱是什么实力 五百级的超级强者 就算是他们七大城主 同时出手 也没有办法拦住 任何一个魔柱 这就是实力 而肖寒不仅做到了 而且还连斩两大魔柱 可见肖寒的实力 远在他们所有人之上 不愧是公主大人看上的人 此刻 肖寒和敖一城 落在北城城门之上 看着七大城主 正准备说些什么 一美突然走上前来 他双眸闪着泪光 一把抱住了肖寒 肖电策 谢谢你 肖寒感觉有些不自在 一美这是怎么了 现在这么多人看着 他身为公主 竟然将自己抱这么紧 喂喂喂 这样实属不太好啊 要抱 也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抱啊 这里人多 而且在不远处的地方 泽亚还看着呢 他那双恶毒的眼睛 好像是随时要吃掉肖寒一样 肖寒赶忙推开了一美 一 一美 这次魔族入侵 其实也是多亏了你 一美摇了摇头 不 这就是你的实力 我没有看错你 要是雅思高徒知道 你现在的成就 他一定也很开心吧 小寒略微一笑 希望如此吧 一美擦了擦眼眶中的泪水 对了 我已经让哥宾尼 去准备今天晚上庆功宴了 在水房九五之尊的包厢当中 到时候你也来吧 小寒点头 没问题 庆功宴确实还不错 毕竟这一次能够击退魔族 也算是一次重大胜利 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还能够促进 一下主城之间的发展 对自己这个新任 城主那是百利无遗害 等等 刚才一美说地点是在哪 水房九五至尊包厢 那不是上次才能啥的地方吗 小寒浑身一颤 看了看旁边的敖一尘 不知道为什么 敖一尘脸上的笑容 总是让小寒感觉 有点勾搭的意思 老天啊 上一次就已经够自己受的了 而这一次 自己才将敖一尘的等级 提升到了二百级 不是吧 我让你恢复体力 不是让你干这事的呀 一美 依我看的话 一美就已经和七大城主离开了这里 只有不远处的泽亚 还死死地看着小寒 还是快走吧 小寒带着敖一尘 回到了工会当中 黄雀城通告 由于玩家 肖天策成功击退魔族 黄雀城获得24小时 双倍经验值加成buff 黄雀城通告 由于玩家 肖天策成功击退魔族 黄雀城获得24小时 双倍经验值加成buff 兄弟们 又来了 天策大神的buff又来了 真是太好了 双倍经验值加成 这一次 还是持续24小时 天策大神 拥有是黄雀城的复兴啊 我爱你 兄弟们 有没有一起去组队的 双倍经验值加成 只要输出够 就冲 之前黑鸭血灵护城战 黄雀城才获得了 8小时的双倍经验值加成 现在直接一波 获得了24小时的经验值加成 玩家们能不爽吗 那是爽上天了好吧 这消息传到 其他主城的玩家耳中 脸都绿了 为什么每次 双倍经验加成的好事 都落在了黄雀城吗 官方啊 何时才能够出一个主城 更换道具啊 萧涵一个传送 就回到了工会当中 主人 主人 秦安娜和奥恩看着萧涵 恭敬地喊道 萧涵微微点头 坐在工会的笼椅上 点开了自己的背包 打算查看一下自己的装备 450级的装备 肯定是不用查看的 直接让奥恩打造成为神级 然后交给暗黑之女穿戴就可以了 那套100级的套装 打造出来之后 自己穿戴 最关键的就是 这1000套80级的装备 比支黄级铠甲 还要高上整整20级 看看它的属性怎么样 魔煞灵甲 等级 LV80 品阶 黄金二阶 属性 力量加1300 智力加2100 敏捷加900 精神力加1100 体质加800 物理攻击力加1000 魔法攻击力加7800 效果 一 当穿戴者处于战斗状态时 有50的几率 进入半魔人状态 二 攻击时有20几率触发魔器波动 魔器波动 能够让受到攻击者周围10米之内所有生物 遭到魔星灼烧效果 有50的几率 进入半魔人状态 也就是说 如果在使用领域召唤卡的情况下 进入半魔人状态的召唤生物 都会受到领域的加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这样一来的话 相比与黄级装备 魔煞灵甲这套装备 起到的连锁加成会更高 而且再加上神级装备的 祥瑞之泽 加成 魔星领域的加成 各种辅助系召唤生物的buff加成 一波团战打架之前 都得花上的几分钟来加持buff 那场景就是 所有召唤生物的头顶上 绿色文字不断地飘出 那场面 只能用无敌来形容 既然这样的话 直接将黄级铠甲套装换掉吧 奥恩 这时候 肖寒突然喊道 主人 有什么事 这些装备 你帮我打造一下吧 我需要 将它们都提升为神级装备 肖寒将这一次自己收获到的装备 全部交给了奥恩 好的 在那里 奥恩给自己打造了一个 专门用来打造装备的锻造台 不知不觉 他已经成为了肖寒的职业打铁人 唉 堂堂牧羊人 现在居然过得这么苦逼 连水房都去不了 碰 碰碰 一锤 又一锤 奥恩只能选择默默地打铁 叮 恭喜你获得神级套装 磨煞灵甲 叮 恭喜你获得神级套装 磨煞灵甲 接下来 肖寒又把目光落在了秦安娜的身上 秦安娜 你将工会重新调整一下吧 专门找一个放装备的地方 我现在身上的装备太多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秦安娜点头 主人 工会角落正好有一个仓库 你来处理就好了 我出去喝点酒 累了这么久 肖寒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 当然是要去酒馆转转 肖寒一个传送就离开了这里 敖一辰当然是留在了工会当中 医生姐姐 你先去床上休息一下吧 仓库的事 我来就好了 敖一辰点头 朝着工会二楼那张大床走去 睡过这床之后 敖一辰就像是迷上这张床一样 是真的舒服 看着敖一辰离开 奥恩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突然走到秦安娜的身边 而语道 你不是去水房学了几招吗 怎么不让主人试试呢 主人还没有试过精油推背呢 就在肖寒不在工会的这段时间了里面 秦安娜考虑到主人的休息 听了奥恩的劝说 确实去水房学了两招 主人不是说了 他去喝点酒吗 而且 我现在要去收拾仓库 等主人回来之后 再帮主人放松一下吧 秦安娜十分体贴地说道 你还是快去打造你的装备吧 奥恩无语 自从肖寒剥夺了他用钱的权利之后 奥恩直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只待在工会里 肖寒还说什么 带一只母山羊回来 全他们的放屁 山羊没带回来 倒是把一堆装备带回来了 酒馆当中 左使哦不 准确地说是城主大人 这么久不见 你终于来了 看着肖寒的出现 酒馆老板下意识地想要 叫左使大人 但是突然一想 这不一美大人 才封肖寒为城主吗 老板真是客气了 老规矩 一瓶好酒 外加一盘花生米 没问题 城主大人 你就找个地方做 很快给你送过来 肖寒点头 酒馆之内的人依旧不是很多 估计都是去刷图去了 肖寒倒是不急 现在只查八个副本 和三个隐藏副本 就能够全部占据主成的副本了 反正24小时之内 是肯定可以刷完的 哦对了 完成复仇任务之后 自己还获得了一块城主令 和一块禁忌 觉醒卷轴 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城主令 类型 特殊道具 数量 一块 作用 一块能够让玩家 成为城主的令牌 介绍 它的存在 或许能够让你 登上更高的层面 或许你可以去找一美 它能够告诉你令牌的使用方法 自己现在 本来也是黄雀城城主 至于这块城主令的话 自己可以晚点 再去找一美问问情况 也行 继续查看一下 禁忌觉醒卷轴 之前我记得 好像50级就可以完成觉醒了 为什么现在自己 才获得觉醒卷轴啊 难不成禁忌召唤师 有特殊待遇 看看再说吧 禁忌觉醒卷轴 类型 一次觉醒道具 数量 一 等级 LV80 状态 可使用 作用 完成开启禁忌觉醒之路 想不到禁忌召唤师的觉醒 还要专门等到80级 整整比普通职业 要高出30级 不过还好 现在并没有玩家等级 达到50级 最高级也才34级 自己肯定是第一个 完成一次觉醒的玩家了 D 是否使用禁忌觉醒卷轴 使用 禁忌觉醒 通关风纲领域 类型 觉醒任务 任务要求 一 单人通关 二 达到风纲领域当中的疾风权杖 三 破坏风纲枢纽 零四 任务奖励 完成任务之后 寻找歌兵尼 领取奖励 任务介绍 随着禁忌职业的风存 这封 禁忌觉醒的卷轴 也随之风存 想不到还会有现实的那一天 风纲领域 任务副本 既然是任务的话 那就等庆功宴 结束之后再说吧 反正也不急 主要还是萧涵 这几天有点操劳 城主大人 你要的好酒来了 还有一盘 刚刚出锅的花生米 对了这一次 我们酒馆 还做了一道麻辣小龙虾 城主要不帮忙尝尝看 麻辣小龙虾 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这感情好啊 想不到在这里 还能够尝到这种美食 不错不错 真不错 于是乎 两名酒馆的服务女仆 拿着酒 拿着一个大铁锅 走了过来 城主大人 这是我们才做的 您得尝尝 看看有没有什么 需要改进的 小韩点头 看着这一锅小龙虾口水 都流出来了 就这光泽 这香味 连口水都是麻辣的味道 小韩浅尝一下 随即连连赞赏 确实不错啊 老板心头一喜 城主大人喜欢的话 以后可以尝来啊 小韩只是点头 连吃了好几个龙虾 简直绝了 或许是因为 这个网游的虚拟世界 当中龙虾这种生物的肉质Q弹 让小韩感觉 这龙虾的口感 简直比现实世界中 好吃百倍 根本就停不下来 咕噜咕噜 再配上这冰镇好酒 简直就像是 天仙下凡 无与伦比 对了 城主大人 为什么今天我看 幼史大人愁眉苦脸的呢 小韩一听 脸色顿时就变了 乖乖的 幼史大人的脸色 能不能看吗 看着医美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自己抱住 他肯定生气 这事儿 要是搁自己身上 那肯定也不好受啊 试想一下 你为了一个女生 种满了满城的蓝樱花 只为薄她一笑 可最后呢 到最后自己心爱的女人 抱住了别人 唉 小韩在心里 探出一口浊气 但是依旧是对着老板说 他应该是身体不舒服吧 是吗 老板一双眼眸望着天花板 继续说道 可是幼史大人之前 为什么一直重复 说一句话呢 小韩愣了一下 什么话 老板道 他好像是在说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扑 听到这话 小韩直接喷出来了 龙虾碎肉 喷了老板一脸 泽亚算是开窍了 之前自己救他的时候就说过 舔狗是没有好下场的 没想到这家伙顿武了 城主大人 舔狗是什么东西啊 老板用手擦了擦 自己脸上的肉末 开口道 舔狗就是幼史大人呀 幼史大人就是舔狗啊 小韩笑道 老板一脸猛逼 完全听不懂小韩在说些什么 他不明白 为什么幼史大人是舔狗 舔狗又是幼史大人 搞不明白 老板 人哪 给我也来一瓶酒 这时候 酒馆的门口又来了几个客户 老板转头看了一眼 等等马上就来了 老板在和小韩简单说了两句之后 就回到前台拿酒去了 小韩一个人坐在这里吃着小龙虾 喝着冰镇美酒 爽歪歪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韩喝了三瓶冰镇美酒 再加上一盘花生 实在是太饱了 但是 还有这么多小龙虾 老板 包打包一下吧 酒馆女仆帮忙小韩用特殊的容器装好 恭喜你 获得半份麻辣小龙虾 小韩将麻辣小龙虾收到背包当中之后 一个传送就回到了工会当中 撑住大人 慢走 撑住大人 慢走 刚刚回到工会 奥恩还在打铁 秦安娜在打理着仓库 就不打扰他们了 将小龙虾放在桌上吧 到时候 他们应该知道吃 这时候 小韩收到了一条提示 提示 你收到一条短信 是否现在查看 短信 在游戏里面 还能够收到短信的吗 查看 小韩 你该交房租了 你拖了三个月的房租该结了 你要是今天还不给钱的话 我就把你的东西 给你全部丢出去 我马上到你门口了 操 那个该死的收租婆又来了 真是见鬼了 还好自己有钱 不然傻婆娘 非得把自己赶出去不可 断骂两句之后 小韩选择了下线 咚咚咚 小韩 你不要给我在里面装傻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快给我出来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自己开门了 门外传来了收租婆的爆喊声 小韩随便穿了一件短袖 就朝门口跑去 来了来了 傻婆娘 敲锤子 小韩 我还以为你死在里面了呢 没死正好 给钱吧 我给你算了算 一个月五千 一共是三个月 总共一万五 收租婆 露出一个二维码 眼神坚定 今天 要是给不出一万五 只不准这家伙 还真会将自己的东西 全部丢出去 但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我小韩现在 可是身价过千万的人 区区一万五的资金 自己完全不放在眼里 一万五我给你 改天我就搬出去 不住这里了 长久住在这个出租屋里 也不是什么好事 总得自己买一个房 这样才安全点 小韩 就你这样 你不会以为你 还能够再失去买房吧 难不成你还以为你就是肖天策 现在报复最厉害的 就是九零图的肖天策 几天连赚几千万 你们虽然同样行销 但是差了可不止是十万八千里啊 得得得 我也不想管你 快给我把房租签交了 市中心的房价 也不过十万一平 你自己的身价 买个几百平 不是轻轻松松的吗 不就是一万五吗 我现在就给你 小韩刚刚用手机 扫了一下收租婆的二维码 心里多少还有点怨气 这个臭婆娘 看不起谁呢 要是让她知道 自己就是肖天策 那不得吓死她 但是自己 才不会傻到 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且现在 自己自身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 要是来一个壮汉 恐怕明天清晨 论坛首条帖子 就是网游肖天策 神秘消失 这时候 正当肖寒 准备付钱的时候 在收租婆的身后 忽然站出来一个女孩 女孩肌肤吹弹可破 应该有21岁 很美 这是提罗娜 不会吧 老天 提罗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不是蓄域之主吗 肖寒看着这个女孩心 都颤抖了一下 但是直到她开口的那一瞬间 她才明白 这个女孩只是 跟提罗娜非常像而已 妈 还描好吗 爸爸都在楼下 等我们挺久的了 我们不是 还要去看房子吗 女孩叫做谢婷婷 她的样貌十分的精致 就像之前 肖寒对替罗娜的评价一样 如果是首次 至少是4000网上 绝对不低 女儿 你稍微等一下 我把这个死赖皮的账收掉 我们就去买房 收租婆安慰了一下自己的女儿 然后转头看向了肖寒 还不快赚钱 你个臭小子 不会有没有钱吧 今天你要是不赚钱的话 你就别在这里住了 肖寒撇了撇嘴 手指在手机上 连连点击了几下 叮咚 微信到账 1.5万元 钱给你了 收租婆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手机 在确定之后 才带着自己的女儿 转身离开了这里 走吧 女儿我们去市区里面 买套贵一点的房 收租婆脸上的肥肉 都快挤到一坨去了 看上去有点恶心 妈 咱们以后收租的时候 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你这样说别人不太好 谢婷婷轻声道 女儿 其他人可以 但是这家伙不行 她就是一个死赖皮 行了 我们还是快走吧 妈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她和那个九龄图 网游上的肖天策 有点像呢 她要是肖天策 我就把你许配给她 妈就是这么自信 救她那穷酸样 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肖天策 两人说着说着 就离开了这里 肖寒也关上了大门 什么收租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个漂亮的女儿 又能怎么样 自己的天安神女 会比她差吗 开什么玩笑 自己就是肖天策怎么了 我还就不告诉你 谁陷害你女儿 肖寒回到了沙发上 看看时间 现在也不早了 反正都已经下线了 那先点一个外卖吧 等吃完饭再上线 参加庆功宴吧 肖寒在外卖平台上看了半天 选了一个金拱门的家庭套餐 确实是饿了 索性就多点一点 而且咱也不是说没有钱 129 支付 现在顺便看看房子 刚才谢婷婷的那些话 总让自己感觉后背发凉 要是让他把话传出去说 网游大神肖天策就在这里 那不得一群人来围攻自己 像之前天异工会的人 虽然在游戏里打不过自己 但是如果知道自己的住址之后 只不准找2000个人 来满世界追杀自己 想想就害怕 还是换个地方吧 听说墨园花院的安保最好 就他吧 而且还是在市中心 应该不会乱来 肖寒大概看了看 这里的房价才10W一平 也不算是太乖 自己水房每个月的收益 都在2160W左右 这10W一平的房价 对于自己来说 简直就是不痛不痒的存在 于是乎 肖寒打了一个电话 给房源那边 弟弟 喂你好 我想要买一套 你们墨园花院的房子 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叫我肖先生就好了 好的 肖先生我们现在墨园花院 还有两套房子 分别是一栋一单元10楼1号 和一栋一单元10楼2号 您看你是需要购买 那一套呢 肖寒想了想 不愧是市中心的房源 居然买的人这么多 只剩下两套了 而且还是相邻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选最好的吧 反正也不缺钱 你们最好的是哪一套呢 最好的是1号 总共500平 各种设备应有尽有 拎包入住 2号只有400平 那就1号吧 好的 那肖先生什么时候 打算过来看房呢 不用看了 你们的房源 我还是相信的 要是的话 你帮我现在送到地址 就好了 到时候 我自己会去取的 没问题 肖先生 钱的话 到时候您入住之后 会有人联系你 很快 肖寒便关掉了电话 咚咚咚 又是一道敲门声响起 应该是外卖到了 想不到今天送外卖的时间 这么快 而且居然还送上楼来了 真不错 几分钟之后 肖寒一边吃着金拱门 一边刷着论坛 而另外一边 收租婆和她的丈夫 以及谢婷婷 来到了墨园花院的寿楼处 婷婷 以后你住这里吧 听说这里的安保是最好的 你要是住在这里 爸妈也放心 而且 这里是市区也热闹 有小孩之后 也可以带着小孩多转转 收租婆看了看这里的地势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谢婷婷的年纪也不小了 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他们这些作为爸妈的 当然要替自己女儿多想想 还有自己以后的孙儿孙女 婷婷 你妈妈说的对 墨园花院 我也看了很久 就选这里吧 去问问看看 还有没有房源 当三人走进寿楼处的时候 一个小哥赶忙走上前来 三位 是准备买房吗 收租婆看着如此气派的寿楼处 再次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墨园花院 连寿楼处都比一般的好上好几倍 小哥谦笑两声 阿姨 您真会说话 老板愿意这么花钱 自然也是 想给你们更好的体验 对了阿姨 您是准备给自己的女儿买房吧 收租婆点头 是的 小哥继续道 阿姨 我们现在有两套房子 但是就在您来之前 已经卖出去一套了 现在只剩下一栋一单元 十楼二号这一套了 什么 听到小哥的话 婷婷的爸爸顿时就不高兴了 早在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了解过了 这个墨园花院 每层楼都只有两个住户 而每一层里面 一号房源普遍偏好 虽然二号房源也不差 但是在面积上 却比一号房源少上一百平 自己也不是缺钱的货 就想买大一点的 小哥 你看能不能和另外一个房主 商量一下 我们可以加价 麻烦把一号房源让给我们 没错没错 我们女儿也快要结婚了 当个婚房嘛 大家一起冲冲喜气 收租婆也不客气 完全不顾及谢婷婷的感受 什么结婚 全部都是鬼话 可偏偏小哥相信啊 行吧 我帮你们问问 毕竟这么漂亮 一个女儿要结婚 肯定要风风光光的 这样最好 麻烦小哥了 收租婆微笑道 喂 萧先生 不好意思这时候打扰您 有什么事吗 萧涵道 现在人想要购买您预定的一号房源 他们女儿要结婚 不知道萧先生 能不能将一号房源让给他们 收租婆使了一个眼色 结婚 谁啊 小哥用手遮住电话 转头对着收租婆问道 对方说你们是谁 收租婆想了想 对着小哥说道 你就说是谢婷婷的母亲吧 谢婷婷毕竟是南海大学的校花 在南海这个市人气还是很高的 应该有不少人都知道 所以收租婆一想 抱女儿的名字或许是最好使的 小哥给萧涵说道 谢婷婷的母亲 他们想要买一号房源 谢婷婷 这不就是那个收租婆的女儿吗 就是刚才来自己家门口 说房租的那个女孩 萧涵转念一想 这家伙刚才还说去买房 没想到就是去墨园花院去买房 有意思 而且居然还想买自己的同一套房 哼 收租婆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现在出了一号房源 就只有二号房源了 是吧 萧涵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是的 萧先生 他们嫌二号房源太小了 而且数字不吉利 而且对方女儿结婚萧先生您看 电话那头小哥的声音还没有说完 下一秒 萧涵开口直言道 要不这样吧 一号房源和二号房源我都要了 也免得他们纠结 请他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嘟嘟 萧涵挂断了电话 谁叫收租婆今天火气这么大 还想买房 说什么女儿要结婚 结婚和她有什么关系 滚蛋 还嫌他们的数字不吉利 这事儿好吧 自己直接将两套房子都买了 现在就有900平的房子了 现在吉利了 但是不好意思已经没有空余的房源了 于是 萧涵简单收拾了一下 直接戴上虚拟头盔 进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定 请选择你要进入的游戏频道 一 8253号新手村 血玉 黄雀城 兽楼处 小哥黑着一张脸 看着谢婷婷三人 怎么样了 对方同意了吗 收租婆问 对方不同意 听到这话 收租婆和她的丈夫顿时就不高兴了 谢婷婷赶忙走向前来 爸 妈 要不就买400平了吧 空间太大 对我来说也没有好处啊 我害怕 收租婆想想也是 她从小看着婷婷长大 婷婷胆子一直不大 现在如果再买一个500多平的房子的话 婷婷多少有点不适应 过了几秒钟之后 收租婆开口道 那好吧 小哥 我们就买二号房源吧 小哥脸色依旧难看 不好意思 我想我刚才没有说明白 刚才我给肖先生打电话 他不仅不让一号房源 还叫二号房源也买了 什么 这话一说出口 谢婷婷三人顿时就愣住了 这可是墨园花园啊 一平方也需要十万 光是一套房源就需要整整5000万 一般人要想在这里 买一套房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 而这个房主倒好 不仅买了一号房源 现在连二号房源也一起买了 这也太有钱了吧 等等 那人是谁 收租婆突然反应过来 开口对着小哥问 我叫他肖先生 肖先生 难不成就是九龄图网游报复的 那个肖天策 三人忍不住心里一惊 怎么可能是他 如果真是他的话 那这件事就可以理解了 一次性买了两套房源 花掉九百多万 不愧是怒赚几千万的大神 不过这肖天策也只是一个人 他买两个房源是准备养鱼吗 阿姨 实在是不好意思 现在墨园花园 已经没有再出售的房源了 对不起 就在这时候 小哥突然开口说道 三人自知待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用 转身就离开了寿楼处 走在路上 谢婷婷还忍不住问 妈 那个叫做肖寒的人 不就是说 他要去买套房吗 你说 会不会刚才买房 就是他呢 要真是他 我连夜 让你嫁给他 是吗 谢婷婷开始怀疑起来 女人 从明天开始 你就在这里蹲着 你肯定能够蹲到肖天策的 以你的美貌 想要拿下他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阿借 肖寒打了一个喷体 揉了揉鼻子 是谁在骂我 搞不明白 还是先去水房吧 主人 哥比尼大人 已经来找过你了 但是你不在 我就在水房来等你来了 敖一辰站在水房的门口 乖乖地等着肖寒 他们现在在哪 他们在至尊包厢当中 行 我们走吧 两人朝着水房三楼走去 一路上 但凡是看见肖寒的水房侍者 纷纷恭敬地喊道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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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钱多多 将水房交给自己之后 现在自己也就成了水房的老板 不一会儿的功夫 自己就来到了三楼 在三楼的门口 还站着一个标志的女人 女人的头顶 有一个ID MPC小胡 看着肖寒的到来 小胡踩着猫布 妖娆地来到肖寒的身边 老板 声音宛若百灵鸟般 在肖寒耳边婉转 又是一个超级祸水 肖寒一脸正气 一边擦着鼻血 一边开口说道 走吧 我们进去吧 肖寒推开门 两个角色美女 跟在肖寒的身后 那场面 绝对是高配版城主 这就是黄雀城城主吗 同样是城主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除了天都城城主不在之外 这里七大城主 在看见肖寒的出现 纷纷鼓大了眼睛 黄雀城城主 这么气派的吗 公主大人 啥时候 给我宋都城主 也安排两个仆人 不愧是黄雀城城主 有实力不说 身边的美人 还天天不重样 厉害啊 比不得 比不得 我们这些城主已经老了 现在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这一次 如果不是黄雀城城主的话 现在还不知道 是个什么情况呢 三大魔柱同时降临在我们北陵国度 黄雀城城主 以一己之力斩杀两人 吓走一人 就这能力 也是百年未曾有过 之前 在北城门之上 七大城主 还这般数落萧寒 现在态度 就转了360度 这男人的嘴啊 骗人的鬼 我早就说了 我清风的黄雀城城主 绝对不会有错的 一美说完 旁边戈宾尼接着说道 这一次多亏了 天策勇士 如果不是他的话 黄雀城还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呢 估计老城主也可以放心了 黄雀城有天策勇士在 可百年不帅 来天策勇士 哦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城主大人 今天是庆功宴 这第一杯酒我就先敬你 戈宾尼端着酒杯 萧涵自然也不墨迹 同样是从桌上端起酒杯 和戈宾尼碰杯之后 一饮而尽 接下来 大家又轮流和萧涵喝了几杯 期间 小胡安排了不少水房的侍者 来这里唱歌跳舞 各个恶挪多姿 这家伙不愧是跟了钱多多那么久 虽然没有学到精髓 但是也略懂一二 喝了十几轮之后 萧涵也感觉到 有些浑身乏力 这酒虽然不是很烈 但是却让萧涵感觉头晕 想睡觉 主人 你没事吧 敖一辰一把扶住了萧涵 萧涵摇了摇脑袋 没没事 他们人呢 他们都已经喝醉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萧涵点头 这时候 小胡走过来轻声道 水房里到处都有房间 如果老板太累的话 可以在三楼的任意房间里面住下 等主人酒醒之后 再离开 敖一辰看了看身边 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九五至尊包厢当中 那场腥风血雨 恐萧涵到现在 还记忆犹新 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 那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而且 这里还有公主大人在 敖一辰更不能让萧涵在这里放肆 否则国王怪罪下来 主人就麻烦了 他也是替主人着想 于是火 敖一辰摇头 算了 我们还是回公会吧 公主等人 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他们自是老板的朋友 那我便要将他们 好好安排一番 敖一辰带着萧涵 就离开了这里 虚余之后 小胡推开九五至尊包厢的大门 走了进去 他们走了吗 一美从微醺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 真心话 一美脸上的飞红 让所有人看着都会动心 在这一刻 她身上的韵味 要远超熬一辰 公主大人 他们刚走 是吗 这就走了 一美的脸上明显有些失落 小胡微微抬头 瞄了一眼一美 她也不知道 是不是女人的第六感 她总感觉 一美似乎对老板有想法 但是她又不敢问 一边是自己的老板 一边又是北林国度的公主 无论是得罪哪一边 都绝对不好过 公会当中 小韩被敖一辰带着回来了 主人 这是怎么了 秦安娜心痛 一生要强的主人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没有什么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敖一辰略显疲惫的道 一辰姐姐 好像也很难受 要不去楼上休息一下吧 除了小韩昏睡过去之外 秦安娜一眼便看出 敖一辰身上的坚持 敖一辰想了想 自己确实很累 那就简单休息一下吧 正好楼上的床位又大 走吧 秦安娜十分懂事地 带着敖一辰和小韩 朝着楼上走去 只留下奥恩一人 在楼下不停地敲铁 定 恭喜你获得神迹装备 定 恭喜你获得神迹装备 定 恭喜你获得神迹装备 一辰姐姐 你先休息休息 我去拿一下精油 秦安娜帮小韩脱去了外套 戴上被子 十分体贴 生怕小韩着凉 你去拿精油干什么 敖一辰问 这不是为了帮你们 更好地放松吗 一辰姐姐别紧张 我最近去学了一套手法 不仅可以帮主人醒酒 还能够帮一辰姐姐解除疲劳 什么精油解除疲劳 这玩意儿 她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不过 既然是秦安娜办事 她应该还可以放心一点 就在秦安娜下楼 拿工具的那一会儿 敖一辰因为实在是太疲劳 直接昏睡了过去 梦里 她就一直听着自己的耳边 在响起一道声音 主人 你别动了 我帮你擦一擦 这边还能够再用力 主人的身体太结实了 秦安娜的力量 没办法做到渗透的作用 一辰姐姐 你等一下 等主人酒醒之后 我再来帮 主人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帮你擦了擦精油 帮你推背啊 有点热很正常的 秦安娜 确实是去水房学了一手手艺 但是在萧涵的身上 她的每一寸力量 都压在了萧涵蓬勃的命脉之上 这力道 犹如太极一般 有虚有实 来回出力 一时间 这股力道在萧涵的身上 激起千层热浪 那该死的火焰 根本就扑不灭 趁着酒一味醒来 萧涵一把 将秦安娜拖了一百瓶的大床上 主人 这样会弄脏的 上一次老板才说了 要是坏掉的话 很难换的 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 此时 在工会楼上 有一个小药瓶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这是秦安娜 为了给主人准备的精油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酌情记 至于这个药剂的作用是什么 就算不说 大家应该知道了不少 水房 来我们水房 拿了好几瓶酌情药剂 这几天看小胡有点忙 这件事 直到现在 他才告诉小胡 你刚才说什么 小胡刚刚从 九五至尊的包厢当中出来 听到小妹的话 眼眸一狠 对不起 胡姐 之前那个叫做秦安娜的她 来水房说是要学习 最好的精油推拿 然后等她学的 差不多之后 我就卖给她了 看见小胡脸上的神情 小美就知道自己 肯定是做错事了 你知道那东西是干什么的吗 小美知道 知道你还卖给她 可是她说 她的主人是城主大人 你是猪脑子吗 小胡忍不住骂道 之前钱多多还在水房的时候 小胡多少也知道 一点钱老板和肖寒的事 钱老板可是黄雀城 三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而且 她的黄雀城地位举足轻重 小胡在心里 是肯定服钱多多的 以至于钱多多和肖寒 发生那件事之后 她一直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 现在 她怎么能够容忍 别人来抢钱老板的男人 你们这群蠢货 还不快去 把那东西给我要回来 小胡咆哮 好好的 而此刻 公会楼上 本来水房当中 那些逝者使用酌情剂 都只是使用一丁点 就已经足够了 而秦安娜倒好 看着主人甚是疲惫 直接用了一瓶的量 导致现在的结果 一发不可收拾 小韩独占两人 直到许久之后 药剂的作用 才从小韩的身上 渐渐退去 或许是因为 太过疲惫的原因 小韩直接躺在这个大床上 休息了过去 摆出一个大字 左边熬一尘 右边秦安娜 这要是让其他玩家知道 是这样一幅情景 老天啊 这些玩家都不用活了 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公会的大门被敲响了 请问秦安娜在吗 小美带着几人来到这里 你们找谁 奥恩拿着一把锤子 看着几人 啊 小美看见奥恩 明显是有点眼熟 感觉好像是在哪见过 这不是之前 在水房巴汉开鲜路的 那个家伙吗 还来享受精油搓背的 奥恩大人 你怎么在这里 小美经呼道 这重要吗 小美 你又变好看了呀 奥恩上下打亮道 奥恩大人说笑了 这次有事要办 不知道秦安娜在吗 奥恩顿了一下 再当然在 只是不知道办完事没有 她一直在楼下打铁 也不敢去楼上打扰啊 你要不还是回去吧 等秦安娜有时间之后 我叫她来找你 怎么样 小美一听肯定不行啊 就刚才胡捡她杀人的眼神 要是现在 那不会那几瓶药剂的话 估计她今天回去 连工资都没有了 奥恩大人 你要不帮我叫一下吧 我现在有急事 一定要去找秦安娜 奥恩也没有办法 她现在去打扰 小韩估计的弄死自己 可正当她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道呼声 从楼上传来 小美姐姐 你怎么来了 秦安娜走路一瘸一拐的 而且就连双腿 都有点发抖 小美一看就不不对劲 这明显有问题 秦安娜 有一件事 就是我的给你说一声对不起 关于我之前卖给你的药剂 现在 你能不能退给我 我愿意以双倍的钱退给你 现在小胡姐 一定要看见这些药剂 否则的话 我就完蛋了 小美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 实际上 这也确实是事实 今天要是拿不回去 百分之百完蛋了 小美姐姐 那你等着我 我这就去给你拿 小美这才呼出一口长气 只要药剂还在就好 要是药剂不在了 或是用了一瓶 那就出事了 按照道理来说 一瓶药剂的话 已经足够整个水房使用两天了 这还是在针对很多人的情况下 一分钟之后 秦安娜迈着颤抖的双腿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几瓶药剂 小美姐姐 这是你之前卖给我的我都留着 还没有来得及用呢 既然小美姐姐需要的话 就先拿回去吧 有机会我再来取 小美仔细地看了看手里的药瓶 一瓶 两瓶 三瓶 总共五瓶酌情药剂 数量上是对的 等等 为什么 这个酌情药剂只有一个空瓶子 顿时间 小美额头冷汗直冒 在抬头看向秦安娜的时候 她竟然发现 秦安娜脸上有些许的飞红 这正常吗 最关键的是这家伙 脚好像还很痛 为什么是空的啊 小美问 额不小心打倒了 秦安娜一寻思 自己总不可能说自己用完了吧 这话要是说出去的话 肯定会被骂死的 用量明显不对 真的是打倒了吗 那为什么你的腿在颤抖呢 小美继续问 这种情况一般就只有一种可能 小美姐姐 我就是因为不小心摔倒了 才打倒了药瓶的 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看 我膝盖都磕伤了 秦安娜抬起自己的脚 在她的脚上确实有两道伤痕 但是 这两道痕迹 从伤势上来看的话 根本就不像是摔倒的擦伤了 秦安娜 你个伤痕 好像是跪出来的吧 此言一出 秦安娜的脸色明显一变 本来就单纯的她 顿时就藏不住秘密 小美姐姐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老天啊 这叫小美如何相信秦安娜 这膝盖上的伤痕 百分之百不是摔伤 秦安娜 但愿这个东西 你不是自己用啊 这要是一次性 全部用完的话 后果很严重的 特别是这件事 让小胡姐知道的话 肯定完蛋了 小美姐姐 你就相信我吧 见秦安娜这样说 小美也没有再追问 当务之急 是先将这些酌情药剂 先拿回去再说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美和几个水房的人 就消失在了秦安娜的眼前 呼 秦安娜常常地 呼出一口酌气 差一点就露现了 方才小美所说的东西 秦安娜当然知道 她本来以为多用一点点 能够让自己的主人好受一点 没想到会发生刚才的那些事 不过还好 至少小美那边 算是护门过去了 还是去楼上吧 等秦安娜来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工会里面 除了奥恩 就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萧涵和敖一辰 早就离开了工会 也不知道 主人和一辰姐姐去哪了 秦安娜明显有些忧伤 自己的主人 还真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算了算了 还是先把这一百多瓶的床单换了吧 主人也真是的 非要搞这么大的动作 现在要想洗肯定是不好洗了 秦安娜看着深红色的血迹 摇了摇头 她决定 还是直接去找家具店老板 或许她那里有新的 就这样决定之后 秦安娜也拿了一些铜币 朝着家具店走去 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 还有玩家不停地在唏嘘 大哥 你看这个秦安娜 她不是天策大神的仆人吗 怎么今天一瘸一拐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天策大神才击杀了两大魔柱 肯定是累着了呀 这个我熟悉 我明白了 水房 小美带着四瓶酌青药剂回来了 小胡姐姐 这个酌青药剂 我全部拿回来了 小美将手中四瓶未开封的酌青药剂 拿出来交给了小胡 这要是告诉小胡 有一瓶酌青药剂被用完了 那估计自己也不用干了 小美 你确定全部拿出来了 小美顿了顿 点头道 我确定 那好吧 你最好不要骗我 否则的话 小美明白 不等小胡把话说完 小美赶忙接着说道 那就好 水房的规矩 你最好没有忘 你先下去吧 小韩这边 自己带着敖一辰来到了任务大厅 早在庆功宴结束之后 戈冰尼就回到了这里 城主大人 你终于来了 戈冰尼打去道 行了戈冰尼 说正事 你知道风纲副本在什么地方吗 小韩的转职任务 从获得的那一瞬间开始 就一直没有任务提示 没办法 小韩只能来寻找戈冰尼 城主大人 或许你可以去半径纪图书馆查看一下 那里或许有什么线索 戈冰尼沉思了一瞬 开口说道 小韩点头 一个传送就出现在了半径纪图书馆的门口 推开大门 此时 NPC蓝亭正坐在里面 认真的看着手中的黑色书籍 可当他听到图书馆大门被打开的声音 蓝亭连忙合上了自己手中的书籍 神色慌乱 连忙站了起来 城 城主大人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来找线索 蓝亭 你这是在看什么 小韩目光落在蓝亭身后的那本书籍之上 自己只看见了简单的几个字 好像是爱情升温法36级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几个字 反正肯定内容和这几个字差不多了 不愧是半径纪图书馆 确实是半径纪 就是不知道全径纪是什么样的 蓝亭 你还小 这些书籍我建议你不要看 如果你控制不住的话 可以把这本书先交给我 小韩说的一本正经 自己红尘浪客 多少起起伏伏 自己没有见过 这书要是放在自己手里 绝对不会翻开半页 城主大人 别笑话我了 蓝亭连忙看向小韩 对了城主大人 你不是说你要找线索吗 是什么线索呢 小韩点头 我想找到关于封钢副本的线索 我需要去一趟 封钢副本 城主大人说的可是死亡深渊 封钢 小韩也不知道 毕竟任务面板上也没有说 这个地方是死亡深渊啊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些天我一直都在这里 也看见了一些关于封钢的消息 据说好像是在撂望之海的尽头 有一个叫做断海深渊的地方 有人将它称作死亡深渊 它的存在比撂望之海还要神秘 里面的生物有多强 没有人知道 但是50年前 有一批强者曾经去过一次 但是他们全部死在了里面 有办法能够进去吗 蓝亭皱眉 想要进去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只能靠飞行的召唤生物 非洲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 就算可以 那也完全扛不住 那暴烈的狂风 这股狂风 在死亡深渊的领域之上盘旋 将所有前来的人全部绞杀干净 小韩还没有开口 蓝亭接着说道 如果城主大人 想要去一趟的话 最好是将准备做充足之后 再前往 定 恭喜你 获得重要线索 请前往撂望之海尽头 找到死亡深渊 封钢副本 真是太好了 现在有了这个消息 就不怕找不到封钢副本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蓝亭 不用谢 城主大人 随着小韩的离开 蓝亭直接将半径计图书馆的大门锁上了 打开手中的黑色书籍 再次翻开阅读起来 这一页的标题叫做 爱情三十六级之一百零八十 太古龙女 你现在还能行吗 小韩看着敖一尘苍白的脸色 好像是疲劳过度的表现 主人 没问题的 现在等级提升上来之后 体力的恢复也变快了 敖一尘变成龙形态 带着小韩朝着瞭望之海飞去 家具店 这里站在大量的玩家 随着游戏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很多玩家 在这个虚拟游戏世界当中结婚了 而且根据他们的资金 也都在黄雀城 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爱房 所以 男男女女来这里购置一些家具 也都在情理之中 老板 你们这里有多的床单吗 这时候 家具店门口 秦安娜走过来 声音之大 一下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而且 就她现在这样貌 光是站在这里 就已经引起了不少玩家的侧目 美是真的美 要是自己身边的老母猪 也能够这么漂亮就好了 一些男人暗自神伤 天侧大神的仆人 是真的好看啊 我都羡慕了 你上次不是才抽中了一个仆人吗 虽然只是一个F级 但是好歹 也是一个仆人不是吗 得了吧 我那个仆人 连秦安娜的脚拇指都比不上 那人就像是吸粉了一样 我现在都不敢回家 对了 你们说 这一次天侧大神的仆人 来家具店干什么 你刚才没有听说吗 好像是来买床单的 这话一说出口 整个家具店的人 全部把目光落在了 秦安娜的身上 买床单 这能意味着什么 相信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当所有人 看见秦安娜的膝盖之后 他们心中的想法 才更加确定了下来 卧槽 不是吧 天侧大神这么猛的吗 直接给搞成这样了 膝盖通红 这是跪了多久啊 不至于吧 打个地主 也没有必要干这么狠吧 兄弟 什么扑克牌需要跪着打呀 难道只有 我一个人想多了吗 我就想问问天侧大神 为什么我老婆问我 他跪不出这样的伤疤灵啊 兄弟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太弱了 本来只有你老婆知道 现在好了 现在全网都知道 你太弱了 看着秦安娜 不少玩家都咽了一口唾沫 不过秦安娜可没有管那么多 对着老板继续问道 老板 你们这里有多的床单吗 好几秒钟之后 老板才反应过来 有啊 当然有 安娜小姐需要多少 给我来十套吧 要是以后还需要还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老天啊 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 小含不得直接被炸单了 多少钱 一共是5W铜币 秦安娜点头 转手就将铜币 交到了老板的手中 主人的钱就是多 5万铜币说出就出 拿到床单之后 秦安娜朝着工会走去 瞭望之海 萧涵乘着太古龙女 来到了这里 自己并没有急着去死亡深渊 而是来到NPC神秘引导者的面前 勇士 我记得你 上次就是 你将黑海掀到天上去的 刚一出现 NPC神秘引导者 就开口惊呼道 小事 都是小事 我想问你一件事 有办法 能够去到死亡深渊吗 NPC神秘引导者 上下打量了一下萧涵 你要去死亡深渊 风刚 那里非常危险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就不需要你管了 你就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 风属性的召唤卡吧 神秘引导者沉思了一瞬 有倒是有 不过这价格嘛 NPC神秘引导者 搓了搓自己的手指 105W同币 不能再多了 今天水防的800W 才刚刚到账 萧涵正好还没有 放入到工会宝箱当中 现在还可以用一用 成交 NPC神秘引导者 一口答应 恭喜你 获得F级召唤卡 风之蒲团 叮咚 检测到一张 可以优化的召唤卡 是否现在进行优化 又是一张 可以优化的召唤卡 感情还是这个NPC好啊 随便出手的 一张召唤卡 都是可以优化的 就像之前的 潮汐之灵一样 优化 先优化了再说 恭喜你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风之君王 A级极品召唤卡 风之君王 等级LVE 技能 风墙 能够制作出一个 抵挡狂风的风墙 持续时间只有10秒钟 风墙大小20米5米 基本属性自己直接忽略 倒是这个风墙技能 好像还不错 虽然只能够持续10秒钟 但是想来以太古龙女的速度 这10秒钟 应该能够顺利地 进入到副本当中 我们走 太古龙女 萧涵和太古龙女 朝着瞭望之海的镜头掠去 小子 有空长来啊 我这里召唤卡多的是 看着萧涵离开的背影 NPC神秘引导者 还不忘吆喝两声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在黑海之上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裂风 在脸上吹拂 主人 前方应该就是死亡深渊了 从这个风力来看 应该就在前面 没有多远了 太古龙女 我们冲过去 太古龙女双翅一阵 朝着前方急速飞去 越是往瞭望之海的镜头 靠近这股风力 就越是强大 本来太古龙女 一个阵翅 还能够瞬间飞出200米远 现在连续好几个阵翅 才堪堪飞出100米远 而且这裂风 就像是刀刃一样 将萧涵身上的衣服 全部划破 如果不是有神器 加身的话 估计此时 早就死在这里了 主人 抓稳了 这一次 太古龙女身上的气势 再次暴涨 刷的一下 直接冲出400米远 瞭望之海的镜头 所以海水全部倒流 自下而上 翻滚这里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风洞 在这个风洞下方 不停地吹着狂风 就连太古龙女 在被狂风冲刷的那一瞬间 也被冲出几十米高 主人 你看下方 几千米的风洞深处 好像有一个洞穴 不会错的 那就是风纲副本的入口 如果挡住狂风 能在十秒之内 进入到洞穴当中吗 太古龙女 犹豫了一下点头 应该可以 那好 出来吧 风之君王 如果不是因为 之前把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分配掉了的话 自己必不可能让它只有一几 但是 现在嘛 只能赌一把了 风墙 风墙 豁然间 一个巨大的20米宽风墙 出现在了太古龙女的面前 风墙挡住了 从风洞当中吹出的飓风 就是现在 太古龙女 毕竟只有十秒钟的时间 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犹豫 更加没有任何失败的机会 只能一次成功 太古龙女使出全力 朝着风洞下方的洞穴冲去 一千米 两千米 三千米 而现在 风墙剩余的时间 也就只有两秒了 主人 我快坚持不住了 风之君王满头大汗道 但是 现在眼前距离洞穴 只有一千米了 太古龙女只能使出全部力量 破碎的那一瞬间 太古龙女和肖寒进入到了洞穴当中 而风之君王 应该等级太低的原因 风墙破碎 他被一道狂风直接打碎 回到了召唤卡当中 站在这里 肖寒看见 面前有一个悬在半空中的法师 NPC风道法师 勇士 你怎么来到这里 这么多年下来 风道法师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能够来到这里 看见肖寒 他感到颇为震惊 风道法师 又为何会在这里 肖寒问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来到这里养伤了 但是体内的诅咒之力 越来越强大 即便借助这里的疾风领域 也没办法去除 现在诅咒之力 已经深入心脏 我可能要不了多久 就会死在这里 风道法师的脸上 颇有些悲伤 过了几秒钟之后 接着说道 勇士 我虽然不知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但是我劝你离开这里 这个洞穴之内的存在相当强大 这么多年来 我都只敢在洞口养伤 如果再敢深入半分 估计早就已经死掉了 这样吧 勇士 反正我也是一个将死之人 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交给有缘人 不能让法师的传承没落 风道法师的手中 出现了一本黑色的书籍 能够在这种地方 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想来应该是和隐藏职业有关系 叮 恭喜你 触发风道法师的传承任务 是否选择领取 一 领取之后 你将被直接送回到黄雀城当中 同时获得法师的传承 二 拒绝领取 风道法师将根据你在副本当中的表现 选择将法师的力量传承给你 很明显 这个传承任务的是双向的 如果领取的话 法师的传承 肯定会交给黄雀城中对应的法师 转职导师 如果真的选择第一点的话 那么自己的禁忌 觉醒任务完不成不说 还浪费了很多时间 换句话说 就是当了一个大好人 而第二点的话 拒绝之后 风道法师会 根据自己的表现 进行传承法师的力量 好像还不错业 就是不知道自己一个召唤师 算不算法师 算了 不管了 反正自己肯定是要完成 禁忌觉醒任务的 说干就干 风道法师 不好意思 今天 我一定要进入到洞穴之内 暂时没有办法 帮你将法师的传承带出去 风道法师 微微一愣 虽然有些心痛 但是萧涵能说出 这样的话 同样让他感觉 非常的欣慰 勇士 我不怪你 但是 如果你执意要进去的话 请务必小心 转手之间 萧涵将自己几张S级召唤卡 全部召唤了出来 暗黑之女拜见 主人 炎帝拜见 主人 天魔猎手拜见 主人 魔天使拜见 主人 以及还有一张王牌 天恩神女拜见 主人 自从魔族一战之后 萧涵已经有很久 没有见过天恩神女了 现在再次一见 没想到还颇为亲切 回过神来 萧涵对着他们开口道 破坏掉这里 所有的风纲枢枢 找到疾风全杖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好的 主人 萧涵没有再理会风道法师 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就朝着洞穴伸出前进 直到片刻之后 萧涵彻底消失在了 风道法师的视线当中 风道法师 才露出一张 极其邪恶的笑容 去吧 去吧 什么风道法师 这家伙 早就已经死掉了 真是天真 风道法师 化作一只四角巨龟 从风洞之上 一跃而起 跳到了风洞当中 他的身形 极其轻盈 还在屡屡狂风之上 来回踏步 没过多久 他就已经坠落到了 深渊的黑暗当中 萧涵这边 因为自己召唤 生物等级 都已经达到200级的原因 而且还有神级装备的加成 现在的他们 完全就是 风纲副本之内的王者 根本就没有人 能够阻拦他们半分 主人 前面有五条岔路 我们怎么走 萧涵抬头 看着眼前的五个洞穴 根据任务来看 现在风纲枢纽 正好有四个 也就是说 这里的岔路 肯定有四个 分别对应四个风纲枢纽 而剩下的一个 也就是说 对应这一只BOSS 你们四个去吧 萧涵将太古龙女 和天安神女 留在了身边 至于暗黑之女 她们全部是走向了 四个不同的岔路 而萧涵则是和天安神女 她们走向了 中间的这个洞穴 想来这里 应该就是BOSS的所在地了 我们走 两女点头 跟着萧涵 朝着中间的这条岔路走去 几分钟之后 萧涵在自己选择的 这条岔路前方 传来 解解解 阴险的笑声 当即之下 天安神女手中的十字架 在脚边轻点 所有在副本当中的召唤 生物实力全部提升 主人 你快看 是龙 这是 风龙王 一头笔之太古龙女 还有庞大些许的巨龙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真是见鬼了 风龙王 等级 LV110 生命值 190W 攻击力 25W 守护 风钢枢纽 技能 风卷残云 天残 介绍 一只生活在风洞的巨龙 它的存在 至少也有上万年之久 实力之强不容小觑 风龙王萧涵倒是觉得没什么 不过让萧涵没想到的是 这个风龙王 居然只是一个 守护风刚枢纽的小野怪而已 他来自己的猜测还是错误了 应该是其他召唤生物 遇见了BOSS 不过也不重要 反正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100多级的野怪而已 自己的召唤生物 可是整整200级啊 而且还是有神级 装备加成 要想杀掉它们 轻而易举 天恩神女 杀掉它吧 自己可没有时间 和风龙王废话 人族的人 你可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现在可是在死亡深渊当中 多少年来 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你凭什么想要杀掉我 风龙王张开龙嘴 吐出一团强大的风力 仅凭如此 想要吓住天恩神女 开什么玩笑 都不等天恩神女出手 太古龙女站了出来 化身龙形态 主人 我来吧 同样是两头巨龙 互相对视一眼 这小小的风力 还不足风动的万分之一 哄 太古龙女吐出一团火焰 和这股狂风碰撞在了一起 倘若狂风威力强于火焰 那么火焰必将熄灭 可问题是 太古龙女的攻击 一下子就变成了催化剂 本来50米高的火墙 瞬间暴涨到了100米来高 看到这一幕 风龙王直接就愣住了 操 同围龙 为什么你这么突出 不行 只能赌一把了 火墙压来 风龙王被迫使出大招 风卷残云 风龙王来回山了 扇自己的翅膀 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在风龙王的面前赫然形成 可下一秒 黄蜂斜着火墙 直接就变成了火系龙卷风 砰 砰砰砰 伤害 190W 强大的攻击 风龙王直接将自己送到了墓地里面 恭喜你 成功破坏掉一处风钢枢纽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风龙王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获得装备 风龙王的铠甲 获得第级级品召唤卡 擒风妖龙 刚刚击杀风龙王 系统提示音就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可都还莫等萧涵反应过来 紧接着又是几道系统提示音传来 恭喜你 击杀风龙王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恭喜你 成功破坏掉一处风钢枢纽 你的召唤生物 炎帝 击杀风之守护者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恭喜你 成功破坏掉一处风钢枢纽 你的召唤生物 天魔猎手 击杀疾风枯号者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恭喜你 成功破坏掉四处风钢枢纽 BOSS 风吉林归即将降临 四处风钢枢纽刚刚被破坏 现在BOSS就降临了 有意思 想来应该是在摩天使的那儿了 毕竟现在自己 四个召唤生物 已经将四个守护风钢枢纽的野怪给击杀了 现在就只剩下了摩天使了 不用想也知道 BOSS肯定出现在那边 我们走吧 萧涵倒也不急 就算这只BOSS再强 也绝对强不过200级的摩天使 不一会儿的功夫 摩天使这边 一只巨大的乌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主人有令 杀了这里所有人 摩天使双眸闪过一抹狠力 在和这只乌龟的眼睛对视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冲了上去 你们主人是离不开这里的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乌龟化身成为人形 又变成了风道法师的样貌 当看着摩天使攻来的瞬间 风道法师手中的法杖轻轻一挥 一道疾风屏障出现在了面前 砰 摩天使的攻击打在疾风屏障之上 伤害全然抵消 你赢不了我 风道法师在这个死亡深渊当中 已经将风刚之力掌握大半 即便是这样 想要对付摩天使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而且 风道法师的人形态主输出 乌龟形态主防御 如果一来 摩天使想要伤到自己 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摩天使右手成爪 森森摩弃从他的右手手心释放出来 魔光侵蚀 刷刷刷 一瞬间 摩天使的移动速度瞬间飙升 直接从风道法师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小家伙 你的速度太慢了 风刚之力 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御风而行的风道法师 在看见摩天使消失之后 并没有慌张 而是一个顺身又出现在了摩天使的面前 准确的来说 他的速度比之摩天使还要快上一些 老头 我等的就是你 这一刻 摩天使的嘴角扬溢起一丝邪笑 右手迅速朝着前方抓去 一把抓住了风道法师 强大的魔气 顺着风道法师的肩膀开始渗透 紧眨眼间的功夫 风道法师的右肩就已经变成了暗紫色 生命力被全部抽干 该死 狂风绝戏 风道法师额头上全是冷汗 他已经来不及咒骂摩天使了 果断将脚下的狂风化作利刃 将摩天使弹开 但是即便是这样 自己的右手手臂依然是废掉了 风道法师喘着粗气 他万万没有想到 摩天使的居然给他玩鹰的 你这是找死 风笑九泉 风道法师用自己的左手挥舞法杖 准备用这一击直接送走摩天使 可谁想到 摩天使竟然在虚空中抓出来一把镰刀 一把近乎有15米长的镰刀 刷 镰刀划过 空气中留下一道漆黑色的磨气刀影 而这刀影竟然将风道法师的强大技能 给切割开来 好强 受死吧 老头 摩天使趁着风道法师发愣的间隙 瞬间冲出 镰刀从他的头顶落下 风道法师自知出大事了 连忙变成龟形态 将头缩在了龟壳里 你来打我呀 化身成为龟形态的风道法师 躲在龟壳里面叫嚣 自己在这个风洞当中生存了这么久 自己的实力达到了哪种地步 风道法师比谁都清楚 摩天使想要靠一把镰刀就伤到自己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龟壳当中 风道法师透过缝隙 看着攻来的摩天使 只要摩天使这一击打出 那么自己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对摩天使展开最强一击 再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 摩天使手中的镰刀轰然落下 轰 轰轰轰 镰刀和龟壳猛烈地撞击在了一起 就是这个时候 挡下攻击的同时 风道法师准备发起最终一击 可就在此时 摩天使嘴角冷哼 小乌龟 我今天就破了你的龟壳 摩连乱舞 死神的镰刀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光影 打在龟壳之上 咔嚓 清脆的声音响起 龟壳直接破碎 紧接着 摩天使又抓住这个机会 迎面一掌打在他的后背之上 伤害 230W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你杀不死我的 你们这些可恶的人族 杀了我 你们永远也得不到法师的传承 风道法师早就死掉了 人族不可能觉醒 声音落下 BOSS 风吉林龟化成一团淡蓝色的光丽 消失在了原地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摩天使成功击杀BOSS 风吉林龟 获得经验值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W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天玄龟 获得装备 疾风全杖 获得法师传承一份 恭喜你通关隐藏副本 当前已占据隐藏据点68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亿 恭喜你 完成竞技觉醒任务 请前往寻找NPC戈宾尼 完成一次觉醒 任务完成暂时可以不管 毕竟还需要回到主城之后 才能够完成 现在对于萧涵最终的 要就是这份法师传承了 根据之前在封道法师那儿的提示来看 这个法师传承自己应该可以使用 打开看看 法师传承 类别 道具 类型 法师唯一道具 等级 LV60 职业 道具获得者 作用 掌握强大的传承之力 拥有传承之力的人 所有法术伤害能够提升8% 介绍 它的存在让很多法师疯狂 它能够打造出一个绝对的强者 但是自从封道法师消失之后 这份法师传承就彻底消失了 使得现在所有的法师实力都普遍偏低 强 的确很强 直接就能够提升8%的所有法术伤害 这如果是让所有法师都接受传承的话 估计主城当中60级 以后就是法师的天下了 但是现在嘛 现在能够使用这份法师传承的人 也就道具获得者而已 也就是说 只有萧涵自己才能够使用 真是太爽了 那索性就将自己所有的法师系 召唤生物全部召唤出来 反正这个法师传承只对我有用 而我又是召唤使 同理可得 对我的召唤生物也有用 萧涵嘴角一脸 将自己法师系的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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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几十只召唤生物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大致扫了一眼 自己一共80张召唤卡 而现在出现自己面前的 差不多就有50多只召唤生物 真是美滋滋啊 倘若这些召唤生物的 都能够吸收法师传承的话 那么自己召唤生物的实力 又将提升好几倍 定 是否使用 道具 法师的传承 使用 砰的一下 萧涵手中的道具直接破碎 只见在空间当中 树立起了一根 闪着金黄色光芒的菱形水晶 金色粉粒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渐渐的 这些金色的粉粒 开始落在这些召唤生物的身上 然后融入到他们的身体当中 轰轰轰 煞时间 强大的气息 从50多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瞬间炸开 实力猛增 真是太好了 看到这一幕 萧涵忍不住惊呼起来 用了神级装备 再加上天安神女和辅助系 召唤生物的加成 以及领域召唤卡的存在 自己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 现在法师的强度 又再次提升 真是太好了 另外一遍 魔族 灵魔大人 魔王大人回来了 这时候 灵魔的手下 丹西跪在灵魔的面前轻声道 生怕打扰到了灵魔 因为之前黄雀成一事 灵魔虽然侥幸回到了魔族 但是 他依旧是受到了极其强大的内伤 趁着魔王还没有回到魔族的这段时间 他也是在自己的领地上 疯狂地恢复自己的力量 这时候 他睁开了自己的双眸 略血虚弱 那个该死的召唤师 没想到实力如此之强 如若不是 我走得快的话 恐怕我现在早就已经死在了那里了 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 那把金色长矛 灵魔依旧是感觉内心发颤 要知道 他上一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他在面对魔王大人的时候 简直太恐怖了 而且现在即便是自己再次经历了魔池的洗礼 实力也仅仅只恢复到了四成而已 灵魔大人 现在魔王大人已经回来了 我们要带着魔眼去见魔王大人吗 手下再一次开口问道 走吧 把魔眼带上 我们现在就去见魔王大人 点头之后 手下从魔玲珑中将魔眼带出 跟着灵魔去见魔王大人去了 差不多也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灵魔来到了魔王殿 此刻 在魔王殿的两侧 所有魔柱都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看见灵魔的时候 忍不住寒缠两句 这就是灵魔吗 七十二魔柱当中最废物的那人 也不知道魔王大人 为什么要将他提拔成为魔柱 真是见鬼了 三大魔柱降临人族 结果还被斩杀两人 重伤一人 简直是我魔族的耻辱 一百零八种族当中 也就只有人族的实力稍微偏弱一点 结果我们魔族超级强者 还被人族接连斩杀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我们魔族也不用混了 他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他就应该死在人族的地盘上 行了吧 毕竟是魔王大人的命令 但是灵魔并没有理会 倘若这一次去到人族的不是他 而是其他一人的话 也绝对讨不到好处 这一点他可以用人头来做担保 就算是第一魔柱 要想正面硬炕那把金色长矛的话 结局可能和刀魔两人差不了多少 灵魔拜见魔王大人 走到魔王身前 灵魔带着自己的小弟十分恭敬 任务完成了 魔王沉重的声音像是在质问灵魔 对不起 魔王大人 此次人族诞生了一个超级强者 刀魔和魔主两人都死在了那个人族的手中 为了完成任务 魔王也没有作答 听到两大魔柱的死亡 也并没有丝毫的反应 但是正因为这种冷静到可怕的表现 才更让灵魔感觉害怕 人族的事 我或多或少也知道一点 听说前不久 虫族的绝天地蝗虫也在人族吃了亏 绝天地蝗虫 32皇室之一的绝天地蝗虫 要论实力的话绝对不在72魔柱之下 魔王大人 你是说 绝天地蝗虫也被击杀了 这时候 72魔柱之一的风魔精恶道 魔王点头 前不久 虫族皇室直系在北境被人族的人打成重伤 被迫逃到了人族的地盘上 而这个身为皇室的虫族身上 本来就有绝天地蝗虫的虚影 本以为就算是在人族 也绝对会安然无恙 可谁知 人族竟然有人一巴掌 将绝天地蝗虫的虚影给打碎了 什么 一击 一击轰碎绝天地蝗虫的虚影 绝无可能 虽然出现在人族的 只是绝天地蝗虫虚影 但是这道虚影 也绝对有绝天地蝗虫三成的实力 居然被人族的人一掌打碎 人族绝对没有可能会觉醒的 108种族当中 根本就没有人族的一席之地 人族只有灭亡的下场 魔王只是摇了摇头 这件事的确匪夷所思 但是绝天地蝗虫身上的伤势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也是为什么 魔王在听见刀魔和魔珠 死在了人族之后 并没有太大反应的原因 他们很可能 是被那个打伤绝天地蝗虫的人族 给击杀了 对了 现在魔眼什么情况 回过神来 魔王看向了 站在灵魔身边的魔眼 这次他之所以 想要让三大魔柱七七降临人族 最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将魔眼就回来 如果只是普通的魔族生物 也就算了 但是魔童 确实很重要 因为魔童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灭世之眼 之前魔王一直在和血族的人 筹划一场惊天大计划 而血族的人 就提出要求 一定要获得灭世之眼 也就是说血族的人 要得到魔眼之主 魔王大人 魔眼现在还活着 他受的伤比我轻 那就好 风魔 你和兵魔一起 带着魔眼 现在就前往血族 将魔眼交给他们 没问题 魔王大人 没问题 魔王大人 风魔和兵魔 同时攻进地点头 紧接着 带着魔眼 就消失在了魔王殿之上 再然后 魔王便丢了一颗魔丸 交给了灵魔 吃了吧 他能够帮你恢复一些实力 要不要多久 又是一场血战 下一站血于灵 魔族复兴 统一百族 魔族复兴 统一百族 震撼之声 同时在魔王殿中响起 只要血族 将灭视之眼拿到手 那么他们 再联合其他三个种族 猛马族 暗夜族 沙皇族 五个种族 同时进攻血域 攻下血域这个中央枢纽 他们就能够成为 打通一世界的通道 他们的实力 又将达到更高的地步 这才是魔王真正的计划 魔王的目标 绝不只是统一百族 这么简单 另外一边 萧涵身边的召唤生物 已经全部吸收掉了 法式的传承 所有法系召唤生物的法术 攻击伤害 提升整整百分之八 这对他来说 自己的保障 就有多上了一份 简直太好了 现在 是时候回主城了 估计现在 一美的酒意 也醒得差不多了 萧涵将自己的召唤卡 全部收回到了背包当中 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黄雀城所在的方向飞去 当掠过 瞭望之海上空的时候 NPC神秘引导者 都不禁诧异 这家伙不会 将死亡深渊的那个家伙 给击杀了吧 操 那岂不是说 自己卖给萧涵的那张召唤卡 价格卖低了 血亏啊 又几分钟之后 萧涵回到黄雀城 带着敖一辰 一个传送 就出现在了任务大厅的位置 天侧勇士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戈冰尼刚刚说完 萧涵 直接就将背包当中的 疾风全杖拿出来 看见这件装备 戈冰尼当即就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疯道法师的 那把传奇法杖吗 怎么会出现在萧涵的手中 天侧勇士 从戈冰尼的口中迸发出来 一时间 萧涵竟然不知道回答什么 疯道法师已经死了 只带回了疾风全杖 是吗 想不到疯道法师已经死了 真是太可惜了 一代超级强者 没想到就这样死了 只是可惜了 那一份传承 戈冰尼摇了摇头 看着手中的全杖 发了好久的呆 天侧勇士 看来你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 竞技觉醒的限制了 既然雅思高徒不在的话 那么你随我来吧 在戈冰尼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 竞技图书馆的门口 听雅思高徒对你的赞赏 你应该是黄雀城 百年以来 最强大的召唤使了 萧涵只是笑了笑 这也是 多亏了戈冰尼的帮助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成长到 现在这个地步 天侧勇士 谦虚了 此次公主 将城主之位 轻许给你 是非常不错的决定 戈冰尼冲着萧炎 满意的点了点头 从萧涵来到黄雀城开始 他的表现 无时无刻都让戈冰尼感到震惊 单杀骷髅王林 单人抵挡百万大军 只身附会 黑压骷髅死地 怒战黑压血灵 暴杀魔族两大魔柱 对于萧涵的评价 戈冰尼 只能用很强来形容 走吧 我们进去 戈冰尼推开了 禁忌图书馆的大门 同时对着萧涵 开口说道 天侧勇士 禁忌召唤师的觉醒 能够从进到卷轴中 进行抽取 至于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毕竟这么多年 黄雀城也就只出现了一个 优秀的召唤师而已 两人刚刚走进 禁忌图书馆的大门 就看见NPC兰婷 依旧是坐在那个角落里面 看着那本黑色书籍 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萧涵和戈冰尼的到来 而戈冰尼也感到甚是奇怪 早在几天之前 兰婷说他 要在半径 忌图书馆当中 研究魔族的动向 可结果呢 这家伙现在这个状态 也不像是在研究魔族动向 自己非得去看看 兰婷到底在干什么 随即 戈冰尼缓步来到了兰婷的身后 视线透过兰婷发丝间的缝隙 落在书籍之上 爱情三十六级之瞒天过海 或许下祭子何药记能够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兰婷赶忙和上书籍 蹦跆了起来 自己明明将半径计图书馆的门 给锁上了 怎么自己身后会有声音传来 难不成这图书馆里面 还闹鬼不成 兰婷脸色略显苍白 将书籍死死地抱在怀里 然后他看见了 萧涵和戈冰尼两人 一股怒意突然袭来 哥 你找死啊 为什么进来不敲门啊 兰婷对着戈冰尼怒骂 我为什么需要敲门啊 我有半经纪图书馆的钥匙啊 而且以前 你在这里研究的时候 不是不喜欢别人敲门打扰吗 戈冰尼反问 可是以前是以前啊 哥现在不一样了 兰婷有些委屈 戈冰尼摆了白手 继续说道 行了 现在我没有时间和你浪费了 你先出去一下吧 我先打带天色勇士 完成禁忌召唤师的觉醒 禁忌召唤师的觉醒 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 才出现在的词汇了 现在萧涵的实力 已经这么恐怖了吗 兰婷在听到戈冰尼的话之后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了萧涵 与此同时 戈冰尼开始走向了其中一个书架 在这个书架的最上方 放着一个卷轴 或许是因为尘封太久的原因 这个卷轴上面 已经布满了灰尘 天色勇士 这个卷轴就是进到卷轴了 只要打开它 天策勇士 你就能 戈冰尼本来准备将这份卷轴交给萧涵 可她话都还没有说完 戈冰尼忽然在萧涵的手中 看见了一块紫金色的卷轴 煞时间 戈冰尼瞳孔收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涵 而兰婷更是惊呼 天策勇士 你居然将得到了神 进到觉醒卷轴的认可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就算是百年前的那个禁忌召唤卡 在全力以赴的状态下 也没有得到神 进到觉醒卷轴的认可 即便是萧涵在禁忌召唤师 临次觉醒期间 觉醒了九页禁忌魔法书 那也不可能得到神 进到觉醒卷轴的认可 绝对 毕竟萧涵觉醒的禁忌魔法书 也只是比当年的那个禁忌召唤师 多觉醒了六亿而已 等等 有没有一种可能 萧涵从一开始就在骗他们所有人 想到这里 蓝亭脸上的神情更加阴晴不定 看着萧涵 他突然感觉 这家伙的身上 还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 虚余之后 戈宾尼从书家的最上方 来到了萧涵的面前 天策勇士 你真是给我的惊喜 真是太多了 从你斩杀黑鸭血灵开始 我就已经不知道 你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了 而你现在 居然还得到了神 进到觉醒卷轴的认可 萧涵显然并不知道神 进到觉醒卷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从自己进来开始 这个卷轴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快打开看看吧 天策勇士 或许你能够从这个卷轴之上 得到你的最强觉醒召唤卡 萧涵点头 自己即将成为 全服第一个完成觉醒的玩家 能不激动吗 恭喜你 获得道具 神 进到觉醒卷轴 是否现在使用 使用 眼下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一道神之封印 也随之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封印随着系统慢慢解开 蓝红相间的 封 字 破碎 一张巨大的地图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再然后 一个神之轮盘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萧涵大致扫了眼 在这个神之轮盘之上 一共有12个选项 而每一个选项 都对应一张召唤卡 最次的也是S级召唤卡 穷奇 而最强的召唤卡 则是一张叫做 天仙的SSS级召唤卡 最弱也是一张S级召唤卡 而最强的 已经达到了SSS级 简直太爽了 要是再配合上金手指的优化 那么自己 就算是获得了一张S级召唤卡 自己也能够 将其优化成为SS级 或者SSS级 亦或者是像天恩神女一样 直接优化到神级 真是太好了 是否现在开始转动神之轮盘 转动 轮盘转动的声音 像是秒针的跳动 在萧涵的心中颤动 SSS级 雖然自己拥有金手指的优化能力 但是萧涵还是希望 能够直接一波抽中 SSS级召唤卡 这样的话 恭喜你获得SSS级召唤卡 思绪还没有结束 轮盘的转动率先停止 恭喜你获得SSS级召唤卡 天仙 金色轮盘停止转动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金黄黄的召唤卡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一共12张召唤卡 没想到自己居然一发入魂 直接将这12张召唤卡里面 最强的召唤卡给召唤了出来 这运气简直是强的离谱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萧涵抓住半空中的金色召唤卡 来回看了看 在这张召唤卡的背面 正好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真是太好了 这是第一张可以优化的SSS级召唤卡 萧涵的心脏 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来了 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优化这张召唤卡了 叮咚 宿主是否现在对SSS级召唤卡 天仙 进行优化 当然进行啊 直接优化 萧涵果断地点下了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煞时间 一时间 这张金黄色的SSS级召唤卡 迸发出来一道耀眼的五彩之光 紫色的光运更是营绕不散 老天 这都还没有将召唤生物召唤出来 这只召唤卡 就已经散发出来了如此强大的能量 萧涵心里骇然一惊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获得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 召唤卡 紫玄仙女 品阶 SSS级 等级 LVE 生命值 5000 攻击力 980 技能 一 天一旋气 能够释放出一股极其强大的旋气波动 召唤生物的实力越强 这招的破坏力也越强 到后来可毁天灭地 二 紫气东来 能够恢复指定目标40%的生命值 当召唤生物的实力强大之后 可以恢复指定目标100%的生命值 三 觉醒之力 旋气波动 被动技能 对友军增加100%的力量属性 并且友军每一次技能攻击之后 附带80%的额外伤害 卧槽 不愧是神级召唤卡 这还只是一级的 初始属性就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地步 而且每一个技能都足以毁天灭地 前两个技能属于成长性技能 暂且不谈 光是这第三个技能 就已经能够让自己的召唤生物大军 实力翻上一倍不止 强 实在是太强了 叮咚 恭喜你 你已获得禁忌觉醒召唤卡 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之后 34个主城上空 也同时响起了一道通报之声 全服通告 黄雀成玩家 肖天策 成功第一个完成职业觉醒的玩家 获得人足声望值 加1 全服通告 黄雀成玩家 肖天策 成功第一个完成职业觉醒的玩家 获得人足声望值 加1 全服通告 黄雀成玩家 肖天策 成功第一个完成职业觉醒的玩家 获得人足声望值 加1 一连十几声提示音 同时乍响 不是吧 不是吧 老天爷 这就是黄雀成的肖天策吗 这实力也太强了吧 别说了 我们黄雀成即便开启了双倍经验值加成 现在也根本没有办法获得 追赶上天策大神的脚步 天策大神的实力有提升了 我感觉 下一次魔族的人 就算出现实质魔柱 天策大神也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全部斩杀 天策大神 什么时候能够带带我们黄雀成的玩家 每每听到关于肖寒的全服通报 玩家们的脸上的表情 除了浓浓的羡慕 就是浓浓的羡慕了 现在除了等级达到88级的肖寒之外 等级排名第二的 也就是黄雀成一个叫做 松果 的剑士等级达到了42级 即便是这样 松果 剑士和肖寒之间的差距也达到了46级 这差距 绝对不是单单靠一个双倍经验值的加成 就能够追赶回来的 同一时间 柳成 钱多多带着自己的几个手下 在柳成开办了一家新的水房 招揽了不少的员工 光是第一天营业 同币的收入就已经破完 老板 城主大人 已经完成了禁忌召唤师的一次觉醒了 他的实力又变强了 一个壮汉 走到了钱多多的面前 恭敬地说道 钱多多点头 脸上的温柔 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赞赏的韵味 这是他的男人 他当然应感到高兴 但是话又说回来 之前他找肖寒帮忙去除心悦之血的时候 肖寒还只是一个护城左使 没想到 现在已经当上了城主 而且他成了第一个完成一次觉醒的人 恐怕他的实力 已经得到了北陵国度国王的认可 看来 我还得再继续努力才行 不然他会远远将我甩在身后的 钱多多本就一生要强 肖寒的强大 只会促进他对产业链的发展 他要凭借一己之力 做到富可敌国 到那时 他才能够站在肖寒的身边 陪他征战天下 水房已经宣传出去了吗 回过神来 钱多多吃起一根香蕉 坐在柳城水房三楼的位置 轻声问道 老板 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去做了 估计需要二十天 二十天之后 柳城水房就能够达到 黄雀城的水房的那种高度 钱多多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水房创建的经验 他可是研究了整整十年有余 现在开始加大宣传力度 十天 最多就十天 十天之后 我要柳城的水房 达到黄雀城水房的那种高度 为了追赶萧寒 钱多多多只能加快进度 可是老板 你们跟着我前往下一个主城 天都城 钱多多脸上坚定的神情 让壮汉根本就无法拒绝 这些年 他太了解钱多多了 只要是钱多多决定的事 他一定要回半岛 好的 老板 我这就去处理 十天之后 我们前往天都城 去吧 这十天辛苦大家了 等到壮汉离开三楼之后 钱多多才推开了三楼的窗户 看向了柳城之外的地方 自己这辈子 没有相信任何人 唯独你 天侧勇士 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戈宾尼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 走到萧涵的身边赞赏道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萧涵笑道 行了 天侧勇士 你也不用谦虚了 你去找找伊美吧 她在城主府当中等你 她马上就要回北邻国了 她有些事 想要给你交代 这不正好吗 自己还有一张城主令没有使用 刚好可以去问问伊美 萧涵和戈宾尼简单道谢 便直接一个传送 消失在了半禁忌图书馆当中 自庆宫宴结束 七大城主便回到了自己的主城当中 而北邻国度建兰也来到了黄雀城 公主大人 国王请你 现在跟我一起回去 建兰丹西跪在伊美的面前 伊美站在窗边 看着现在的黄雀城 好半天之后才开口 父皇说什么了 国王就说你一定要跟我回去 这是铁令 此次你亲自封萧天策为城主 已经触发了北邻国度的最高条例 如果不是看见萧天策连斩两名魔柱的情况下 这件事 国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块父皇的最高指令 其实就是伊美从自己父皇那偷来的 私自使用最高指令 这是死罪 这一点伊美当然知道 只是当中黄雀城情况危机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伊美看来 萧涵有成为城主的实力 甚至不用假以时日 就算萧涵现在要参加北邻国度三十年大比 那他也一定能够成为 整个北邻国度最优秀的那个勇士 公主大人 我劝你还是跟着我一起回去 否则的话 我就只能动手了 建兰眉目纵横 一股剑意从他的眼眸当中释放出来 这股强大 已经远远超过他三十年前 他在那场大比中释放出来的那股气势了 再丢我两分钟 两分钟后 如果他不来 我就和你一起回去 建兰没有回答 双手交叉将长剑揽在怀中 背靠石壁 心中默默地计算着两分钟的倒计时 忽然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伊美的眼中 你好啊 伊美 萧涵对着伊美说道 而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 躲在角落当中的建兰 天策勇士 恭喜你 成功完成禁忌召唤师的一次觉醒 雅思高徒很欣慰 能够培养出你这样的召唤师 这一次 伊美明显地在肖寒身上 感受到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是觉醒 绝对没错 与此同时 角落里的建兰 微微睁开了双眼 冷眸落在肖寒的身上 简单地看了一眼 便又闭上了眼睛 不过是区区召唤师而已 在北陵国度这种货色遍地走 真不知道伊美怎么想的 居然会让肖寒来当城主 对了 伊美 听哥宾妮说 你好像要离开了黄雀城了是吗 是的 我得回北陵国了 正好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还有十天北陵国度 将举行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所有勇士都可以参加 到时候我希望你 也能够来到北陵国度 我会在那里等你 肖寒微微一愣 主成片一过 自己肯定是要去到北陵国度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北陵国度还有十天 就是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叫我去呢 肖寒问 伊美脸色微微一红 美眸正是肖寒 大概两秒钟之后才缓缓开口 没有为什么 你来了就知道了 大比的第一 肖寒不解 但是既然自己要去 北陵国度的话 那自己还不如就答应下来 到时候正好可以 借着大比的机会 了解一下北陵国度的深浅 我会去北陵国度的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承主令 肖寒将完成任务之后 获得的那张承主令拿了出来 伊美眉头微皱 但很快就舒展开来 肖寒是他轻许的黄雀城承主 这一点没有错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肖寒手中还有一张承主令 这种事在北陵国度 数百年的历史中 还从未出现过难道北陵国度的历史 真的要因为这个家伙而被打破吗 伊美的心中是既震惊又欣喜 肖寒没有让他失望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就再帮肖寒一次 北陵国度九城听令 开启天都城城主选举投票 阴落 一道巨大的金色提示框 出现在了所有九大主城的上空 北陵国度公主特权 开启天都城城主选举 有效参与者肖天策 仅仅只有一人的有参与资格 而所有人能够投的 当然也就只有同意和不同意 两个类别 不是吧 天策大神这事在干什么 为什么有是城主的选举啊 好像在之前 他才得到了北陵国度公主的清许 成为了黄雀城城主 现在天都城城城主又来了 一人统治两大主城 搞错没有 这还是同级出发的玩家吗 兄弟们 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虽然不知道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但是既然是天策大神的话 那么这一票我投了 冲吧 天策大神 冲到天上去 这一票我也投了 冲冲冲 算我一个 随着其中一名玩家 投下了同一票 这里的票数 就开始呈现指数倍的增长 恐怖如斯 同一票 10W 不同一票 0 同一票 80W 不同一票 0 没有结束 同一票的数量 还在不停地增加 就连七大城主 都投出了自己手中的关键一票 肖寒的实力 他们完全是看在眼中 而且现在 又是一美专门开启的特权 为肖寒争取城主一位 他们七大城主 也不是傻子 既然肖寒的有这个实力 现在又得到了一美的偏爱 他们想不同意都难啊 宋都城主投出同一票加200W 柳城城主投出同一票加200W 秦极城城主投出同一票加200W 一分钟之后 同一票 五亿 不同一票 0 恭喜你 成功成为天都城城主 玩家 肖天策 身份 鸿鸣制裁者 黄雀城城主 天都城城主 水房老板 天策勇士 这是我最后帮你的一件事了 一美说完这话 进步走向了角落里的剑蓝 剑蓝争严 公主大人 这件事 国王要是怪罪下来 问题可是很严重的 此言是什么意思 一美当然知道 但是她觉得 自己可以无条件地相信肖蓝 有什么问题 回去我亲自给父皇交代 剑蓝点头 也没有再说什么 毕竟这是公主大人自己的选择 特别是三十年一次的大笔 这件事不知道 是在成就肖蓝 还是在毁掉肖蓝 这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这一次 国王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下令 只要是在此次大笔中获胜的人 就有能够拥有和公主结婚的权利 这是国王清雪 但是这个消息 也就只有几个大臣知道 除此以外 也就只有剑蓝自己知道了 此番公主所为 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是她想要肖蓝赢得大笔 不知道这个肖蓝到底有什么优秀的 能够吸引到公主大人 回过神来 剑蓝手臂微微一震 长剑出鞘落在城主府当中 玉剑术 急疯 随着法力值涌入到长剑当中 这把长剑开始变大 直到能够站下两个人 紧接着 剑蓝带着一美战在长剑之上 长剑悬空而起 萧天策 准备面对数不尽的敌对吧 让我看看 你能不能来到北陵国度 公主那一番话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北陵国度的那几个大臣得知 到时候 毕竟让大量的杀手来击杀萧寒 不过这也正好 试一试萧寒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随后 剑蓝带着一美离开了这里 对于此时 萧寒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叮 恭喜你 获得当然召唤生物经验值 169440W 现在我的S级召唤卡 很多都已经达到了主成的等级上限 也就是200级 想要再升级肯定还不是时候 萧寒托起自己的下巴 如果是按照之前的惯例的话 肯定是将经验值 全部落在暗黑之女的身上 但是现在暗黑之女的等级 也达到了400多级 想要缓一缓 应该也可以 那既然这样的话 索性直接将所有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刚刚获得的 这张神级召唤卡上面 要是自己能够同时拥有 两张神级召唤卡的话 那么自己的实力 又将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同时也拥有两张超强 神级召唤卡 就算再遇见绝天地蝗虫 自己也能够瞬间将它秒杀 真爽啊 此时此刻 萧寒现在有点期待起来 定 是否将所有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的身上 确定 果断地点下了确定按钮 16亿的召唤经验值 全部加在了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的身上 10级 50级 160级 230级 定 恭喜你的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等级达到260级 听到在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萧寒心里略微易经 将近17亿的经验值 没想到居然只提升到了260级 算下来也就是 每一级差不多需要600多万的经验值 操 这个神级召唤卡也太坑了吧 不过 想想也就算了 毕竟是神级召唤卡 要是能够一次性将等级提升到满级的话 那就怪了 还是先去提升一下经验值吧 现在还有8个普通副本 就可以成功攻略完所有副本 而隐藏副本也只差两个了 不知道在占据所有副本据点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双倍奖励 如果有的话 自己的经验值 岂不是能够直接一波提升到40亿左右 光是想想心里就暗爽 而且萧寒看了看 自己现在的这个等级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88 应该可以攻略其他的副本了 直接去找戈宾尼吧 萧寒一个顺身出现在了任务大厅当中 戈宾尼尼也刚刚从半竞技图书馆回来 你已经去找个医美大人了吗 看见萧寒 戈宾尼率先问道 已经找过了 哎你怎么看 还有十天 就是北陵国度三十年一次的大笔了 还能怎么看 兵来将挡水来图演了 倒也是想必以天策勇士的实力 想要在大笔中获胜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此次的大笔听说 还有丰厚的奖励呢 奖励那也是十天之后的事了 戈宾尼 把余下所有任务全部交给我吧 还是得先提升实力 戈宾尼点头 萧寒现在毕竟是两成之主 提升实力是必然的 于是乎 戈宾尼将手中剩余的八个副本任务 全部交给了萧寒 萧寒初步一看 正好对应了八个副本 只要将八个副本占据成功 那么自己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就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先占据了再说 萧寒和戈宾尼简单告别之后 就朝着任务大厅外的神秘商人走去 城主大人 你又来了 这一次需要什么东西 我需要这几个副本的传送卷轴 萧寒将手中的主线任务 交给了神秘商人 城主大人 这里正好有着八个副本的传送卷轴 给你 一共是80W同币 虽然有点贵 但是萧寒现在可没有时间和他讨价还价 索性一口气 直接给了80W 交给了神秘商人 第一个副本 传奇小镇 传送 营救被BOSS把图关押的传奇NPC角姑 出来吧 子玄仙女 这一次 萧寒并没有将天安神女召唤出来 其实 自己刚刚才获得了一张新的召唤卡 肯定迫不及待想要试试 于是乎 萧寒直接将子玄仙女召唤了出来 只见一位穿着紫衣长裙的女人 站在萧寒的面前 一头淡紫色的长发宣泻 美貌绝对不在天安神女之下 不错 这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价格来衡量 只能说很美 主人 小子很高兴 能够为你服务 老天 这话一出 总感觉有点像72号技术师傅的既视感 真受不了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 一道空气涟漪在子玄仙女的脚下 扩散开来 恭喜你 你的力量属性增加100 萧寒的力量属性从2680 直接提升到了5360点 但凡自己是一个剑士职业 那子玄仙女 这个技能都能够直接让自己的输出 提升好几倍 不过 自己是个召唤师 但是也不重要 还是先去试一试子玄仙女的技能吧 走吧 直接去找Boss 现在这个副本 对萧寒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难度 所以自己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直接击杀掉Boss 然后换一个副本 就在这个时候 有几个手拿大刀的屠夫 忽然从草丛中直接跳了出来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过此路 留下买路前 萧寒大致一看 这些野怪的等级 也不过就有97级 太垃圾了 小子 你没有听到吗 大爷我教你站在原地 萧寒带着子玄仙女 静直地朝着前方走去 都不用等子玄仙女出手 就看见 这几只屠夫的血量 在急速下降 伤害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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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屠夫受到玄器波动影响 每秒掉血20W点 子玄仙女脚下的玄器波动 已经扩散到了好几公里 但凡是在范围之内的野怪 都将受到玄器波动的影响 没有下陷地开始掉血 萧寒倒是有些惊讶 这种攻击方式简直恐怖如此 光是站在原地 不用出手 就能够置敌人于死地 如果真要形容的 这种波动 就有点像杀气波动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屠夫 获得经验值1.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5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不一会的功夫 子玄仙女就已经击杀野怪好几十只 脚步不停 继续朝着副本内部靠近 副本最深处 Boss霸图正在逼问NPC角姑 关于雅思高屠的秘密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NPC角姑满脸都是伤痕 这几天在这里 他没少被打 想要知道雅思高屠的秘密 你最好去北京自己去问 我还是那句话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可能会告诉你的 NPC角姑朝Boss霸图的脸上 吐出一口血水 啪 Boss霸图一巴掌 打在NPC角姑的脸上 不知好歹 人族早晚是虫族的 只有虫族才能够建立新的国度 NPC角姑脸色有黑 北京防线已经建立五十年之久 这五十年当中 人族从来没有一次松懈过 为何Boss霸图能够知道 关于虫族的消息 难道是之前决天帝皇虫的现身 就在NPC角姑在心中暗暗盘算之时 一个带着大刀的屠夫 突然跑了过来 大人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屠夫丹西跪在Boss霸图的面前 神色有些慌乱 出什么事了 不是说了 让你们在外面把人看着吗 角姑被抓 Boss霸图早就猜到黄雀城的人会来到这里 但是那又怎么样 自己占据绝对的地理优势 这个地方一手难攻 黄雀城想要救走角姑 绝对不可能 但是大人 这次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已经有很多兄弟 死了 Boss霸图眉头一横 死了 被黄雀城的人杀死了 屠夫摇了摇头 不 不是的 他们全部都是被震死的 被震死的 Boss霸图当即就傻眼了 他在这个传奇小镇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被震死 这不是来搞笑的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Boss霸图竟然奇怪地发现 跪在地上的屠夫血量 竟然在以每秒20w的血量 急速下降 喂 你这是怎么回事 Boss霸图不禁问起 大人 你你的血量好像也不对劲啊 不仅仅是屠夫 就连Boss霸图的血量也开始骤减 老天 每秒20w的血量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挡不住 这一波伤害啊 碰 几秒钟之后 屠夫因为血量被清空的原因 变成了一地的淡蓝色光点 Boss霸图看到这一幕 顿时就慌了 不会吧 难道自己连人都没有见到 就要死了吗 谁 是谁 到底是谁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Boss霸图 获得经验值2.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6w 恭喜你 获得第级几品召唤卡 霸天刀图 恭喜你成功占据主成据点 当前已经占据据点 4552 当前每日可获得经验值15.9亿 召唤卡先收着 然后把主线任务完成了旧 继续前往下一个副本地图吧 还差7个副本地图 就可以将占据所有副本据点了 不过要说起来 紫玄仙女杀怪的方式 是真的爽 光是站着不动 就能够将副本当中的野怪 得直接击杀 这个玄器波动技能 完全就是一个Bog技能 不一会儿的功夫 萧涵和紫玄仙女 来到了副本最深处 在这里关押着NPC角菇 勇士 是你杀了罢徒对吗 NPC角菇半信半疑地看着萧涵 萧涵点头并不作声 想不到黄雀成诞生了 像你这么强大的勇士 我在你的身上 感受到了雅思高徒的气息 你是他的弟子吗 萧涵顿了一下 应该不算是弟子 这家伙只帮助自己 打开了禁忌之力 甚至连禁忌觉醒都没有帮忙 于是乎 萧涵摇了摇头 哎要是黄雀成 还有人能够继承雅思高徒的传承就好了 NPC角菇探出一口浊气 听他的言外之意 好像是北境一行 是雅思高徒的终点战一样 绝过 你什么话你就明说吧 萧涵问 勇士 你知道虫族吗 虫族 你是说绝天帝蝗虫 NPC角菇微微一惊 绝天帝蝗虫一词 想不到 居然能够从萧涵的口中说出 你知道这家伙 当然 自己不仅知道 而且还灭了绝天帝蝗虫的虚影 而且太古龙女 还有因此被附上了诅咒 这么多年以来 虫族无事无刻不在 想再占领人族 所以后来我们建立了北境防线 但是时间过去这么多年 虫族的力量再不断变强 北境的防线已经出现了败腿 你的意思是说 雅思高徒很可能会死在北境防线 NPC角菇摇了摇头 这件事并不是像萧涵说的那么简单 北境如果失守 那么死的不仅仅是雅思高徒 整个四大国度最后的解决都将是死亡 人族将成为纷争之地 这次霸徒将我抓住 目的就是为了 从我身上得知雅思高徒的秘密 他们想要和虫族来个里音外合 一举吞掉整个北境防线 整个北陵国度 除了之前意外闯入的七星飞黄虫之外 好像被并没有其他的虫族生物来到这里 为什么霸徒能够和虫族来个里音外合 我能够做什么 勇士 你的实力很强 已经超过了雅思高徒 如果你能够去到北境 为人族争取一线生机的话 人族或许还有救 定 恭喜你触发北境防线任务 北境防线任务 类型防线任务 等级LV100 状态 缺少边境传送指令 任务介绍 击溃虫族大军 介绍 108种族 人族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只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人族 这个人会是你吗 对于这个任务 萧涵都不用看的 直接选择了领取 绝孤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北境的 我回去见一见雅思高徒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人族有你 真是太好了 另外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回去了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 等等 角姑 你知道边境传送指令 能够在哪儿获得吗 角姑拖着下巴想了想 今夜商会四楼 有一个叫做永商的人 他会告诉你的 说完这话 角姑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既然这样的话 那萧涵也没有再放在心上 北境一行 本来就要等到自己等级 提升到100级 而自己现在才区区88级 还差了12级 还是先占据据点吧 召唤生物的实力太重要了 特别是之后 在遇见虫族大军的时候 说什么 也必须将32皇室 通通击杀 离开副本 萧涵前往下一个副本 与此同时 公会 秦安娜正和敖依晨坐 在外面的石阶上 依晨姐姐 你说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啊 秦安娜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双手拖着自己的下巴 可爱至极 自从经由一世之后 秦安娜心里 好像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就像是突然被毒虫咬了一口 心里痒痒得很 这种感觉 只有在看见萧涵的时候 才能够稍微释怀 你闯淡话了吗 这时候 敖依晨忽然小声地说道 秦安娜脸色僵住 定睛一看 敖依晨说的 这是什么话 依晨姐姐 你在想什么呀 秦安娜脸上颇有些调侃 依晨姐姐 不会也在想 我没有 主人现在成了城主 肯定事物多得很 我只是希望 她能够好好休息 所以提醒你一下 哦 是吗 秦安娜邪笑道 敖依晨什么心思 她可是清楚得很 这绝对不是提醒 对了依晨姐姐 我想去买点东西 回来给主人 熬个汤补补身体 你觉得怎么样 随你便 切 秦安娜一撇嘴 从石阶上站了起来 跑回工会里面 从宝箱里面 拿了一些铜币出来 依晨姐姐 我去买点东西 很快就就回来 说完 秦安娜就朝着食品店跑去 而敖依晨 干脆直接变成了龙形态 在黄雀城上空盘旋起来 主人 你们这里有脆露肉 汉血羊这些药材吗 秦安娜作为SSS级仆人 对于这些基本的药材 肯定是知道的 而且 既然是给小汉熬汤 那肯定要一次性到位 姐姐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补羊的 你属阴 你买这么多补羊的东西 不太好吧 阴阳相冲 要是秦安娜吃多了补羊的东西 肯定会出问题的 老板也是好心说道 老板 我给我主人买 原来如此 那我建议 你买这个羊环草 它的效果最好 秦安娜私下考虑了一下 这样吧 老板 你有的东西 全都给我弄一份 剩下的我自己来想办法 老板心想 今天遇见大客户了 当下也不犹豫 将自己店里所有补羊的药材 全部给秦安娜给装上了 一共是80W同币 给 这里正好80W 欢迎下次光临 秦安娜头 也不回朝着工会走去 经过她的改造 现在工会 已经有了做饭菜的功能 秦安娜 你又去买了什么东西啊 奥恩敲了一千件装备 现在已经虚弱地倒在了地上 正好 我准备给主人熬汤 奥恩到时候 你也可以喝点 补补身体 那真是太好了 紧接着 秦安娜一个人 在工会的厨房里面 鼓弄了起来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后 秦安娜大声喊道 奥恩你帮我看看 在工会的宝箱上面 我好像放了一瓶 蓝色的调味剂 你能帮我拿过来吗 奥恩扫眼一看 宝箱上面哪有什么 蓝色的调味剂 什么也没有啊 会不会在宝箱里面 于是乎 奥恩走到宝箱面前 打开宝箱 好家伙 秦安娜明明就是将调味剂 放在了宝箱里面了 居然还骗自己说 放在宝箱上面 奥恩拿着这瓶 调味剂 走进了厨房 调味剂需要 直接到汤里面吗 可以 咕咚咕咚 奥恩将调味剂 倒在一大锅汤里 顺势将这个 调味剂的瓶子 丢在了地上 恭喜你 成功占据副本据点 当前已占据副本据点 46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16.6亿 恭喜你 成功占据副本据点 当前已占据副本据点 47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17.3亿 恭喜你 成功占据副本据点 当前已占据副本据点 48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18亿 恭喜你 成功占据副本据点 当前已占据副本据点 5252 当前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20.6亿 有子玄仙女的帮助 自己占据副本的速度 自然也是快的一批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剩余据点 全部占据完毕 而且还直接将 每日可获得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提升到了20.6亿 真是太好了 现在就只差两个隐藏副本了 只要将它45门 也全部占据的话 自己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又将得到一个恐怖的提升 就像是之前 在新手村一样 隐藏副本据点 占据成功之后 会触发翻倍奖励 不知道主城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自己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就可以达到45亿左右 当然除此以外 到时候就可以去北京看看了 现在还是先回主城完成任务吧 虽然任务的 净经验值较少 但是多少也是肉 于是乎 萧涵收拾好东西 朝着黄雀城略取 天都城 在城主府当中 护城右使和三大将军 全部是站在这里 眉头紧皱 右使大人 现在全之妖山脉当中的封印 要破开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现在天都城城主 和左使大人都已经死了 我们天都城的战力 已经严重缺失 要是再没有人来的话 恐怕 一旦这个全之妖山脉的封印破开 虫族就必将感应到 那个东西的存在 到时候北京可能更加危险 全之妖山脉 是天都城内最难的副本 在这个山脉当中 封印着一面对冰虫魂旗 一旦封印解开 即便是远在北京之外的虫族 也能够感应到它的存在 到那时候 帝冰虫魂旗现世 虫族必将对人族 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 北京失守 北陵国度首当弃冲 城主大人 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我们天都城的 大家稍安勿躁 护城又使压了鸭双手 公主大人的命令 我们知道 萧天策同时 担任黄雀城和天都城 两大城主 这个消息天下皆知 但是现在的问题 是全之妖山脉 确实是 十年前 城主献祭了自己的灵魂 封印了帝冰虫魂旗 没想到 这才十年封印居然开始松动 护城又使 也开始皱起了眉头 这样吧 左耳将军 你现在就去黄雀城 找到萧天策 将帝冰虫的消息告诉他 他一定会回来帮我们 左耳点头 现在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黄雀城 萧涵直接去到了任务大厅 戈冰尼 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萧涵将各种稀有材料 全部交给了戈冰尼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天策勇士 对了 在黄雀城东面 有一个叫做冰孙黎的人 在十分钟前来找过你 我说 你不再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黄雀城东面看看 冰孙黎 那不就是之前 自己的城主府 遇见的那个家伙 论美貌绝对不在前多多之下 而且他也是黄雀城的 一个资产大户 但是他找自己干什么呢 戈冰尼 他不会是 不等萧涵说完 戈冰尼接着说道 冰孙黎好像是遇见了什么问题 需要你的帮助 应该是药材上的问题 你先去找找看吧 看样子戈冰尼是一点都不知道 索性萧涵也没有再问 但是 在去找冰孙黎之前 他的先回一趟工会再说 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之前 让奥恩打造的装备打造好了 这种时候 正好可以交给子玄仙女 先用上 拥有装备的子玄仙女 实力至少提升一倍以上 so 一个瞬间传送 萧涵就回到了工会当中 呀 是谁压在上面 好重啊 本来 还在工会当中 做汤的秦安娜 突然被重物压在身上 秦安娜 萧涵万万没有想到回工会 没控制好出现的地点 竟然直接将秦安娜压在了身下 于是乎 他赶忙跳开 但是这时候 萧涵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味 在工会当中飘散 咦 这是什么香味啊 为什么这么香啊 萧涵忍不住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 甚是满足 主人 这是我熬的汤 等一下 给你尝一下 萧涵舔了舔嘴唇 答应了下来 随后 自己又去找奥恩去了 此次回到工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拿装备 奥恩 之前让你打的装备 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好了 全部都放在仓库里面了 很好 萧涵打开工会的仓库一看 里面除了自己 之前打造的一些装备之后 还有就是那一千套黄金二阶装备 一套黄金三阶装备 还有两件 450世纪的暗金三阶装备 现在装备到手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 自然就是分配装备了 两件450世纪的装备的话 就先拿给暗黑之女使用吧 毕竟现在 紫玄仙女的等级也不够 然后 这套黄金三阶装备 本来是打算留给自己的 索性就直接交给紫玄仙女 正好可以最大限度地 提升一下紫玄仙女的实力 而那一千套黄金二阶装备 就先每只召唤 生物一套吧 就这么干 刚刚分配完装备 忽然工会的大门被敲响了 天侧勇士在吗 大门之外的呼声 萧涵听起来倒是有些熟悉 打开大门 只见一位穿着冰丝 扎着高马尾的女人 站在萧涵的面前 MPC冰孙黎 她不是在城东吗 她怎么跑这里来了 方才哥冰妮给自己说了一下 冰孙黎找 自己有事 本来还打算 自己将装备分配好结束之后 再去找她 现在倒好冰孙黎 自己找上门来了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现在还差一根神威草 只有拿到这根草 我才能够练制出 神机恢复药剂 叮 恭喜你 开启隐藏任务 是否接受 任务 神龙遗址 类型 隐藏任务 难度 极高 任务要求 帮助NPC冰孙黎 前往神龙遗址 拿到神威草 任务实现 六个小时 任务奖励 无SSS级仆人 冰孙黎 任务介绍 神机恢复药剂的 制作冰孙黎 已经研究很久了 只要能够制作出这个药剂 那么她就能够完成 自己的梦想了 至于这个店铺 就送给有缘人吧 卧槽 刚才自己还在想 怎么才能够开启 剩下的两个隐藏任务 没想到 现在就送上门来了 真是太好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任务奖励 还直接送SSS级仆人 冰孙黎 老天啊 冰孙黎完全就是和 钱多多一个级别的 要说钱 多多是五千年 难得一遇的 超级美女的话 那么冰孙黎 就是冰山女神 这一点 可是得到了黄雀成 很多玩家的认可 这波写传啊 不仅能够完成隐藏任务 还能够第二个SSS级仆人 这个任务接了 萧涵果断地点下了 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叮 恭喜你成功 领取任务 神威草的委托 现实开启 当前时间 五小时五十九分 事不宜迟的话 现在就出发 毕竟是现实任务 越快完成当然越好 虽然自己的实力很强 但是萧涵也孤不准 在这个神龙遗址的副本当中 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故 天侧勇士 我们一起去吧 神威草的外形非常特殊 萧涵想想也是 那好吧 我们一起去 这时候 敖一辰来到了萧涵的身边 主人 这是要出去吗 萧涵点头 一起去吧 去神龙遗址 敖一辰当然高兴 化身龙形态 在黄雀城的上空盘旋 等等 秦安娜突然跑出来 拉住萧涵 主人 秦安娜给你熬了汤 要不你喝一点 再走吧 不然等你回来的话 这汤又冷了 秦安娜看着冰孙离来 还刻意多成了两碗 这汤看上去 就和普通的鸡汤 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这汤经过 秦安娜这么一熬之后 所有壮阳的药材 基本都加了进去 光是闻上去 就非常的香 正好萧涵也饿了 结果两碗热汤 递了一碗 到冰孙离的手中 这汤 萧涵和冰孙 离坐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朝着神龙遗址 副本掠去 飞在天上 冷风在萧涵的 和冰孙离的身上呼啸 但即便是这样 萧涵依旧是感觉 浑身像是快要烧起来一样 为什么我感觉 有点热呢 萧涵的双手 在身上挠来挠去 燥热感 让他感觉浑身痒得很 天策勇士 刚才那个汤里 好像全部都是壮阳的药材吧 我一喝就知道 想不到天策勇士 还有这批号 冰孙离坡有些调侃地 看着萧涵 大家都是成年人 他自然也没有必要 和萧涵拐弯抹角 而且最关键的是 冰孙离在店铺干了这么多年 关于汤里有什么药材 他当然可以做到一喝就知道 萧涵愣了一下 秦安娜这家伙 肯定是上次精油没用对 然后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才想着熬汤给自己补一补 想法是好的 但是 好歹提前说一下吧 要是自己知道的话 肯定不会让冰孙离喝的 他一个大女子 喝什么壮阳的东西 算了 我们还是 先去神龙遗址副本吧 工会当中 秦安娜颇有些忧伤地 坐在工会当中 现在主人一走 自己连喝汤的心情都没有了 他只能搭拉着脑袋 看着正前方的角落 那里躺着一个蓝色的调味瓶 咦 这个调味瓶 好像和自己买的那瓶不太一样 这时候 秦安娜突然坐直了身体 她的目光 又在工会当中扫视了一圈 她又在工会正前方的椅子旁边 看见了一个蓝色的调味瓶 她将两个调味瓶拿在手中 左手的瓶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夏季子和药剂 而右手的瓶子 是连瓶盖都没有开过的调味瓶 完蛋了 出事了 奥安 你完了 夏季子和药剂 备注 使用之后 将在半个小时之后起作用 请使用者注意时间的安排 一旦使用 药剂的持续时间 将根据使用者的身体素质 来做出判定 一般身体素质好的 持续时间长 神龙遗址副本之内 萧涵带着两女来到了这里 出来吧 子寻仙女 出来吧 天安神女 萧涵将自己的两张神级召唤卡 召唤了出来 隐藏副本的强度 萧涵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走吧 萧涵一人带头 似女跟在身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涵还是感觉自己体内 有股烈火在燃烧 着实有点难受 难道这个游戏世界里面 壮阳的药材 都这么管用了吗 算了 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 萧涵带着召唤生物 朝着副本深处走去 一路上有萧涵的保护 冰村里也能够放心地 在这里寻找神威草的存在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寻仙女 成功击杀神龙尊者 获得经验值3W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W6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寻仙女 成功击杀神龙尊者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寻仙女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介于子寻仙女的技能效果 萧涵一波 直接收获了450W6经验值 等级直接飙升93级 继续前进 一男四女朝着身处压境 而同一时间 萧涵和冰村里 竟然同时感觉身体机器不舒服 腹部总感觉有团火 要随时爆炸开来 伤害45W6 伤害45W 伤害45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寻仙女 成功击杀副本 BOSS神龙幻尊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获得A级击品召唤卡 空清 恭喜你成功占据 隐藏副本据点 当前已经占据 隐藏副本据点78 当前 每日可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2.5亿 真是太好了 现在只差一个 隐藏副本据点 就能够占据 全部的隐藏据点了 真是期待到时候的经验值 萧涵大致一看 就先目前而言 自己已经拥有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已经拥有了7.4亿左右 这还远远不够 想要将子玄仙女的 等级提升上来的话 至少也需要上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 召唤生物经验值 对了 自己刚才还获得了一张 A级击品召唤卡 试试看能不能优化 萧涵像以前一样 查看了一下 召唤卡背面 是否存在红色的 五角星标识 叮咚 检测到可以有优化的召唤卡 是否现在进行优化 优化 叮咚 恭喜你获得S级召唤卡 洞穴 我去 想不到又是一张 S级召唤卡 现在我拥有的 S级召唤卡 已经有六张了 单论这个阵容来说 确实不错 但是自己现在 拥有一张神级紫玄仙女 自己肯定不会 将经验值 再分配到S级召唤卡上 只能先将它们搁置 等到紫玄仙女 等级升满之后 再去处理它们 天侧勇士 我去前面看看 我已经闻到 神威草特殊的香味了 NPC冰孙黎 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好似在全力 让自己保持清醒一样 走吧 一起过去 虽然自己通过 紫玄仙女的觉醒之力 将Boss直接震死了 但是神威草 很可能只存在于 Boss的领地之上 还是跟过去看看吧 另外一边 魔王殿之上 兵魔和风魔 刚刚从血族的领地回来 魔王大人 根据力血王的计划来看 他们准备是在三天之后 攻打血玉 三天之后吗 魔王沉寂了一瞬 下方的七十魔柱忽然开口 之前魔眼 在血玉爆裂火山 留下的一丝缝隙 我们恐怕不能在短时间之内 攻打血玉吧 要想一次性成功 我们最好等到裂缝稍微扩张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三天的时间稍微有点紧促 一旦计划失败可能 七十双眼睛 正死死地看着魔王大人 但是他们说得也不错 如果现在去攻打血玉的话 他们七十魔柱 根本就没有办法降临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顶尖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魔族大将 让血族的人先去吧 这三天 我们负责将裂缝尽可能地扩张 此次计划事关重大 蜂魔 兵魔 这个消息 其他三个种族知道了吗 已经知道了 蜂魔点头 那么有猛马族 暗夜族和沙皇族吸引注意力 我们负责尽可能地扩张裂缝 剩下得交给血族的那些人吧 七十魔柱同时点头 这三天的时间 他们所有人 全部是将自己的实力 尽可能地保持在巅峰状态 为的就是 到时候打穿血玉 通过异世界的通道 前往第二世界 这才是魔王联合四大种族 共同谋划的一个大计划 圣洛族 天使族 灵姑 能够查到魔族最近的动向吗 落天圣女 手持银翼法杖 焦急地看着 坐在一团白雾之上的灵姑 灵姑通过手中的天赐水晶 查看着魔族最近的动向 但是 只看见 灵姑的眉头越皱越紧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六亿兵灵女皇问 从天赐水晶上来看 魔族应该是联合了血族 猛马族 沙皇族 暗夜族 正在开展一个大计划 能够查到是什么计划吗 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 这不是天使族圣天法典当中 记录过的东西吗 但是天使族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第二世界 一直被他们认为 只是一个传说 难道真的存在第二世界吗 灵姑皱眉点头 我也是在百年前 听过第二世界的存在 没想到真的被魔族给找到了 而且 他们还准备联合四大种族 被第一世界 和第二世界的枢纽发起攻击 什么 他们难道是准备 通过这个中间枢纽 前往第二世界 落天圣女 虽然一直相信 第二世界的存在 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当他看见灵姑点头之后 他心里也是狠狠一颤 他们本就是属于 第一世界的108种族 要是魔族真的通过中间枢纽 前往第二世界的话 那么肯定会打破平衡 这个破坏的代价 只能用不可估量来形容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吗 落天圣女 和六一兵灵女皇 同时转目看向了灵姑 整个108种族中 只要是被灵姑算出来的事 一定是真的 而相应的解决办法 灵姑也会知道 所以现在针对五大种族 准备占据中间枢纽一事 两女自然希望从灵姑身上 知道一些解决办法 要是真的被魔族 占据了中间枢纽 那么问题就大了 你们看 这时候 灵姑将天字水晶上的画面 转动了一下 上面显示的是黄雀城 在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族了 在人族的地盘上 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魔族气息 在我看来 魔族应该是对人族 发起了强大的攻击 没有结束 灵婆接着说道 但是奇怪的是 108种族人族最弱 以魔族的实力来说 就算人族对魔族 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想要攻下人族 也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结果却是 魔族节节败退 最让我想不通的事一点 话说到这里 灵婆突然转过头来 不敢相信地看着两女 72魔族之二刀魔和魔族 陨落人族黄龙山巅 灵魔重伤 什么 灵姑此言 直接让落天圣女 和六一兵灵女皇 同时震惊了 魔族三大魔族 同时降临人族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就算是魔族想要攻打人族 也绝对是先派出魔族簇拥者 而现在灵姑居然说 三大魔族降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能够魔王同时 让三大魔族降临人族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不但没有对人族造成重伤 还反被人族击杀两大魔族 其中一人还重伤 难道人族诞生了一个制强者了吗 对了 灵姑击杀刀魔和魔族的人是谁 落天圣女从震惊中回过神 看着灵姑开口问道 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你们看 通过天赐水晶看去 只见在这个黄雀城的上空 蒙上了一团迷雾 而像天都城 宋都 柳城 这种地方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灵姑 为什么黄雀城会出现这个问题 六一兵灵女皇问 黄雀城出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人 她的力量很强 就连我也没有办法通过天赐水晶 知道那人是谁 灵姑皱眉 她也没有想到 人族黄雀城居然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而且 就算她用尽所有力量 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人是谁 看来此次人族诞生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对了 女皇大人 关于五族之事 灵婆收起了天赐水晶 这件事我会想办法的 天使族希望和圣洛族合力 阻止五族占据中间枢纽 六一兵灵女皇转头看向了落天圣女 当然 阻止魔族一事 我们自当竭尽全力 神龙遗址 天策大神 这就是神威草 我终于找到她了 NPC冰森黎拿着唯一一株神威草 脸上粘开了笑容 或许是因为 她脸旁微微飞红的原因 看上去颇为妩媚 叮咚 恭喜你帮助NPC冰森黎完成任务 获得SSS级仆人冰森黎 扑通 系统声刚刚一过 NPC冰森黎直接倒在了地上 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头好晕 紧接着 萧涵也感觉身体极为不舒服 脑袋里面的血液 有种被抽离的感觉 短暂昏迷 倒在地上 等萧涵再次睁眼的时候 她的双目 竟然变成了血红色 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 敖一辰走上前来 仔细地看了看萧涵的眼眸 一股不好的预感 从敖一辰的心里冒出 下剂子和药剂发作了 就这样 两天过去 叮 恭喜你获得今日份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30万05440 大恢复朔 偏偏这个时候 天恩神女躺在地上 挥了挥十字架 你的体力恢复加1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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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体力已经恢复上来了 但是这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完全就不是光有体力就可以解决的 萧涵依旧是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 主人 他们好像受伤了 敖一辰有些惊恐地看着冰村里等人 萧涵倒在地上 微微侧头 好家伙 这哪叫受伤啊 再说了 萧涵看了看自己身边的草地 野草都不知道被掐断多少根 可想而知战况得有多激烈 萧天策 你怎么在这里 萧天策 你怎么在这里 萧涵正躺在草地上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你是谁 萧涵从地上坐了起来 一脸不解地看着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都不知道 我是北陵国度的将士之一 北陵国度的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为了取走一个叫做神微草的材料 我寻遍了整个神龙遗址 都没有找到一株神微草 但是刚才 我好像在这里闻到了神微草的香味 金妮的目光在周围转了转 看看这里有没有神微草的痕迹 奇怪 为什么没有看见神微草呢 难道是自己嗅觉出问题了 不可能啊 神微草独特的香味 就算是外行人都能够直接辨别出来 金妮更没有理由说自己辨别错误啊 于是乎 金妮看向了小韩 问 天侧勇士 你有看见神微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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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韩连连摇头 还好冰孙黎早就将神微草 收到了自己的背包当中 要是真的被金妮发现就完了 而且现在冰孙黎是自己的仆人 那么自己更不可能将神微草让出去了 是吗 如果没有神微草的话 那就麻烦了 金妮皱起眉头 出事了吗 最近魔族入侵一事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相信自己可是第一参与者 要说没有印象 那都是假的 只不过 这神微草和魔族有什么关系 不等小韩开口 金妮继续说道 魔族入侵 国王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族的危机所在 所以为了打破这个局面 国王决定去让人找到传说中的寄天石 那寄天石又是什么东西 一个传说中的东西 它的有关记载是 有它的帮助能够同时融合三把制强武器 获得一把全新的武器 而这把武器能够保留前三把武器的所有特殊属性 而基本属性 全取最高值 小韩双目一针 明显被吓了一跳 同时融合三把武器 而且还能够将三把武器的特殊效果全部保留 这也太离谱了吧 就比如说 黄极铠甲和魔杀灵甲 外加另外一件装备融合的话 那么 自己就能够同时拥有黄极加身的特殊能力 还能够拥有魔杀灵甲的添魔效果 那么 自己召唤 生物光是一开场 就直接可以宣布无敌了 卧槽 这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 小韩开始在心里暗暗发誓 国王命令我一定要找到传说中的寄天石 小韩点头 你说的对 魔族入侵只是前奏 以后肯定还有很多种族 想要攻打我们的 你放心吧 我要是找到神微草的话 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那就拜托你了 我现在还需要去神龙遗址周围再去找找看 就不打扰你了 请你转头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与此同时 在小韩的面前弹了一块透明面板出来 定 开启最终隐藏任务 前往冥王的灯塔 拿到寄天石 最终隐藏任务 冥王的灯塔 类型 隐藏任务 等级 LV130 难度 建议实名130级玩家组队通关 任务要求 拿到寄天石 任务介绍 神微草强大的能量 能够帮忙开启冥梯 只有踏上99层冥梯的人 才有资格见到冥王 他会在那里等你 勇士 为了明日的复兴 踏上挑战冥王的道路吧 最终隐藏任务 想不到这么快 自己就已经接触到了最终的隐藏任务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只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自己就能够占据所有据点 到那时候 自己每日可以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估计能够达到40亿以上 应该不是问题 我们走 萧涵将召唤生物全部收了回来 然后带着太古龙女 还有冰孙梨 离开了副本 走吧 先回黄雀城 对了 我在神龙遗址 副本待了多久了 两天 冰孙梨离开口诞生道 而此刻 冰孙梨脸上 依旧是点缀着一丝飞红 但是体内下 一本之内耽误了整整两天 那既然这样的话 岂不是说明 自己已经获得了两天的 召唤生物经验值 打开看看再说 于是乎 萧涵打开了自己的个人属性表 当前可使用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610880W 操 这一波 直接将经验值提升到了61亿 似乎 萧涵到抽了一口凉气 之前自己最多的时候 也就只是使用过10亿的经验值 而现在倒好 直接就拥有了61亿经验值 这也太恐怖了 加 全部加在子玄仙女的身上 定 是否将所有召唤生物经验值 加在神级召唤卡 子玄仙女之上 确定 哗哗哗 61亿经验值开始急速减少 差不多10分钟之后 又是一道系统提示音传了出来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子玄仙女等级提升到597级 算下来直接一波提升了337级 爽啊 要是再来个5天左右 子玄仙女的等级 就能够直接提升到满级了 真是太好了 看来现在自己想要 获得一张神级召唤卡 自己只需要差不多8天左右 那么S级召唤卡 最多也就是5天左右 太爽了 现实世界当中 有一条最新消息 占据榜首 90图研发公司神秘消失 90图网游的运作 成为了一个秘密 这个消息的热度 甚至超过了之前 萧涵带领黄雀城 灭杀魔族的热度 研发公司的消失了 我现在 想要知道这个网游是怎么运作的 之前的那些工作人员呢 有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的 兄弟们 你不要惊讶 我有个朋友在外府的 他们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说研发公司 现在里面的电脑 全部都是在自己运作 自己运作 能够保证服务器不崩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世界要变了吗 这不是才开服务 没有多少天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情况 还是说之前的研发团队 没有资金了 现在卷铺盖走人了 不不不 不是的 我们华夏的云电脑显示 现在90图的研发公司 好像全部都是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控制了 那这个游戏 还能够玩吗 各种消息 开始出现在了 官网网站的论坛之上 现在90图网游的 研发公司都不在了 现在所有人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90图网游 属于全息游戏 虽然自由度极高 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研发公司人员 全部消失 要是几年 几个月 几天 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后 游戏中 没有了退出按钮 那也就意味着 所有在线的玩家 全部都将被困在 这个游戏世界当中 之前所有人 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毕竟当中世界上 最优秀的全息投影专家 都在这家公司当中 但是现在 很多人开始慌了 老天啊 不会吧 难道说小说里面 写的虚拟融合现实 真的要开始了吗 如果世界上 真的充满了魔法 那么这个世界会 变成什么样吗 不行不行 我还是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要是猝死了 那就完蛋了 有人将90图研发公司 内部运转的图像 发到了论坛之上 卧槽 为什么所有电脑上 都一个零星水晶的图案 而且每台电脑之上 都被一团淡淡的能量包裹 键盘和鼠标 居然在自己动 而且就连服务器 都在自动升级 操 世界真的变了 这是外星文明吗 等等 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好想在小说里面 看见过 但是我想不起来名字 这是主神 主神 这条评论 刚刚在这个帖子 下面发送出来 下一秒 无数玩家 开始在下方评论点赞 主神降临世界 这怎么可能 这是霍金大佬的预言 毁灭吧 反正我的花呗 也没有人帮我还 我的房贷 还有车带 现在已经压得 我喘不过气来了 我多么期待那一刻 早点到来 等等 如果说现在主神 就已经降临的话 是不是说明之后 九灵图的玩家 也能够带着各种 强大的技能 回到现实当中 这话刚刚在论坛上发出来 下一秒 又是一个帖子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另外一道全新的提示 开始出现一条重磅消息 华夏福迎来 史诗级抉择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将进行融合 种族进攻 异世界的通道即将打开 华夏将成为第二世界的奴隶 还是成为第二世界的人族 第十三城邦 这个消息 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发送出来的 但是其含量巨大 但凡是看见这个消息的人 都直接傻住了 老天啊 不是吧 第二世界是什么东西 什么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啊 还有那什么一世界的通道 为什么我看不懂啊 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上面 只提到了华夏福 没有提到外福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们九灵图 网游开福的时候 不是写得清清楚楚 只是华夏福开福吗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外福 我们华夏 被九灵图给孤立出来了 操 你的意思是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就是华夏福和外福的区别了 我想应该是的 这个该死的九灵图公司 居然敢孤立我们大华夏 他们是有多看不起 我们华夏 还他们的区别对待 操 现在基本信息 我们是分析清楚了 可是那个什么史诗级抉择 有没有人能够来说一下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还不简单吗 我猜的话 可能是一世界的通道打开 如果我们大华夏的实力 很强的话 能够达到和外福 十二城邦并列的程度吗 如果实力不强的话 可能只能成为城邦之下的区域 那意思是 如果我们实力不强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那些 外国人的奴隶了 肯定是这样的 而且 据我外国朋友所说的话 我们华夏的开福 要远远远远于外福 我们的实力太弱了 一番分析下来 华夏人心里 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平衡 第一是为什么 九灵图将整个华夏孤立 而且还将华夏 设立为单独的一个世界 这不是排挤 整个华夏人吗 第二是这么大型的全息网游 结果外福 居然要比华夏福 开福还要早 坐实了 这就是在排挤华夏人 操 at天策大神 让天策大神出面 这次说什么 也要让外福的人好好看看 我们天策大神的强大 他娘的 我把我的装备道具 全部贡献给天策大神 我他们的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就算等级归零 又怎么样呢 没错 什么外国人 我们堂堂 华夏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 连他们都玩不过吗 比我们早开福 又能怎么样呢 at天策大神 请天策大神出来说句话 at天策大神 请天策大神出来说句话 这条帖子下面的评论 一瞬间就燃起来了 堂堂华夏人 绝对容不得那些外国人嚣张 之前玩家们自己升级 全然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是现在嘛 既然涉及到民族利益 那就必须得 将让那群人知道 华夏人绝对不是五千年前的华夏人 魔剑 五大魔住这两天 守在这个血域的周围 尽全力地想要扩大这里的裂缝 灵魔 这个裂缝很脆弱的 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能让这个裂缝当中 出现空间风暴 到那时候 魔王大人的计划 又将被推迟 还临魔呢 真不知道他哪儿的脸 还敢回到魔族 居然被人族的人给打成这样 我真是看不起你 行了 少说两句 现在魔王大人的计划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最后不要再内斗了 对对对 我先出手吧 再有一天 血族的人也差不多来了 赤魔 一天之后 我们魔住能够进入到这个血域当中 赤魔看了看眼前的这条 0.5米长的裂缝 沉思了一瞬 一天之后 这个裂缝的长度 应该可以达到0.7米 到时候 血族的精英 应该可以进入血域 至于我们 或许只有最后 十个魔族能够进入血域 旁边的淫魔点头 这样就应该够了 听之前魔言所说 这个血域里面关押的人 主要是第二世界的人 实力应该不是很强 抓紧时间吧 我们的时间不对了 这一次我们说什么 也要找到异世界的通道 前往第二世界 这时候 灵魔突然开口问 第二世界到底有什么 让魔王大人如此向往 世界之源 在那里所有人的实力 都能够得到提升 而我们魔族的极限 并不止于魔王 在魔王大人 之上还有一个地位 传闻魔族23地 血族有21地 其他种族 至少也有十位大地 至于人族 身为最弱的种族 只有一地 原来如此 血族 血王大人 血族大军 已经整理完毕了 我们随时可以进攻血域 血应单膝跪地 对着立血王恭敬地说道 很好 魔眼现在 什么情况了 已经被黑蟹石进化 魔童最高阶的存在 估计将在20个小时之后诞生 到时候大人一定可以 在血域见证他的威力 力血王狂笑起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这一天 蔑视之眼现实 107种族 都只有沉浮的份 现在去给我 好好准备准备 血域一行 务必打通一世界的通道 遵命 血王大人 王马族 暗夜族 沙皇族 三族现在 已经占据在血域的三大方位 他们在等到时机 一旦时机成熟 那么他们将从三个方位 对保护血域的结界 发起攻击 为血族进入血域 争取一些时间 一场大战正在进行 血域之中 尚且还有一大被留名 中级鸿鸣玩家 被留在血域当中 当他们还在 角兽竞技场 进行绝逐的时候 忽然整个血域空间 开始出现剧烈的晃动 怎么回事 难道是人族的大地来了吗 这什么药剂血域 早就应该被解除了 要不是那个叫提罗娜的家伙 我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兄弟们 我们的机会来了 空间震荡 无非就两种可能 而对于这些 从第二世界来的 终极鸿鸣玩家来说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只要是血域消失 那么他们就都能够 回到自己的世界 来吧来吧 城墙之上 由于刚才剧烈的震荡 他险些摔倒 但是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 不好的预感 难道是魔眼之主又回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血域 可能又将面临一场大战 就算现在 自己的实力已经很强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 和魔眼之主正面硬刚 而且 看着角兽竞技场当中 躁动的一搭百六多名 终极鸿鸿玩家 他们好像在期待 血域空间的破碎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得必须让吴王回来一趟 否则的话 血域可能真的难保了 提罗娜手臂一挥 通过和肖寒的联系 将血域现在的情况 告诉了肖寒 黄雀城 肖寒带着冰孙黎 敖一辰回到了工会 主人 这位是 秦安娜看着冰孙黎 有点些许的诧异 于是对肖寒问道 冰孙黎 以后他也是工会的人 秦安娜一听 明显脸上阴晴不定 小嘴微微嘟气 但是 这是主人的命令 他也没有办法反驳呀 对了冰孙黎 你的炼制神级 恢复药剂 会消耗掉神微草吗 现在最终隐藏任务 已经现实 只要等到冰孙黎 炼制出神级 恢复药剂 那么他就可以依靠神微草 去开启明梯 神级恢复药剂的炼制 只是需要借助 神微草的功效而已 并不会消耗掉神微草 冰孙黎道 这样最好 那么 你尽快将这个神级 恢复药剂炼制出来吧 好的 主人 为了炼制神级 恢复药剂 冰孙黎 暂时离开了工会 朝自己的店铺走去 可就在冰孙黎走后不久 又有一道敲门声 忽然传来 咚咚咚 城主大人 可在 天都城左耳求见 天都城左耳 听到工会外 传来的呼声 萧寒顿了一下 这天都城突然来找自己 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萧寒开始 打开了工会的大门 左耳拜见城主大人 左耳单膝点地 看着萧寒功声道 有什么事吗 听宫主大人宣布 天侧永世 现在已经成了黄雀城 和天都城两个主城的城主 现在天都城出了一些问题 想要请城主大人回去处理 萧寒咧子一笑 操 要是不说的话 自己还真差点 忘记自己还是天都城的城主 现在天都城出什么事了 回城主大人 全之妖山脉当中的封印松动 帝兵重魂旗 可能将重新现实 一旦封印解除 那么北京之外的虫族 将更加疯狂 他们肯定竭尽全力 得到帝兵重魂旗 你的意思 是让我将封印加固 左耳点头 可是我不会封印 天都城的封印法师 会跟着城主大人一起前往的 那好吧 最好快一点 萧寒都还没有在工会当中 来得及休息 便又跟着左耳 朝着天都城所在的方向飞去 一路上 萧寒也有打开世界聊天频道 看看里面的情况 毕竟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过 其他玩家的进度了 兄弟们 对不起 官网上的消息 已经让我破防了 什么第二事件 我现在只想活着 我退出游戏了 我也退出了 要是这个全息游戏 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我还不得被困死 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 来来来 我全身上下的装备 全部出售了 给钱就卖 给钱就卖 可是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现在现实世界当中 已经出现了主神 如果我们现在退出游戏的话 那到时候 虚拟和现实融合的话 我是说如果融合的话 我们没有实力 一样是死啊 什么狗屁主神 我看就是奇怪的磁场 要是游戏都能够 融合现实的话 早就已经有游戏 融合现实了 都不用等到现在 不用说了 我的选择还是退游 有没有哪位兄弟 想要我身上的装备的 两件机品装备 当官方论坛上 同时出现了 两条奇怪的置顶帖子之后 不少的玩家 全部是选择退出了游戏 什么主神 开始在操控 90图的研发公司 什么第二世界 和第一世界的融合 在这些玩家看来 一个不小心 就很可能让自己的精神 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面 他们本来就是 来这里赚钱了 要是把命留在里面了 那肯定是不划算的 所以很多人 开始选择退出游戏 但是也有些玩家认为 虚拟会融合现实 现在在游戏世界里面 提升实力 就是为了等到 虚拟融合现实的时候 自己的实力能够更强 但是对于萧涵来说 想不到自己刷图的 这段时间里面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但是 似乎就算是精神力 永远留在游戏世界 也并不会死亡 萧涵想起 之前自己在游戏世界里面 待了整整一天多 下线的时候 依旧没有感觉到饥饿感 那很可能就是说 游戏世界里面的吃饭 可以反映到现实 等等 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 虚拟就已经开始融合现实了吗 想到这里 萧涵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恐怖了 天都城 萧涵很快就来到了城主府 在这里站了不少人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 暗暗子的黑袍法师 城主大人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天都城的封印大法师 到时候 他会和你一起 前往全之妖山脉 他会负责 封印帝兵重魂起 小韩点头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吧 自己也不想在这里耽误太多的时间 毕竟黄雀城当中 自己还剩下最后一个隐藏任务 没有完成了 那好 正好前往全之妖山脉的非洲也到了 那么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在卓尔的带领下 几人上了非洲 朝着全之妖山脉靠近 而此时此刻 非洲之上 黑袍封印法师 暗自在手中掐出一个法诀 嘴角洋溢出一道邪恶的笑容 虫族 三十二虫族皇室之一的唤醒虫 来到虫王的面前 虫王大人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好 很好 这一次 一定要将人族给彻底攻下来 帝兵重魂器 这一次我志在必得 虫王的双眸当中 闪过浓浓的自信 为了这一天 他等了整整十年 十年前 天都城的封印法师 将帝兵重魂器 封印在全之妖山脉当中 还好当时虫王留了一个心眼 让一只唤醒虫 留在了人族 他等的就是这一天 封印松动 就是虫族获得 帝兵重魂器最好的时候 有了帝兵重魂器 北境就可以全军压境了 到那个时候 人族必定挡不住他们 想到这里 虫王的脸上 洋溢起了浓浓的笑意 对了 现在魔族那边的怎么样了 回过神来 虫王开口 对着下方三十二皇室 开口问道 虫王大人 最近魔族那边 好像是有什么大动作 就连猛马族 都开始朝着极北的地方靠近 极北 这些猛马族 去极北干什么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过据说好像是联合魔族 准备对什么东西发起了攻击 是吗 让人继续跟着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帝兵重魂器 拿到走再说 遵命 大人 遵命 大人 十年了 如今绝对不会有人想到 虫族早就已经打入了人族内部 也不会有人想到 那个黑袍封印法师 就是虫族留在人族的 一只幻形虫 全之妖山脉 城主大人就是这里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人多的话 可能会引来很多 山鬼妖兽的攻击 就连封印法师 跟着你进去就好了 小涵倒也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那好吧 我们进去吧 小涵带着黑袍法师 朝着全之妖副本之内走去 至于其他人 则是在全之妖山脉副本之外等待 城主大人 帝兵重魂器的位置 就在山脉的最深处 只要达到那里 我就能够用我的力量加强封印 换句话说就是 刷怪最快的方式 除了天安神女的一个技能秒图之外 剩下的 也就只有紫玄仙女的 觉醒之力技能了 这是真的好用啊 主人 紫玄仙女看着小涵恭敬地说道 走吧 前往全之妖山脉深处 小涵刚刚说完 紫玄仙女就直接开启了觉醒之力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 一道道连一 从紫玄仙女的脚下扩散开来 也因为紫玄仙女等级提升的原因 使得玄气波动的距离 直接扩散到了20公里的距离 换句话来说就是 只要是在距离紫玄仙女 20公里以内的敌人 都将受到玄气波动的影响 而且 每秒的伤害数值 直接提升到了50W 真是舒服啊 走走路就可以提升经验值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野怪 全能之妖 获得经验值3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野怪 全能之妖 获得经验值3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W 等级提升至LV94级 一瞬间就获得了700W的经验值 爽啊 萧涵带着封印法师 一路向着身处靠近 根本就没有野怪能够靠近 就算有 也直接被紫玄仙女一口气给吹死 看到这一幕 封印法师有点发愣 他在人族待了整整十年 什么天才没有见过 但是萧涵的表现 着实让他有点失惊 他甚至怀疑 之前绝天地蝗虫吸引被毁 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个叫做紫玄仙女的女人 看来此次人族 真的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要是再任由他发展下去的话 虫族肯定有危险的 此刻 在封印法师的脑海中 开始浮现出另外一个念头 杀了萧涵 任何对虫族可能存在威胁的人 都必须死 但是在弄死萧涵之前 自己得先获得帝兵重魂旗 走啊 封印法师 萧涵转过头来看向了封印法师 好的 城主大人 帝兵重魂旗的封印之地 就在前面了 我们加快一点脚步吧 封印法师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跑上前来 轻声道 差不多两分钟之后 萧涵看见前方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封印之地 就是这里了 城主大人 麻烦城主大人 帮我在这里守住这些权能之妖吧 我进去将封印加固之后 挥出来 萧涵想想自己进去 确实也没有必要 索性就守在这个路口 于是就答应了封印法师 而接下来 封印法师在走到封印之地的时候 在他手中掐出了一个法绝 一团黑器从他的手中释放出来 黑器侵蚀掉了这里的保护罩 而此刻 一面红黄相见的魂旗 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 只不过这个魂旗 正被另外一道封印笼罩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这话是从魂旗内传来的 即便是隔着一道封印 依旧能够感应到 极其强烈的压迫感 唤醒虫 参见地冰虫大人 黑袍封印法师 直接单膝跪地 头都不敢抬一下 十年了 我等这一天 等了整整十年 大人一定会重新回归虫族 往日辉煌必将重现 唤醒虫开口沉生道 不错 看来虫族现在的虫王 也并非是没有头脑的家伙 能够将你安排在人族 这么多年 也算是处心几率了 地冰虫大人过奖了 我这就将封印解除 黑袍法师右手 对着虚空一抓 一把漆黑的法杖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唤醒 法杖变成一把一米来长的太刀 刀刃在自己的掌心划过 黑色的鲜血 从他的手中滴落 血液滴落在了封印之上 紧接着 这些血液 好像拥有自己的意识一般 开始在封印的四周游走 画出诡异的图案 天都封印 解 黑袍封印法师 用自己的鲜血 在双手的掌心 画出一个圆形 随后双手合十 碰 奇怪的力量忽然炸开 这一瞬间 那原本就松动的封印 瞬间开启 地冰虫魂旗的能量 也在这个全之妖山脉当中 扩散开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肆虐的气息 让本来还在副本外 等待的天都城等人 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 几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 副本身处的位置 难道是封印被破开了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城主大人出手 封印怎么可能被破开 而且不是还有封印法师在吗 操 出问题了 快进去看看 这绝对是地冰虫魂旗的气息 快进去 该死 不该来的 还是来了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城主大人杀了黑袍封印法师 然后是城主大人 打开了封印 怎么可能 城主大人 要是想要帮重族 大可不必争夺 这个地冰虫魂旗 他完全可以凭借 一己之力毁了整个天都城 而且再说了 公主清许的人 绝对不会背叛人族 难不成是黑袍法师解开了封印 黑袍法师虽然可以加固封印 但是他同样也能够解除封印啊 这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麻烦了 黑袍法师来到天都城 也差不多有十年了 他对于天都城的贡献 所有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要说他是为了解除封印 才来到了这里的 他们还真有点不相信 等等 黑袍法师是十年前才来到这里的 十年前不就是封印 地冰虫魂旗的时候吗 该死 难道这两者之间 真的存在某种关联 想到这里 这几人的脚步不由地加快 甚至此刻 他们都在想城主大人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北境 雅思高徒正在和自己的召唤 生物践行者大杀四方 拦住 一定要拦住这些虫族的生物 不能让他们突破 北境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是这道防线被攻破的话 人族灭 誓死捍卫高地防线 誓死捍卫高地防线 誓死捍卫 所有北境的战士 抱着必死的决心 与虫族厮杀 而此时 一个叫做问天的NPC 走到雅思高徒的身边 皱眉道 雅思高徒 今天为何虫族的攻击没有停止 雅思高徒转身看向人族的方向 沉思了片刻 开口诞生道 出事了 你是说 虫族一直想要得到的帝兵重魂旗 现在已经出事了 雅思高徒点头 就在刚才封印解开的那一瞬间 他也感受到了 来自全之妖副本之内的那道强烈波动 如果他猜得没有错的话 这个波动百分之百 来自于帝兵重魂旗 行了 现在帝兵重魂旗 已经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了 先将虫族的攻击抵挡下来再说 一切都是为了人族 雅思高徒冲进了虫族的大军当中 此时此刻 他只能希望 萧涵能够代替 他将帝兵重魂旗给控制下来 他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萧涵的身上了 虫族 虫王大人 幻形虫那边已经破开了天都封印 帝兵重魂旗的气息 已经全部释放出来了 好 很好 从现在开始 大举进攻人族 务必攻破北境防线 将帝兵重魂旗 给我带回来 遵命 大人 遵命 大人 封印破开的那一瞬间 四方云起云涌 虫族开始 趁着这个时间 对北境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 原因 无他就是为了冲入到人族的地盘 将帝兵重魂旗拿到手 而北境防线的人族战士 为了守卫人族奋起抵抗 主人 封印之地里面出事了 封印破开 子玄仙女和萧涵同时将目光 投向了封印之地内部 这个该死的封印法师 居然敢骗他 什么自己一个人加强封印 那家伙进去分明就是 去解除封印的 走 子玄仙女 我们进去 萧涵带着子玄仙女 朝着封印之地内跑去 当他再次看见 封印法师的时候 封印法师已经将 帝兵重魂旗捏在了手中 萧天策 你来完了 封印已经解除了 封印法师也不藏着掖着 摊牌了 为了这一天 他当了十年的封印法师 今天他终于开始 正式地回归虫族了 但是在回归虫族之前 萧涵必死 因为他知道 萧涵现在的实力 已经很强了 要是再给他时间发育的话 他的实力又不知道 会达到什么地步 帝兵重大人 请赐予我力量 杀了这个家伙 封印法师挥出手中的魂旗 一道暴力的能量波动 在空间当中产生 隐约间 还有暗紫色的雷蛇闪现 虽然我不会封印之术 但是我想 如果直接毁掉的话 应该也算是一种封印 紫玄仙女 毁掉 就凭你也想要毁掉 帝兵重封印 哈哈哈哈 封印法师猖狂地笑了起来 帝兵重魂旗 虽然只是一面简单的旗子 但是就算是重王来了 也没有信心 能够毁掉它 而小小的人族 那就更不可能 毁掉了帝兵重魂旗了 魂旗现实 重族中将降临人族 你就等死吧 封印法师 加大了魂旗的能量波动 狂暴的雷蛇 朝着紫玄仙女压了过来 就连紫玄仙女 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天意玄切 五百多级的紫玄仙女 果断使用了自己的攻击技能 一道飘然的玄气 从她的口中吹出 与暗紫色的雷蛇撞击在一起 轰轰轰 煞时间 本来还在紫玄仙女脚下 波动的觉醒之力 在这一瞬间 突然变得躁动不安 再然后 觉醒之力 肆虐整个全之妖副本 宛若核弹冲击一般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野怪 全能之妖 获得经验值3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野怪 全能之妖 获得经验值 又是一连串的经验值 在肖寒的头顶浮现 整个副本之内的野怪 在这股冲之下 全部都被杀死 肖寒的等级 直接从94级 提升到了96级 但是现在并不是 关注这些的时候 肖寒更在意的是 那边帝兵重魂起 肖天策 不愧是你 能够灭掉魔族 你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封印法师说完 狠狠地转动了手中的旗帜 力量再次加大 不过是虫族之人 之前 我能灭了绝天地黄虫 现在我就再灭一次 地冰虫子旋仙女 子旋仙女的力量 直接翻倍 用一股远远强于 地冰虫魂旗的力量 直接压了过去 封印法师脸色一黑 他本来以为 刚才子旋仙女的力量 就已经是极限了 而现在 居然直接提升了整整一倍 不 绝对不可能 地冰虫大人 一定可以回到虫族的 人族 没有资格位列108种族 给我去死吧 封印法师 猙獰地用尽了所有力量 可是 鸡蛋撞地球的结果 就是死亡 哄 随着一声沉闷的低吼 封印法师被子旋仙女的力量 直接压死 伤害 67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旋仙女 成功击杀幻形虫 获得经验值7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7W 虫族复兴 人族必亡 我不甘心啊 含恨之下 封印法师也变回了幻形虫 然后成为了一团淡蓝色的光点 至于这面旗帜 重重地掉落在了地上 萧涵将帝兵虫魂旗拿在手中 刚刚捏在手中 那古虫族的一族排斥之力 便直接将萧涵给摊开 小小人族 我帝兵虫弹指一挥间便可灭亡 虫族将是最强的种族 你若愿意加入虫族 我可给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萧涵冷冷一笑 区区一面旗帜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不对 就连虫族所有人都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现在的人族虽然很弱 但是自己可灭百族 一旦自己同时拥有两只神级召唤生物的时候 什么虫族 魔族最后都挡不住自己的脚步 哄 就在萧涵思索的时候 子玄仙女用一道玄器波动 直接将帝兵虫魂旗给彻底撕碎 定 你已完成天都城最终守卫任务 获得占据天都城据点奖励 每日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五亿 啊哈 听到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萧涵突然愣了一下 我只是过来帮个忙而已 没想到还意外触发了天都城的占据奖励 我的个去 想不到还有这种奖励 而且一次性 直接获得了五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真是太爽了 再算上此次在副本当中获得的2500W经验值 自己现在就已经拥有5.25亿经验值了 要是全部加在子玄仙女身上的话 估计等级可以直接达到600级往上 距离满级就只差300多级了 真是爽啊 回过头来一想 成为天都城城主 并不会直接获得天都城的占据奖励 那也就是说 只有完成主城的最终任务才能够获得主城的占据奖励 而黄雀城作为自己最开始的主城 自己通关副本也可以获得据点占据奖励 那么 如果我同时成为北陵国度的9个主城城主 同时再完成最终任务的话 那么我岂不是能够获得将近40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一瞬间 萧涵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还是先回去吧 现在黄雀城的最终隐藏任务也迫在眉睫了 自己也等不及想要看看 自己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召唤生物经验值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天都城的一群NPC突然走了过来 城主大人 你没有事吧 左耳轻声道 我没事啊 对了封印法师呢 他是崇族唤行崇变城的 他在天都城潜伏了十年 为的就是能够在这一天打开封印 拿走地兵重魂旗 听到这话 天都城的各位都是皱起了眉头 该死 想不到真的是封印法师 没想到重族居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还好有城主大人在 不然的话就出大事了 对了城主大人 地兵重魂旗呢 左耳开口问道 魂旗被我撕碎了 撕碎了好 撕碎了好 这样的话 崇族就再也没有办法得到他了 等等 城主刚才说什么 我把他撕碎了呀 老天 当年天都城用生命才勉强封印住了地兵重魂旗 而萧涵道好直接将地兵重魂旗撕碎了 时代变了 行了 左耳 虽然没有将地兵重魂旗再次封印 但是能够将它毁掉也很好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刚才我听北京那边传来消息说 封印解开 崇族正在对北京发动猛烈的进攻 在处理掉这个全之妖山脉之后 萧涵在天都城几个将士的带领下 朝着天都城前去 崇族 崇王大人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崇王轻声轻语得道 地兵重魂旗的气息消失了 什么 不 绝对不可能 崇王猛地站了起来 恐怖的气息从他的身上释放开来 就连空气中都隐隐闪着雷电小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感受到地兵重魂旗的气息吗 怎么突然消失了 对了 封印法师呢 他在哪 一连几十个问题 直接将手下给问猛逼了 崇王大人 封印法师他死了 封印法师不是已经完美化 形成为人族了吗 他怎么可能死呢 人族不是有明文规定 不能互相残杀吗 崇王想不明白 于是 虚语之后 他开口对着自己的手下问道 是谁杀了封印法师 是一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这个名字刚一说出来 崇王殿之内 绝天地蝗虫突然站了出来 双眸闪着一道凶光 崇王大人 我身上的伤痕 就是那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给我留下的 这人的实力很强 绝天地蝗虫的实力 崇王还是知道的 而且绝天地蝗虫 作为三十二皇室之一 向来不撒谎 可是 就算是在给上萧寒 十年的时间提升实力 也绝对没有办法 和帝兵重魂器对抗了 纵然只是一面旗帜 但是其内部的力量 就连三十二皇室 都不得不重视一二 绝天地蝗虫 你是不是被拍傻了 不过是区区一个人类而已 居然让你感到这么忌惮 要是虫族全部都是你这样的人 那以后我们虫族如何复兴啊 我们虫族的 辉煌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 懦夫一个罢了 要我说 此次我们趁着冲击北京的机会 直接一举撕碎人族 将他们最后一道防线攻破 然后踏平人族 没错 只要大人一声令下 人族便会在寝刻间消失 请大人下恋 请大人下恋 在他们看来 绝天地蝗虫 虽然在之前 只是一个虚影被萧涵给灭了 但是 这对于虫族来说 就是一个废物的证明 虫族乃是108种族的 鼎盛几个种族之一 怎么可能会败给人族 你们都给我闭嘴 现在帝兵虫魂旗被毁 足以说明萧天策的实力 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了 这样 绝天地蝗虫 你和嗜血失虫 现在去北京 务必将北京给我攻下来 将人族的防线给我撕开 大战已经打响 想要撤退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一次 既分高下 开始一步前往北京 血域 爆裂火山的裂缝 已经被撕开到了0.65米 距离三天的规定时间 还有差不多三小时 在这剩下的一段时间当中 猛马族 暗夜族 还有沙皇族 已经开始在对血域结界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特别是猛马族 本来就具备 极其庞大的身体 任何一次活动 都足以对血域结界 造成严重的破坏 大哥 我觉得我一脚 能够将这个结界给踏碎 一头活了一千年猛马像对着 自己身边 一头活了两千年的猛马像 开口说道 这可是血域结界 普通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破开的 要是你真的能够破开 那就不用魔族的人 去撕开裂缝了 大哥 这一次 我们真的能够 去往第二世界吗 没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 五族联手 就算天塌下来 也没有人能够阻拦得了 这话刚一说完 下一秒 一道圣光 忽然从他们的头顶照下 猛马族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第一世界 和第二世界的中间枢纽 发动攻击 你们是准备破坏世界的平衡吗 落天圣女脚下 踩着一道悬光 俯视着下方 好几百只猛马像 圣落族的人 想不到 你们也来了 不过正好 可以见证一下 第二世界的开启 毕竟第二世界 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世界 这个传说 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 而现在 居然被魔族的人 给发现了 你们住手 要是中间枢纽 被毁坏的话 那么两个世界的 平衡会被打破的 落天圣女惊呼道 哼 真是可笑 就算是第一世界 和第二世界的平衡 被打破又能怎么样呢 和我们猛马族 有关系吗 还是说会影响到 你们圣落族 别想了 此次中间枢纽 我们是一定要攻下的 前往传说中的第二世界 说话之时 不少的猛马像 对着血液结界 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被迫之下 落天圣女 只能用自己磅礴的能量 笼罩血液 在血液的外围 再次布上一层防御罩 落天圣女 你这是想要和我们作对吗 我可告诉你 现在你不是在和我们猛马族作对 而是在和五族作对 我想你知道是哪五族 落天圣女没有回答 只是下一秒 又是好几道身影 出现在了落天圣女的身边 而这几道身影的前方 正是天使族的六亿兵灵女皇 五族 那又如何 五族难道想要和鱼下 所有种族对抗吗 这个能不能开通第二世界 并不是你们五族说的算 六亿兵灵女皇 看着猛马族诞生到 而在她身边的 除了圣落族 嘲凤族 神落族 还有九雀族 这样的阵容 就连猛马族首领看见了 心里都是狠狠一颤 但是 真是想不到 天使族的人也来了 还有你们 猛马族的首领 脸上挂上了一个微笑 对于现在的这个状况 他似乎并没有感到任何慌张 反而是觉得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各位 魔族此次联合五族 想要共同攻破中间枢纽 打开前往的第二世界的通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一次 我想请大家帮帮忙 为了两个世界的平衡 六亿兵灵女皇 也没有在和猛马族的人废话 而是转头 看向了自己身后的几个种族领头者 只要他们点头 那么五族 想要占领 血域就没有任何可能 真是想不到 关于第二世界的传说 是真的 看来这一次 兵灵女皇并没有骗我们 上吧 这几个种族领头者 纷纷皱了皱眉头 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而此刻 六亿兵灵女皇 也是微微一笑 他知道 这些人现在 已经和自己是一个阵营的了 现在再加上 圣洛族的话 他们这边 一共就是五个种族首领 这种阵容想要 阻拦魔族等人 应该不是任何问题 我们上吧 六亿兵灵女皇 和骆天圣女 同时朝着猛马族攻了过去 在灵固没有告诉 你们魔族的方位之时 他们只能够先将猛马族 给清理掉 可就在这个时候 猛马族的首领脸上 闪过了一丝邪笑 兵灵女皇 你以为 你们赢定了吗 你们不妨看看 你们的身后 猛马族首领的声音 刚刚落下 三道攻击 同时朝兵灵女皇 和骆天圣女 打了过来 砰砰砰 光之守护 在三道攻击 快要打在两人身上的时候 兵灵女皇 快速使出了自己的保护技能 但即便是这样 恐怖的技能伤害 还是落在了 他们的身上 虽然并不致命 但是毕竟 这三道伤害 都是来自于 其他种族的强者 要说没受伤 那都是假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是说好一起 阻拦魔族等人吗 六亿兵灵女皇 有些不解 对不起 兵灵女皇 谢谢你能够带我们来到这里 但是 为了我们嘲讽族 我一定要带着他们 去第二世界看看 在那里他们的实力 将得到更高的提升 没错 这一次 就算再受到天使族的审判 我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这可是传说中 才存在的地方 嘲讽族 神洛族 还有九雀族 三个种族 竟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兵灵女皇 怎么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生到这种地步 本来五族 就已经够难对付了 结果现在倒好 救兵没有请来 倒是让他们 同时选择加入了魔族的阵营 真是该死 哈哈哈哈 兵灵女皇 还有洛天圣女 我劝你们最好回去 这个地方我们是 一定要攻下来的 而且就凭你们现在的实力 想要同时对抗我们 好像还不够吧 随着嘲讽族 神洛族 还有九雀族的加入 猛马族开始嘲讽起 兵灵女皇和洛天圣女 但是 猛马族首领说得不错 如果是五对五的情况 他们还有获胜的可能 但是现在战局 直接变成了二打八 这怎么打 兵灵女皇和洛天圣女 同时皱紧眉头 再这样下去 绝对不是办法 一旦五族 真正地打入了血域 那么血域 肯定会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被攻破 那么两个世界的平衡 就在今天 就会遭到破坏 世界会演变成为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洛天圣女 看着兵灵女皇问 等 等灵孤之前 在天赐水晶上 我们并没有看见 两个世界的平衡 被破坏的结局 那就说明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在可能范围之内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现在八大种族 都想要占据血域 仅凭兵灵女皇 和洛天圣女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们也只能等到 灵孤的消息 黄雀城 萧寒在离开天都城之后 果断地回到了黄雀城 兵孙黎呢 兵孙黎还没有回来吗 萧寒看着秦安娜 这我没问到 主人 兵姐姐还没有回来 该死 不知道 为什么萧寒总感觉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的直觉告诉自己 要是不能抓紧时间 通关副本的话 将会有大事发生 这个想法 刚刚在萧寒的脑海当中闪过 下一秒 一个透明提示框 出现在了萧寒的面前 来自血域的消息 是否查看 来自血域的消息 看到眼前的透明提示框 萧寒倒是愣了一下 自从自己从血域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里的所有东西 都已经全部交给了提罗娜 在管理 就包括血域 挑战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提罗娜在处理 但是 现在血域突然来了消息 不会吧 难道自己心里的预感 真的成真了 血域出事了 萧寒赶忙点开查看 血域 四面楚歌 吴王 血域城动荡不安 开始出现了连续不断的震荡 这个震荡 不知道从何方来 但是包括血域城之内的 整个血域范围都在震荡 我怀疑是魔眼之主回来了 他们想要攻占血域 将血域占为 极有魔族的实力之强 恐怕 血域四面楚歌 难以抗衡 请吴王回归 提罗娜 简单的几行字 直接让萧寒看傻了 之前血域之外的爆裂火山 确实有魔眼之主的痕迹 但是自己 才将魔眼之主打成重伤了呀 难道这么快的时间 魔眼之主的实力 就已经恢复上来了吗 不 绝对不可能 萧寒皱眉 就算要攻打血域 那很大可能也就是魔族的人 可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之前 魔族会派三大魔柱 来救魔眼之主呢 一个个谜团 开始在萧寒的心里浮现出来 难道攻占血域之后 对这些种族的人 有什么好处吗 萧寒脸色有点难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工会的大门被推开了 主人 主人 神级恢复药剂 已经成功炼制了 真是太好了 冰孙离推开工会的大门手 拿神微草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萧寒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神微草到手 当然是最好的 有了神微草 萧寒就可以前往明梯 完成最终的隐藏任务了 这对于自己来说 好处自然不用多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血域那边四面楚歌 自己作为血域的主人 确实自从离开血域之后 就很少再回去 所有事物也都是提罗那在处理 此次自己是必须回去一趟的 倘若真的是魔族的人在搞鬼 那么这件事 一定不能善罢甘休 这么一想 萧寒还是决定 先去一趟血域再说 毕竟自己也不知道 会在冥王的高塔待多久 要是时间一长 血域出世的话 就太亏了 决定之后 萧寒重新选择了频道 重新选择频道 1.新手村8253号 2.天都城 3.血域 果断选择血域 是否选择随行者 当这个面板出现在萧寒眼前的时候 上面可以选择的选项 除了太古龙女之外 还有秦安娜 冰孙黎 奥恩 那就太古龙女吧 刚刚一选 萧寒和太古龙女 就变成了一片光丽 消失在了工会当中 血域 因为剧烈震荡的原因 提罗那去血域各个角落 找到了震荡最为强烈的地方 提罗那大人 就是这里了 站在提罗那旁边的 是一个M国的终极鸿名玩家 为了能够离开这里 他使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提罗那 找到了这个震荡最为强烈的地方 天门山 想不到居然是这个地方 提罗那怎么都没有想到 震动居然会从天门山传来 早在很多年前 血域的天门山 就曾经封印过两只猛马像 他们的实力强大 据说这两头猛马像 至今都还没有死 难道是猛马像 不行 还是得进去看看 要是不能够确定 这个震荡 是不是因为这两头猛马像传出来 提罗那始终放不下心 毕竟还有一个魔族 等等 提罗那大人 好像血域来人了 这时候 提罗那身边的这个叫做 罗斯的玩家 对着提罗那恭敬地说道 看来是主人回来了 既然主人已经回来的话 那就先回血域城吧 将这些消息告诉主人再说 在心里暗暗点头 提罗那对着身边的这个玩家道 走吧 我们先回血域 差不多几分钟之后 提罗那一人来到了城门之上 在这里站着两人 分别是肖涵和敖一臣 提罗那拜见吴王 提罗那单膝跪在肖涵的面前 恭敬地喊道 起来吧 肖涵猝了猝鼻子 现在血域什么状况 吴王 血域出现震荡 震荡的来源于天门山 天门山 肖涵略感诧异 刚才在工会的时候 自己在看见提罗那发的消息 不是说这个震荡和魔族有关系吗 怎么现在又和天门山扯上关系了 肖涵不解 那爆裂火山现在什么情况呢 魔族的人有动向吗 提罗那沉寂了一瞬 爆裂火山那边我暂时还没有去 但是我们刚才发现 这个动荡的源头 主要是产生于天门山 在那里曾经封印着两只猛马像 我怀疑是他们在做鬼 哦 是吗 肖涵皱眉死死地看着提罗那 猛马族我知道 但是你确定 这两只猛马像 能够让整个血域空间发生震荡吗 这也是肖涵不理解的问题 现在可是整个空间震荡 如果是仅凭两只猛马像的话 肖涵倒是觉得 并不可能让整个空间发生震荡 所以这道力量 绝对是源自于血域之外的空间 走 提罗那 我们现在去爆裂火山 思前想后 肖涵都觉得 而天门山那边对于自己来说好像还可以放一放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爆裂火山一定存在着什么东西 此次 血域四面楚歌绝非来自于天门山 遵命 无王 这话刚刚从提罗那的口中说出 下一秒一道猛烈的冲击忽然袭来 整个血域城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这一次震荡远远强过于之前 任何一次 就连站在城墙之上的肖涵三人 都有些站不稳了 该死 肯定是天门山那边又出问题了 提罗那皱眉 肖涵看了一眼天门山所在的位置 现在震荡的力量越强 那就越说 明天门山并不是血域受挫的真正源头 这很可能只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反倒是爆裂火山那边现在安静到可怕 那边才像是有大事要发生 咔嚓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在角兽竞技场当中 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这道裂缝 直接将不少的终极鸿鸿玩家吞噬其中 终极鸿鸿A国玩家 我无奈啊 掉入虚空当中 死亡 请在30分钟之后再进入游戏 终极鸿鸿M国玩家 水换月 掉入虚空当中 死亡 请在30分钟之后再进入游戏 快跑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卧槽 这个撞击又来了 跑走 离开角兽竞技场 大块头 快上来 我有召唤生物 看着裂缝出现 这些终极鸿鸿玩家 全部朝着两边跑去 更是有些召唤师 直接召唤出了召唤生物 带着一些玩家 飞到了半空中 走 现在前往爆裂火山 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刻不容缓了 萧涵带着提罗娜 骑着太古龙女 就朝着爆裂火山 所在的位置飞去 三天的期限一到 爆裂火山附近 血族之人和魔族齐聚于此 而猛马族 暗夜族 沙皇族 则位居血域节节的 其他三个方位 还有刚刚投靠过来的三个种族 也都在各个角落分散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你们魔族负责看好这个裂缝 血域就让我们血族的人 来攻下就好了 和几个魔族交谈的人 正是血族的血鹰 最好不过了 本来就约定好的 血族负责攻下血域 并且打开一解通道 这一点 他们魔族的人 是绝对不会出手干预的 正当血鹰准备 带人进去的时候 蜂魔突然开口 对了你们 血王大人呢 魔童已经成功进化 成为灭世之眼了吗 血鹰只是淡淡地 看了一眼蜂魔 并没有多说 灭世之眼 是否已经进化成功 这一点 和魔族的人 没有任何关系 魔族知道的越多 对于他们血族的人 来说就越不利 所以自己 还是要保留一点实力才好 走 我们进去 血鹰带着血族九位降临 还有数百万血族士兵 通过这道裂缝 进入到了爆裂火山 整个计划 从血族进入裂缝开始 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血域浩劫 也从现在正式开始 蜂魔 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先把这个裂缝 控制好再说 你们去通知魔王大人 我感觉此次血族 获得灭世之眼 很可能还有其他动作 你的意思是说 到时候一节通道开启 血族的人 很可能会反悔 没错 如果我们大家 一起前往第二世界的话 血族的人 可能很难成为 最强的种族 蜂魔说得对 我们必须得在这里 稳住这个裂缝的 然后让其中一人回去 通知魔王大人 还有其他魔族 当然不仅仅是魔族的人 是这样想 就连猛马族 暗夜族 沙皇族 还有其他三个种族 都有这样的顾虑 就比如沙皇族来说 按照之前的约定 他们只需要再难免 对血域节节发起攻击 分散血域的战斗力就可以 沙皇大人 我们现在下去 也不是办法啊 没错沙皇大人 我们现在和魔族 以及血族的关系 好像并不是在合作的关系 倒好像是我们在 帮助血族 帮助血族 在分散血域的注意力 然后到时候 打开一节通道之后 血族的人可以离开 而我们还傻不拉击地 站在这里 帮他们分散注意力 我们沙皇族的实力 虽然比不上魔族 以及血族 但是他们如果想要 以我们为跳板 成为第一大种族的话 就算是魔族 也必须得脱层皮 我的建议 是让沙兵王在这里 继续对血域节节 发起攻击 而我们 则是由沙皇宁带队 直接前往血域内部 我同意 现在魔族正在 费尽心思地控制裂缝 他们并没有心思对付我们 现在就是我们进入 血域内部最好的机会 此刻 大量沙皇族的人 全部是转眼看向了沙皇 他们说的 确实是没有错 此次虽然是五族联手 目的就是为了 打通中间枢纽 前往第二世界 但是 此番从裂缝中 进入血域的人 也就只有血族的人而已 他们如果做点动作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甚至到最后 很有可能就是血族之人 独自前往第二世界 然后告诉所有人 第二世界并不存在 如此这般的话 血族便能够在 108族当中 成为最强的种族 想到这里 沙皇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虚愈之后 对着自己身边的小弟 开口说道 沙兵王留下 其他人跟我走 沙皇族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也绝对不可能 让血族这般占便宜 很快的功夫 沙皇族 暗夜族 猛马族 还有其他三个种族的老大 纷纷带着不少的小弟 来到了这里 很明显 此番进入血域 他们也都察觉到了 血族的意图 想不到你们大家都来了 沙皇也不慢 行了 此番大家都心知肚明 既然真的存在第二世界 那么攻打血域一事 自然我们也应该出一份力 没错 我同意 趁着裂缝稳定 六族在思想达成一致的情况之下 全部是涌入到了血域当中 至于这几个魔柱 他们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 他们也没有想到 本来计划已经分配好的 结果现在 大家都因为害怕血族独吞 全部加入到了血域的攻打之中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在魔王大人没有来之前 我们只能够先保持着裂缝的稳定 要是一旦裂缝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之后 我们再想要进入就难了 不远处的地方 洛天圣女和冰临女皇 两女对视了一眼 现在的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他们都进入到了中间枢纽当中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能不能挺过这次危机 现在就算是洛天圣女 再想要施展保护罩 保护血域结界 也没有任何作用了 再等等看吧 一来是我们现在 就算进入到那里面 也打不过他们 其次是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 等待凌姑的消息 冰临女皇这话刚刚说完 下一秒 在她身后不远处的位置 忽然传来了一道呼声 女皇大人 圣女大人 我们现在还是回去吧 声音的主人正是凌姑 洛天圣女和冰临女皇 同时转头看向了凌姑 回去 现在第二世界的存在 已经成为了事实 如果现在回去的话 岂不是任由他们 破坏掉两个世界的平衡吗 凌姑 难道你知道什么东西 冰临女皇忽然开口 只见凌姑大手一挥 天赐水晶 再次出现了他们的眼前 这个地方叫做血域 之前我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里并没有蒙上迷雾 而现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迷雾开始变得越来越浓 甚至我都看不出来 会发生些什么 不过有一点 我可以确定 是什么 冰临女皇和洛天圣女 一口同声地问 血域的结局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好 因为现在在血域里面 有一个至强者镇守 现在血域当中 有一个至强者的守护 这一瞬间 冰临女皇和洛天神女的脑海当中 突然闪过了之前 在天赐水晶中 看见的黄雀城 先前的黄雀城 也是被一层厚厚的浓雾笼罩 而现在通过天赐水晶来看的话 之前身处黄雀城的那个至强者 很可能已经来到血域了 凌姑 难道这个黄雀城的至强者 就是那个凭借一己之力 强打三大魔柱的那人吗 洛天圣女不禁问道 凌姑点头 我想应该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不明白这个黄雀城的人 为什么能够和血域扯上关系 萧涵的身份 确实是让三人不解 小小的人族战士 难不成还是血域的掌控者吗 在他们看来 根本就不可能 要知道 如果魔族没有发现 这个中间枢纽纽的话 那么血域也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存在 而血域的掌控者 肯定更加神秘才对 按照道理来说 是不可能屈居人族黄雀城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好几个种族 都已经进入到了血域当中 准备对血域发起攻击 异世界的通道很可能 还不等冰灵女皇将话说完 灵姑突然将她打断 至强者的实力有多强 我不知道 但是通过天赐水晶来看 血域一战的结局 很可能是种族败退 我们不妨赌一场 赌一场 怎么赌 冰灵女皇开口 灵姑皱眉 双目死死地看着 天赐水晶之上的那团浓雾 稍许之后继续说道 既然大致的结局已知 那么何不趁着此次机会 和治强者交好 倘若最后治强者 能够以一己之力 对抗各大种族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利 如果治强者 不能立敌各个种族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亏 反正现在 他们已经和我们站在了队里面 灵姑说的对 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天使族 还是圣洛族的话 都是百利无一害 我同意 我也没有意见 洛天圣女和冰灵女皇 同时点头 那好 我们直接冲入裂缝当中 现在魔王还没有到来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灵姑通过天赐水晶 看着魔族的一切动向 现在魔王还没有离开魔族 想必他要是想要来到 这个血狱的话 至少也还需要十分钟左右 这段时间 足够他们进入裂缝了 我们走 在灵姑的带领下来 他们朝着裂缝所在的位置赶去 血狱之内 萧涵和提罗娜 都还没有来到爆裂火山 便看见前方的天空 被染成了血红色 下雨了 一滴滴 雨水从天空之上 坠落到自己的脸上 萧涵用手指擦了擦脸上的 雨水 这是血 从天空之上坠落下来的是血狱 萧涵和提罗娜 同时皱起了眉头 在他们心中 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他们的直觉告诉自己出事了 王 你说的没有错 天门山只是一个幌子 整整的危险 还是来源于爆裂火山 而且从这个血狱来看 此次来到血狱的 应该不是魔族的人 萧涵摇头 不 不止 这一场血狱绝对不简单 血狱将要面临的危险 绝非于此 回过神来 萧涵对着太古龙女命令 朝着爆裂火山继续前进 速度拉满 差不多两分钟之后 他们来到了爆裂火山 但是此时在爆裂火山 等待他们的是 密密麻麻的黑点 血狱大人 血狱之主来了 这时候 血狱指着萧涵 对着力血狱开口说道 根据传说记载 只需要将血狱之主杀掉 异世界的通道就会开启 到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功前往第二世界了 血狱之王一旦死亡 异世界的通道确实会开启 但是他们忽略了 史书上的另外一句话 百族只要有五个以上的种族 挑战血狱之王 那么 完全体世界将开始进行判定 这是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 我血族将成为百族当中 第一个进入第二世界的人 力血狂笑 双目争鸣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太久了 我血族的勇士 有谁愿意为我血族 杀出一条血路的 从今天开始 只要杀了血狱之王 我族将踏上最强种族的道路 这种最强种族的称号 让所有血族的人兴奋 只要杀了肖寒 就能够打通异世界的通道 前往第二世界 这难道不爽吗 血王大人 这人身上的血肉味 好像是人族的 人族的血域之主 就是一个废物 在我们血族的面前 人族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 我血因请求一战 为血族厮杀 是我的荣幸 血妖王请求一战 血师请求一战 各大血族战将全部战了出来 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一个人族的血域之主罢了 根本就不需要立血王出手 下一秒 血族战将谢英站了出来 双翅展开 和肖寒对视一眼 血域之主 出手吧 这是你最后一次出手的机会了 血英十分嚣张 他要是想要杀掉肖寒 也全在一念之间 而肖寒却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次 前来占据血域城的人 居然是血族的人 真是有趣 自己还是第一次和血族的人打交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 爆裂火山最早是魔族在占领 现在从爆裂火山出来的 竟然是血族的人 看来血族和魔族之间肯定还有一些关系 另外回过神来 肖寒稍微又看了一下血英的等级 也仅仅只是四百集而已 想要杀他轻而易举 但是对于肖寒来说 杀掉血英不是重点 重点是自己必须得知道 血族为什么要侵占血域 占据血域之后 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可言 这才是重点 血族 看来是魔族的人 给了你们很大的勇气嘛 赶来血域找事 魔族不敢亲自前来 你们居然还敢送上门来 你们是觉得自己比魔族强了 还是觉得吃定我了 肖寒想要用这种挑拨离间的语气 来套血族的话 如果血族真的和魔族有关系的话 那么血族的人就必定会知道 此番为什么是他们前来 而不是魔族的人打头阵 而且爆裂火山最早也确实是魔族的地盘 按照道理来说 魔族对于血域之主的实力 应该更为了解 想不到你还挺敏锐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也不怕告诉你 只要你死一世界的通道就会打开 到时候我们血族就将前往第二世界 到那个时候 什么魔族在我们血族的眼里都是垃圾 百族之中 我血族最强 肖寒皱眉 听到血鹰的话 自己突然想起了 之前在聊天频道里看见的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融合 当时就有人猜测 这两个世界可能就是华夏服和外服 只是没有想到 血域居然成了两个服务器之间的中间枢纽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血域被攻破 那么两个世界将融合之后 现在的华夏服所有人将成为第二世界 也就是外服的奴隶 但是如果自己将所有来者全数斩杀的话 那么华夏服将成为第二世界里面的第十三城邦 这个思绪在肖寒的脑子里飞速运转 这一瞬间 自己就已经明白血族来这里的目的了 有意思 那我今天就来试试血族的实力 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强 出来吧 子寻仙女 肖寒将第二张神奇召唤卡召唤了出来 此刻 血族将近百万兵力 而肖寒这边 算上提罗那在内也仅仅只有四个人 垂死挣扎吧 去死吧 血域之主 血鹰双翼一鼓 朝着肖寒飞来 双目瞳孔被鲜血染红 森然的寒意从血鹰的身上释放出来 现在异世界的通道开启再急 他便也不好再浪费血族进入第二世界的时间 他只能尽快将肖寒给解决掉 十字血鹰双 一只巨大的血色鹰双突然在血鹰的脚下幻化而出 倘若这一击要是打在肖寒的身上 那么肖寒必死无疑 毕竟是四百多级的血鹰战将 要想杀掉肖寒完全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 杀肖寒简单 那杀子玄仙女呢 仅凭血鹰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天意悬切 一道肉眼可见的气流从紫玄仙女的口中吹出 气流看似轻飘飘的和十字血鹰爪撞击在了一起 但是下一秒 砰的一声 巨大的鹰爪直接破裂 就连血鹰都被强大的力量给弹飞了 伤害六百大不了 砰 血鹰的身体撞在爆裂火山之上 将一个山头直接撞裂开 好强 好强的力量 这一击 就连血鹰自己都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还有人能够将它打成这样 而且还是被一个人族 血鹰缓步从山体中走出来 血红的双目死死看着天空中的萧涵 小小血族也不过如此 如果想要杀掉我 我劝你们一起上 萧涵看着狼狈不堪的血鹰 淡淡地开口 当然这并不是嚣张 而是萧涵根本就看不上他们 除了力血王稍微能够让萧涵认真一点以外 其他的什么血族战将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力可言 不得不承认刚才那一击确实让我感觉非常意外 但是人族终究是人族 一个没落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来嘲讽我血族 血族的荣玉荣 不得一个人族的人来见他 血鹰愤怒 仰天一声嘶吼 天地间那些遗留的血气 疯狂地涌入到他的体内 提示 血鹰生命值恢复100W 基本属性提升15 这是血气方应 通过吸收游离的血气 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给我去死吧 血毛流 浓稠的鲜血从血鹰的体内流了出来 血鹰生命值100W 血鹰生命值100W 两秒钟之后 血鹰剩余的生命值也就只有300W了 血液上肉眼可见地出现了 用鲜血筑成的长毛 长毛直指肖寒的眉心 这一击既分胜负 也决生死 为了血族 你必死 随着血鹰的双翼对着肖寒一扇 血色长毛瞬间落下 看到这一幕 肖寒只是微微挑眉 心想 比起决天长毛来说 这个血色长毛 还是差远了 这一击太弱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 天一玄气 轰轰轰 此刻 紫玄仙女也没有再保留实力 觉醒之力全开 强大的玄气波动 在紫玄仙女的脚下扩散开来 提示 所有召唤生物力量属性 提升40 煞时间 整个血族大军 每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都开始有伤害数值飘落 数不尽的血气 在天地间乱窜 而且对于肖寒来说 自己就像是泡在血池里面的人一样 一呼一息间 全是浓浓的血腥味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生命值在降跌 我的也是 还有我的 难道这就是血域之主的实力吗 这也太强了吧 快 血鹰快杀掉这个家伙 血族大军当中 所有血族之人 全都是在以每秒40搭配料的生命 直在下降 就连力血王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种强大的输出 简直离谱 紧接着 又是一道玄气 从紫玄仙女的口中吹出 这一次的天翼玄气 可要比刚才那一击 要强上数倍不止 可笑 同样的招式你 能够破碎掉我的十字血鹰掌 你难道以为 还能够阻拦我的血色长毛吗 血鹰十分不屑 而萧涵根本就没有理会 当天一玄气和血色长毛 撞击在一起的瞬间 只听咔嚓一声 血色碎片散落一地 那个令血鹰无比自豪的血色长毛 竟然被一口气给轰碎 血鹰直接就猛逼了 自己纵横血族多少年 这么离谱的事 还是第一次见 给我死 紫玄仙女 一个顺身出现在血鹰的面前 赋予玄气的一巴掌 果断送走了血鹰 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血族血鹰 获得经验值 2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获得420级装备 嗜血九天护腿 获得C级级品召唤卡 血块 获得血族据点战据值 8.56 当战据值达到100的时候 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大致奖励萧涵倒是研究过 不过这个420级的护腿 倒是让萧涵眼前一亮 还算是不错 只是可惜只有一件 如果能够同时拥有一套 或者是两套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实力的提升绝对是飞速 而且还有一点 也是萧涵现在最看重的一点 没想到 只是击杀一只血鹰 就已经占据了血族的8.56 这要是将这里 所有血族的人都击杀的话 那么自己的占据值 是不是可以一波达到100 而且 好像还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励 岂不美滋滋的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血族士兵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血族士兵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成功完成血族据点占据值8.57 成功完成血族据点占据值8.58 得益于紫玄仙女的觉醒之力 萧涵光是站在这里 都能够击杀不少的血族士兵 这种刷怪的速度 比天安神女爽太多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一波下来 萧涵的实力 直接从96级提升到了102级 这升级的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 提示 由于你的等级已提升到了100级 请尽快去寻找NPC歌兵迷 前往北境防线 终于可以前往北境了 真是爽啊 但是 在前往北境之前 自己还是得先将这个血域的事 给处理了 再然后就是组成的 最后一个隐藏任务 北陵国度 因为萧涵等级达到100级的原因 黄雀城上空和天都城上空 同时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 就连萧涵工会上空的 那条神龙跟着 发出了一声龙吟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等级达到LV100 开启双倍奖励模式 限时8小时 拥有双倍奖励模式区域 黄雀城 天都城 全服通告 玩家 萧天策等级达到LV100 开启双倍奖励模式 限时8小时 系统三连报 在所有玩家的耳中传响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么快的时间 天策大神的等级 就已经达到了100级了吗 我得得去 这也太强了吧 我现在才35级 天策大神直接100级了 这到底是什么差距啊 我本来还说我开启了一个 隐藏任务想要 邀请天策大神的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 是我格局小了 这都不是重点好吧 你们没有听见这一次 全服通报的福利吗 直接开启双倍奖励模式啊 我简直人都傻掉了 这要是爆出来 一个极品装备的话 直接就可以获得 两件极品装备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模式啊 操 之前黄雀城 就因为天策大神的原因 获得了一个 双倍经验值的模式 现在又是因为天策大神 而且还直接开启了 双倍经验值模式 这也太强了吧 我真是羡慕黄雀城的玩家啊 天策大神 简直就是 黄雀城玩家的福音啊 而且好像现在天都城 也受益了 我知道 现在天策大神 不仅仅是黄雀城的城主 还是天都城的城主老天啊 什么时候这种好事 才能落在我们 柳城玩家的头上 这样的提示 音乐在各个玩家的耳中 自然是让他们 兴奋不已 特别是黄雀城 和天都城的玩家 有些在副本里面刷怪的 正好爆了一件 积品装备 直接起飞 拍卖行卖价三万以上 北陵国度 一美在国王的大殿之上 父皇 我的判断没有错 天策勇士的实力 绝对超过了北陵国所有人 一美义正言辞地 对着自己的父皇开口说道 女儿 父皇虽然已经答应不会催婚 但是那家伙 始终都只是一个 小城镇里面出来的人 而你是北陵国度的公主 我希望你 还不等国王把话说完 一美直接将国王的话打断 继续说道 父皇不用再说了 再过几天 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我相信天策勇士 最终的获胜者一定是他 一美气冲冲地离开了大殿 国王只能无奈地 叹出了一口浊气 一只癞蛤蟆 怎么能够和天鹅在一起呢 这是傻子 都懂得道理啊 来人 一美走后 国王回过神来 大声喊道 国王有什么吩咐 剑兰单膝跪在国王的面前 距离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还有几天 回国王的话 还有三天 那好 三天之后 这场大比无论如何 都要让卓一大法师的儿子获胜 国王的意思是 让公主大人 剑兰有些不敢冒犯地问道 对 堂堂北陵国度的公主 是绝对不能和萧天策在一起的 就算萧天策的实力再强 那也不行 剑兰点头 好的 剑兰这就去办 言罢 剑兰就离开了国王的大殿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道身影 从国王的大殿中走来 呀 钱老板 你终于来了 快坐 快坐 从门口走来的人 正是钱多多 还有几个他的贴身护卫 自从柳城一事 钱多多知道 萧涵成为天都城的城主之后 他就开始大肆发展自己的经济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将整个北陵国度的各个角落 都开上了水房 甚至在北陵王国当中也不例外 钱老板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钱老板 这次真是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上交的那部分资金的话 我北陵国度的完善工作 也不至于推进得如此之快 钱老板你也知道 魔族之前对我北陵国度的攻击 天都城被毁 黄雀城屡次受创 还有柳城 宋都 他们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些都是用钱的地方 说到这里 国王长长地探出了一口浊气 如果仅仅只是靠卖药材 来流通市场经济的话 北陵国度还不知道 需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将这些破损的主城 给修缮完毕 说正事吧 这次国王叫我过来干什么 钱多多带着自己身边的几个壮汉 静静地站在原地 现在以前多多的经济实力来看 就连国王都得进他三分 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一个王国 如果连经济都流通不起来 那么这个王国的 必定没有办法长胜不衰 这个给你 国王从自己的身后 拿了一块令牌出来 这是最高指令 钱多多接过指令 惊讶地看着国王 从现在开始 你现在的地位 是北陵国度大财主 这块最高指令 能够让所有人听命于你 剑令如剑王 看着手中的令牌 钱多多脸上惊讶的表情 忽然变成了欣慰 其实他等的就是这一天 萧涵的实力越来越强 而他能够做的 也只能是越来越强 只有这样才能够配得上萧涵 而现在 自己手握国王的最高指令 想必就算是萧涵 也能听令于他 果然啊 有钱就是好 而且还有一点 钱多多在得到国王的认可之后 他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帮助萧涵做上国王之位 现在整个北陵国度的精进命脉 都掌控在他的手中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我在北陵王国等你 血玉 血族 血英在两回合之内被顺杀 这一瞬间 血族剩下59名战将 全部今待在原地 这就是血玉之主的实力吗 好强 仅凭两回合 直接将血英给斩杀 不 你们好好看看 真正强的 并不是血玉之主 而是他身边那个女人 强得可怕 光是从他身上 释放出来的这个波动 都能够对我们造成不小的伤害 本以为血玉之主 终究只是一个 从人族出来勇士而已 没想到萧涵的实力 竟然有点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血王大人 依我看 我们最好一起上 先将这个家伙杀了再说 我们耽误至极是 打开这个异世界的通道 而不是和这个家伙 在这里浪费时间 这时候 血妖王来到丽血王的身边 没错 血王大人 这家伙的实力 好像有点诡异 如果我们在这样浪费时间的话 猛马族还有沙皇族 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异样 到时候 我们想要提前进入第二世界就难了 现在可不是讲究公平的时候 只要能够杀了血玉之主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血英一死 这些血族战将 也不是傻子 他们能够看出 萧涵身边子玄仙女的强大 就算他们单对单 而且他们的目标只是 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并不只是单纯的击杀血玉之主 丽血王陷入了沉思 可就当他准备开口 让所有血族之人 对萧涵发起进攻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了好几道呼声 丽血王 你真是好歹毒的心啊 说好了 大家一起进入第二世界 你倒好 想要单独进去 你难道是想把我们当做傻子吗 猛马族 沙皇族 暗夜族 还有另外三个种族 全部出现在了丽血王的面前 该死 想不到 他们还是来了 不过来得正好 萧涵的实力太强 不能光让自己血族的人有损伤 这样一想之后 利血王笑道 你们想多了 现在血玉之主就在前方 大家都知道 只要杀了血玉之主 就能够打开异世界的通道 如果有谁 想要第一个进入第二世界的话 不妨上去杀了血玉之主 此言一出 这几个种族 全部是看向了萧涵 不过是一个人族的人 也敢在这里称血玉之主 利血王 是你变弱了吗 不过也罢 就让我猛马族来试一试 就当一只千年猛马像 朝着萧涵冲来的时候 萧涵的耳边 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 提示 世界隐藏任务开启 第二世界的消息已经败露 各大种族提供血玉城 血玉之主活 华夏福成立第十三联邦 血玉之主死 成为第二世界的奴隶 这道提示音 不仅是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整个华夏福的玩家们 耳中响起 喂喂喂 不是吧 刚刚不还在公布 双倍奖励的通告吗 怎么现在就开始了 世界隐藏任务 有谁能够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吗 我还在升级啊 老哥 怎么就有人 已经开启世界任务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和天色大神 刚才将等级提升到 一百级有关系 我不想成为奴隶啊 如果真的是天色大神的话 那我希望天色大神 能够力挽狂澜 按照你们这样说的话 天色大神就是血玉之主了 操 这么久了 想不到天色大神 还有这样恐怖的身份 我们到底玩的 是不是一个游戏啊 华夏福和外福融合 天色大神永远的神 34主城聊天频道 里面玩家们聊得热火超天 而萧涵这边 本来自己还以为 这一次只有血族的人 要攻占血雨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加上血族 整整有七个种族 估计魔族很快 也会来到这里 真是有意思 不过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来好好地玩一场吧 从阻挡魔眼之主攻城之后 萧涵就已经很久没有 再全力释放过 自己的召唤生物 而且上一次 自己还获得了 一千件装备 外加一张领域集召唤卡 这一次算是 可以试试他的威力了 光是想想萧涵心里 就已经激动不已 来吧 来吧 七大种族 欺我血雨无人 我又何尝不是呢 凭一己之力 抵抗七大种族 有意思 这一瞬间 萧涵掏出了自己手中 所有召唤卡 你们想要玩人数侵占 那么就来吧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大军们 正好拿你们试一试 自己现在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魔法能量 100点 魔法能量 100点 魔法能量 100点 在萧涵眼前出现的 是所有的召唤生物 在它们身上不但闪着五彩之光 还有淡淡的黑色气息 这是新装备的半魔化特效 能够让所有召唤生物 都能够享受领域效果 提示 所有魔族生物 伤害提升80 祥瑞之则 装备技能开启 天地间五彩之光闪烁 相比于整个血雨空间 当中的血雨来说 这道五彩之光 更像是一道与之抗衡的力量 天安神女 赤天使 所有辅助系召唤生物 给我将buff属性拉满 按照惯例打架之前 先将己方的实力给拉满 萧涵倒要看看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召唤生物实力 到底有多强 而且还有一点 萧涵更像看看 被各种属性加持之后的 子玄仙女实力 能够达到什么地步 同样是神级召唤卡 虽然比不得天安神女 但是实力上 应该可以尽可能地 靠近天安神女 刷刷刷 一大片的绿色蚊子 在这些召唤生物的头顶 浮现出来 好了 既然你们要玩 那么就来吧 正当萧涵准备 自己的召唤生物 被迎面来的猛马像 发起攻击的时候 在七大种族的身后 落天圣女和冰临女皇 突然出现了 圣光锁链 天药 两人同时释放出 强大的技能 八根铁链凭空出现 还有一个陨石 对着猛马像攻去 哄哄 都不等萧涵出手 落天圣女和冰临女皇 就直接将这只猛马像 给击杀了 灵姑说的对 既然选择了 和蓄玉之主战 在一条船上 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圣落族和天使族 你们这是找死 猛马族的老大 突然出现了 冰临女皇和落天圣女 眉头狠狠一皱 该死的家伙 刚才就是这两人 想要在结界外 阻拦自己 没想到 现在这两人 也来到了血域里面 猛马族 我刚才就已经和你们说过了 如果血域被灭 那么两个世界的平衡 肯定会被打破的 到时候 冰临女皇话 都还没有说完 猛马族的首领 直接就冲了上来 什么打破平衡 全是扯淡 圣落族和天使族 当着自己的 面杀了一头猛马像 这要是自己 不报仇的话 那自己的小弟 又会怎么看自己呢 去死吧 践踏 赫然间 猛马像首领 化身成为 三千米来高的猛马像 一脚从天穷之上踩下 这一击 要是落下的话 恐怕整个血域 都将受到严重的重创 看到这一幕 落天圣女 和冰临女皇 相视一眼 林姑 现在怎么办 猛马族首领的 全力一击 在整个108族当中 都基本一定的威慑力 就算是落天圣女 和冰临女皇 同时出手 也不见得能够挡下这一击 这一点林姑 早就知道 但是 这里是血域之主的地盘 如果 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那么血域之主 应该会出手 林姑转头 看向了小寒 有意思 刚刚才杀出来 七大种族 现在又杀出来 两个圣落族 和天使族 也罢也罢 既然不是敌人的话 那就让你们看看 天安神女 小寒声音淡淡地呼出 只见天安神女 瞬间消失在了 小寒的面前 再然后 他出现在了 猛马像首领的脚下 抬头望去 天安神女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微笑 猛马族首领 好像还有点实力 主人这一次 我可以放技能吗 天安神女 扭头看了一眼小寒 他在等待小寒的答复 而小寒的回应 当然是可以 毕竟这头猛马像 是猛马族的首领 他也不确定 天安神女 在不释放技能的情况下 能不能将这只猛马像 直接击杀 天雷枷锁 崩坏 得到小寒的回应 天安神女 当即就挥起了 手中的十字架 乌云当中 天雷滚滚 虽然已经很久 没有见过天安神女 释放技能了 但是现在小寒心里 依旧是有些害怕 他怕的不是杀不了猛马像 而是害怕整个血域空间 直接崩坏 哼 小小人族 你以为你成为血域之主 就能够和我这么硬扣吗 真是可笑至极 我堂堂猛马像一族 只脚可踏碎整个天空 所有生物在我们的脚下 如同蝼蚁 而你想要靠着 区区天雷就杀掉我 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区区人族 竟然敢如此挑衅自己 身为猛马族的首领 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一击剑塔 将自己所有的力量 都已经融入到了其中 这一脚一旦落在萧涵的身上 必定将萧涵 直接送进十八层地狱 丽血王 你且看好 这血域之主 乃是我猛马族击杀 第二世界的进入权 理应让我走第一位 丽血王 只是冷冷一笑 并没有作答 哄哄哄 随着猛马族大脚的落下 一道粗壮的白光 在整个爆裂火山的范围之内闪现 因为有领域效果的原因 这道白光闪电当中 隐隐还有暗紫色的雷蛇游走 天恩神女的伤害 提升八十 碰 一朵巨大的 不能再巨大的蘑菇云 忽然升起 随后 便看见在白光当中 一个血红色的伤害 飘落而下 伤害 一亿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猛马族首领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定 恭喜你 获得S级召唤卡 百年猛马像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猛马族首领 占据猛马族据点 获得据点奖励 每日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亿 至于装备和道具什么的 小韩选择了 暂时先不管 倒是这个恐怖的伤害数值 让自己震惊到了极点 操 这么久没有看天恩神女放弃能了 没想到这一击 直接打出了一个亿的伤害 老天啊 天恩神女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而且除此以外的话 自己还直接占据了猛马一族 直接获得了 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20亿 这要是再加上 在主城当中的经验值的话 全部是轻轻松松60亿 似乎 恐怖如斯 老大人呢 人去哪了 你们有看见老大吗 刚才老大 不是还在对这个血液之主 施展攻击吗 怎么人突然不见了 操 真的是见鬼了 一些没有反应过来的猛马像 还处在慌乱之中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首领是怎么死的 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有 但是这一点 只有其他各个种族的老大 才看看看在眼里 你们看见了吗 猛马族的首领 被一道雷击 直接轰死了 我虽然看见猛马族的首领消失了 但是这道雷击真的这么强吗 我从未见过 如此强大的雷电 真是见鬼了 这才是血液之主 真正的实力吗 利血王 你对于这件事怎么看 操 利血王 你比我们先进入到血液 你明明知道 血液之主这么强大 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 没错 现在利血王 现在我们猛马族的首领死了 你必须给我们一些交代 其他各个种族 想要找利血王要个说法 也就算了 这些猛马族的战将 凭什么命令利血王 这一瞬间 利血王只是对着自己血族战将 简单的看了一眼 随即 数不尽的血族开始 被残留的猛马族进行了攻击 没有了猛马族首领 你们还想找 我要交代 这就是交代 现在的猛马族 利血王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倒是眼前的肖寒 是真的让他感觉很意外 一个小小的人族 居然实力能够达到这种地步 各位 我承认血液之主的实力 我有过敌过 但是现在猛马族首领的下场 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必须一起出手了 关于第二世界一事 谁杀了血液之主 谁就优先进入第二世界 如何 利血王自知 再这样下去 绝对不是办法 单个种族作战 只会让种族的有生力量 不断减弱 现在 要想杀掉肖寒 最好的办法 就是群起而攻之 这笔账等进入第二世界之后 我会找你们血族 一一算明白的 既然利血王这话 都说出口了 那就先杀了血液之主再说 大家一起上吧 不然下场大家也都清楚了 猛马族首领就是代表 先杀了那个女人吧 几个种族 纷纷对着肖寒和天安神女 冲了过来 但是肖寒脸上的神情 却没有一丝变化 至于骆天圣女和冰灵女皇 本想冲上去帮助肖寒 可是却被灵谷给拦了下来 别去 他的实力很强 很强 凌姑 你的意思是 他就是你所说的这强者 凌姑点头 他的实力早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但是他却被这个世界包容 我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但是此次机会是圣洛族和天使族的福分 既然凌姑这样说 落天圣女和冰灵女皇 也只好选择在旁边观战 而肖寒这边 当即举起自己手中的召唤法杖 随着法杖落下 天空中的魔星领域散落下数不尽的魔器 为这一场战争填上了一层迷雾 七族现在已灭一族 你们以为六族还能够翻天不成 肖寒冷笑 A级及A级以下的召唤生物 全部处于自由厮杀状态 而S级的召唤生物 也都处于群攻状态 S级召唤生物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是在面前各种族之王的时候 实力还是稍显不足 天恩神女 将这个种族首领全部击杀吧 主人 没问题 得到了肖寒的命令 天恩神女则是开启了输出模式 虽然是圣职者职业 但毕竟是满级神女 输出也绝非是几个种族老大 能够抵挡得了的 天机圣者的绝天长矛 灵静之风 刷刷刷 好几个技能 从天恩神女的手中释放出来 整个血域空间当中 被金色的鱼给笼罩 当然还有隐隐狂风吹过 各种技能落下 就算七大种族的老大再怎么强 也绝对没有可能挡下 天恩神女的最强输出 紫旋仙女开启觉醒之力 直接清场吧 收到 主人 BOSS全部交给了天恩神女 小兵则是交给了紫旋仙女 两只神级召唤生物 在如此配合之下 直接将对方七族大半的兵力 全部剿灭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成功击杀猛马族首领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成功击杀暗夜族首领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短短一分钟之内 七个种族首领 已经死了六个 只剩下了利血王一人而已 血王大人 这个血域之主的实力太强了 就算是七族同时出手 也没有办法撼动他分毫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血王大人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 使用灭世之眼了 血族剩余村落的十名战将 站在利血王的身边 眉宇间全是浓浓的担忧 萧涵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们的想象 要是再不使用灭世之眼的话 恐怕以后 也将没有机会了 利血王 你真是豪大的胆子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道呼声传来 利血王 你真是豪大的胆子 就在利血王 带着其他六族 被萧涵发起攻击的时候 魔王同样也是收到了消息 利血王居然想要成为 第一个进入第二世界的人 独吞所有好处 这种事 对于魔王来说 怎么可能容忍 爆裂火山的裂缝 就是他们魔族开启 血族的人凭什么想要 将进入第二世界的好处 占为己有 此刻 整个血域空间当中 除了萧涵释放出来的 魔心领域之外 还有另外一大股 强大的魔气忽然出现 这道魔气与魔心领域 血族之息 形成了对抗 三族鼎立 利血王 你这是找死 魔王死死地看着利血王 但是虚遇之后 魔王脸上的愤怒 忽然被浓浓地诧异所代替 魔王大人 利血王身边的战将 现在就已经就剩下了十名战将了 利血王进入到血域空间 暗夜族 沙皇族他们几个种族的首领吗 为什么只剩下了一些 战将级别的存在 七十魔族的眼眸 在整个空间之上扫过 这可是七族啊 按照道理来说 区区一个血域空间 要想占据 只需要发动一个种族的力量 便可全部占据 可现在的情况却是 七族除了血族之外 其余六族全灭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七族同时攻占血域空间 而且还有六族被顺秒 就算是那一场 帝皇之战 都达不到这样的战损啊 这不是在黄龙山巅 将自己打成重伤的 那个人族家伙吗 而且他还将刀魔和魔珠 同时斩杀 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 灵魔 这家伙你认识 风魔看着灵魔轻声问道 他就是将我打成重伤的那人 实力很强 特别是他身边的女人 实力强得可怕 这种可怕的程度 恐怕已经超过了魔王大人 在这种时候 灵魔已经没有必要再说谎了 如果真要比的话 那么魔王给他的压迫感 最多也就是窒息感 而萧涵身边的那个女人 给他的感觉就是死亡 无论他用尽什么办法 都没有办法逃脱的死亡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魔王 你也听见了 这家伙就是血域之主 神族的人 他的实力很强 包括猛马族以内的其他六族 在你来之前 已经全部都死在了 这个家伙的手中 力血王对着魔王沉声道 魔王 不如我们现在先一起出手 将这个家伙杀了再说 如何 魔王双眸死死地看着萧涵 一起出手杀了萧涵 魔王心里冷冷一哼 自己堂堂魔族的王 说实话是不愿意和力血王合作的 好歹自己也是一个种族的治强者 难道连一个人族的人都打不过吗 这是魔族生来的倔强 但是 话又说回来 七族确实是在之前 就已经进入到了血域空间当中 但是现在 却只剩下了一只残缺的血族 魔王在犹豫了许久之后 还是答应了 力血王心头一喜 既然魔王已经答应了的话 那么下一集 就没有必要再保留了 他也不知道 萧涵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如果只是简单的出手 无非是在消耗自己的力气 魔王直接使用最强招式吧 力血王说话之时 已经闭上了双眸 这一瞬间 周围的空气已经开始剧烈地扭动起来 空间出现紊乱 隐隐间还有阵阵音爆传出 风暴 空间风暴 这这这是灭视之眼的能力吗 站在魔王身边的风魔不禁皱眉 在他的脑海中 忽然闪过了一句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话语 灭视之眼出世 必有灰烬世界诞生 咕噜 风魔哽咽了一下咽喉 这恐怖的空间风暴 太强了 魔王阿力血王 想不到一个血液之王 居然将你逼成了这个模样 有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就用最强的招数 将血液之王杀了再说 魔王见血王没有任何保留 他自然也没有再有任何留守 魔敌术 杀魔道 轰轰轰 在魔王头顶 出现了一个天道恶魔的同时 与灭视之眼诞生的异象 遥相呼应 砰的一声 爆裂火山瞬间湮灭 没有任何征兆 就连整座山都消失不见了 倘若有玩家看到这一幕 绝对是猛逼了 现在整个华夏 富安家世界当中 等级最高的 也才只有五世纪而已 这种程度的战争 他们自然是想都不敢想 特别是魔王身后的天道恶魔 以天地为石 灭杀一切有生之灵 力血王双眸乍现 瞳孔呈现为一个黑点 周围有一圈圈的水波纹一样的纹路 当他使用灭视技能的时候 整个瞳孔会绽放出令人后怕的爆炸 这股爆炸的威能 足以吞噬掉整个血液 出手吧 血液之王 给我死 天道恶魔 杀了天地生灵 力血王和魔王 同时使出了最强的技能 整整威压 斜着狂风吹打在这肖寒 纵然狂风如利刃 在自己的脸上 割出一道又一道的伤痕 但自己依旧没有眨眼 伤害 2W受到吃天使的庇护 伤害 2W受到吃天使的庇护 生命值 加10W受到天安神女的圣泽 天安神女何在 同时面对两大种族老大 肖寒脸上 闪现出从未有过的兴风 力血王和魔王的强度 绝对要远远强过之前的六族 如果能够将魔王和力血王 同时杀掉的话 那么换句话来说 自己的实力将达到更加恐怖的地步 主人 我在 杀吧 给我杀吧 杀得天翻地覆 肖寒张开双手 他开始享受这一场旷石之战 旁边提罗那只能深深吸了一口 他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巫王 守护之命 这一次 天安神女将自己的手中的十字架 丢到了半空当中 闭上双眼 展开双手 十字架在半空中盘旋 同时 在他的口中 还在念叨着一些 消寒听不懂的话语 虚语之后 整个天地之间 那把神圣的十字架 竟然化成了一片圣光力 涌入到天安神女的体内 紧接着 天安神女睁开双眸 单脚在整个空间微点 刷的一下 一道连衣瞬间扩散开来 像是激活了大地的生命之力一般 所有淡蓝色的光力 从地底涌出 汇聚成为了一块巨大的盾牌 守护 哄 魔王和立血王的攻击 同时落在了盾牌之上 没有反应 两道攻击竟然同时 被这面盾牌给吞噬掉 立血王和魔王两人 傻傻地看着这面盾牌 搞错没有 这个盾牌 能够吞噬掉天道恶魔的攻击 也就算了 怎么连灭视之眼的 灭视技能都能够吞噬的吗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还有犹豫什么 立血王 快上 毁了这面盾牌 魔族的人听令 全力毁了这个盾牌 反应过来的魔王 率先朝着盾牌 冲了上去 随后一秒钟之后 立血王也反应了过来 血族的人 杀 两大种族 将所有的力量 全部对准了这面盾牌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毁掉 天恩神女的防御 可偏偏这个时候 天恩神女的嘴角 洋溢出了一丝微笑 只见 他双手合十 明镜 反弹 守护之盾 瞬间变成了一面镜子 而这面镜子里面 呈现出来的景象 就是刚才立血王和魔王 释放出的最强招式 刷的一下 两道攻击通过明镜 直接反弹了回去 不好 魔王大人 快走 血王大人 快走 虽然他们发现了不对劲 但是现在 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光是蔑视之眼的能力 就直接将所有魔族生物 全部击杀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魔族魔王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魔族一鸣 获得经验值2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W 当然除此以外 天刀恶魔的能力 同样也将血族的人给吞噬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血族立血王 获得经验值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0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血族战将一鸣 获得经验值2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200W 不 绝对不可能 血域之主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强 连灭尸之眼都没办法轰破 这个护盾吗 我不甘心啊 我不甘心 落下两句话 力血王便彻底消失在了萧涵的面前 八族全灭 整个血域空间之内 只有萧涵的召唤生物 立于天地之间 什么八族 当年我华夏八国都 从未放在眼里 今日我萧涵进展八族 还有谁 滔天的嚣张气焰 在血域当中传响 在场所有人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场战役的结局 是萧涵以一己之力 全灭八大种族 就连提罗娜 也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萧涵 这还是他认识的吴王吗 之前萧涵还在血域当中 参加角兽竞技场的时候 他通天也只 能够毁灭血域而已 而现在呢 动不动就是 直接将这个爆裂火山 给直接毁灭 而且还以仅凭一人 就将八大种族全灭 老天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而且最关键的是 对方还有魔族和血族 光是这两大种族 就已经属于108种族中的翘楚 吴王的实力也太强了吧 就在萧涵身后 还有三个人 分别是洛天圣女 冰临女皇 还有灵姑 他们三人同时皱紧眉头 灵姑 这就是你说的至强者吗 洛天圣女的双眸 从来就没有从萧涵的身上离开过 她的言语中满是不可思议 就连魔族和血族两大种族 都没能够挡得住她的一击 她的实力真是太强悍了 难道人族真的要崛起了吗 冰临女皇开口诞生道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她的实力越强 对于我们来说 就越有好处 灵姑飞身来到萧涵的面前 人族的勇士 我是天使族的灵姑 能够看见人族的复兴 真是太好了 萧涵但眼看着灵姑 此次天使族和圣洛族来到血狱 他们虽然没有帮助自己 但是也没有和自己作对 不过 萧涵可不相信他们 只是为了来血狱 看戏这么简单 你们什么意思 既然血狱大人这样说的话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此次血狱大人怒斩八大种族 现在一百零八族已经大乱 我愿带领天使族 加入血狱大人的麾下 灵姑单膝跪在萧涵的面前 这一幕 让冰临女皇给看呆了 灵姑是谁 那可是整个一百零八族的大能者 她的天赐水晶可推天补挂 这一点便可让所有人臣服 而现在灵姑 居然没有任何犹豫地 跪在萧涵的面前 这一点的确是出乎了 冰临女皇和洛天圣女的想象 但是 既然灵姑都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话 肯定是有她的原因的 冰临女皇也没有在犹豫 和洛天圣女同时跪在萧涵的面前 天使族 冰临女皇愿意带领天使族 加入血狱大人的麾下 圣洛族 洛天圣女愿意带领圣洛族 加入血狱大人的麾下 定 是否同意天使族和圣洛族 成为自己的附庸种族 成为附庸种族 系统 成为附庸种族有什么好处吗 宿主 如果天使族和圣洛族 成为你的附庸种族的话 你将同时占据两个种族据点 获得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十亿 想不到让两个种族 成为自己的附庸种族之后 还能够获得十亿的经验值 这倒是让萧涵有点意外 对了 系统 如果让圣洛族和天使族 成为自己的附庸种族的话 我能够获得相应的召唤卡吗 萧涵这话 刚刚通过意念传导出去 下一秒 系统的声音传了过来 可以 NICE 圣洛族和天使族的实力 本来就很强 如果可以的话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庸种族 自己手里的手牌 也可以相应多上一些 不管怎么说 对于自己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于是乎 萧涵回过神来 在自己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上面点下了确定按钮 定 恭喜你 成功将圣洛族和天使族 说为自己的附庸种族 同时 在萧涵的个人属性面板上面 也多上了一行文字 附庸种族 圣洛族 天使族 这要是让普通玩家 拥有一整个附庸种族的话 完全就是原地起飞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关注的重点 定 恭喜你 成功获得SS级级品召唤卡 落天圣女 定 恭喜你 成功获得SS级级品召唤卡 冰临女皇 定 由于你已经成功占据天使族和圣洛族 当前 每日可以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十亿 想不到获得了两张SS级召唤卡 这还是第一次获得双S召唤卡 真爽啊 随即 萧涵将两张召唤卡收到了背包当中 然后点开了自己当前所拥有的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如果算上圣洛族和天使族的话 自己此次凭借一己之力灭杀十族 以及数不尽的战将和小兵 光是种族占据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就已经获得了50亿 再加上了击杀这些小兵和战将获得的经验值 自己现在总共就拥有了63亿经验值 似乎 看着这个庞大的数字 就连萧涵自己都倒出了一口凉气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道系统提示音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叮 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开始发放 当前已发放78.1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我的妈 我这是造了什么念 才能够打出这么多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光是每天可以领取的都已经达到了78.1亿 这也太舒服了吧 萧涵简单地算了算 再加上刚才自己背包内本来就已经拥有的63亿 现在自己手中可以分配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一波达到了141.1亿 上百为数了 强 实在是太强了 就是不知道将这些经验值加在紫玄仙女的身上会发生什么 此刻的萧涵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之前61亿提升了整整337级 现在141亿想必距离满级应该差不了多远了 说干就干 定 是否将所有召唤生物经验值全部加在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的身上 确定 萧涵都不带犹豫了 果断点击确定 下一秒 经验值疯狂流失 紫玄仙女的等级同样也开始疯狂增长 最恐怖的是 萧涵本来就没有将紫玄仙女收回到召唤卡当中 现在的场景就是紫玄仙女的身上不断地闪着白光 而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紫玄仙女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 而且这种无比强大的气势正在无限制地逼近天恩神女 又是几秒钟之后 在场所有召唤生物全部是转头看向了紫玄仙女所在的地方 它们双目中充满了诧异 700级 730级 760级 当紫玄仙女的等级达到800级的时候 天恩神女的双眸中闪现出浓浓的战役 这股战役即便是在刚才同时面对沥血王和魔王的时候 也绝对没有出现过 萧涵皱眉 同时在她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我去 这家伙不会是想要是一世紫玄仙女的实力吧 咕噜 萧涵绝对能够从天恩神女的脸上看出来 她就是想要是一世紫玄仙女的实力 我靠 一个999级 另外一个是800级 虽然同为神级召唤生物 但是这其中的等级差距可是整整200级啊 就连萧涵自己都为紫玄仙女捏了一把汗 但是转过头来一想 天恩神女毕竟是圣职者职业 她的输出始终有限 这一点 其实自己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 只是 800级的紫玄仙女 真的能够挡得住天恩神女的攻击吗 就在萧涵诧异的时候 一道系统提示音忽然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等级成功达到821级 这一瞬间 萧涵都还来不及惊讶 下一秒 天恩神女不顾萧涵的命令 对着紫玄仙女直接冲了上去 手臂上被一道圣光给包裹 这一幕的出现 萧涵突然想起了之前紫玄仙女一巴掌 将绝天地蝗虫给秒杀的场景了 老天 这一击下去 整个天都会被你拍他的捣错 没有就算要测试实力 那也得量力而行啊 萧涵的心里虽然是这样想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就算自己想要去阻拦也阻拦不了了呀 天意玄气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 紫玄仙女看着迎面而来的天恩神女 她丝毫不敢有怠慢 果断使用了自己的攻击技能 这一道天意玄气 和之前一样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伤害 倒是这个觉醒之力 在紫玄仙女释放出来的那一瞬间 脚下的空间涟漪瞬间扩散开来 只要是在地表范围之内 都处在玄气波动的攻击范围 卧槽 不愧是800多级的召唤生物 技能的提升 简直不是一点半点 这要是在第二世界 还不得直接称霸 一个玄气波动释放出来 不知道多少个副本瞬间崩碎 说实话 这技能要是真的释放开来的话 伤害绝对是要比天恩神女 慢慢打副本要快得多 第一世界法则崩碎 萧涵在血雨空间当中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整个华夏服 也将在融合外服之时 成立第十三城邦 兄弟们 我们终于可以和外服融合在一起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什么垃圾游戏 居然敢把我们华夏服 给单独拧出来 是看不起我大华夏吗 我一定要去教训一下外服的那些家伙 华夏才是永远的神 天策大神才是永远的神好吧 直接将第一世界的法则给搞崩碎了 太强了 我就弱弱地问一句 现在天策大神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什么地步 才能够拥有干碎法则的力量 整个三十四城聊天频道当中 无数玩家在最后的五分钟里 疯狂地发送了消息 以至于萧涵的实力 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成为了一个谜团 从一开始的轰碎 新手村后山 到现在的成为血雨之主 直接干翻天道这一路走来 当玩家们每次都以为 萧涵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 总会有奇迹发生 就像是现在天道崩碎 世界彻底融合 但就在同一时间 血雨成之内大乱 A国的家伙们 你们面临制裁吧 哈哈 如今天道崩碎 血雨成的规矩 已经束缚不了我了 我就拿你们开刀 之前你们敢杀我大哥 今天我就杀了你们 其中一个M国的人 趁着一名A国玩家 还没有反应过来 提着大斧头就冲了上去 一斧头从这名A国玩家的头顶披下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名M国的玩家 身体竟然被一团淡蓝色的光芒所包裹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等这名M国的玩家回过神来 他就已经消失在了 血雨成的角兽竞技场当中 而这道光芒就是传送阵 你们快看 那人只杀了一个 终极红明的玩家 就可以离开血雨成了 难道血雨成的规则 真的变了吗 我已经很久 没有回到自己的城邦当中了 机会来了 只要是击杀 任何一名终极红明玩家 就能够拥有 离开血雨成的机会 这条规则已经发现 大量的红明玩家 就开始相互厮杀 而有的玩家 还傻傻地站在原地发呆 他们似乎并没有反应过来 恰好这些人 就成了妥妥的店子 获得了优先被击杀的特权 主人不好了 血雨成之内 好像是出事了 提罗娜在这个时候 站在肖寒的身边语道 血雨成出事 进入血雨空间的所有种族 不是都已经被解决掉了 血雨成怎么会出事呢 天道崩碎 血雨的规则被强行改变 也就是说 之前血雨成的规定 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个想法 忽然在肖寒的心里 一闪而过 现在 血雨成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肖寒看着提罗娜 血雨成内 所有终极红明玩家 互相厮杀 这两分钟之内 离开血雨成的人 已经达到3000人之多 离开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的 离开血雨成的规则 发生改变 只要击杀任意一名 终极红明玩家 就能够离开血雨成 此话一出 肖寒顿时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也就是说 以后的血雨成 将成为一座空城 而那些终极红明的玩家 也将回到自己的城邦当中 走 回血雨成 肖寒这话刚刚说完 他的身体 忽然变成 一阵阵光丽瓦解开来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已经开始融合 所有第一世界当中的玩家 被强制请求下限 没办法 肖寒被送回到了现实世界 操 真是气死了 本来打算回一趟血雨成 没想到 被系统强制下限了 现实世界当中 肖寒取下了虚拟头盔 从床上坐了起来 说来也奇怪 这一次 为什么感觉身体如此沉重啊 之前都没有这种感觉啊 肖寒用手拍了拍 自己有些发晕的脑袋 自己寻思 可能是玩游戏玩太久了 算了 还是先去洗个脸吧 清醒一下 说着 肖寒就来到了卫生间 趴在洗漱台上 用凉水狠狠地冲了一下 凉水拍打 在脸上的感觉 简直太爽了 就这样几分钟过去 当肖寒抬头 准备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英俊的帅脸时 霍得一下 他直接跳了起来 重重地撞在身后的木门之上 他竟然奇怪地发现在自己头顶之上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这个图案是一个水晶 这是什么东西啊 肖寒试图用手擦了擦自己额头 想要将这个图案给擦掉 他可不记得 自己在什么时候 在自己的额头上 纹了一个水晶 这简直就是在扯淡 谁没事纹一个图案 在脑袋上 可问题来了 就算是肖寒用了凉水和热水 依旧不能擦掉这个奇怪的图案 该死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肖寒开始有点着急 他对着镜子 死死地盯着自己额头上的这个图案 他在尽全力的思索 到底用什么办法 才能够将这个图案给擦掉 可当肖寒看了有些出神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这个图案 好像在哪里见过 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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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这难道是天道水晶 就是自己 在血域空间毁掉的那个天道水晶 绝对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额头上呢 肖寒突然醒悟过来 这个水晶百分之百 是自己在血域空间摧毁掉的那个天道水晶 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头上呢 难不成真的是虚拟 要融合现实了吗 咯噔一下 肖寒的心脏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不行 我得去官网上看看 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水晶纹身 要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纹身的话 那还好一点 至少出事的时候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但是如果 只有自己才有这个水晶纹身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90图官网论坛 虽然90图网游的研发公司 已经被证实 确实已经没有员工了 但是他的论坛依旧在正常的运作 而且 每天评论 刷新的速度也是极快 其中成千上万条的帖子当中 热度最高的 就是一觉醒来 隔前竟然出现了 奇怪的水晶纹身 有没有人和我有一样情况的 这条帖子 在发出来的一瞬间 评论术瞬间破译 罗主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我已经用水洗了 无数遍了 甚至还用了漂白剂 根本就洗不掉了 我也是 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起初我以为 我都死了 我还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 是这样的情况 看着这里 以一条评论我就放心了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我弱弱地说一句 为什么我没有呢 加一 加二 加三 加99999 这个水晶图案 纹身有些人的额钱有 但有些人的额钱却没有 这种现象 让很多人都开始有了猜疑 直到在评论区当中 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有没有可能 和退出游戏的时间有关系 在这句话之前 也出现了很多推论 但是却被众多网游 给各种否决 推翻 唯独当这句话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全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差不多是几秒钟之后 才有人在下方评论 我在五个小时 之前退出的游戏 当时我听说游戏 会融合现实 我就怕我永远待在 游戏世界当中 所以我退出了游戏 我没有水晶纹身 我也是 要是游戏 真的融合现实的话 我精神在游戏世界 而肉体在现实世界 简直太可怕了 但是我是在六个小时 之前退出的游戏 我也没有水晶纹身 四个半小时 我退出的游戏 理由和你们一样 我也没有水晶纹身 那就奇怪了 我在四个小时 之前退出的游戏 但是我却有水晶纹身 而且你们说的理由 我却非常期待 我四个小时 29分钟 也有水晶纹身 评论迅速翻滚的同时 水晶纹身出现的秘密 也被网友研究得明明白白 也就是说 在四个小时29分钟之前 退出游戏的 都没有水晶纹身 而在这段时间之内 退出游戏的人额头上 都有一个水晶纹身 这对于肖寒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从他对于这个评论的观察 来看的话 至少有50亿人 都拥有这个水晶纹身 真是太好了 这样的话 就算出了什么事 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这个水晶纹身 又有什么作用呢 肖寒想要去了解 但是他无论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 都没有办法 换起这个水晶纹身 索性之下 他也没有再管 等到24小时过去 两个世界彻底融合之后 我再去好好看看 是怎么回事吧 暗暗点头 肖寒开始放松起来 好久没有好好的 吃过现实世界的饭菜了 出去吃一顿吧 A国游戏世界当中 天煞 公会 卡修斯来到会长 鬼煞的面前 会长 血液空间已经破碎了 24小时之后 华夏人将来到 我们的世界当中 这个消息会长 鬼煞 早就知道了 来就来吧 真是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还能够 在这里成立第13城邦 主要是血液之王的实力 很强 鬼煞 端起身边的生茶 喝了一口 什么血液之主 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血液之主 那不过是上天 给了华夏一个变强的机会 仅此而已 而血液之主最多 也就只是NPC而已 现在我们公会的实力 提升得怎么样了 鬼煞 对着卡修斯问道 会长 尹连那个家伙 自从从血液回来之后 他就疯狂地提升实力 现在实力达到什么地步了 我也不知道 鬼煞 点头 现在他的实力提升得越高越好 到时候华夏的人来了 我们才好对他们发起攻击 什么华夏 在我们A国人的眼里 也不过只是区区一个小种族而已 弹指一挥间便可灭亡 不是 鬼煞 看不起华夏 而是整个A国人都看不起华夏 虽然现实世界当中 他们国家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 但是从现目前的国家实力而言 要想在现实世界当中 灭掉华夏国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那么 在游戏世界 自然也不例外 对了会长 还有一件事 血液空间被灭一世 很多终极鸿鸿玩家 重新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这件事不重要 他们回来就回来吧 但是会长 在这件事的背后 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哦 鬼煞 饶友兴趣地转过头来 看向了卡修斯 不过是终极鸿鸿玩家 从血液空间 回到自己的城邦当中 还能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我从那些已经回来的 终极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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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了解到 在血液空间 天道被毁之后 规则也发生了改变 他们只需要击杀 另外一名终极鸿鸿鸿鸿鸿鸿鸿 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城邦当中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被杀的那个终极鸿鸿玩家 将直接死亡 直接死亡 这话一说出口 鬼煞 手中装着生茶的茶杯 直接掉落在了地上 你说什么 游戏世界里面 被直接击杀的那名玩家 将直接死亡 搞错没有 这里可是游戏事件 就算是玩家死亡 那也有重生法阵啊 大不了就是十个小时之内 不能上线 直接死亡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 仅仅这一个消息 就已经打破了 鬼煞 对于网络游戏的理解 这是真的 在解语世界当中的红鸣玩家 虽然只是人类的精神体 但是一旦死亡 那现实生活中 带着虚拟头盔的肉体 将直接宣布脑死亡 塔修斯掉出面板 面板之上 有好几张图片 这是什么东西啊 鬼煞 看着面板上的图片 惊了一下 而图片上显示的 正是最新的新闻头条 在一区 有一个43岁的男人突然死亡 经过初步判定 应该是脑死亡 这段话的下面 有一个老者 额头上有一个 血红色的水晶印记 并且在他的脖子后面 还有一个血红印记 第13区 29岁女生死亡 症状为脑死亡 第24区 有一个35岁的男人死亡 身手易触 已经死亡15分钟以上 第15区 25岁男人身体干扁 尸体之内 没有一丁点的血液 各种新闻头条 呈现在鬼煞的面前 而这些新闻头条上 写的死者 都有一个共性 他们的额头上 都有一个血红色的水晶 以及脖子后面 有一个血红色的印记 死状极其凄惨 和一般被谋杀的 感觉差太多了 这些人 就是之前在旭玉城之内 被杀掉的人 鬼煞 看着卡修斯 忍不住地问道 没错 不止是在A国 还有二国 M国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话刚刚从 卡修斯的口中说出 鬼煞 顿时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之前说 华夏服和外服 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开始猜测 这个游戏 可能会在不久之后 做到与现实融合 当时这样的想法 确实有点滑稽 毕竟一个靠系统 来运转的网络游戏 怎么可能 和现实世界融合呢 网络游戏 由电脑的各种系统控制 而现实世界 则是由世界本身存在的 运转方式在运转 这两者 根本就不可能 会融合在一起 可现在的问题是 鬼煞 皱起眉头 血液空间一世 已经将网游游戏世界中的死亡 反射到了现实世界 那么也就是说 虚拟很可能 真的会融合世界 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时间应该很快了 这时候 卡修斯接着说道 会长 还有一个特别的消息 鬼煞 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 他们头上的血红色水晶 和脖子后面的血红色印记 对 没错 这个血红色水晶 有什么用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血红色印记 和影帘身上的 那个印记 一模一样 来自血液之主的审判 之前卡修斯 就给会长 鬼煞 说过 关于这个血红色印记的能力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东西 也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真是离谱了 看来现实世界 和网络世界 已经开始出现混乱了 另外一边 在阿尔国的海岛之上 A国的老大 和阿尔国的老大 进行了机密见面 此次见面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虚拟融合现实的事 填板大藏 关于九龄图华 下福即将和我们合并的消息 你们知道了吧 说话 是来自A国的白灯 他嘴里抽着雪茄 翘着二郎腿 事情我当然知道 而且还有不少人 死于这款游戏 你说的没错 没有想到这么快 虚拟就已经和现实 开始融合 但是 这样对我们来说也好 本来我还打算 在两年之后 再发动第五次世界大战 到时候整个世界 都将是A国的天下 什么华夏和M国 通通都是垃圾 最为世界超级强国的A国 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已经想要占据全球了 但是因为当时 华夏国的实力太强的原因 这个计划 直接推车数百年 可是 此次虚拟融合现实 无疑是给了他们A国的人 一个良好的机会 只要虚拟融合了现实 那么凭借绝对的实力碾压 他们要想占据全球 他们的实力绝对不会太强 而且 他们和我们的差距 完全就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 要想攻占华夏 最多也只是需要两天的时间 仅此而已 白灯在这个王殿当中 放声大笑 可是在一分钟之后 一个阿尔国的大将 忽然悄悄地 来到了填板大藏的身边 而遇到 只见填板大藏的表情 阴晴不定 渐渐地 在他的额头上 开始浮现出三条黑线 嘿嘿嘿 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灯傻乎乎地 看着填板大藏 完全不知道 他们两人在说些什么 着急之下 白灯标出了 一口流利的英文 白哥 刚才有消息传出来 华夏福 好像出现了一个 超级大强者 他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120多级 120级 法克 白灯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没想到 只是一个达到120级的 华夏人而已 完全不足为虑 自己A国的人 现在最高等级 早就已经达到了300多级了 要想对付一个 120多级的人 也只在弹指之间 不足为虑 白灯狠狠地 抽了一口血架 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但是 华夏福才开服没有多久 除了他之外 现在很多华夏福的玩家等 也才只是40多级而已 而这个120级的玩家 整整超过了 普通玩家的三倍左右 填板大藏看中的 并不是肖寒120级等级 而是肖寒 这个恐怖的升级速度 就这升级速度 即便是放在之前 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绝对 而且 肖寒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将等级提升到这么高 他可能 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升级方式 或者说 他像是开了外挂 行了 填板大藏 这件事 你就不要再想了 现在只要虚拟 融合现实 我们的勇士们 实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侵占全世界 白登根本就没有理会 填板大藏 在他的思想当中 华夏福现在的能力 根本就不足以 改变他现在的计划 收到 只要到时候 白哥给我一个电话 我们二国这边必定清 尽所有进攻华夏国 很好 我们走 白登将手中的雪茄掐灭 带着自己的人 朝着私人飞机所在的方向走去 目送白登离开之后 填板大藏 捏紧双拳 用力地锤打了 一下桌面 白登这个臭傻逼 华夏国现在 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从那个120级的玩家 来看的话 现在华夏国玩家的成长速度 已经非常快了 当初我们二国 在刚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 再过了几天 等级最高 也才达到了50级而已 而那个家伙 居然直接达到了120级 填板大藏眉头紧皱 这种潜在的成长 速度才是 让他真正感到害怕的原因 特别是 如果虚拟融合现实的时间 再往后推移的话 那么华夏国的这个家伙 实力又不知道 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太恐怖了 如果是今天虚拟 就可以融合现实的话 那么还好说 但是一旦在十天以后 半个月以后 华夏国 那个家伙的实力 就太恐怖了 川文大将你过来 填板大藏自知 这样坐以待毙 必然不是办法 到头来 等到白登 让他侵占华夏国的时候 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趁着现在那个家伙 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先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有什么吩咐 川文大将丹西 跪在填板大藏的面前 现在华夏国等级 达到了120级的玩家是谁 我在外网的消息上 查阅到 华夏的人都称那个家伙 为天策大神 至于现实当中 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知道 给我去查 就算是通过90图 研发公司 也一定要知道 这个家伙是谁 可是现在 恐怕没有办法 通过研发公司 找到那家伙的信息吧 我不管这些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定要给我找到那个家伙 川文大将在点头之后 也就离开了大殿 既然要阻止萧涵的成长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 杀掉萧涵 填板大藏 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会让川文大将 去调查萧涵的下落 华夏国 滴滴 喂你好 萧先生 我是之前 墨园花园寿楼处的 那个小员工 您还知道吗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萧涵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在之前 预定了一个房子 我知道 萧先生 之前您给我的那个地址 我已经将钥匙 放在那个地方了 你可以去拿了 房子里面应有尽有 拎包入住 好的 对了 萧先生 大约两天之后 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请麻烦您 准备好两套房源所需要的钱 没问题 那就祝萧先生周末愉快了 对 电话那头直接就将电话 给挂掉了 而此刻 萧涵简单地看了看 现在出租房 自己在这里住的时间 或多或少也会有些留念 可是回过神来 为了保障自己绝对的安全 自己必须离开这里 算了 先去洗个澡吧 然后去把钥匙拿上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出租屋的大门外 又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萧涵根本就没有听见 毕竟哗哗哗的水声 在他的耳边冲刷 怎么可能听见吗 就这样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站在门外的谢婷婷 开始在心里安骂 这几天 天天都来这里敲门 看来这家伙是真的走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长得还不错 可惜了 摇了摇头 谢婷婷默默地 从自己的身后 掏出了一把钥匙 咔嚓 出租屋的大门 被完全打开 进屋之后 谢婷婷又顺手 将大门给关上了 砰的一声 萧涵突然惊了一下 敲门声虽然没有听见 但是这关门声 自己可听得清清楚楚啊 不会吧 这种时候 难道还有人来偷东西 不对 这人真的是来偷东西的吗 还是说来劫色的呀 亦或者说是 自己在九龄图当中的身份 已经暴露了 有人想要来杀自己了 想到这里 萧涵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心想 淋浴间的大门突然被推开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鬼子 去死吧 赶来暗杀你爷爷 萧涵硬着头皮拿着铁盆 狠狠地敲在了 谢婷婷的脑门之上 砰的一声脆响 谢婷婷当即向后退了两步 她也是被吓死了 本来以为这个出租屋当中 已经没有人了 突如其来的铁盆 把她吓得半死 收租婆的女儿 你怎么在这里 萧涵看着前托后 撬的这个家伙 她忽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之前 收租婆的女儿吗 我有名字 我叫谢婷婷的 谢婷婷拱着腰 用手握住自己的头 脑袋晕晕地闭着双眼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洗澡不知道 是你进来了 算了算了 你还是走吧 你的房租已经到期了 你要不走的话 就须 谢婷婷正准备抬头 看向萧涵的时候 她忽然发现 萧涵竟然什么都没有穿 操 八块腹肌 两个强壮的胸肌 死流 口水竟然从谢婷婷的嘴巴里流了出来 身上什么都没有穿 于是乎 她赶忙用铁盆 挡住该挡住的部位 我穿上衣服我就走 这个地方我不租了 跑回房间 萧涵随便穿上两件衣服 就离开了这里 而谢婷婷还傻傻地愣在原地 这么帅的人就这样走了 唉 算了算了 走了也好 我妈说的对 她只是叫萧涵 又不是叫萧天策 离开租房 萧涵呼出一口长气 真是见鬼了 走的时候还被这家伙 给看了一波全身 这不血亏啊 很快 萧涵来到了指定的快递站 老板 在吗 取快递吗 我来拿两串钥匙 姓萧 几秒钟之后 快递站老板带着两把钥匙 走到了萧涵的面前 给你 墨园花园 萧涵能够一眼看见一栋一单元的位置 他记得自己购买的是两套房 直接去石吧 萧涵在一栋一单元底层等待电梯 毕竟是石楼 自己也不会傻到去跑楼梯 但是说来也奇怪 为什么这个电梯的速度这么慢呢 兄弟 你好像是生殿孔啊 你住几楼啊 这时候 萧涵身边一个 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 服了服眼镜 用一种极其奇怪的眼神 看着萧涵 直觉告诉自己 这家伙怎么有点像一个gay呢 我叫孔月 十一楼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 见萧涵不说话 孔月便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但是 从孔月的口音来听的话 这家伙好像正宗的华夏人 如果是华夏人的话 口音绝对不会这么奇怪 想不到这家伙 居然还是一个外国退役军人 萧涵倒是有点意外 不过想想 现在华夏国内舒适的人文 确实能够吸引不少的外国人 前来定居华夏 我住十楼 以后有机会多多关照 萧涵倒是很谦虚 对方好歹也是一个军人 十楼 兄弟 你这么厉害的吗 这栋楼的十楼 可是最好的方圆啊 你是一号房 还是二号房啊 萧涵淡淡一笑 二号房 哎 兄弟 可惜了 你应该加点钱买一号房的 一号房的 才是十楼最好的方圆 真是太可惜了 萧涵笑而不语 孔月说的这话 就和自己找兄弟买车一个道理 自己本来预算二十万 结果在兄弟的几番催促下 自己直接可以加价买辆库里男 就很离谱 电梯到了 萧涵静止地走进了电梯 孔月紧随其后 电梯不断地上升 当电梯楼层达到五楼的时候 一声雇佣者的前奏突然响起 这是孔月的手机铃声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看 来电话的人 是一个叫做川文大将的人 萧涵只是微微地扫了一眼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下一秒 孔月便将电话给挂掉了 不好意思 兄弟 电梯信号不好 萧涵自然知道 这家伙是什么意思 这可是墨园花园啊 电梯信号明明就是满格 这家伙不愿意在电梯里面接电话 肯定也是不方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十楼到了 我就先走了 有机会的话 再聊吧 好 再见 两人道别之后 萧涵便拿着钥匙 打开了一号房的大门 而当电梯门关上的时候 孔月也再次拨通了川文大将的电话 大将 有什么吩咐吗 先前和萧涵聊天时孔月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则是素人 自从孔月离开特种部队之后 川文大将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但是现在大将居然在这个时候联系他 二二国肯定是出了什么重要的事了 鹰嘴 没想到 你的直觉还是如此的敏锐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我们部队里面的神话 至今没有人超越 电话那头传来了川文大将赞赏的声音 不不不 大将 这都是您当初教的好 如果没有您的话 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我 行了 这一点就连填板大藏先生都是赞同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川文大将在和孔月简单聊了两句之后 直接切入正题 只要能够帮助到二国的人 我在所不惜 为了国家 很好 我需要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一个叫做天策大神的人 大将 你说的可是九灵图世界当中的天策大神 鹰嘴你知道这个人 当然 孔月怎么可能不知道天策大神 现在整个华夏 无论是玩九灵图的人 还是不玩九灵图的人都知道 鼎鼎有名的天策大神 而天策大神也就在九灵图网游当中一个叫做肖天策的家伙 我还在发愁不知道这个天策大神究竟是谁 真是太好了 既然你知道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好办了 大将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孔月在电话里问道 这个叫做的天策大神的人 填板大藏先生想要除掉他 除掉他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是填板大藏先生的命令 也是关乎到以后我们耳国的发展 这个任务非常关键 孔月虽然只是一个退伍军人 但是他还是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既然大将不想告诉他这个任务的原因 那么自己便也不好再问 保证完成任务 我不得不告诉你 天策大神只是一个游戏里面的人物 我们需要在现实世界当中将他杀掉 务必 明白 说完之后 孔月便挂断了电话 至于为什么川文大将没有让孔月在游戏里面杀掉萧涵 原因很简单 现在萧涵在游戏世界中的实力很强 虽然死亡能够投射到现实世界 但是在游戏世界中除掉他 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此 趁着现在虚拟并没有完全融合现实 现在就是最好的事迹 孔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看着摆放在桌面上的虚拟头盔 他陷入到了沉思 川文大将让我在现实世界当中除掉这个叫做萧天策的家伙 那么我首先要找到这人 要想找到萧涵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游戏世界当中与他进行交易 然后套出他在现实中的位置 见面暗杀 作为一个代号为鹰嘴的超级特种兵 在得到任务的几分钟之内 孔月脑海当中就已经闪现出来了击杀萧涵的方法 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个问题了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将萧天策引到线下见面 另外一边 华夏国的高层 息息不好了 现在全国闹得最凶的九龄图网游 现在出大事了 息息是整个华夏国的领头羊 而现在在给息息说话的人正是陈山涛大将 九龄图网游之前不是研发公司不见了吗 还能出什么事 九龄图的狂热 就连息息也会在空闲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 以至于前段时间九龄图研发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全部消失不见的事 他也有所了解 可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研发公司的事了 而是整个九龄图网游都出现了变更 现在九龄图华夏服 因为萧天策的原因华夏服正在融合外服 但是有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是 外服现在已经有人死亡了 死亡 息息虽然有些吃惊 但是他还是一脸淡定的看着陈山涛将军 因为什么死亡 被杀 而且是在游戏世界里面被杀 你的意思是游戏里面的死亡会已经可以投射到现实了吗 息息不敢相信 他虽然对九龄图网游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他还是知道在游戏空间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众生法阵的存在 一般玩家被杀之后都会在重生法阵等待重生 这是必然的 但是陈山涛却给自己说 游戏世界当中的死亡会直接投射到现实事件 确实有点离谱 息息 这些是关于国外的一些新闻 您看看 陈山涛将军将今天外国的一些新闻整理出来 交到了息息的手中 短短五分钟之内 息息的脸色就变化了整整七八次 想不到九龄图现在已经变化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 看来之前猜测的虚拟融合现实 在不久之后估计就会到来 陈山涛将军点头 虚拟彻底融合现实的时间 还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 但是短时间之内 应该可以将部分的技能或者装备 带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息息听罢 眉头皱得更紧了 无论是从虚拟世界带回什么技能 异或者是什么装备 那对于现阶段的 世界来说都能够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试想一下 要是一个魔法师能够将技能带回到现实世界的话 要是他一个增益 buff落在核弹之上 那么这枚核弹的落下和爆炸 又将是普通核弹的多少倍呢 这种情况 光是想想息息 就有些害怕 上亿的华夏儿女 自己绝对不能让他们遭受这样的苦难 陈山涛将军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 当然 虚拟融合现实 可不止是简单的说说而已 它的出现足以改变任何一个国家 我想A国那边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 一来是 关于90图网游外服的开服时间 要远远早于我们华夏服 也就是说 外服玩家的等级 要远远高于我们的 要是虚拟融合现实的话 那么按照他们的性格 他们必将对我们发起猛烈的进攻 到时候就算我们的防御再强 在绝对的魔法面前 也是弱得不堪一击 息息的想法没错 华夏几千年都走过来了 A国是什么样的心思 他就算用脚拇指都能够想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 找到我们华夏服最强的那些人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他们是 我们华夏为了的顶尖力量 听到陈山涛将军的话 息息点了点头 现在 也确实只有这个办法了 要想对抗魔法 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魔法来打败魔法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外服比华夏服早开服很久 外服玩家的等级 要远远高于华夏服的玩家 如此一来的话 就算再怎么保护到最后 也没有办法和高等级的玩家 在现实世界中对抗 这倒是息息考虑的问题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山涛将军突然开口 对着息息说道 我们华夏服也有一个超级强者 他的成长潜力 要远远高于外服所有人 同样的时间之内 就连外服的人的等级 也才提升50到60级 而我们华夏服 这人直接提升了120多级 听到这话 息息的双眸当中 闪过一道金光 是谁 肖天策 给我找到这个人 一定要将他给保护起来 现在国外很可能 已经在派人 想要去击杀他了 绝对不能让他受伤 他是我们华夏国的有生力量 息息当然明白 这件事的重要性 给肖寒一点时间 绝对能够超越 所有外服的人 到时候 可护华夏万年不灭 我这就去安排 说完 陈山涛将军 就离开了这里 全球各处 明面上风轻云淡 但是暗地里 各方组织 已经开始对肖寒 展开了一系列计划 但是90图的保密工作 是绝对的好 没有人能够从90图 研发公司 拿到任何关于肖寒的消息 而各国 要想找到肖寒的话 也就只能通过在网游当中 约定线下见面 另外一边 现在 90图网游现在 本来就在融合时间 肖寒又没有办法 进入游戏世界 所以 他也就知道 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本来好好地刷着斗印 忽然一条消息 从自己的手机里 弹了出来 at全体人员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什么时候 可以一起出来 聚一聚啊 大学班级群里 班长李涛率先带头说话 这个沉寂了 快要两年的班级群 突然来了消息 小涵心里都是 微微一惊 好奇之下 他也点了进去 涛哥 从国外回来了吗 国外的生活怎么样 涛哥现在是海归啊 是不是福利待遇 非常好啊 想想以前 涛哥上课的时候 还坐在我后面 睡觉我就想笑 那个口水 都快到桌子腿了 结果硬是被涛哥 给吸上来了 哈哈 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现在涛哥 肯定是在自己开公司吧 就算没有自己开公司 那凭借海归的身份 能够在一家上市公司 找个好点的职位 也不错啊 羡慕呀 真是给我羡慕死了 不像我活了这么几年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欢迎收看 涛哥的生活 我的梦想系列 随着李涛的 在班级群里发话 下面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在里面聊了起来 本来沉浸如水的班级群 现在 现在居然聊得热火朝天 大家都不要再吹嘘我了 我不过就是在国外 过了几年而已 和大家都差不多 我们还是当年 在一个教室上课的同学啊 李涛此言一出 明显是拉近了 同学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不愧是涛哥 现在的情商 也提高了好多了呢 怎么说话的呢 你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我们涛哥的情商 本来就很高 好吧 对了涛哥 这一次怎么突然想要 让大家一起聚一聚了呢 突然有同学这样问道 就是有些问题 想要问问大家 如果你们愿意来的话 我今天就去安排 然后晚上约个时间 李涛这话一说出口 大家便听出来了 这李涛肯定是在国外 挣了点钱 手里阔绰了 不过既然有饭局 不蹭白不蹭 于是乎 班长开始发起了 群投票的功能 今天晚上 大家是否有时间 参加6点10点的聚餐 同意加1 同意加2 同意加60 一个班一共才60个人 而现在全部都点下了 同意按钮 当然 萧涵也不例外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 就去看看玩一玩嘛 毕竟这么多天 一直都在90图的世界 当中待着 自己也差不多是时候 去扩充一下 自己的社交了 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萧涵便继续 耍起自己的斗印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斗印给自己推送的视频 全部都是那种 大月兄 大长腿 我萧涵为人正直 怎么会被这种东西乱了心 萧涵在心里 一边狠狠地说着 一边各种点赞评论 特别是 当他看见一个 叫做呆妹儿的人 在直播的时候 这人颜值好像还行 最关键的是 这人玩的绝地求生 确实有点离谱 于是乎 萧涵在他的直播间里面 疯狂刷礼物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 李涛在班级群里 给了一个定位 萧涵看了一下 这个定位 距离墨原花院不是很远 在晚上六点的时候 他便骑着单车 去那个定位的地方去了 在路上 他还遇见了 自己之前的同桌 萧国 萧国的颜值 和萧涵相差无几 身高也差不多 所以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本来有很多学妹学姐 想要给自己表白的 结果 就因为萧国和自己长得太像 他们都找到萧国去了 以至于 到现在 萧涵都没有找到女朋友 这确实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好久不见 萧涵 确实是很久不见了 两人骑着单车 一边骑一边聊着 最近在干啥呢 萧国问 还不就是 在家玩玩游戏吗 玩游戏 还在玩之前的英雄联盟吗 萧涵摇头 这不是九龄图网游火得很吗 我就在里面搬点砖 赚赚生活费 听到这话 萧国脸色 到底是微微一变 他明显觉得 萧涵有点不配和他说话 原因无他 萧国自己也玩九龄图 而且自己开了一个工会 工会的实力也不错 比起单独搬砖的散人来说 简直好太多了 但是 萧国不知道的是 萧涵其实就在华夏服最强的那个人 只是因为 萧涵必须得在现实世界当中 隐藏自己的身份 否则的话 大获临头 萧涵 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 后面我可以带你哦 这样赚钱的速度会快很多 萧涵笑了笑 出于礼貌答应了下来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求之不得呢 对了 今天这个李涛也真是的 说什么要问一些问题 我看他 就是想要 用自己海龟的身份 来装一波逼 不重要的 他要装逼 他装逼吧 反正这顿饭 是要吃饱的 还得是你这笔没装在你头上 倒是无所谓了 两人有说有笑的 朝着酒店所在的位置赶去 六点钟人全部到齐 六点三十分正式开始吃饭 一整个过程 萧涵和萧国 都是自己吃自己的饭 至于李涛的装逼 则是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很快十点钟之后 大家吃饱喝足 萧国便对着萧涵说道 兄弟 不是我看不起散人 一个散人 要想赚钱 其实不是很容易 如果可以的话 欢迎你来加入我的工会 到时候一定让你 赚得盆满钵满 萧涵点头 一定 对了现在 酒灵图网游 即将和外富融合 到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啊 兄弟 一定要把握住了 我当然知道 以后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小问题 今天这杯酒喝下去 我们就是兄弟了 两人酒杯一碰 原地成为兄弟 但是 萧国不知道的是 这一杯酒喝下去 将让他走上 另外一条不归路 很快 各个同学 也就离开了酒店 都朝着自己家 所在的方向走去 萧涵兄弟 你家住哪啊 萧国问 就在前面 萧涵指着墨园花院的方向 起初萧国 还微微一惊 但是想想萧涵 应该不可能住墨园花院 他也就放下心来 毕竟大家都是 才毕业没多久的毕业生 怎么可能买得起 墨园花院的房子 走吧 我也住在墨园花院 后面的那个破旧小区里 走吧 一起回去 萧涵点头 两人朝着墨园花院的地方 回去了 在快到的时候 因为萧国有失的原因 萧涵就自己 回到了墨园花院当中 回到房间 萧涵简单地洗漱之后 便躺在床上休息了起来 现在距离进入 90图游戏世界 还有十个小时的时间 我还可以好好的 睡一个懒觉 美滋滋的 毕竟两个世界的融合 需要24小时之后 才能够进入 萧涵自然是不着急 将闹钟定在第二天 早上八点之后 自己就睡了过去 一日 早上八点 萧涵起来 简单洗漱之后 就今日到了 游戏世界当中 定 提示 当前第一世界 已经和第二世界融合 华夏福成立第十三城邦 请选择进入区域 1.8253号新手村 2.黄雀城 3.天都城 咦 血域呢 血域不见了 作为两个世界的 中间枢纽 想不到在融合之后 血域空间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算了 也罢 先进入游戏看看吧 于是乎 萧涵点下了黄雀城 和之前一样 身形一闪 他就出现在了工会当中 工会还是之前的工会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是工会里面 突然多了一个人 除了奥恩 敖一城 秦安娜和冰孙黎之外 还有提罗那 看来 血域空间的消失 让提罗那 自动归于工会当中 不过这样也好 主人 好久不见 听到秦安娜的声音 萧涵微微点头 当下可不是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自己最重要的 就是先看看之前 在血域空间的收获了 毕竟八族大战 自己的收获 还是非常丰厚的 玩家 萧天策 等级 LV124 属性暂且不看 光是这等级 就已经让萧涵精了半天 爽啊 大战之前 自己等级还不足100级 大战结束之后 等级直接提升到了124级 美滋滋的 对了 看看召唤卡吧 好像还获得了很多的召唤卡 萧涵打开自己的背包一看 好家伙 这不看不要紧 自己居然拥有了287张召唤卡 而且绝对多数 都是A级极品召唤卡 其中还有10张 S级极品召唤卡 而这些召唤卡 全部都是在击杀种族首领之后 才爆出来的召唤卡 似乎 恐怖 太恐怖了 本来自己 每天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是完全够自己 提升一些召唤生物等级的 但是现在这一波 又不知道 需要多少召唤生物经验值了 不过 回过头来一想 现在108种族 有8个种族 已经被自己灭掉 还有两个种族 全部归顺于自己 按照道理来说 自己的实力 绝对不只是 只有200多张召唤卡 这么简单 恭喜你 获得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78.1亿 来了 又是70多亿的 召唤生物经验值 真是爽啊 这一波 要是将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紫玄仙女身上的话 紫玄仙女的等级 又将提升一大截 但是现在 对于生意级都需要一亿召唤 生物经验值的紫玄仙女来说 78.1亿的经验值 最多也只能提升78级 距离满级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再等等吧 等我将黄雀城的据点 全部占据之后 再一波提升紫玄仙女的等级吧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将目光 定格在了自己最后一个任务上面 冥王的高塔 只要完成这个最终隐藏任务 自己就可以获得 所有黄雀城召唤生物经验值了 光是想想就有点激动 定 是否开启任务提示 开启 萧涵刚刚点下面前的 透明提示框 便又有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整个世界当中传响 世界通告 第十三城邦 玩家 萧天策成功开启隐藏任务 获得名提的指引 世界通道开启 第一个通关最终隐藏任务的玩家 可以获得对应的终极奖励 世界通告 第十三城邦 玩家 萧天策成功开启隐藏任务 获得名提的指引 世界通道开启 世界通告 第十三城邦 玩家 萧天策成功开启隐藏任务 获得名提的指引 三道世界通告响起的瞬间 萧涵直接就愣住了 卧槽 自己不过是开启了一个 黄雀城的任务而已 怎么还来一个世界通告 也就是说 不光是第十三城邦的玩家 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连其他城邦 同样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头烫 这也就意味着 隐藏任务 瞬间变成了全民任务 本来萧涵自己一个人 就能够完成任务 那么现在所有人 都能够参加到这个任务当中 争夺相应的奖励 这对于自己来说 太不友好了 要是这个隐藏副本的boss 被其他人击杀的话 那么自己 就永远没有办法 获得这个任务的 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想到这里 萧涵眉头紧皱 看来两个世界的融合 不单单只是扩充了 整个版本地图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很多机制的改变 就像现在这个隐藏任务一样 而在整个第十三城邦的 聊天频道当中 兄弟们 你们听见了吗 这一次天策大神 不仅仅是开启的隐藏任务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有了第一次 和外国人交手的机会 操 我已经按耐不住了 我要撕碎小日子 过得还不错的人 几千年前的血海成仇 我作为华夏人 绝不可能忘记 哈哈 天策大神干得不错呀 刚刚世界融合成功 就要和外国人打架 真是太好了 可是兄弟们 我弱弱地提醒你们一下 好像外富玩家的等级 比我们普遍都高 现在天策大神 突然开启全民打架 恐怕胜负 没错 我现在也是这个想法 外国人的等级普遍都高 打起架来 恐怕只有天策大神 才能够打赢他们 冲冲冲 我华夏人 几千年都走过来了 难道现在还害怕吗 作为华夏服 凝聚而来的第十三城邦 本来痛恨这些外国人 现在在知道有机会弄死 这些外国人的基础上 便更加的兴奋 换句话来说 就是自带buff加成 而其他城邦 为了在知道 明替的指引开启之后 他们也开始争先恐后地 朝着任务目标地点赶去 老大 华夏服刚刚开服 就有人开启了 最终隐藏任务 他们太嚣张了 嚣张 没有实力的 他们就是一群跳梁小丑 走 去会议回他们 我今天就要看看 华夏服这些人 是凭什么 能够成立第十三城邦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华夏人 能够帮我们开启一个 最终隐藏任务 已经很好了 这样一来 我们又有机会 获得最终奖励了 说得也对 看着这个最终奖励的面子上 我可以勉强饶华夏人不死 当萧涵开启明替指引的时候 其他城邦的玩家 也相继在姑娘的华夏 也就是第十三城邦 在他们的眼中 华夏人本来就是最垃圾的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 获得最终任务奖励 他们更不应该成立 第十三城邦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朝第十三城邦聚集 但是对于萧涵自己来说 人多人少都无所谓 自己现在可是将近 拥有一只满级召唤生物 和一只八百多级的召唤生物 就凭这两点 就已经足够将其他 所有城邦的人吊着打了 我们敖一城 萧涵带着敖一城 跟着任务的指引 顶峰有一道门 叫做宣明门 只要打开宣明门 就能够彻底看见冥梯 沿着冥梯一直往上走 就能够看见冥王的高塔了 那才是挑战真正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十分钟过去 虽然浮游山距离黄雀城不是很远 但是现在在这个浮游山脚下 已经开始出现了好几位 二百五世纪的玩家 这些玩家分别来自第十城邦 第十一城邦 第十二城邦 老天 想不到你也来了 你的等级提升挺快的呀 这么快就已经达到了二百五世纪了 没有二百五世纪 连传送卷轴都没有办法使用 到时候 恐怕这个隐藏任务的奖励 就被你们收入囊中了 第十二城邦 二百五世幻影刺客 顺影之地 哈哈 想得倒是不错 不过 此次来到这里的人好像并不多啊 老北 你还不知道吧 好多二百五世纪的玩家 现在都已经看不上这些最终奖励了 他们都在寻找传说奖励的路上 听你的意思是 这个最终奖励很垃圾哥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 老北 别这么激动 我不也是一个垃圾吗 垃圾和垃圾配对 刚刚好吗 哈哈 行了 大家都少说两句 这个传送卷轴的价格 大家也都知道 那些顶级的大佬 肯定是不会随便使用的 甜心说的对 所以各位 看在我这次花费重金 前来的份上 请给我留一点东西 不然这不就亏大了 哈哈 没问题 到时候 肯定给你留一点东西 宣明门都还没有开启 这些城邦的玩家 已经开始分配 这个副本当中的奖励了 他们完全没有将 第十三城邦的人放在眼里 各位 这个宣明门的开启 麻烦各位全力一起用力 这是最终隐藏任务的关卡 之后能获得什么奖励 各位就各凭本事吧 老北作为一个资深的老人 站出来手握长枪 直指宣明门 有他站出来说话 身后十几名 250级的玩家 也不敢不听 毕竟前辈 还是应该尊重一下的 于是乎 为了打开宣明门 他们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 对着宣明门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毕竟是大家 都是250级的等级 就算装备各有差异 但是250级的本质伤害 依旧是传出来 一道强大的波动 这股波动延绵数千里 各位加把力宣明门 马上就要攻破了 在老北的带领下 宣明门在三秒钟之后 被瞬间轰破 见此状 老北身后的一些 250级玩家瞬间收手 按照规定 大家一起出力 只是为了打开宣明门而已 现在宣明门已经打开 能不能获得奖励 各凭本事吧 各位 顶峰相见 其中一名250级的玩家 留下一句话之后 直接朝着明梯冲了上去 明梯一共300接 对于一个明250级的玩家来说 也并不简单 明梯之上会一直有冥王威压 这股威压一开始 能够给玩家们 造成100公斤压力 但是 随着明梯的提高 这个威压的重量 能够突破达到3000公斤 一些防御力低的玩家 根本就顶不住 这样恐怖的威压 又过去了10分钟 一些外国80级 90级 100多级的玩家 也开始出现在了 宣明门前方 当然也包括 第13城邦的玩家 嘿 周哥 你看他是不是尔国的人 他们的肤色 好像就是那种汉奸的样子 操 你不说 我还真没有看出来 这些人长相就很欠打 我他们的 已经控制不住的 想要冲上去了 尔国的人 这是世仇啊 其他黑皮肤 白皮肤的人也就算了 但是尔国的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可是周哥 好像状况有点不太对啊 这些尔国的人 好像等级都不低的样子 我们要是这样 冲上去的话 后果恐怕 当华夏的玩家 在第一次看见 二国的玩家的时候 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冲上去弄死他们 毕竟华夏和二国之间 不知道沉寂了 多少年的世代仇恨 就算他们 可以原谅二国的人 但是他们不能代替 先烈前辈们忘记 19几几年发生的那些事 绝对不能容忍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宣明门前方 二国的一个101级叫做 田子的玩家 忽然睁开双眼 对着前方 一个110级的法师 开口说道 天本择一 精神之眼 让我感知到了 在我们周围 有一股不是很强的力量 潜伏在我们的周围 他们的身上 好像有很强的杀气 田子 对有一个是精神之眼 他能够感受到 来自周围 三百米范围之内的精神波动 什么方向 天本择一 对着 田子 问 田子 再次闭上了双眼 同时在他的脑海当中 开始浮现出周围 三百米范围之内的 所有地形板块 强大的精神力 在每一个草堆后面扫过 直到当他的精神力 扫过一团巨石的时候 华夏国叫做 周哥的玩家 忽然精神一震 他顿时感觉自己的头顶 好像出现了一双巨大的眼睛 这双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周哥 闭嘴 我知道 这肯定是阿尔国那个女人的技能 想不到阿尔国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能够通过精神力 来察觉到我们的所在 快走吧 周哥 现在不走 就来不及了 阿尔国的实力 确实要比我们强不少 没错周哥 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 以前打仗 可以打策略 但是现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策略的重要 就显得那么微乎其微了 周哥当然知道 自己本来就是退役军人 他也知道 华夏和阿尔国是世仇 但是当每个人 都拥有魔法和技能之后 这种世仇 便也就只能通过实力 才能够弥补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 阿尔国的人 等级普遍都在90亿上 正当他准备说 离开的时候 天本择一 带着五名阿尔国的人 走了过来 看他们的头衔 应该是一个工会的人 会长 想不到居然 是华夏国的人 这些华夏国的人 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 成立第十三城邦 固然是有一些实力的 但是这些人 为什么只有五十多几 这等级也太低了 哈哈 天都想要 让华夏国覆灭 那么我们 还犹豫什么 直接将这群人杀了便是 千年前 我们二国 能够杀入华夏国内部 今天我们一样可以 天本择一 看着周哥等人 嘴角扬一起 浓浓的微笑 华夏国 今天居然被他遇见了 有意思 既然你们想要来送死 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天本择一 站在巨石之上 俯视着周哥 手中法杖 微微抬起 在田子的buff加成之后 他手中的法杖 猛然麾下 一颗堪比陨石一般的火球 从天空中轰然落下 去死吧 病夫们 说话之时 天本择一 脸上的笑容 已经快要拉到眼角了 他从来没有享受过 击杀华夏人的快感 这种民族的使命感 一切都是为了帝国 周哥 干他们的 跑肯定是跑不掉了 冲 别说了 使用最强招数吧 不能让这些狗东西看不起 今天 老子就算是死也要断他们一条命 话是这样说 但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们的那些实力 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就当火球快要落下的时候 天边另外一颗火球突然袭来 与 天本择一 释放出来的火球 撞击在了一起 哄 一声巨响 让全场都惊呆了 巴嘎 是谁 有本事给我出来 天本择一 抬头看向了天边不远处 显然 他现在非常愤怒 居然敢有人阻止他 击杀这些华夏人 哄 这时候 一声龙吟传来 龙吟之声 在所有人的耳边萦绕不散 是天侧大神 这是天侧大神的龙 兄弟们 天侧大神来了 哈哈 天侧大神来了 你们这些狗东西 就准备等死吧 在天侧大神的面前 你们这些人 就是一群大傻逼 周哥这群人 在听到天边传来的龙吟之声过后 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天侧大神来了 然而 当他们转头看向天空的时候 萧涵也确实骑着一头巨龙 朝着浮游山这边急速飞来 提示 你已进入浮游山 当前薛民门已被攻破 可以踏入冥梯 萧涵可不管这道系统提示音 他只是站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俯视着下方的那群家伙 华夏的人 自己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些人是谁 太古龙女 下去看看 太古龙女双翅一阵 朝着周哥所在的方向 落了下来 而 天本择一 在看见萧涵之后 直接就举起了手中的法杖 巴达亚路 这些华夏人真是恶心 居然还请外援 天本择一 你下手轻一点 这家伙的脚下 可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巨龙 如果能够将它拍卖出去的话 应该能够赚不少的钱 拍卖 这巨龙拿来 自己欺难都不爽吗 小小滑下 想不到还有巨龙 有意思 老大 此次我们 虽然没有进入到薛民门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 这只巨龙的话 那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血传啊 对着这些人的话 天本择一根本就没有理会 他现在非常愤怒 他只是想杀掉小汉 天子 精神攻击 控制那头巨龙 好的 收到 本择一熟练地指挥着自己的工会成员 他们熟练地摆出一个阵型 只要当萧涵接近他们300米的时候 他们便可以发起进攻 而太古龙女见状 只是疑惑地对着萧涵问道 主人 这些人好像想对我们发起进攻 需要我将他们解决掉吗 萧涵皱眉 之前在5000米高空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知道 这些人是二国的人 但是 现在在距离只有500米的时候 他一眼便认出来了 这他们的百分之百是二国的人 那还犹豫什么 直接让太古龙女干死他们 太古龙女点头 当距离达到300米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在太古龙女的心头闪过 这一瞬间 就连太古龙女都感觉到了一丝心迹 他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被人看穿的感觉 说实话 非常难受 但是好在 田子的能力并不强 太古龙女凭借自己强大的意志 将田子的精神控制给强行逼出体内 玩家 田子 精神力反噬 精神力削弱五十 不好了 田子 猛地睁开自己的双眼 他死死地看着迎面冲来的太古龙女 他面色极其难看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太古龙女的意志力居然如此强大 直接将他的精神力控制强行逼出体内 而且还让自己受到了精神反噬 不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不是第十三成帮的人吗 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可能这么强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什么装备 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 等他准备再次闭上眼睛 对太古龙女发动攻击的时候 一颗巨大的火球忽然落下 这是太古龙女的攻击 快走 天本则一 快离开这里 这个火球的温度好高 恐怕已经超过了你的攻击了 不 这个攻击针对的是田子 你们快去救田子 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他对我们来说重要性太大了 快去救他 不要管我 田子 快走 当巨大的火球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 他们直接愣住了 他们弄死都没有想到 区区一个华夏人 居然随便一个攻击都能够比 天本则一的攻击还要强 这不合理啊 他们的等级不是才50多级吗 一个50多级的玩家 释放出来的技能 绝对不可能比一个100多级的玩家 释放出来的技能还要强的 否则就太违背游戏规则了 就在他们诧异的时候 火球当着他们的面砸下 而田子也因为来不及躲避 刚好被火球砸中 伤害3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二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什么 秒杀 这家伙 居然直接将田子给秒杀了 这不合理啊 本来还在和田子组队的玩家 忽然发现他们和田子断了联系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华夏人一招 直接秒杀了田子 这真的是华夏人的实力吗 田子的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他好歹也有一百多级啊 这种等级 就算是150级的大佬 也没有信心 能够一招秒杀田子 而眼前的这个华夏人 居然做到了 太不可思议了 田本择一 田子呢 田子人呢 尤希 田子肯定是被这个华夏人给杀了 这个华夏人的实力很强 特别是他身边的那条巨龙 伤害高的可怕 我本来以为华夏人 真的就像蝼蚁一样垃圾 但是现在看来 并不是所有的华夏人 都像蝼蚁一样垃圾 还是有强者的 你们快联系田子 让他快点上线 这一次 我们进入宣明门 是要一起进入的 得带上他 田本择一让其中一个人 去联系田子 毕竟在他们 来到这个浮游山之前 就已经约定好了 要带着田子 一起进入宣明门 他们绝对不能食言 可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联系田子的那个家伙 忽然开口说道 不好了 会长 不好了 好像出事了 亚库一 眼神慌乱地看着 田本择一 好像是见鬼了一样 你他们的 叫你办点事 你就给我说出事了 出事了 能出什么事啊 现在最大的事 不就是解决掉 这个华夏人吗 田本择一 显然有些愤怒 恶狠狠地看着 亚库一 不是的 会长 田子 好像已经消失了 你看 亚库一 将自己的个人好友 面板调出来 放在了 田本择一 的面前 他一共就只有五个好友 而这五个好友当中 其他四个好友 都是在线状态 只有一个ID叫做田子 的玩家 现在处于一个离线状态 到这里 一切都还是那么的正常 可是当 亚库一 点开 田子 的聊天界面之后 系统忽然弹出了一个 透明提示框 这个透明提示框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提示 玩家 田子不存在 该用户已注销 短短的几个文字 直接让这几个 二国的人瞬间傻住了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你一定是昵称输错了 你再重新输一下 田是田秘密的田 是果子的子 田子 作为天本择一的女友 他绝对不愿意相信 田子 会在这个时候 注销账号 绝对不会 而且 今天他们还约定了 一定走到冥王的高塔 说实话 天本择一 的心 在这一刻忽然乱了 他急切地催促着 亚库一 可是 事情的结果却是 无论亚库一 如何输入玩家的昵称 系统 依旧是在提示 和刚才一样的话 该死 田子一定是生气了 他肯定是因为 我刚才没有及时出手 才生气的 我得去看看 我要去给他道歉 田本择一 暗自点头 可是 田本择一 不知道的是 在二国的现实世界当中 神天地块的一个 日式房屋建筑当中 一个四十多岁的年轻妇女 在厨房里大喊 田子 你都玩了一天游戏了 快下来休息一下 马上爸爸 就要回来了 准备吃饭了哦 爸爸回来 要是看见你 还在打游戏的话 可是要打你屁股的哦 这个女人 正是田子的母亲 她一边将饭菜 摆放在饭桌上 一边大声地喊着田子的面子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田子依旧是没有从房间里面下来 母亲也是无奈 她在很早之前就知道 田子迷上了一款 叫做九龄图的网游 这个网游的玩法 就是需要戴上虚拟头盔 那玩意儿一戴上 怎么可能听得到自己的呼喊呢 于是乎 母亲在摆放饭菜之后 才慢慢地走上楼去 准备叫醒田子 可是当母亲 推开田子房间的大门之后 她愣住了 扑托一下 母亲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后背死死地 靠在身后的墙壁上面 这一幕景象 直接把田子的母亲吓个半死 自己的女儿躺在床上 戴着虚拟头盔 表面看上去 并没有任何的伤痕 可是地板上面 却流了一地的鲜血 几秒钟之后 母亲才强行地回过神来 帮田子取下了虚拟头盔 只见田子的双目涣散 好似就没有瞳孔一般 同时在田子的额头之上 也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水晶 母亲在这个时候 拨通了急救电话 现实中的田子 被证实死亡的消息 田本择一并不知道 他还一度以为 是因为当时 自己没有及时出手救下 田子才让田子如此生气 以至于直接退出了游戏 所以田本择一 才想要退出游戏 可是会长 你要是走了 那这个华夏人怎么处理呢 亚库一用手指着肖寒 对着田本择一 开口淡淡地说道 杀了 杀了他 就是他让田子生气的 让田子生气的人都得死 顺着 亚库一手指锁指的方向看去 田本择一 心中的怒意忽然浮现出来 只有杀了肖寒 才能一泄心头之恨 给我杀了他 田本择一 再也没有留守 让自己的兄弟们 一起冲了上去 这一击 务必让肖寒付出代价 五名一百多几的玩家 朝着天策大神 直接冲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一直躲在肖寒身后的周哥等人 为肖寒捏了一把汗 会长 这可是五名一百多几的玩家 天策大神 真的能够挡住吗 我怎么有点担心呢 要不我们上去 帮帮天策大神吧 毕竟人多一点好办事 我看也是 说不定天策大神 觉得我们人还不错 然后带我们刷图呢 你们都他们的是傻逼吧 天策大神是什么人 你们在看不起谁呢 而且 之前黑鸭血灵的事 你们都忘记了 当时黑鸭血灵 魔枪是多少集 你们都给我好好想想 周哥好像说的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光是魔枪式的等级 就已经超过了这里 任何一个阿尔国的玩家 但是 就算是魔枪式 在肖寒的面前 也最多 就是来送人头的 这么一想 他们倒也觉得 肖寒好像不是那么危险了 而肖寒这边 在看见迎面冲来的 五名阿尔国玩家 他只是咧嘴一笑 阿尔国 有意思 我就看看 你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太古龙女 用龙锡 试一试他们的实力 肖寒对着太古龙女说道 你这个华夏国的人 在这里嚣张什么 我们一百多级的战斗力 何须让你来帮我们 是不知好歹的家伙 去死吧 五名阿尔国的玩家 分别从不同的方位 对肖寒发起了攻击 说实话 他们的威胁性 确实是要比自己身后的 那群玩家要高许多 但是 也仅仅只是高许多 还并不足以让肖寒认真起来 龙锡 轰轰轰 太古龙女 张开自己嘴巴 一团炙热的火焰 从他口中喷出 炙热的高温 就连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 不好了 会长 快走 这家伙有问题 紧一瞬间 这几名二国的玩家 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但是现在想要逃 已经来不及了 火海的弥漫 直接将他们笼罩其中 伤害3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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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也就在 两秒钟的时间当中 肖寒直接将这五名 二国的玩家全部损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二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二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二国玩家一名 再次获得五点国运值 还是太垃圾了 也不是肖寒看不起 这些二国的玩家 但是他们的实力 在自己的面前 实在是太弱了 至于这国运值有什么用 肖寒现在并不想深究 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先将这个最终隐藏任务 副本通关了再说 这对于自己来说太重要了 而且还有一点 肖寒看着这个 已经被打开的宣明门 这也就意味着 在他来到这里之前 已经有人来到这里 并且打开了宣明门 而且他们很可能现在 已经快要通关副本了 自己现在 可没有太多的时间犹豫了 我们走 被骑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进入宣明门的时候 另外几道声音 忽然从前方传来 该死 这些人没完没了了 华夏的人 是吧 一群黑人挡在肖寒的面前 他们等级大多也是 在一百级以上 如果要打架的话 我劝你们就一起上吧 我不想浪费时间 肖寒可不想 去管这些黑人来自于哪里 但是既然 他们要挡自己的路 那么自己 便只能将他们全部杀掉 请客间 二十多名黑人 白人都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肖寒连眉头都没有抬一下 区区华夏人 你不会以为这片火海 对我有用吧 你想多了 水系大法师呢 出来灭了这火 其中一个黑人大声地喊道 而旁边的水系大法师 拿着灰舞手中的法杖 一大片海浪凭空升起 但是想要去覆灭这个火海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老大 这火有多 废物 水系法师在太古龙女的火海面前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甚至水都还没有靠近火海 就直接被灼热的火焰蒸发掉 变成了一团白色的雾气 消失得一干二净 伤害 二十八W 伤害 三十W 伤害 三十一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F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A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J国玩家一名 走 我们进入宣明门 太古龙女 走 我们进入宣明门 在秒杀掉这些外国的玩家之后 第十三城邦的国运值 也达到了二十七点 至于这个国运值有什么用 小韩现在 并不想深究 自己带着太古龙女 就朝着宣明门冲了进去 与此同时 周哥也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进入到了宣明门当中 周哥 此次是我们距离 天策大神最近的时候 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我也想要看看 此次天策大神 到底能够翻出多大的浪 现在 不仅仅是我们 像这些二国的玩家 也出现在了这里 那就意味着 宣明门内 还有更加厉害的外国玩家 此次天策大神 进入宣明门 必定屠杀一切外国玩家 哈哈 我也已经等不及了 走走 进去看看 现实世界当中 急救中心的电话 一个劲的响 快来啊 在神殿本户这里 有一个人死亡 怀疑是脑死亡 在东京 落本择一的家中 出现了一人死亡 请尽快安排人过来救助 一系列的电话 在急救中心 每一个客户的耳边响起 这如果只是几个人 打电话倒也可以接受 但是为什么会同时 有二十多个电话 都打到急救中心来了 这时候在急救中心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走了过来 在他的胸前 有一个标识 上面写着三个文字 公本戒 主任 您来了 刚才同时有二十多个人 给我们打电话 而且他们都说 有人死亡 死亡的原因 全部都是因为脑死亡 同时打电话 这个重要的信息 让公本戒 不禁皱了皱眉头 脑死亡 虽然每年在全国 都会有很多病例 但是同一时间 有二十多个人 死于脑死亡 这件事绝对不简单 快 让人过去看看 对了 小英 你去帮我背一辆车 我们去最近的一个 死者家里看看 小英点头 转身就离开了急救中心 而公本戒 同时也让其他同事 前往不同的死者家里 这件事绝对不是小事 他必须要搞清楚 差不多也就是 半个多小时之后 公本戒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些人 都是因为带着 虚拟头盔死亡的 难道这个死亡 和九龄图有关 宣明门内 肖涵看着 眼前三百阶的台阶 他愣了一下 不愧是最后一个隐藏任务 光是这个明梯 都能够让自己感受到 很强的压迫感 但是也仅仅只是压迫感 想要阻止自己 跨过这里的台阶 还远远不够 太古龙女 我们走 太古龙女双尸一盏 瞬间跨过二十多阶台阶 本来三百斤的压力 瞬间就提升到了五百多斤 哦 一声龙银撤响 太古龙女的速度 直接拉满 三十斤 五十斤 八十斤 一百斤 老北 你有听见一声龙银吗 二百五十阶台阶之上 天赐老妖 对着老北问道 我肯定听见了啊 如果我的耳朵没有听错的话 这个声音应该是上面的 那个高塔之上传来的 我们还是加快脚步吧 还有好几个人在我们前面呢 要是这一次最终奖励 真的有龙的话 那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赚大发了 老北现实中的年龄 已经到了六十左右 他还从来没有骑过龙 此次既然有机会 获得龙的话 那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的 等等老北 为什么 我感觉不对劲呢 我总感觉那一声龙银 是从下方传来的 而且我总感觉 自己后背甚得慌 天赐老妖 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身后 但是厚厚的云层 让他根本就看不清身后 到底有什么 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 就上去看看 我们还是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被这股压力 给压死了 真是该死 想不到这个副本的 难度一点都不低 老北说完 天赐老妖 接着说道 可是老北 现在我们城邦里面 传出了一条特别的消息 我觉得你有必要看看 哦 什么消息 天赐老妖 将聊天界面 推到了老北的面前 现实世界当中 又有20多人死了 而且他们的死因 全部都是脑死亡 并且有人怀疑 这些死者 都是因为在玩90图的时候 死亡的 90图 老北有些猛逼 老北 你还知道 十几个小时之前 A国发生的一些事吗 他们也有很多的玩家 死于脑死亡 而且他们死的时候 都带着虚拟头盔 你的意思是 现在游戏世界里面 死亡会直接反映到现实了 天赐老妖 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事实 确实就是这样 无论是A国发生的那些事 亦或者是 先自己国家 发生的这20多起命案 这些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虚拟 融合现实 老北依我看 我们就不要再去争夺 那个塔上的宝物了吧 天赐老妖 看着距离他们 并不是很远的高塔 放弃道 闭嘴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我们没有退路 可是老北 我感觉刚才那一生龙 已经让我感觉自己 活不了多久了 扯蛋 走吧 现在距离定点 只有50阶台阶左右了 天赐老妖 没有办法 他只能期望 自己心中的感觉是假的 于是乎 回过神来 天赐老妖 跟着老北 继续朝着明梯顶点冲去 而萧涵这边 因为台阶不断拔高的原因 他总感觉 太古龙女的实力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乎 萧涵又看了看 自己的神级召唤卡 好家伙 并没有呈现出灰色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 自己可以使用神级召唤卡 出来吧 子萱仙女 萧涵现在才达到130阶台阶 距离顶点 还有整整170阶 太古龙女的速度 总是有点慢 所以自己才直接召唤出了 子萱仙女 当800多集的子萱仙女 出现的瞬间 周围的压力 瞬间减少 萧涵脸上露出了舒坦的笑容 是手该发力了 交给你了 子萱仙女 萧涵看着子萱仙女诞生说道 没问题 主人 只见子萱仙女手臂 对着天空轻轻一挥 然后三人 就直接朝着顶点跑去 萧涵能够依稀地看见 在自己的周围 出现了一层薄薄的光幕 这层光幕将所有的压力 全部抵挡在了外面 以至于萧涵根本就感受 不到丝毫的压力 现在跑起来的速度 甚至比太古龙女飞的速度还要快 冥王高塔之内 一个手握铭剑的王座在王座上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怎么了 我的王 在王座旁边 一个闪光剑士诧异地 看着自己的王 有人来了 我的王 这个高塔 在这个世间屹历多年 这么多年来 也有七七八八的人登上过名梯 但是期间 王从来没有睁开过自己的双眼 看来这一次来的人不简单 闪光剑士 脸色也开始紧张起来 能够让王睁眼的人不多 可想而知 来者的强大 一百七十街 二百街 二百三十街 主人 前面 好像有人 这时候 太古龙女透过云层 能够清楚地看见 大概在二百六十街台阶上 出现了几道身影 萧涵同样是举目望去 的确有几人在他们前面 而且这几人当中 还有其中有一人叫做天赐老妖 主人 要除掉他们吗 萧涵冷冷一笑 现在 第十三城邦的人 实力根本就没有达到 一百以上的层次 换句话来说就是 挡在自己前方的那几人 百分之百不是 第十三城邦的人 既然不是第十三城邦的人 那就是外父的人 那么对于外父的人 就没有必要留守了 剑者 杀 很快 萧涵一个大跨步 直接出现在了 这几名玩家的身后 老板 小心 天赐老妖 忽然推开了老板 轰的一下 一颗巨大的火球 从他们的肩膀处擦了过去 瓦特 是谁 是谁敢攻击我 老北站在265阶的台阶上 转身朝着身后看去 但是迎面而来的 却是一双巨大的龙爪 龙爪之威恐怖如斯 小小巨龙 也敢在我的面前乘枪 给我去死吧 老北一边顶着台阶上 传来的压力 一边用自己的长枪 在自己的面前 画出一道金枪光影 光影会成巨大的金色轮盘 金轮斩 老北手中长枪一甩 巨大的金色轮盘 像是装了定位一样 朝着太古龙女袭来 期间 天赐老妖 也发现了萧涵的身影 华夏人 老北 你看那边 那只巨龙 好像是这个华夏人的召唤生物 天赐老妖 在老北的耳边轻声道 召唤生物 召唤巨龙 老北显然有些不敢相信 召唤巨龙 这一点 就算是在自己的城邦当中 也没有召唤师能够做到 至少他所认识的召唤师当中 还没有人能够召唤出巨龙 但是 没想到这个华夏人居然可以 有意思 想不到一个 华夏召唤师 居然能够召唤出巨龙 看来之前 华夏服没少给这家伙 带来福利吗 不过 敢挡我去路 小子 怪就怪你不识好歹 在金轮光影追踪 太古龙女的时候 老北一个剑步 朝着萧涵所在的方向射来 既然是召唤师 那么最弱的地方 就是召唤师本身 只要击杀萧涵 那么太古龙女 就会随之消失 老北 一起上吧 现在这个名帝上的压力 越来越大 还是留点力气吧 不然后面 怎么和那些家伙争呢 老要谢了 此次如果能够获得最终奖励 那我老北 一定分你一半 老北你客气了 我们都是多年的兄弟了 这种时候 我必定不会将你抛下的 一起上吧 两人从不同的方向 对萧涵发起了攻击 毕竟是250多级的玩家 他们随意一招 就能够引起音报 要说强的话 确实有点强 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在挑战的是一个最强者 不好意思 我没有时间和你们废话 萧涵话音刚落 紫玄仙女 一个顺身挡在萧涵的面前 双手微微展开 手掌分别对 向了老北和 天字老妖 两人 天意玄气 两道白色游离的气团 从紫玄仙女的身后飘出 看上去就像是两道 被剧化的风一样 轻飘飘的 没有任何伤害 所以 看到这一幕 老北两人倒也没有多在意 可是当他们和玄气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 突然砰的一声 瓦解开来 直接变成了两团白色的光丽 散落在冥涕之上 伤害 264W 伤害 275W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A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A国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你们也要来吗 击杀掉老北和 天赐老妖 之后 萧涵看向了 挡在自己面前的 其他几人 但是 如此强大的实力 哪个蠢逼 才会选择和萧涵硬碰硬 趁着萧涵 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 他们便转身 朝着明梯顶部冲去 可是庞大的压力 让他们迈出 一步都是困难 而萧涵 带着紫玄仙女 和太古龙女 一步步地朝着 他们逼近 这种感觉 就像是死神 在收割生命 恐怖 太恐怖了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我退出游戏 我保证 我退出游戏之后 我再也不上线 萧涵看着眼前的这人 倒也不是他冷血 只是当初 二国在侵占华夏的时候 但凡二国有那么一丝怜悯 华夏也不至于 在一天的时间 同一个地点 死亡将近30W人 他可以原谅 但是他不能替前辈们原谅 杀 一步步靠近顶峰的萧涵 就像是一个杀神 见一个杀一个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已成功击杀A国的玩家一名 第十三城邦 国运加一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第十三城邦的国运值 就已经达到了53点 而萧涵也带着召唤生物 来到了第三百届的台阶之上 恭喜你成功通过 冥王的冥体考验 接下来只要通关高塔 就能够获得最终奖励 当这道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的耳边响起的时候 萧涵有注意到 在这个冥王高塔的下方 有一个告示牌 这是什么东西 萧涵走近一看 只见告示牌上 写着冥王高塔排行榜 几个大字 冥王高塔排行榜 第一名 A国顺影之地 当前塔属第三层 第二名 M国雄的力量 当前塔属第三层 第三名 无 单从这个排行榜上来看的话 很明显 在这个冥王的高塔里面 现在还有两名玩家 看来 我还得再加把力啊 否则的话 这份最终奖励 还真有可能被A国 或者M国的人拿走 可是 说来也奇怪 明明浮游山 距离黄雀城是最近的 也就是说 自己骑着太古龙女 前往浮游山的时间 应该远远快于 其他人才对 可偏偏 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两名 其他城邦的玩家 走在自己的前面 算了 再纠结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得赶快进入高塔才行 我们走吧 萧涵迈着轻飘飘的脚步 走进了高塔里面 警告 你已进入冥王的高塔 当前层数第一层 野怪等级LV150 通关第一层 可获得五点国运值 啊哈 击杀一名其他城邦的玩家 也才只能获得一点国运值 现在光是通关一层高塔 就能够获得五点国运值 一看就不简单 哦 就在萧涵发神的时候 一大片的光力 在萧涵的眼前 凝聚成为一头黑牛 黑牛手握双刃斧 五力值爆满 黑灵狂牛 生命值570W 其他属性 在萧涵的眼里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这个生命值 还是太弱了 紫玄仙女 杀了这个家伙 萧涵的心里 果断地下令 让紫玄仙女出手 同一时间 紫玄仙女 一口玄气传出 落在黑牛的身上 仅仅一秒钟的功夫 刚刚才从光力 凝聚而成的黑牛 现在就再一次 变成了一团光力散落一地 伤害570W 击杀时间3秒钟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黑灵狂牛 获得第13 城邦国运加5 提示 由于你的击杀时间 已经超过了 冥王高塔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和第二名 因此强行对应 城邦的国运值2点 第12城邦国运2 第11城邦国运2 也就是说 这一波攻击下来 第13城邦的国运值 直接加了9点 美滋滋的 继续前进 第三层 玩家 顺影之地和玩家 熊的力量 刚刚才击杀了 第三层的野怪 熊哥 还的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 抗伤害的话 我一个刺客 还是很难击杀 第三层的野怪的 滚吧 我们现在 只是合作关系 行行行 反正通关第三层 我现在第12城邦的国运 已经可以提升15点 顺影之地 调出了排行榜的面板 想要看看 现在第12城邦的国运值 到底达到了多少 按照道理来说 现在应该是15点没错 可是 在他看过之后 顺影之地 顿时就愣住了 瓦特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第12城邦的国运值 减少了两点啊 还有你们第11城邦也是 听到这话 熊的力量 顿时也打开了排行榜的面板 看了起来 刚才第三名还没有人 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华夏人 M国的玩家 开口金声道 这是华夏人 一个华夏人 能够通关冥王的高塔 顺影之地 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华夏国 在这里成立了第13城邦 但是在顺影之地的眼中 他们依旧是小若基 但是 现在的情况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华夏人 不仅登上了排行榜 还直接在第一层上 以绝对的实力 三秒钟通关了副本 这人就是华夏国 等级达到120级以上的 那个家伙 萧天策 你说的对 这家伙三秒钟 通过了副本第一层 他应该就是那个 开启最终隐藏任务的 那个华夏人 本来惊异的M国玩家 在看到萧涵的名字之后 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华夏人 这三个字 早在很早之前 他们就已经记载了心里 用现在的世界关系来说 A国想要统治世界 华夏人注重和平 而M国则是 华夏人最好的朋友 所以 当M国的玩家 回过神来之后 他的嘴角 甚至还浮现出一缕微笑 这个该死的华夏人 居然用绝对的速度优势 偷走了我宝贵的 两点国运值 顺影之地咬牙切齿 他恨不得弄死这个萧涵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 并不是管萧涵 最终的 还是先通关冥王的高塔再说 于是乎 顺影之地就和 熊的力量 迈步走向了第四层 可就在这个时候 萧涵的耳边 又有系统提示音传来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射黄毒宫 获得第十三城邦国运加五 提示 由于你的击杀时间 已经超过了 冥王高塔排行榜上的 第一名和第二名 因此强行对应城邦的 国运值两点 第十二城邦国运 二 第十一城邦国运 二 三秒钟的时间 通关第二层 还没完 萧涵静止迈步 走向了第三层 在这里有一只七尾妖狐 挥舞着尾巴站在这里 看上去确实非常的好看 妩媚且动人 七尾妖狐 生命值八百大不了 好家伙 之前在黄雀城胡歌山的时候 我就见到过一只三尾妖狐 后来得益于金手指的帮助 直接将三尾妖狐的召唤卡优化 成为了天鹰女皇 现在倒好 又来了一只七尾妖狐 有意思 萧涵的双眸当中 闪过一道金光 他并没有让子玄仙女出手 反倒是自己静止地走向前去 将手放在了七尾妖狐的头上 小狐猎 你愿意和我离开这里吗 萧涵的声音很弱 落在七尾妖狐的耳中 瞬间就激怒了七尾妖狐 一个人类也妄想让自己沉浮 可笑 简直太可笑了 七尾妖狐忽然变得狂暴起来 七条尾巴在整个空间当中乱舞 看上去颇有一种 能够毁灭一切的感觉 但是随之而来的 还有子玄仙女身上 那磅礴的气势 两道力量撞击在一起 就有点像鸡蛋撞地球一般 哄哄 恐怖的威压 直接将七尾妖狐压制得死死的 根本就动弹不得 这 这是神的力量吗 本来狂暴的七尾妖狐 胆怯地抬起头 来看着萧涵身后的子玄仙女 她怕了 她被这股力量给吓怕了 她在这个高塔当中待了几十年 每天都在感受着 来自冥王的威压 但是这么几十年下来 她也渐渐适应了冥王威压 可是当子玄仙女的力量 释放出来的瞬间 七尾妖狐就根本不敢动弹 这是比冥王还要强上十倍 不对 应该是百倍 也不对 千倍 万倍 这种感觉绝对是天神 小狐狸 别紧张 只要你跟着我 她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萧涵冲着七尾妖狐 微微一笑 而七尾妖狐也不是傻子灵 萧涵是子玄仙女的主人 那也就是说 自己如果选对了 那么自己就能够活 如果选错了 那就死了 七尾妖狐沉思了片刻 开口道 我跟着你 主人 七尾妖狐单膝跪地 臣服于萧涵 可是说实话 跟着一个人类 他心里或多或少有点抵触 这时候 一张S级召唤卡 落到了萧涵的手中 提示 七尾妖狐沉服于你 获得S级几品召唤卡 七尾妖狐 冥王高塔 第七层 冥王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眉头微微皱起 我的王 发生什么事了 闪光剑矢看着冥王 认真的问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 冥王如此严肃 而且 这已经是冥王第二次睁眼了 一次比一次严重 剑矢 塔里来人了 七尾妖狐的联系断开了 什么 这一瞬间 闪光剑矢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但是很快 也就恢复了过来 七尾妖狐 可是当初冥王费了很大心思 才抓回来的家伙 这么多年来 七尾妖狐一直被关在第三层当中 封印他的锁链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松懈的迹象 怎么现在突然间就断开联系了呢 我的王 难道是九尾妖狐 冥王摇头 九尾妖狐的气息狂暴 即便是在数百里之外 我都能够感受到那股气息 但是现在并不是 断开七尾妖狐联系的 应该是一个神 或者说是半神 说这话的时候 冥王始终皱紧眉头 他为什么会说是神 或者半神呢 因为 从他和七尾妖狐的联系断开开始 就宛若是被一个主宰 捏在手中的玩物一样 监士 去吧 你去第五层看看 好的 对了 惊讶者回来了吗 还没有 不过 从几年前 他给我的消息来看的话 他就算回来 应该也会出现在第六层 那就好 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次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 冥王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作为下属的闪光见识 心里当然是一惊 他知道 自己马上要面对的敌人 实力可能会非常强 但是为了王 他不得不前去 第四层 顺影之地 一个顺身出现了 幻影蜥蜴的身后 熊哥 正面麻烦 你帮我吸引一下 这一击 我的会心伤害100%触发 顺影之地手中的匕首 已经泛起丝丝金光 这一击一旦落在 幻影蜥蜴的身上 必将会打出 高额的伤害数值 嘲讽 身为战士的熊的力量 果断地对着 幻影蜥蜴 使用了嘲讽技能 本来处于 隐身状态的蜥蜴 在受到嘲讽技能的牵引 身形逐渐凝实 很好 就是现在 等蜥蜴的身体 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 顺影之地抓住这个机会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从蜥蜴的身后 一跃而起 手中的匕首 直接将蜥蜴的后背切开 一道深深的沟壑 鲜红的血液 直接建设了出来 虚空缩刃 暴击伤害 120W 熊哥 再坚持一下 我再来一接 顺影之地的身体 在半空中 做出一个后空翻 右脚在空中一点 整个身体 宛若炮弹一样 继续朝着蜥蜴 俯冲而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蜥蜴身上 忽然泛起了 一阵绿色的光芒 免疫所有控制 嘲讽状态解除 不好 快闪 这家伙 有净化技能 他解除了我的控制 熊的力量 赶忙对着半空中 顺影之地喊道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 幻影蜥蜴 朝着顺影之地 急速攻来 要是这一击 真的被打中的话 那么顺影之地 就算是不死 那也得打残 而就在顺影之地 来到了第四层 因为是传送的原因 蕭涵刚好出现在了 幻影蜥蜴 和顺影之地 两者中间 好家伙 这不是来得正好吗 哈哈 萧天策 想不到你 居然走到这里来了 你的速度 真是太快了 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顺影之地嘴角 泛起一丝邪笑 蕭涵的突然出现 的确是让顺影之地 感觉到了非常意外 但是 萧天策 你夺走了 我整整六点过运值 我本来还想着 如何除掉你 但是 现在看来 也不用我动手了 幻影蜥蜴 会解决掉你的 顺影之地 脸上的笑容 越加疯狂 自从萧涵 进入到冥王的高塔之后 他获得国运值 就连掉六点 这对于整个第十二 城邦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 因此 顺影之地 在知道国运值 是被萧涵夺走的之后 他便想要杀掉萧涵 而现在 就是最好的时机 一来萧涵 可以帮自己 挡下这致命的一击 二来是幻影蜥蜴 能够帮自己 在整个第四层的空间 当中传响 顺影之地 猛地回过神来 脸上的狂喜之色 瞬间转变成为了震惊 只见一个血红色的 伤害数值 飘然落下 伤害 一千大不了 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通关 冥王高塔第四层 用十一秒钟 获得第十三成 帮国运值加五 当前国运值 二十七点 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 是在对我说话吗 杀掉第四层的生物之后 萧涵这才转过头 来看向了顺影之地 就在一秒钟之前 萧涵就将自己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 这只生物的身上 根本就没有听到 顺影之地的呼声 萧涵出于礼貌 才转过头 来看向了顺影之地 老天啊 何记者刚才 自己在自言自语对着 空气说话 自己好歹 也算是第十二成帮里面的强者 结果到这里 却变得这么卑微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华夏人 居然瞬间秒杀了 这只幻影蜥蜴 卧槽 这家伙的血量 可是有整整的1200W啊 刚才自己在熊哥的帮助下 才看看打掉幻影蜥蜴 200W的生命值 而萧涵倒好 居然一招 就直接将1000W血量的幻影蜥蜴 给直接弄死了 似乎 顺影之地 倒抽了一口良机 该死 就算是第十二成帮的 那个怪家伙 来到这里 也不可能秒杀掉 这个1000W血量的幻影蜴吧 说实话 顺影之地 还是有些不相信萧涵 展现出来的力量 这力量简直太恐怖了 华夏的朋友 你好啊 我是M国的米卡菲 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不等顺影之地开口 M国的玩家果断站了出来 作为华夏国的盟友 萧涵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嘿 熊哥 我们现在才是合作伙伴 顺影之地回过神来对着 熊的力量 开口说道 合作 我们的合作关系 就到这里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A国的人在想什么 你们到现在为止 都还想着统一世界 我现在帮你走第七层 就等于是在葬送自己的生命 顺影之地听到这话 顿时哑口无言 确实M国的人 一直都熊头熊脑的 而他利用熊哥的目的 自然也是为了拿到 第七层的最终奖励 只要拿到这个最终奖励 那么他的实力 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 而且 根据现实世界当中 研究人员的判断 90图虚拟游戏 世界很快就会融合现实 现在提升实力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障 熊哥 你想怎么样 顺影之地 双目死死地看着前方 几秒钟之后 这个M国的玩家诞生道 我想怎样 杀了你 熊的力量 双眸闪过一抹狠力 直接对着顺影之地冲了过来 但是一个战士的移动速度 怎么能够和一个刺客相比呢 还不等他冲到顺影之地的面前 顺影之地就已经消失了 熊哥 是你自己找死的 可就怪不得我了 整个第四层的空间当中 顺影之地的呼声 直接传开 作为一个刺客 从暗中袭击其他玩家 都是基本操作 但是很可惜 他用错了地方 紫悬仙女 杀了藏在暗处的那个家伙吧 小韩可不想和这个A国的玩家再废话 只要杀了他 那么冥王的高塔当中 便也没有了其他竞争对手 而且最关键的灵 小韩绝对不可能放过 任何一个A国的玩家 这就像自己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阿尔国的玩家一样 刷 这时候 只见一口旋气 从紫悬仙女的口中吹出 旋气在空气中寻找 续遇之后 朝着空间当中的某个角落飘去 轰的一下 伤害 21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悬仙女 成功击杀A国玩家一名 夺走该挑战者所有国运值 当前拥有国运值36点 提示 玩家 顺影之地 触发灵术之风套装效果 玩家 顺影之地可以虚幻状态 存活20秒 不不不 我不能死 救救我 快救救我 我现在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我不想死啊 现在已经没有重生法阵了 如果知道虚影消失的话 我就死了 我不想死 顺影之地看着肖涵和M国的熊哥 他的眼神当中流露出了存生的渴望 他说的没错 现在虚拟 融合现实 如果在游戏当中死亡的话 那他就真的死亡了 之前他还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整整的触发装备套装效果之后 顺影之地 再忽然感受到了生命真正的重要性 他只能够活20秒 从现在开始 他的生命就真的开始倒计时了 可是 肖涵和熊哥的冷漠 让顺影之地心生绝望 哈哈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 有一天我的绝情居然会报应在我的身上 真是可笑啊 你们你们 我要以恶魔的名义诅咒你们 你们不得好死 顺影之地 对着肖涵和熊哥两人 开始疯狂的嘶吼 同时 他调出了自己的聊天界面 给自己一个叫做 九 的人 发送了一条私信消息 华夏 肖天策 报仇 华夏 肖天策 报仇 这短短几个字 在发出之后 顺影之地的身影 就彻底消失在了肖涵的面前 而在第十二城邦当中 武器店这里 有一名红色头发的玩家 他的名字 就叫做 九 本来准备在这里继续 强化自己的装备 可是忽然弹出来的系统提示 快让自己双目一睁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发生什么了 九 说话的是 九的女人 芙琳 我的弟弟 被杀死了 芙琳眉头微皱 这一瞬间 他忽然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九对于弟弟的关心程度 甚至超过了对自己 现在顺影之地一死 九必定会疯狂 可是 让芙琳想不明白的是 顺影之地 不是第十三城邦 拿最终奖励去了吗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现在第十三城邦 才刚刚加入 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强 想要击杀顺影之地 绝对没有可能 芙琳把那件 150级的极品装备卖了 我要强化我的装备 九 那件150级的装备 不是要等到我们 获得寄天时 再使用吗 要是有了它的效果 你的实力 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啊 芙琳直勾勾地看着九 他没有想到 九居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用一件150级的极品装备 来交换金币 想要用这些装备 来进行强化 看来此次九果然生气了 我只差三接 我就可以达到 加20的强化度了 这样的装备 足以超过所有人 我要为我的弟弟报仇 那些该死的华夏人 九的双眸当中 流出两行泪水 看着顺影之地 发送出来的消息 九的心中悲痛万分 现在死亡 已经能够反映到 现实世界当中 也就是说 现在自己的弟弟 已经彻底离开了世界 该死 他一定要给自己的弟弟报仇 他要杀死这个华夏人 萧天策 你必死无疑 九暗暗捏紧了双拳 同时 弗林将背包当中的 那件极品装备拿了出来 冥王的高塔之内 华夏的朋友 恭喜你们 能够成立第十三城邦 现在 我们又可以站在一起了 M国的玩家 看着萧涵微笑道 谢谢 但是我现在赶时间 我要前往第五层了 你 萧涵话还没有说完 这名M国的玩家 便抢先一步说道 华夏的朋友 第五层我就不去了 第四层的这只生物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和那个家伙 估计也很难击杀 我清楚自己的实力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虚拟世界的死亡 会反映到现实世界 我还不想用我的生命开玩笑 另外 我能带着九点国运之回去 对于我们第十一城邦的人来说 也是百利无一害 M国的玩家 含好一笑 虽然萧涵的等级并没有他高 但是他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萧涵的实力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 要想让萧涵带着他 通关第五层 完全没有必要 适可而止 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这样也好 那我就走了 等等 华夏国的朋友 我们会长 让我们再见到你的时候 将这个东西交给你 在萧涵临走之时 M国的玩家拿出了一块令牌 恭喜你 获得猎雄公会令牌一块 啊哈 公会令牌 萧涵倒是心里微微一惊 是否使用令牌 使用 猎雄公会令牌 能够命令任何一个 猎雄公会的成员 大块头 M国 看着这几个文字 萧涵倒是有点想笑 猎雄公会自己 或许不怎么知道 但是大块头 这个称呼他知道 在很早之前 他刚到血域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让他跟着大块头 现在看来 其实大块头的身份也不简单 华夏国的朋友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见面的 说完这话 M国的玩家 就直接退出了冥王的高塔 他已经无意再和萧涵 争夺这个最终奖励了 等到M国的玩家走后 萧涵也没有过多犹豫 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朝着第五层前去 刚刚来到第五层 便听到一道淡淡的呼声 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强者 恭喜你成功通关第四层 你是谁 萧涵看着前方黑漆漆的地方问 我是冥王手下的剑士 我在第五层等你 不得不说 你的实力得到了冥王的重视 第四层的七尾妖狐 是你收获的吧 萧涵并没有回答 但是在闪光剑士的心中 基本上已经有了答案 强者 我从你的身上已经知道了答案 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出手吧 让你身后的那个紫衣少女出手吧 你的实力完全来源于他 闪光剑士将目光从萧涵的身上 落在了紫玄仙女的身上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出来 萧涵的实力完全来源于紫玄仙女 而他自己本身的实力确实很弱 嗡 一道拔剑之声从黑暗当中传出 那就开始吧 紫玄仙女 紫玄仙女一个闪身 就消失在了萧涵的身后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那片黑暗当中 砰的一声 双方的攻击交织在一起 好快的速度 如果不是闪光剑士极强的敏捷 估计就连他都反应不过来 紫玄仙女的实力确实很强 闪盲光剑 刷 闪光剑士手中长剑一滑 他自己本身连同长剑化作一道光影 朝着紫玄仙女攻去 可是让他意外的是 这道攻击竟然被紫玄仙女一直挡下 光剑的强大 竟然连紫玄仙女的手指皮肤都没有刺破 这也太离谱了吧 你结束了吗 如果结束了 就到我了 什么 难道这个家伙还没有使用权力吗 闪光剑士一脸茫然地看着紫玄仙女 在这家伙极美的外貌之下 他的实力极限又在什么地方 碰 紫玄仙女一巴掌直接打在闪光剑士的身上 伤害 1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闪光剑士 通关第六层 获得五点国运值 当前已获得41点国运值 前往第六层吧 主人 第六层好像没有生物啊 萧涵也发现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生物的存在 操 不会玩了一招空城机吧 等等 那是什么东西 在角落里面 萧涵看见了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泛着紫色的气息 能够打开吗 紫玄仙女 可以是可以 但是宝箱当中拥有极其狂暴的气息 如果打开的话 整个第六层可能都会出现各种异象 是吗 打开看看吧 就算紫玄仙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那还有天安神女不是 自己完全不用担心 呼 紫玄仙女吹出一口旋气 旋气落在了宝箱之上 发出剧烈的碰撞 整个宝箱开始颤抖 而另外一边 在一片虚无的空间当中 惊讶者忽然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抽出了一下 几秒钟之后 一口鲜血从她的嘴巴里喷出 啊 该死的闪光剑士 不是说了 要保护好这个宝箱吗 她到底在干什么 惊讶者脸色苍白 心脏的抽搐 让她极其难受 现在 要是再不会高塔的话 自己一定会被那家伙给该死 闪光剑士 你完蛋了 我回来 一定杀了你 剧烈的疼痛 已经超出了惊讶者的承受范围 她撕开虚空 准备通过虚空通道 回到了冥王的高塔当中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紫玄仙女的玄气忽然爆炸开来 直接将第六层的这个宝箱给吞噬 化成了虚无 碰 惊讶者也在虚空通道当中 被炸成了无数碎片 闪光剑士 你这是要背叛冥王吗 含恨之下 惊讶者也彻底死了 伤害 18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惊讶者 获得五点国运值 当前国运值46点 我擦 不是吧 难道第六层的生物 就是这个宝箱吗 搞错没有 毁掉了一个宝箱而已 没想到 直接击杀了第六层的生物 这确实是有点离谱 不过 只要击杀了 就算是好的 直接前往第七层吧 第十一城邦 猎雄工会当中 会长 此次第十三城邦当中 二国和A国的一百多级的玩家 死了大半 我见到了华夏国的肖天策 大块头 从工会的座椅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你见到他了 是的 正如会长所说的那般 这个家伙的实力很强 1000W血量的生物 在他的面前 也只是一招的事 而且他还杀掉了 A国的顺影之地 你低估他了 他的实力远远不止于此 他的实力 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对了 击杀顺影之地的人 是不是一个手拿十字架的人 在大块头的印象中 肖寒召唤出来的天恩神女 才是最恐怖的存在 在很早之前 天恩神女的实力 就已经能够召唤出一个太阳 直接毁灭整个血域城 到现在为止 那一幕 血域被毁的景象 依旧在大块头的心中浮现 简直太强了 会长 此次击杀顺影之地的人 也不是一个手拿十字架的人 什么 你确定 我确定以及肯定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击杀顺影之地的人 是一个穿着紫色长裙的女人 她的手里什么武器 也没有拿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巴掌 就直接毁灭了顺影之地 顺秒 大块头愣住了 紫衣少女 难道血域之主的实力 又变强了吗 大块头太震惊了 之前一个天恩神女的实力 就已经让她感觉到后怕了 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紫衣少女 那她的实力 又将强大到什么地步呢 但是想想 一个召唤师 能够多召唤几个召唤生物 也都在情理之中 对了 令牌给她吗 给了 那就好 可是会长 还有一件事 此次顺影之地的死亡 恐怕九那边会有所动作 不用担心 九如果要去找血域之主麻烦的话 那么她必死无疑 第七层 冥王手握冥剑 坐在王座之上 头哒拉地看着脚下 好似在这里等了萧涵很久了 人类 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不想和你交手 冥王没有说谎 自己征战这么多年 对于强者的气息 他能够很清晰地察觉出来 如果要和萧涵打一架的话 那么结局很简单 自己必死 而且 萧涵最多也就是浪费一点时间而已 所以 你要打一架吗 萧涵看着冥王 只要击杀冥王 那么自己 就算是占据了所有黄雀城的据点了 自己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而且 自己身上还有一些召唤生物经验值 只要将冥王的高塔占据 那么自己 就可以将所有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紫玄仙女的身上 到那时 紫玄仙女的等级 又将达到什么地步 萧涵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满级紫玄仙女 是什么样的了 我想追求极致的力量 追随于我 当然 你可是冥王 那又怎么样 冥王这个称呼 也不过是他们对我的称呼而已 这些年 我一直在寻找力量的提升 或许只有你 才能够帮我 那好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追随于我 好的 主人 定 恭喜你 获得S级级品召唤卡 明镜月 获得特殊融合召唤卡一张 获得道具 几天11块 还不错 不用花费一丝力气 就让冥王追随于自己 真是爽啊 而且还是一张S级级品召唤卡 查看一下 特殊融合召唤卡的作用的吧 特殊融合召唤卡 能够将两张同阶召唤卡 进行融合 获得一张全新的召唤卡 这个召唤卡不错啊 定 是否使用特殊融合召唤卡 使用 请选择同阶融合召唤卡 既然明镜月 属于光明系召唤卡的话 那就将之前暗夜族的那张 S级召唤卡 进行融合吧 S级级品召唤卡 暗夜灵滑 和S级级品召唤卡 明镜月 开始融合 几秒钟之后 一张全新的召唤卡 出现在了萧涵的眼前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语 卧槽 又是一张神级召唤卡 咕噜 萧涵哽咽了一下 自己的咽喉 没想到一张融合召唤卡 直接融合出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强啊 那么现在的话 自己就已经拥有了 三张神级召唤卡了 等到紫玄仙女的等级 提升到满级的话 自己就可以将每日召唤经验值 全部加在了明镜暗语的身上了 爽啊 定 恭喜你 成功通关最终隐藏任务 成功占据最后一个据点 获得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三亿 叮咚 已完成所有隐藏据点的占据 当前拥有的所有召唤 生物经验值二 定 恭喜你获得 冥王高塔最终奖励 冥神剑 冥神剑 品阶 无级别 类型 成长形长剑 等级 LVE 还不错哟 刚好刚才获得的那张神级召唤卡 就是一个箭矢 可以使用这把冥神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冥神剑的品阶 甚至超过了极品装备 但是前提是在冥神剑的等级 提升上来之后 现在 暂时还可以忽略不计 等到萧涵将冥神剑 佩戴在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域的身上之后 自己就把所有的目光 全部放在了 自己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上面 之前自己拥有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现在自己可以使用的经验值 就已经达到了85亿 这个数量已然不小 在算上刚才 全部占据隐藏据点之后 自己拥有的经验值 就已经达到了170亿 爽啊 真是太爽了 这一波 绝对能够将 紫玄仙女的等级 提升到900级 定 是否将170亿经验值 全部加在 紫玄仙女的身上 加呀 肯定加 170亿的经验值 疯狂减少 同时紫玄仙女的等级 疯狂增加 直到十几秒钟之后 紫玄仙女的等级 才逐渐定格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等级达到950级 爽 爽 这一波 紫玄仙女的等级 达到了950级 那么自己就能够将 80亿的经验值 全部加在 紫玄仙女的身上 到时候 势必达到满级 最多也就是明天 自己将拥有 两张神级召唤卡 这难道不爽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 从现在紫玄仙女 需要的经验值 来看的话 升一级 都需要用 整整一个亿的经验值 光是想想就恐怖 走吧 我们还是 先回黄雀城吧 是时候 前往北境了 之前世界 还没有融合的时候 北境就已经受到了 虫族的进攻 但是现在 世界融合成功 倒也不知道 北境是个什么情况 亦或者说 本来108族 在萧涵灭掉8族 拥有两个附庸种族之后 现在还有98个种族 也不知道 现在这98个种族 到底什么情况 总之还是先回黄雀城 看看吧 萧涵将紫玄仙女 收回到了召唤卡当中 然后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黄雀城所在的方向飞去 差不多也就是半个多小时之后 萧涵回到了黄雀城当中 在城门口的位置 萧涵遇见了NPC戈宾尼 天侧勇士 好久不见啊 确实很久不见了 有什么事吗 戈宾尼 是这样的 天侧勇士 今天上午的时候 北陵国度那边 给我发来了请帖 戈宾尼一边将请帖递给萧涵 一边开口 继续说道 北陵国度30年 一次的大笔即将开始了 这是伊美给我的请帖 请帖上面 说是让天侧勇士 你在今天前往北陵王国 伊美大人想要 让你参加此次30年 一次的大笔 萧涵顿了一下 之前伊美确实给他说过这件事 只是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真的给他发了一张请帖过来 而且从之前建兰 给他说的来看的话 此次北陵王国一行 自己好像是凶多吉少啊 天侧勇士 此次大笔事关重大 要不你就代替黄雀城参战吧 正好雅思高徒也在那边 听说他好像有什么事 需要找你 只是他现在抽不开身 暂时没办法离开北陵王国 哦 听到这话 萧涵倒是有些诧异 戈宾尼 雅思高徒不是在北京吗 怎么突然去北陵国度去了 崇族进攻 按照道理来说 现在雅思高徒 应该在北京 抵挡崇族的进攻才对 天侧勇士 你不知道 现在局势大变 虽然我们北陵国度 看上去风平浪静 但是崇族那边 好像发生了什么 他们撤销了 对我们北陵国度的进攻 是吗 难道是因为 两个世界的融合 之前魔族带着 其他几个种族 不就是为了去到外父追求 更加强大的力量吗 现在世界 已经融合完毕 难道崇族现在 已经找到 更加强大的力量了吗 肖寒虽然也只是猜测 但是他有八十以上的预感 是这样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暂时没有必要前去北京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去北陵王国看看情况 顺便去找找雅思高徒 天侧勇士 此次你在前往北陵王国的时候 能够带上蓝亭吗 他想要去北陵王国看看 当然可以 那就拜托天侧勇士 新主线任务开启 带着蓝亭前往北陵王国 参加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同时找北陵王国 NPC风盾问问情况 组成任务算是完成了 是时候准备前往北陵王国了 于是乎 肖寒和戈宾妮简单告别之后 他就先一步回到了自己的工会当中 出来吧 落天圣女 冰灵女皇 现在世界融合 各个种族发生了什么 肖寒只能通过他们 来了解一下情况 主人 主人 现在世界融合之后 各个种族是什么情况 肖寒看着两女问道 之前异世界的通道打开 导致其他各个种族流落各地 分布在世界的各处 但是因为世界的开启 一些种族已经找到了自己神族 哦 神族 什么意思 神族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种族 如果要用天使族来说的话 主人现在知道的种族 在神族的面前 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在融合后的世界当中 还有一个真正统领所有天族的种族 叫做天使神族 相对应的还有圣洛神族 在这个神族当中 最强的会记录在封神榜当中 冰灵女皇所言 让肖寒心里狠狠地抽了一下 也就是说 在天使族和圣洛族的头上 还有一个更强统治者 统称为神族 就比如天使神族 自己所知道的天使族 在这个天使神族里面 最多也就算 是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想不到 世界融合之后 整个九龄图变成了这样 肖寒回过神来 虚愈之后 对着落天圣女 和冰灵女皇 继续问道 虫族的动向 你们知道吗 主人 世界融合结束之后 虫族就是第一个 找到神族所在的种族 肖寒双眸一睁 不好的预感 从他的心里 突然冒了出来 难怪啊 难怪北境 已经没有了虫族的动向 原来之前的虫族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神族 但是 这种短暂的平静 让肖寒感觉自己 心里更加不安 倘若 再某一天虫族 带着自己的神族 来进攻现在的人族的话 那么这种恐怖的伤害 谁能够抵挡 算了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好的主人 好的主人 言罢 冰灵女皇和落天圣女 就消失在了工会当中 秦安娜 主人 有什么吩咐吗 这几天 我会离开黄雀城 工会的事 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秦安娜的脸上 颇有些忧伤 但是作为肖寒的仆人 她也只能乖乖答应 主人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知道 但是短时间 肯定不在黄雀城 那秦安娜会一直在工会当中 等主人回归的 秦安娜将手 放在自己的左胸口 对着肖寒微微鞠躬 这个小妮子 明显是有些生气 肖寒当然能够看出来 这么多天的相处 秦安娜有几斤脊 肖寒清清楚楚 只是 有些事说出来很尴尬 对谁都不好 将目光从秦安娜的胸口 收回之后 肖寒擦了擦鼻血 对了 奥恩呢 自己手中刚好获得了一个寄天石 这东西作用太大了 只有奥恩才能将它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 主人 现在水房不是已经成为您的地盘了吗 奥恩这几天 一直在往水房跑 秦安娜这么一说 肖寒才想起来 水房自己很久没有去过了 钱多多走后 水房的产业 全部都交给了小胡 虽然小胡每天 也在给自己送货币 但是自己还从来没有 真正的管理过水房 还是钱多多考虑的周到 此次既然准备去北陵王国 那么正好去水房给小胡说一下 打定主意之后 肖寒便自己离开了工会 一个传送来到了水房前 城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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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房前面的几个壮汉 在看见肖寒之后 纷纷恭敬地喊道 奥恩 现在在什么地方 城主大人 奥恩现在在三楼至尊宝箱当中 和小胡姐在一起 好的 肖寒朝着至尊宝箱当中走去 几个大汉紧随其后 钱多多 虽然已经不在黄雀城了 但是水房的生意 依旧是没有衰退 小胡将水房管理得非常好 这一点倒是让肖寒非常欣慰 这时候 一个看上去23岁左右的女人 朝着肖寒抛来一个媚眼 城主大人 什么时候来玩一玩 切身已经等你很久了呢 声音妩媚 听得肖寒魂 伸起鸡皮疙瘩 大胆 居然敢和城主大人这样说话 肖寒身边的大汉走上去 想要收拾这个女人 但是却被肖寒一把拦住 算了 我们还是先去三楼吧 听到肖寒的话 几个壮汉才停下脚步 放过了这个女人 很快 至尊包厢当中 奥恩正和小胡 对坐着 桌上摆着一大堆铜壁 小胡姐 这钱你可别告诉主人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水房了 要是再没有钱的话 我就要废掉了 那个狗东西 天天叫我打铁 我都快成为工具人了 哈哈 你就放心吧 现在城主大人还没有回来 这件事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那就好 小胡姐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就先回去了 不能让那个狗 话还没有说完 大门突然被剧里推开 小胡姐 城主大人来了 大门被推开 萧寒的身影 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狗东西 我不对 主人 你怎么来了 奥恩人都傻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萧寒怎么突然来了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正当自己 准备收钱的时候 他就来了 真是操蛋啊 奥恩 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寒看着桌子上 厚厚的一层铜壁 不禁问道 城主大人 这是奥恩让我为你准备的 他说他以后 想在水房打工 帮你赚钱 小胡见奥恩不说话 便先一步说道 而奥恩也连连点头 冲着小胡对了一个眼神 还是你懂我 虽然钱可能保不住了 但是有了这句话 以后就可以一直来水房了 也算是不错 对对对 主人 这是给你准备的 我奥恩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要做一个成熟的男人 我要帮主人分担压力 不然工会里面 那么多姐姐 光靠主人一个人来养 不好办啊 奥恩这话说的义正言辞 眼不红心不跳的 这家伙心里想的什么 小韩难道不会知道吗 既然奥恩 你这么有觉悟的话 那么这钱 我就先收着了 收吧收吧 主人 都是应该的 收了奥恩的钱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同意了刚才 小胡姐说的话 以后自己就可以 一直来水房了 光是想想奥恩心里 就已经激动不已 嘴角的笑容 都快要拉到眼角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韩突然开口说道 奥恩 我看在水房赚钱的想法 你别考虑了 赚钱的是 不用你一个山羊来操心 小胡每天玩玩也比你赚得多 你等一下和我回工会吧 奥恩连连点头 甚至对着肖韩开始感谢起来 感谢主人称 话还没有说完 奥恩突然反应过来了 不对啊 主人 你不应该同意 我来水房赚钱吗 我不赚钱谁来养他们 主人三思而后行啊 本来奥恩还以为主人 会同意自己来水房 可刚刚肖韩的话 让奥恩都绝望了 狗东西 收了自己的钱 还断自己生路 行了 小胡 这几天我会离开黄雀城 水房的事就麻烦你 多操操心了 没问题 城主大人 只是小胡能够问城主大人 此番离开黄雀城 是准备去哪吗 去北陵王国 那真是太好了 钱多多不是正好在北陵王国吗 现在肖韩又准备去北陵王国 这不正好吗 小胡 你说什么太好了 没什么 现在北陵王国 从各个方面来说 他的资源都相对于黄雀城 要优质许多 对于城主大人来说 肯定是百利无一害 那城主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呢 一个小时之后吧 小胡 暂时没有办法送城主大人了 小胡只能 助城主大人凯旋 在北陵王国 得到更好的发展 小韩点头 说实话 在黄雀城待了这么久 他还是有点不舍的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 北陵王国自己必须去 第十三城邦 必须成为最强的城邦 我们走 奥恩 临走之时 奥恩还转眼看向了小胡 心想 再见了 小胡姐 我又要回去打铁了 小胡只是冲着奥恩微微一笑 眨拔了一下双眼 工会当中 小韩将寄天石交给了奥恩 奥恩 这是寄天石 能够让两件装备的效果 合在一件装备上面 需要你来包打造 奥恩无语 但是 他能有什么办法 打又打不过 主人 你是想将黄极铠甲的效果 加持到魔煞灵甲的身上 是吗 小韩点头 魔煞灵甲的装备效果 固然很离谱 特别是在配合上 魔星领域的召唤卡之后 它的作用将成好几倍的增长 但是 黄极铠甲的装备效果 同样也不差 如果能够将两件装备的效果 同时合在一起 那么 自己召唤生物的实力 又将提升不知道多少倍 主人 如果想要将两件装备效果 合在一起的话 现在还差一个大型的熔炉 才能够做到 熔炉 是的 而且 需要高温将寄天石彻底融化 可是现在 我在哪给你找熔炉 高温倒是可以让太古龙女释放 但是这个熔炉 主人 曾经师父说过一个方法 或许可以试一试 什么方法 将山体打造成为一个熔炉 这样也能够进行打造全新的装备 同时也可以将寄天石融化其中 这是好办 我们走 太古龙女 萧涵带着奥恩 坐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三人朝着黄雀城 二十公里之外的地方飞去 之前每次路过的时候 自己都能够看见一个巨大的废山 这不就正好可以打造出来一个熔炉吗 来到这里 太古龙女巨翼一扇 直接就将这个山体拦腰斩断 只剩下半截山体出 现在三人的面前 接下来只需要将山体中间掏空就好 按照奥恩所说 太古龙女直接释放出了一个龙炎坛 巨大的龙炎坛 在和山体接触的瞬间 就将山体中间给轰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但是却并没有将这个山体的瓦解开来 寄天石需要高温融化 拜托你了 奥恩将寄天石从手中丢到山体当中的同时 太古龙女已经开始用龙西技能 对寄天石进行灼烧 火焰打在寄天石上面 发出滋滋滋的声响 而奥恩也是趁着这个时间 将皇级铠甲和魔杀灵甲拿了出来 要想将两套装备的装备效果合在一起 除了需要寄天石的作用之外 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稍微的打造 将被封锁的装备效果给彻底打开 砰砰砰 奥恩在不断地敲击着这些装备 但是好在过程不是很复杂 所以打造起来速度相对比较快 黄雀城聊天频道当中 兄弟们 天色大神又开始了 在黄雀城之外的地方 天色大神好像又开始在鼓动什么东西了 山体都被削平了 天色大神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达到的高度 这已经不是努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我听一个叫周哥的玩家说 天色大神好像杀了很多二国和A国的玩家 当时的战况之激烈 什么 什么 天色大神杀了二国的玩家 哈哈 真是太解气了 对了 你们看见没有 现在任务大厅出来了另外一个面板 我之前去领取任务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的 好像叫什么国运值 那是什么东西啊 在哪可以看见 就在任务大厅 你们可以去看看 现在国运值是99点 根据提示 好像是说达到100点的时候 会有什么特殊效果 是吗 这应该是天色大神的是吧 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过去 萧涵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消息 金语哥 黄石 这家伙怎么突然给我发消息 一条来自金语哥的消息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之前自己刚刚来到黄雀城的时候 接触到的工会 现在怎么突然找自己了 萧涵心中不免有些诧异 反正现在等装备打造成功也是等 不如看看金语哥黄石 给我发了什么消息 于是乎 萧涵点开了自己的私信消息 天色大神 只是现在有一个秘密不知道 我想专门告诉你 秘密 什么秘密 萧涵在聊天界面当中 给黄石回复道 另外一边 黄雀城当中金语哥之内 黄石旁边做了这一个名叫 布朗的二国玩家 黄石 你是我们二国人的希望了 现在现实世界那边 又给我传来消息说 那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又杀了我们不少的二国同胞 黄石眉头狠狠皱气 他并不是在怀疑萧涵 萧涵的实力他非常清楚 那些所谓的二国强者 在他的面前 很可能都只是有个蚂蚁 毕竟这个家伙 能够以一己之力扛下 整个魔族的进攻 光这一点 就已经可以征服 所有的其他城邦的玩家了 将军 我只是在伴我身为军人 应该在做的事 很好 黄石 当初你选择登陆华夏服 就是最好的选择 等到萧天策死后 你将成为 我们整个二国人民的英雄 黄石就淡淡一笑 萧天策是什么样的人 他自认还是有所了解的 即便他给萧天策发送了消息 但是一般情况下 萧天策都不会有所回应的 否则 当初在创建工会的时候 萧天策也不至于说 就不招纳其他的玩家 进入他的工会 说实话 黄石对于希望 得到萧涵回应这件事 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未读消息 突然谈了出来 是萧天策 萧天策给我回消息了 黄石激动地看向了布朗 快看看 他说的什么 黄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出来 他问我们 是什么秘密 很好 当这个家伙 对于这个秘密感兴趣的时候 就已经中招了 将军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说 到底是什么秘密 能够让他心动吗 黄石知道 对于萧涵这种级别的存在来说 如果不是特别诱人的秘密 那对于萧涵来说 知道和不知道都是一样的 如果想要让萧涵中计 就必须拿出一个 足以让任何人都心动的秘密 黄石呆呆地看着布朗 黄石 你就照我说的 给他发送过去 根据我从各方渠道 打听到的消息 现在在第十二城邦那边 好像还存在 有个隐藏任务的最终奖励 据说这个奖励的背后 有一个bug 只要获得最终奖励 就能够将直接获得成帮天令 这个bug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他的要求极其苛刻 好像需要实力等级 达到二百级才能够进去 黄石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是他还是按照布朗所说 给萧涵发送了过去 布朗将军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吗 这个秘密真的存在吗 现在虚拟和现实 已经开始逐步融合到了一起 也就是说明这个游戏的完善程度 已经达到了顶尖 在这种情况下 九龄图网游还存在bug吗 布朗只是咧嘴一笑 他就知道黄石会这样问 因为所有人在知道 这个秘密的时候 都会产生严重的质疑 包括等一下萧天色的回复 也必定是这样 在第十二城邦 确实存在这样一个 隐藏任务的最终奖励 而这个最终奖励 的确是可以获得成帮天令 一般情况下 玩家根本不可能会获得成帮天令 但是这个任务可以 不过有一点值得说的是 这个副本的难度极高 即便是很多超过二百级的玩家 进入其中也只能无功而返 他的门槛是二百级的实力 但是里面的难度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四百级 甚至更高 原来如此 萧涵这边 在看到黄石发送过来的消息之后 萧涵回复道 这个秘密其他人知道吗 消息发送出去 大概三秒钟的时间 黄石回复道 这个副本比较特殊 即便是有玩家进入副本 也不会有任何系统影响起 而且时至今日 这个副本还没有任何人通关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通过各种渠道问到的 天色大神可以相信我 是吗 那个副本的地点在哪 如果这个副本 真的如黄石所说的话 那么萧涵倒是觉得自己 可以去一趟第十二城邦 可是萧涵将这句话 发送出去了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黄石才回复过来 天色大神 这个副本地点是违禁词 在私信消息里面 没办法发送 要不我们加一个微信 线下我直接告诉你如何 90图网游 本来就是绿色网游 一些违禁词系统 早就做出了设定 就算玩家发出来 也会被和谐掉 这一点 萧涵当然知道 不过 萧涵看着眼前的消息 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之前自己就有想过 现在自己是整个 第十三城邦当中 最强的玩家 甚至可以说是 整个华夏最强的玩家 如果自己的位置信息 暴露出来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 自己把自己 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而现在 黄石却给自己说 他要加自己微信 老天 要是真的加了 那么对方完全可以通过微信 来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 杀掉自己 光是想想 萧涵就已经打了一个寒战 但凡现实世界当中 自己有这样的实力 自己也不用害怕 可问题是 现在实力还没有投射到现实 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又回过神来 如果这个副本 自己不去刷的话 那么其他城邦的人也会刷 到时候 就相当于变相 提升了其他城邦的实力 可是 黄石之前自己接触过 这家伙的心思 应该不会想要杀我 想是这样想 但是萧涵心里 还是多了一层防备 就在这个时候 黄石那边 又发送过来一条消息 这是我的微信 天侧大神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加我就好了 我会把副本的位置告诉你的 大家都是华夏人 华夏人 不骗华夏人 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萧涵多少还是有点相信的 好的 谢谢 简单回复之后 萧涵也就没有再理会黄石 而是在记下这一串数字之后 退出了游戏 这个副本的地点 自己是肯定要拿到的 但是自己不能暴露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只能用其他微信 来加对方好友了 萧涵点开自己的手机 翻遍自己的好友列表 也只看见了一个 叫做萧国的人在线 好家伙 没想到 他居然还在线 这不正好吗 让萧国去加一加这个家伙 然后让他把得到的消息告诉我 这不挺好的吗 萧涵摸着自己的下巴 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也不用暴露 而且还能够得到 这个副本的位置 两全其美啊 萧国对不住了 黄石这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应该不是想要陷害自己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只能麻烦你了 在心中 为萧国暗暗祈祷之后 萧涵便给萧国 发送了一条消息 萧国兄弟 在吗 发送出去的一瞬间 萧国就回了过来 怎么了 萧涵 之前让你考虑 加入我公会的事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可告诉你 现在这个世界乱得很 据说是九灵图游戏世界当中的死亡 已经可以投射到现实世界当中来了 你可要小心了 这一点对于散人来说 可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公会现在都已经在组织群体活动了 互相保证对方的安全 萧涵只是笑了笑 你说对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我也想好了 我打算加入你的公会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 想要请你帮助 什么事 兄弟你尽管说 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萧涵顿了顿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倘若这个黄石真的想要害自己 那么这件事可就麻烦了 搞不好 萧国都会死 不行不行 萧涵强行回过神来 给萧国继续发送道 我有个微信 你帮我加一下呗 他好像会说一些什么东西 你帮我看看 他说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自己加呀 萧国有些纳闷 我这不是手机被摔坏了吗 是吗 那你用什么在和我聊天啊 就你是多 你帮我加一下 加一下又不会死 萧国不明白 萧涵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 如果只是加一个好友的话 对萧国来说 好像影响也不是很大 随后 萧涵就将一串数字 发送给了萧国 萧国按照萧涵所说 加上了一个叫做 擎天雨天的微信名 随后几秒钟之后 擎天雨天 就给萧国发送了一条消息 纸条我已经放在了 墨园花院一栋外面的西餐厅 一楼十五号桌子上面 只要你去拿你 就能够得得到那个消息 这条消息发送完之后 擎天雨天 就已经删掉了萧国 操 萧涵 你给我的这个微信 是什么人啊 说了一句话 就直接把我删了 这人的脾气好大 萧国明显感觉不爽 本来刚才自己 还准备给对方来一个 正式一点的表情的 但是表情包都还没有找到 对方就已经把自己删掉了 真是见鬼了 他说什么了 他让我去墨园花院 一栋外面的西餐厅 一楼十五号桌 那里好像有东西 我正好在这里 我去帮你看他吧 那真是太好了 说完这话之后 萧国便也没有再给萧涵发消息 至于萧涵 则是直接跑到了阳台上 透过窗户 看向了外面 自己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会把地点 定在墨园花院 这不正好就是 自己这个小区吗 天哪 是对方已经知道 自己住在哪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不知道为什么 萧涵总感觉 自己头顶悬挂着一把利刃 随时能够杀死自己 阳台上有一幅望远镜 萧涵正好可以通过望远镜 看到那个西餐厅 他也看见了萧国 他推门进入了西餐厅 墨园花院一栋十一楼 也是萧涵头顶的位置 也正好有一个人 拿着一个望远镜 远远地看着 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把枪 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 左手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姓名萧天策 样貌完全皮皮对 已经确定就是这人 传闻大将 我现在就杀这个家伙 孔悦的耳朵和肩膀 夹着一通电话 电话是打给二国传闻大将的 哈哈 孔悦啊 不愧是你 这么快你就已经找到这个人了 哈哈 你就是我们二国的英雄 大将谈不上英雄 只是这个家伙太傻了 他太容易被骗了 只要杀了这个家伙 华夏国就不足为虑了 到时候就可以尽等 虚拟融合现实 到时候 我们直接将华夏国全部杀光 电话那头 传来了川文大将疯狂的笑声 而孔悦这边 心里却平静如水 他透过八倍镜 死死地看着萧国 他看着萧国 慢慢地走进15号桌 萧国拿起手机 对着桌上的一张纸条 拍了一张照发送给了萧涵 可就在这个照片 刚刚发送给萧涵的时候 一颗子弹划破空气 打穿了西餐厅的玻璃 将萧国的脑袋 给整个贯穿 同时还将萧国的手机 给直接轰穿 目标击毙 已经完成击杀 大将 收枪 孔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 不愧是你 等到时候 我们将华夏占领之后 大佐会给你大大的奖励 滴滴 川文大将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萧涵这边 将这一幕通过望远镜 也完全看在眼里 没想到 他的嘴里 还不停地念叨着 对不起 萧国 我不是有意啊 我没有想到 在华夏境内 这人居然如此嚣张 事实上 萧涵的确也没有专门 给萧国设置这个陷阱 只是萧涵为了防患于未然 才让萧国前去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天哪 现在想起来 萧涵的心里 都还有点害怕 没想到这个黄石 居然已经开始在现实世界当中 对自己下手了 而且黄石只是一个开头 肯定还有其他人 看来现在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死在任意一个角落里面 萧涵躺在床上 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此刻的他 就连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虚拟融合现实 已经成为了时间问题 而自己的实力 也已经达到了 让其他国家胆寒的地步 不然他们不会这样 费尽心思地 想要杀掉自己 华夏国如果自己死亡的话 那么对于其他 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天大的好事 到时候 他们要想侵占华夏国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行 这几天还是不要出去的好 于是隔绝 萧涵在心里暗暗点头之后 便打开手机 看向了萧国 发送给自己的最后一条消息 萧国兄弟 我会为你报仇的 这个第十二主城的副本 我一定会攻下来的 萧涵在心里给萧国发誓之后 看向了手机上 萧国发给自己的照片 第十二主城最后一个隐藏任务 季王的辉煌 坐标第十二主城两万五千六百四十三 第十二主城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一十五 关于这个消息 萧涵将它好好地收藏了起来 然后 自己就再次进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关于第十二主城的最后一个隐藏任务 先放一放 先去一趟北陵王国 萧涵点了点头 随即便看向了自己身边的奥恩 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过去了 装备的打造也差不多快要成功了 还需要多久 奥恩 差不多还有五分钟 好的 在萧涵等待的过程当中 华夏国内 墨元花院外 一些人在看见萧国死后果断地拨打了急救电话 很快救护车就来到了这里 一起来的还有很多的警察 周警官 死者叫做萧国 枪杀 从弹道的痕迹来看的话 应该是从墨元花院里面打出来的 周警官皱眉 自从国外传来很多死亡的消息之后 没想到国内也出现了首例死亡 他也知道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死于枪杀 为什么不是同死 勒死 而一定是枪杀呢 那毫无疑问 对方肯定是早有预谋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枪手不会无缘无故 挑一个人来随便杀的 既然只杀死了萧国的话 那就只能说明 萧国自身牵扯到了其他事 小列 你调查一下 看看萧国最近和什么人接触过 还有找出每一条 可以让他死亡的原因 好的周警官 小丽站起身 来对着周警官进了一个礼 但是回过头 来他又多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萧国 周警官 你觉不觉得这个人 好像另外一个人非常像 像谁 周警官对小丽问 萧天策 一个游戏里面的人物 说话的并不是小丽 而是一直站在周警官身边的小陈 小陈是新来的同事 平时他也喜欢玩一玩九灵图 毕竟光靠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 根本就养活不了一家人 他就只能通过玩九灵图 来赚取一些额外的费用 所以当他看见萧国的面部之后 他第一反应 就是九灵图网游当中的萧天策 对对对 就是萧天策 而且周警官 萧天策也姓萧 萧国也姓萧 他们两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周警官皱眉 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了什么 原来说的是一个虚拟人物 我们做这行的 讲究一个真实性 而且再说了 九灵图网游当中 可是有一个叫做改变外貌的功能 万一萧天策的颜值上调了60呢 你们还觉得萧国和萧天策很像吗 说是这样说 周警官也知道 任何事都需要讲究一个真实性 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也是惊了一下 萧国和萧天策简直太像 周警官 你说的对 但是如果这两人就是同一个人的话 这件事就变得严重了 小陈突然开口 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件事的后果 他们瞬间就明白了 现在外国已经出现了 因为九灵图而死的人 这一点已经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 虚拟融合现实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现在每个国家 都在培养自己最强大的等级战士 为的就是等到虚拟融合的那一天 国家能够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来对抗外敌 而华夏公认最强者 就是一个叫做萧天策的人 快去给我查 现在用脸部识别 查找有没有和萧国长得很像的人 对了 你们现在给我去墨云花院里面看看 这个子弹 到底是从什么位置打出来的 将这人给抓住 周警官赶忙下令 好的 好的 小丽和小陈带着几个人 朝墨云花院里面走去 与此同时 在案发现场的角落当中 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 带着自己的公文包 默默地离开了西餐厅 而他耳朵里那米尔迈 突然传来了呼声 多说 情况如何 队长 现在情况一切正常 根据我的判断来看 这个家伙 应该只是一个替身 并不是萧天策本人 很好 务必给我从各方位 保护好萧天策 在他的实力 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不能让任何人接近他 好的队长 保证完成任务 阿尔国 填板大藏这边 咚咚咚 请进 填板大藏话音刚落 穿纹大将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已经办妥了 萧天策已经彻底被我杀死了 听到这话 填板大藏伸出自己的手重重的 拍打在了桌子上面 好 真是太好了 萧天策一死 那么华夏将变成垃圾 在整个世界当中 他们也可以移除了 就算他们现在 还有实力嚣张 但是这嚣张的资本 也仅仅只是来源于他们 那该死的人海战术 还有强大的军事力 可是 现在变了呀 一旦虚拟融合 大家打架 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 投一个核弹就结束了 以后讲究的可是魔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技巧都没用 干得不错 干得不错呀 川文大将 填板大藏十分欣赏的 在川文大将的身上拍了拍 过奖了 还是先上你英明啊 提前为我们二国解决了一个后患 以后我们二国 就可以将华夏占为己有了 对了还有当年 没有完成的一些实验 应该也可以完成了 川文大将这话 倒是提醒到了填板大藏 川文大将 这件事我会告诉A国那边的 现在你就先回去吧 说吧 川文大将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黄雀成万 随着奥恩最后一锤的挥下 装备的打造也全部完成 主人 全部打造成功了 这些装备的品阶 依旧是保持在神紧 他们的装备效果 也合二为一了 奥恩大手一挥 整个山体当中 所有的装备 像是被召唤出来一样 朝着萧涵飞来 叮 恭喜你 获得一千剑 改造 魔煞灵甲 好 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件装备 自己的召唤 生物实力 又将得到一个恐怖的提升 萧涵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现在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 在虚拟 没有融合现实之前 他依旧是不能放松 一旦放松 他就随时都可能死亡 我们走吧 萧涵带着奥恩 还有太古龙女 朝着黄雀成飞去 奥恩回到了工会 而萧涵则是带着太古龙女 来到了任务大厅之外 提罗娜 你来这里干什么 萧涵看着提罗娜 站在任务大厅的门口 诧异地问道 吴王 提罗娜是喜欢战斗 不喜欢在工会当中闲着 如果主人要离开这里 请带着我一起 好家伙 提罗娜是一点也闲不住 不过想来也正常 这家伙 之前在血雨当中 天天打打杀杀 现在突然来到工会 自然是有点闲不住 那好吧 你跟着我 提罗娜点头 乖乖地跟在萧涵的身后 萧涵没有命令 他也不会主动去说话 走进任务大厅 戈斌尼和兰婷都站在这里 天侧勇士 你终于来了 戈斌尼激动地喊道 同时朝着兰婷摆了摆手 妹妹你过来 兰婷站在戈斌尼的身边 哥 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我可以自己去北陵王国了 兰婷明显有些不想 听戈斌尼的话 闭嘴 现在黄雀城 外面到处都危险重重 你自己去北陵王国 要是遇见了什么问题 怎么办 今天正好天侧勇士 也要去北陵王国 你就跟着他一起去吧 戈斌尼也不等蓝亭否定 直接将蓝亭的手 交给了小韩 天侧勇士 我可把我妹妹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保证 她的安全啊 我只有这样一个妹妹 放心吧 戈斌尼 对了天侧勇士 这个东西 你拿着 你顺着上面红色的路线 一直走就可以到北陵王国了 到那里 会有人接待你的 正是麻烦戈斌尼了 没有 应该是我麻烦天侧勇士你了 我这个傻妹妹 她要是不听话 你就打她屁股 小韩呵呵一笑 打鬼打 但是这个打的位置 好像多少有点过分了吧 于是乎 几秒钟之后 小韩在和戈斌尼告别之后 就带着蓝亭离开了任务大厅 太古龙女 我们走 一个阵翅 太古龙女带着几人离开了黄雀城 朝着北陵王国飞去 蓝亭 你可要抓紧我 这上面风很大的 小韩骑在龙背上歇斯底里地叫着 生怕蓝亭听不见 现在可是几千米高空啊 这要是刷下去 必死无疑 而蓝亭只是撅了撅嘴 好像毫不在意 随手一抓 像是抓住了龙背上的一根骨刺 哄 抓稳了 这个时候 太古龙女一个阵齿 速度暴涨一倍 本来毫不在意的蓝亭 突然受到这股力量的冲刷 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还好刚才她抓住了什么东西 喂喂喂 快松手啊 我叫你放手啊 你在抓什么地方啊 痛啊 一股剧烈的疼痛 感觉肌肉都在撕裂一样 此刻的肖寒 恨不得直接将蓝亭的手给砍断 龙背上这么多抓的地方不抓 偏偏抓了一个不该抓的东西 我没办法呀 我顺手一抓 就抓住了 我也不知道啊 蓝亭一脸无辜 你倒是救我啊 肖寒双手死死地抓住蓝亭 她不是怕蓝亭飞出去 而是她怕蓝亭 带着她身上的肉飞出去 老天啊 你是第一个危险 到我生命的人 提罗娜 快把她拉回来 提罗娜抓住蓝亭的衣角 蓝亭呼出一口长气 而肖寒则直接盘腿坐在了龙背上 真是见鬼了 半个小时之后 太古龙女忽然开口 主人 前面是禁飞区 禁飞区 肖寒还没开口 旁边的蓝亭开口了 完蛋了 我们好像遇见了死亡沙漠 死亡沙漠 那是什么东西 会吃人吗 提罗娜问道 吃人倒是不会 但是会让所有经过这里的人 全部死在这里 至今没有一个人 活着离开这里 主人小心 太古龙女本想着 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 可是当她刚刚进入 死亡沙漠领域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力量 顿时就让她 失去了所有行动能力 哄 太古龙女 直接重重地摔在了沙漠地上 而肖寒和蓝亭 则是被提罗娜 带着稳稳地站在了这里 你没事吧 提罗娜对着太古龙女问道 太古龙女化身人形态 摇头 没有大案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死亡沙漠 居然隐藏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强大如太古龙女 都会直接失去行动能力 确实有点离谱 这里可是死亡禁区 一般情况下 她都不会出现 没想到这一次 居然被我们碰见了 该死 蓝亭皱紧眉头 环顾一周 她似乎是在寻找出路 但是让她失望的是 在四面八方 除了沙漠还是沙漠 甚至此刻在他们的身后 也并不是来时的路 现在的他们 就像是凭空穿越到了 另外一个空间一样 该死 看来死亡沙漠的传说都是对的 没有人能够离开这里 完蛋了 蓝亭直接坐在了沙地上 滚烫的沙子 让她蹭了一下 又站了起来 这时候 萧涵走过来 在蓝亭的耳边轻声道 我就淡淡地说一句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知道的那个传说也是 因为有人从死亡沙漠出来 你才知道的 蓝亭一听 顿时双目闪过一道金光 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死亡沙漠 真的是让人必死的存在 那么传说也不应该存在才对 既然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关于死亡沙漠的传说 那就表明 当初有人从死亡沙漠出去过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整个四周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 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 如何出去呢 现在北陵王国大比在即 如果我们在这里 耽误太多时间的话 我们很可能会失去比赛资格 蓝亭看着萧涵 有些就焦急地说道 怕什么 死亡沙漠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萧涵一边说着 一边带头朝着前方走去 虽然蓝亭说得不错 整个沙漠 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更没有水源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萧涵可是召唤师啊 老天 出来吧 潮汐之灵 主人 能降雨吗 当然可以 很好 快开始吧 都快要热死了 潮汐之灵按照萧涵的吩咐 双手合十 骤然间整个沙漠的上空 开始被一团乌云笼罩 滴答滴答 渐渐的已经有一两滴小雨 从天降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哗哗哗 雨越下越大 本来灶热的沙漠 硬是降了好几十度 这体感温度美滋滋的 我们走吧 去看看怎么离开这个沙漠 萧涵带着自己的人 朝着前方走去 唯独蓝亭傻傻的 跟在萧涵的身后 喂喂喂 搞错没有啊 这可是死亡沙漠啊 难道不需要一点面子的吗 别人在沙漠中艰难求生 你倒好 直接在沙漠中降雨 你是雨神吗 蓝亭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这家伙不能用场理来看待 还是快点跟上去吧 另外一边 在死亡沙漠的某个角落里面 大哥 那边好像有乌云呀 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像是真的 这团乌云好像在向我们飘了啊 大哥我们看看吧 大哥 说话这几人 是前几天误入死亡沙漠的 北陵王国士兵 他们本来想完成任务 结果没有想到 自己莫名其妙 进入到死亡沙漠当中 而这几天 他们一直都是凭借 仅存的粮食在生存 现在水和食物都没有了 他们也快到了死亡的边缘 你们几个少在那里 逼逼赖赖的 在这个死亡沙漠里面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乌云 这里可是死亡沙漠 进来的人 就没有出去的可能 领头的士兵 始终躺在地上 闭着眼睛 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力气 可是大哥 好像真的是乌云啊 这个乌云 绝对不是海市蜃楼 而且还好像还在下雨 那边的沙地颜色都变了 不管了 我要活下去 大哥我先冲了 我也冲了 这几个人朝着乌云的方向 直接冲了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想要活下去 他们才不想去管大哥 让不让他们过去 这些都不重要了 而领头的士兵 则是安静地躺在地上 都是一群傻子 死亡沙漠中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乌云 更不可能会下雨 这是绝对的 还不如安静地躺在地上 节省一点力气 话音刚落 一股清爽的微风 忽然从领头士兵的脸上浮过 爽啊 这几天沙漠上的高温 已经让他的脸脱了一层皮了 现在忽然吹过来的微风 对于领头的士兵来说 就犹如春风拂面 一个自爽 可是 等等 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啊 这里可是死亡沙漠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凉爽的微风呢 领头士兵猛地 睁开自己的双眼 看向了不远处的那个位置 操 真的是乌云啊 而且 还是在下雨的乌云 这一瞬间领头士兵 忽然就来了精神 这么久了 他终于见到水了 能不激动吗 他猛地跳了起来 朝着乌云所在的方向 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极快 也就是一两秒钟的功夫 就超过了 比他先出发的那几个士兵 喂喂喂 刚才大哥不是 说他不相信有乌云吗 现在怎么比我们还跑得快 他这是先礼后兵啊 好好学 大哥身上 还有很多 没想到这种情况下 大哥还能够有这么清晰的思路 确实值得佩服 闭嘴巴 都快要死了 还管他们的 冲冲冲 这几人也跟在领头士兵的身后 朝着前方快速奔袭而去 主人 前面好像有活人 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 提罗那突然开口说道 人 不 绝对不可能的 在死亡沙漠里面 根本不可能有活人 蓝亭还没有把话说完 提罗那继续说道 这些人身上 好像还带着一个黄色的玉佩 玉佩 你真的看见活人了 本来不相信的蓝亭 一把抓住了提罗那 仔细地问道 那不是人 难道是鬼吗 他们好像很渴的样子 蓝亭顺着提罗那 手指锁指的地方看去 入眼之处 确实有好几个人隐正 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 冲了过来 而且他们身上 那金黄色的玉佩 在阳光下 总是显得那么耀眼 他们是北陵王国的亲卫队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脸 蓝亭开口诧异地问道 你说什么 什么是亲卫队 亲卫队明面上是 专门保护国王的一个队伍 但是真正保护国王的 还有更强的一支队伍 不过总体来说 亲卫队的 在整个北陵王国当中 可以用非常不错来形容 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 他们或许对于死亡沙漠 有些其他的信息 我们可以去问问他们 小涵表示没有意见 现在好不容易在沙漠当中 遇见了几个活人 自己总不可能将他们 给全部解决掉吧 于是后 他们也朝着这几个士兵走去 差不多也就是几分钟之后 小涵和几个士兵见面了 阁下 这是你弄出来的乌云吗 据我所知 这里可是死亡沙漠 在死亡沙漠当中 根本就不会出现乌云 还不等小涵开口 领头的士兵 抢先一步说道 你们是北陵王国的人 小涵问 对 我们本来完成任务 结果没有想到 意外来到了死亡沙漠当中 如果不是碰见了阁下的大雨 我们估计已经快要死掉了 这种奉承的话 小涵听见并没有丝毫的高兴 这时候 蓝亭忽然接着说道 死亡沙漠的消息 你们知道多少 你有办法能够离开这里吗 你是黄雀城的蓝亭吧 我之前听北陵王国当中的那个导师说过 听说这段时间你会到北陵王国 没想到你也来到了死亡沙漠 说说吧 你们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 蓝亭追问道 死亡沙漠相当于一个无解的地方 在这里只有等死 除了死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离开这里 领头的士兵刚刚说完 他身后另外一个士兵忽然拍了拍他的后背 不对啊 大哥 你之前不还说可以通过薛影的方式 将死亡沙漠弟弟的那个大家伙给吸引出来吗 领头士兵狠狠地白了一眼自己身后的人 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想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 但是我们的血够吗 就算把我们的血放干也不见得能够将那个家伙吸引出来 所以这个办法是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办法确实行不通 难怪在这个沙漠当中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没有庞大的鲜血作为支撑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将那个家伙给吸引出来 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难题 可是对于萧寒来说不存在啊 就没有萧寒没有的召唤生物 不就是需要鲜血吗 之前击杀血族立血王的时候 不是获得了一张S级几品召唤卡吗 同样是血族的人会放点血 应该很正常啊 这件事好办 交给我吧 萧寒咧嘴一笑 转手就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掏出来一张血红色的卡片 出来吧 血腰 只见一个浑身泛着血红色蒸汽的生物 出现在了萧寒的面前 会放血吗 当然会 我能够操控血液 那就好 开始吧 放得越多越好 只见血腰将自己左手食指 狠狠地戳进了自己的心脏 一根血柱赫然间 就从他的胸口喷射而出 喷射而出的血液 被他用一股强大的力量 重新凝聚在一起 形成一团光球 悬浮在他的面前 这一幕直接给其他人看傻了 特别是蓝婷 这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 自从上一次黑压血灵一世之后 他好像就已经看不懂萧寒的实力了 虽然之前拿十字架的那个召唤 生物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但是萧寒的实力 却是一直都在变强 就像现在一样 轰轰轰 忽然间 整个沙漠的地底传来猛烈的震荡 这是怎么回事啊 蓝婷有些战力不稳 好在有替罗娜的帮助 这是沙丘虫要出来了 这个血球的血气太浓郁了 已经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了 领头士兵骤霉道 沙丘虫的实力之强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抵挡的 所以我刚才没有说 就算能够释放出大量的血气 但是想要击杀沙丘虫 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就等死吗 面对其他士兵的问题 领头者并未说话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萧涵的身上 他不知道为什么 萧涵在听到自己的解释之后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家伙的实力 确实很强 能够斩杀沙丘虫 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家伙的实力很弱但是自大 显然在领头者的眼中 任何人想要杀掉沙丘虫都没有可能 所以萧涵对于他来说 更偏向于后者 刷刷刷 这时候 一只像蜈蚣一样的生物 从地底猛地探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半空中的血球咬去 好浓郁的血血 本王今天一定要吃下 是吗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看见突然冲出来的沙丘虫 萧涵旁边的太古龙女 直接化身成为龙形态 一口龙吸从她的口中喷出 火海瞬间包裹沙丘虫 啊 该死的人类 你居然敢埋伏我 你这是找死 沙丘虫一声爆喝 想要震散这火焰 可是无论它怎么用力 都没有办法摆脱 这是什么火焰 你这是什么火焰 沙丘虫脸色 变得越来越难看 炙热的高温 就连自己身上厚厚领甲 都直接被烤化了 沙海风暴 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 你们不仅踏足了 死亡禁区 还敢来冒犯本大王 你们完蛋了 轰轰轰 沙丘虫尾巴一甩 在整个沙地上 画出一个半圆痕迹 下一秒 数百米高的沙浪 朝着萧涵他们压来 完蛋了 沙丘虫生气了 这种程度的沙海攻击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几个站在萧涵身后的士兵 在看到面前 急剧压迫感的沙浪之后 他们不由地向后 退了好几步 这种窒息感 让他们根本就呼吸不过来 强 实在是太强了 而兰婷也只是静静地 站在萧涵旁边 他虽然也非常害怕 但是他知道 这个沙海萧涵肯定有办法解决 主人 让我来吧 提罗娜走上前来 对着萧涵问道 也好 萧涵还没有真正地 见过提罗娜出手 而现在 提罗娜既然主动提出的话 自己当然也想看看 So 一瞬间 提罗娜忽然消失在了萧涵的眼前 他站在距离沙浪最近的地方 一掌轻轻地打在沙浪之上 血瓶雀 三个字从提罗娜的口中吐出 红芒乍 赤红色的空气涟漪 以提罗娜手掌为中心 想着四方扩散开来 直接将巨大的沙浪给全部挡下 轰轰轰 小女孩 你这是找死 沙丘虫看见自己的技能被挡下之后 心中的怒意忽然生气 他窜到地底又从提罗娜的脚下窜出来 想要一口 直接将提罗娜给吃掉 小心 蓝婷十分担心地嘶吼道 但是 提罗娜作为萧涵的仆人 实力自然不止于此 只见他右手手掌对着沙浪狠狠一抓 随后这个数百米来高的沙浪 就像失去了力量支撑一样 瞬间掉落了下来 紧接着 忽然出现的沙丘虫 一张血盆大口 直接将提罗娜吞入腹中 哈哈 人类 你们还敢和我作对 刚才那个女人就是你们的下场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沙丘虫狂妄地冲着萧涵咆哮 是吗 萧涵淡淡一笑 倘若提罗娜的实力仅仅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还真是让萧涵有些失望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红光从沙丘虫的每一个毛孔绽放出来 这这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沙丘虫看着自己的身体 心中有些莫名的恐慌 随后一道呼声 竟然从自己的腹部传来 血浮暴 红色能量在沙丘虫的体内凝聚 将沙丘虫的腹部长得越来越大 直到十秒钟之后 红色的能量忽然在沙丘虫的体内爆炸 砰 一声巨响 直接将沙丘虫炸成了两半 而在红光当 中提罗娜静静地站在虚空当中 叮 恭喜你 你的仆人提罗娜成功击杀沙丘虫 获得经验值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W 成功通关副本 死亡沙漠 获得A级极品召唤卡 沙丘虫 一招直接秒杀 区区沙丘虫也不过如此 萧涵简单地看了看此次获得的装备 直接将它们全部丢到了背包当中 自己现在有装备 所以击杀沙丘虫获得的装备 对于自己来说用处并不大 主人 提罗娜回到萧涵的身边 恭敬地说道 萧涵点了点头 干得不错 稍微赞赏之后 萧涵又转头看向了自己身后的几个士兵 既然现在沙丘虫已经击杀的话 那么应该可以出去了 我们现在有办法出去吗 萧涵对着他们问道 可是这几个士兵一脸茫然 他们全部贪坐在地上 双眼死死地看着前方 显然他们都还没有从之前的那个沙浪中回过神来 天哪 这里可是死亡沙漠啊 就算是剑兰来了 都不一定能够击杀沙丘虫吧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做的 被沙丘虫吃了都还能够活下来 喂喂喂 大哥 你确定这人不是我们北陵王国的人 为什么他的实力会这么强啊 绝对不是的 现在整个北陵国度实力最强的人都 已经全部聚集在王国里面 但是这个人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啊 数百米来高的沙浪一掌就直接毁掉了 而且沙丘虫在这家伙的面前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特别是那个女人 还能够变成巨龙 老天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士兵们在北陵王国里面生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强者没有见过 当初剑兰独占八方的时候 他们也有所耳闻 但是 萧涵这家伙 光是身边的两个女人就已经强到可怕了 这一百不是他的极限 嘿 现在怎么离开这个死亡沙漠 萧涵对着他们再次吼了一句 啊 哦 沙丘虫击杀之后 在死亡沙漠中会出现一个通道 只要找到这个通道 我们就能够离开这里了 领头的士兵刚刚把这话说完 旁边的蓝亭忽然指着不远处的地方 你们说的是那边的那道光吗 就在蓝亭所指的地方 忽然闪烁起一道淡蓝色的光门 远远看去像是一道门一样 对 就是他 我们快过去 他的存在只有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他会改变方位的 士兵话音刚落 太古龙女化身龙形态 带着众人朝着那道光芒所在的地方 飞去 也就是差不多两分钟的功夫 他们就出现在了光门面前 离开这里 他们又回到了原地 我们走吧 蓝亭 大笔时间快到了 要是我们迟到了就不好了 萧涵初步的算了算时间 开始催促起蓝亭 等等勇士 等等 勇士 士兵头领拦住萧涵和蓝亭 还有什么事吗 萧涵诞声道 此次死亡沙漠多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我们这里几人估计早就已经死了 萧涵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 士兵继续说道 勇士 如果你们此次是准备去北凌王国参加大笔的话 那么我得提醒你一下 此次大笔中有一个人非常强大 哦 是谁 卓一大法师的儿子 听说国王无论如何 也要让卓一大法师的儿子 在此次大笔中获胜 萧涵倒是感到诧异 国王亲自下手 大笔中获胜有什么好处吗 士兵头领摇了摇头 这我们就不知道 只有参赛者才能够知道 但是奇怪的是 此次我也问过很多参赛者 没有人愿意说出此次大笔获胜的奖励 也罢 看看就知道了 萧涵带着蓝亭一跃落在了太古龙女的身上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领头士兵再一次说道 勇士 如果此次大笔失败的话 我还愿意为你开一条路 亲卫队永远欢迎你 萧涵淡淡一笑并未直面回答 而是带着蓝亭离开了这里 大哥 亲卫队可是需要严格选拔的 你这样就给他一个后门 恐怕不合理吧 你是傻子吗 这家伙的实力 你们都看见了 如果他能够来到亲卫队的话 那么我们亲卫队的实力将提升无数倍 地位也会直线飙升 大哥说的对 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伙在北陵王国 我总感觉会闹出一场不可收拾的结局 我们还是先去把任务完成吧 看着萧涵离开的背影 这几个士兵也是心中一阵哽咽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小小的北陵王国 已经有点容不下这个家伙了 北陵王国精灵水房店内 钱多多躺在九五至尊的包厢当中 包厢之内飘着淡淡的粉红色雾气 而钱多多的脸上更是浮现着甜甜的微笑 老板 找到了 他们好像误入到了死亡沙漠的禁区当中 死亡沙漠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对于这一点钱多多倒不是很担心 对了 他们此次来到北陵王国肯定还有很多事需要做 尽可能不要去打扰他们 可是老板 你们不是 壮汉自然知道钱多多多对于萧涵的心意 他为了能够配得上萧涵 努力发展自己的产业 现在水房的强大已经占据了北陵国度境内所有的主城 而现在 萧涵好不容易来到了北陵王国当中 壮汉自然也希望萧涵能够来水房赔赔钱多多 闭嘴 他还有他自己的事 我们还是暂时不要打扰他们 好的老板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萧涵和蓝婷来到了北陵王国当中 刚刚出现在这里 在萧涵的脚下就出现了一个光标 顺着这个光标应该就能够找到NPC封盾了 我们走吧 蓝婷 萧涵朝着前方走去 而蓝婷顿住脚步 天侧勇士 不好意思 我想我得先去一趟北陵王国当中的图书馆 封盾那边要不你先去吧 那好吧 不过 你最好别出事 否则哥比尼问起来我可没有办法交代 当然 说完 蓝婷便自己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而萧涵则是跟着光标去找NPC封盾去了 没过多久 萧涵在一个小酒馆当中找到了NPC封盾 他正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喝着酒 你好啊 封盾大师 封盾大师一口烈酒入喉 加了两颗花生塞入嘴巴里面 咀嚼了两口才抬头看向了萧涵 天侧勇士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萧涵略显尴尬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让封盾大师久等了 不不不 并没有这几天王国之内都在忙着操办大笔的事 我也没有什么事做 我只是听戈宾尼说 有一个很强的人会来找我 没想到现在就来了 哈哈 封盾大师真会说笑 封盾大师又喝了一口烈酒 对了 听戈宾尼说 你的实力好像已经超过雅思高徒了 雅思高徒也算是我的师父 如果没有他的话 自然也没有我现在的成就 封盾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要想现在年轻人都如你这般 那么我北陵王国的实力毕竟提升好几倍 行了 我也不多说了 想必雅思高徒在北陵王国的消息 你也知道了吧 萧涵点头 之前戈宾尼确实说过 雅思高徒也来到了北陵王国 说句实话 自己还真是蛮期待再见到雅思高徒的 我听戈宾尼之前给我说过 他现在在召唤师的领域之上 你可以去那找找他 你或许还有意外收获也说不一定吗 叮 恭喜你 开启主线任务 寻找雅思高徒 打扰封盾大师了 礼貌告别之后 萧涵转身就离开了小酒馆 走之前还帮封盾大师把酒钱给付了 不错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封盾大师猛贯一口烈酒 虽然和萧涵只是短短的见过一面 聊了几句 但是现在 他是越看越顺眼 so 一个顺身封盾大师消失在了酒馆当中 渐渐的他头顶的昵称也开始出现了变化 现在的他不再是封盾大师 而是欲疯狂嗦 小子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召唤师领域 萧涵顺着任务 指引在北陵王国的地盘上来回穿梭 因为还没有玩家的原因 整个王国也就只有一些NPC和巡逻 站住 勇士 你找谁 我要去召唤师领域 寻找雅思高徒 可以 请进 只要站在那个绿色的光芒大镇上 就能够去召唤师的领地了 但是 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 今天召唤师领地人很多的哦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萧涵看着这个士兵不禁问道 今天是召唤师领域觉醒的最佳时刻 很多王国当中的召唤师 都选择在今天去领域内 看看能不能觉醒出 比较强大的领域召唤卡 原来如此 在这个召唤师的领域之上 能够获得领域召唤卡 这岂不是美滋滋的吗 之前自己意外获得了一张 魔星领域召唤卡 现在如果还能够获得 另外一张领域召唤卡 那么自己的实力 又将强到什么地步 勇士 如果你今天要去 觉醒领域召唤卡的话 可能会消耗一点时间了 无事 我就去找找雅思高徒 那好 你直接站在那个 绿色的光芒大镇上吧 我会将你传送过去的 萧涵按照这个士兵所说 来到了这个大镇中央 随着一道绿色光芒的闪起 萧涵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 再然后 他就出现在了一座山头之上 在这个山头上 站着密密麻麻的人 恭喜你 来到召唤师领域 当前排名 一万两千五百零二名 卧槽 看着眼前 突然跳出来的透明提示矿 人都傻了 现在北陵王国当中 根本就没有玩家 但是自己一来到这里 排名还是一W多名 真是见鬼了 您快看 王林居然觉醒了一张 C级领域召唤卡 羡慕了呀 之前好多人 都是觉醒的F级召唤卡 都给我整麻了 不是说今天 是觉醒领域召唤卡 最好的时候吗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连一个B级领域召唤卡 都没有召唤出来 难道今天 不适合召唤吗 都是小问题了 你们前面的人 越多人的F 就相当于 给我多电一层 你们就好好电吧 等一下我直接报一个 S级召唤卡出来 哈哈哈 来来来兄弟 你要你站我前面 你给我电一电呗 你这是找死 就在这些玩家 BB赖赖的时候 一道紫色光芒 从前方山顶闪耀而出 这不是A级领域召唤卡吗 天呐 这是谁啊 这不就来了吗 前面的垫子已经铺够了 到时候轮到我的时候 肯定就是S级召唤卡 你们快看山顶上的那个人 那不是宋瑶吗 没想到居然是他 他居然觉醒了一张 A级领域召唤卡 什么什么 宋瑶 这家伙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现在还觉醒了一个 A级领域召唤卡 这还要不要人活了呀 别急 你们快看 在宋瑶后面 卓一大法师的儿子 卓岩不是也准备上吗 卓岩此次 可是北陵王国大比的 有力竞争对手 此次他如果能够觉醒一张 A级领域召唤卡的话 那么大比的 最终胜者都不用想了 肯定是卓岩这家伙了 先看看再说吧 本来宋瑶 能够觉醒一张 A级领域召唤卡 已经够牛逼 但是一想到卓岩 还没有开始觉醒 这些人顿时就又平住了呼吸 他们死死地看着卓岩 而此刻 在山顶的位置 卓岩冲着宋瑶微微一笑 宋兄真是还运气啊 直接一下子 就得到了一张 A级领域召唤卡 现在整个北陵王国当中 最强的召唤卡 就是你了吧 宋瑶又不是傻子 这卓岩什么话 他难道还听不出来吗 此次北陵王国 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他卓岩才是国王看好的人 而且这一次大比 国王可是下了暗令的 一定要卓岩获胜 目的还不是为了 让公主和卓岩结婚 但是既然是大比 那公主最后 肯定是和强者站在一起的 卓岩 你就别说笑了 我的实力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此次 为了获得领域召唤卡 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 宋瑶调侃道 卓岩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复 而是当他转过头 来看向领域召唤阵的时候 卓岩的双目当中 闪过了浓浓的欲望 随即 他迈步朝着领域 召唤阵中间走了过去 每一步踩在这个法阵上 都会点出阵阵涟漫 这这这这 这是心灵相通 天哪 卓岩这几天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他一站在这个领域 召唤阵上 就能够触发心灵相通的呼应 我记得这不是传说中 才存在的吗 这家伙 居然真的能够使用出来 恐怖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样下去的话 都不用等他召唤了 他肯定是获得一张 S级领域召唤卡了 看来此次 北陵王国的 最强召唤师要变了 看见这一幕异响 下面的所有人 全部是纷纷震惊 特别是宋瑶 眉头皱紧 脸色有黑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卓岩为了这一次领域召唤卡 居然做到了这种地步 心灵相通 传说中的境界 看来此次S级领域召唤卡无疑了 而另外一边 因为 萧涵排名靠后的原因 他并没有继续排队 而是直接顺着光标的指引 去找雅思高徒去了 雅思高徒就在领域召唤镇的旁边 他作为北陵王国中 公认的召唤师 职业强者 他自然有资格在这里 见证新一代召唤师的成长 雅思高徒好久不见 天策勇士 你什么时候来的 雅思高徒看见萧涵的身影之后 先是惊了一下 随后扫了萧涵和他身后的两人一眼 强 很强的气息 天策勇士 你现在的实力又变强了 萧涵淡淡一笑 当初还不是多亏了雅思高徒 你帮我开启禁忌之力 不然的话 我的实力也不会达到现在这个地步 萧涵的话音刚落 下一秒 整个领域召唤师大阵之内 忽然射出一道赤红色的光柱 光柱冲天 惊世骇俗 这这家伙居然觉醒了一张S级领域召唤卡 难道最强召唤师 现在就要诞生了吗 萧涵还没有和雅思高徒谈论两句 突然出现的赤红色光柱 硬是吓住了雅思高徒 他深深地明白 现在这个赤红色的光柱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现在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 各个种族都在相互依附 如果人族再没有强大的勇士诞生的话 那么恐怕人族真的很难在这样的乱世中活下来 不愧是卓一大人的儿子 实力果然不一般 轻轻松松就能够觉醒S级领域召唤卡 我们北凌王国现在有出息了 试问现在四大国度 还有谁能够觉醒S级领域 根本就没有 卓妍果然厉害 要是我能够嫁给卓妍就好了零 别幻想了 卓妍可是国王看上的人 你们就别在这里乱想了 S级领域召唤卡 诞生的瞬间下方唏嘘之声不绝于耳 有了这张S级领域召唤卡 卓妍的实力就已经能够完全虐杀所有人了 宋妖在她的面前甚至连对手都算不上 卓妍兄 真是厉害啊 恭喜你获得S级领域召唤卡 宋妍脸上笑嘻嘻 但是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难受 确实她和卓妍的关系 根本就算不上朋友 甚至可以说是竞争对手 现在卓妍获得S级领域召唤卡 那也就意味着自己以后再也不是她的对手 所谓一步快步不快 宋妍兄弟 就别吹嘘 不过是一个S级领域召唤卡而已 如果不会使用 那要这张召唤卡有什么用吗 宋兄也知道 真正好的领域召唤卡 并不是在于领域召唤卡的品阶 而是如何能够将她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宋妍听到卓妍的话 也仅仅只是笑了笑 这种话说给鬼听还差不多 S级和A级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如何使用的问题 确实不错 如果这两人以后能够发展起来的话 在北陵王国也算得上是一方强者 旁边雅思高徒看着他们默默地点了点头 北陵王国能够诞生这样的翘楚 他当然是高兴的很 随即 雅思高徒又将目光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天策勇士 要不你也上去试一试 你之前在黄雀城的时候 可是觉醒了九页禁忌魔法书不是 或许你能够拿到更高的领域召唤卡 也说不一定呢 雅思高徒说话的声音虽然很小 但是却被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就连卓妍和宋妖也是 什么 这人是禁忌召唤师 禁忌召唤师 那个好几百年都不曾出现过的职业 现在居然出现了 怎么可能 雅思高徒什么时候会开玩笑了 禁忌召唤师可是禁忌职业转职 这个职业在这些人眼中 也仅仅只存在于书籍之上 但是现在雅思高徒居然说萧涵 就是禁忌召唤师 而且还觉醒了九页禁忌魔法书 这说出来谁相信啊 雅思高徒 饭可以随便吃 但是话不能乱说啊 禁忌召唤师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我都清楚 宋妖走到雅思高徒的身边 一双冷眸在萧涵的身上扫过 说句真心话 他其实并没有在萧涵的身上 看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你难道是在怀疑我 雅思高徒冰冷的声音 吓了宋妖一跳 当然不是 只是这个职业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这家伙真的是禁忌召唤师 宋妖当然也不是怀疑雅思高徒 他只是不相信禁忌召唤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禁忌召唤师试试就知道了 还觉醒了九页禁忌魔法书 光是这样的战绩就足以记录史册了 我倒要看看禁忌召唤师有多强 卓妍一脸傲气地走过来 站在雅思高徒的旁边 毕竟是觉醒了S级领域召唤卡的人 这点傲气还是有的 去吧 天策勇士 我也很想看看 你的实力又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我真的非常期待啊 雅思高徒冲着小韩微微一笑 小韩点头 他也没有办法拒绝 正好自己也想拥有一张全新的领域召唤卡 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 于是乎 小韩当着所有人的面前 静止地朝着领域召唤师大阵走了过去 一步跨出 第一步在他的脚下就出现了一道连衣 这一道连衣和刚才卓妍散发出来的一模一样 S级领域召唤卡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的实力这么强的吗 第一步踏出就已经锁定S级领域召唤卡了吗 卧槽 这家伙 难道还和卓妍大人一样强大吗 似乎天有我北陵王国呀 两大最强召唤师 天呐 你们快看 小韩第一步踏出就已经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 也就是说 小韩如果能够获得领域召唤卡的话 最少也是S级 这不是和卓妍一样的吗 看到这一幕 这些人能不震惊吗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之内 居然直接诞生了两个S级领域召唤卡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韩第二脚踏出 脚下的连衣竟然多上了一层 这是两层心灵相通 雅思高徒双目亥然 传说中的境界 没想到这家伙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这么久不见 倒是我小瞧 你了要是开启三层心灵相通的话 至少也是SS级领域召唤卡 恐怖如似乎 雅思高徒的心里虽然非常震惊 但是萧涵的表现 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欣慰 他们虽然接触不多 但是他早就将萧涵当成自己的徒弟一样 看待了 第三步 三层连衣从萧涵的脚下扩散 不 不可能 北陵王国当中不应该有人会超越我 我才是北陵王国最强的存在 看到大阵当中的萧涵 卓妍心中升起波澜 从小到大 自己一直都是人中龙凤 现在萧涵的出现狠狠地压住了他 他的心里自然是过意不去 出来吧 远古火龙 出来吧 远古火龙 此刻萧涵还在领域召唤大阵当中 而卓妍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了 今天他一定要除掉萧涵 要是今天不能够除掉萧涵 那么一旦等到萧涵获得SS及领域召唤卡之后 那么自己北陵王国最强召唤师的称谓就不报了 就因为这一点 卓妍就一定要除掉萧涵 世人永远只知道第一名 第二名永远都是失败者 去死吧 豁然间 高温将整个大山给完全包裹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炙热的高温 这种高温甚至可以将人体内的水分给完全蒸干 天呐 卓妍居然将远古火龙给召唤出来了 好热啊 快走 卓妍培养出来的远古火龙伤害居高 一个不小心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这家伙是疯掉了吗 他怎么突然将远古火龙给召唤出来了 这里可是召唤师领域啊 雅思高徒都不管一下吗 卓妍已经疯掉了 他好像是要杀掉那个大阵中的人了 快走 随着温度不断升高 在不远处的天空之上 也出现了一头盘旋的巨龙 一声声龙吟传出 震天汉地 下方宋瑶和雅思高徒站在一起 雅思高徒先生 你难道不想阻止一下卓妍吗 宋瑶一脸淡定地看着雅思高徒 开口问道 那你为什么不想出手去拦住卓妍 雅思高徒反问宋瑶 宋瑶只是微微一笑 拦住 我和卓妍与其说是朋友 还不如说是敌人 他现在获得了S级领域召唤卡 对于我来说 当然是不利的 现在卓妍想要去杀了那个家伙 对我来说 也算是一种好处 雅思高徒扫了一眼宋瑶 并没有继续说话 宋瑶是什么心思 他早就看穿了 他不过是想 用萧涵来对抗一下卓妍 如果萧涵有能力 能够将卓妍打成重伤 甚至是杀死的话 对于宋瑶来说 就是百利无遗害 但是雅思高徒之所以没有出手 也是因为 他想要看看 萧涵的实力 现在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 现在就是测试萧涵的最好世界 远古火龙 给我杀那个家伙 好的主人 听到卓妍的命令 远古火龙从天而降 对着萧涵俯冲而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敖一辰迈开脚步 朝着萧涵靠近 这一幕 被远古火龙看在眼中 起初他还不知道 敖一辰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是当他看见 敖一辰那双眼睛之后 他双翅一阵 突然停在了空中 这龙族 他绝也是龙族的人 而且血脉之力 为什么如此浓郁 远古火龙悬停在半空中 死死地看着下方的敖一辰 仅仅一双眼眸的对视 他就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在敖一辰的面前 他竟然隐约有种 快要跪下去的冲动 强 好强的压迫感 远古火龙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给我上去杀他 下方卓妍对着远古火龙 再次咆哮道 但是远古火龙敢动吗 他不敢动啊 敖一辰的双眼 分明就是在告诉他 要是敢动一下 你就死 但是 自己可是远古龙族啊 难道还怕这一个小家伙吗 去死吧 远古火龙硬着头皮 朝着敖一辰冲来 他深深地明白 要想击杀萧涵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杀掉敖一辰 否则自己 甚至连萧涵的衣角都摸不到 可是 就在他冲出来的一瞬间 敖一辰动了 速度极快 敖一辰也化身成为了龙形态 两条巨龙 互相盘旋在半空中 太古龙女的嘶吼声 在所有人的耳边阵战 这是实力的证明 强 非常强 碰 太古龙女轻轻一个龙颜弹 直接打在了远古火龙的身上 伤害35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卓妍的召唤生物 远古火龙 这这这刚才 那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 能够给我解释一下的 我靠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为什么刚才 好像有两只巨龙 在天空中盘旋 我没有看错吧 卓妍的远古火龙被杀掉了 另外一头巨龙是什么品杰啊 好像是那个叫做 萧天策的召唤生物 我去 现在龙族召唤 生物这么不值钱了吗 合计着人手 一只巨龙召唤生物了 世人只知道 卓妍的远古火龙强得可怕 他们也想过 远古火龙可能会直接杀掉萧涵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远古火龙会被萧涵的召唤生物 给直接秒杀 不 绝对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这样 你这家伙一定有鬼 卓妍彻底生气了 远古火龙被杀 现在她的地位受到了萧涵的冲击 此刻所有人看她的眼神 都不再是崇拜 更像是在看垃圾一样看自己 该死 该死 你这家伙 我一定要杀死你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让你看看S级领域召唤卡的实力吧 卓妍自知 如果再这样藏匿的话 那么她肯定讨不到好处 索性之下 那就直接将萧涵给一次性击杀吧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轰轰轰 一瞬间 卓妍身上的蓝条瞬间被清空 远远竖去 卓妍身边忽然多上了20只召唤生物 而且这20只召唤生物 全部都是A级极品召唤卡 强大的阵容 让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不会吧 这就是卓妍的真正实力吗 我的天啊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在这么短短的几天之内 将自己召唤卡的等级提升到了这种品鉴 好恐怖 我还以为要等到大比决赛的时候 才有机会看到卓妍的真正实力 结果现在就有机会看见了 强 很强 20多只A级极品召唤卡 这背景也太强大了吧 20只A级极品召唤卡 这需要多少的资金才能够筹齐啊 看来这一次卓妍是真的认真起来了 那个还在大阵当中的那人 应该是活不过去了 哎 我本来还以为会有一个SS级领域召唤卡诞生呢 结果现在看来 应该看到他领取领域召唤卡的时候了 20张A级极品召唤卡出现的那一瞬间 萧涵的存活率在他们看来就已经为零了 而宋谣这边依旧是将目光 落在了雅思高徒的身上 雅思高徒 现在卓妍已经将20张A级极品召唤 生物全部召唤出来了 而且他们的实力都不弱 雅思高徒如果你现在再不出手的话 恐怕那个家伙撑不过这一轮攻击的 说实话 宋谣还确实没有见过卓妍使用权力的样子 就连现在他看见卓妍使用出来的召唤卡之后 他的心中依旧是震惊无比 看看吧 等一下你就知道答案了 听到雅思高徒的话 宋谣眉头狠狠一皱 这个叫做萧天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让雅思高徒说出这样的话 这家伙的实力到底在哪里 难道单靠那头巨龙吗 宋谣摇了摇头 不绝对不可能 就算是那头巨龙的实力再强 那也绝对是挡不住这20只A级极品召唤生物的进攻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 为何萧涵现在依旧如此淡定 轰轰轰 这时候 萧涵战在召唤领域大阵当中 已经迈出了第六部 我的老天啊 这个召唤师的实力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都已经迈出第六部了 六层心灵相通 我之前看书上记载 好像能够踏出第七层心灵相通的人 有机会获得神阶领域召唤卡啊 神阶 天哪 北陵王国从建国以来 从来就没有人真正的获得过SS级甚至以上的召唤卡 而现在这个家伙居然能够直接接触到神阶 如果他能够成功走出召唤领域的话 那么他的成就100会超越雅思高徒的 不不不 你说错了 他现在的成就已经超过雅思高徒了 话别说太走 如果他死在了这个召唤领域的大阵中 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所有人凭住呼吸将目光全部看向了卓颜这边 此刻 这家伙不仅将20张A级级品召唤卡召唤出来 他还将刚刚获得了一张S级领域召唤卡给召唤了出来 出来吧 火源星 几方所有召唤生物火元素加成60 刷刷刷 一连串火红色的蚊子在20只召唤生物的头顶飘了出来 萧天策 你完蛋了 这一次我要让你死在这个大阵当中 我才是北陵王国当中最强的召唤师 而你将成为我卓颜在成长路上的垫脚石 给我去死吧 一颗巨大的火源星悬浮在卓颜的头顶上空 火红色的光芒照耀在这20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闪起不同的光泽看上颇为震撼 而萧涵则是站在原地只是淡淡一笑 提罗娜 奥伊尘 你们谁上 萧涵对着两女问道 吴王 伊尘姐姐已经出过手了 这次就让我来吧 提罗娜冲着奥伊尘微微一笑 然后便迈步走上前去 单刀附会 只身面对20只A级极品召唤生物 萧天策 你别欺人太善 卓颜看着走上前来的提罗娜 他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自己已经使用权力了 而现在萧涵在面对权力的自己 居然只是在选择让谁出手 这是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啊 给我杀这个家伙 碎尸万段 气急败坏的卓颜 势必将自己的愤怒全部打在提罗娜的身上 于是乎 20只召唤生物从四面八方对着提罗娜压了过来 哄 第一只冲到提罗娜的面前的是一只风系召唤生物 一招风愿斩对着提罗娜打来 提罗娜不闪不闭 右手探出 一把抓住这只风系召唤生物 紧接着一掌血爆拍在这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碰 一掌下去 直接毙命 这只风系召唤生物直接化成了虚无 还没有 在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提罗娜直接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只看见 在整个空间当中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光影 这道光影是提罗娜快速移动留下的影子 该死 这家伙到底在什么地方去了 火狐给我使用定位技能 锁定这个家伙的踪迹 给我把他弄死 他就像是一个跳蚤一样 左右来回跳远 火狐呢 火狐给我出来 火狐刚才被这家伙给杀死了 二十只A级极品召唤卡 在提罗娜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直接暴毙 就连悬挂在卓妍头顶的火猿星 替罗娜的攻击下 粉碎 不 绝对不可能 这可是S级领域召唤卡 怎么可能会被打碎呢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卓妍疯狂地后退 他才不愿意去相信小寒 仅凭一人就能够将自己 最强的阵容给全部毁灭 这还是召唤师吗 就算是禁忌召唤师 也不至于强得这么离谱吧 难不成这家伙将每一只召唤生物 都提升到了纠集状态了吗 卓妍疯狂地摇头 培养一只召唤生物 需要消耗多少经验值 他比谁都清楚 更别说将所有召唤生物 都提升到纠集状态了 这家伙还是人吗 碰 就在卓妍还在发神的时候 提罗娜一掌拍在卓妍的天灵盖上 死吧 伤害 一百大不了 提示 你的仆人 提罗娜将NPC卓妍击杀 收到来自卓一大法师的复仇 什么 这家伙居然直接将卓妍给击杀了 这家伙脑子出问题了吧 肖天策 看来此次 我们北陵王国当中 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而且实力已经强到可怕了 我本来以为他 能够在20只A级极品召唤生物的面前 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但是现在看来 我终究是低估了这家伙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家伙好像也是一个召唤师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来到这个召唤领域的人 全部都是召唤师啊 这就对了 好像这家伙从头到尾 都没有像卓妍一样 使用过召唤卡 这就很离谱了 对哦 这家伙再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身后 也就只跟了两个人 从头到尾 都在这两人在出力 以至于肖天策 都没有使用过一次召唤卡 天哪 这是什么奇怪的召唤师啊 不用召唤卡 就能够直接秒杀卓妍的 20只A级极品召唤生物 我就想问问 他的极限到底在什么地方 肖寒的人 直接将卓妍给杀掉了 这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出手如此狠辣 虽说卓妍的实力 在整个北陵王国当中 算不上是最强 但是他父亲卓一大法师 整个北陵王国当中的所有人 都应该给卓妍三分薄面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 肖寒不仅将卓妍的20只 召唤生物给秒杀掉了 还将卓妍本人给直接击杀了 完蛋了 要是被卓妍大法师知道 自己的儿子被人杀死了 估计卓妍大法师会大发雷霆吗 岂止是会大发雷霆 估计他会直接杀了肖天策 那也不一定 你们好好看看 这家伙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北陵王国当中 历代召唤师 现在 在整个北陵王国当中的召唤师 没有人比他更强 倒不如说 从今往后千年 没有人会比他更强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肖寒已经迈出了第八步 这第八步迈出脚下 已经生成了八道连衣 如此恐怖的实力 就连雅思高徒都震惊了 但是很快 雅思高徒脸上的神情 便又淡定了下来 有意思 好久没有见这个小家伙了 没想到 他的实力 居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时候 一直站在雅思高徒旁边的宋谣 不禁皱眉 强 实在是太强了 本来他和其他人一样 都以为肖寒会死在 卓妍的二十只 极极品召唤生物手中 但是现在看来 之前 的确是他小看了肖寒 不愧是连雅思高徒都欣赏的人 确实不一般 雅思高徒 这家伙杀了卓妍 现在就算 他能够获得 传说中的神洁领域召唤卡 在面对卓一大法师的时候 也会束手无策吧 雅思高徒笑了笑 一双眼眸淡淡地看了一眼宋谣 好像是在说 你永远不知道 这家伙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轰轰轰 忽然 萧涵已经迈出了第九步 九层连一 第十步 十层连一在他脚下瞬间浮现 下一秒七彩之光 从整个召唤领域当中 骤然升起 恐怖的力量冲击 让整个苍穹夺为之一阵 但生了 这是神界禁忌领域召唤卡 萧天策呀 萧天策 你真是没有让我失望啊 雅思高徒眼眸当中 闪过浓浓的欲望 此刻的他 甚至比萧涵都还要激动 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 看看这个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领域召唤卡 传说中的七彩之光 没想到 我居然还有机会看见 真是太震撼了 从此以后 北陵王国最强的召唤师 出现了 假以时日 萧天策实力 绝对能够成为 四大国度当中最强的存在 真是太强了 没想到萧涵 居然一举能够踏出七彩之光 觉醒最强的 神阶领域召唤卡 叮 恭喜你 成功获得神阶禁忌召唤卡 天龙七星 天龙七星 类型 领域召唤卡 等级 LV1 最高等级LV100 作用 能够将七星阵之内 所有召唤生物的伤害 5%转变成为真实伤害 似乎 其他的暂且忽略不堪 光这真实伤害的转变 就已经能够吸引住萧涵了 虽然现在 自己召唤生物的实力 还算是不错 对于任何生物 都可以做到 直接秒杀 但是如果等级再往后走的话 也可能会遇见 很多实力贼强的生物 到时候 真实伤害 就会派上很大的用场了 而且 这个天龙七星召唤卡 应该和魔星召唤卡 差不多 随着等级的提升 效果也会有所提升 试试看 这个想法 刚刚在萧涵的耳边闪过 下一秒 又是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叮 开始发放 今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85亿 NICE刚好准备提升 一下召唤卡的等级 没想到 召唤生物经验值就来了 正好这一波 先将紫玄仙女的等级 提升到满级 剩下的 就全部交给这张领域 召唤卡吧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将85亿 全部画给了紫玄仙女 哗哗哗 等级提升至LV960 等级提升至LV970 定 恭喜你成功将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 等级提升到满级 消耗召唤生物经验值 70亿 还算是不错 接下来就是 将剩下的15亿 全部加在 这张领域召唤卡上面 又是几秒钟之后 15亿经验值 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 定 恭喜你成功 将神级禁忌领域 召唤卡等级 提升到LV80 天龙七星 类型 领域召唤卡 等级 LV80 作用 能够将七星阵之内 所有召唤生物的伤害 42% 转变成为真实伤害 15亿的经验值 就连消寒都忍不住吐槽 之前紫玄仙女的 提升等级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困难 这还是前期15亿 才提升了80级 这说出去鬼 都不相信啊 不过领域召唤卡满级 只有一百级 否则 这东西 还真是一个无底洞 而且 从作用的提升上 来看的话 就算将天龙七星的等级 提升到一百级 他的真实伤害的转变 也只会提升到50% 不过也算是不错了 另外一边 在北陵王国当中的宫殿之内 剑蓝忽然跑到了 国王的面前 国王 召唤师领域那边 好像是出事了 就在前不久 忽然爆发出一股 十分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我 从来没有见到过 连剑蓝都没有遇见过 这不仅 让国王皱起了眉头 可这时候 卓一大法师忽然开口 国王大人 这股力量 似乎对我们并没有敌意 相反他 似乎还将整个北陵王国 抬升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地步 是吗 国王一脸不解地 看着卓一大法师 来人 士兵在 国王有什么吩咐 立马让人去召唤师领域当中 调查一下情况 看看刚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国王大人 一群士兵 带着国王跟命令 就朝着召唤师领域跑去 而偏偏也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卓一大法师的心腹 忽然走了前来 凑到卓一大法师的耳边说道 不好了 大法师 卓颜少爷 被杀死了 家中的灵牌 直接破碎了 这话一说出口 卓一大法师的额头上 瞬间清津直冒 你说什么 少爷他 是谁 是谁干的 听到卓一大法师 暴墓的嘶吼之声 说话之人 有些不太敢说 好半天之后 才继续说道 气息 似乎是从召唤师领域 释放出来的 什么 卓一大法师的脸色 闪过浓浓的三道黑线 刚才不是还在说 在召唤师领域 上面射出了三道七彩之光吗 本来还以为 是自己的儿子 将传说中的光芒 给激发出来了 但是现在自己的人 却来给自己说 卓岩死了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现在北陵王国的大笔开始 自己儿子可是受到了 国王的清点 就算是轻微对见了 都得给三分搏面 更别说其他人了 到底是谁敢这样 顶风作案三 这可不是杀了自己儿子 这么简单 更是不把国王 放在眼里 卓一大法师 你怎么了 国王见卓一大法师 脸色不太好 当即问道 回国王的话 我而卓岩被人杀了 我可能要暂时离开 一下这里 国王听到这话 直接就站了起来 真是反了他们了 建兰 你现在就和卓一大法师 一起去看看 到底是谁杀了卓岩 真是无法无天了 建兰点头 随即走到了 卓一大法师的身边 然后几人转身 就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此刻 一美从宫殿的后方 站了出来 父皇 你们刚才说召唤师领域 怎么了 一美知道 萧涵就是召唤师 而且是受到 雅思高徒钟爱的召唤师 现在在听到 召唤师领域出事之后 一美的第一反应 当然就是萧涵 来到了北陵王国 他来完成 和自己的约定来了 想到这里 一美的心中 当然是高兴的 所以他必须知道 现在召唤师领域 那边发生了什么 父皇 为什么刚才 在说到召唤师领域之后 卓一大法师 马上就离开了这里 国王微微皱眉 看了看一美 轻声道 召唤师领域 出现了七彩之光 这是从来都没有 出现过的神迹 而且在这道光芒 出现的同时 卓一大法师的儿子卓岩 死了 一美双目一睁 卓岩是什么样的人 一美心中 还是有些分寸的 现在整个北陵国度当中 恐怕能够直接 杀死卓岩的人 根本就没有 但是 父皇却说卓岩死了 应该不会错 他来了 一定是他来了他 才是北陵王国 最强的召唤师 现在一美的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 百分之一百肯定的答案 父皇我走了 一美朝着宫殿外跑去 同时他还给雅思高徒 发了一条消息 他来了是吗 一美来到召唤师法阵 公主大人 给我开启召唤师领域 恐怕 别废话 我现在就要去 那好吧 召唤师领域当中 萧涵从召唤领域上 走了下来 恭喜你啊 天策勇士 获得了传说中的 神界领域召唤卡 雅思高徒 颇为欣慰地 对着萧涵赞赏道 雅思高徒 真是会吹捧 我能获得这个 神界领域召唤卡 那也有你的功劳 而且现在世界融合 我的实力 还不算是太强 雅思高徒满意地 点了点头 他欣赏萧涵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 萧涵的实力很强 更是因为 萧涵不骄不躁的心 这一点 对于一个召唤师来说 非常重要 对了 天策勇士 这位是宋瑶 之前在你没有来的时候 他的实力和卓颜有的一拼 但是现在吗 雅思高徒 趁着这个机会 给萧涵介绍了一下 但是还不等 雅思高徒把话说完 宋瑶就将雅思高徒 给打断了 雅思高徒 你可别说了 以前我以为我的实力很强 但是现在 在看见萧兄的实力之后 我才明白自己实力有多辣结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萧兄以后多指点指点我 萧涵摆了白手 并没有正面回答宋瑶的话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正和之声 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是谁杀了我 我要让你尝命 整个声音在所有人耳中传响 不好 是卓颜的父亲 卓一大法师来了 卓一大法师 他是谁 萧涵看着宋瑶 不禁开口问道 北陵王国很强的大法师 他在北陵王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就连国王都十分尊敬他 此次萧兄你杀了卓颜 卓一大法师 肯定会找你算账的 我劝萧兄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宋瑶脸色十分紧张 一双眼眸 时不时的 还在看向自己身后的位置 生怕卓一大法师 忽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但是这个时候 雅思高徒走上前来 对着萧涵说道 此次确实是你杀了卓颜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你的不对 这是事实 但是这件事 我会尽力帮你扛下来 雅思高徒刚刚把话说完 卓一大法师 就站在了他的旁边 雅思高徒 国王敬你 那是因为 你是北陵王国优秀的召唤师 但是并不代表 你的权力通天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会杀了那个杀娃的家伙 这个仇我一定回报 卓一大法师的双眸 在说话的时候 已经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他在萧涵的身上 感受到了卓颜的气息 非常强烈 卓一 这件事 确实是他的不对 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 但是 闭嘴 雅思高徒 这家伙 可是杀了我的儿子 你现在在说什么话 补偿 能让我儿子回来吗 如果不能 那就请你闭嘴 卓一 给我杀了这家伙 卓一也不管雅思高徒 直接对着 自己身边的一个 同样为召唤师的卓一下了命令 在整个北陵王国卓家 卓颜虽然实力还不错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 最强的召唤师 卓一之所以看中卓颜 并不仅仅是因为 他是自己的儿子 更多的是 这家伙的潜力 但是 现在卓颜一死 伤自己的面子 卓一 你让卓颜出手 是不是以大欺小了 雅思高徒党 在卓颜的面前 现在要想拦住 卓一报仇的心 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但是 卓一让卓颜出手 这多少有点不公平 卓颜比卓颜 大了整整十岁 换句话来说 卓颜和萧涵 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要是真打起来 对于萧涵来说 肯定是吃亏的 雅思高徒 你要是再拦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此次我只是让卓颜出手 要是让我出手的话 你知道后果的 听到卓一的话 雅思高徒皱眉 确实 这或许是卓一最后的底线了 但是现在 自己要是让开的话 萧涵肯定占不到好处 可是不让的话 真要是等到卓一出手 那就更麻烦了 该如何是好呢 让开吧 雅思高徒 既然是我自己惹的事 我自己来解决就好了 萧涵从后方走了出来 推开雅思高徒 一双冷眸死死地盯着拙烈 萧天策 这家伙的实力 不等雅思高徒说完 萧涵将雅思高徒打断 无事 照杀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直接让雅思高徒愣在了原地 狂 绝对的狂妄 他万万没有想到 十分谦虚的萧涵 竟然在战斗的时候 会变得如此狂妄 不对 这家伙既然能够觉醒神阶 禁忌领域召唤卡的话 或许他还真有狂妄的资本 可问题是 他刚刚才获得 神阶禁忌召唤卡 实力都还没有得到提升 也就是说 现在这张神阶禁忌领域召唤卡 对于萧涵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小子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 我拙劣佩服你 是个男人 一个做事一人当 但是 这话说回来 今天你杀我卓家的人 就应该偿命 拙劣看着萧涵 嘴角洋溢起了一丝邪笑 今天萧涵的死已成定局 以前也有很多人想要杀我 可是我 还是活到了现在 哈哈 那只能说明 那些人是废物 是垃圾 今天不一样 我会让你死在痛苦当中 是吗 萧涵微微低下头来 闭上双眼 这种话 他早就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耳朵早就长简巴 不过 既然你们想玩死我 那么就来好好玩玩吧 让我来看看 你们的实力 出来吧 卓妍女枪 萧涵掏出了自己很久 没有使用过的召唤卡 150世纪的卓妍女枪 静静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我去 老天 这家伙 终于开始召唤出自己的召唤 生物了吗 我还以为他 真的打算 让自己身边的那两个人 去和卓妍打架呢 这家伙 终于要认真了 我弱弱地问一句 这家伙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物 你们有见过吗 很奇怪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召唤生物 我也没有见过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好像在召唤书的 百科书当中看见过 好像叫什么卓妍女枪 我只能说一句好美 看见卓妍女枪的身影 众人纷纷震惊 当然旁边的宋摇 也不例外 虽然他见过的A级几品召唤卡很多 但是说实话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张 极其稀有的召唤卡 这家伙真是不简单 小子 看来卓妍那家伙 死在你的手里 一点都不愧 倒是我小瞧你了 没想到这张召唤卡 你都拥有 不过也好 我卓妍的敌人 这样才勉强配得上 出来吧 猎民之蛙 一只浑身都是火焰的赤红色青蛙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同样是A级几品召唤生物 如果要比实力的话 也就只能靠单纯的等级 但是 并不全然如此 萧涵可是禁忌召唤师转直 卓妍女枪的实力 可不仅仅只是 等级高这么简单 黄金级的装备 也不是开玩笑的 杀了这个家伙 萧涵手指所指 并不是猎民之蛙 而是卓妍本人 下一秒 卓妍女枪脚步 轻轻一点 直接蹬了出去 她的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的功夫 就出现在了卓妍的面前 可是在距离卓妍 还有一米的时候 卓妍女枪的身体 忽然被定格住了 想要杀我主人 你不配 猎民之蛙张开自己的嘴巴 一根长长的舌头 从她的口中 吐出死死的 缠绕在卓妍女枪的脚下 给我回来 猎民之蛙忽然用力 将卓妍女枪 狠狠地往回转 有意思 但是你太弱了 卓妍女枪手中的长枪 轻轻旋转 锋利的枪刃 对准脚边的舌头 狠狠地刺去 辞了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猎民之蛙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的舌头 就已经被死死地 定在了地面之上 碰 紧接着 卓妍女枪脚步弹射 一脚踹在了 猎民之蛙的头上 距离直接将她 踢飞几十米远 同时舌头还被扯断 连带的长枪 在空中盘旋 伤害 40W 卓妍女枪 一把接住了长枪 枪火横扫 刷 将近五米来长的长枪 朝着前方扫出 一片烈火 凭空而出 背着猎民之蛙压去 快闪 猎民之蛙 快走 卓妍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一刻 她明白了 是她小看了萧涵 萧涵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她的预期 她甚至没有想到 就连自己的猎民之蛙 也会在萧涵的手中的 败下阵来 甚至没有一丝 还手之力 而且 还有一点 现在想要 让猎民之蛙 躲避卓妍女枪的攻击 根本就来不及了 同样是A级极品 召唤生物 为什么萧涵的召唤生物 能够对猎民之蛙 起到压制性作用 卓妍不明白 卓妍 你还在等什么 快给我杀掉 这个家伙 卓妍大法师 在旁边看着同样着急 现在这个局面 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是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对于卓妍来说 肯定是没有好处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接将萧涵杀了再说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给我杀了她 卓妍一咬牙 直接将自己所有的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现在 已经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了 要是再拖下去的话 猎民之蛙一死 自己又得浪费一只召唤生物 去单独对抗着炎女枪 与其这样 还不如现在让自己 其他召唤生物 对萧涵发起攻击 哄哄哄 同样是二十多只召唤生物 没有任何犹豫 冲着萧涵冲了过来 主人 吴王 这时候 敖伊晨和提罗娜 同时站了出来 有些着急地看着萧涵 要是再不出手的话 主人肯定会有危险的 但是没有主人的命令 他们连动都不敢动 别动 你们就看着就好了 萧涵摆手示意 他们不要出手 而萧涵自己 则是默默地 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掏出了另外一张召唤卡 很久都没有召唤过你了 或许他们都快忘记你的存在了 萧涵看着手中的召唤卡 微微一笑 出来吧 天鹰女皇 女皇出现 气场瞬间跋生 本来准备朝萧涵冲来的 二十多只召唤生物 都是稍微顿了顿 主人 很高兴 能够再次见到你 这次有什么 能够帮助你的吗 萧涵点头 把我把他们杀掉吧 轻描淡写的呼声 让卓烈听得如此气愤 小子 你不要进酒不吃吃罚酒 你以为刚才你一只召唤生物 能够压走我的猎民之蛙 现在就可以 以一己之力 对抗我整个召唤生物团队吗 简直就是在做梦 给我杀 给我杀这些家伙 二十多只召唤生物 同时相视一眼 然后对着天鹰女皇冲了过来 随即 天鹰女皇举起自己的右手 一个响指打出 碰 一股强大的银灰色灰烬之力 从他的体内释放出来 强大的波动 将十公里之内的所有生物 全部包裹其中 只要是一百五十级以下的生物 全部死亡 仅仅是一个响指的功夫 卓烈二十多只召唤生物 就已经死了将近十七只左右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 卓烈的召唤生物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 卓烈的召唤生物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 卓烈的召唤生物 刚才发生什么 刚才发生什么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哪 刚才就一个响指的功夫 好像卓烈的召唤生物 就死了十多只 搞错没有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召唤生物打响指 而且一个响指的能力 直接灭杀十多只召唤生物 开什么玩笑啊 这个叫做 萧天策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啊 从头到尾 好像他就从来没有认真过 一共就召唤了两只召唤生物 而且这两只召唤生物 每一只都是压着别人打 是卓家变弱了 还是萧天策太强了 那还用说肯定是萧天策太强了 这家伙之前 不是在召唤师领域当中 获得了一张 神机禁忌召唤卷轴吗 对哦 我差点忘记 从刚才开始 这家伙好像就没有想要使用领域卷轴的意思 萧寒的实力 光是现在表现出来的 就已经让所有人打寒了 现在想起来卓妍 去找萧寒的麻烦 还是傻呀 简直是傻得不能再傻了 此刻 最猛逼的 还是卓妍 她死死地看着前方 一双眼睛 像是看见了鬼神一样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她见过强大的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的 这可是自己的最强阵容啊 就算不能挡住天神 但是至少来说能够 和强者对上一回合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 现在在萧寒的面前 竟然连一个响指都挡不住 仅仅一个响指 自己的最强召唤生物阵容 直接死了将近十八只 这这这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实力啊 卓妍疯了 与此同时 萧寒让自己的召唤生物 解决掉了卓妍 召唤出来的其他召唤生物 就凭如此 也想杀我 废物 杀了他 萧寒冰冷的声音 落在卓妍的耳中 说实话 卓妍害怕了 他本来以为萧寒 只是一个才来到北陵王国 不懂规矩的小垃圾 但是现在看来这家伙的实力 真的太强了 卓妍开始不断地后退 不 不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卓妍大法师快救救我 快救我 卓妍连滚带爬的 来到卓妍大法师的面前 现在也就只有 卓妍大法师 才能够救他了 可是卓妍有什么办法 刚才自己可是说了的 让卓妍去击杀萧寒 但是现在卓妍 居然让自己出手 要是自己出手的话 那么这雅思高徒 必定也会出手 想要瞬间击杀萧寒 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 眼看 卓妍女枪一步步地靠近卓妍 卓妍大法师 只能暗自拽紧双拳 属人要你死 天塌下来你 也活不了 说完这话 卓妍女枪挥舞长枪 对着卓妍的胸口猛的刺举 天侧勇士 住手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极其温柔的声音 从萧寒的身后传来 这是一美 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 卓妍女枪成功击杀 NPC卓妍 不好意思 一美 你说慢了 刚才一美的声音 刚刚落下 卓妍女枪手中的长枪 就已经贯穿了卓妍的身体 萧寒也颇为无奈 不过是卓妍来找他的麻烦 自己如果就这样放过卓妍的话 这卓家以后 还指不定 要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呢 公主大人 您怎么来了 雅思高徒走上前来 对着一美恭敬地说道 我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的话 这北陵王国的大臣 都要死一大半了 以后父皇还怎么管理北陵王国啊 一美皱眉 今天虽然只有卓妍和卓妍死亡 但是对于北陵王国来说 这损失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之前卓妍 还获得了一张S级的领域召唤卡 公主大人 这时候 卓妍大法师也走上前来 对着一美恭敬地说道 卓妍大法师 公主大人 此次此人杀了 我卓家两人 请允许我杀了这家伙 为他们报仇 卓妍大法师十分恭敬 此番公主前来 对于她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能够得到一美的同意 那么就算自己出手杀了萧涵 那么雅思高徒也没有办法出手相助 如此一来 就不用担心雅思高徒这个家伙了 而且自己卓家 可是国王看中的家族 公主多少会给三分薄面 卓妍大法师低着头 脸上露出一丝邪笑 剑兰 你怎么看 一美看着 一直站在卓妍大法师身后的剑兰 轻声问道 剑兰抬头 并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将目光再次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说实话 就连她也没有想到 此次萧涵来到北陵王国当中 实力居然达到了这么强大的地步 这一点的确是出乎了她的预料 如果现在 自己也站在卓妍大法师这边的话 肯定对她不利 公主大人 国王只是命令 我带着卓妍大法师过来看看 并没有让我出手 此言一出 聪明人都能够听出来 剑兰此话的含义 也就是说 现在卓妍一个人 站在了一个阵营 卓妍大法师 此次你报仇 可能是不能了 这人一定要带走 一美双眸中 闪过一谋坚定 今天萧涵 他是互定了 公主大人 这家伙杀了卓妍这大比 之前国王可是告诉了自己 北陵王国大比的时候 一定要让卓妍胜出 这样一美才会和卓妍在一起 这对于国王 还是自己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 现在卓妍一死 国王的计划全乱 受到牵连的 自然就是公主本人 卓妍大法师 你不说 还差点忘记了 卓妍还参加了大比 不过既然她已经死了的话 那么回去之后 我会安排让人取消 她的参赛资格 一美说完 转身就走向了萧涵 我们走吧 天侧勇士 一美带着萧涵转身 就离开了这里 叮 恭喜你 成功完成雅思高徒的委托任务 领取下一阶段任务 完成大比 临走的时候 萧涵看见雅思高徒头顶上 橙黄色的问号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美头上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这应该就是 没有完成任务的提示 几分钟之后 萧涵被一美带着来到了 自己的房间里面 天侧勇士 这几天从黄雀城 来到北陵王国 应该挺累的吧 一美一边给萧涵倒茶 一边对着萧涵说道 倒也没有 只是没有想到 卓家的人会这么不知好歹 这么久不见 看来天侧勇士的实力 又变强了呀 萧涵摆了摆手 要说变强 他的实力还真没有太强 对了 一美 那个大比是怎么回事 北陵王国三十年一次的大比 在一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因为参赛的人比较多 暂时还没有轮到你 但是 我估计最多就是两个小时之后 会有你的第一场比赛 我能问一下 如果大比胜利 会有什么奖励吗 萧涵这话刚一说出口 一美名显顿了一下 一美总不能告诉萧涵 胜利者会娶自己吧 这是肯定不能说的 不然要是说出来 萧涵拒绝参加比赛怎么办 但是 他可以说另外一个奖励啊 此次大比 是最重要的一次大比 父皇已经在北陵王国 当了四十年的国王 他一直在寻找 强大的勇士 能够继承这个王位 好好地保护北陵王国 听你的意思是 如果能够在大比中获胜 那么就能够继承王位 是吗 一美点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或许是一件好事 毕竟之前 在黄雀城成为城主的时候 自己也获得了 召唤生物经验值的额外奖励 如果后面 能够继承北陵王国的王位的话 那么肯定又会获得 大量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我一次性挑战时吗 一次性挑战时的 天策勇士 你在说什么 一美有些不解 小涵解释道 如果大比 是一个一个的比赛的话 那么速度太慢了 不如直接来一次乱战 选出从乱战中活下来的人 然后再进行一对一比赛 选出最终胜者 这个主意 好像不错啊 王国的实力 好 就这么办 一美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之前大比总是会进行好几天 如果真的是按萧涵的说法 来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大比 最多两天就能够完成 天策勇士 你这个主意不错 我这就去安排 于是乎 一美给NPC空名发了一道消息 将大比的规则完全改变 几分钟之后 在北陵王国的上空 响起了一道呼声 大比规则更改 十分钟所有大比参赛者 前来空中战斗场 只有最后活下来的十人 才有资格争夺最终的胜利 大比规则简单粗暴 这才是选出强者的最快方法 这样的话 就快多了 萧涵嘴角洋溢出了一丝微笑 这种乱战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不太友好 但是对于自己 来说简直就是福利 那么一美 我就先去参加大比去了 等到获胜之后 我再回来 凯旋 两人道别之后 萧涵便骑着太古龙女 朝着空中战斗场飞去 另外一边 北陵王国王宫当中 其余三国的国王 也都全部都在这里 北陵王 真是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三十年的时间 这么快就过去了 这一次又到了大比的时候 可不是吗 此次听说 北陵王是下定决心 准备离开这个王位了 那不然了 这一次北陵王 对于这件事的重要性 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然也不会让我们三个老家伙 同时来到这里 其余三国国王 看着北陵王心中 多少有点惋惜 他们也算是几十年的好友了 现在北陵王 突然选择离开王位 这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有些高兴不起来 但是王位 毕竟是留给年轻人的 各位 此次时关重大 不仅关乎到整个北陵王国 还关乎到我女儿的幸福 希望大家多帮我看看 北陵王对着三位 恭敬地鞠了一躬 北陵王严重了 我单从此次大比的规则来看 我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此次大比最终获胜者 一定是整个北陵王国最强的人 而且超过了历代 所有大比获胜者 确实 能够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中 获胜的人 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要是我们这把老骨头 去玩这种东西 估计还真完不明白 三人说完 北陵王继续说道 行了 大比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 去空中战斗场吧 好的 那就陪北陵王去看看 我也很想见识一下 北陵王国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了 另外一边 大战规则的改变 让很多参赛者 直接猛逼了 喂喂喂 搞错没有 不是说好了 一对一单挑的吗 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乱战了 如果是一对一 我还有获胜的可能 现在群战 这完全就是自身难保啊 我就弱弱地问一下 有没有胜质者参赛的 我想和你们组队 到时候 如果获胜的话 奖励我们平方 好家伙 明明是群战 硬是你们玩成了群殴 现在就开始组队了吗 为了获胜 简直不择手段 我也要组队 什么叫做不择手段 这叫规则漏洞好吧 规则里面 可没有说不能组队啊 只要能够获胜什么方法 都不重要了 快快快 十分钟了 我们还是先去空中战斗场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朝着空中战斗场冲去 萧涵自然也不例外 他虽然不是第一个 来到空中战斗场的人 但是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站了 差不多有上万人 他们所站的地方 就是战斗的地方 而在前方还有一个高台 高台之上有四把椅子 椅子上面坐着四人 地位明显和北陵王平起平坐 你们看 那是不是四大国度的国王 我去 没想到啊 没想到四大国度的国王都来了 看来这一次北陵王国的大比 意义重大 你没有听说吗 此次要是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话 可是能够继承王位的 你的意思是 成为北陵王国的王 是的 我去 莫德说了 这个国王的位置 是我的了 就在众人唏嘘的时候 一道呼声在整个空中战斗场当中响起 大比 现在正式开始 只有活到最后十名的人 才有资格参加最后的决战 至于最后获胜能够获得什么 想必大家都清楚 那么开始吧 北陵王这话刚刚说完 下一秒 就有人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对着旁边的人一刀砍了过去 去死吧 砰砰砰 几个连斩 直接将旁边的这个人 给瞬间砍死 定 提示NPC 鲁西击杀 NPC亚明 大战一触即发 快快快 艾比 快过来 组队的人快过来 现在可是乱战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杀死 真是见鬼了 这个乱战 是谁研究出来的 感觉自己四面树敌啊 都别轻易动 一些组队的人 静静地站在边缘 久久不愿意出手 还有人直接让圣职者 施展保护罩 前期先用保护罩来 进行过渡 让其他人厮杀 等到大家的体力 都消耗得差不多之后 再进行出击 坐收渔翁之力 而萧涵这边倒好 直接让太古龙女化身 成为龙形态 他骑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在整个天空之上翱翔 有种远离战场的感觉 但是 真的是这样吗 太古龙女 龙系攻击 刷 一片火海 从太古龙女的口中 喷尸而出 空中战场之上 萧涵的实力全然释放 整个战况 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 另外一边 在黄雀城当中 黄师兄 好久不见 玩家布朗走入到金羽阁当中 脸上带着些许的笑意 将军 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这一次又有什么 我能够帮助将军您的吗 黄师喝了一口浓茶 淡淡地看着布朗 其他事情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件事 我想让你确认一下 布朗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面前的 透明提示矿 推到了黄师的面前 将军所说 是指萧天策的事 这家伙不是已经死了吗 还需要确定什么 你看看再说吧 布朗同样是 坐在工会当中的 一把椅子上 对着黄师轻声细语道 黄师低头 看着眼前的透明面板 上面写着短短的一条消息 昨天23点49分 玩家 宋玉琪 天策大神 我什么时候 可以给你生一个小天策啊 这段话 虽然非常不起眼 但是落在黄师的眼睛里 确实让他彻底震惊了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我在昨天23点49分之前 就已经杀掉了萧天策 按照道理来说 现在萧天策已经死了啊 黄师抬头十分惊恐地看着布朗 自己之前 可是二国最强的特种兵啊 他绝对不会看错的 那个去西餐厅拿纸条的那人 绝对就是萧天策 一定不会错 你确定他已经死了 布朗再次开口问道 确定 100%确定 那你看看你的好友列表 在很早之前 黄师就已经加了萧涵的个人好友 又因为现在世界融合的原因 如果有一个玩家死亡的话 那么其他好友是完全可以看见 对方是否在线的 或者是说 这个玩家的账号 有没有被注销掉 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但是黄师 竟然现在才想起来于是乎 他赶忙打开自己的好友列表 看了起来 这不看不要紧 看了之后 他整个人都坐在了地上 在他好友列表的第一行 就是一个叫做萧天策的玩家在线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绝对是死了 他怎么可能还在线 除非他是系统本身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活下来 对 没错 这家伙 就是九龄图搞出来的系统本身 现在虚拟人物 已经可以投射到现实了 是九龄图 让他在现实中活过来了 看着黄师不可思议的神情 布朗只是淡淡地喝了一口茶 黄师啊 黄师 你终究不是以前的 那个最强特种兵了 这么重要的细节你 居然都会忘记 太不应该了 大藏先生 现在非常生气 布朗将军对不起 是我的失误 我一定想办法弥补 弥补 听到这话 布朗冷冷一笑 怎么弥补 现在萧天策 都已经知道 自己处境有多危险了 如果想要再进行 线下刺杀的话 成功率几乎为零 将军说的是 那我们能不能 尝试一下线上刺杀呢 布朗看着黄师好半天 都没有说话 现在 对于我们来说 要想除吊萧天策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之前我们将关于 第十二城邦的秘密 告诉了萧天策 那么他就一定会 前往第十二城邦 去完成季王的辉煌任务 而那个副本 就是我们击杀他的唯一机会 黄师点头 确实如将军所说 现在想要献下击杀 肯定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那么就只有献上击杀 而那个关于 第十二城邦的秘密 就是他们 能够利用的最后一个手段 但是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将军 献上的萧天策 实力极其强大 我们要想击杀他恐怕 难度非常大 布朗点头 这一点他当然知道 现在萧寒 可是整个第十三城邦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玩家 没有之一 如果仅靠一个任务 就能够击杀萧寒的话 那确实是没有任何可能 黄石 在这个季王的辉煌任务当中 有一个区域 是禁区 在这个禁区当中 是不能够召唤任何生物的 换句话来说 只要萧天策 能够进入到这个禁区当中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击杀他的最好时机 但时候 我会安排数个战士和刺客 在这个禁区当中 对他进行绞杀 那个时候 就算他有十条名 也必须死在这个副本当中 想到这里 布朗将军的脸上 再次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还是将军有办法 从一开始 就已经准备好了B计划 这一次 的确是我欠考虑了 黄石十分佩服地 对着布朗将军鞠了一躬 这个计划 还缺少了最重要的一环 什么 如果才能够 让萧天策 进入到这个禁区当中 我明白 此次现实世界当中 是我给了萧天策消息 那么萧天策势必知道 我对他有必杀之心 利用这一点 他如果在季王的辉煌副本当中 见到我 那么他肯定会对我下杀手 到时候 我就引他前去禁区 然后借此机会 将萧天策给杀掉 听到黄石的话 布朗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 黄石 看了你还有点脑子 就是这个办法 不过还有一点 在他追杀你的过程当中 怎么活着带他进入禁区 这是你的问题 我明白 将军 那好 这件事最好 现在就开始策划 据我所知 现在的萧天策 已经去北陵王国了 他估计 要不了多久 就会前往第十二城邦的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说完之后 布朗将军 就传送离开了这里 现在还在副本当中 让他回来 我带他去一次 第十二城邦 去第十二城邦 会长 为什么要去第十二城邦啊 你这个家伙 不该问的别问 对不起 会长 我这就去通知幻影 金语阁工会当中 正在筹备一个 惊天大计划 而黄石为了 能够吸引萧涵 进入到禁区当中 他也就只能让幻影 配合自己 如果只是 自己吸引萧涵的话 估计还没有走出两步 他就会死在 前去禁区的路上 北陵王国当中 萧涵骑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一片火海 对着下方的NPC一顿灼烧 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NPC顾在力 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NPC金巴卡格 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NPC艾斯比 我的天哪 这家伙是在干什么 不是说好的大比吗 他怎么飞到天上去了 好强大的火焰 这火焰 只要碰到就死了 快走啊 圣旨者快加大保护 要不你来 这家伙的火焰 就连保护罩都没有办法保护啊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有没有能够召唤出 飞行生物的召唤师啊 我也要飞到天上去 我们队的人 快上来 还好我在昨天获得了一张飞行生物 不然这一次 还真完蛋了 没有想到 此次大比居然会有这样的人 看来要想获得胜利 不简单 别急只要熬过这一轮攻击 那个家伙 一定会进入冷却状态 到时候 就是我们击杀他的最好事件 一些只能在场地上 默默等等的人 全部是被高温火焰给灼烧致死 只有一些拥有飞行生物的召唤师 才能够带着好几批人 勉强活下来 北凌王 不错呀 此次北凌王国当中 也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召唤师啊 哈哈 这家伙 确实是可以 现在召唤师 能够召唤出龙族生物 确实不简单 看来此次大比的胜利 基本已经成定局了呀 三大国王 看着萧涵的表现 纷纷露出了笑脸 但是这时候 北凌王突然开口 等等再看吧 而此刻 场中央的位置 因为萧涵的扫荡 现在还剩下的人 也不过只有一千多名左右 还算是不错 现在 总算是稍微安静一点了 萧涵淡淡满意的点头 于是乎 太古龙女稳稳地 落在了战斗场地中央 当然随之落下的 还有周围 零零散散的参赛者 您快看 这家伙 已经进入空窗期了 现在就是我们击杀他的最好方式 这个该死的家伙 居然凭一己之力 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兄弟 他还真是看得起自己啊 我建议 我们现在所有人 都暂时联合起来 先将这个家伙杀了 然后我们再来分高下如何 我同意 我也同意 这个家伙 就应该被杀死 算我一个 我要为我的兄弟报仇 加一千 看着萧涵落地 周围所有人 全部死死地盯着萧涵 本来就是乱战 但是因为萧涵此举 顿时就让自己 陷入到了众矢之地 一下子就成为了 所有人的敌人 这倒是让萧涵有点意外 不过也无所谓了 既然他们要上 那就一起上了 出来吧 天鹰女皇 既然你们要玩 那就玩一次大的 所有弱者都死了吧 天鹰女皇 杀了他们 赫然间在萧涵身边 又出现了一个 披着银白色长发的美女 这就是天鹰女皇 你这个家伙 好狂的口气 弱者 你这是在看不起谁啊 兄弟们冲啊 杀了这个家伙 这家伙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我很要想杀了他 一时间四面八方的人 都朝着萧涵冲了过来 天鹰女皇倒是不慌不忙 慢慢地抬起右手 有个响指喷的一声 恐怖的灰烬之力 瞬间从他的身上 释放出来 在这些参赛者的身上掠过 若我眼可见的 这些参赛者 竟然在被灰烬之力掠过之后 就变成了虚无 恐怖如斯 这这这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响指 直接就杀了所有人 搞错没有 这还是召唤师吗 我刚刚才从召唤师领域出来 这一招我熟 之前萧天策 好像用这招秒 杀了卓烈的时机 只召唤生物 你说什么 卓家卓烈 对 没错 这家伙的实力非常强 而且这家伙 好像还要用神剑 禁忌领域召唤卡 但是看现在这个样子 他好像还没有用尽全力 强 好强 这还怎么玩 一些等级 稍微高一点的玩家面前 从天影女皇的手中 活了下来 但是当他们知道 萧涵的实力 不仅于此的时候 他们都懵了 他们还敢去杀萧涵吗 答案当然是不敢 现在要是上去 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国王大人 此次大笔 我鼓跃弃拳 国王大人 此次大笔 我送十三弃拳 国王大人 此次大笔 我踢踢弃拳 反应快的参赛者 全部是选择放弃资格 毕竟和活命相比 胜利在他们眼前 根本就一文不值 而几秒钟之后 北凌王和其他三大国王 才渐渐回过神来 强 好强 这家伙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 甚至超过了剑篮 北凌王 不得了啊不得了 此次北凌王国 捡到宝贝了 这家伙的实力 是百年来最强的召唤师 行了 北凌王 我看这家伙还不错 你快宣布吧 北凌王傻傻地看着肖寒 他也没有想到 肖寒的实力 居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一个响指 直接清场 而且这种压迫感 更是让其他活下来的参赛者 全部选择弃拳 这种让人心中畏惧的实力 可是要比将对方打败 还要恐怖的 不得不说 肖寒的实力 他认可了 我宣布 此次大笔 最终胜者 肖天策 现在我宣布 此次大笔 最终获胜者 肖天策 北凌王从看台上站了起来 他的双目死死地看着肖寒 说实话 之前他还有点不想 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肖寒 就因为 他是黄雀城的人 配不上整个北凌国度的公主 但是现在看来 肖寒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不仅仅是肖寒身边的那条龙 还有那个银发少女 作为一个召唤师 能够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物 最少也有十只 但是肖寒现在 才刚刚展现出来两只而已 实力就如此强大 这家伙以后的前途 绝对可以超过雅思高徒 肖天策 你现在成为了大笔的获胜者 按照约定 我将把我的女儿许 配给你 再以后 我希望你对她无比宠爱 啊 肖寒都傻住了 什么情况 不是说大笔胜利之后 自己能够成为 北凌王国的王吗 怎么现在奖励突然变了 而且还变成了 将一美许配给自己 不是 国王 你是不是搞错大笔 获胜之后的奖励了 肖寒问 怎么 天策勇士 难道你不想 迎娶北凌王国的公主吗 这可是整个北凌王国当中 最高贵的女人 多少人想要娶一美 恐怕可以将整个北凌王国 绕上七八圈 但是现在肖寒 居然表现得这么不情愿 不不 国王 我的意思 是要不让你的其他女儿一起吧 呸呸呸 我是说 肖寒一时间竟然说错了话 本来问国王之位的继承 结果没想到 一开口居然说出了这种话 天策勇士 你刚才说什么 没 没说什么 就是这奖励 奖励就这样定了吧 今天晚上就结婚 同是国王之位 我也会让给你 说到这里 北凌王转头 看向了其他三个国王 这个重要的决定 他自然是 需要得到其他三个国王同意的 于是乎 见到其他三个国王点头之后 北凌王才继续说道 我已经在北凌王国 当了几十年的王了 我的实力也倒退了许多 我如果再继续当这个国王的话 北凌王国的发展 可能会慢上许多 以后 可能还需要你来 多多操心北凌王国的事了 天侧勇士 萧涵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他在等 在等北凌王国的国王之位 国王 你就放心吧 国王依普敌 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好 只要在今天晚上 把婚礼办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将国王之位交给你 谢国王 那你就先去准备一下吧 距离婚礼 开始还有三个小时 说完这话 国王大手一挥 直接抹去了整个空中战场 而萧涵则是乘坐着太古龙女 朝着地面上落去 在去寻找一美之前 萧涵来到了一家酒馆 老板 来两瓶最好的酒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服务员拿着一瓶好酒 放在了萧涵的面前 萧涵猛地喝下一口烈酒 烈酒入喉 萧涵的脸色顿时就红润起来 主人 喝酒对身体不好 敖一辰颇为关心地 对着萧涵说道 萧涵则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敖一辰 自己现在心里胶着得很 之前本来以为 只要完成大笔自己 就能够获得国王之位就完了 结果没有想到 何一美还有关系 结婚 老天啊 自己这么清白的一生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现在虚拟要融合现实 结婚生子 好像也是实属正常 唉 正当萧涵探出 一口浊气的时候 一道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酒馆的门口 你们快看啊 又是这个美女 这个美女叫什么来着 真是太好看了 你还不知道 这可是五千年 难得一遇的超级大美女 说实话 她的身材 还有长相都是一等一的 兄弟们 我都流口水了 真的忍不住 太好看了 要是我家里的那个人 也有这么好看就好了 我天天绝对四点就回家了 得了吧 今天能够在这个酒馆里面看见 她已经非常不错了 老板再来两瓶好酒 近来之人 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冰丝长裙 微风在她的颈间吹过 一缕缕发丝 在空中自由地摇摆 像是跳舞的少女一样 总能够勾人心魄 黄老板 帮我拿两瓶最好的酒吧 谢谢你了 黄老板看着眼前的美女 好半天之后才回过神来 擦了擦自己嘴边的口水 回应道 对不起 钱老板 你真的太美了 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近来之人正是钱多多 钱老板你稍微等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拿 麻烦钱老板了 些许之后 钱多多拿着两瓶好酒 连不轻移 朝着萧涵所在的角落走了过来 好久不见 这里有人坐吗 钱多多忽然凑到萧涵的面前 倒是吓了萧涵一跳 但是很快 萧涵便回过神来 原来是钱多多 好家伙 这么久不见 居然在北陵王国遇见了 还真是有缘啊 不过 说真心话 钱多多是越来越好看了 同样是穿的冰丝连衣 现在的钱多多看上去 更加有女人的韵味 真是好久不见了 钱多多频频一笑 这一笑 足以让整个酒馆当中的男人疯狂 如果不是之前 你帮我解除掉辛红之血的话 我现在也不可能会活到现在 钱多多一边开酒 一边对着萧涵说道 也不知道 钱多多多是故意的 还是有意的 这种时候 居然把这件事提出来 那天晚上 真不是萧涵故意的 钱老板 你听我说 那次我 还不等萧涵把话说完 钱多多伸出自己的手指 摁住了他的嘴唇 我不是怪你 那是你的选择 也是我的选择 我得谢谢你 我问你 我离开之后 你想我吗 突然冒出来的一两句话 直接让萧涵愣住了 他死死地看着钱多多的眼睛 这家伙很认真 他没有再开玩笑 他好像是真的想要 从自己的身上知道答案 咕噜 萧涵哩了自己的咽喉 可是 可是 今天晚上 国王才说了 自己会合一美结婚 可现在的钱多多 居然在这个时候跑出来 老天啊 这样的桃花运 要是在现实中会出现 我也不至于会在网络游戏里面待这么久 萧涵在心里疯狂地挣扎 你想过我吗 钱多多对着萧涵再次问道 而萧涵吱吱呜地说了半天 不知道如何回答钱多多 好了 我知道答案了 你跟我走 钱多多抓住萧涵的手 一个传送就消失在了酒馆当中 只留下了敖一辰和提罗那两人 主人 不用着急 钱多多不会害主人的 我们就在这里 静静地等待就好了 敖一辰本来是不想喝酒的 但是看着自己的主人 被钱多多带着之后 他的脸上也流露出丝丝难过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钱多多的心思 水房当中 萧涵被钱多多一个传送 直接带到了九五至尊的包厢当中 这 这里是九五至尊包厢 对 但是 这里是北陵王国水房的九五至尊包厢 钱多多多一边说着 一边带着钥匙 准备去开启旁边的一个包厢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萧涵有些诧异 对着钱多多问道 其实 自从你来到北陵王国 开始我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打扰你 因为我知道 你还有你的事要做 现在大笔结束 我也知道 你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关于这一点 我并不感到意外 我也知道 你今天晚上 会成为北陵王国的王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事 我如果再不做的话 可能就来不及了 话说到这里 萧涵忽然感觉自己的脑袋 有些发晕 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吧 难道是自己喝的酒 不可能啊 酒市酒馆老板 给我的不可能有问题啊 等等 在酒馆当中前 多多自己 从酒馆老板那儿 拿了两瓶酒该死 难道这酒有问题 萧涵脑子发晕 与此同时 一串文字 开始出现在他的头顶 提示 你受到轻微麻痹作用 还没完 在钱多多 用钥匙打开面前的 一个宝箱的时候 一股红色的气息 从宝箱当中飘了出来 这 这又是什么 这是辛红之血的残留 那天晚上结束之后 我将这残余的辛红之血 保留了下来 本来想用它时刻提醒自己 但是现在看来 会派上用场了 红色的雾气 开始在整个 九五至尊的包厢当中 弥漫开来 萧涵顿时就感觉 浑身不对劲 而与此同时 钱多多身上的冰丝连衣 竟然在红色雾气的轻浮下 渐渐坠落 妖怪 绝对是一个妖怪 超级红颜祸水 第二次世界大战 再次打响 战斗双方并没有投降的意思 枪炮 弹药 飞机 坦克 实力强大的一方 还在释放出恐怖的核导弹 让整个世界回归和平 但是萧涵明显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你有你的核导弹 我有我的真空炮 强大的实力背后 受伤的总是无辜的居民 此处省略超过一万子 就不详细赘述了 毕竟世界大战 这一次 萧涵将时间控制得完美 毕竟现在整个北陵王国的 王宫当中 所有人都在为一场婚礼忙碌 一美 从今天晚上之后 你就是天侧勇士的妻子了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了 你需要好好地照顾天侧勇士 父皇我该离开王位了 一美当然是连连点头 他就知道 此次大笔萧涵肯定不会让他失望了 他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了 此刻 一美安静地站在王宫的门口 双眸看着整个北陵王国当中 最高的那座阁楼 双目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他在等 等萧涵来娶他 一美已经等不及了 但是让一美不知道的是 在北陵王国当中 阁楼最高的就是水房 而水房最顶部的位置 就是九五至尊的包厢 在这个包厢当中 小涵和钱多多正结束了solo 萧天侧 我以后跟定你了 不管你以后和谁在一起 我永远都站在你的身后 小涵看着眼前的钱多多 好半天之后 他才继续开口说道 谢谢你 我的命是你救的 从今天开始 现在水房所有的产权 全部都是你的 我将我的梦想 全部都交给你了 定 恭喜你 获得钱多多多名下所有水房产业 卧槽 at 小涵都猛逼了 自己就是干了一下这个 就获得了钱多多名下所有水房产业 老天 这至少也有九个水房吧 要是一个水房能够赢了一千万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每个月就是九千万 而且这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估算 要是真算的话 这钱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似乎 恐怖如斯啊 行了 去吧 婚礼要开始 这是你成为国王的唯一的路 去成为你自己的王吧 钱多多对着小涵说道 小涵点头 确实 如果可以直接成为国王的话 小涵绝对不会想要去结婚 但是因为国王十分在乎自己女儿的原因 他必须先完成这个婚礼 才会愿意将国王之位交给自己 这就是最麻烦的一点 等我 留下一句话之后 小涵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 敖伊晨和提罗娜正在酒馆的门口站着 主人 主人 走吧 我们去王宫 小涵正准备带着两人朝王宫走去 敖伊晨突然开口说道 主人 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啊 主人 为什么你的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啊 小涵白了一样 敖伊晨 这家伙肯定是知道自己去干了什么 毕竟之前在黄雀城水房九五至尊包厢的时候 他也在场 刚才钱多多将自己带走 敖伊晨或多或少也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主人 伊晨多嘴了 小涵并没有怪罪 只是为了缓解尴尬 他转身就带着几人朝着王宫所在的方向走去 几分钟之后 一群士兵忽然来到了小涵的面前 天侧勇士 请您直接前往白云阁 婚礼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公主大人在白云阁中等你 小涵点头 不就是为了一个国王之位的传承 非要搞得这么麻烦 你给我找个地方 让他们休息吧 小涵对着这几个士兵开口说道 毕竟等会儿是一场婚礼 敖伊晨和提罗娜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多少有点不舒服 好的 天侧勇士 这件事你就交给我们就好了 随后 小涵点头之后就朝着白云阁走去 而提罗娜和敖伊晨两人则是被这些士兵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王宫距离白云阁也不是很远 也就几步路的功夫 小涵就来到了白云阁的前方 咚咚咚 小涵礼貌性地敲响了白云阁的大门 欢迎天侧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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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白云阁两边的全是穿着整齐的丫鬟 而且他们的颜值个个都不低 虽然说比起提罗娜和敖伊晨来说 确实是少了几个级别 不过看还是可以看的 小涵迈步跟着地面上的指引去往三楼 在三楼的隔间里面 一美真乖乖地坐在了床上 他上下不断地抖动着自己的双腿 这个死家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我都等不及了 真是的 现在想起那个家伙 从最开始村里面傻乎乎的样子就想笑 没想到一转眼 这家伙的成长速度居然达到了这么快 一美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丝微笑 从冒险勇士到黄雀城城主 再到即将成为的北邻国国王 这家伙的实力真的让他颇为震惊 呀 这时候 一美的眼前忽然一黑 他明显地感觉得到 是一双手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是谁敢擅闯白云阁 一美小腿对着头顶的踢去 还好萧涵反应够快 抽出一只手 直接抓住了一美的小腿 顺势翻了一圈 将一美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身下 不好意思久等了 萧涵和一美的距离 也就只有一拳头的距离 彼此的呼吸都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 而此刻 一美摇了摇头 不 时间刚刚好 走吧 我们现在去王宫里面 父皇还有 大家都等着呢 萧涵点头 将一美背在自己的背上 朝王宫走去 公营天策勇士和公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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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前往王宫的路上 两边的士兵 纷纷对着萧涵恭敬的喊道 几分钟之后 萧涵和一美来到了王宫的面前 萧涵和一美对视了一眼 说实话 如此近的距离之上 萧涵都能够从一美的身上 闻到清淡的香味 这种香味真的很迷人 而且今天的一美 穿着龙凤长袍 高贵 极致的高贵 就连萧涵都觉得今天的一美 真的非常美 进入宫殿 若言可见的 就是个朝文武大臣 全部都坐落在两边 他们脸上都露着甜甜的微笑 但是 在萧涵看来 笑容虽然是真的 但是他们的眼神告诉萧涵 这些人根本就不想 把萧涵放在眼里 本来此次大比 是卓家的胜利 但是这家伙 居然干出了这种事 杀了卓家卓言 还杀了卓家卓恋 一美 好像这些家伙 都不是很有煞啊 萧涵对着一美开口说道 没事 父皇还在一天 他们就不敢造次 而且最关键的是 只要婚礼过后 你不就是整个北邻国的王了吗 到时候 还有谁能够管你 当然除了我 一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飞红 不过 一美所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萧涵倒也没有放在心上 其一是自己的实力 本来就很强 如果他们 真的要找麻烦的话 那估计就不能怪自己了 其二是自己 成为国王之后 他们也奈何不了自己 朝着前方 慢慢走去 萧涵竟然在前方看见了 卓一大法师的身影 全是这家伙 这家伙的心 还真是大 卓妍和卓脸都死了 现在还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不得了不得了 本来按照国王之前的安排 应该是卓妍何以美结婚的 但是现在卓妍一死 结婚的人变成了自己 这对于身为父亲的卓一来说 应该多少有点看不下去 可现在呢 这家伙 居然还安然地坐在角落里 喝着小酒 这一点萧涵 是真的佩服 心大呀心大 等等 怎么钱多多也来了 天呐 刚才自己不是才和钱多多那啥了吗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来参加婚礼 老天 要不要这么狗血 萧涵的双眼 竟然有点不敢支持钱多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美不由地拽紧了萧涵的手 两人来到王宫的最前方 在爱玲大法师的带领下 他们做了一系列的仪式 差不多也是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才正式成为了夫妻 女儿 你们去敬一下满朝文武大臣的酒吧 这些年也是多亏了他们 北陵王国才能够安然无恙 这一点 一美当然知道 就算父皇不说 他也会做的 现在萧涵即将成为北陵国国王 如果不能和满朝文武打好关系 以后的相处 必定会出现很多问题 于是乎 在一美的带领下 他们开始对第一个列将敬酒 列说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北陵王国的事 还需要您多操心操心 一美带着萧涵 对列将鞠了一躬 公主大人的确是长大了 今天格外漂亮 还有天策勇士也是 我听说过你的实力 确实配得上 这酒我喝 列说 对我最好了 一美冲着列将回了一个笑脸 而萧涵站在旁边回敬了一个酒 随后两人开始挨个 给满朝文武敬酒 不得不说 为了这个国王的王位 萧涵这一次付出太多了 他只是期望 到时候 自己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别太让自己失望 十分钟之后 一美喝了差不多一壶酒之后 他晕乎乎地看向了卓一大法师 老公 我们去卓一大法师那边吧 他儿子死了 现在估计还伤心得很 萧涵脸色一僵 转头看向了卓一大法师所在的位置 这比也是坐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喝酒 脸上红通通的 一看就没少喝酒 老天 要是这个时候 去找卓一大法师 这不就相当于火上浇油吗 他能参加婚礼 已经是很大的魄力了 要是自己再去敬酒 结局很可能就是 直接将卓一大法师心中的怒火 给整个点燃 也不是说打不过 只是他怕毁了这个王公 让婚礼搞得一塌糊涂 老公 走吗 我们走吗 此刻的一美 就像是一个撒娇的小狐狸一样 拉着萧涵的手来回摇摆 萧涵也是无奈 这个酒不敬也不是敬也不是 正当萧涵惆怅的时候 卓一大法师摇摇晃晃地 处着自己的法杖 一手拿着酒杯 朝萧涵走了过来 好啊 卓一恭喜公主大人 公主大人 能够和大比最强者者 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了 这样无论是对北陵王国 还是对公主大人 自己都有好处 这杯酒 我卓一先干为敬 卓一陪着笑脸 端起自己手中的酒杯 一口就将烈酒喝了下去 一美自然也没有犹豫 卓一大法师 本来就是 父皇一直看中的人 一美自然也需要 把面子给到位 端起酒壶 喝了一口烈酒 萧涵看到这一幕 非常无语 这让他怎么做 他只好跟着一美 喝了一口烈酒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卓一大法师 忽然眉头一皱 冷声道 公主大人 今日是你们大婚之日 老国王还在 我卓一自然给个面子 给二位敬酒 但是 我儿卓言之死 我一定要讨一个公道 今日他必死 请公主勿惯 说话声虽然不大 但是满朝文武大臣 皆是听在耳中 顿时间 他们全部放下了 手中的酒杯 看向了萧涵所在的地方 你们快看 卓一这家伙我就说 卓一不会放过天策勇士 纵然他获得了大笔的胜利 但是他还是杀了卓言 这场婚礼 看来不简单了 不知道 老国王怎么看 看来现在卓一大法师 是不准备放过 萧天策了 今天是公主大人的大婚之日 卓一肯定不会出手的 哦是吗 当整个王宫当中 出现各种议论之声的时候 卓一大法师手中的法杖 忽然闪烁起淡淡的紫色光芒 在然后边看见 卓一大法师 另外一只手手中的酒杯 忽然又盛满了水 水顺着杯 毕滴落在地面上 水狼兽 哦 一声狼叫 在整个王宫当中响起 该死这家伙 不会是真准备动手 这样下去 老国王生气的话 结局可不好收拾啊 闭嘴 看看 现在国王怎么说吧 卓一此举 将整个王宫的气氛 都推到了高潮 只要现在国王下令 在场所有人都会出手 至少他们不会让卓一 在这个王宫当中 将萧涵杀掉 至于王宫之外的事 他们就不知道了吧 卓一 我知道 你而卓岩的死 当初我也承诺过 让卓岩获得大笔的胜利 国王话都还没说完 下一秒卓一突然站出来 国王 今天公主大人大喜的日子 我本不想闹事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 我一定会为我而报仇 卓一死死地看着萧涵 只要国王不阻拦 今天萧涵必死无疑 国王 看看萧天策的实力 之前只听说他很强 虽然他也是大笔的获胜者 但是我们还是很想看看 他的实力 这时候 在王宫当中一个 穿着黑袍的老者 开口诞生道 对对对 没错 我也想看看萧天策的实力 还可以让卓一大法师报仇 这主意不错 今日大喜之日 祝祝星 王宫当中话 与生突变 国王自然也不好说 而且多多 只是替萧涵捏了一把汗 他知道萧涵的实力很强 但是他还是担心 这里所有人都对萧涵有敌视 如果你真的强 那我死有余辜 如果你很弱 那就别怪我了 我而着眼之死 你必将付出代价 萧涵看了一眼 抱在怀里的依美 这家伙喝了刚才的酒之后 就已经昏睡了过去 萧涵抱着依美 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 傻瓜 要是喝不了这么多酒的话 就别喝这么多的酒 真是找罪手 萧涵颇为有些心痛 要说自己是为了国王之位 也确实是这个目的 但是依美现在 楚楚可怜的神色 真的很难让萧涵不心疼 萧涵将衣美放好之后 起身看向了身后的卓伊 此刻整个王宫当中 所有人都在等着萧涵的答复 既然想打那就打吧 也让各位助助兴 不过生死有命 萧涵本不想找卓伊 但是卓伊大法师 硬要向自己讨一个公道 那就如大家所愿 战一场 萧天策 这可是你自找的 既然萧涵敢开口 那么卓伊自然不会留守 水狼兽对着萧涵 直接就冲了过去 张开一张大口咬来 很弱 既然你想玩法术 那就来玩一下 早在之前萧涵就发现 在北陵王国当中 自己召唤卡的上限 就已经达到了500级 也不知道是不是 世界融合的原因 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总之对自己来说 肯定百利无遗憾 出来吧 暗黑之女 主人 暗黑之女丹西 跪在萧涵的面前 这这这 这还是召唤师吗 为什么这家伙 能够召唤出 暗黑系的召唤生物 这家伙 是魔族的奸细吗 魔族 那叫魔神族 现在魔族已经被灭掉了 世界融合取而代之的 是魔神族 这家伙一定 和他们有关系 这么久以来 我们北陵王国当中 所有的优秀召唤师 从来没有一个人 召唤出魔族生物的 没想到这家伙 隐藏这么深 大家别急 看看再说吧 卓伊大法师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 如果萧天策的实力 真的很强的话 那么我们也无话可说 既然现在老国王 没有出手的话 那么整个王宫当中 所有人自然也是向后 退了两步 给萧涵和卓伊大法师 留出位置 此刻 直接暗黑之女 一手捏住扑来水浪兽 小狼怪也敢在 我的面前嚣张 死 暗黑之女 用一双泛着紫色的双眸 死死地看着水狼 然后用手轻轻一捏 就将水狼给捏爆开来 卓伊大法师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你还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哦 是吗 卓伊大法师脸上 露出了一丝笑容 说实话 萧涵能够直接召唤出 魔族的生物 确实让他非常的惊讶 但是如果只是想 凭借这样的方法 来杀掉萧涵的话 那萧涵的实力 也太弱了吧 既然你想要看 那就让你看看吧 让你看看火神的怒吼 你杀了我卓妍 现在我就让你感受一下 来自地狱的烈焰 卓伊大法师 越说越激动 卓妍的死 自己是一定要在 萧涵的身上讨回来的 一定 火神的怒吼 卓伊大法师 提起自己手中的法杖 在脚边轻轻一点 一个赤红色的圆形光圈 在卓伊大法师的脚下 扩散开来 而在光圈之内 还有一个火神图案 当这个火神图案 忽然展现在 所有人眼前的时候 这个图案的 双眼猛地睁开 活了 天哪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卓伊大法师 居然还有留了一手 我就说 这家伙之前 和我比试的时候 没有尽全力吧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卓伊大法师 居然藏了这么一手 火神的怒吼 这可是禁术啊 差不多了 结局已定 既然卓伊大法师 使用了这一招的话 那么悬念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现在整个北邻国之内 根本就没有人 能够地方这一招 唉 真是太可惜了 今天可是公主大婚之日 如果肖天策 真的死掉的话 那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有什么办法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他输就输在他 惹到了卓伊大法师 唉 可惜了 看着卓伊大法师此举 整个王宫当中 他们所有人都 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 不过是一个 大比的获胜者 肖涵想要仅凭如此 就战胜一个 在北邻王国当中 过了将近三十年的老法师 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 而且现在卓伊大法师 还使用出了这一招 他们全部都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轰轰轰 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恐怖的火焰 从整个王宫地下 忽然升起 一头火红的巨龙 睁开一双眼眸 死死地盯着萧涵 随着卓伊大法师 手中的法杖麾下 火龙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萧涵 就直接冲了过来 火龙 有意思 这个技能倒是很炫苦 但是破绽太多 萧涵苦涩地摇了摇头 随即 暗黑之女 抬起自己的手臂 一丝丝暗黑之力 从她的手中释放出来 当火龙快要冲到 萧涵面前的时候 暗黑之女的手掌 忽然捏紧 本来淡薄的暗黑之力 忽然在这一刻爆发 暗黑之力的恐怖输出 直接将亮火焰之力 给死死地压住 碰 随着一声巨响 暗黑之女 直接就将整个火龙 给捏爆了 这这这是什么东西 这家伙干了什么 火龙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没有看错吧 这人居然随手一捏 就将整个火龙 给捏爆了 好强的实力 北陵王国的禁术 竟然直接被萧天策 随随便便召唤出来的 召唤生物 给直接秒杀了 震惊 无比的震惊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在北陵王国当中 会出现在这么强大的召唤师 就连雅思高徒 都远远不能及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此时此刻 坐在王宫最上方的国王 他双目死死地看着萧涵 这家伙之前 在空中战斗场的时候 他召唤出的召唤生物 就已经很强了 没想到那两只召唤生物 只是他最弱的而已 强 很强 已经超过了历代所有召唤师 就连国王都忍不住 哽咽了一下自己咽喉 他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强大的召唤师 此次 卓伊找萧涵的麻烦 实属是活该 甚至没有人能够想到 萧涵的实力 居然达到这种地步 我说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出手的机会 但是你还是很弱 想要为你儿子报仇 恕我直言 你也没有那个资格 话音一落 萧涵身边的暗黑之女 右手手指轻弹 只见一道黑色光束 忽然射出 将卓伊大法师的脑袋射穿 伤害 467W 提示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击杀卓伊大法师 各位 胜负一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别放大心脸 我就先带着公主回去了 在解决掉卓伊大法师之后 萧涵将暗黑之女 收回到了召唤卡当中 同时对着在座的各位 纷纷鞠了一躬 然后便带着一美 转身离开了王宫 至于钱多多 只是眼神复杂地 目视着萧涵离开 国王 看来此次萧天策的实力 并不虚假呀 强 他的实力 绝对是北陵王国第一人 这个小家伙我欣赏 卓伊这家伙 早就已经死了 他太自以为是了 而这个家伙不骄不躁 北陵王国 骄在他的手中 一定没问题的 只要我老刘还在这里一天 我一定帮助他 管好整个北陵王国 我张某也是 还有我顾某 满朝文武大臣 之所以会这样说 也是因为 萧涵在刚才的对比中获胜了 他们被萧涵的实力 给彻底折服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过这样也好 有实力才能够 镇住这里的所有人 以后北陵王国的事 就麻烦各位了 国王端起酒杯 大家一起喝了一口 而萧涵这边 他带着衣美 回到了白云阁当中 此时的白云阁 早就被下人给布置好了 整个房间当中 都充斥着淡淡的香味 很容易让人陶醉 如果有人看到这里的话 你们一定要记住 白云阁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这里的香味有奇效 至于有什么用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深受其害 老公 你要走吗 你要去哪里啊 一美虽然睡意朦胧 但是在她的脑海当中 她始终还以为 自己在王宫当中 浸满潮温武的酒 傻瓜 这里是你的房间 你好好休息吧 我去外面吹吹风 萧涵拍了拍 一美的脑袋 有种哥哥照顾妹妹的济视感 等到一美躺下之后 萧涵起身朝着门口走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美忽然偏偏倒倒地站了起来 一把将萧涵扑倒在地 你们不要打架了 卓一大法师 我不准你打我老公 听一美的语气 好像是在劝架 但是这家伙手上的动作 并不是啊 萧涵好不容易在商城买的衣服 都被刮下来了 你在干什么啊 一美 卓一大法师已经死了 萧涵试图唤醒一美 但是这家伙现在 酒意正浓怎么可能 听得见萧涵在说些什么东西 他只是一个劲地干着自己手里的活 然后 然后 重点 事后自己回想起来才发现 一定是这个香味的原因 一旦吸入的量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让人忍不住 这是真的 一天两场战役 第一场是几个小时前 和钱多多在水房九五至尊包厢当中开始的 而第二场 则是现在在白云阁中进行的 整整三个小时 似乎 萧涵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根香烟点燃 一双深邃的眼眸死死地看着天花板 老天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要被榨干的啊 唉 萧涵硬是一口直接抽完了一支烟 等他正准备起身离开这里的时候 萧涵忽然发现 一美正争搭着一双眼眸傻乎乎地看着萧涵 这一刻 萧涵忽然明白了 你这家伙 你在装罪 绝对是 刚刚结束 一美怎么可能会清醒得这么快 这家伙一定是装罪 为了得到自己 他居然使用了这一招 这不是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女人才会使用的招式吗 现在这个游戏世界都这么真实了吗 等等 不对劲 一个NPC怎么可能学会人类的招式 一美装罪来通过欺骗得到自己 天哪 这绝对不是一个NPC应该知道的东西 但是现在 一美确确实实使用了这个方法 那也就是说 现在游戏里面的NPC也已经开始人化 恐怖 这绝对是一个惊天大消息 NPC人化 天哪 照这样下去 距离虚拟 融合现实 绝对不远了 于是乎 自己又打开了许久没有打开过的34成聊天界面 你们快看看 自己的系统 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下线的选项了 我也发现了 我现在慌得一批 我家里熬的汤都熬烂了 现在必须下线啊 不然后面煤气中毒就完蛋了 完蛋了 这个游戏真的变了 彻底变了 退出选项一旦消失 那就意味着 距离融合现实 可能真的没有几天了 这是要准备割韭菜啊 我傻了 之前死亡投射现实也就算了 现在在游戏里面的人 连退出的权利都没有 这怎么办 天策大神在吗 ad肖天策 你那边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在34成聊天频道当中 消息滚动的速度 简直快到模糊 肖涵也只能简单的看看几条消息 但是 这一看不要紧 他竟然看见了另外一条重要的消息 退出剑不在了 那就更加说明了肖涵的想法 虚你真的要开始融合现实了 外父的人现在对第13城邦虎视眈眈 而现在又要融合现实了 华夏的处境确实很为难 只能去一趟12城了 看看那个副本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能够获得城邦天令 或许华夏的结局会不太一样 如果华夏灭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也不会好到哪去 自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华夏灭亡吧 自己虽然在华夏经历了很多内战 但是该团结的时候 还是要团结啊 比如说那些该死的二国的人 特别是黄石 这家伙居然骗我去现实世界 先要杀我 肖涵狠狠地咬牙 此次第12城邦必去 就算不是为了华夏 也要为了死去的萧国 另外一边 在第8城邦当中 有一个叫做帝师的工会 会长 第13城邦 现在还没有城邦之主的成立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 发去城邦挑战 是吗 一向以为自己很强大的华夏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有城邦之主的诞生 不会是因为害怕我们攻击吧 据我所知 他们似乎并不知道 城邦挑战这一项隐藏活动 华夏终将被灭 这只是时间问题 会长英明 现在距离虚拟融合的时间 越来越近 对于我们来说 就越来越好 柳叶刀 那家伙 他之前为了获得限时投射buff技能 被boss锁定炸死 现在在回魂池当中等待重生 限时投射buff 好东西 只要等到虚拟成功融合限时 到时候我们的技能 实力至少会提升20% 现在退出选项已经没有了 虚拟融合限时的时间也不会太远 再等等吧 好的 会长 对了 回魂池的事一定要越少人知道越好 现在众生法阵已经不见了 两个世界融合开始 两个世界的规则都有所保留 就像城邦挑战 现在帝师公会的人 就在筹划攻打第13城邦的事 当然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其他城邦工会的玩家 同样如此 而萧涵这边 等一美睡着之后 萧涵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然后找到了敖伊晨和提罗那两人 主人 主人 我们走吧 萧涵双目伶俐 去哪 主人 去第12城邦 去拿一张城邦天令 敖伊晨摇身一变化身龙形态 带着两人朝着第12城邦所在的位置飞去 叮 恭喜你 成为北陵王国国王 成功占据整个北陵王国 激活所有主城的占据 获得余下7个主城所有的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35亿 提示 成为北陵王国国王 额外获得20亿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听着耳边的提示 英小涵忽然愣了一下 自己本来还以为会晚点 获得北陵王国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没想到 现在就获得了 而且一次性 还直接获得了20亿 再加上其他7个主城的话 总共就获得了55亿的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爽啊 定 当前时间凌晨 获得今日份召唤生物经验值 197亿 我去 刚刚才占据了北陵王国 现在就又获得了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一波相当于直接赚了双倍的召唤生物经验值啊 接近200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不得直接起飞啊 趁着现在 去往第12城邦 还有一段距离 自己正好可以先提升一下 自己召唤卡的等级 现在已经有满级神级召唤卡了 现在我应该将重心放在第三张神级召唤卡上面 当然在提升明镜暗域之前 我可能需要先将领域召唤卡等级提升到满级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将自己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花了一部分 出来提升刚刚才获得的神级禁忌领域召唤卡 定 恭喜你 消耗了27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禁忌召唤卡 天龙七星提升到满级 还算是不错 消耗了27亿 现在还剩下170亿 那么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经验值 全部加在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域的身上 直接开干 话音一落 萧涵直接将所有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滑了过去 哗哗哗 经验值疯狂减少 100集 200集 300集 在大量的经验值堆积下 本来LVE的神级召唤卡 直接就提升到400多集 结束了吗 还没有 整整170亿的经验值 在差不多花了15分钟过后 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域的等级才停了下来 定 恭喜你 消耗了17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域的等级提升到LV820 爽啊 真是太爽了 之前提升子玄仙女等级的时候 自己整整花了好几天的功夫 才将她的等级提升到满级 而这张召唤卡就不一样了 毕竟自己现在每天光是能够获得的 就能够拥有197亿 只要再有一天 绝对能够将明镜暗域的等级提升到满级 美滋滋的 两天一张满级召唤卡 而且还是神级召唤卡的满级 简直不要太爽了 这要是将197亿的经验值 加在A级召唤卡的身上 百分百一天就满级 想到这里 消耗忍不住大笑起来 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那么就算是让自己所有召唤卡 全部满级也不是问题啊 召唤师的巅峰 还有谁 稍微欣喜之后 消耗回过神来 看向了前方 此刻 映入消耗眼帘的 正是一个巨大的城池 在这个城池的上方 不禁问道 主人 这是古幻兽 疯 这个城池 好像是受到了他的庇护 还有这种东西啊 消耗不解 不行 等哪天可以了 自己也要去给第十三城邦 搞一搞幻兽来玩一玩 站住 前方近飞 忽然 一道光影出现在了消耗的眼前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两道呼声 你是谁 呼位 是吗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第十二城邦的这个坐标 两万五千六百四十三 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一十五 找不到呢 再来的时候 消耗就已经看过了 季王的辉煌 这个坐标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地图之上 要想找到这个副本的位置 自己也就只能通过询问 这个护卫 但是护卫 在听到消耗的话之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邪笑 你不是第十二城邦的人 对吧 消耗只是点了点头 不是第十二城邦的人 还想去季王的辉煌 真是搞笑 我也不怕告诉你 这个副本死亡率99% 虽然副本在很早之前就开启了 但是只要是进去的人 基本都死在里面 你们不过 就是为了获得 那个传说中的奖励罢了 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没有什么笔命 更重要的了 这时候萧涵 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掏出一套极其垃圾的装备 丢给了这个护卫 我死不死的你就别管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 怎么能够到 那个地方就好了 护卫接过这套装备 又看了看萧涵 无奈地探出一口浊气 现在的人 怎么都这么不知死活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告诉你吧 你进去找一个 叫做东石的人 他能够开启 前往那里的通道 但是我得告诉你 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你最好 护卫话还没有说完 萧涵便带着敖一辰 和提罗那消失在了 他的眼前 进入了第十二城邦当中 你们快看 这家伙是谁 我好像从来没有 在第十二城邦当中 见到过这个人啊 这人一看就是新来的 有一说一 这个人身边的那两个女的 还挺好看的 老哥要不我们 去把那两个女的抢过来 怎么样 这人一看见 就不是M国的和A国的人 只要不是M国和A国的人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萧涵带着敖一辰 和提罗那 走在第十二城邦的地盘之上 吸引到了所有人的眼球 最主要的是 萧涵身边 居然有两个 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样的这些 第十二城邦的人 有些安耐不住了 于是乎 当萧涵来到小酒馆的时候 一群黑人壮汉 忽然迈步走了上来 萧涵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便准备 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 自己可不想 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可是无论萧涵 从左边走 还是从右边走 这几名壮汉 都很快挡在自己的眼前 小子 你挡住我们的路了 其中一个黑人壮汉 巴比 冲着萧涵路 出了一个猛男微笑 滚开 萧涵眼神冰冷 狂 哈哈哈哈 小子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巴比 话音刚落 在他身后的几个小弟 跟着说道 我们老大 可是霸主 在这里 他说的算 小子你这么狂 小心残废哦 不知道 为什么这人我 总感觉是华夏的人 华夏的人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 是第十三城邦的人哥 有意思 我还说 我们没有办法 进入到第十三城邦当中 现在到后 第十三城邦的人 居然还敢自己出来 这是在找死吗 这不正好吗 把他抓起来 然后当着他的面前 把他身后的两个女人玩一玩 哈哈 哈哈 老大 还是你的想法多啊 华夏人 我们肯定不能让他 这么轻易离开啊 既然来了我们第十二城邦 我们当然 要好好照顾一下 几个黑人 在互相聊了几句之后 他们的眼睛 竟然闪着金光 以至于他们 根本没有将萧涵放在眼睛里 他们全部是死死地 看着敖一辰和提罗娜 小子识相的话 就把你身后的女人交出来 或许我们老大高兴 还可以 一个小弟站 出来刚想和萧涵商量一下 但是 敖一辰忽然动了 一脚直接踹在了 这个小弟的身上 恐怖力量 直接将小弟 踢飞几十米远 不识好歹 兄弟们上 墙上 把这个家伙 给我抓起来 余下七八个小弟 掏出自己的武器 对着萧涵冲了过来 这一幕 落在酒馆一些酒客的眼中 就像是在看戏一样 看着萧涵 而此刻 萧涵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于是乎 他身后的敖一辰 和提罗娜动了 他们的速度极快 都还不等这几个黑人 出现在萧涵的面前 两女就已经冲了出去 只见两道光影 在小酒馆当中闪烁 哗哗哗 一顿穿梭 就听见几声爆破声 定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纪国玩家 华夏值 加一 定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击杀纪国玩家 华夏值 加一 定 你的仆人 提罗娜 击杀纪国玩家 华夏值 加一 垃圾也赶在自己的面前嚣张 几个黑人小时之后 萧涵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继续朝着小酒馆当中走去 至于酒馆当中的其他人 一时间 他们全部是傻傻地看着萧涵 老天 这家伙真的是华夏国的人吗 实力好强 我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一个召唤师啊 但是整个过程 他都没有召唤一个召唤生物 仅靠身边的仆人 就能够打出这样的伤害吗 华夏人才刚刚成立第十三城邦 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可能这么强的 之前晚上说过 H国和二国 他们长得很像 很有可能是他们 但是 有一说一这家伙的实力 真的很强 就是不知道 他是来干什么的 既然是来酒馆的新人 不用问我都知道他是来干什么 肯定是去既往的辉煌的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在酒馆的角落里面 忽然有两人抬起头来了 幻影 目标出现了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 白熊穿着一身黑袍 这件黑袍也是神机装备 能够暂时隐秘玩家的ID和等级 一切都是为了二国的 为了会长 我会完成我的部分 很好 会长会在下一个地方等待你 但是需要你将肖寒吸引过去 幻影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 白熊和幻影两人 悄悄地离开了酒馆 现在他们已经看见肖寒 准备接下去既往的 辉煌这个任务了 那么现在 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在前往副本的路上 等待肖寒 老板 我要去这个地方 肖寒将副本既往的辉煌的坐标 交给了酒馆的老板 而酒馆的老板 就是之前护卫说的 NPC东石 第十三城邦的勇士 很欢迎 你能够来到第十二城邦 但是你现在要去的 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我觉得 不等NPC东石把话说完 肖寒就将东石的话打断 难道我刚才 展现出的实力还不够吗 麻烦你包打开一下去 往副本的道路 NPC东石 见肖寒如此坚决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好吧 勇士 我可以帮你开启 但是我还是得说 一下那个地方非常危险 你最好不要去 说完 东石从自己的身后 掏出了一个玉石 玉石捏碎 迸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勇士 你顺着这个力量 你就能够找到 那个废弃的传送阵 到了那里 你就可以进入副本了 不过速度一定要快 小韩点头 带着两女 朝酒馆外跑去 顺着这个力量 朝城邦的东南角跑去 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小韩距离传送阵 只有五百米了 主人 你看那是谁 主人 你看那是谁 就在太古龙女所指的地方 小韩眼睛看了过去 那人不是黄石吗 这家伙不是在黄雀城吗 怎么直接来到 第十二城邦来了 绝对是黄石没错 可是令小韩诧异的是 这家伙现在的等级 才不过六十级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可以前往第十二城邦的 难道世界融合之后 可以随意进出了吗 算了 先不管了 这家伙之前 给了自己继王的 辉煌副本坐标 想必自己 肯定有一些其他的手段 进入到这里 但是黄石这家伙 之前就想要杀掉自己 现在还敢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哼 有意思 提罗娜 肖涵对着身边的提罗娜轻声道 下一秒 领悟到肖涵意识的提罗娜 右脚直接登地 对着黄石直接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五百米的距离瞬间就冲出 也就是一两秒的功夫 就来到了黄石的面前 该死 这家伙的速度太快了 白熊这个家伙 把我坑死了 幻影化身成为黄石的样子 本来是准备带着肖涵 进入这个传送阵的 但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肖涵身边的这个女人 实力居然这么强 真是见鬼了 去死吧 提罗娜对着 黄石一掌拍了过来 砰的一声 打在黄石的后背上 叮 魔法保护盾破碎 道具 魔法玉佩消失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我花了几百万买的 魔法玉佩 居然被你一掌给拍碎了 黄石脸色都变了 他就知道 此次会长让他来引导肖涵 自己肯定会出事 肖涵是谁啊 在没有世界融合的时候 肖涵就已经能够 以一己之力 对抗各大种族 老天啊 这样的强者 就让自己去引导 黄石啊黄石 你自己的惹的货 让我替你送死吗 要是今天我死了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魔法玉佩破碎 黄石转身就朝着法阵当中跳去 而此时此刻 提罗娜都还有些猛逼 想不到 居然还有人能够挡住我的攻击 有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再吃我一掌 提罗娜再次对着 黄石一掌拍去 不是吧 再这样下去会死人的啊 大姐 你饶我一命 日后好相见啊 黄石真的是怕了 眼看他就要 进入到传送阵当中了 只要进入传送阵 他就能够活下来 但是提罗娜的攻击 距离自己 也不过只有一米的距离 快一点 一定要走掉啊 黄石心里有点慌 和萧涵硬拼 是他这一辈子 做过最蠢的一次决定 特别是现在死亡 能够投射到现实的时候 在萧涵的面前 他存活下去的几率 几乎为零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提罗娜的攻击 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黄石的脚尖 已经点在传送阵上面 萧天策 你杀不死我 只要接触到传送阵 黄石就可以通过 传送阵的功能 离开这里 而提罗娜的攻击 也打不到自己的身上 这也意味着 自己活下来的了 想走 没有那么容易 提罗娜抓住 黄石快要消失的时间 右手忽然出现了一把镰刀 对着前方猛的一挥 镰刀划过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刷的一下 黄石右手手臂 直接被斩了下来 速度很快 黄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臂就已经消失了 哎呀 该死的女人 黄石双目赤红 对着提罗娜咆哮 可是等提罗娜再一次 挥舞镰刀对着 黄石的脑袋回来的时候 黄石直接消失在了她的面前 而此时此刻 萧涵和敖一辰走了过来 主人 她走了 没事 这个传送阵通往那个副本 只要她进去了 我们一样可以击杀她 走吧 萧涵一点都不着急 黄石早晚都要死在她的手里 逃不掉的 于是乎 萧涵带着两女站在这个传送阵当中 随即就消失在了这里 又是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在这个传送法阵的面前 出现在了一个男人 金玉哥 白熊 出来吧 已经走了 白熊这话刚刚说完 在角落里 一个断臂的人走了出来 这人正是黄石 因为萧涵已经进入传送阵的原因 黄石又变回了幻影 白熊 这一次 你把我坑死了 此次如果不是我自己 购买了一个魔法玉佩的话 我可能早就已经死在了萧天策的手里了 你这个家伙 为了保命倒是准备了不少东西 就连伪装传送阵 你都舍得购买不简单 白熊看着眼前的传送阵 幻影这家伙 其实早就知道 此次黄石会长可能会死 但是黄石这家伙 居然让自己引导萧涵进入法阵 幻影也不是傻子 要是自己进入法阵的话 百分之百死亡 而现在的话 他能够将萧涵骗出去 而自己也处在安全当中 接下来就交给黄石自己了 要是会长出来 他会杀掉你的 白熊诞生道 杀掉我 等他活着出来再说吧 现在死亡 已经能够投射到现实了 我是绝对不会 拿我的生命开玩笑的 而且 是他自己惹怒了萧天策 凭什么 让我去为他犯的错买单 说完这话之后 幻影转身就离开这里 断臂已经让他身负重伤 他现在必须找个地方 好好休养一下才行 而白熊此刻点开了私信消息 会长 萧天策已经进入传送阵了 幻影这家伙玩鹰的 他只负责将萧天策带进去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进入传送阵 过了几秒钟之后 黄石回了一个消息过来 这件事 等我将萧天策杀掉之后 再出来算账 现在二国有很多人配合 问题应该不大 那就好 我在传送阵外面 等待会长凯旋 你帮我把其他人看住 不能让萧天策的援兵过来 明白 通过传送阵 萧寒来到了一个幽暗的森林当中 而这里 就是之前萧寒一直在找的坐标 提示 你已经进入副本 继王的辉煌 在这里 你将受到继王的祝福 勇士 如果我将我的祝福 他断绝 这是继王几百年前留下的呼声 但是 直到现在这份传承 也还是留在这里 我们走吧 萧寒带着两人朝着前方走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十几道身影出现在了萧寒的面前 滑下萧天策 好久不见 十几个黑衣人站出来 对着萧寒冷冷地说道 萧寒倒是愣了一下 他并不明白这些人是谁 怎么搞得自己 好像认识他们一样 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不重要 但是这个人 你一定知道 就在萧寒正前方 在两名黑衣人的中间 一个身影渐渐地走了出来 黄石 好久不见 天策勇士 萧寒眉头微皱 他并不是看见黄石有些猛 而是因为 之前在进入传送阵之前 提罗那已经将黄石的手臂给斩断了 但是现在 出现在萧寒眼前的这个黄石 竟然完好无损 难道他的身上 有重生断肢的道具 或者装备吗 杀 给我杀他 就在萧寒有些发神的时候 黄石对着这十几名黑衣人 开口说道 下一秒 这些黑衣人提起自己的武器 就对着萧寒冲了过来 速度极快 根本就不是之前 北陵王国参加大比之人 能够比拟的 出来吧 紫悬仙女 萧寒也不墨迹 反正在这个副本当中 野怪的难度也不低 自己索性就直接将 紫悬仙女召唤了出来 而看见这一幕 黄石转身就开跑 他自知自己不是萧寒的对手 现在这十几名黑衣人 也只能够稍微拖住萧寒而已 自己真正的目的是 将萧寒引入到禁区当中 只有在那里 他们才有击杀萧寒的唯一机会 主人 要追吗 提罗娜双目死死地看着 在前方疯狂逃窜的黄石 追 当然要追 紫悬仙女杀了这些黑衣人 几乎在萧寒开口的一瞬间 紫悬仙女就已经动了 满级的紫悬仙女 仅仅只是 睁开自己的眼眸 就能够释放出恐怖的波动 这股波动 直接就将眼前所有的黑衣人 全部震散 他们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化成了一团团的雾气 主人 紫悬仙女交给你了 没问题主人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全开 煞时间一股比以往强大无数倍的 玄气波动 从紫悬仙女的身上绽放开来 强 好强的玄气波动 就连萧寒心里都赫然惊了一下 自从他将紫悬仙女的等级 提升到满级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将紫悬仙女 再一次召唤出来 而这一次 紫悬仙女释放出来的觉醒之力 明显比之前还要强大数倍 光是辐射范围 都已经达到了20公里 也就是说 只要在这个20公里之内的所有野怪 全部是会受到每一秒钟的伤害 而且 这伤害还是持续的 恐怖如斯 另外一边 因为黄石跑得比较快的原因 在紫悬仙女释放觉醒之力之前 他就已经进入到了禁区当中 在这个禁区当中 有一层单独的保护 与其说是保护 倒不如说是隔绝 所有在这个禁区当中的人都 没有办法释放技能 只有靠基础属性进行比拼 黄石 那家伙进来了吗 说话的人正是布朗 他带着自己的小弟 只要萧涵一死 那么整个华夏就可以宣布灭亡了 光是想到这里 布朗先生就开始有些激动 但是 事情没到最后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毕竟之前在萧涵的身上吃扁了一次 布朗先生 先生 他要来了 黄石这话刚刚说完 下一秒 一股恐怖的波动瞬间席卷开来 布朗先生 这是什么东西 谢特 是这个副本当中的野怪 生气了吗 这一次就连禁区都产生了震荡 一些被布朗先生 安排在这个禁区当中 准备埋萧涵的人 忽然开口 他们以为是 这个副本当中的野怪在作怪 但是只有黄石才知道 这股波动给他的感觉 根本就不像是野怪 更像是萧涵 就像之前 他对抗各大种族的时候 恐怖 就连现在黄石 都有些心有余悸 布朗先生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黄石 你可是我二国最强的特种兵啊 这种时候 难道你怕了 黄石摇了摇头 怕 布朗先生 我怎么可能会怕 正因为我是二国的最强特种兵 我的第六感 才感觉非常不好 布朗 只是瞥了一眼黄石 看来 黄石确实是老了 虚余之后 萧涵带着三女 来到了禁区的面前 主人 就是这里了 黄石这家伙的气息在这里 就消失了 他应该是 进入到这个禁区当中了 子玄仙女 开口对着萧涵说道 萧涵点头 转眼看向了旁边的一个公告 前方禁区 所有人渗入 仅一行字 就让萧涵皱起了眉头 之前黄石 在现实世界中 就想要杀掉我 现在又来到了 这个禁区当中 有意思 一个六十级的人 敢这样随便进入禁区 想到这一点 萧涵冷笑 这摆明了 是一个针对自己的陷阱啊 想让我进去 然后让人一起 群攻我吗 萧涵仅仅只是一个猜测 就基本已经知道了 黄石的心思 但是自己要进去吗 根本不用 子玄仙女 灭了这个禁区吧 既然你们想要杀我 那么对不起 这一次是我包围了你们 萧涵站在禁区之外 根本没有进入禁区的打算 自己现在 也算是能够明白 黄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就是为了在这里埋伏自己 虽然萧涵并不知道 黄石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 但是也不重要了 只见子玄仙女走上前来 从她口中吹出一口玄气 朝着禁区之内飘去 差不多十秒钟之后 碰 一声巨响过后 在禁区当中 竟然升起了一个蘑菇云 卧槽 看见这一幕 萧涵都惊呆了 禁区啊 她虽然知道子玄仙女实力很强 可是萧涵并没有想到 子玄仙女的输出居然这么强 之前天安神女 能够一次性直接灭掉整个副本 那也只是黄雀城的低阶副本 而现在 子玄仙女就是轻轻地吹口气 竟然就可以直接将整个禁区给灭了 除了这个公告牌之外 这时候 剩下的也就只有一个大坑 定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击杀阿尔国布朗 定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击杀阿尔国本田 定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击杀阿尔国黄石 当前华夏值加23 当前拥有华夏值123点 肖天策 你给我玩鹰的 灭掉禁区之后 肖寒本打算离开这里 结果这时候 在大坑当中忽然飘出了几个灵魂 而这个灵魂当中 就有一个人叫黄石 玩鹰的 不是你准备杀我吗 我没找你算账呢 你还敢在我面前叫 肖寒怒声道 而下一秒 提罗娜手中镰刀一挥 直接将黄石的灵魂给收割 至于其他人 在看见肖寒之后 转身朝着副本之外的地方飞去 但是跑得掉吗 开什么玩笑 他们想要杀掉自己 那自己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 提罗娜又是几波连续攻击 将他们全部杀死 肖天策 二国不会放过你的 灵魂消失的时候 依旧会传来 二国成员的一些呼声 不过肖寒并没有放在眼里 子玄仙女 觉醒实力全开 开始通关副本吧 现在二国的人已经击杀了 那么肖寒肯定是不会打算 将这个时间浪费在这里了 他的目的是 为了获得整个副本的最终奖励 城邦天令 我们走吧 肖寒带着三女开始朝着深处走去 在满级子玄仙女的帮助下 根本就没有野怪能够出现在她的面前 倒是她每每向着深处靠近 都会有几十只上百只的六角灵兽死亡 伤害24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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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击杀六角灵兽 获得经验值3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子玄仙女成功击杀六角灵兽 获得经验值3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几分钟的功夫 通过子玄仙女的玄奇波动 就已经击杀了680多只六角灵兽 自己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90几 爽啊 自从通关黄雀城最后一个副本之后 我就已经很少提升经验值 没想到 现在等级直接就提升到了190几 真是太爽了 肖寒忍不住欣喜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继王的辉煌副本当中 也怪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肖寒的想象 否则的话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玩家死在这个副本当中 这也是这个副本困难的原因 另外一边 在二国 填板大藏收到一条消息 大藏先生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一位将军跑到填板大藏的面前 又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真是见鬼了 填板大藏皱着眉头 黑着脸看着这位将军 川文大将他 川文大将 他怎么了 难道是计划失败了 填板大藏双目睁大 计划不仅失败了 而且川文大和此次准备去暗杀萧天策的人 全部都死了 死因有90%的可能和萧天策有关系 全部都死了 听到这话 填板大藏顿时大怒 当初从九灵图网游刚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秘密让川文大将 进入到游戏世界里面提升等级 早在很早之前 川文大将的等级就已经达到了270多级 这么高的等级 怎么可能会直接死亡呢 就算现在和九灵图世界当中 等级最高的那家伙 对上一回合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 大藏先生 萧天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认知 我们如果再不杀掉他的话 恐怕到时候虚拟融合现实对我们很不友好 填板大藏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只是不明白 川文大将怎么会死在萧涵的手中 第二世界才融合第一世界没有多久 一个华夏的人在他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啊 去 马上去给我拨通A国的电话 我要给他们联系一下 让他们对华夏发起进攻 不能再等了 好的 大藏先生这件事 我马上去办 华夏这边 几乎在同一时间 高层收到了消息 西西先生 阿尔国那边似乎出事了 哦 一直对我们不友好的阿尔国出事了 说说看 出什么事了 就在刚才 好像说是川文大将死了 死了 被谁杀死了的 大概率是萧天策 听到这话 西西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啊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简单 让负责保护他的人 给我全力保护 任何人不能威胁到他的生命 好的 西西先生 我一定吩咐下去 还有一件事 我感觉虚拟融合现实 没有几天了 这个世界 可能要变样了 我怕到时候 A国趁着融合现实的机会 对我们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西西这几天 也为这个问题 愁眉不展 第一世界存在时间 要比第二世界存在时间更长 也就是说 A国玩家的实力 要远远强过华夏玩家 要是真融合现实 这后果恐怕零 西西先生 到时候的实力差距 可能真的很大 依我看 要不我们趁着现在这个时间 直接开启 第五次世界大战吧 以现在华夏国的实力 绝对能够和A国单挑 而且 在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对于华夏国最好的方法 就是尽早开启 第五次世界大战 否则 当虚拟融合现实的话 华夏存活率不到1% 你说的对 但是 你似乎忘记得我们的好朋友 M国 他们应该也有一些强者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强者 应该能够支撑到 华夏国翻身的时候 西西先生 M国暂且不说 我们华夏国 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萧天策一人而已 他的实力的确很强 但是要想独挡整个A国的强者 我觉得 到时候 根本就挡不住 西西点头 可是第五次世界大战 不是说打就打的 西西有些伤脑筋 但是过了几秒钟之后 他继续开口说道 你先去让他们 将萧天策保护好吧 它是我们 华夏唯一的希望 明白西西大人 萧涵这边 在子玄仙女的带领下 萧涵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200级 爽啊 这升级的速度 简直太快了 而且 就连召唤生物经验值 都达到了20亿 还算是不错 主人 我在前方不远处的位置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它挡住了我的力量 哦 听到子玄仙女的话 萧涵不禁愣了一下 这可是一个 来自满级神级 召唤生物的力量攻击啊 居然还有野怪 能够抵挡它的攻击 这怎么可能 走吧 过去看看 萧涵带着自己的召唤 生物朝着子玄仙女 所说的位置走去 差不多两分钟之后 萧涵来到了一片空地之上 子玄仙女 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吗 对 就是这个地方 气息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了 而且这个气息 给我的感觉 应该不会太弱 子玄仙女皱眉 四处张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萧涵的脚下 忽然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黑色法阵 不好 快走 子玄仙女一声怒吼 碰 这个黑色法阵忽然崩碎 一个直径五百米左右的 圆形范围 石块全部掉落下来 萧涵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朝着下方过去 但是好在 太古龙女 及时变化成龙形态 将所有人全部接住 主人 你没事吧 太古龙女轻声问道 没事 萧涵站在太古龙女的身上 双目看着下方那一片岩浆 天哪 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主人 就是这个地方 气息应该就在这个岩浆底部 子玄仙女这话刚刚说完 下一秒 在这个岩浆底部 冒起了大量的气泡 太古龙女 先走 太古龙女双翼一扇 就准备离开离开这里 可是晚了 岩浆底部忽然冲出来一只巨大的暴龙兽 萧涵猛了 这这不是之前在时空之门里面 击杀的那只暴龙兽吗 怎么会在这里 萧涵虽然吃惊 但是他能够明显感觉出来 眼前的这只暴龙兽实力 要远远强于自己 之前击杀的那只 快离开这个地方 轰轰轰 暴龙兽张开自己的嘴巴 一根岩浆柱子 从他口中喷出 速度极快 提罗娜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岩浆打在他的身上 强制伤害 10W 强制伤害 这家伙 萧涵还是第一次见 能够打出强制伤害的野怪 而且随意一击 就直接打掉了提罗娜10W点血量 不简单 确实不简单 紫玄仙女杀了他 好的主人 刷 紫玄仙女冲上去 就是一巴掌 打在暴龙兽的身上 伤害 260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暴龙兽 获得经验值4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0W 还没完 萧涵刚刚击杀眼前的 这只暴龙兽 下一秒 又有另外两只暴龙兽 从这个岩浆地下冲了出来 紫玄仙女 都不用等萧涵 把话说完 紫玄仙女就已经冲了上去 伤害 2600W 伤害 2600W 可是 刚刚的紫玄仙女 将两只暴龙兽击杀 就又有四只暴龙兽冲出来了 没完没了了 全部杀了 可这一次 等紫玄仙女将它们击杀的时候 四只暴龙兽的肉体 竟然爆炸开来 强制伤害 10W 强制伤害 20W 强制伤害 40W 强制伤害 80W 一连串的伤害数值 从这几只召唤生物的身上 飘落了下来 该死 这个地方有问题 强制性的翻倍伤害 小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别说他的召唤生物了 就连他都可能死在这里 定 提示请在一分钟之内 进入岩浆内部 否则 死 啥 这又是什么东西 进入岩浆 搞错没有 这进去不是送死吗 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呀 小韩看着脚下的岩浆 都猛逼了 进入岩浆肯定是必死的 可要是不进去呢 又会被系统抹杀 这到底是什么该死的任务啊 算了 还是先将血量回满再说 出来吧 天安神女 主人 天安神女刚刚出现 就感觉到了周围环境的不对 当即捏紧手中的十字架 轻轻一点 一道空气涟漪在脚边扩散开来 生命值 加150W 生命值 加150W 生命值 加150W 天安神女 保护罩 刷 在几人的身上 忽然出现了好几个保护罩 而此刻 剩余的时间也就只有30秒钟而已 人类 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滚回去 这时候 十六之暴龙兽 从岩浆下方冲了出来 给我滚开 现在距离一分钟的倒计时 也就只有20秒钟而已 而现在 又冲出来十六之暴龙兽 萧涵能不生气吗 于是乎 紫旋仙女脚下微微移动 消失在了萧涵的面前 然后便看见一道紫色的光芒 在这十六之暴龙兽中间穿梭 你们这些家伙 给我离开这里 暴龙兽对着紫旋仙女一声怒吼 但是下一秒 随着紫旋仙女手指微微移动 恐怖的力量 瞬间将这十六之暴龙兽 给拦腰斩断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旋仙女成功击杀暴龙兽 获得经验值40B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0B6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旋仙女成功击杀暴龙兽 获得经验值40B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40B6 天恩神女 快使用保护罩 这些家伙并没有真正的死亡 他们会爆炸 会产生强制伤害 对于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萧涵都来不及细想 这可是十六之暴龙兽啊 而且他们和暴龙兽的距离 也就20米远 要是真爆炸开来 恐怕就连他都得受到波及 神之庇护 在本神的保护罩上面 天恩神女又加了一层 轰轰轰 爆炸余波在萧涵等人的身上掠过 伤害 零 伤害 零 伤害 零 呼 当看见强制伤害 被保护罩抵消之后 萧涵这才呼出一口长气 可是还没有结束 走 快进入岩浆 天恩神女随时准备回血和保护 子玄仙女 注意从岩浆底部 随时可能冲出来的暴龙兽 简单吩咐之后 萧涵带着他们 朝着岩浆下方坠落而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 最后十秒 最后五秒 此刻他们距离岩浆层 也就只有一米的距离 萧涵已经能够感受到 岩浆传出来的炙热高温了 老天啊 这岩浆绝对不是假的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岩浆给烫化 扑呲一声 萧涵和他们直接落在了岩浆里面 主人 不好 麻烦来了 当他们刚刚进入岩浆的时候 三十二头暴龙兽 正在岩浆底部等着他们 萧涵都愣了一下 这些家伙 怎么杀不完啊 而且最让萧涵头疼的是 现在虽然他们 进入到了这个岩浆当中 可是倒计时并没有结束 现在剩余时间最后三秒 我去 不是吧 两百米的地方有一道白光 该死 难不成是要进入那道白光才算 进入岩浆底部 子萱仙女杀他们 天安神女一速加成 准备进入前方两百米的地方 萧涵一声令下 几个召唤生物各司其职 砰砰砰 伤害直接拉满 快走 时间剩下最后一秒钟 在天安神女极快的一速加成之下 他们几人朝着白光的地方冲去 与此同时 身后的爆炸传来强大的推动力 三十二只暴龙兽同时爆炸 整个岩浆层都直接被冲了出去 如果此时还有玩家 在寄王的辉煌副本当中的话 他们肯定会惊讶 定 恭喜你成功进入寄王领域 获得寄王的祝福 魔法伤害提升百分之十 冷却时间减少百分之十 嗯 Buff加成这么爽的吗 还带冷却时间减少 看来这个副本并不简单啊 萧涵带着几人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这里白茫茫的一片 根本就没有植被 野怪甚至是宝箱什么的 等他们走了差不多有十分钟之后 天安神女忽然开口 主人 前方好像有人活动的痕迹 我也感受到了 子玄仙女也同时开口说道 但是很奇怪 这个人活动的痕迹 好像和我们身上加持的Buff有关系 与其说是有关系 倒不如说是 这个Buff加成就是来自于那人 听到天安神女和子玄仙女的对话 萧涵心里差不多有了一个想法 会不会这个地方的拥有者 就是寄王本人 这个想法刚当在萧涵的心中闪过 下一秒 整个白色空间当中传出来一道呼声 勇士 很高兴 你能够来到这里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太久了 声音沉重 想来应该是在这个白色空间当中 待了至少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你是寄王 萧涵开口直言道 小家伙 不错 我就是寄王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上百年了 我在等一个人 我在等他来继承我的意志 这话说完之后 一道声音从前方飘来 身披银色铠甲 手中的长剑泛着些许光芒 看上去颇为震撼 小家伙 你能够突破暴龙兽的攻击 足以说明你的实力了 所以 我决定将我的意志传承给你 让世人知道 我寄王的意志并没有决待 说这话的时候 寄王抬起自己手中的 长剑看了一眼 双目中满是怀念 来吧 小家伙 我的时间不多了 否则那家伙出来 就麻烦了 寄王盘腿坐在萧涵的面前 那家伙 那家伙是谁 还有你什么意志 虽然这个副本 是第十二组成最后一个副本 但是寄王的心思 萧涵并不能确定 如果这个意志 在继承之后 自己变成了傀儡 那岂不是亏了吗 所以再没有搞清楚 之前萧涵并不打算 和寄王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小家伙 你是在质疑我吗 寄王的脸色大变 本来和蔼 他忽然变得暴躁起来 萧涵不由地向后 退了一两步 主人 这人身上的气息 再不断地发生变化 非常危险 没错 但是 我在他身上 能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剑意 这股剑意 或许就是刚才他说的意志 如果能够得到这股剑意 对于一个剑士 绝对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说是这样说 可是现在萧涵可管不了那么多 既然是第十二组成的 最后一个副本 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 小家伙 你快过来 那个家伙 要出来了 镇压了他百年没想没想到 哈哈 寄王丢掉了手中的长剑 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 在地上来回翻滚 剧烈的疼痛 让他感觉自己的脑袋 像是要炸掉一样 痛 杀 快杀 快杀了我 那家伙要出来了 你们会死掉了 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百年的意志 难道就要 在今天消散了吗 我好不容易 等到一个勇士的到来 妖道 你还真是会算时间啊 继王仰天怒吼 紧不得轻轻爆起 随后几秒钟之后 继王的血管爆裂 丝丝鲜血 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 开始流淌出来 但是奇怪的是 伤口撕裂又愈合 愈合又撕裂 好像对继王并没有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等等 主人你快看 提罗娜指着继王心脏的位置 萧涵头眼望去 继王胸口的肌肉 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一个紫色的心脏 一个暗红色的心脏 看见这一幕 萧涵都惊呆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不过也难怪这家伙 能够活上百年 而且 还有刚才继王口中 所说的妖刀是谁 萧涵不禁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可就在这个时候 继王忽然猛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之前的疼痛 好像全部消失了一样 小家伙 来吧 来接受我的传承 此时的 继王双目睁的老大 嘴角幅献出一抹邪笑 身体僵直 看上去极其怪异 这种状态下 萧涵根本就不敢接近他 一看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小家伙 怎么了 你来这里 不就是想要接受我的传承吗 怎么现在不想来了 继王的脸色 忽然变得猙獰起来 他一步步向萧涵靠近 当他距离萧涵 只有一米的时候 继王整个人忽然变了 他张开自己的 血盆大口对着 萧涵咬了过来 主人小心 提罗那一个转身边腿 直接扫在 开始泛起紫色的雾气 雾气将他全部包裹 人类 你还真是不识好胆 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这是找死 这道呼声和 继王本身的声音截然不同 这很可能就是妖刀 真是多亏了 那个家伙 我才有出去的机会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让他主导这个身体 但是现在 哈哈哈哈 我妖刀终于要回去了 猖狂的笑声 在整个白色空间当中传响 随后 只见一道十字架刀刃劈开雾气 一个浑身 被紫气包裹的大妖 站在萧涵的面前 小家伙 我要用你的身体 离开这个鬼地方 说完这话 妖刀提着自己的武器 就朝萧涵冲了过来 但是 萧涵连眉头都没有眨一下 不得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也配吗 刷 萧涵双眸中 金光一闪 身边四人 全部是挡在他的面前 只见紫玄仙女 抬起自己的手臂 缓缓伸出食指 弹出一道玄气 玄气就像是子弹一样 从紫玄仙女的手掌 弹射而出 是我妖刀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们飘了 我妖刀这么久没有现实 都已经不知道 我都恐怖了吗 妖刀看见飘来的玄气 双目中闪过一道狠力 七杀妖芒斩 刷刷刷 一顿操作猛如虎 但是当攻击 和和紫玄仙女的攻击 撞在一起的时候 妖刀突然脸色大变 砰 一声巨响 玄气当中的恐怖力量 就像是风暴一样 瞬间扩散开来 将妖刀给整个包裹在一起 狂暴的力量 如同肆虐的狂风 每一秒钟 都有三千刀刃 在妖刀的身上划过 小子 你耍炸 妖刀的身体 每个角落 开始喷发出恐怖的血量 为整个白色空间 点缀出一片星红 萧涵倒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只是淡淡地看着前方 伤害 4500W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继王的 辉煌副本本位BOSS 获得经验值1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00W 恭喜你获得S级召唤卡 妖刀之主 恭喜你获得装备 一系列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耳边响起 但是萧涵并没有理会 因为此刻 在妖刀死后 妖刀的身体并没有马上消散 而是变成了灵魂体 纪元 被吞噬的纪元出现了 勇士谢谢你 把我杀他 一直以来 我以为妖刀都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但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我被他利用了 我想要有人 能够传承我的意志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妖刀这家伙 一直借助我的生命力在存活 看来我终究是老了 他接着说道 勇士啊 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我能够感受到 人族可能正在经历一场劫难 请你将我的意志带回去 或许能够帮助你们 说完 纪元双手展开 强大的能量 从这个灵魂体当中迸发出来 随后只见 整个白色空间开始颤抖 再然后便看见 一个硕大的石头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勇士 这个剑痕运尸 你带回去 在这上面 我留下了很强大的剑意 还有近百年来 我对剑意的缠物 萧涵双目放光 这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而且对自己来说 自己刚好还有一个神级 召唤生物是用剑的 可以用一用 人族的未来 可能真的只能够交给你了 你是人族未来的统领 在我临走的时候 我将这个东西交给你 纪元摊开自己的手掌 这是城邦天令 有了它 你就可以将剑痕陨石 发挥到极致 勇士 人族的命运就拜托你了 说完这话 身为灵魂体的纪元 也彻底消失了 留下的 也就只有城邦天令 和剑痕陨石两个道具而已 纪元消失之后 整个白色的空间 也开始崩碎 提示 白色空间将在30秒之后 崩碎 轻紧快离开这里 哗哗哗 无数白色的碎片 从萧涵的头顶上方 飘落下来 我们走 萧涵将城邦天令 和剑痕陨石 收到了背包当中之后 便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 岩浆当中 也没有了暴龙兽的守护 所以 萧涵他们很快 就离开了这片岩浆 但是岩浆的入口 彻底消失了 换句话来说就是 继王的辉煌副本 现在最多 也就只是一个普通副本 深吸一口气 回过神来 萧涵骑着太古龙女 就离开了这里 现在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第十二城邦 也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还是先回黄雀城吧 走在路上 提罗那还在好奇地询问萧涵 主人 继王所说的人族危机是什么 难道除了这几个城邦之外 还有其他的危险吗 这话倒是让萧涵顿了一下 继王所说 确实让萧涵不得不深思 如果继王是指这十二城邦的话 那萧涵觉得 这对于他来说 倒不是什么危险 但是很显然事情的结果 肯定不是这样的 人族的危机 很可能是个大神族 想到这里 萧涵还刻意地看了一下 太古龙女后背上的诅咒 虫族的诅咒 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种在了 太古龙女的身上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 主人 有什么打算吗 萧涵并没有回复 北陵王国 小酒馆之内 雅思高徒坐在这里 一口一口地喝着烈酒 怎么了 雅思高徒 怎么自己一个人 喝着闷酒 在很久之前 自从钱多多离开黄雀城之后 他在没事的时候 也会去到小酒馆 倒也不是为了喝酒 他更想在这里等一个人 钱老板 快过来 我现在愁得很 愁什么 黄雀城北京的事 钱多多虽然没有上过战场 但是他对于战场上的事 还是非常了解的 是啊 虫族本来准备进攻人族 但是现在 两个世界融合 导致北京 现在风平浪静 人族也开始完善 北京的防御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啊 雅思高徒 又是一个口烈酒 喝入肚中 继续说道 正是因为虫族 这么反常的举动 才让我现在愁眉不展 要是重族进攻人族 都还好 可偏偏现在 忽然没有了反应 这说明什么 这不就是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吗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了 前两天 我去找猎将 本来想让他直接去到北京 杀掉虫族的 但是他反对了 钱多多点头 这件事上 他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他也帮不了雅思高徒 他只能浅喝一口美酒 双目瞄向了 小酒馆入口的位置 另外一边 肖寒刚刚回到北陵王国 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所有玩家的耳边乍响 华夏国运 当前华夏值已突破100点 所有玩家受到 华夏国运庇护三天 经验值双倍Buff 冷却值减少8% 物理 魔法攻击力提升8% 系统三联响 在所有玩家的耳中闪过 什么鬼 华夏国运 老天 这就是之前天策大神 击杀他国玩家 获得的那个国运值吗 我爱你啊 天策大神 又是双倍经验值Buff 而且还附带冷却减少 和攻击力提升 这波爽翻天啊 天策大神 就是我们华夏的最强者 这一点 我不接受任何反驳 我现在已经75级 我还有25级 我就可以进入四大国度了 ad肖天策 天策大神 您在那个国度啊 你们这群傻逼 我麻烦你们看看现在 黄雀城排行榜上 天策大神的名字 他的等级 都已经达到了201级了 卧槽 卧槽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 我才75级 天策大神都已经200级了 这也太强了吧 之前我和天策大神的差距 也才只有20多级 现在居然变成了100多级 是我的问题 还是这个游戏的问题啊 既然天策大神 帮我们获得了Buff 那就快提升实力吧 要是融合现实之后 还这么弱就麻烦了 一些还在主城区的玩家 在听到这道系统提示音之后 他们心里当然是高兴得很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波华夏国运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萧涵这边 自己都没有想到 华夏只是这么用的 不过也还不错 用于提升华夏的整体实力 是可以的 看看 城邦天令和剑横陨石的作用吧 城邦天令 类型 道具 数量 一 状态 不可使用 作用 能够成为一个城邦的统治者 介绍 当前属于第13城邦 如果想要使用城邦天令 取得到四大国度最强者的同意 城邦天令的使用 还相对比较苛刻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稍微放一放 萧涵可不认为 一次性直接让其他三个国度的国王下位 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人都是老油条了 想让他们离开国王的位置 除非是出了什么意外 否则 他们才不会轻易离开 说完之后 萧涵又看了看剑横陨石 剑横陨石 类型 道具 数量 一 状态 可使用 作用 能够释放出强大的剑翼 供其他玩家缠物 介绍 这是纪元近百年来 将自己所有创造出来的 剑术凝聚的核心 当然 上面还有其他强大剑师的剑翼 是否使用剑横陨石 使用啊 请选择剑横陨石的摆放位置 忽而 一个巨大的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而这块面板上面显示的 正是整个北陵王国的布局 在这上面 有些绿色的底盘 也就是说 剑横陨石 能够放在任何一块绿色的底盘之上 放哪呢 这个石头 至少也有200米来高 如果放在地上的话 多少有点不太好 萧涵将每个地盘都看了一个遍 要是让他来选的话 这个石头 最好就是能够放在天上 老天 试想一下 一个巨大的石头 悬浮在北陵王国的上方 而且石头上 还有巨大的剑翼 落向地面上 这是多好的结局啊 不错不错 萧涵暗暗点头 于是后 他在这个面板上找了找 我去 还真有一块空中地盘啊 有意思 那就放天上吧 定 是否选择将剑横陨石 放在第12块空间之上 确定 点下面板按钮之后 萧涵背包当中的剑横陨石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在整个北陵王国的上空 开始浮现出一颗巨大的陨石 这个陨石 悬浮在北陵王国的上空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托举着 并且肉眼可见的 在这个陨石的下方 有一根光柱 光柱之内 全然是浓郁的剑翼 剑横陨石虽然安排到位了 但是如果北陵王国当中的任何艺人 都能够随便领悟剑翼的话 那多少有点太随便了 这样吧 我去把工会里面的人全部带过来 然后让他们帮我看一下 给钱给能用 不能亏啊 打定主意之后 萧涵来到了北陵王国当中的一个传送阵 在这个传送阵上面 他能够直接传送到黄雀城当中 叮 是否选择传送黄雀城 传送 搜的一下 萧涵就出现在了黄雀城任务大厅当中 天策大神 你们快看 这是天策大神回来了 天策大神欢迎回归 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啊 我做的饭可好吃了 我会瞎喵 天策大神我爱你 刚一出现七嘴八舌的声音 就传入了萧涵的耳中 但是他并没有理会 而是利用会长的权力 直接回到了工会当中 各位 走吧 我们去北陵王国 秦安娜本来还躺在床上 傻傻地等着萧涵回来 现在萧涵回来了 他竟然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主主人 秦安娜忽然从床上 跳起一把将萧涵按在了床上 我去 你的东西抵住我了 快窒息了 对不起主人 奥恩呢 秦安娜起来之后 萧涵开口问道 水房呢 这家伙又去水房了 不过正好 自己也可以去一趟水房 把小胡也带着去北陵王国 让小胡帮自己看管剑痕陨石 毕竟小胡对钱财管理方面 也不是很弱 就这样决定了 走吧 收拾东西 我们准备去北陵王国 啊 主人 你是说我也要离开这里吗 萧涵点头 真是太好了 主人 你逗我一下 秦安娜三两下跑下楼去 收拾了一堆自己的衣物 手里还拿着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是萧涵装钱用的 主人 萧涵 无语 真是亏得他说出这样的话 你拿床干什么 要是以后回来 没床不就睡不了了吗 主人说的对 没床 我就不能和主人一起睡了 简单聊了两句 萧涵带着他们来到了水房 这里还是和之前一样 站满了玩家 水房的生意就没有差过 小胡呢 带我去见小胡 萧涵这话刚刚说完 小胡和奥恩就从水房里面站了出来 天策勇士 好久不见 走吧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知道我要来找你 当然 天策勇士 我们还是快走吧 要是去晚了 钱可就少收了 小胡说的对 现在剑痕陨石刚刚布置成功 估计很多人会去 要是不抓住这个时间 自己只不准少赚多少钱呢 来不及细想 萧涵带着他们就前往了北陵王国 而此时的北陵王国 王宫当中 好浓郁的建议 难道是有强者准备进攻北陵王国了吗 不 绝对不可能 现在四大国度当中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这么恐怖的建议 快出去看看 满朝文武大臣纷纷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跑出王宫 头眼望去 只见天空中的巨大陨石 让他们震惊了 这这这这是什么东西 北陵王国当中 什么时候出现这种东西了 列江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够感觉出来 在这个石头上面 散发着恐怖的剑影 过去看看再说 现在星光刚刚上位 要是有人想要来攻打我们北陵王国的话 我一定让他们好看 一群人朝着前方冲了过去 当他们来到剑痕陨石下方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列江 为什么我的剑术 有种快要突破的感觉 好强烈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敌人入侵 这是我们北陵王国的副本 这个石头上面 全部都是剑影 我突破了 我二十年未曾突破的剑影 居然在今天突破了 哈哈哈哈 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 我也突破了 不行 外围的剑影太弱了 我要进入里面 这群人在明白这个剑痕陨石 真正的用意之后 就像是疯了一样 疯狂地朝着石头 正下方冲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萧涵带着自己人 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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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萧涵的出现 他们纷纷恭敬地喊道 而此时萧涵身边的小胡开口 要想进入剑影区域 一百金币 简单粗暴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而此时 文武大臣也瞬间明白了 小胡赶在萧涵的面前开架 很明显 这个石头 就是萧涵弄过来的无疑了 国王大人 这是一百金币 感谢国王大人 为了北陵王国搬来的石头 感激不见 这是我的一百金币 还有我的 来啊 交钱就可以进去 交钱就可以进去 小胡站在剑痕陨石的正下方 大臣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大家都能够猜到 小胡就是萧涵的人 而这块剑痕陨石 就是萧涵为了北陵王国 专门弄过来的 所以才会出现 大家愿意出一百金币 进入到剑影感悟的中心 列江 这里的剑影也太浓郁了吧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我感觉自己浸泡在剑影的海洋里面 我张某人研究了几十年的剑法 我竟然发现 还不及真正剑影的百分之一 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一块圣地啊 我觉得我这一百金币 花得一点都不亏 爽啊 真是太爽了 要是能够在这里待上五天 我能够感觉出来的实力 能够提升至少两倍以上 以后北陵王国当中 可能被剑石占据了 我现在只想说 老国王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觉醒 让萧天策来当这个国王 真的是当之无愧 有他在北陵王国必将崛起 站在建议感悟的中心 文武大臣看着萧涵的身影 纷纷感叹 这家伙不仅有实力 而且还能够照顾到 整个北陵王国的实力 确实难得啊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在第八主城区 帝师公会之内 会长 有消息了 第十二城邦的 那个任务完成了吗 第二 点头 已经完成了 并且那个家伙 已经成功通关了那个副本 听到这话 会长 帝师脸上倒是露出了一丝微笑 确实不错 季王的辉煌这个副本 需要很强大的实力 对于他的实力 我承认了 第十三城邦 本来就是两个世界 融合之后才形成的 按理来说 华夏的实力 应该不会太强 现在想来 这倒是自己的一个误区 华夏很弱 并不代表个别人 他使用了城邦天令了吗 暂时还没有 据我所知 那个家伙 现在应该还没有资格 使用城邦天令 哦 蓝不成第十三城邦当中 还有其他掌控者 没错 第十三城邦当中 一共有四个国度 只有这四个国度的国王 同时推荐他 他才有资格 成为第十三城邦的王 四个国王 这倒是一个小事 让人去一趟 第十三城邦吧 将无关紧要的人 都杀掉 可是这样下去的话 但是第十又怎么不会知道 他在想什么呢 他只是笑着回答 第二 你考虑太多了 现在虚拟融合越来越近了 你难道没有发现 现在鸿鸣机制 也被取消了吗 世界的优胜劣汰原则 也出现了 这里已经不再 属于全虚拟游戏世界了 系统根本就没有 在保护我们的必要了 这么一说 第二才反应过来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那好 会长 我这就让人和我一起 去一趟第十三城吧 第十 点头 对了 会长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 第十 浅笑 第二 跟了我这么久 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吗 现在第八城邦的那个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畜生 我如果通关拿到城邦天令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那会长的意思是 等其他人拿 然后开启城邦挑战 去占据其他的城邦 聪明 第二 心里惊了一下 但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没有再多嘴 而是转身 就离开了工会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长 居然把这一步棋走得这么深 第八城邦的那个家伙 确实是一个变态 如果会长得到城邦天令那 无疑是在挑衅那个家伙 到最后 会长的结局 可能就是一个自死亡 但是 如果有其他人得到城邦天令的话 那么会长 就可以发起城邦挑战 如此一来的话 自己还有机会 成为其他城邦的王 所以 第二条路 才是最好的选择 心机太深了 好半天之后 第二 都没有回过神来 虚语之后 第二 又打开自己的私信聊天框 柳叶刀 我在第十三 城邦夜明城等你 会长有任务 小涵这边 现在剑粉陨石的事 已经被完全地交给了小胡 萧涵自然 也不用担心 随后 他又带着秦安娜 他们来到了 NPC开拓者的面前 你好啊 勇士 请问有什么 我能够帮助你的 NPC开拓者 开口说道 我想租一块地 没问题 NPC开拓者 从自己的怀中 拿出一张地图 递到了萧涵的面前 这个地图上面 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地皮 您可以看看 萧涵扫了一眼 这上面 一共就一块地皮 喂喂 你这什么商家的 不是说 不好意思 其他地皮现在不开放 能够购买的 只有这一块 萧涵也是无语 自己身边的人这么多 总不能让他们 一直跟在自己的身边吧 算了 就这块吧 多少钱 一年一共4000W同币 地皮上可以随意修建建筑 萧涵也是无语 这要是搁在以前 自己多多少少会砍价 但是因为一直以来 水房的资金链支持 自己的钱 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 萧涵倒也不担心 秦安娜 给钱吧 秦安娜从宝箱当中 拿了4000W 交到了NPC开拓者的手中 随后 NPC开拓者 又拿了一张地皮证 交给了萧涵 勇士 这是你的证件 萧涵点头 收好证件之后 便准备离开 哦对了 你知道哪儿 可以招募仆人吗 你可以去找东南角的光棍 他虽然还没有结婚 但是 他对这些清楚得很 NPC开拓者 想了想对着萧涵回答道 随后萧涵在简单道谢之后 就离开了 在去寻找光棍之前 我还是先将这个建筑 建立起来吧 萧涵带自己秦安娜等人 来到了这个地皮上 现在的问题 是怎么修建这个建筑 虽然NPC开拓者说 可以随便修建建筑 但是自己 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开始啊 这时候 一个小精灵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主人欢迎回归 萧涵倒是微微一惊 自己可不记得 自己有着一个小东西 你是谁 我是这个地皮的小精灵啊 你可以叫我小灵 地皮精灵 小灵 那你能够修建建筑吗 当然可以 主人想要什么建筑 小灵这里 应有尽有 小灵一挥手 一块透明面板 就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在这个面板之上 差不多有上百套方案 萧涵大致地扫了一眼 然后选了一个 房间最多的建筑 就他吧 定 是否选择建筑 36天使玲珑 国王特权 选择 萧涵刚刚点下面前的 确定按钮 下一秒这个地皮 就开始浮动起来 而萧涵面前的这个小精灵 也开始舞动自己的手指 好像在拨弄什么东西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一个巨大的建筑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特别是在这个建筑里面 可以用非常巨大来形容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建筑物里面 没有地方都会有一些装饰品 看上去并不会太闲空旷 这种感觉就很好 秦安娜 以后你就是这里的管家 这个地方全部交给你来打脸 好的主人 秦安娜右手抓住自己的胸 非常忠诚地 冲着萧涵恭敬的点头 萧涵脑袋一紧 好家伙 将手放在胸口自己见过 但是直接用抓的 这实属有点诱惑的意思 哎呀 奥一辰 奥恩 你们就自己在这里 说完萧涵又把奥恩叫了过来 奥恩 我这里有些装备 你帮我处理一下 都是在最终副本当中获得的 他们的属性也还不错 奥恩就知道没有好事 可是主人 你前段时间不是才打造了装备吗 你说的对 所以接下来 我想让你去帮我打听一下 祭天时的下落 我想要将装备的效果再次融合 奥恩人都傻了 以前自己只负责打造装备 现在呢 现在居然还负责找材料 堂堂武器之神就干这些东西 搞错没有啊 不过 想是这样想 但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含泪答应了下来 那好 现在你们先帮我将这个地方打扫一下 我去一下东南角 萧涵说完就离开了这里 走在路上 现在休息的地方是有了 接下来就是仆人了 第一室建筑太大 如果光靠秦安娜来处理的话 那么或多或少有点太累了 必须得分担一下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之后 自己再拥有像剑痕陨石一样的道具的话 可能还需要一些人来帮自己看守 萧涵在心里暗自点头 很快 他就来到了NPC光棍的面前 你好啊 光棍 萧涵的呼声将光棍从幻想当中惊醒 死人 你差点吓死我 回过神来的光棍对着萧涵怒斥 他稍微提了提自己裤子 坦克打飞机 你才在坦克打飞机 快说勇士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说就滚 NPC光棍一脸嫌弃的看着萧涵 东南角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光棍才敢在这里 这么肆无忌惮 可他哪里知道 今天萧涵会突然出现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招募吗 招募 正好我也要去招募 我今天正好省了一点钱出来 我们一起去吧 听到萧涵要招募 NPC光棍当然高兴了 毕竟这么多天以来 光棍一直就从来没有招募成功过 他但凡能够招募出一个女仆人 他也不至于过得这么寒酸 今天萧涵要去 那正好让萧涵给自己当一波店子 这样一来 自己招募成功的几率又会大上许多 我们什么时候去 现在 NPC光棍简单收拾了一下 带着萧涵就朝着东门一家招募店走去 这家招募店藏在最角落里 如果不细心找的话 根本就找不到 走在路上的时候 NPC光棍还在给自己说 勇士 我今天带你去的地方 是男人最想去的地方 叫做妩媚店铺 这个店铺一般都不会有人发现 但是我今天带你去 全是因为看你面善 你能够驾驭得住 有什么区别吗 萧涵问 区别可大了 这家店铺里面 只要成功招募的人 都能够获得极品仆人 说到这里 NPC光棍冲着萧涵挑了挑眉 什么极品不极品的 其实对于萧涵来说都不重要 只要自己的仆人 和秦安娜一个级别就OK了 快到了 就在前方 老板 老板 NPC光棍轻轻地 敲了敲这家店的店门 随后里面传出来 一道昏沉沉的声音 谁啊 老李 是我 光棍 你个臭小子今天又来了 怎么又有钱了 你是想老婆想疯了吧 老李 你也知道 我这个年龄 行了行了别说了 说多了也没用 我还不知道你 进来吧 简单交流两句 光棍就带着萧涵进去了 在这个店面之内 一共有三台抽奖机器 分别对应低 中 高级仆人 来吧 勇士 就是这里 三台机器我就不介绍了 你随便选一个 你能够在这里 开出你想要的仆人 完成你的梦想 NPC光棍不怀好意地看着萧涵 抽吧抽吧 反正也抽不到 只要你多垫一点 那我就越有可能抽中 萧涵也不墨迹 那就抽个高级吧 10W同必抽一次 先来十次 先来十次吧 李老板 萧涵也不客气 自己本来就是爱抽仆人的 如果能够一次性 抽中优质的仆人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肯定是好的呀 而旁边NPC光棍偷偷地咧嘴 笑了起来 心想 抽吧抽吧 反正也抽不到 还不如帮我多垫一下 你垫得越多 对于自己来说 就越有可能抽中仆人 死刘 NPC光棍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自己等这一天 已经等太久了 定 恭喜你 获得十次抽奖机会 萧涵走到高级抽奖机面前 将手放在了这个按钮之上 啪 萧涵一掌拍下 随后只见整个机器的转盘 开始疯狂地转动 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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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NPC光棍 就像是在念咒语一样 在叽叽呱呱的 但是几秒钟之后 转盘转动的速度开始减慢 第一个光标 竟然停留在了 谢谢回顾上面 看到这一幕 NPC光棍 基本已经放心了 天侧勇士 真是遗憾啊 没有抽中 一般第一发没有抽中 接下来的几发 差不多也 NPC光棍话 都还没有说完 一道金光 就在整个房间里闪烁 什么情况 金光 不会吧 难道你抽中了 SSS级仆人 NPC光棍用手 挡住眼前的光芒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能够看见 那若隐若现的 SSS级字样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不合常理啊 他一开始不是抽中的 谢谢回顾吗 怎么第二发 就入魂了 NPC光棍 每次都会来这里抽奖 十连抽的次数 也不占少数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萧涵这个情况 想到这里 NPC光棍不由地转头 看向了李老板 两人双目对视 皆是一脸茫然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 SSS级仆人 清悦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 SSS级仆人 娜娜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 SSS级仆人 傅瑶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 SSS级仆人 除了第一发是 谢谢回顾之外 其余九个仆人招募 全部都是SSS级仆人 老天 萧涵都是吓了一跳 自己只是过来招募一些仆人 不是还专门购买 SSS级仆人的呀 这爆裂也太感人了吧 恐怖如似乎 而萧涵尚且如此 一直站在他旁边的 NPC光棍 直接就傻住了 乖乖的 刚才他还以为 只是一道金光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SSS级仆人 结果没有想到啊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道金光 竟然炸出了 九个SSS级仆人 搞错没有 自己来这里抽奖的次数 就算没有上万次 那也有上千次了吧 这么多次下来 他就从来没有抽中过 其他奖励 全部都是谢谢回顾 而萧涵才来这里第一次 一发十连抽 就抽中了 九张SSS级仆人 这爆率 多少有点差别太大了吧 李老板 这 NPC光棍本来想说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但是但李老板这表情 光棍就又把话收回来了 现在的李老板 就像是把家底都亏没有了一样 他也没有想到 萧涵直接抽中了 九张SSS级仆人 这太离谱了 对不起啊 光棍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抽奖没听清楚 萧涵好像有意在调侃 NPC光棍 我我说 天色勇士 真是好手气啊 居然能够一次性抽中九张SSS级仆人 不简单啊 依我看 天色勇士 不要你现在乘胜追击 或许还能够获得十张SSS级仆人 那岂不是更爽 NPC光棍灵机一动 对着萧涵说道 这个办法倒是好 萧涵点头 转头看向了李老板的位置 李老板 再给我来十发 李老板脸都黑了 天色勇士 这可不行批发啊 要是再被萧涵这样搞下去 自己这个小店铺 迟早会被干亏本的 那我多出一发的钱 要是我全是谢谢惠谷 那你也赚了不是 李老板一想 自己这个高级机器抽中的几率 虽然比低中机器要高上许多 但是也不会太高 不然NPC光棍 也不会抽了这么多次都没有抽中 而刚才萧涵能够抽中 肯定是运气好 那好吧 天色勇士 那就最后十次 李老板含泪 再一次给萧涵出手了十次的抽奖机会 而这时候 NPC光棍走上前来拦住了萧涵 天色勇士 你有所不知 你现在抽的话可能抽不中 让我先来为你垫一下 这样或许你可以只抽中十个SSS级仆人 NPC光棍都不等萧涵同意 转手就将自己所有的家底 全部交给了李老板 李老板 给未来事发 光棍 你这家伙 想不到藏了这么深 还有这么多钱 对于光棍想要出手去抽奖 那李老板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毕竟这个家伙抽了这么多次 就从来没有抽中过 对于光棍 李老板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 李老板都不带犹豫的 直接就出手了十次给光棍 天色勇士 你就好好看看 这一次我给你打个底 为你之后抽中十个SSS级仆人 做铺垫 说着 NPC光棍就一巴掌拍在了这个按钮上 高级机器的转盘开始迅速旋转 NPC光棍心里都快要乐开花了 他那里是在帮萧涵 他敢这样赌的原因 还不是因为看着萧涵一连抽中了九个SSS级仆人 他心里痒痕 而且最关键的是 一般在这九连后面 肯定还有出一个SSS级仆人 这就是这么多次抽奖中 NPC光棍得出的最宝贵的经验 这一次 我光棍终于可以不叫光棍了 以后上街带一个SSS级仆人出去 试问一下还有谁敢看不起自己 光是想到这里 光棍的脸上就已经笑开了花 他搓着双手 眼睛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机器 哗哗哗 机器转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来吧 来吧 快来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NPC光棍看着转盘上面滚动的光镖 他的眼睛都快要掉出来了 一格 两格 三格 对对 再这样再滚动一下 SSS级仆人就在第四格 现在转盘上光镖的滚动速度已经慢到了极致 NPC光棍的手也已经拽进 来吧 SSS级仆人 蹦 一声金光声响 传出来的同时 NPC光棍直接就跳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啊 真是太好了 我光棍抽中SSS级仆人了 闲鱼翻身的时候到了 咆哮声在整个房间当中传响 可下一秒 光棍注意到 此刻在房间当中兴奋的只有他自己 就连李老板和肖涵都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怎么了 难道我没有获得SSS级仆人吗 NPC光棍看向了身后的高级机器 叮 恭喜你 成功抽中谢谢惠骨 啥 第四格就是SSS级仆人 结果他们的 这个光镖竟然在第四格的时候忽然跳了一下 直接跳到了第五格变成了谢谢惠骨 看到这一幕 NPC光棍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毕竟刚才他给肖涵说了 自己就是为了给他当垫子的 冷静 一定要冷静 我还有九次机会 这九次机会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NPC光棍在心里暗暗地劝导自己 虽然是给肖涵当垫子 但是自己还是希望能够抽中一张SSS级仆人 毕竟现在 自己将所有的家当都已经赌进去了 要是再没有一个结果 那自己就亏死了呀 光镖再次开始转动 这一次要比之前几次还要快上一些 刷刷刷 叮 恭喜你 成功抽中谢谢惠骨 叮 恭喜你 成功抽中谢谢惠骨 叮 恭喜你 成功抽中谢谢惠骨 一连八次 全部都是谢谢惠骨 最后一次了 老天请赐予我力量码 NPC光棍血压已经拉到了极限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光镖转动 这一次和第一次一样 咦 机会来了 难道真的要出了SSS级仆人了吗 光棍的双眸开始放光 但是几秒钟之后 一道声音 直接让光棍陷入到了绝望当中 叮 恭喜你 成功抽中红水晶药品一个 啊 光棍仰天咆哮 苍天啊 自己这是什么垃圾运气啊 别人十连抽有九个都是SSS级仆人 而自己倒好十连抽有九连都是谢谢惠骨 他奶奶的这也是没谁了 我的钱啊 我的血汗钱啊 NPC光棍这一刻感觉晴天霹雳 整个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恭喜你啊 光棍 这一次你终于抽中了一个道具了 而且还有一个价值石铜壁的红水晶药品 这时候 李老板走过来对着光棍安慰到 但是这一声安慰对于光棍来说 还不如不安慰 这更像是一种嘲讽 光棍也很无语啊 可他还是一脸镇定地转过头来看向了小涵 天色勇士 这垫子我是帮你垫了 接下来就只能看你自己的 说完这话 光棍就退到一边自己默默的黯然神伤去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抽奖抽了这么多次 全部都是谢谢会顾 而且最后一发才抽中了一个红水晶药品 老天 这是在嘲讽自己吗 光棍人都傻掉了 而此刻 小涵走上前去再次拍下 很快 一道道金光再一次在整个房间当中闪烁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SSS吉仆人 定 恭喜你成功抽中SSS吉仆人 喂喂喂不是吧 又是SSS吉仆人 而且这一次性还直接抽中了十个 不会吧 难道真被自己给说中了 本来还在暗自哭泣的光棍 现在更加猛逼了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小涵居然真的一次性 直接抽中了十张SSS吉仆人 李老板 你这个高级机器是不是针对我了 NPC光棍对着李老板喊道 这明显就对自己不公平 而此时的 李老板还真是有苦说不出来 这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啊 谢谢你了 小涵冲着NPC光棍回了一个微笑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他才不管 他和李老板如何争辩 自己现在一共获得了 十九个SSS吉仆人 美滋滋的 回去看看 小涵脚步加快回到了 自己刚刚才修建起来的建筑当中 主人 主人 小涵刚刚回来 秦安娜就带着这十九名仆人 恭敬的丹西 跪在小涵的面前 一眼望去 那叫一个望穿秋水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优秀 颜值 身材 着装 都是到了极致 美 真的太美了 主人 刚才钱老板来过这脸 钱老板 他来这里干什么 有什么事吗 具体不知道 不过他说 让你回来之后 去九五至尊包厢当中找他 他说 雅思高徒也在 秦安娜刚刚把这话说完 下一秒 一块透明面板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叮 恭喜你触发 虫族寻找任务 前端 啊哈 虫族任务 萧涵倒是微微一惊 之前在黄雀城的时候 戈宾尼就说 雅思高徒来北陵王国 好像是有什么事 现在想来 离开北京多多少少和虫族脱不了干系 去水房看看情况吧 于是乎 萧涵朝着水房的九五至尊包厢当中赶去 咚咚咚 进来吧 萧涵推开九五至尊包厢大门 只见钱多多和雅思高徒都坐在里面 在他们面前正摆放着一张地图 天侧勇士 你可过来看看 雅思高徒对着萧涵招手 世界融合 北京外的虫族安静了不少 但是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诡异 我想去调查一下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北京防线 萧涵虽然知道 此次雅思高徒来到北陵王国 是为了北京的事 但是自己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 雅思高徒居然会找到自己 之前在黄雀城的时候 自己确实也接受了北京防线的任务 但是因为两个世界融合的原因 这个任务被迫停止 没想到 现在雅思高徒 居然想要再次开启这个任务 天侧勇士 你的实力我非常清楚 此次北京的事 可能也就只有你能够帮我了 雅思高徒眼神坚定地看着萧涵 萧涵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 自己本来就接受了虫族的任务 当然是不可能拒绝雅思高徒的 那你准备怎么做 听到这话 雅思高徒心里一喜 天侧勇士 你过来看 这里就是北京 雅思高徒指着面前的地图 两个世界融合 防线已经加固 但是我知道一个缺口 我们去到人族地盘之外的地方 一星 萧涵顿了一下 一星 这是什么地方 一星是除了人族以外 所有种族生存的地方 那里的空间比这里要大上 几十倍几百倍不止 但是具体各个种族 生存在什么地方 我们暂且还不知道 听到雅思高徒的这话 萧涵突然想起了 前不久 自己和落天圣女的聊天 如果再结合 雅思高徒给自己的信息来看的话 一星就是各个神族生存的地方 但是话又说回来 雅思高徒 你最多也就知道一星而已 偌大的一星 你能够找到虫族的位置 这也是萧涵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在世界融合之前 我让北京防线的守卫 放生了一只虫族生物 并且在他们的身上 设定了一定的记号 我们能够根据这个记号 要找到当前虫族的位置 说着 雅思高徒的右手 在桌子上轻轻一滑 在三人的面前 出现了另外一块面板 在这个面板上面 显示的全部都是黑云 这是怎么回事啊 萧涵不解 一星当中的存在 已经超过了我们窥探的范围 这也就是说明 一星的恐怖实力 要远远超过 我们现在的人类阵营 萧涵眉头一皱 果然没错 世界融合 神族的出现 让各个种族 有了更加强大的依靠 而人族 却成了所有种族当中 最弱的那一批 要是任意一个神族 现在想要攻打人族的话 恐怕最多也不过一天时间 人族必将全部灭亡 看来实力的提升 真的是迫在眉睫 而且现在还赶上了 虚拟融合现实的时间 真是该死 世界越来越乱了 天侧勇士 你看这里 雅思高徒指着这片黑云 当中的两个点 一个是橙黄色的光点 一个白色的光点 而这橙黄色的光点 就是我们人类阵营所在的位置 这个白色光点 就是雅思高徒留下记号的地方 这就是留下记号的地方 这个光标 根据我的观察 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十天 或许那里就是重族的大本营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过去看一下 你觉得呢 当然 可问题是 我们应该怎么过去 这就不用担心了 北京护卫 可以直接将我们传送到 光标所在的位置 那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此次去重族 自己正好解决 一下太古龙女的诅咒问题 听到这话 雅思高徒当即就点了点头 他本来还以为 肖寒会稍微犹豫一下 没想到答应得这么轻松 走吧 两人起身便准备离开这里 而此刻钱 多多突然走上前来 脸上挂着一丝沮丧 但是他依旧努力地 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银牙狠狠地咬住下嘴唇 不能哭 自己可是钱多多啊 绝对不能在肖寒的面前流眼泪 一边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钱多多一边朝着肖寒迈步走去 之前在黄雀城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原因 选择离开肖寒去到其他的主城 肖寒在变强的同时 自己也掌控了 整个北陵王国的经济命脉 他以为达到这种成就之后 他们在北陵王国当中 就不会分开 只有这样自己 才配得上肖寒 但是他好像错了 自己没有想到 肖寒这么快就要 离开北陵王国 去北京了 北京一行 有多凶险 钱多多怎么可能不知道 再想见面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钱多多一把从肖寒的身后抱住了他 眼泪哗的一下 顺着他的眼角滑落下来 在黄雀城的时候 自己离开了他 这一次就算北京凶险 他也想要和肖寒在一起 肖寒为他打破了钱家的诅咒 这一次 他想为了肖寒选择一次 而听到这话的肖寒 心里是又惊又喜 你觉得呢 肖寒的目光 落在了雅思高徒的身上 以天侧勇士的实力 就算带着他也无妨 肖寒只是微微一笑 看着钱多多 这家伙 为了自己有多努力 肖寒又不是不知道 老天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掌控整个 北陵王国的经济命脉 这是什么样的强者 才能够做到的 而且 最最最关键的是 自己身边 真的缺这么一个赚钱的大佬 当然这是肖寒 给自己找的借口而已 走吧 去北京 钱多多自然是乖乖的 跟在肖寒的身后 一步步离 既然要去北京 肖寒自然是要 带着敖一城 和提罗那两个人 天侧勇士 我们走吧 整理好一切之后 雅思高徒 选择在凌晨的时候 打开了传送阵 直接跨过了黄雀城 通往了北京防线 前面就是北京的第一道防线 红圆 雅思高徒刚 刚把这话说完 随后 就有一个名护卫 来到了他的面前 雅思高徒 欢迎回来 现在北京防线 做得怎么样了 最近没有了重组的入侵 防线的加固 变得快了许多 现在差不多 已经到了第四层了 好 你先去忙吧 天侧勇士 现在是凌晨 估计王涛护卫 现在估计还在休息 要不我先带你们 去休息一下吧 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出发 萧涵点头 现在没有了下线机制 说实话 他却是感觉已经很困了 要是不休息的话 还真的顶不住 于是乎 雅思高徒带着他们 来到了军营当中 在这里零零散散的帐篷 全部搭在这里 天侧勇士 今天就随便一点 这是唯一一个帐篷了 要不你们讲究一下 雅思高徒 颇为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着萧涵说道 但是自己说的 也全部都是实话 毕竟北京 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能够有帐篷 已经算很好的了 而此刻 萧涵则是一脸无语 老天啊 雅思高徒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自己现在身边 三个家伙 敖伊尘 提罗娜 钱多多 这三个家伙一个 比个更祸水 咕噜 萧涵狠狠地哽咽了 一下自己的咽喉 顶不住 真的顶不住 要不你们 萧涵看着他们三人 正准备说些什么 钱多多忽然伸出手 来捂住了萧涵的嘴巴 这里可是北京 在这里的混乱程度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钱多多刚刚把话说完 雅思高徒接着说道 没错 天侧勇士 军中有规定 在过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人禁止走出帐篷 我去 依依 这都是什么规定啊 萧涵人都傻了 他看了看 自己身后的这顶帐篷 一个小小的帐篷 要装下四个人 啊这是不是有点太 算了算了 就将就一下吧 反正也就只有 几个小时的时间 无奈之下 萧涵也就只有 答应了雅思高徒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明天一早见 告别之后 雅思高徒就离开了这里 而敖依晨和提罗娜两人 率先进入了帐篷当中 怎么了 不敢进去 有什么不敢的 我一个男的 还怕你们不成 萧涵壮着胆子 走进了帐篷 说实话 这三个女人 真的让萧涵有点顶不住 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 萧涵隔壁帐篷 忽然传来一轮之声 对面的 你们能不能小声点 明天的防线改造 可是一个大工程 你们这样搞下去 谁还有心思干活啊 怒吼之声传到萧涵的耳朵里面 对不起 我尽量控制一下 我尽量 萧涵这话 刚刚说完 他就再一次被挤了下去 也不知道 三人在里面到底干了什么 反正等到第二天 雅思高徒见到萧涵的时候 他的脸都凹陷了进去 天侧勇士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 雅思高徒颇为关心地问道 挺好的 你就不用管了 萧涵一脸无语 这件事 他也不能到处乱说啊 那好吧 我们今天就去重组 此次出去 可能会遇见意想不到的危险 但倒是无所谓 毕竟自己两个神级召唤生物在身边 就算虫神族来临 他也能够安然无恙 哦不对 准确的说是 自己即将拥有第三个满级神级召唤生物 如果再加上 自己两个满级的领域效果的话 那么自己的输出100%可以直接拉满 就算想要灭掉虫神族 也不在话下 那行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吧 这时候 从不远处走过来一名北境护卫 他走到雅思高徒的身边 这一次得麻烦你了 雅思高徒对着这个北境护卫开口说道 这倒是不会麻烦我 我唯一担心的是 此次这个位置很可能是虫族的圈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们可能回不来了 虫族的数量有多庞大 他们北境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得很 要真是一个圈套 雅思高徒必死无疑 放心吧 有天侧勇士在 一切都在可掌控范围之内 护卫点了点头 于是乎 在手中掐出一个法掘 然后在他身边一米的位置 忽然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光阵 多的话 我就不说了 说完这话 雅思高徒带着肖寒 他们就站在了这个紫色的光阵当中 轰的一下 光阵上的光芒忽然闪烁 他们全部消失在了原地 而此时 护卫的脸上 竟然奇怪地浮现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渐渐地 他的身体竟然变成了幻形虫 雅思高徒 你早就该死了 还想要守护北境 你以为你守得了北境吗 哈哈 这时候又有几个护卫走过来 变成了幻形虫 大哥 看来此次 我们老大的计划是正确的 人族的地盘早晚都是我们虫族的 对了 大哥 好像我们族已经找到了对应的神族 当然 只要我们能够得到虫神族的帮助 人族在我们的面前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垃圾而已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雅思高徒已经去到了虫族那边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老大解决他吧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杀掉北境当中其他的人 然后北境全开 准备大肆侵略人族 这样的话刚刚说出来 这几个幻形虫 就再次变成了人族护卫的样子 现在雅思高徒已经不在了 他们只需要杀掉其他人 就可以开启北境所有防线 到那时 就是他们虫族称霸的时候 叮 欢迎来到一星空间之一会星 人族实力削弱二十 受到虫族的仇视 看来就是这里没错了 虫族的气息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雅思高徒 嗅了一下这里的空气 对着萧涵说道 而与此同时 敖一辰也皱起了眉头 主人 我在这里感觉到了 绝天地黄虫的存在 因为在敖一辰的身上 有绝天地黄虫的诅咒 所以当他一靠近这里 就能够感受到 绝天地黄虫的存在 这一点小韩一点都不意外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去虫族岭地外围 我们走 一星空间 灰星 现在游之乌率领的 第二十三分之虫族 正在在这里 准确的来说 这只虫族 就是之前还没有世界融合的时候 进攻北境的那一整只虫族 老大 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 雅思高徒 现在估计已经来到灰星了 唤醒虫头领 恭敬地对着智乌开口说道 好 很好 只要雅思高徒被杀 那么北境 就没有人能够挡得住我们的进攻了 到时候人族 就是我们的了 还是老大你机智啊 智乌微微一笑 他本来也只是 打算用这办法 将整个北陵王国攻下来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都还没有真正地进攻北境 就迎来了世界融合 让他的实力得到了大涨 而且还找到了虫神族 真是天佑啊 虽然他们 在虫神族当中 最多也就是第二十三分之 但是这也不重要了 虫神族那边 万行虫再次开口问道 虫神族那边 暂时还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好像也在调整力量 并没有进攻人族的一个打算 也罢 也罢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人族而已 让我们来解决就好了 智乌把这话刚刚说完 就对着下方的小弟大声喊道 来人 却给我把雅思高徒找出来 然后杀掉他 遵命 老大 遵命 老大 遵命 老大 整个三十二虫族皇室 纷纷点头 朝着灰心各个方位赶去 灰心不是很大 要想找到雅思高徒 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看来此次 所有的一切都在智乌的计划当中 绝天地蝗虫 你怎么还在这里 智乌不禁诧异 看着绝天地蝗虫 老大 不知道 为什么我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之前在很早以前 我的虚影在人族的地盘上 出现过一次 虽然那一次 我也给人族的那个家伙 下了诅咒 但是他还是将我的虚影 给我轰碎了 而这一次 雅思高徒虽然来到了灰心 但是我闻到了那个诅咒的气息 绝天地蝗虫脸色难看 太古龙女身上的诅咒 就是他释放的 现在 两人距离如此之近 当然能够感应到彼此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 这一次 不仅雅思高徒来到灰心了 还有那个小家伙 也来到灰心了 绝天地蝗虫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我感觉那家伙的实力 又变强了 这一次灰心 应该不会太顺利 我们重组32皇室 全部都在这里 就算再来成千上万的人族 那又怎么样了 而且这里 还是我们的地盘 绝天地蝗虫 你是不是多虑了 听到智乌这样说 绝天地蝗虫自然是没有其他话 但愿这一切真的 如智乌所想的那般 怀着不安的心 绝天地蝗虫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 雅思高徒带着肖寒 来到了一个角落 趁着雅思高徒观察情况的时候 肖寒掉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因为过了一晚上的时间 他现在身上 又有197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可以使用 既然大战在即 那我肯定是要将 自己召唤生物的实力 那就先强化他吧 再然后的话 就把剩余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加在暗黑之女的身上 毕竟暗黑之女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劲的 之前如果不是因为 获得了子玄仙女的缘故 自己肯定早就将 暗黑之女的等级提升到满级了 定 是否选择将经验值 加在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玉的身上 确定 哗哗哗 明镜暗玉的等级疯狂提升 在197亿的高额经验值堆积下 这增长的速度都不带停的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 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小韩的耳边响起 定 恭喜你成功将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玉的等级提升到满级 消耗召唤生物经验值132亿 还剩下65亿 足够了 定 是否将剩下所有的召唤 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的身上 加 全部加上去 定 恭喜你成功将S级召唤卡 暗黑之女的等级提升到LV621 美滋滋的 三张满级的神级召唤卡 而且还是两张输出型召唤卡 和一张奶系召唤卡 然后再加上一张621级的S级召唤卡 老天 这样的阵容要是召唤出来 恐怕就算在面对冲神族的生物 也没有任何问题吧 小韩都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估计他猜得没有错的话 明镜暗玉的实力 恐怕要远远强过紫玄仙女 毕竟明镜暗玉身上 可是有一把无级别的神剑 现在他已经达到了满级了 估计这把剑也不会太简单 正好这一次要攻打虫族 那就索性拿出来试一试 这个想法刚刚在小韩的脑海中闪过 下一秒就听到雅思高徒的爆合之声 快跑 小韩刚刚转过头来 就看见远方一颗硕大的石块 朝着他们砸了过来 小韩人都傻了 他们并没有暴露 为什么这些虫族生物能够这么快 就找到他们 提罗那 我来解决 主人 提罗那站出来 手心捏着一把镰刀 宛若死神一般 对着飞来的巨石就是两刀 刷刷 镰刀在空中划出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将巨石飞切成了四块 我们被发现了 快走 雅思高徒脸色苍白 拉着小韩就准备离开这里 他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 此次他们所面对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虫族大军 而是三十二皇室之一的 弑魂虫王 我们恐怕走不了了 此刻 四面八方都涌出好多虫族生物 将雅思高徒他们 全部团团围在中间 该死 怎么会这样 试魂虫从地底爬出来 出现在雅思高徒的面前 好久不见啊 雅思高徒 试魂虫 雅思高徒皱着眉头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们两个之前 在北京的时候 就见过一次面 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又见面了 只是让雅思高徒的 没有想到的时候 再一次见面 会是在这里 雅思高徒 你看那是什么 萧涵指着 在试魂虫身上的一个光点 雅思高徒顺着萧涵手 指所指的地方看去 这这这 这不看不要紧 看了之后 雅思高徒的惊呆了 这不是北京护卫 留下的那个光标吗 这个光标 怎么会在试魂虫的身上 不不不 绝对不可能 北京护卫和试魂虫 两者的实力差距 可不是在一个量级上 北京护卫 要想在试魂虫的身上 留下光标 那是断然不可能的 等等 难道 这时候雅思高徒 脸色更加难看 他好像意识了什么 哈哈哈哈 雅思高徒 看来你已经猜到了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光标 是我故意 让你们留下的 哦不对 准确的说 是我们虫族自己安排的 虫族自己安排的 这话一出 雅思高徒脑袋 就像是快要炸开了一样 该死 那个北京护卫 居然是虫族的人 他是幻形虫 雅思高徒 连忙点开了传送的界面 一般来说 北京护卫 在将自己传送到灰星之后 会留下一个 往回传送的枢纽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往回传送 也就是说 他们来到了灰星 就绝对没有回去的可能 完蛋了 那个该死的北京护卫 哈哈 雅思高徒啊 雅思高徒 想不到也会有这么一天吧 来吧 战斗吧 这里可是 我们虫族的地盘 我就想看看 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是魂虫 下令自己的小弟 全部都不要出手 他准备和雅思高徒单挑 可就在这个时候 肖寒忽然走上前来 既然没有办法传送回去 那就索性将这个灰星 给占据不就好了吗 凭什么你们虫族 能够占据我们人族的地盘 而我们人族 不能占据你们的地盘 真是可笑的理论 这倒不是肖寒张狂 而是他现在 真的有这个实力 之前在黄雀城的时候 他就有能够可以将 绝天地黄虫一巴掌给拍灭 那么时隔这么久 他的实力 难道还没有得到提升吗 开什么玩笑 既然虫族想玩一玩 那就来玩一玩吧 天侧勇士 这家伙 是三十二皇室之一 实力很强 一个不小心就混 说实话 是魂虫的实力非常恐怖 虽然他知道 肖寒的实力也很强 但是那也是在人族而言 如果放在虫族 恐怕 别担心 反正都走不了了 不战斗 就只能等死 肖寒风轻云淡地 对着雅思高徒说道 而此时此刻 提罗那 敖一辰 还有钱多多 都跟在他的身上 站了出来 真是可笑 人类居然想要 占据我虫族的地盘 这是我听过 最好笑的笑话 不过也好 反正 你们都会成为死人 就让这一战 成为你们最终一战吧 免得你们死后 觉得无趣 在噬魂虫的眼中 也就只有雅思高徒 又能够和他一战 而肖寒根本就没有 那个资格 至于肖寒身后 那个叫做提罗那的家伙 虽然有些实力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出来吧 暗黑之女 杀鸡烟用宰牛刀 就先用暗黑之女 试试水吧 至于神级召唤生物 放在之后再说 哗的一下 一团紫黑色的雾气 在肖寒的面前炸开 随后暗黑之女 静止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杀了这里 所有虫族生物 肖寒并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里可是虫族的地盘 难道在这里 他还需要拘束吗 开什么玩笑 这不就相当于 回到自己家一样吗 打开杀剑 而暗黑之女 双手展开 手中的黑暗魔法书 悬浮在他的头顶 暗黑粉碎 刷的一下 无尽的黑气 还是在这里 瞬间弥漫开来 形成一股黑色的漩涡 包裹住了周围 所有的虫族生物 人类 你这是在激怒我 噬魂虫脸色一紧 他本来以为 雅思高徒的实力 是最强的 但是现在他错了 他眼前的这个家伙 才是最恐怖的 这个家伙居然能够 召唤出魔族的生物 而且实力如此强大 光是这股黑气 就已经让他 闻到了浓浓的死亡气息 噬魂 噬魂虫 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 无尽的亡魂 从他口中发出哀鸣 噬魂虫实力提升二十 灵魂居杀 恐怖的精神震荡之力 对准了暗黑之女袭来 本来一心准备团 灭这些虫族生物的暗黑之女 在感受到精神力的冲击之后 他猛地睁开了自己的双眸 紫童死死地看着黑暗中的某处 他撤回一只手 对着前方一抓 然后用力一捏 脚杀 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在萧涵的耳边 就传来了一道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成功将 虫族三十二皇室之一 试魂虫击杀 获得经验值30B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B6 还没完 随着这里的黑色 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快 周围无数的血红色 伤害树脂也全部被吞没 差不多几秒钟之后 暗黑退散所有虫族生物 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成功击杀 是狮虫 获得经验值5B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B6 直接清场 天侧勇士 你 雅思高徒看傻了 本来自己还处在被包围的环境当中 前后也就几秒钟的功夫 这些虫族生物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而且最关键的是 就连噬魂虫都消失了 强 实在是太强了 真的是他错怪萧涵了 他的实力早就已经超过了人族的范畴 我们走吧 雅思高徒 我们去找其他虫族皇室 这一次的目标 占据灰星 等等 天侧勇士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萧涵召唤出暗黑之女的时候 一击就直接将噬魂虫给秒杀了 直到现在 雅思高徒都还在深深的震撼当中 没有回过神来 而现在 萧涵居然说出了 直接占据灰星的话 老天啊 这还是人话吗 我们只是过来看看虫族情况的 怎么变成要来占据别人的地盘了 是不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我说 我们直接将整个灰星占据了 如何 萧涵再次开口 天侧勇士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虫族的实力 并非都像弑魂兽这般 如果想要占据灰星 恐怕 最后一句话 雅思高徒并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相信 萧涵能够明白 他想说什么 但是萧涵却是咧嘴一笑 不过是虫族而已 又并非虫神族 怕什么 此言一出 雅思高徒就知道自己再怎么劝说萧涵 都已经没用了 毕竟之前他在黄雀城和萧涵有过接触 这家伙的心思 雅思高徒或多或少还是知道一点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敖一辰忽然来到了萧涵的身边 他皱着眉头 对萧涵说道 主人 他来了 谁来了 钱多多问 之前的那个家伙 敖一辰所说钱多多肯定不知道 但是萧涵知道 想不到这么快 绝天地蝗虫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自己正愁不知道从哪开始呢 来得正好 刚好把之前的账也算一算 此时 他们所有人 全部把目光投向了前面的山丘上 差不多十秒钟之后 嘈杂的嗡名之声 忽然在他们的耳边炸响 快将耳朵堵起来 敖一辰暴声喊道 但是下一秒 持续掉血的伤害 开始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飘落 叮 你受到共鸣伤害 每秒掉血五千点 卧槽 一千点 两秒钟就是一万点 见鬼了 自己血量 总共也才只有四五大不了 这能顶得住多久啊 暗黑之女 快施展保护罩 都不等萧涵开口 一层厚厚的紫黑色屏障 已经将他们全部包裹其中 人类想不到这么快 我们就又见面了 绝天地蝗虫 带着成千上万的七星飞蝗虫 出现在萧涵的面前 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萧涵倒是一脸无所谓的 看着眼前的绝天地蝗虫 但是绝天地蝗虫就不一样了 即便萧涵只是一个人类 但是他却不敢像 其他的虫族皇室一样 轻视萧涵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类 到底有多强 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萧涵就能够一击 将自己的分身轰碎 而现在呢 时隔这么久 萧涵的实力肯定又变强了 虽然这一次 自己是亲自面对萧涵 但是对于绝天地蝗虫来说 他依旧没有十足的把握 老大 让我上去杀了这个家伙吧 这时候 绝天地蝗虫身边的七星飞蝗虫 忍不住开口 退下 你们所有人都退下 这个人 我亲自来就好了 绝天地蝗虫拦住了自己的小弟 可是老大 他只是一个人类而已 没有必要让老大宁来处理吧 我们照样可以解决他 没错 区区一个人类 怎么能够让老大宁出手呢 小弟们你一句我一句 争先恐后的 想要上去杀掉萧涵 但是绝天地蝗虫 却始终不同意 你们都给我闭嘴 难道你们以为 你们的实力 能够比试魂兽还强吗 此言一出 小弟们瞬间闭嘴 绝天地蝗虫说的没错 他们就是因为感受到了 强大的魔气波动 和试魂兽的精神波动才过来的 而现在试魂兽死了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 萧涵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试魂兽 如果他们硬要上去 和萧涵硬拼的话 那么下场只有一个 那可能就是和试魂虫一样 可是老大 还有一个问题 虫王大人 想要我们杀掉的是雅思高徒啊 我现在 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萧天策的身上 真的好吗 你的脑子被吃掉了吗 你觉得 我们能够从他的手中 拿到雅思高徒的人头吗 你确定他不会出手 接连几个问题 直接让自己的小弟们呆住了 他们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只能默默地推到了自己 绝天地蝗虫的身后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这一次 你们所有人都逃不掉 之前你在我召唤 生物身上下的诅咒 我也会一并和你算账 听到萧涵的话 绝天地蝗虫 才将目光落在了 熬一尘的身上 但很快又转了回来 萧天策 既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那就来吧 虫族和人族 只能有一个种族存在 说得好 萧涵嘴角微微一笑 随即便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举出另外一张召唤卡 这是一张神级召唤卡 出来吧 我的新伙伴 明镜暗欲 刷的一下 一道光影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参见主人 明镜暗欲手握神剑丹西 跪在萧涵的面前 恭敬地说道 而此刻 绝天帝黄虫这边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自己本来还在想 如果萧涵再召唤出 天恩神女的话 那么自己或多或少 还有一丝对抗的可能 但是当明镜暗欲 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绝天帝黄虫傻住了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即便明镜暗欲 还没有开始动手 但是他依旧能够感受到 从明镜暗欲身上 释放出来的恐怖能量波动 这种压迫感 甚至让他感觉有点呼吸困难 强 很强的力量 如果和他对抗的话 在灰心的各个角落 剩下的三十只虫族皇室 纷纷将头看向了萧涵的这边 同时在他们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 这是雅思高徒吗 不 这绝对不是雅思高徒的力量 这股力量即便是 我也会感觉到一丝不安 这个感觉真是太不好了 我甚至感觉 这股力量已经超过了虫王大人 这个力量的源头 除了雅思高徒 还有谁能够释放出来呢 不知道 我觉得那边可以能会有大事发生 我们现在快过去看看 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当明镜暗玉的力量 在整个灰心散发开来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虫族生物都被吓住了 就连虫族皇室也不得不认真起来 此刻 他们正在朝萧涵所在方向赶来 来吧 绝天地黄虫 站 面对虫族生物 萧涵可不打算手下留情 下一瞬 明镜暗玉手握长剑 一个顺身就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到了绝天地黄虫的面前 好快的速度 都来不及反应 一把泛着光芒的大剑 就已经出现在了绝天地黄虫的面前 金甲护盾 绝天地黄虫立马展开自己的双翼 一个金黄色的能量护盾忽然出现 欲要挡下明镜暗玉这一发普通攻击 但是真的挡得住吗 根本就挡不住 即便这只是一发普通攻击 可对于绝天地黄虫来说 这也是极具毁灭性的存在 碰 随着一声巨响 这个能量护盾瞬间破碎 紧接着 明镜暗玉手中的长剑一旋 反手握住剑柄 一个下皮斩 光影形成一道能量波动 这是剑气 绝天地黄虫震惊了 居然是剑气 这可是极其强大的剑士 才能够打出的一道攻击 没想到 在这个家伙的手中 居然这么轻松 就能够使用出来 这也太强了 要是被这一击打中的话 自己必死无疑 没办法了 只能尽全力了 绝天地黄虫体内的能量 开始疯狂地运转 在它的周身 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能量漩涡 绝望深渊的怒吼 轰轰轰 能量漩涡将四周的能量搅散 然后再形成新的能量波动 被绝天地黄虫所利用 要是这一击 再不能挡下这波攻击的话 那么 这个想法都还没有闪过 下一秒 剑气斩竟然消失了 滑破虚空 直接出现在了绝天地黄虫的面前 咔嚓 灵力的剑气 将绝天地黄虫 瞬间切成了两半 伤害 4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成功击杀绝天地黄虫 获得经验值3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获得S级击品召唤卡 昆仑无功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 在消寒耳边乍响 但是他并没有细听 而是直接让明镜暗欲 趁着这个时间 灭掉还在发呆当中的七星飞黄虫 不 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老大 怎么可能就这样死掉了 他可是32重族皇室之一啊 他的实力 足以让整个人族阵营感寒 这个人类是凭什么做到的 快跑啊 连老大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待在这里 也是死路一条 就出现在了消寒的身边 随后 明镜暗欲伸出自己的剑纸 在自己手中的剑身上划过 一字决 顺战 轰的一下 此刻 明镜暗欲的实力 忽然暴涨无数倍 这种感觉 就连消寒都不得不侧目 他没有想到 明镜暗欲的实力 居然能够提升到这种地步 如果要让子玄仙女和他做比较的话 消寒甚至觉得 他不会比子玄仙女弱 强 很强 刷 一道极其庞大的剑芒 从长剑挥出 这一击 直接在所有七星飞黄虫的身上掠过 伤害 320W 伤害 320W 伤害 32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击杀七星飞黄虫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击杀七星飞黄虫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击杀七星飞黄虫 获得经验值5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5W 这一击下来 萧涵的等级 也从200多级 提升到了290多级 也就是说 他光是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都获得了差不多一个亿左右 简直太恐怖了 天侧勇士 这这这 这是你的实力吗 雅思高徒傻眼了 绝天地黄虫的实力 他虽然不知道 但是通过他在32重族皇室中的地位排名来看 应该不会比是昏虫弱才对 可现在呢 这家伙居然再一次 将绝天地黄虫顺秒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啊 接连秒杀两位32重族皇室 难道这家伙 还真的有占据灰心的可能 就在雅思高徒还在发神的时候 在他们周围又出现了好多阴影 而这些阴影 全部都是被之前明镜暗欲释放出来的力量 给吸引过来的重族皇室 不对啊 我刚才还在这里感受到了 绝天地黄虫的存在 那家伙人呢 那边不是重王大人 想要击杀的那个人类吗 依我看 绝天地黄虫那家伙 估计是被吓跑了吧 你们都闭嘴 现在可不是乱说的时候 你们好好看看 那个拿剑的那个家伙 在他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我只能用很强来形容 而且我在他的长剑上 闻到了绝天地黄虫的味道 我感觉 他已经将绝天地黄虫给击杀了 什么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击杀绝天地黄虫 不 不可能 即便是重王大人 也没有任何可能 余下30位重族皇室 在这里议论纷纷 而此刻 你们说完没有 说完了 就该我出手了 小韩说着话的时候 已经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静止地朝着这里 所有的重族皇室走了过去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激动 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试一试 自己的召唤生物实力了 虽然自己的召唤生物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直接秒杀对方 但是现在 可是整整30只的重族皇室 小韩已经想要试一试 他们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了 人类的家伙 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了 这里可是我们人族的地盘 你以为在这里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这时候 一只北沙唐狼跳出来 用自己的利爪指着肖寒喝道 死唐狼 你好好看看 这家伙 能够直接击杀式魂虫 和绝天地蝗虫 就足以说明 他的实力有多强了 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掉以轻信 你说对 此次是虫王大人的战略失误 我们真正的敌人 并不是虫王大人 所说的雅思高徒 而是这个叫做 肖天策的召唤师 他杀了式魂虫 杀了绝天地蝗虫 而且 还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这个人类不简单 而且 还是在我们虫族的地盘上 一些虫族皇室 选择站出来 拦住北沙唐狼 没有为什么 肖寒的实力 已经让他们忌惮了 可是 还是有一部分的虫族皇室 看不起肖寒 说到底这家伙 终究也只是一个人类而已 就算他的实力很强 那又怎么样呢 他击杀那两个家伙 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呢 没错 估计这家伙 现在身上的力量 已经没有多少了 而他现在这样虚张声势 就是在为了 让他身体 拥有足够多的休息时间 走吧 一起上 这家伙 确实能够击杀式魂虫 和绝天地蝗虫 可是我们现在是一起上的 就算他再怎么厉害 也绝对不可能 同时挡住 我们所有人的攻击的 当这样的声音 传出来之后 所有虫族皇室 都互相看了一眼 要是今天让肖天策 在灰心上安全离开 那就是再对所有种族说 虫族是垃圾 连人族都打不过 不 绝不可能 今天他们就算战死 也绝对不可能 让肖天策安全地离开灰心 兄弟们 杀这个人来 北沙螳螂 率先朝着肖寒这边冲了过来 而余下所有的虫族皇室 也紧随其后 至于肖寒这边 则是微微一笑 心想 来得正好 出来吧 紫玄仙女 出来吧 天安神女 轰轰轰 两道神级金光 在肖寒的面前 乍现出来 两道倩影 也渐渐地浮现出来 同时明镜暗欲 也站在了肖寒的身边 主人 主人 天安神女和紫玄仙女 同时对着肖寒 恭敬地喊道 打开杀戒吧 杀了这里所有人 肖寒一声令下 就连天安神女的嘴角 都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自从自己将新手村 后山毁掉之后 肖寒就开始让她 用普通攻击去杀怪 一直到后来的面对魔族 入侵黄雀城 自己也一直没有完全地 释放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 肖寒终于让她 可以毫无忌惮地 释放自己的力量 天安神女能不激动吗 太阳神的照耀 生灵之息 天安神女 伸手对着虚空一抓 一把神剑的十字架 出现在天安神女的手中 只见十字架 在她的脚边连点两下 一边是天空之上的云层 突然被推开 一个只露出 冰山一角的行星开始 逐渐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另外 一边就是在 肖寒他们所有人身上 都开始被一道道绿光包裹 浓郁的生命之气 让肖寒感觉 即便是自己 站在虫族的群体当中 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卧槽 这家伙 还得敢放开手来干啊 啪的一下 肖寒一巴掌 打在自己的左脸上 颇为有些无语 早知道应该 让天安神女 稍微收敛一点 但是现在 好像再说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肖寒只是淡淡地看着 天空之上的云层 那个逐渐出现的行星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真是该死 这行星 不会到最后 比灰星都还要大吧 此时此刻 不仅仅是肖寒傻了 就连雅思高徒 不震惊了 就在肖寒想要 群殴三十位 虫族皇室之时 雅思高徒 将自己的召唤生物 践行者召唤了出来 可谁知 天安神女 反手就是召唤行星 这这 这正常吗 雅思高徒 一脸震惊地看着天空 时不时地 也会把自己的目光 落在自己的召唤 生物身上 这家伙 到底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同样是召唤师 怎么召唤出来的 生物差别 就这么大呢 一个动不动 就直接可以召唤行星 而自己眼前的 这个好像除了灰剑 杀怪也就只能灰剑 杀怪了最关键的事 好像一只野怪 还需要蛮长时间 才能够击杀的 天哪 这家伙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啊 雅思高徒 看着肖寒的背影 开始有些怀疑人生了 他甚至觉得 当初如果让肖寒 直接去守卫北境的话 估计轻而易举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恐怖的波动 又从子玄仙女的身上 释放出来 觉醒之力 玄气波动 刷的一下 恐怖的玄气波动 笼罩了几十公里 此刻 所有的虫族皇室 皆是受到了 玄气波动的影响 生命值开始急剧下降 伤害5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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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北沙堂王 快退 这家伙有问题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人类 已经超越了 历代人族的最强者 快撤 等这些虫族皇室反应过来 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觉醒之力的波动范围 绝对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想象 还有很多虫族小怪 差不多十秒钟之后 这两道超级强大的攻击 仅仅只在一瞬间 就灭掉了整个虫族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虫族32皇室之一 获得经验值3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虫族32皇室之一 获得经验值3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萧涵的耳边 都在传来击杀野怪的声音 至于这些虫族皇室 在天恩神女 召来的太阳落下之后 他们就全部消失在了 所有人的眼前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虫族虫王 获得经验值7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W 啊哈 就连虫王都直接击杀了 当最后一道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的耳边传响之后 他自己都稍微愣了一下 不过这样也好 也省得自己 再去寻找虫王了 恭喜你 成功占据虫族据典 人族阵营扩张 华下值加1W 所有第13城邦的人 开启三倍经验值奖励 持续一天 全属性BUFF加成加14 第13城邦当中 四大国度里面的玩家 全部震惊了 本来很多人还在刷怪 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忽然出现在的一道系统提示音 让所有人全部停下了 自己手中正在干的事 喂喂喂 不是吧 上一次的经验值 奖励我都还没有用完 现在就又来经验值奖励了 搞错没有 好好听一下 是天侧大神 占据了虫族的据点 我们人族的阵营扩张了 老天啊 现在天侧大神 已经不在北陵王国了吗 居然已经去占据虫族的据点了 卧槽 这就是差距啊 天侧大神 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神 几乎整个第13城邦的聊天频道里面 都直接炸开了 三倍经验值加成 这是何等恐怖的经验值啊 要是说直接一点的话 如果整个第13城邦的玩家 只要利用好这段时间的 那么绝对会有一部分玩家 可以赶超其他城邦的玩家 那么这样的话 华夏和其他国家的差距 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缩减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西陵王国里面 有两个黑衣人忽然停下脚步 抬头看向了天空之上 你听到了吗 帝耀皱着眉头 对着身边的柳叶刀 开口问道 听见了 华夏之家EW 已经超过了我们第8城邦 通过这一点 我就能够看出 北陵王国现在的国王 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 柳叶刀说完这话 帝耀也同时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现在我们第8城邦 也才只有7000的国运值 而刚刚成立的第13城邦 居然一下子 就拥有了上万的国运值 恐怖 非常恐怖 那么帝耀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执行 击杀西陵王国国王的任务吗 柳叶刀看着帝耀问 现在 他们已经成功将其他两个国王击杀了 只要击杀西陵王国国王 那么萧涵的城邦天令 就会自动提示 萧涵当前处于可使用状态 到那时候 他们的会长 就有机会可以挑战萧涵了 战胜萧涵 他们成为第13城邦的王 可现在的问题是 萧涵的实力 让他们非常忌惮 仅凭借一个人的力量 就能够直接拿到上万的国运值 这就已经超过了 他们第8城邦绝大部分人的实力 可是等地要想了想之后 他便用坚定的眼神 看着柳叶刀 继续完成任务吧 既然会长有这样的安排 那么他肯定有他的办法 对付那个家伙 柳叶刀点头 两人再次扣上了自己旧的黑帽 朝着王宫内走去 几乎在萧涵毁灭灰星 所有虫族生物之后 整个异星空间 都将这个消息给传开了 最先知道的 当属虫神族 作为虫族当中的神族 他们其实早就 将这个分支虫族 安排在了灰星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观察人族的动向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灰星居然沦陷了 神卫大人 灰星计划失败了 一只金甲虫来到神殿当中 对着虫神族最强的大人开口说道 失败 神卫大人在心中冷哼一声 他的心中虽然有些震惊和意外 但更多的还是欣喜 真是有意思 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人族就又有一个强者诞生 看来人族要崛起来啊 我在神域当中 我都能够隐约感觉到 有好几股强大的力量 从灰星的方向释放出来 如果这几股力量 真的对应到那个人族之人身上的话 那我觉得 此次人族 真的要像几百年前一样了 听到之话 神卫大人更是冷笑不已 百年前 炎帝带领人族成就华夏 成立封神榜 我承认 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是 现在人族分裂 再也不是当年的华夏 而且炎帝的血脉 已经被削弱 即便现在人族的力量 能够媲美炎帝 但是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在封神榜上封神 只要不封神 他们就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神和人 根本就不在一个亮节 神卫大人 看着神殿的天花板 此刻 就连他好像都在回想 百年前的那一幕幕景象 对了神卫大人 最近好像天使神族也出现了 哦 那些家伙终于要出现了吗 金甲虫点头 对没错 而且我听说 在天使神族当中 有一个分支 已经投靠了人族 哦 神卫大人 颇为诧异地看着金甲虫 天使族投靠人族 不光是天使族的分支 还有一个圣洛族的分支 也都投靠了人族 具体原因不明 是吗 无所谓了 你现在就通知下去 准备开始第二计划吧 灰星虽然出了意外 但是人族的漏洞出现在了 让第八分支去进攻人族 好的 神卫大人 就在肖寒将整个灰星占据之后 整个异星基本上都出现了动荡 本来异星当中 根本就没有人族立足的余地 但是现在 忽然灰星被人族占据 其他种族的人能不震惊吗 但是在某个角落的位置 天使族和圣洛族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灵过 你快看看 现在灰星是不是主人在占据 不知道为什么 六亿兵灵女皇有股强烈的预感 人族当中只有主人的实力 才是最强的 而现在灰星被人族占据 在他看来很大的 可能就是主人占据的 此刻 灵姑双手轻轻地搭在天赐水晶之上 魔力顺着她的手指涌入到水晶当中 可是 整整30秒过去了 天赐水晶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灵姑 这是怎么回事 灵姑皱眉 此时的她已然是满头大汗 脸色苍白 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世界融合之后 已经有神秘力量 介入到了异星空间当中 天赐水晶根本就没有办法 查看这里的一切生命活动 神秘力量 没错 这股力量 在阻拦我通过任何形式 查看各个行星之间的生命活动 那现在怎么办 落天圣女站出来 开口问道 塞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分钟之后 冰灵女皇开口道 还能怎么办 现在灰星被人族占据 我的直觉告诉我 就是主人占据的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去看看 这话刚刚说出来 落天圣女也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既然天赐水晶看不到 那么我们就直接去灰星 亲眼看看 那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这话一说出口 灵姑便直接将两人拦了下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找到神族吗 而不是前往灰星 灰星现在被人族占据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主人的话 那么现在主人可能已经遇见困难了 如果没有传送飞阵辅助的话 主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到人族的 现在我是一定要去一趟灰星的 寻找神族的事 我觉得可以稍微推一推 这话说完 冰灵女皇就和落天圣女 转身朝着灰星所在的方向飞去 因为两个世界融合的原因 现在基本上每个种族的分支 都能够制作出一定程度的传送飞阵 要想在异星空间当中穿梭 如果仅仅只是靠非洲的话 根本很难抵达下一个星域 所以 这也是现在冰灵女皇和落天圣女 真正担心的问题 要是主人想要从灰星离开的话 如果没有传送飞阵 他根本走不出异星 而萧涵这边 现在灰星属于整个人族 而他的等级也在这一战当中 直接从290多级达到了420级 爽啊 还是占据整个星域来的爽 这可比之前在黄雀城 杀怪要来的轻松的多啊 萧涵心中一阵暗喜 而此次灰星 还仅仅只是虫族的一个分支 并不是整个虫神族 光是这样自己 都能够将等级 一下子提升整整130多级的话 那么 要是毁灭整个虫神族 自己岂不是直接起飞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如果要灭掉整个虫神族 估计自己得 将神级召唤卡的数量 提升到20张以上吧 对了 正好看看 此次自己获得了多少张召唤卡 萧涵打开了自己的背包 这不看不要紧 经过此次灰星一战之后 自己的召唤卡数量 直接从之前的320张 变成了520张 整整多了200张的召唤卡 老天 之前自己刷了各种副本 才获得了将近300多张召唤卡 现在一波直接暴涨200张 这也太快了吧 萧涵都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200张召唤卡当中 还有33张是S级及其以上的召唤卡 32张S级召唤卡 和一张神级召唤卡 爽 真是太爽了 想不到还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等级也提升到满级的话 自己就同时拥有4张满级神级召唤卡了 光是想到这里萧涵的 忍不住激动 定 是否将所有经验值 全部加在神级召唤卡 脉冲身上 加 萧涵果断地点下了面前的透明按钮 片刻之后 萧涵通过灭杀灰星重足生物 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便消耗得一干二净 而这张神级召唤卡的等级 也被提升到了200级 还算是不错 萧涵满意地点了点头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雅思高徒忽然走上前来 天策勇士 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是现在 我们遇见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里可是灰星 要想通过灰星回到人族 是一件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要走 听到萧涵萧张的话 雅思高徒都是微微一乱 这家伙 还是一个人吗 天策勇士 我知道你很强 你是我们人族的英雄 这一点我不否认 但是这里之前 毕竟是虫族的地盘 现在 我们强行占据 虫神族那边 肯定会有所察觉的 现在估计虫神族那边 已经有大量的虫族生物 再朝我们这边靠拢了 要是不走的话 虫神族的人 很可能会杀掉我们的 雅思高徒说的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他们刚才所击杀的虫族生物 也不过就是一个 简单的虫族分支而已 如果虫神族的人 真的对他们发起进攻了 那场面 估计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 可现在的 他们也没有办法离开啊 就当萧涵思索的时候 忽然有两道倩影 出现在了萧涵的面前 落天圣女 拜见主人 冰灵女皇 拜见主人 萧涵转过头来 心里惊了一下 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并没有召唤你们啊 主人占据了虫族的地盘 现在几乎整个异性空间 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才赶过来 本来我们还不相信 是主人占据了虫族的地盘 但是现在过来一看 没想到 真的是主人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知道 怎么才可以回到人族吗 萧涵这话一说出口 冰灵女皇转手 就摊开了自己的手掌 一个小小的光阵 从她的手心当中释放出来 光阵在他们的面前变大 直到变成 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程度 主人 至于这个传送阵 是怎么得来的 我就不废话了 你只要站在这个传送阵上面 就可以去到任何一个星域 包括人族 萧涵一听 直接带着雅思高徒他们 站在了这个光阵当中 先暂时回人族吧 虫神族的那些家伙 估计已经盯上我了 主人 你先回去吧 灰心的是 我会安排人来看着她 萧涵点头 随后 只见冰灵女皇手中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力量落在传送阵上面 直接将萧涵他们全部包裹住 短短一秒钟的功夫 萧涵他们 直接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 北陵王国王宫当中 萧涵和雅思高徒 同时出现在了这里 回来了 雅思高徒 看着熟悉的宫殿材 长长地探出了一口长气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萧涵看着雅思高徒诞生问道 而雅思高徒 这是皱紧眉头 死死地看着王宫之外的天空 沉寂了好久 才缓缓开口说道 接下来 可能人族真的会迎来一场灾难 我没有想到的是 北境居然还有幻形虫隐藏其中 要是让他们对防御造成破坏的话 可能虫族的生物 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吞灭整个人族 天策勇士 要不你再和我去一次北境 彻底铲除虫族的那些生物如何 自从灰心一行之后 雅思高徒对于萧涵实力的认知 也算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要是现在萧涵还能够去北境的话 那么 就算是有虫族生物想要入侵 估计也不可能了 但是就当萧涵准备回复雅思高徒的时候 王宫之外 忽然冲进来一个护卫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古卧王大人 萧涵的目光 瞬间就从雅思高徒的身上移开 落在了这个护卫身上 出什么事了 古卧王大人 大师不好了 现在除了咱们北陵王国 没有受到攻击之外 其余三个王国的国王都已经 说到这里 护卫的眼睛都不敢看萧涵 这件事确实是事关重大 要是随便乱说 可是要砍头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倒是说啊 雅思高徒忽然走上前来 他似乎已经忘记了 现在北境的危机了 雅思高徒使者 国王大人 这事我就直说了 现在其他三个国度的国王都已经死了 这话一说出口 雅思高徒当即向后退了两步 第十三城邦一共就四个国度 现在除了北陵王国之外 其他三个国度的国王都已经死了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三个国度的国王 就算他们的实力再怎么弱 也不至于说会死得这么突然 自己就和萧涵一起去了一趟灰心 现在刚一回来 就听到了他们已经死亡的消息 而且还是三个国王同时死亡 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的人 实力该是有多强 难道是虫族的余岛 如果说 虫族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将幻形虫安排在北境的话 他们有没有可能 将幻形虫也安排在这三个国度当中呢 想到这里 雅思高徒的心脏 忽然猛地抽出了一下 天侧勇士 国度内的事就先交给你了 我现在得马上去一趟北境 话刚刚说完 萧涵都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雅思高徒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而萧涵同时也是颇为震惊 自己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萧涵的心里 或多或少都蒙上了一层薄物 有抓住是谁杀的吗 没有 三位国王的死 很突然 就连贴身护卫都没有任何发现 好 我知道了 萧涵摆了摆手 示意这名护卫先下去 而萧涵自己一个人皱眉沉思了起来 是不是意味着萧涵从自己的背包当中 拿出了那块城邦天令 之前因为没有得到其他三位国王的同意 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块城邦天令 但是现在四大国度也就只剩下了他一个国王 按照道理来说 他想要成为四大国度的王 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同意 于是乎自己查看了一下这个道具 定 当前道具 城邦天令 处于可以使用状态 是否现在使用 咦 想不到还真的可以使用了 萧涵虽然惊奇 但是更多的还是惊讶 这种惊讶 就好像是有人为了专门让他成为第十三城邦的王 而专门选择的将其他三个国王击杀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有人专门刻意这样 而并非是雅思高徒所想的那般 虫族不可能打入第十三城邦内部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就来看看吧 萧涵果断地点下了面前的透明提示框 确定 定 恭喜你成功成为第十三城邦的王 你在第十三城邦当中将拥有绝对的权限 所有权限全部开启 定 现在开启城邦挑战模式 每一个城邦的王可以挑战其他城邦的王 当然也必须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一系列的系统提示音在萧涵的耳边响起 其他的萧涵都可以直接忽略 唯独有一条消息 萧涵听了之后愣住了 城邦挑战模式 这是什么东西 难不成成为城邦之后 就没有了系统的保护资格 而是需要城邦之主独自镇守一个城邦吗 在萧涵想来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又有一道系统提示矿谈了出来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八城邦地天宫会发来挑战 是否挑战 啊哈 这就来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而且居然还是第八城邦的人 这些家伙 不会真把华夏当垃圾了吧 既然你们想要来挑战 那么就来吧 萧涵算是明白了 第十三城邦四大国度 为什么会在突然间 三个国度的国王同时死亡 这肯定也和第八城邦的地师公会 脱不了干系 说不定就是他们将三个国王击杀的 以此来让自己顺利成为 第十三城邦的王 这样的话 第八城邦的那些人 萧涵在心里冷哼一声 直接点下了面前的挑战按钮 叮 你已接受了第八城邦 第十公会的挑战 这个系统使用 几乎在整个第十三城邦当中撤响 每一个玩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什么 天策大神又成为了第十三城邦的王了 之前天策大神 不还是北凌王国的王吗 怎么现在转眼间 就成为整个城邦的王了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除了天策大神之外 其他三个国度的国王 好像都已经被击杀了 被击杀了 说这些有用吗 天策大神本来就有实力 成为我们第十三城邦的王 我们华夏也需要这种优秀的领袖 天策大神无敌 有天策大神在 我们华夏就会长胜不衰 国运值直接拉满 你没看见 现在第八城邦的第十公会 都来挑战我们天策大神了吗 那又怎么样 不过就是一个公会而已 区区一个公会 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挑战我们整个城邦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 天策大神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够灭掉他们 我们就瞧瞧看吧 各个主城区的玩家 这一点根本就没有让他们有半点意外 倒是那个第十公会的人 区区一个公会 也妄想挑战整个城邦 可笑至极 现实世界当中 在西西的面前传来这样一条消息 而且也足以震惊所有人类 西西大人 不好了 在西印的位置 有一个使用游戏头盔的玩家 忽然醒了 醒了 怎么回事 难道游戏中的技能 已经可以带到现实世界中了吗 西西面带苦涩地看着眼前的将军 从西印那边传来的消息来看 应该是这样的 目前的这个人 已经有可以使用魔法技能的倾向 简单的火球术 随随便便就能够召唤 如果是一些大型的魔法技能的话 他估计也要不了多久 就能够释放出来了 将军此言 直接让西西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快 实在是太快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虚拟融合现实的时间 比他预计的 都还要快上了整整一个月左右 这样来看的话 要不了多久 现实世界就会因此崩坏了 华夏又到底能够存活多久呢 你确定只是西印那边 非常确定 不过A国那边 好像在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 优先是寻找此人去了 是吗 西印或多或少 和A国牵扯一点关系 如果西印愿意 让A国带走此人的话 那么我们华夏的危机 就要开始了 将军点头 对了 让你们负责保护的萧天策 现在什么情况了 一切安全 只是不知道 现在他在游戏当中 是什么样的情况 没关系 继续盯着就可以了 它是我们华夏的希望 西西再次叮嘱道 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乱了 在虚拟中的人 没有办法回到现实 而现实世界当中的人 又处在一个浓浓的恐慌当中 虚拟融合现实 无尽的野怪都会出现 到那时候 人类的生存命运 又到底有几何呢 这全部都是一些未知数 什么坦克飞机核弹 在这种时候 估计也就只能够 当个玩具来放着玩 真的力量 全是在那些玩家的手里 虚拟事件 第十三城邦之外的地方 第八城邦地地师工会 会长地师坐在一把飞椅上 正在快速地靠近第十三城邦 而他的身边 正是地妖和柳叶刀 以及跟在他身后的工会成员 就这样的阵容 如果降临第十三城邦的话 那对于整个华夏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存在 二百八十级的高额等级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 干得不错 地妖 干得不错 此次我们攻下第十三城邦之后 你将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第十猖狂地笑了起来 可是会长大人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第十三城邦的王 在之前获得了 整整一万的国运值 他们整个华夏 都开启了三倍经验值 我不是担心他们的等级 能够超过我们 而是现在 第十三城邦的王这人 实力可能已经超过了 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一个能够直接获得 一万国运值的人 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没错会长 此次如果真的要进攻 第十三城邦的话 依我看还是 柳叶刀话都还没有说完 下一秒 会长帝师 就直接将他们的话 给打断了 能够成为第十三城邦的王 这人的实力肯定很强 但是那也只是一个 华夏人而已 难不成 让他们的实力 还能比咱们第八城邦的 那个家伙还要恐怖吗 同样是城邦的王 如果硬要比的话 他们宁愿去面对 萧涵也不远去面对 第八城邦的那个家伙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 第十三城邦的外围 而此刻 萧涵已经带着自己的召唤 生物在这里 等待多时 主人 他们来了 提罗那对着萧涵说道 能解决吗 当然 提罗那的回答 没有丝毫的犹豫 即便是面对 二百多级的地势工会 在他看来 他们也没有丝毫的胜份 主人 他们的实力 连灰心的那些家伙都不如 真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脸来挑战我们 听到提罗那的话 萧涵笑了起来 想不到 提罗那跟了自己这么久 就连他都开始变得 嚣张起来了 居然这么看不起 这些第八城邦的家伙 不过说来也是 现在这些地势工会人 虽然等级 还勉强地看得过去 但是也仅仅只是 看得过去 不过是二百八十级而已 而自己的等级 都已经达到了四百多级 他们是凭什么 来挑战自己的 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萧涵都忍不住想笑 华夏的垃圾 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第八城邦地势工会的会长 地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不要多久 这个第十三城邦 就将是我的了 地势对着萧涵嚣张地说道 他倒是非常绅士 还给萧涵来了一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 但是有用吗 根本就没有任何用 想要霸占第十三城邦 可笑至极 会长 为什么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华夏的那个家伙 好像等级是四百二十级啊 是我眼睛花了吗 奇怪 我看上去也是四百二十级 这是怎么回事 比我们会长 还要高出整整一百四十多级 不不不 这一定是假的 一个才来到这里的华夏人 怎么可能将等级 一下子就提升到四百多级 除非开挂 但是现在游戏 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好像也没有办法开挂了吧 这家伙有问题啊 帝师身后的会员你 一句我一句 在他们的眼中 萧涵的等级 让他们直接就看猛逼 他们都不知道 萧涵为什么会有四百多级的等级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当然在帝师看来 这很明显 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工程的一个手段而已 估计搞出一个虚假的等级出来 吓人的 一定是这样 华夏的垃圾 想不到你还给我玩这一套 有意思 你是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萧涵淡淡一笑 直言道 要打就打 别他们的给我废话 那现在来看的话 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帝师三城邦的老大 原来是一个装疯弄傻的家伙 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思说这样的话 哈哈 帝师忍不住狂笑起来 这毕竟是城邦挑战 虽然只是 第八城邦的帝师公会 挑战第十三城邦 但是帝师公会拥有群殴的资格 而萧涵没有 只有他挡下了帝师公会的攻击 那么才算是防守成功 否则的话 第十三城邦之王的位置 将归于胜利者所有 上吧兄弟们 我们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了 给我上 虽然帝师喊是这样喊 可是自己的兄弟们 依旧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萧涵现在 420多级的等级 光是看上去 就有点甚的慌 如果萧涵真的是 420级的话 那么他们 这里所有人 都不是萧涵的对手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将会是失败者 而且 一旦在这场挑战中死亡的话 那就是真的死亡了 他们不得不 三思而后行 你们还在这里 犹豫干什么 难道 你们真的被他这个等级 给吓住了吗 怕死的家伙 一个华夏人 根本就不可能 拥有这么高的等级的 全部给我上 帝师再一次 给自己的兄弟们强调 而这时候 才有一两个工会成员 硬着头皮 朝萧涵冲过去 随后帝师身后 所有兄弟 也都冲了过去 死就死吧 反正会长说的也对 华夏人现在 肯定没有办法 达到这么高的等级的 我杀了你 兄弟们 冲啊呀 冲冲冲 战据华夏 我们帝师公会是最强的 呜呼之声冲天起 萧涵只是冷冷一笑 而这一场战役 也被系统通过投射的方式 展现在其他主城区 玩家的眼前 萧涵站在 第十三城邦的入口 独自一人 面对整个地势工会 这才叫一个帝王之姿 非常强大 这这这灵 这还是我认识的 天策大神吗 这算什么 区区一个地势工会 就想来占据 我们的第十三城邦 简直就是想多了 系统 快把我也丢到 城邦入口去 我要和天策大神 一起战斗 这些狗东西 居然还想来 打我们华夏的注意 真是越看越气愤 天策大神 艾特萧天策 直接杀了他们 不要给这些 可恶的外国人 留任何面子 狗东西 我就忍不了这口气 等等你们快看看 现在天策大神的等级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卧槽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昨天这家伙等级 不还是二百八十多级吗 怎么现在 突然变成四百二十级了 这是怎么回事 开挂也没有这么离谱吧 现在我一级都需要 将近一百多万的经验值啊 老天 天策大神 到底在北陵王国 干了什么 整个三十四城的 华夏玩家们 全部都是震惊的 不仅仅是因为 萧涵的等级 更重要的是 现在萧涵以一己之力 抵挡整个 第八城邦的地势工会 提罗那 能解决他们吗 只要主人一声令下 他们全死 提罗那双目 闪着浓郁的红色光芒 想要杀掉这些 地势工会的成员 对于提罗那来说 也只是几个呼吸间的事而已 那就上吧 萧涵话音一落 提罗那 直接走上前去 伸出自己的手掌 赤红色的能量屏障 从自己的身上打开 将自己和这些 现在居然要躲在女人的身后 想用这个屏障 来阻拦我们吗 哼 你还真是看得起这家伙 区区一个屏障 就想拦住我们 根本不可能 帝师在一旁冷笑 但是这时候 提罗那忽然开口冷冷地说道 阻拦你们 说真的 你们还真的不配 我是怕你们跑了 主人说了 你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 想让我们死 我见过狂的 但是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狂的 帝师刚刚把话说完 下一秒他就看见 提罗那手中 忽然出现了一把 四十米长的星红镰刀 镰刀锋利至极 看上去随时会锁人性命 那就来试一试吧 提罗那根本就没有 再和帝师争论的想法 直接朝着前方冲了过去 混入到了整个 帝师公会的人员中央 虽然帝师公会的成员很多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 看见提罗那的身影 他们唯一能够看见的 也就只有一道道 星红的血影而已 该死 那家伙人呢 他人在哪去了 快点我把他找出来 好快 好快的移动速度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通过任何动态势力 来进行捕捉 这家伙有问题了 快 快一点 公会里面所有的牧师呢 圣职者呢 快施加保护罩啊 已经在做了会长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用 即便是使用了 最强的保护技能 但是在这家伙的面前 就像是一层纸一样 一捅就破 在这样下去会死的呀 本来之前 就在犹豫的公会成员 他们心里 就一直非常害怕 萧涵的等级 真的是四百二十级 如果真的是四百二十级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是不可能 活着离开的 老天啊 这可是以生命为代价呀 他们可不愿意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 替罗纳展现出来的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种强大的压制 二百多级的等级 在他们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思考的可能 战吗 现在在这样战斗下去的话 他们的结局 只会有一个 那就是死 而且 是百分之一百的可能性 不 不可能战胜的 这根本就已经不是人族的范畴了 这是死神 我们是不可能的战胜的 好吧 兄弟 要不我们一起跑吧 我还不想死 再这样一个乱世 我只想要活下去 我还有老婆和孩子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要离开这里 眼看着悠悠的红芒 在不断地朝他们靠近 他们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死神的逼近 现在在想让他们战斗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能 于是乎 他们直接丢下自己的武器 朝着远方跑去 可谁知道 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地狮 在这个时候 两只手握住匕首 直接在他们的脖子上抹了过去 鲜血顺着这些人的脖子喷尸而出 武功会的里面的人不允许有懦夫的存在 既然你们想走 那我就送你们一程吧 帝师笑盈盈地看着逼近的鸿芒 可就当这把镰刀忽然从虚空当中抽出 对着他攻来的时候 柳叶刀和地妖两人忽然出现在了帝师的面前 挡住了这一道攻击 哦 能够挡下我的攻击 这要是能够一击直接将柳叶刀和地妖直接杀掉的话 提罗那倒是还觉得没有多少意思 现在嘛 也只能证明柳叶刀和地妖有那么些许的实力而已 随后 提罗那才渐渐从虚空当中走了出来 站吧 你杀我这么多人 你必须偿命 正如我所愿 站 提罗那手握镰刀 将镰刀立于自己的身前 强行召唤死神 生灵宰割 提罗那双手展开根本就没有握住镰刀 但是 眼前的镰刀竟然像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举起来了一样 在地妖和柳叶刀的面前乱舞 攻击没有招式 即便是地妖和柳叶刀也不知道该如何防守 咔嚓 碰 随着两声翠响 地妖和柳叶刀的武器直接就断开了 被镰刀挥成了两半 他们瞬间就愣住了 可等他们刚刚回过神来的时候 星红的镰刀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划过 刷的一下 将他们直接切成了两半 不不 不可能 地妖和柳叶刀的实力 他们怎么可能会败下阵来 帝师傻住了 如此之近的距离之上 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帝师和柳叶刀就已经死了 他们可是帝师公会的两大主力战将啊 他们怎么可能会败 你也去死吧 提罗娜也不想和他废话 死神莲花斩 恐怖的死神压迫力挥舞着镰刀 朝帝师落去 这种压迫感 甚至让帝师都感觉没有办法呼吸 强 实在是太强了 比帝八城邦的那个家伙还要恐怖 颤抖 害怕 帝师第一次双脚发抖 你不能杀 话音未落 死神的镰刀已经挥下 直接将帝师给一分为二 死了 定 恭喜你成功将整个帝师公会的成员全部击杀 获得华夏国运值100点 城邦挑战成功 我就说天策大神没有问题的 天策大神干得漂亮啊 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杀掉 他们全部都应该死 还想要来占据我们华夏的地盘 真是不想活了 但凡我也在天策大神的身边 我飞上去掺和一下不可 得了吧 天策大神都还没有认真呢 你们看 这一次是谁将那些家伙打跑的 天策大神都还没有使用召唤卡要 之前天策大神可是将新手村的后山给灭了 而且还灭了几个副本 之前我记得可是一个拿着十字架的女人毁灭的 现在呢 那家伙都还没有出现呢 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天策大神身边的那几个美女都还没有出现了 说明天策大神的实力根本就不止于此 那肯定啊 能够占据重足灰心的人 你觉得实力会很弱吗 天策大神无敌 天策大神无敌强 各种话语在聊天频道里面都炸开锅了 叮 恭喜你 在城邦排名当中 排名第四 城邦排名 第一名 第一城邦 第二名 第五城邦 第三名 第二城邦 第四名 第十三城邦 第十一城邦 老大 大事不好了 城邦排名忽然更新了 是吗 怎么回事 新来的第十三城邦 现在直接霸占了第四名的位置 气焰非常嚣张 第四名的位置 之前这个位置不是第八城邦在占据吗 难不成第十三城邦的那个家伙 将第八城邦的那个怪物给解决了 不 不是的 听说是第八城邦地市工会的所有人 全部去挑战第十三城邦去了 直接给第十三城邦增加了100点与城邦关联的国运值 全部去了 听到这话 北影工会的会长影子忽然抬头看向了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人 是的 第十工会的那些人不仅全部去了 而且还全部被华夏的人给杀掉了 这话一说出来 整个北影工会的人都震惊了 现在城邦挑战确实有群殴的挑战规定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说是整个第十工会挑战的萧涵一人 而且还是一个华夏人 这能不震惊吗 整个第十三城邦也是才来到这里而已 难道他们现在的实力已经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了吗 一个人直接将所有第十工会的人全部灭掉了 咕噜 光是想到这里 影子都狠狠地哽咽了一下自己的咽喉 根本不可能 这个华夏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给我把这个华夏人盯紧了 这个人可能是华夏出来的一匹黑马 且不说他是怎么杀了第十工会的 我们务必引起重视 这一点我已经传达下去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 老大 说 影子 皱眉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工会成员 在第十城邦那边发生了一件非常怪异的事 这件事已经在整个第十城邦那边传得沸沸扬扬了 什么事 快说啊 影子 一脸焦急地看着眼前的这人 在第十城邦 有一个花花的工会 而在这个工会当中 有一个叫做 荆棘 的玩家 他消失了 消失 他被人杀死了 不 不是的会长 我听第十城邦的那些人说 荆棘这家伙 好像是在工会当中 准备领取任务的时候 忽然消失的 他并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甚至也没有任何负面的buff效果 听到这话 会长 影子 顿时就呆住了 一个没有受到攻击 甚至没有受到任何负面buff的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消失呢 要是现在 这款游戏已经封锁了退出的选项 只要有人一旦消失 那么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消失 可现在的问题是 荆棘 这家伙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啊 会长 现在 在第十城邦的聊天频道当中 传的最离谱的说法是 这人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不 绝对不可能的 通道已经被关闭 根本就不可能 会有人能够离开游戏 世界除非 会长话都还没有说完 另外一道声音 忽然在工会当中传来 除非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 那个家伙 将游戏技能 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虽然工会当中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但是也就只有 这个说法 才能够解释得过去了 想不到啊 想不到这么快 就已经开始虚拟融合现实了 要是那家伙 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的话 那么现在的世界 估计已经变得混乱起来了 那会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我们先将第十三城邦的 那家伙给看着 然后全力准备 虚拟融合现实的那一波契机 明白 然而在另外一边 现实世界当中 因为A国已经将 刚刚苏醒过来的吸引人 带回了自己国家 而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里面 A国人就开始对这个吸引人 开启了一系列的系统研究 血液正常 血氧量正常 骨骼正常 肌肉正常 心肺功能正常 等等 这家伙的心率又开始飙升了 他的心率已经达到250了 快走 要爆炸了 这家伙的心脏又要爆炸了 A国虽然将这个吸引人 关在了一个秘密的玻璃房之内 可是现在 他们依旧能够很清晰地听到 吸引人的心跳声 老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 而且 心率还达到了250 普通人要是这心率 恐怕早就死了吧 而且最关键的是 吸引人在五个小时之前 他的心脏就已经爆炸过一次了 但是 几乎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吸引人就又会长出 另外一颗心脏 简直堪称 医学史上的奇迹 等等 刘医生 刘医生 刘医生刚刚把这话说完 下一秒从玻璃房之内 就有一道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 冲了出来 哄 周围的玻璃全部震碎 反观玻璃房内的吸引人 此刻他全身上下 像是有好几条 游走的蚊子银蛇 在他的身上缠绕 他悠然地闭着双眼 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爽 真是太爽了 还是回到现实的感觉爽 吸引人活动了 一下自己的胳膊 骨头咯咯作响 还是用自己的身体舒服啊 好半天之后 吸引人再慢慢睁开双眼 看着这里陌生的一切 这里是A国 想不到 我居然会被带到A国来了 这个吸引人嘴角 露出一丝邪笑 就在刚在自己的心脏爆炸之后 自己在游戏世界当中的所有属性 也全部都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换句话来说 就是自己现在的智力 已经超过了爱因斯坦 所以他很简单就能够想到 自己肯定是第一个回归现实的游戏玩家 不然自己也不可能被A国的人重视 而自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实验室当中 站住 把手举起来 这时候 从实验室外面 忽然冲进来十个拿着枪的军人 他们死死地看着这个吸引人 他但凡有一个轻微的动作 这些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而此刻 吸引人只是淡淡一笑 自己现在虽然算不上是最强的玩家 但是仅凭自己现在的这点基本属性的话 枪炮根本就伤及不了他 但是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自己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没有魔法能量恢复机制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只能够使用几次技呢 忽然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从这些军人的身后传来 你们快给我把枪放下 这人至少也是一个少校 他从人群中走出来 来到了吸引人的面前 笑着一张脸 轻声道 不好意思 阿土先生 无事 听到吸引人阿土的呼声之后 少校这才放下心来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长气 要是阿土生气的话 他还只不准A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个拥有魔法的人 和拥有科技的国家相比 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既然阿土先生已经醒了的话 那就请阿土先生 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吸引人阿土点头 其实他也想要看看这些A国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带来这里 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少校直接带着阿土 来到了军方最高级的作战室 在这里的所有人 全部是A国最顶尖的战略家 而在他们的面前 有一个沙盘 这个沙盘上 插着一个赤红色的小旗 小旗的下方是滑下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别急 你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少校让出一个身位 阿土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这 这是阿土先生 阿土先生醒了 真是太好了 阿土先生 我们大家在这里 都已经等你太久了 来吧 阿土先生 你过来坐 这一群战略家 明明是A国高高在上的人 但是在阿土的面前 竟然变得这个恭敬 不是挪椅子 就是送水的 阿土先生 不瞒你说 我把你带过来 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们都知道 你是从九龄图游戏世界当中 刚刚回来 而且在现实世界当中 还可以使用技能对吧 我们就想让你 帮我强化一个东西 我们想要用它来对华夏 做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华夏 听到这话 本来阿土还有一点惊讶 但是很快 他的脸上 就开始浮现出浓浓的笑意 这群A国人 明显是知道一些东西的 但是自己也不打算藏着不说 既然他们想要强化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在魔法师的技能当中 确实有这么一个技能 可以做到强化效果 而且这个技能的耗蓝量 正好也不是很多 对于自己来说的 这点魔法能量的消耗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正好自己也可以通过 此次机会去试一试 现实世界当中 有没有魔法能量的恢复效果 你们想要强化什么 好半天之后 阿土对着少校直言道 少校对着前方摆了摆手 在大荧幕上 跳出一张图片 当看见这张图片之后 阿土直接就愣住了 且不说A国 这个大宝贝的实力有多强 单论自己魔法师的 基础技能来看的话 能够加强20的爆炸伤害 和5的爆炸范围 老天啊 要是把这个效果 加在这个大宝贝上面的话 在华夏的土地之上 至少也会留下一个 巨大的凹坑 这一点毋庸置疑 请阿土先生 和我一起去秘密基地 萧涵这边 在灭掉地市公会之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建筑当中 欢迎主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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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仆人 对着萧涵恭敬地喊道 主人 我已经在建筑二楼的大房间之内 摆下了一张一千平米的大床 要是主人累了的话 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这话一说出口 下方所有仆人 全部是微微抬头看向了萧涵 这十几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充满了渴望 但是萧涵还是摇了摇头 这场拍卖会当中会出现 如果主人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哦 这个消息 你是在哪听说的 萧涵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让奥恩去打听一下 寄天石的消息 这家伙居然打听到 第十城邦去了 我也是雅思高徒告诉我的 之前他好像去过一次 虽然拍卖的寄天石不是很多 但是据我了解 应该够用了 萧涵点头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一趟第十城邦 去看看 萧涵带着奥恩再一次离开了工会 朝着第十城邦赶去 而现实世界当中 阿吐被少校带到了秘密基地 阿吐先生 这就是我们A国花费了50年 研究出来的超级核弹 只要它爆炸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华夏而言 它必将在一瞬间 有一个省份消失 如果再配合上 阿吐先生的加成的话 它的伤害再得到最大化的增幅 到时候 对于华夏的伤害 绝对是致命的 怎么样 阿吐看着眼前高出500米左右的核弹 老天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恐怖的炸弹 这要是现在爆炸的话 自己连毛都看不见了 你们确定 当然 我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关系 阿吐先生有任何需求 我们随时满足 那就好 新银的阿吐先生 静止地走到了这个超级巨大的核弹面前 将手放在了铁皮之上 像是在抚摸这个大家伙 阿吐绕着核弹走得很慢很慢 他好像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他的体内蠢蠢欲动 同时他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核弹 如果被加持上魔法能量的后果 不行 不是这个点这边也不是 现在的阿吐 能够只要将手放在这个核弹上 他就能够知道 这一个点 如果加持魔法的话 效果到底怎么样 他现在的感知力 绝对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类 差不多又过了几秒钟之后 阿吐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的双目微微闭了起来 眉头皱起 感受了差不多几秒钟之后 他就又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里了 只要在这里施展魔法 那么这个核弹的威力 就能够得到最大化的提升 少校一听 当然是高兴得很 那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就麻烦阿吐先生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有一个问题 魔法能量具有很强的碰撞性 我要加强的 不仅仅是核弹的外表 还有真正会引起爆炸的东西 所以这个过程 我会放得非常慢 要是稍有不慎 说不定华夏还没有受到伤害 这里就先被轰出一个大坑 当然 这一切 全看阿吐先生安排就好 麻烦阿吐先生了 阿吐点头 随后便再一次将手放在了核弹之上 他控制着体内的能量 从心脏处的位置开始游走 顺着血液的走向 涌入手掌的位置 然后释放出来 夹载在核弹之上 随后便可以看见 一条条透明的像符纹一样的东西 开始在核弹壳上跳动 缠绕 爽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现实中释放出技能 现在我就是世界第一人 哈哈 感受着能量的游动 阿吐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浓烈 最关键的是 他现在没释放一点能量 他都能够感受到能量在恢复 虽然恢复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只要再恢复 那么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边 萧涵带着奥恩 也出现在了这个第十城邦的位置 主人 这个拍卖会 还有一个小时开始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萧涵和奥恩 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袍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 我们走吧 两人走在第十城邦的路上 时不时的 他们也会看看这些第十城邦的玩家 他们的等级 基本上都是220级左右 就算等级最低的也有190级 总体上来看 要比华夏的玩家 整整搞出一倍左右 但这也是之前的华夏 现在的话 自己多次开启了经验值加成奖励 想来 他们的等级应该也提升上来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玩家来到北凌王国了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好像城邦的排行榜更新了 你是说 哪个好久没有变过的排行榜 这次又是那个城邦 出现了一匹黑马啊 说出来你们都不会相信 这一次是第十三城邦的人 他们直接将排名第四的 第八城邦给刷下去了 什么 哪个城邦 第八城邦被第十三城邦给刷下去了 第十三城邦的人 不是才来到这里没有多久吗 假的吧 第八城邦的实力 其实第十三城邦能够超越的 千真万确 去挑战的第八城邦帝市公会 全部被秒杀 听说第十三城邦的 王已经四百二十几了 瓦特 我才不相信 要是我去 绝对弄死他们 这些外国人在角落里避避歪歪 虽然萧涵全部听见了 但是自己也没有心思去管这些家伙 就好比一头驴踢了你 你会踢回去吗 根本就没必要 很快 萧涵和奥恩来到了拍卖会的位置 你好 你来干什么的 拍卖会门口的护卫 拦下了萧涵和奥恩两人 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 护卫听到这话 似乎想了想 但也没有拦住他们 萧涵和奥恩静止地走了进去 现在整个拍卖会当中人数众人 光是坐着的都有上万之多 要是再加上站着的玩家的话 估计有十万人之多 这么夸张的拍卖会萧涵 还是第一次见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 小灵 感谢各位大佬来捧场 大家都知道 今天要拍卖的是一些大宝贝 所以小灵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开始吧 此次拍卖 一共要拍卖十件东西 而这十件东西里面 正好有萧涵需要的寄天石 第一件 神阶技能通宵件 这本技能书 是我冒着生命才得来的 含金量绝对百分之一百 而且还是神阶技能 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开始拍卖吧 主持人小灵的声音刚刚落下 台下就传来了爆架声 一百金币 张哥 一百金币 这个价格可不清楚啊 二百金币 赵长浩 你是在挑衅我吗 你一个法师出这么高的价格干什么 不好意思张哥 我家的猪修剑呀 这话一说出口 全场轰然大笑 而张哥直接就把价格 抬到了三百金币 两分钟之后 价格就被抬到了五百金币 张哥含泪买下 愚蠢 这种价都买 这时候 萧涵忍不住多嗶嗶了两句 可谁曾想 刚好就被张哥给听见了 小子 你说什么 我说你干得漂亮 因为是在拍卖会里面的原因 张哥自然也不好对付萧涵 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萧涵之后 才问身边的人 这家伙是谁 给我去调查一下 妈的 老大 这家伙好像不是我们地势城邦的人 不是我们地势城邦的人 那他来这里干什么 算了不管了 拍卖会结束之后 给我弄死他 好的老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出手第二件商品 二百颗寄天石 效果大家都知道 作用有多强 我相信各位比我清楚 那么开始吧 我出一千金币 想不到此次拍卖会 居然还有寄天石这种东西 小林 看来此次拍卖会 没有少准备东西啊 这时候 在拍卖台下方的一个人 忽然开口对着小林吹嘘道 当然 我既然给大家说了 此次拍卖会是最大的一次拍卖会 那么我自然是要拿点东西出来的 不然大家还以为我小林是在骗大家 小林这话刚刚说出口 台下的人就已经风啸起来 小林不会是小林 你拍卖会的能力我深信不疑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这二百寄天石 我出价一千一百金币 刘哥 这寄天石我已经看上很久了 要不你让给我如何 今天我就是冲这个来的 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 那我就直接出价一千二百金币吧 刘哥在拍卖会的实力 不说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只要是经常在这个拍卖圈混的人都知道 只要是刘哥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他拿不到的 看来今天这个寄天石 基本上已经被刘哥预定了 一千二百金币 这种高价 在这个拍卖会已经很恐怖了 要是折算成现金的话 估计很多人都只有哭的粉 一千二百金币买二百寄天石 不得不说 刘哥的财力还是很强的 有寄天石有什么用 寄天石的作用大家都知道 光有寄天石有什么用 还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装备打造师才行 否则的话寄天石的作用几乎为零 等等 您快看 好像那边有人把牌子举起来了 这话刚刚一说出口 几乎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萧涵所在的位置 牌子不是很大 也就只是一个八掌大小的白色小牌 上面写着一个二十七号 二十七号出价 一千三百金币 一千三百金币一次 一千三百金币两次 小林手里拿着小木锤 随时准备敲下 一千三百金币 在现在这个拍卖行当中 已经算是一个高价了 现在恐怕没有人 能够出得起更高的价格了 什么东西 这家伙是谁 他直接出价一千三百金币 天哪 这家伙竟然选择和刘哥硬钢 是个男人 我佩服啊 前不久 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和刘哥硬钢的人 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刚刚走出拍卖会 就被刘哥的人给杀掉了 而且做得非常干净 你别看刘哥这个人好说话 但是暗地里 他的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条人民啊 依我看 这个家伙肯定也活不过这场拍卖会了 当着面和刘哥硬钢 而且还是去抢几天使 我们就看好戏吧 整个拍卖会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萧涵的身上 同时刘哥的每一个微笑 也都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至于另外一边 之前被萧涵因骂傻子的那个张哥 皱着眉头死死地看着萧涵 而此刻 张哥旁边的小弟开口道 张哥 这家伙好狂啊 居然敢和刘哥这样杠 不简单啊 一个新来的 居然还有这样的气魄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老大 你就说怎么办吧 需要我们处理掉他吗 张哥身后的几个小弟 全都死死地看着萧涵 但是 这个时候张哥冷冷一笑 然后开口缓缓地说道 哼 这家伙居然惹上了刘哥 那么就不用我们出手了 他今天是必死无疑的 但是 这个寄天使既然这个小子 想要的话 那就陪他玩一玩 之前还敢和我作对 我张某人必须也要让他知道 一下我张家人的厉害 随后张哥缓缓地 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1350金币 这一道呼声 不仅震惊到了整个拍卖行的人 就连刘哥那边都鼓大了眼睛 但很快 刘哥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哈 姓张的 今天胆子大了 敢出手 和我作对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下场 自从半年前有一个和自己作对的小子 被自己杀死之后 拍卖行就没有人再和自己作对了 但是现在 不仅跳出来一个萧涵 还跳出来一个张哥 刘哥此刻当然是又惊又喜 真是有意思 1400金币 刘哥刚刚把价格爆出来 下一秒萧涵就把价格抬到了1500金币 自己身后的财团可是有钱多多作证 就算现在拍卖会所有人的金钱加起来 都不一定能够比得上自己 所以 这1500金币 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无关痛痒 既然他们想玩 那就玩吧 而且 最关键的是这个张哥明显是在针对自己 1600金币 这时候 张哥直接将金钱排到而来1600金币的高价 整个拍卖会的气场一度加剧 卧槽 张哥牛逼啊 这一次是要和刘哥死磕到底的节奏啊 我以为那个小子会和刘哥刚起来 没想到最后杀出来的是张哥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张哥 还是你张哥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 这三个人有十万个新年子 你们说张哥会不会只是想要报个价格 让那个小子来出高价 然后当那个家伙拿到寄天石之后 刘哥再带人去杀了他 这样一来的话东西 还是在刘哥的手里 我靠 全部都是套路啊 套路 和这样的大佬一起玩 我都感觉我已经死了千百次了 事实上 张哥的想法也确实和这些人想的一样 他就是要抬高价格 来让萧涵出高价 榨干萧涵金钱的同时 让萧涵得到寄天石 这样一来刘哥的锅也会在萧涵那边 和自己没有关系 可是张哥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现在的价格已经是一千六百金币了 要是这个时候 那家伙突然不加价了 这一千六百金币不仅我们要出 可能刘哥那边 我们还没有办法解释 张哥身边的小弟刚刚说完 拍卖台上的小林 已经敲下了手中的锤子 恭喜张哥 以一千六百金币的价格 获得二百颗寄天石 啊 啊 什么鬼 小林手中的锤子落下的那一瞬间 张哥的心是破碎的 他刚才也就打了一个 恍惚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等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没想到就听到了这样的噩耗 不是吧 不是吧 这可不信乱来啊 张哥 你看我刚才说什么 这家伙绝对是在耍诈 他可以加价 但是他却故意这样 张哥身边的小弟一个劲的 在他耳边嗲嗲 但是此时的张哥 只是用一个狠狠的眼神 死死的看着自己小弟 他想要杀了这个小弟的心 都有了 他奶奶的 这些人好的事从来不说 对自己不利的 那是一分钟来十次 但是他们终究是自己的小弟 张哥最主要的 还是看向了小涵 此刻的小涵 正看着张哥微微一笑 然后做出一个恭喜的手势 他奶奶的 你小子这是在找死 你坑我是不是 张哥忍不住 用手指着小涵的鼻子怒声道 张哥说哪里话 我只是没有钱而已 没钱自然就不能加价了 这一点 我想每个拍卖会的人 心里都清楚吧 张哥顿时就语色了 拍卖行的规矩 确实是这样 好东西 只有有钱的人才有资格获得 没有钱的人 连喊价的资格都没有 这家伙现在的样子就是春风得意 他只是没有加价而已 他如果真的想要一口气买下来的话 财力是绝对不会比刘哥弱半分的 但是现在肖涵并没有做 相反自己还获得了这几天石 张哥的心里直呼完蛋了 这个几天石绝对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张哥 你快看刘哥那边 他好像在看着你 似乎是有什么话要说 张哥 刘哥给你比了一大拇指 他好像觉得我们干得不错 张哥 你看刘哥 小弟们抬起头来对着刘哥所在的方向 挥了挥手 但是只有张哥自己知道 现在的刘哥估计想要杀死自己的心都有了 老天啊 今天要想离开这个拍卖会可能有点难了 现在张哥光 是用余光都能够看见 从刘哥那边释放出来的恐怖杀气 直接裂开 张哥 我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能早点溜就早点溜吧 本来张哥是准备趁着拍卖会 还没有结束就离开的 但是正当他准备转身的时候 他身后三个壮汉将他看着 而这三个壮汉都是刘哥的人 张哥 这是准备跑路吗 刘哥说了 拍卖会结束之后 找你有话说 你就乖乖地坐在这里吧 如果赶跑 必死无疑 当然不仅仅是张哥这边 还有萧涵这边 同样是遇见了这种情况 但是在萧涵自己看来 这些都无所谓了 毕竟祭天时现在在张哥手中 今天就算刘哥不让人来堵他 自己也会在拍卖会结束之后 直接去找到张哥的 祭天时最后一定是他的 两个小时之后 各位 今天的拍卖会就到此为止 希望没有让各位失望 另外 小林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 拍卖会场地之内 禁止发生任何斗殴 说这话的时候 小林的目光也落在了张哥 刘哥 还有萧涵的身上 只要是在这个拍卖会中的人都知道 这三人在今天肯定会有一场斗殴 我们还是快走吧 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别到时候 刘哥教我们也杀了 走走走 没什么好看的 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 散了吧 刘哥什么实力 萧涵又是什么实力 众人都不用想 基本就能够猜到最后的结局 小子 走吧 刘哥 请你去喝杯茶 这时候 站在萧涵身后的壮汉 忽然开口 萧涵当然也不拒绝 反正都是要去的 自己倒是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走吧 奥恩 两人被几个大汉带到了一处胡同里面 而这里还有那个所谓的张哥 小子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张哥脸上还略带嘲讽地看着萧涵 但是萧涵只是稍微闭着眼睛 他在等等刘哥的出现 只要刘哥出现 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杀掉他们 然后带着寄天石回到第十三城邦当中 虚余之后 刘哥带着长剑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敢和我作对了 我真是给你脸了 刚一见面 刘哥就对着张哥和萧涵威慑道 刘哥 你听我说 我其实并不是想针对你 只是这个小子 是这个小子 搞我 张哥把所有责任 全部推到了萧涵的身上 但是萧涵根本就不在意 小子 我看你是华夏人 你是从第十三城邦过来的吧 我也不怕告诉你 现在我们吸引人 已经有人融合现实 我们吸引和你们华夏之间的恩怨 恐怕也会到此为止了 现在想想 你们华夏被法术轰碎的场景 就忍不住激动 不过不重要了 你马上也会是一个死人一个 刘哥第一眼 就已经看出来了萧涵的出处 他说的没错 萧涵就是华夏人 但是让萧涵惊讶的是 吸引人居然 有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了 这也太快了 自己之前 虽然已经知道了NPC被人化了 但是自己 完全没有想到 已经有人回归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行了 动手吧 顺便把寄天石给我拿出来 刘哥也不废话 直接让自己身后的几个壮汉 冲上去杀了他们 刘哥 你听我说 这寄天石我给你 你别搞我 张哥马上拿出了200颗寄天石 但就在这个时候 萧涵拿出了一张召唤卡 出来吧 天鹰女皇 绝美女皇忽然出现在几人的面前 都不等他们回过神来 就是一个响指 全面 伤害6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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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一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一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一名 天鹰女皇也就只是轻轻动了动手指 张哥和刘哥 以及那些本来准备对萧涵发起进攻的壮汉 他们全部消失的一干二净 而现场也就只留下了一团金色的光芒 萧涵将手放在了这团金色的光芒之上 定 恭喜你 获得寄天石200克 终于到手了 萧涵嘴角一笑 随即直接将200克寄天石丢给奥恩 奥恩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交给你了 我之前在灰心获得的装备 你帮我全部打造起来 已经将装备效果全部融合在一起 当然没有问题 奥恩接下200克寄天石对着萧涵点头道 现在寄天石也到手了 他们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在第十城邦久留了 还是先回到第十三城邦再说 走在路上 自己依旧是在想一个问题 现在真的有西印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世界绝对会被扰乱的 本来一个靠核武器维持和平的年代 现在突然有魔法能量的介入 那么很多国家想要 称霸世界的心肯定就会萌发出来 特别是像A国这样的国家 现在西印已经有人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那么A国那边肯定也会收到消息 他们肯定会用一切代价来得到这个人 毕竟一步快步不快 真是该死 这样下去的话 我可能只在游戏里面无敌 他们现实中的人很可能直接杀掉我了 特别是这个西印人 直接搞来一个核弹 无差别灭杀 现在光是想想消涵 就不禁有些后怕 他现在只是期望 虚拟彻底融合的时间 能够再快一点 另外一边 张哥和刘哥的工会成员 同时收到一条消息 提示 当前工会会长已死亡 请选择新的工会会长 否则的话 该工会在十分钟之后原地解散 这道提示 应在他们工会成员的耳中来回传想 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假的吧 现在就连系统都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吗 张哥且不说是 第十城邦最强的存在 但是他还是有实力的 想要杀掉他 除非是刘哥亲自动手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算刘哥亲自动手 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击杀啊 张哥连摇人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不是可以从侧面说明 我们张哥这一次遇见了真正的对手了 别急 现在很可能是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等等看 看看十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 于是乎 张哥工会的所有成员 全部是待在工会的门口 而此刻又有一些刘哥工会的成员 气势汹汹的找上门来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们会长 滚犊子吧 我还想说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们会长呢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系统的提示了 这话一出 刘哥工会的成员也猛逼了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第十城邦里面 张哥和刘哥是什么样的人物 恐怕整个第十城邦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而现在的情况是 两个人居然一起死了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刚刚从拍卖会出来的玩家 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还不知道吧 好像说是此次拍卖会来了一个 第十三城邦的人 这人惹到了张哥和刘哥 然后张哥和刘哥 就去找那个第十三城邦的人算账 这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 真是没有想到啊 刚刚成立的第十三城邦 居然有人的实力这么强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这名玩家 说着说着就离开了这里 他自然也不想在这里逗留 他一看就知道 张家和刘家的工会成员会出事 自己为了不沾染这一份杀气 静止的就离开了 第十三城邦 想不到居然是第十三城邦的人 兄弟们去给抄家伙 去门口找这个家伙去 我们刘家人何在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刘哥和张哥 很有可能就是 被这个第十三城邦的人给击杀了 我们去给会长报仇 冲冲冲 什么第十三城邦来了还想走 根本不可能 除非把命留下 张嫂 依我看的话 我们现在最好先联合起来 先把这个第十三城邦的人 杀了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如何 当然 我们的事都是小事 但是这个华夏人 是觉得不可能放他离开的 简单说了几句话之后 张家公会的成员和刘家公会的成员 也就短暂地站在了一起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想要杀掉小汉 区区一个华夏的人 也敢出现在我们第十城邦 简直可笑至极 小汉刚刚来到第十城邦的出口位置 本来打算是直接回到第十三城邦的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密密麻麻的人忽然朝着他压了过来 主人 好像有人过来了 小汉摆了白手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根本就没有一丝慌乱 我本不想在第十城邦大开杀箭 既然你们想要来找麻烦 那就不能怪自己了 都不等这些人出现在小汉的面前 自己果断地拿出了一张召唤卡 天鹰女皇 出来吧 银白色的长裙 外加上一头银白色的长发 让天鹰女皇看上去就像是白雪公主一样 美丽至极 但是美丽的背后 是天鹰女皇恐怖的输出 华夏的死人 你给我站住 杀了我们会长 还想要离开我们第十城邦 必不可能 第十三城邦的人都是垃圾 兄弟们 给我冲啊 杀了这个华夏人 我单方面悬赏100W同币 冲冲冲 只要是杀掉这家伙的人 就有能力成为新一人的会长 各种呜呼声从前方传来 但是对于萧涵来说 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波动 今天就算是所有第十城邦的人来了 他今天都可以将他们全灭 而且对于萧涵来说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如果说系统随机性 选择让吸引人提前降临现实的话 那么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自己也有必要将第十城邦给他灭了 只要第十城邦一灭 那么第十三城邦的玩家 就能够更快地回到现实世界中 这也算是一个相对论 给我去死吧 眼前已经有一名玩家 冲到了萧涵的面前 但是却被天鹰女皇一脚直接给踢开 随后只见天鹰女皇 做出一个要打响指的动作 这一幕直接让众人看笑了 哈哈哈哈 华夏的小子 你召唤出来的都是什么小可爱 他不会以为自己是灭爸爸 哈哈哈哈 一个响指 你以为就可以直接灭掉我们吗 我们现在可是190多级的玩家 想要杀掉我们你算什么东西 这样的话刚刚从他们的嘴里面说出来 下一秒 他们所有的眼睛都瞪大了 因为就在刚才 天鹰女皇忽然打响了响指 而这一切竟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扩散 一股恐怖的灰烬之力 从天鹰女皇的身上瞬间释放出来 喂喂喂 这是什么情况 这道风暴是什么回事 这是空间乱流 这绞杀之力 很多玩家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遭到了这股灰烬风暴的席卷 一大片一大片的伤害数值从空中飘落下来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 获得国运值 一点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吸引人 获得国运值 一点 反正也已经杀了这么多的吸引人了 还不如直接将第十城邦灭了 灭了第十城邦的话 总体上来说对于自己还是很有好处的 否则的话 一旦大量的吸引人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话 对于萧涵来说是最不利的 因为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 只要稍微有一个炸弹 一片火焰雨 自己必死无疑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出来吧 卓妍女腔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一切低等级的召唤生物 萧涵将它们全部召唤了出来 虽然它们在等级上和吸引人差不了多少 但是如果自己的召唤生物和吸引人单挑的话 吸引人必败 毕竟神机的装备也不是吹着玩的 开始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屠杀整个第十城邦 而此时此刻 在第十城邦的上空一道系统提示音 提示 第十三城邦主人开始对第十城邦的人展开攻击 如果胜利 那么第十城邦将归属于第十三城邦 如果失败 第十城邦获得20%华夏国运 这个消息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响起 什么东西 这是要怪兽攻城吗 第十三城邦的人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搞错没有 老哥 我刚才好像看见 我们第十城邦的张哥和刘哥都已经死了 现在就连他们的工会都已经全部解散了 这一切好像也是因为一个华夏召唤师引起的 华夏召唤师 直接灭掉了张哥和刘哥两人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什么样的实力 哥 你抬头看看 那条龙在天上飞 比我们的守护神兽都还要牛逼 是吗 难道就只有 他是第十三城邦的主人吗 是不是觉得我们第十城邦就没有老大了 你们快看 当所有人都看着萧涵手下的召唤生物 在整个第十城邦当中肆虐的时候 第十城邦的老大也走了出来 第十三城邦的主子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第十城邦的主子是一个书生 对着萧涵彬彬有礼的说道 而萧涵却是眉头狠狠一皱 但很快便又舒展开来 既然来了 那就不用说了 开战吧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这句话从萧涵的口中说出之后 萧涵身边的暗黑之女直接冲了出来 而书生则是合上了自己的如道书籍 他的双目闪过一抹狠利 好像是随时要将萧涵给吃掉一样 我不想杀人 但是如果你想要夺走第十城邦的话 那么请你在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是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如你所愿 书生洞都还没有动一下 暗黑之女直接对着虚空一抓 凭空出现了一把黑色的长矛 长矛根本就没有任何征兆 一下子就贯穿了书生的胸膛 暴击伤害 1010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成功击杀第十城邦之主 获得国运值5000 提示 提示 第十城邦之主 一死 现在第十城邦完全归属于第十三城邦 成为下属城邦 第十城邦的所有人耳中乍下 什么 我们的第十城邦之主死了 搞错没有 一招啊 一招直接秒杀 这家伙到底是谁 为什么他的实力会如此恐怖 现在华夏的人都已经这么强大了吗 快走吧 你没看见 华夏的那人还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吗 我感觉他要杀了我们所有的吸引人 他要杀了我们所有的吸引人 当这个消息 在其中一个吸引人口中说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看向了近乎快要铺满 整个第十城邦的召唤生物 这些全部都是萧涵召唤出来的召唤生物 按照道理来说 现在萧涵应该停手了才对 毕竟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但是萧涵根本就没有停手的意思 想要我停手 哼 根本不可能 要是让吸引人全部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那么华夏就危险了 萧涵嘴角微微一瞥 双目中闪过浓浓的凶光 杀 杀了这里所有人 一声令下 整个第十城邦之内的所有召唤 生物群起而攻之 几乎覆盖到了第十城邦的每一个角落 刷刷刷 由于实力差距的原因 整个第十城邦的吸引人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挡住萧涵的攻击 即便会存在一些二百多级的玩家 可以抵防一些低阶召唤生物的攻击 但是只要是在天鹰女皇的面前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可能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吸引人 国运值 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吸引人 国运值 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吸引人 国运值 加一 一连串消息在萧涵的耳边不断响起 但是萧涵可不管这些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了这些吸引人 同情 那是绝然不可能的 而与此同时 在其他城邦当中 你们听说了吗 听说了吗 第十城邦现在已经快要沦陷了 沦陷 那不是吸引人的地盘吗 而且据说 他们还有人已经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是吗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为什么第十城邦现在沦陷了吗 有没有谁能够解释一下 我是第七城邦的玩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你都不知道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在第十城邦当中有一场拍卖会 据说有一个第十三城邦的人参加了 第十三城邦的人参加第十城邦的拍卖会 这倒是一件稀奇的事 而且还有一点 在众多强者面前 这个第十三城邦的人 还有资格能够拍到东西 扯淡吧 听说我玩 此次就是这个第十三城邦的人 就是他 他已经将第十城邦的城主杀了 现在正在屠杀整个第十城邦 所有人 这条消息一出来 几乎所有城邦的玩家 全部杀住了 不是把一个第十三城邦的人 在第十城邦大开杀箭 这根本不可能 这第十三城邦是什么等级 第十城邦又是什么等级 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好吧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 第八城邦的第十公会吗 之前不是去挑战 第十三城邦之主吗 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后来第八城邦的第十公会 不是被第十三城邦的那个家伙 直接给杀掉了吗 你们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现在 在第十城邦展开屠杀的那人 很可能就是第十三城邦之主 他的实力传闻很强 直到现在都未曾有过一次败记 卧槽 不是吧 不就是一个第十三城邦的华夏人吗 有这么玄乎吗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刚刚有人把这话说出来 随后很快的时间之内 各大城邦的上空 都响起了一个系统提示音 提示 第十城邦所有吸引人 全面 当前属于第十三城邦 华夏之地 开启守护兽的庇护 炎帝 什么 第十三城邦的 开启了守护兽 外来城邦竟然开启了守护兽 强 真是太强了 为什么华夏的实力 能够突然间提升这么多 现在的肖寒 不仅仅是第十三城邦的王 现在更是第十城邦的王 同一时间 竟然直接掌控两个城邦 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存在 现实世界当中 吸引国 本来吸引首相还在庆祝 自己的国家 居然成为了第一个拥有魔法 掌控着的人 虽然还有很多人 都被困在游戏当中 但是有一点他知道 只要系统还站在自己这边 那么自己就不愁 第二个能力者的诞生 到那个时候 吸引国将成为超越华夏 超越M国 甚至是超越A国的超级大国 没办法 现在这种特殊的时期 根本就不是一颗核武器 就能够起到威胁了 真正的威胁 已经变成了能力者的拥有 而他们吸引国 就是第一个拥有能力者的国家 只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相信还有更多的人 能够从虚拟游戏世界当中走出来 到那时候 吸引国直接称霸世界 光是想到这里 吸引首相就已经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将军跑了进来 不不不 不好了 首相大人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将军跑过来 喝了一两口水 缓了一下才 慢慢开口 现在所有地方都出现了死亡的情况 而且这些死亡的情况 全部都是来自于虚拟游戏世界 死了就死了 只要 说了几个字之后 首相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立马看向了这个将军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 这些都是怎么死的 我说那些带着虚拟头盔玩游戏的人全死了 什么 首相扑通一下 直接坐到了地上 他刚才还在想 吸引国称霸世界的情况 结果现在就受到了这样的恶号 不用想也之后 肯定是游戏里面出现了某种状况 他们外面的人不能进去 里面的人不好出来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不过 首相知道的是 吸引国可能惹到了不该惹的存在的 真是该死 而此时此刻 坐落在吸引国之内的首相 现在已经脸色发白 当他知道 这些本来还在游戏里面厮杀的国人 全部死掉之后 他基本上就已经看到了吸引国的结局 现在 他们吸引国虽然有第一个 从虚拟游戏世界当中回来的人 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 要是等到真正的虚拟融合现实之后 所有国家都拥有一大批能力者的时候 那么他们吸引国 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阶下囚 就算有核弹 又能怎么样呢 真是该死啊 真是该死 首相拽紧手中的拳头 狠狠地锤打了一下旁边的石墙 差不多过了几秒钟之后 首相一脸严肃地看着将军 你 马上给我去联系A国那边 目的 要么让我们加入A国 要么让他们把我们的能力者还给我们 听到这话 将军的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首相大人 你的意思是零 趁着现在虚拟 还没有彻底融合现实的时间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大的靠山 对吗 首相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现在虚拟融合现实 才刚刚有了征兆 而我们又是第一个拥有能力者的国家 所以 现在我们的话语权 才是最大的 要是等到后面 A国 华夏 他们都有了能力者 那么我们对于他们来说 就不足为惧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们吸引人 被困在游戏里面的人全面 现在再不找个靠山的话 后面我们必死无疑 将军一想 也确实是这样 于是乎 他和首相稍微告别之后 也就马上和A国那边联系起来了 这件事 根本就没有任何拖延的可能 越是往后退 对他们来说 就越不利 而A国这边 差不多在几秒钟之后 就收到了来自吸引国的消息 总统大人 吸引那边来消息了 他们要求我们现在 将能力者归还给他们 总统端起桌上的刀脚杯 喝了一口红酒 眯着眼睛 品味了一番之后 才睁眼开口道 归还 这吸引国是在打什么主意 不是说好了 我们用一个月吗 而且还支付了上亿美金 怎么 难不成他们现在 想要反悔吗 说着说着 总统就来气 直接拿起一整瓶红酒 开始往嘴里灌 总统先生 他们愿意将百亿现金 退还八十 是吗 想要违约 有意思 看来吸引国此次 也遇见问题了 总统也不是傻子 此番吸引国的举动 有很大的可能 是因为吸引国出大事了 不然吸引国 不会这么着急 给他们打电话 而且目的还非常明确 就是想要 要回这个能力者 那么 作为A国的总统 对于此次吸引这件事 背后原因的一个猜想 也不难猜出来 将军 让人现在去调查 一下现在吸引国的那些玩家 我怀疑他们 可能在游戏世界里面出事了 不然 吸引那边 也不会这么着急 让这个能力回去 听到这话 将军似乎并没有感到 有一丁点的意外 只是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另外一个 与将军走了过来 鲁斯将军 这次算我输了 你说得很对 吸引国那边 确实出现了 大批量的死亡事件 而且这件事 就是和吸引国里 哪些沉睡在游戏当中的 玩家有关 鲁斯将军并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 落在了总统的身上 果然没错 看看吸引国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这样吧 两位将军 你们去和吸引的人商量 我们可以 让他们加入我们A国 人是肯定不会还的 可是 总统大人 这样的话 会不会 总统大笑起来 怎么样 他们还能怎么样 他们现在 没有选择的余地 浪费时间 只是对他们自己不利 而我们有的是时间 如果他们不同意 那就好吧 好的 总统先生 我这就去处理 现实世界当中 风起云涌 而游戏世界当中 萧涵独杀四方 现在 第十城邦也站下来了 萧涵准备 先回到第十三城邦当中 一来是那边 还有些任务 需要处理 二来就是 获得了寄天石 还需要奥恩帮忙 强化一下 提升一下装备的属性 可就在萧涵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道呼声 出现在了他的耳中 叮咚 全民任务开启 这短短的几个字 不仅是在萧涵的耳中响起 在每一个城邦的玩家耳中响起 什么 全民任务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任务 这是第一次吧 难道是有外星文明 入侵我们人族了 我弱弱地说一句 你们觉得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任务 和融合现实有关 卧槽 虚拟融合 好像已经有人回到现实了 我感觉这个任务 就是和现实有关系 别急听听看 在所有城邦的聊天频道当中 几乎都是对这个全民任务 聊得热火朝天 而另外一边 第八城邦的城主 白胡子 本来盘坐在某个洞穴当中 在听到这道系统提示音之后 也睁开了双眼 嘴里嘞喃着 全民任务 我等着一天太久了 第一城邦城主 新宿 天赋到手 只要回到现实世界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王 萧涵这边 有意思 全民任务 看来已经非常清楚了 此次任务 有很大的 可能就是和融合现实 有关系了 就是不知道 此次任务的难度如何 萧涵抬头 看着天空的位置 他知道 此次任务事关重大 如果让A国的那些人 提前进入现实世界的话 那么整个时间 估计都会乱掉 他们绝对会在第一时间 用绝对强大的力量 来对其他国家 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便是自己 也会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 绝对不能让他们 提前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这个想法 刚刚在萧涵的脑海中 闪过下一秒 提示音再度想起 全民任务开启 回归现实 全民任务 回归现实 任务要求 所有人族玩家 请前往不周山 在不周山副本当中 寻找可以回归现实的道具 拥有者可以直接回 回归现实世界 奖励 无 惩罚 无 提示 所有人族的人 努力奋斗吧 不周山里面 有你们想不到的东西 所有人的面前 都出现在了 这样一块透明面板 回归现实的任务 前往不周山 只有获得相应道具 才拥有 回归现实的能力 几个重要的信息 全部呈现在 所有人的面前 而与此同时 几乎每一个人 都拽进了拳头 双目中 闪过浓浓的很励志色 来了 来了 这一刻 终于来来了 哈哈 我张某人 翻身的时候到了 能不能翻身 做主人 就看这一波了 不周山 这个地方 我好像在某本书里面 看见过 但是一时间 竟然想不起来了 这个好像 是有一个 叫做山海经的书里面 写过吧 我在三年前 看过这本书 可是这只是 一个传说啊 先不管传说不传说的了 反正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了 这个不周山的位置 等等 这个不周山 好像就是在华下吧 我靠 不是吧 在华下 也就是说 在第十三城邦当中 这是天佑 第十三城邦 吗 天佑 兄弟 你好好想想吧 此次不周山 位于第十三城邦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 其他城邦的玩家 都会齐聚第十三城邦 到时候 我就看华下 到底是谁有实力 能够直接灭掉 第十城邦 很多玩家 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不周山虽然位于 华下世界当中 这对于华下来说 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于华下 这又是一次 浓浓的危机 所有人 全部都在针对华下 到时候 就算华下再强 也必死无疑 华下 绝对不可能有一人 能够活着 从这个游戏世界当中 回到现实的 走走走 兄弟们 为了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我们冲吧 终于有机会 去华下大开杀戒了 什么妖魔鬼怪 我就想要看看华下 到底是有什么实力 直接将第十城邦给灭了的 走 不周山的通道 已经打开 我们可以 直接通往华下了 越来越多的玩家 通过传送阵的方式 直接朝着不周山 传送了过去 第十三城邦 魔鬼极大的空地之上 一座大山拔地而起 山峰直冲云霄 该山就名为不周山 快进去吧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已经来到我们华下了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 这是压迫感啊 怕什么 难道我华下就无什么 开什么玩笑 你们把天策大神 放在什么位置 挡住天策大神 可以直接独挡 各大种族的人 等等 天策大神之前 就已经可以一人 直接灭掉重族的灰星 你们忘记了吗 区区一些外国人 对于天策大神来说 根本就无所谓 一场名曰华下 对抗世界的大战 即将展开 而萧涵这边 更是直接就回到了 第十三城邦当中 现在不仅不周山 自己需要前往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寄天石 如果回归到现实世界的话 奥恩可能没有办法 找到合适的融路 所以耽误至 集萧涵这边 也需要用最快的方法 去将所有的装备 打造到一个最好的程度 然后前往不周山 回归到现实世界当中 就这样决定之后 萧涵也不敢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对着奥恩述道 奥恩寄天石的事 就交给你了 然后这是所有的装备 将之前 从灰星带回来的装备 全部融合吧 时间的话 尽量快一点 奥恩点头 可是之前 从灰星带回来的装备 属性都太强 如果想要尽快融合成功的话 可能在时间上会比较长 主人 至少也需要六个小时以上 六个小时 萧涵眉头紧皱 六个小时的时间 足够70%以上的玩家 回归到现实世界了 到那时候 自己还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 可能会遭到无差别攻击 可能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活下来 有办法 能够缩短时间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它需要机缘时 只有它能够做到缩短时间的作用 可是这个东西 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断绝了 想要找到它 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可是对于萧涵来说 六个小时的时间 太长了 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么久的时间来浪费 可就在萧涵还在考虑 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 缩短时间的时候 秦安娜带着十几个仆人 来到了萧涵的面前 主人 我和他们之前在外面 看见了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能够发光 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们所说的机缘石 秦安娜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手中的石头 递给了萧涵 而萧涵接过来一看 叮 恭喜你 获得道具 机缘石 萧涵 机缘石 想不到这个小小的石头 居然就是奥恩说的机缘石 刚才不还在说 已经几十年 没有出现过了吗 现在居然被秦安娜 一下子就拿出来了 萧涵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 他本来还想问问 秦安娜是怎么拿到了 但是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现在时间 紧急地尽快让奥恩 完成装备的打造 奥恩接住 这就是机缘石 有了机缘石 最快什么时候 能够打造成功 如果机缘石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的话 最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够完成 很好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还有个问题 这么多的装备 我们需要打造的话 需要一个巨大的熔炉 没关系 直接开山吧 和之前一样 萧涵转身 直接带着奥恩 离开了北陵王国当中 然后去到了一个 最近的大山附近 萧涵想也不想 直接将所有的火系 召唤生物 全部召唤了出来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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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开了这座山 萧涵的声音刚落 卓妍女枪手中 火红色的长枪 轻轻一挥 直接就将整个山头 给展开 再然后太古龙女 一声龙啸 龙岩潭从他口中喷出 落在山体的中心 将整个山体凿 开一个大坑 够了吗 萧涵看着奥恩 配合上太古龙女的火焰攻击 将这些的打造空间 进行放开 然后是利用祭天石 和机缘石的作用 加快其他装备的融合 而此刻 萧涵刚才打开聊天频道 开始看了起来 毕竟现在 布周山可能已经成为了 所有人都在争抢的地方 随后萧涵打开了聊天频道 我们华夏的兄弟们 都在那个地方 现在那些可恶的外国人 已经来到布周山了 而且他们在这里 还设置了一个屏障 专门针对我们华夏的 他奶奶的 这群狗东西 没有人了吗 走走走 冲冲冲 今天就算是死 也要让这些外国人 看到我们华夏人的气魄 但凡是天策大神出面 他们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还敢拦住我们 天策大神要是出面 他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进入布周山 天策大神不会 已经回到现实世界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担心了 就算这些人 把我们全部堵死 我们华夏也还有天策大神在 天策大神会 为我们报仇的 其他的宣布说 今天我们得会 移会这些外国人 随后的一段时间 越来越多的华夏人 开始前往了布周山 可是因为外国人 拥有传送机制的原因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可以比华夏人更快的 所以才会出现 有些外国人 联合起来 对华夏展开了制裁 布周山 在各大入口的位置 至少都有数百名外国人 拦在这里 此处 从现在开始为我们的地盘 华夏人不得进入 这样的声音 在整个天地间回荡 凭什么 你们算什么东西 布周山是在我们 华夏的地盘上的 布周山是属于我们华夏的 你们才是强盗 给我们滚出去 就是就是 越来越多的声音 从华夏人口中传出 无一例外 就是为了让这些外国人 离开这里 而这些外国人 也只是淡淡一笑 可笑 这里明明就是我们的地盘 这是我们先来 先来后到 知道吗 那你们要这样说的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开战吧 上万的华夏人 看着眼前的几百名外国人 眼中全部都是 露出了凶狠之意 这里是华夏的地盘 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 外国人侵犯 想要霸占不周山 绝无任何可能 哈哈 来吧来吧 我早就想要和你们 这些华夏人打一架了 之前听说你们 将地石城邦占据了 看样子实力很强了 兄弟 就这样的实力 还很强吗 也不过就是一群 150级的玩家而已 在我眼中 连那些野怪都比不上 来吧 我就看看 今天谁杀的华夏人多 几百名外国人对战 几万华夏人 而这些外国人 都是260多级的玩家 他们在面对 150多级的华夏人的时候 心中根本就没有一丝惬意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群华夏人 别说几万人 就算再来十万人 他们也不怕 因为他们的实力 连野怪都比不上 刷刷刷 大战一触即发的同时 各种绚丽的技能 在天空中划过 伤害 230W 伤害 230W 伤害 230W D A国玩家 击杀华夏玩家 国运值 加1 D A国玩家 击杀华夏玩家 国运值 加1 D A国玩家 击杀华夏玩家 国运值 加1 你们这些外国人 是在欺我华夏无什么 你们会后悔的 你们全部都会后悔 我华夏几千年的传承 你以为就凭你们这点心机 就能够撼动的吗 天侧大神 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我命虽死 但是我的魂会归于炎帝 它会庇护华夏 护华夏万年不灭 由于大量的玩家 全部死在了外国人的手中 越来越多的华夏人灵魂 开始离开第十三城邦 凝聚在庇护神炎帝的身上 而华夏的灵魂越多 炎帝的实力 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 死到临头 还在嘴硬 去死吧 你们这些华夏人 我还以为 你们有多强呢 没想到 实力也就这样 也不知道 第十城邦的人是怎么混的 居然会被第十三城邦的人 给击杀 真是垃圾 一个小时过去 布州山里面 没有一名华夏人进入其中 原因无他全是外国人 死死的守在这里 只要是华夏的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其中 死的死伤的伤 这对于整个华夏来说 西西大人不好了 有重大消息出来了 之前新英国出现的那个能力者 现在正在A国那边 强化一个秘密武器 据说会毁掉我们华夏 该死 如果用魔法能力来强化的话 那么武器的威力 至少会提升20%以上 而如果是核弹的话 那么后果更加不敢细想 得想办法拦截才好 将军这件事 你就去筹备吧 A国趁着这段时间 肯定会对我们华夏发起进攻的 如果他们真的对我们展开了核弹攻击 那么 务必将核弹丢我在空中击毁 可是西西大人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苏醒的现象 各国都有强大的能力者开始献身 而我们华夏和新英国这边暂无一人 小韩这边 定 恭喜你 成功打造神级装备一件 定 恭喜你 成功打造神级装备一百件 定 恭喜你 成功打造神级装备二百件 经过奥恩一个小时的打造过后 一大批犯着硕硕金光的神级装备 出现在小韩面前 好家伙 这堆积如山的神级装备 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任谁见了不得垂涎三尺 光是这尊贵的金色光芒 净显贵族气息 试问 这九灵图 还有谁能一次打造这么多神级装备 终于完成了 不愧是融合后的神级装备 光是散发的气息 都让人望而生畏 有了这些神级装备 召唤生物们的实力 又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干得不错 奥恩 萧涵向奥恩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而奥恩此时摊坐在地上 背对着萧涵 头也不回 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 在心里十分气恼地想着 就知道剥削我 看我怎么花光你的钱 萧涵见奥恩如此 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 算了 一次打造这么多装备 也是为难你了 以后水房随你去 这句话 萧涵说得不是很大声 但却被奥恩一字不差地听了进去 真的吗 谢谢主人 耶 主人说话算话 我都听见了 奥恩兴奋地跳了起来 但很快又躺了下去 这些装备 确实花光了他所有的体力 主人 我先休想 奥恩直接躺平在地上 睡了过去 不一会就传来了一阵阵呼噜声 萧涵也没有在管他 随即将所有的召唤生物 都召唤了出来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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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生物们纷纷单膝跪地 不看不知道 这仔细一看 还真把萧涵吓一跳 原来自己已经有这么多召唤生物了 光是哥布林国王手下的哥布林 就可以抵千军万马 这还不得无敌啊 至少人海战术这一块不会输 再加上天恩神女 紫玄仙女 明镜暗喻这种满级召唤生物 谁敢抵我萧涵 召唤生物们的神色都非常严肃 只有牛魔神色慌万 你怎么了 牛魔 潮汐之灵见牛魔似乎在发抖 好奇地问道 没 没什么 牛魔赶紧搪塞过去 有些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他看见这堆积如山的装备 再看看一旁如尸体一般的奥恩 不得不咽了咽口水 我的妈呀 这么多装备 还好没让我老牛来捶 不然俺老牛以后就只能叫捶牛了 可怕 你们快把这些装备穿上 萧涵指着一旁的神级装备说道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一件件的神级装备穿在召唤生物们身上 所有召唤生物纷纷散发出金光 照亮了整个九灵图 特别是这猪仙人 他一头猪就几乎站满了这整座山 神级装备穿在他身上 简直和太阳一样耀眼 不 比太阳还要耀眼千倍 万倍 喂 猪头 你可真亮 呵呵 谢谢主人夸奖 见这头猪十分的自豪 萧涵的嘴角不禁抽了抽 这是在夸你吗 傻猪 此时 神界某处 哼 一个淡蓝发色的男人 轻拨着拇指上的御界 饶有兴致地看着下界的金色光点 嘴角微微上扬 有趣 萧涵将召唤生物收回后 便到使用传送阵前往不周山 过了一个小时了 也不知道不周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周山 守在不周山外围的几百名外国人 纷纷被光芒四射的金光照得睁不开眼睛 王德发 这是什么 要的我睁不开眼 一定是华夏人在搞鬼 打不过就是用这种下三滥招数 草 脑子一定要把他们都杀光 而第十三城邦的华夏玩家们 脸上却充满着微笑 大家快看那座发着金光的山 这一定是天策大神做的 对 天策大神马上就到了 大家一鼓作气 冲啊 你们这群外国人完了 等天策大神到了 你们将会成为地上的残渣 光明必会打破黑暗 大家冲啊 为了华夏 虽死不回 什么狗屁天策大神 都这么久了 他怎么还不出现啊 依我看就是一个 缩头乌龟罢了 既然你们这么着急送死 那便先拿你开刀吧 外国玩家Jake 指着冲在最前面的华夏玩家 我爱天策大神 说道 地魔猪 给我杀了他 来啊 怕你就不配叫做华夏人 就算我不幸身亡 自有天策大神 为我报仇 监视 我爱天策大神 紧握手中的光芒剑 150级的他 面对245级的召唤生物 没有丝毫畏惧 死吧 地魔猪发出 阵阵咆哮 张着血盆大口相 我爱天策大神 扑去 顺一 玩家 我爱天策大神 躲过了地魔猪的攻击 好快 虽然躲过了 但这只是侥幸 不愧是245级的召唤生物 好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必须主动出击 顺一 玩家 我爱天策大神 瞬间移动到地魔猪的背后 刚准备攻击时 咻 一把蓝色光剑 直接挑破玩家 我爱天策大神 的胸膛 并且被击飞20米开弯 生命值 20W 靠 你们圣之不武 竟然搞偷袭 他奶奶的 老子要砍死你 第十三城邦的玩家们 纷纷对这些外国玩家 嗤之以鼻 这怎么算偷袭 也没说是EVE啊 而且你们不是几万人 对我们几百人吗 使用蓝色光剑的 外国玩家 十分的不屑 地魔猪快杀了他 地魔猪 随即快速冲向 我爱天策大神 正当他的毒刺 快要刺向 我爱天策大神 的胸膛时 一道金色光束 直接贯穿地魔猪的身体 瞬间变成灰烬 噢 一生龙迎震天地 地面上的玩家 都不由得微微一震 是天策大神 他来了 是天策大神 他来了 不愧是天策大神 出场方式 总是这么震撼 天策大神 这群外国的王八犊子 杀了好多我们的兄弟 你一定 不要放过他们 你们这些外国人完了 我们天策大神来了 你们马上就会变成死人 死得透透的 萧涵看着这些 被打得身负重伤的 华夏同胞们 再看看这些 趾高气扬的外国玩家 瞬间怒上心头 本以为这布舟山 出现在自己的地盘 对十三城邦邦 来说是个优势 却没想到的 这些外国玩家 无耻到这个地步 竟然将第十三城邦的人 全部挡在布舟山外面 并且还杀了那么多同胞 一定要让他们陪葬 外国玩家Jake 看见自己精心培育的地魔猪 竟被萧涵给杀死了 无比的愤怒 指着萧涵大骂道 你他娘的 竟敢杀我的地魔猪 我定让你死无葬生之地 萧涵冷漠地看着玩家Jake 并没有对他的谩骂做出回应 这些外国人 杀了这么多同胞兄弟 当萧涵出现时 他们就已经是死人了 何必浪费口舌 与他们争执 外国玩家们见萧涵不说话 纷纷笑出了声 什么天色大神 不会是个哑巴吧 吓得不敢说话了 华夏人就会虚张声势 还大神 我呸 来 这什么狗屁天色大神 跪下来把我鞋上的灰舔干净 我还考虑考虑 留你一条狗命 哈哈 出来吧 天鹰女皇 出来吧 天恩神女 主人 主人 自从萧涵当上城主后 召唤生物的等级限制 也随之消失了 也就是说 现在萧涵不仅能在副本 召唤任意等级的生物 在第十三城邦和第十城邦 同样也可以召唤任意等级的生物 天恩神女 恢复第十三城邦玩家的生命值 是 主人 仅一秒的功夫 第十三城邦玩家们的生命值 就全部恢复了 这也惊呆了那几百名外国人 这个女人用了什么妖术 她们的生命值 竟然全部恢复了 这有什么 不过是个奶妈而已 你别长他人致气灭自己威风 哎 你还别说 那个女人长得可真美 如果能得到她 我可要好好地疼疼她 你别想了 她是我的 这群外国玩家 见到天恩女神 纷纷擦拭着嘴角的口水 喂 小子 把你身边的女人送给我 再跪下来磕三个响头 你杀我地魔猪的事 我可以考虑暂不追究 外国玩家Jake 轻蔑地对萧涵说道 外国狗不配 萧涵一字一字地说着 这可把玩家Jake气得够呛 可恶的华夏人 我要杀你 萧涵不再搭理这些外国人 指着这些外国人 对天鹰女皇说道 杀了她们 只见天鹰女皇冷漠地 看着这些外国人 做出一个打响指的手势 真好笑 她不会以为 凭这个戴面具的女人 就能把我们都杀了吧 别笑掉我大牙了 这是我今天见过 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 别以为杀了一个 245级的地魔猪 就感觉自己无敌了 我们这哪一个 不是260级以上 随便一个就能吊打你 看来这华夏人 不仅实力不行 这脑子也不行啊 傻子梦干 碰 这 醒 字还未说出口 随着一道 想指声落下 布州山外 所有的外国玩家 全部变成了蓝色光点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1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1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1 在这些蓝色光点中 有几具灵魂飘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死了 这该死的华夏人 看来是我们小看那个 面具女人的实力了 快传信 告诉他们小心面具女人 并且杀了这个狗屁 天策大神 为我们报仇 好 这一切萧涵权 看在眼里 杀了那么多同胞 还想传信 简直痴心妄想 太古龙女 是 主人 一团火焰 从太古龙女口中喷出 瞬间将那几具 灵魂烧成灰烬 永世不得超生 外国狗 也妄想欺我华夏 肖寒冷漠地说道 天策大神万岁 一下就把那些 外国狗全杀了 各位兄弟 天策大神 给你们报仇了 我们必将杀尽 所有的外国人 绝不留一个火口 天策大神 我们快进不周山吧 从不周山 开启到现在 已经一个小时了 我爱天策大神 看着肖寒说道 好 你们跟紧我 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得到 回归现实的道具 让你们回到现实 肖寒看着身后的 几万华夏玩家说道 现在是应该 团结一心的时候 这毕竟关系着 华夏的存亡 肖寒的实力 是最强的 跟着他 才能快速地获得道具 也能避免进入不周山后 被外国的高等级玩家击杀 肖寒可不想 再看见任何同胞牺牲 好 我们跟着天策大神 加一 加一 华夏玩家进入了不周山 此时不周山中 还有几十万名外国玩家 纷纷在奋力寻找 回归现实的道具 通行令 刚进入不周山 便遇见 正在找通行令的 几百名外国玩家 华夏人 也就是说 外面那几百名A国人 已经死了 有意思 喂 华夏人 别以为你们杀了外面的 那几百名草包 就可以进入不周山 实际地赶快出去 我们是你们遥不可及的存在 为首的外国玩家 青青和边草 指着肖寒的鼻子说道 天安神女 是 主人 只是一个瞬间 天安神女直接一巴掌 青青和边草 变成了蓝色光点 并且 这几百名外国玩家 因为天安神女的巴掌鱼波 直接摔倒在地上 怎么了 在外国玩家身后不远处 一道身影 慢慢出现在肖寒面前 此人面色凝重 正是第八城邦的城主 白胡子 发生了什么 玩家 白胡子 目光扫视倒在地上的众人 却唯独没见到 白蝎子 接着问道 白蝎子 去哪了 众人迅速起身向 白胡子 恭敬地回答道 回城主 蝎子哥死了 什么 死了 整个九龄图谁不知道 白蝎子 是 白胡子 的亲弟弟 谁见了他不得躲得远远的 再者说 凭借白蝎子450的等级 整个九龄图 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杀他 而如今 白胡子 仅离开了几分钟 白蝎子 就死了 这让 白胡子 不禁拳头紧握 面目猙獰 如果眼神能杀人 光是 白胡子 这凶悍的眼神 就足够杀了在场所有人 混蛋 到底是谁干的 白胡子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那几百名外国人 纷纷打了个寒战 就连第十三城邦的玩家 都感觉汉毛直立 只有萧寒 跟个没事人一样 回回城主 是那个女人 其中一个外国玩家 微微颤颤地 指着天恩神女说道 白胡子 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拥有 绝美脸庞的女子 看起来人畜无害 这让从不沉迷女色的白胡子 也不禁像触电一般颤了颤 哼 你是说 这样一个小女子 能把我的亲弟弟给杀了 给我说实话 城主 真的是她 是旁边那个男人 指使她做的 白胡子再次把目光 移到天恩神女旁边的萧寒身上 第十三城邦城主 你好啊 第八邦城城主 萧寒看着白胡子 笑着说道 这个笑很迷人 但却让白胡子 恨得牙痒痒 拳头握得滋滋作响 是你杀了我弟弟 不错 是我 你想报仇吗 随时欢迎 哦 对了 顺便说一句 不管你报不报仇 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 萧寒双手摊开 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非常的轻蔑 狂 非常狂 好 非常好 小子 你灭我第八城邦 地市公会的仇还没算呢 如今你又杀我弟弟 那就心仇旧恨一起算吧 定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八城邦城主发来挑战 是否接受 接受 萧寒想也没想 直接按下了面前的挑战按钮 定 你已接受了第八城邦城主的挑战 同时 在整个九龄图内想起了全幅通告 全幅通告 第八城邦城主挑战 第十三城邦城主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全幅通告 第八城邦城主挑战 第十三城邦城主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全幅通告 第八城邦城主挑战 第十三城邦城主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不愧是城主之间的挑战 全幅通告都是通知九龄图所有人 就连挑战地点也要通报 煞时间 世界聊天频道 直接炸开了锅 卧槽 什么情况 这第十三城邦的城主是不想活了吧 竟然敢接受那个家伙的挑战 对啊 那个家伙是什么存在 听说他已经四百六十级 整个九龄图等级在四百五十级以上的 也就只有几人而已 这第十三城邦城主他怎么敢啊 是谁给他的勇气 我靠 这场比赛我好想看 但我现在还没到布州山 有没有在布州山的兄弟来个直播呀 我在布州山 但是我现在很纠结啊 我想快点回到现实 又想看比赛 哎 难啊 兄弟们别纠结了 你们抬头看看就知道了 卧槽 这什么时候有一个这么大的LED屏 这上面的人好像正是第八城邦城主和第十三城邦城主 这是系统的即时直播吧 系统成不起我呀 别说了 兄弟们 我要看直播了 而萧涵这边全服通告通报后 煞时间多了许多人 将萧涵和白胡子围得水泄不通 有的是来看萧涵惨烈的下场的 有的是来看白胡子现在究竟有多强的实力的 有的是单纯来凑热闹的 大家都在激烈地讨论着 你看 这白胡子果然已经四百六十级了 这局输赢已定 但是这第十三城邦的城主居然也达到了四百二十级 他们才开服多久啊 居然上升得这么快 我们已经开服半年之久 等级也普遍只有两三百级 我看输赢不一定 你懂什么 越到后面实力的差距越大 就算只是相差一级 实力也是一个字的改变 更何况他们相差了整整四十级 而且这白胡子可是刺客 而这个第十三城邦城主 却只是一个区区召唤师 结果不言而喻 同时 在这个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正无比严肃地注视着这场对决 小子 你和你身后的人一起上马 可别说我欺负你 白胡子指着萧涵身后的几万名华夏玩家 轻蔑地说道 可萧涵却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指着白胡子身后的外国玩家说道 不需要 倒是你 你 你们 一起上马 这可把白胡子气得够强 小子 别太猖狂 我马上就让你知道狂妄的下场 按名刺 白胡子一个急步直接消失在原地 速度极快 快得让人根本看不见他的移动轨迹 只能感觉有一阵风吹过 只是一瞬白胡子便来到萧涵背后 去死吧 龙歇 白胡子直接被太古龙女击飞五十米开外 伤害一百大不了 白胡子吐了一口鲜血 捂着胸口说道 是我小看你了 能击中我 刚才只是闹着玩 现在我认真起来了 恭喜你 成功激发了我的胜负欲 天恩神女 杀了他 萧涵也不想再和他废话 直接让天恩神女去解决了他 是 主人 啪 还没得白胡子反应过来 他就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毕国人 国运值 加一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城主 成功击杀第八城邦城主 成功占据第八城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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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通告一出 世界聊天频道再一次炸开 不管是正在LED屏前观看决斗的 还是在现场观看决斗的 还是正在赶往不周山的 亦或是正在努力寻找通行令的 纷纷惊呆了下巴 卧槽 什么情况 是不是系统提示出问题了 有没有看了决斗的兄弟解说一下 那个家伙怎么可能会死啊 兄弟 你没有听错 那什么第十三城邦的 城主只用了一招就杀死了白胡子 操 看来这华夏真的出来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有没有兄弟一起组队去杀了那个华夏人 这样的人留下来始终是个祸害 加一 加一 加999 第十三城邦聊天频道 兄弟们 天策大神也太神了 我的偶像 我看世界频道再说要组队杀了天策大神 我们也要加快赶去不周山啊 虽然我的等级不高 但我也想出一些绵部之力 对 我们要赶快去帮助天策大神 兄弟们别慌 有幸在现场 天策大神很厉害 那些外国人只要赶来都会变成死人 再者说我们几万人和天策大神在一起呢 你们只需速速赶来即可 好的 兄弟 一定要保护好天策大神 不周山这边 白胡子死后 那几百名第八城邦的外国玩家全然不知所措 怎么可能 城主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 现在我们第八城邦被这个华夏人占据了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 是第八城邦的人还是第十三邦城的人 正在他们疑惑时 另一道全服通告传了出来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隶属第十三城邦 不得违抗第十三城邦任何一人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隶属第十三城邦 不得违抗第十三城邦任何一人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隶属第十三城邦 不得违抗第十三城邦任何一人 什么 要我为奴为弊 而且还是为华夏人的奴隶 恕我直言 这华夏人不配 大家一起上 杀了这个城主 把第八城邦夺回来 上啊 大家一起冲 众人还未踏出半步 便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试图反抗第十三城邦 现已原地自报 请您以为见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试图反抗第十三城邦 现已原地自报 请引以为见 全服通告 第八城邦原住民试图反抗第十三城邦 现已原地自报 请引以为见 第十三城邦聊天频道 我的天哪 系统这么给力吗 违抗直接自报 那我还不得成神咯 天侧大神牛逼啊 这些外国人就该死 世界聊天频道 占据城邦直接奴役 反抗还要自报 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说什么 就在大家惊呼时 另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成功占据两个城邦 开启奖励 第十三城邦全员全属性提升10%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成功占据两个城邦 开启奖励 第十三城邦全员全属性提升10%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成功占据两个城邦 开启奖励 第十三城邦全员全属性提升10%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现在公布占据城邦排名 占据城邦排名 第一名 第十三城邦 第二名 无 第三名 无 我的天哪 全属性提升10% 也就是说 我现在150级 但却有165级的实力 简直逆天 拥有天策大神 我的梦想终究会实现 第十三城邦的玩家们 正在惊叹着 但他们没注意到 周围的外国玩家 见他们的眼神 如同恶狼看见肉一般 直接杀了萧涵 不仅能占据第十三城邦 还可以直接占据 第八城邦和第十城邦 这无疑是最快的捷径 定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四城邦玩家 熊熊烈火 发来挑战 是否接受 定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七城邦 无双 工会发来挑战 是否接受 定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九城邦玩家 吉池 发来挑战 是否接受 一时间 三十多万条系统提示音 在萧涵耳边响起 除了第十一城邦的M国 每个城邦都有人发来挑战 都想来分一杯羹 可萧涵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来处理这些闲杂事 只是在这些挑战通告中 发现有一条 是第一城邦城主的挑战书 定 城邦挑战模式开始 第一城邦城主发来挑战 是否接受 没想到 这里竟还有城邦城主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占据了吧 接受 定 你已接受了第一城邦城主的挑战 全服通告 第一城邦城主 挑战第十三城邦城主 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全服通告 第一城邦城主 挑战第十三城邦城主 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全服通告 第一城邦城主 挑战第十三城邦城主 现在开始 挑战地点 布州山 没想到 你真敢接受我的挑战 一个身影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第一城邦的城主 新宿 他早已找到通行令 但却迟迟没有回到现实 就是为了再次等候白胡子 然后将其击杀 这样他便能在现实世界 少一个对手 更利于他统治世界 却没想到 萧涵却先踏一步 遇到白胡子 并且将他杀了 萧涵既然能击杀白胡子 将来必定是一个强敌 好在他现在等级不高 必须再次将他击杀 别以为你杀了白胡子 就能杀我 我可是 天安神女 是 主人 天安神女直接顺一道 新宿 背后 对着她的头一拍 直接变成蓝色光点 死人 不需要说话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第一城邦之主 获得国运值5000 叮 恭喜你 获得玩家 新宿 未使用的通行令 一张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城主 成功击杀第一城邦城主 成功占据第一城邦 全服通告 第一城邦原住民 隶属第十三城邦 不得违抗第十三城邦任何一人 同时 占据主城奖励提示音 也随之而来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 成功占据三个城邦 开启奖励 第十三城邦全员等级实力提升15% 奖励时间 占据期间 占据城邦排名 第一名 第十三城邦 第二名 吴 第三名 吴 随着第一城邦城主的死亡 布州山内的外国玩家 便更加鸡肠碌碌地看着萧涵 杀了他就意味着 可以占据四个城邦 兄弟们 听我说 这第十三城邦城主的实力 大家也看见了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打不过他 但是我们这里有三十多万人 而他不过区区一人 何不群起而攻之 杀了他之后 我们在公平竞争 如何 外国玩家 微醺的风 独自站出来说道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加一 加一 加999 我反对 在这些人群中陆续走出了大概一千人 谁敢欺负我萧天策兄弟 谁就是我第十一帮城的敌人 此人正是猎雄工会的会长 大块头 这大块头 以及猎雄工会的一千名成员 禁止走向萧涵 天策兄弟 希望我没有来晚 兄弟你放心 谁要是敢动你 就必须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M国永远与华夏交好 猎雄工会的成员听着 誓死保护天策兄弟 是 会长 大块头紧接着看向周围的外国人继续说道 我看你们谁敢动 你们不过区区一千人 也敢在我们三十万人面前叫嚣 是谁给你的勇气 玩家微信的风说道 你 大块头正准备说些什么 却被萧涵制止了 谢谢你 不过这里还不需要你出手 大块头看着萧涵 余光瞥见天恩女神在萧涵背后 顿时就放宽了心 那个女人也在 天策兄弟定能一举歼灭他们 这些人可真愚蠢 竟不知道自己惹了一个 你我都遥不可及的神 既然天策兄弟都这样说了 那我便不好再插手 我也知道天策兄弟 有着深不可测的实力 虽然我们没帮上什么忙 但请天策兄弟记住 不论在任何时候 我们M国永远和华夏交好 嗯 有意永存 随后大块头便带着一千名工会成员 走到萧涵身后去了 出来吧 明镜暗喻 出来吧 紫玄仙女 明镜暗喻拜见主人 紫玄仙女拜见主人 紫玄仙女右手搭在左肩上 绝美的脸庞微微低下 哇 这是天策大神新的召唤生物吧 以前都没有见过 太美了 真是一个比一个美 一个比一个迷人 美女的香气可真好闻啊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看美女 此生无憾了 天策大神不会是天策大神 我相信天策大神 一定会带领着我们振兴华夏 到那时那些外国人 只能跪着叫我们爹 没错 永远相信天策大神 这边第十三城邦玩家 有多羡慕小韩 那边的外国玩家 就有多嫉妒小韩 奶奶的 这个华夏人 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不仅等级上升得快 就连她的召唤生物 都美得这么腻甜 各位先说好了 那个穿紫色衣服的 仙女也要了 谁也别和我抢 默认和你抢 我喜欢冰冷星 那个拿件的美女 才是我的菜 上吧 拿出你们十二分的斗志 为了占据城邦 为了得到那些女人 冲啊 众人气势汹汹地 向萧涵冲了过来 而萧涵呢 倒向个没事人一本 天恩神女 保护罩 是 主人 天恩神女 立即施加了一个保护罩 将萧涵众人包裹住 满级神女的保护罩 岂是区区两三百级的玩家 可以破坏的 任由他们如何攻击 却始终不能打破保护罩 和谈击杀萧涵 喂 华夏人 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本事 有种你出来 你别在里面 做缩头乌龟了 真拉姐 华夏人果然都是拉姐 看来我们的战术 是对的 他敌不过 我们几十万人 今天势必要杀了他 而萧涵面 对他们的挑衅 却无动于衷 只是轻蔑一笑 死到临头还这么狂妄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 叫做真正的狂 出来吧 牛魔 牛魔拜见主人 牛魔 趴下 是 主人 小韩悠哉地 坐在牛魔背上 身边一群美女簇拥 俨拥 俨然一副帝王姿态 小韩倒是风光了 倒是牛魔 有了一点小情绪 在心里想着 之前叫俺老牛锤铁 现在居然又让俺老牛当凳子 哼 宝宝有小情绪了 怎么不叫 那头猪来当凳子啊 让猪来当凳子 这是认真的吗 这还不得做到天上去 给我杀 小韩指着那些 外国人对天恩神女 子玄仙女 明镜暗语说道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主人 俺老牛也想去杀敌 牛魔听见小韩叫他们去杀敌 自己也想去 对小韩请求道 牛魔 你先别急 好好当好你的凳子就行了 这是刀端局 等一会有你上场的时候 好的 主人 这三十多万名外国玩家 见小韩不紧不出来 反而坐下了 顿时气上心头 刚准备破口大骂 天意玄气 一股巨大的玄气波动 以子玄仙女为中心 快速地向四周扩散开来 弥漫整个不周山 怎么回事 我的生命值 怎么一直在以 一个惊人的速度下降 这样下去我活不过几秒啊 是那个女人在搞鬼 她刚刚释放什么气体 奶奶的 老子想怜香惜玉 但她却想要老子的命 大家一起杀了那个紫衣女人 众人刚踏出半步 一道剑气袭来 冲在最前面的外国玩家 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三名满籍仙女 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自由移动 像是鱼儿在水中一样欢快 刹那间 不周山被密密麻麻的蓝色光点围绕 如同银河一般 你别说 还怪好看呢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季国人 国运值 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成功击杀一国人 国运值 加一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一 一连串提示在 萧涵脑海中 不同的回荡着 萧涵身后的几万名 华夏玩家 看着这漫天的蓝色光点 纷纷惊呆了下巴 啊 这 这就是天策大神的实力吗 天策大神太神了 哦 天策大神 我永远触摸不到的神 我爱你 一旁猎雄工会的成员 更是吃惊 他们哪见过这种阵仗 以一己之力 敌上万人 这真是一副当官万夫莫开啊 会部长 不然 我现在已经看到 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了 会长的选择果然没错 大块头听见工会成员们 你一言我一句的说着 转头对他们说道 你们只需要记住 M国与华夏永远交好即可 紧接着他又看向萧涵 在心里想着 他果然又变强了 不一会儿 在场的三十多万外国人 全都被击杀了 叮 恭喜你 在城邦排名当中 排名第一 全服通告 城邦排名更新 第一名 第十三城邦 第二名 第五城邦 第三名 第二城邦 第四名 第十一城邦 此时 正在赶往布州山的外国玩家 听到全服通告后 心里纷纷有一个大大的疑问 世界聊天频道 什么情况 第十三城邦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突然就第一了 这华夏不会是把布州山的人 全杀了吧 还说组队去杀他 我看没戏了 打不过 还是快点去布州山找通行令吧 早日回到现实才是王道 希望不要遇到那个华夏人 你们可真垃圾 这就退缩了 反正我势必要去杀了他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承认 华夏很强 全服通告响起 全服通告 第十三城邦 当前国运值达到35万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0% 开启经验值 双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此公告刚发出 萧涵背后便传来阵阵惊呼 哦 天策大神万岁 双倍经验值奖励 还是永久 我们终于也要体验开挂的感觉了 哦耶 听见系统的一系列通报之后 萧涵也好奇地打开了属性面板 这一看 把他自己都吓一跳 这奖励加成简直逆天 等级420级 483级 等级实力提升15% 虽然表面上还是420级 但等级实力已经达到了483级 并且 每升一级所需要的经验值 是按420级计算 而非483级 随着自己等级的提升 等级实力也会相应提升 而这20%的全属性提升 也是按483级的属性值提升的 卧槽 这不简直了 特别是 这个这个等级实力提升太逆天了 谁都知道越到后面 等级提升就越困难 每升一级的实力差距也就越大 这可真是小身体大爆发呀 现在才占了三个城邦 就提升了15% 如果把剩下的十个城邦一起占了 那不得提升65% 想到这 萧涵眼睛都放光了 定 恭喜你 获得未使用的通行令 5万张 这是那些 找到通行令还没使用 就被天安神女 明镜暗喻 和子玄仙女击杀的外国人的 萧涵将通行令 纷纷传到华夏玩家的手中 这是通行令 你们先行回到现实 有一大批外国人 已经先我们一步回到现实了 你们快些回去商量对策 现在我们必须万中一心 众人接过通行令后 纷纷感叹 天策大神太厉害了 分分钟就得到了这么多通行令 如果是我们单独去找 不知道要找多久 一定要抱紧天策大神的大腿 他就是我们的希望 天策大神 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去吗 玩家 我爱天策大神 问道 你们先回去 我还有点事 稍后就到 好的 天策大神 众人纷纷使用通行令 消失在了萧涵面前 现在 只剩下萧涵一人处立在布州山内 杀我华夏人 还妄想回到现实 这得问问 我同不同意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萧涵将所有的召唤 生物全都召唤了出来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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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恩神女 子玄仙女 明镜暗玉和朱仙人留下 其他人速去寻找通行令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各个召唤生物 纷纷向布州山四处散去 在布州山内 没有任何野怪 想找到通行令 全凭机缘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牛魔 成功找到通行令 一张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暗黑之女 成功找到通行令 一张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脉冲 成功找到通行令 一张 系统提示音 不停地在萧涵脑海中回响 这通行令找得越多越好 毕竟第十三城邦 还有很多玩家没有赶过来 萧涵带着天恩女神等人 禁止走向布州山入口 朱仙人 把这入口给堵了 是主人 朱仙人往布州山入口处一座 从远处看便是布州山旁 长出了一座发着金光的小山 不一会儿 陆陆续续有很多外国玩家 也到达了布州山 提示 你已到达布州山 入口呢 入口去哪了 这里有两座山 哪个才是布州山啊 我看这座发着金光的 就是布州山 我先进去了 兄弟们 外国玩家 冷月藏花魂 骑着他的召唤生物黑夜蝙蝠 朝朱仙人的肚子静止飞去 不过会儿便传来了 外国玩家的哀嚎声 哎哟 走你 外国玩家 冷月藏花魂 骑着他的召唤生物黑夜蝙蝠 朝朱仙人的肚子静止飞去 却在刚处碰到布州山 时撞到了一个极其柔软的东西 朱仙人将肚子猛的一顶 走你 直接将外国玩家 冷月藏花魂 弹到五百米开外 不一会儿便传来了 外国玩家的哀嚎声 哎哟 这是什么 果冻吗 怎么这么有弹性 可摔死我了 见到 冷月藏花魂 如此狼狈 在场的外国玩家 不禁哈哈大笑 笑死我了 就这 还以为能有什么能耐 没想到 居然被一座山给弹了回来 等等 弹了回来 你们快看 这座金山好像会动啊 有些眼见的外国玩家 突然发现了端倪 被击飞的外国玩家 听见这话后 骑着黑夜蝙蝠 往高空飞去 随着距离越飞越高 金山的相貌 也慢慢显露出来 好家伙 这竟然是头猪 草 都怪这头死猪 害得大爷 我刚才出了那么大的球 大爷 我今天非得杀了这头猪 来包猪头汤 就在 冷月藏花魂 准备攻击猪仙人时 却发现这猪头上 有几个人影 刚想飞进点看个仔细 下一秒 碰 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这可把下面的外国人 吓得够呛 什么情况 这就死了 也没看见有什么野怪啊 还有没有会飞的玩家 上去看看 我去 外国玩家见识 惊天剑主 站出来说道 玉剑术 惊天剑主 踏上惊天剑 就往空中飞去 可飞到半空中 还未来得及勘察情况 同样也变成了蓝色光点 见到这个情况 众人开始不淡定了 是谁在装神弄鬼 别躲躲藏藏的 有种出来 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此人不需要知道 我是谁 萧涵的声音 从空中传来 不停地回荡着 威亚不断逼近地面上的人 像是在接受神明的审判 不一会儿 从天上飞来三位仙女 看得地上的外国玩家 心花怒放 全然忘记 刚才发生的事 更不知道 这仙女是来杀他们的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安神女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1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玉 成功击杀H国人 国运值 加1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C国人 国运值 加1 不过数十秒 地上的一万名外国玩家 全部变成了蓝色光点 在杀光他们之后 萧涵似乎想到了什么 猪头 送我下去 是 主人 诸仙人举起右手 将萧涵送到了地面上 萧涵刚到地面 牛魔突然出现了 主人 椅子 不知牛魔 从哪搬了一张椅子 放到萧涵身旁后 就迅速回不周山 找通行令了 萧涵 萧涵直接哭笑不得 这牛魔 是怕再次被当成凳子吧 哈哈 也不知道哪找的椅子 可真是难为他了 既然椅子 都送到屁股门口了 那也只好坐下了 于是 萧涵悠哉地坐在椅子上 闭着眼 非常自在 很快又有一波 外国玩家 抵达了不周山入口处 你们看那个人 好像是那个华夏人 他守着入口干嘛 不会是不让我们 进不周山吧 这也太倒霉了吧 真希望他不在这 你们这群弱鸡 怕什么 不过是个华夏人而已 外国玩家 刀疤 站了出来 拔出背后的刀 指着萧涵 直高气扬的刀 华夏人 实相地赶紧让开 老子的刀可不长眼 想进不周山 萧涵右手手肘 搭在一把上 右手掌撑着脑袋 左手大拇指 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相互摩擦着 十万金币 既然这些外国人 都要死 何不成绩转一波 做点贡献再死 也算记得了 十万金币 买你一条狗命吗 外国玩家 刀疤 不屑地说道 紫悬仙女 是 主人 刀疤 刚把话说完 紫悬仙女一瞬间 便来到她背后 仙仙玉手轻柔地 抚摸着她的头 乖 摸摸头 玩家 刀疤 见紫悬仙女 这么温柔地对待自己 定是那华夏人怂了 想使用美人 即来讨好自己 正洋洋得意时 碰 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悬仙女 成功击杀H国人 国运值 加一 刀疤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怎么变成灵魂了 刀疤 看着紫悬仙女 心里无比地后悔 大意了 果然是温柔叨叨 叨叨个人性命 然后又恶狠狠地看着萧寒 而萧寒 却只是微笑地眨了眨眼 这可把刀疤气得够呛 张牙舞爪地想要 杀了萧寒 可根本无济于事 不一会就随风飘散了 刀疤的死 可把剩下的外国玩家 吓得够呛 无论是胆小的 刺头的 还是不服的 都不得不低下了头 但也还有那么几个人 想搏一搏 我猜不叫 这不周山又不是你的 凭什么交钱 话落 那人直接就变成了蓝色光点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悬仙女 成功击杀C国人 国运值 加一 随后 萧寒缓缓开口 凭什么 就凭我可以分分钟 杀了你们 交钱 进 不交 死 见萧寒如此强硬 外国玩家们小声地讨论着 真要我为一个华夏人低头 我还真做不到 想当年华夏 就是个屁 可不能给我们的祖先丢脸啊 那你能有什么办法 打又打不过 要不我们合理杀了他 哎 别 之前不周山那么多人 不也没能杀他吗 我可不是傻子 我看就交点钱 早点回到现实 到时候这些华夏人一个 也别想活 今日之辱必百倍奉还 我看行 在这些外国玩家当中 有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 我叫 此时牛魔再次火急火燎地 带着个大箱子跑了出来 主人 箱子 牛魔将箱子放下后 再次回到了不周山 行吧 将十万金币放进这个箱子里 你就可以进去了 哗哗哗 十万金币全部放进了箱子 猪头 让路 是 主人 猪仙人缓慢起身 每走一步 地面都得震上一震 卧槽 我还以为这是座山 没想到 是投猪 他要是 就这样倒下来 不得把我们活活压死啊 随着猪仙人沉重的步伐 不周山的入口 也慢慢浮现在外国玩家面前 我先进去了 各位现实世界见 刚才交钱的 那名外国玩家 朝着外面的外国人挥了挥手 便禁止走向不周山内部 走之前 还不忘瞪了萧涵一眼 哼 华夏人 等我回到现实 你就死定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不周山内 有什么在等着他 此时 明镜暗欲正守 他杀一双 见第一个交钱的外国人 已经进了不周山 其他外国人 也纷纷将十万金币 放入箱子内 进入不周山 在这期间 陆续有第十三城邦的玩家 抵达不周山 而他们则是 直接被天恩神女带进不周山 找到萧涵的各个召唤生物 拿通行令 直接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还在排队交钱的外国人 看见他们不用交钱 就可以进入不周山 纷纷提出抗议 凭什么他们 不交钱就可以直接进 我不服 话落 蓝色光点也随之飘散 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多说一句 只能乖乖排队交钱 现实世界 华夏 醒了 醒了 希希 醒了 陈山涛大将 激动地跑到西西的办公室 不停地喘着大气 说道 醒了 谁醒了 难道是A国那边 又有一大批人醒了 西西猛地站了起来 拳头紧握 哎 不是 是我们华夏国的玩家 醒了 陈山涛兴奋地说道 听见这话 西西那紧绷着的弦 终于松了下来 而且啊 谁猛喝了一口 而且什么 而且 自从我们华夏的玩家 开始苏醒后 除了M国 其他国家再无一人苏醒 果真 真的不能再真了 西西如是重负地坐在椅子上 这段时间 他寝食难安 如果华夏的玩家再不醒来 纵使华夏现在 已经成为武器强国 但也抵不住异世界的魔法能力 萧天策呢 他醒了吗 目前还没有 那一定是他做的 他在阻挡外国玩家苏醒 加派人手 一定保护 好萧天策的肉身 我怕其他国有动作 好 M国 大块头找到M国首席巨山 道 福建 你也看到了 现在全国 除了我们M国和华夏国 没有一个国家的玩家 有苏醒的迹象 反而接二连三的脑死亡 不错 现在他们一定焦头烂额的 特别是A国 巨山回道 若不是我们M国与华夏交好 以天策兄弟的实力 恐怕除了华夏 没有人能醒过来 嗯 巨山似乎想到了什么 继续道 快 带上你你工会的成员速速 赶去华夏支援 A国那边必有动作 萧天策这么强 A国必定想 在他苏醒之前 把他杀了 是的 父亲 A国 啪 杯子摔到地上的 声音响起 你说什么 现在已经没有一人苏醒了 反而是华夏那边 有一大批人醒了 白灯幕吼道 是的 恐怕是那个 叫萧天策的华夏人 搞的鬼 果然是他 上次没能杀了他 这次一定要在他醒来之前 除掉他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通知下去 叫上已经苏醒过来的人 带上超级核弹 准备进攻华夏 顺便通知吸引人一起 是 九灵图 萧寒这边 第十三城邦的玩家 已经都得到通行证 回到现实世界去了 只剩下萧寒一人 还没有回去 因为还有一大批 外国玩家没有杀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太被动了 这些外国人 也是断断续续的来 这得杀到什么时候去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直接全部击杀 刚想到这儿 定 你的召唤生物牛魔找到 最后一张通行令 全服通告 布州山通行令已全部找到 全民任务结束 九灵图将在十秒后自爆 全服通告 布州山通行令已全部找到 全民任务结束 九灵图将在十秒后自爆 全服通告 布州山通行令已全部找到 全民任务结束 九灵图将在十秒后自爆 好家伙 这快速的办法 这么快就来了 Nice 既然这样也没有必要再等了 萧寒直接使用通行令 回到了现实世界 世界聊天频道 搞什么啊 自爆 什么意思 没回到现实的人 全部都得死 我不想死啊 谁来救救我 妈妈 卧槽 还好我动作快 不然我就死在九灵图了 多怪这该死的萧天侧 外面的兄弟一定要为我们报仇 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倒计时开始 十 九 三 二 一 碰 每个回到现实的玩家脑海中 都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所有人不禁感叹 玩了这么久的 九灵图就这样磨了 同时也在庆幸自己 回到了现实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世界的某些角落 有一些不属于现实世界的东西 正在悄悄到来 萧寒睁开眼 看见自己果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顿时松了口气 终于回来了 他刚取下头盔 就听见一阵阵恭敬的呼唤声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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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安大带着十九名仆人 纷纷跪在萧寒面前 等候萧寒的吩咐 不仅有仆人 钱多多 医美 提罗娜也在 还好这买的房子够大 不然还真装不下这么多人 主人 您的一号房和二号房 已经被我给打通了哟 另外 我还想买一张八百瓶的床 秦安那若有所思地说道 萧寒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一听就知道 秦安那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个的 二十三双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像是分分钟 要把他给吃掉 把他榨干 干得不能再干了 萧寒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并不是他不行 而是人太多了 实在是忙不过来 而且 自己刚回到现实 这不得先适应一下 随你决定吧 这些事情都交给你打脸 不用问我 是 主人 秦安那说完 就端来一碗十全大补汤 双手捧着 小心翼翼地递到萧寒面前 生怕洒出一丁点 主人 请喝 不不神前 秦安那低着头 有一丝紧张和娇羞 雪白的脸庞上露出一抹飞红 不仅是秦安那 钱多多 伊美 提罗娜 以及十九名仆人 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萧寒 随着十全大补汤一点一点地靠近萧寒 众人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生怕萧寒不喝 但萧寒可没想那么多 想着自己这么久没醒来 身体肯定会有亏空 直接接过十全大补汤 咕噜 咕噜 一饮而尽 看着萧寒把最后一口汤喝完 众人总算松了口气 全都更加明目张胆地看着萧寒 眼神迷离 净显魅思 特别是钱多多 本就风韵犹存的他 如今更是妩媚动人 萧寒见他们像恶狼似的 朝着自己扑过来 加之身体上的变化 瞬间明白过来 这趟 一日 上午八点 叮铃铃 萧寒刚睡着 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喂 谁啊 喂 萧先生 您好 我是墨园花院的物业小刘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我们收到业主的投诉说 您家里晚上的动静太大了 吵得他们无法正常休息 我们这边 就是希望您可以不要制造那么大的噪音 好 下次会注意 萧寒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现在的他累得要死 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下一秒就能够睡着 他可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打电话上 得好好的休息休息 养精蓄锐 只是嘟囔了一句 看来得去买个独栋别墅才行 接着就睡着了 但没过多久 全幅通告在整个华夏响起 请告 A国和西印国正在向华夏东部逼近 若A国与西印国击杀80%华夏人 华夏国将隶属A国和西印国 反之 A国和西印国隶属华夏国 请告 A国和西印国正在向华夏东部逼近 若A国与西印国击杀80%华夏人 华夏国将隶属A国和西印国 反之 A国和西印国隶属华夏国 请告 A国和西印国正在向华夏东部逼近 若A国与西印国击杀80%华夏人 华夏国将隶属A国和西印国 反之 A国和西印国隶属华夏国 系统三联报在整个华夏国上空回荡 听见系统通报声 萧寒猛的惊醒 好啊 我还没去找他们 他们倒是找过来了 这下好了 还省得跑那么远 萧寒直接使用传送阵传到东部边境 早在昨晚 萧寒看见秦安娜等人 出现在自己现实世界房子里的时候 他就知道 90图自爆并不是因为融合现实而自爆 而是找到了一张新的游戏地图 所以要损毁原来的旧地图 而这新的游戏地图就是现实世界 换句话说 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全新的90图 所以在游戏世界的所有技能都可以使用 并且之前的奖励也不会消失 只是占据城邦排名不见了 相应的出现了一个占据国家排名 城邦国运值排名变成了国家国运值排名 毕竟现实世界没有城邦 只有国家 但是萧寒之前占据三个城邦的奖励还在 并且时间从占据期间变成了永久 而且融合现实后 之前没有玩过90图的人 现在也可以选择职业 打怪升级 同时 这消息一出 网上顿时炸开了锅 A国和西营来攻打我们了 他们怎么打 我们现在的军事武器可是世界顶端啊 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会有声音从空中传出来啊 而且还有什么80% 隶数什么的 这都是什么鬼啊 兄弟 一看你就没玩过90图吧 而且也没怎么关注过时事 这90图即将融合世界的帖子 都罢在热搜榜这么久了 你都不知道吗 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看 马上去看看 卧槽 他们外国早开服半年 虽然我们是军事强国 这怎么抵得注意世界的魔法啊 好担心啊 兄弟别担心 我们有天字大神 你就等着全服通道的奖励吧 奖励 我们没玩过游戏的也有吗 肯定有 现在都融合了 你们应该也可以选择职业吧 你在你的脑海中想一下打开 属性面板 你看有没有一个透明面板出现 卧槽 还真有 华夏东部边境 一辆辆军事飞机 在边境处不停地飞旋 到了 西齐通过望远镜 看见在距离边境海岸一千米的地方 密密麻麻出现了上万艘海舰 并且 每艘海舰上都有导弹 大炮 西齐大人 别担心 天字兄弟马上就赶来 而且他们要打仗 只能通过海上和空中作战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优势 大块头在一旁说道 我倒是不担心 这些普通的导弹 大炮 毕竟我华夏可不是吃素的 我担心的是 最开始醒来的那个吸引人 他肯定用意能量 增强了这些武器的威力 虽然现在我华夏也有很多人醒了 但毕竟时间太短 还不敢让他们触碰军事武器 毕竟这核弹可不是吃素的 不然就这A国和西印 还不配在我华下面前叫嚣 西齐大人 我们M国会全力帮助华夏的 我们的援军正在路上 好 谢谢 就在这时 A国那边 白灯举着大喇叭说话了 华夏的人听着 交出萧天策的肉身 我便绕你们不死 不然我这超级核弹 可不是吃素的 白灯说完 西印首相紧接着说 这萧天策杀了我西印那么多同胞 快把他交出来 用他一人的命 换你们一国人的命 这买买很值 大块头听见A国和西印的叫嚣 不禁皱起了眉头 转头对西西说道 西西大人 我父亲说的果然没错 他们想趁天策兄弟醒来之前 把他杀了 可惜他们晚了一步 九龄土已自爆 天策兄弟肯定早就醒了 嗯 西西朝着大块头点了点头 继而通过大喇叭回话 道 我华夏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 实相的就退回去 西西 你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你这是要让所有的华夏人 为你的这个愚蠢的决定陪葬 我劝你好好想想 孰轻孰众 快 把萧天策交出来 白灯和西印首相一唱一和 他们刚说完 另一个声音响起 你爷爷在此 此时 萧涵通过传送阵 直接到达东部边境 天策兄弟到了 这下可以放心了 西西大人 那个就是天策兄弟 大块头指着萧涵对西西说道 而西西上下打量着萧涵 警动的弦依旧没有松开 虽然平时听见很多萧涵 很厉害的话 但毕竟没有亲眼见到过 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保持谨慎 是谁找你爷爷我呀 萧涵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就是萧天策 A国和西印双双不由地紧张起来 这是真的萧天策吗 他这么快就醒了 原本是想趁他没醒杀了他 可他现在醒了 这可怎么办 该不会是华夏 随便找了个人来冒充吧 为了让我们退回去 想出的计策 随后 白灯示意士兵将阿土带了出来 阿土先生 那个人是萧天策吗 阿土用望远镜看了看 道 我也不清楚 我没见过萧天策 只是听说 萧天策到的地方 都会听到一声龙吟 真是废物 这都不知道 白灯朝着阿土怒吼道 之前对阿土好言好语 百依百顺 只是因为 他是第一个醒来的人 而现在 A国也有人醒来 不过一个吸引人而已 也就不必再给他好脸色 阿土听见白灯这样说他 也是火冒三丈 但又不敢说什么 此时 吸引首相站出来 维护阿土道 白灯 你也别恼 估计见过萧天策的外国人都死了 你问问 你们A国醒来的玩家 他们肯定也不认识 这阿土可是吸引唯一一个 从九龄土醒过来的人了 这A国不把他当宝 此人正是第五城邦之主 白云 白云先生 你可认识萧天策 不认识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萧天策 我照样啥 白云冷冷地说道 这 有白云先生 这句话就够了 白灯虽然也感觉有一点不爽 但对白云 却没有一点坏脾气 这让旁边的吸引首相 不禁在心里谩骂道 哼 欺软趴硬的家伙 我呸 怎么 你们找我 还不认识我吗 是看不清楚 出来吧 太古龙女 太古龙女 拜见主人 随着一声龙吟 萧涵骑着太古龙女 瞬间飞到距离 A国和吸引 只有一百米的地方 这一幕震惊了 在场的所有人 你们看 那是什么 电视剧里的龙 没想到 我今天竟然看见真龙了 我感觉好酷啊 可以把龙当做齐 我想最速的事 也不过如此了吧 我突然感觉 异世界的到来 好像也不错 华夏的士兵们 你一言我一句地讨论着 希希 这就是异世界的能力吗 没想到真的有龙 陈山涛大将 满脸不可思议地 对希希说道 是啊 这个世界有太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大龙的出现 同时也把白灯等人 吓了一大跳 真 真的有龙 他真的是萧天策 我劝你们快走吧 我们这里所有人加起来 都打不过他一人 阿土惊恐地吼道 虽然他早已经回到了现实 但是九龄图发生的事 他都知道 你怕什么 能有多强 能强得过白云先生吗 能抵得过我的核弹吗 不要危言耸听 白灯不屑一顾地说道 就在他准备 对萧涵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白云直接遇见飞了出去 白云先生 你回来 先别去 白灯对白云说道 但白云可不会听他的 禁止向萧天策飞去 白灯对白云的傲慢非常不爽 从来没人敢忤逆他 如今这白云会一点异能量 就敢如此轻视他 这让白灯不禁握紧拳头 眼神犀利 南南道 你最好能把他杀了 你便是萧天策 A国白云指着萧涵说道 你是谁啊 萧涵悠哉悠哉地回道 我是五城邦之主 我现在要挑战你 在整个九灵图除了萧涵 就属第五城邦之主最强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四百九十几 现在城邦都没有了 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战斗 你这算哪门子的挑战 代表A国还是你个人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玩游戏 你如果怂了 可以直接自问当场 不要以为你能杀白胡子 新宿这种草包就能杀我 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层次 九灵图的强者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我 行 很狂 等会儿看你 还能不能狂 这什么第五城邦之主用剑 那就让他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 直接杀了他 萧涵指着白云说道 是 主人 明神剑 明镜暗玉刚拔出明神剑 白云脚下的剑就不由地抖了抖 这是来自明神剑的威亚 你抖什么 不过一个女人而已 话刚说完 直接变成了蓝色光点 尸骨无存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明镜暗玉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 加一 这可把在场的A国人和吸引人 吓得够呛 虽然可怕 但吸引首相 还是趁此机会 对白云嘲讽道 白云 这就是你们A国的强者 也不过如此 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 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萧天策越强 我们死的概率就越大 你有没有脑子 白云朝吸引首相大声怒吼 随后又吩咐士兵道 快 用超级核弹 此人不能留 快 用超级核弹 此人不能留 白云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他距离我们 只有仅仅一百米 你是想把我们 都给炸死吗 吸引首相朝着白云怒吼道 他没想到白云 竟然会做出 这么愚蠢的决定 虽然吸引与A国交吼 但白云仗着 自己军事上的实力 强于吸引 处处压吸引 手相一头 如今对着白云吼一吼 倒让吸引首相 还感觉挺舒服的 不用超级核弹 怎么杀他 你说 白云被吸引首相 给吼了自然很不舒服 区区一个小吸引 也敢骑在他头上 导弹 枪械都可以 就是不能用超级核弹 你让开 我来指挥 吸引首相 在尝到一点甜头后 越发大胆了 竟直接推开白灯 开始指挥起来 而白灯虽然气恼 但也没有阻止他 他要看看这吸引首相 到底有什么能力 若是他真能将萧天策杀了 那便最好 若是不能 那就等死吧 狙击手准备 炮手准备 导弹准备 这萧天策在墙 终究还是血肉之躯 只要会流血 那就会死 根本抵不过这些炮弹 并且为了安全 吸引首相 还指挥船舰向后方 退了400米 爽啊 这种感觉 真是太爽了 这么多年 表面上打着交好的旗号 但实际上 各国都认为 我吸引是你A国的小弟 每次有什么国家大事商议 都是你白灯一人说了算 我堂堂吸引 首相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只能对你俯首称臣 如今也让我来做一回主 好好封光封光 反正你A国的强者已经死了 我阿土先生 已经成功掌握了 加持核弹的方法 我现在不怕你 你就好好看看我吸引首相 与你白灯的差距 西西这边 见A国和吸引 已经做好随时进攻肖寒的准备 随即也命令士兵 做好作战准备 并且向A国和吸引喊话道 白灯 我劝你赶快退回去 要是真打起来 你们讨不到一点好处 随后又对着肖寒说道 肖电策 你快回来 那导弹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先回来 我吸引拼死 也会护住你的 而肖寒 只是朝着吸引挥挥了挥手 试一整 没事 都是小问题 我会解决的 西西见肖寒不回来 满脸无奈与担忧 我们华夏能发展到现在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大家同心协力 万众一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让每个同胞开心幸福 是我们的宗旨 肖电策 你不要逞强 快点回来 西西大人 你就放心吧 天策兄弟不会有事的 大块头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导弹算什么 只要天策兄弟召唤出那个女人 就算世界毁灭 都不能伤到他一分一猴 可那是导弹啊 血肉之躯如何 能与导弹抗衡 西西还是非常担心 想要继续劝说肖寒 放心吧 西西大人 我们要相信天策兄弟 他可以的 见大块头如此坚持 西西也只好妥协 但依然是非常担忧地看着肖寒 那好吧 出来吧 子玄仙女 出来吧 天安女神 子玄仙女拜见主人 天安女神拜见主人 天安神女和子玄仙女一出来 可把众人惊呆了 我看见仙女了 好美 异世界里面的美女 都是这种级别的吗 我突然有一点向往了 兄弟们 美归美 但要记住 我们现在在战斗 不能松陷 要看美女 也得有命才行 对 大家别松陷 稍不住一导弹就打过来了 天安女神 保护罩 是 主人 天安神女 施加了一个透明的保护罩 包裹住肖寒 以及身后的华夏人 但在没玩过九龄图的人的眼里 却只是看到仙女 跳了一个舞而已 只有大块头等人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负于顽抗 还以为 你能有什么能力 就让你旁边的女人 跳个舞就完了 所有人 准备 发射 全服通告 A国和西印国 正在对华夏展开进攻 全服通告 A国和西印国 正在对华夏展开进攻 全服通告 A国和西印国 正在对华夏展开进攻 全服通告想起后 一个超大的LED屏服 现在空中 对这场战斗 进行现场直播 这一世界牛啊 这么大的屏幕 我都不用看 新闻直播了 还是这个看得清楚 就像在现场一样 没想到 真的打起来了 这个萧天策 为什么不跑啊 他真的能对抗导弹吗 可以的 天策大神 永远的神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萧涵这边 一时间 导弹 子弹 炮弹全都朝着 他发射过来 随着一颗颗导弹的发射 新手相 渐渐露出自信的笑容 可当导弹在距离 萧涵三米处时 导弹直接炸开 像是有一个空气屏障 将这些导弹挡在外面 而里面的萧涵 不仅毫发无损 反而还坐下了 是的 他坐下了 甚至还感觉这场战斗 很无聊 这可把新手相气炸了 就连导弹都伤不了萧天策吗 这要是失败了 自己的脸面 不得被白灯 按在地上摩擦 肯定是导弹不够 只要将这空气屏障 打破就好了 给我加大火力 本来看着一颗颗导弹 飞向萧涵 在场的华夏人 还非常的紧张 但现在这导弹 打都打不进来 瞬间 一阵欢呼声响起 强啊 我还以为仙女 只是跳舞 没想到这么强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 可以抵抗上千颗导弹 现在有了这些能力 咱们的战友 就再也不用流血了 是啊 是啊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 我想学这个超牛逼的能力 喂 小夕 你就这点能力吗 看在今天 你们不辞辛劳的 来杀我的份上 我还是让我送你一点见面礼吧 子玄仙女 给我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是 主人 子玄仙女双手一挥 所有发射过来的导弹 全都改变方向 朝着原来的路径 又飞了回去 一时间 碰 A国和吸引的船舰 飞机不断传来爆炸声 喜欢这礼物吗 吸引首相和白灯 此时正忙着躲避 根本听不见萧涵在说什么 大难临头 保命为大 过了几分钟 已经没有爆炸声响起 两人才微微缩缩地 伸出脑袋查看情况 在确定没有导弹飞过来后 白灯立即气急败坏地 揪着吸引首相的衣领 凶狠的眼神直勾勾地 盯着吸引首相 恨不得现在把他掐死 这就是你的办法 白灯将吸引首相的头 抵在船舰上 你自己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的杰作 只见他们的船舰 已经没有一艘是完整的了 或多或少都有损坏 甚至有好些已经沉入海底 伤亡人数更是数不胜数 这可真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啊 不 他们甚至连敌人的汗毛都没碰到 全是自语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永远都只能 在我之下的原因了吧 真是废物 白灯嘶吼着 一拳将吸引首相打倒在地 吸引首相愤怒盯着白灯 如今这局面 也不是他想的 凭什么只怪他一人 这狗急了 还要咬人呢 他如今也不考虑那么多了 一改往常的懦弱 直接反击 两人迅速扭打在一起 吸引首相将往常受的气 全都发泄了出来 而白灯看着往日 和狗一样的吸引首相 现在竟然还敢反击他 更加的气恼了 我都说了用超级核弹 你非得唱这一出 现在好了吧 你满意了 用超级核弹 我们都得死 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上那肖天策一起死 只要他活着 我A国早晚会被灭国 你吸引也逃不掉 这点道理 你都不知道吗 再不计 就将这超级核弹 直接发射到华夏内部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让华夏人陪葬 啪 啪 第三次不发声 以免擦鞭 好 狗咬狗 真好看 肖寒不知何时 来到白灯和吸引首相身边 情不自禁地拍起了八把掌 两位大人打得好啊 就你们这打法 不去拍戏 简直可惜了 白灯和吸引首相见肖寒来了 迅速起身 做出戒备状态 可他们拿有肖寒快 就在同时 肖寒的双手 直接搭在了他们的肩膀上 并且在他们的耳边轻语道 不就是想用那什么超级核弹吗 我来教你们怎么用 说完 肖寒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而白灯与吸引首相 就像是做梦一样 眼睁睁地看着肖寒相风一样离去 根本没反应过来 天安神女 保护罩 是 主人 这保护罩并不是施加给肖寒的 也不是给华夏人的 而且给着A国人和吸引人的 很快 一个透明的保护罩 将这上万艘海舰 以及天上的飞机包裹住 说是保护罩 但更像是一个囚龙 太古龙女 引爆超级核弹 是 主人 龙歇 太古龙女一口火焰土 在超级核弹上 在火焰与超级核弹接触的瞬间 直接炸开 碰 只是一瞬间 A国和吸引全员变成灰烬 由于保护罩的原因 外面的华夏人 没有受到一点 超级核弹的余波 这可把希希 陈山涛和在场的华夏人 给吓傻了 只有大块头 一脸早已料到的样子 这 这就是异世界的实力吗 很强 在他们面前 我们这些武器 根本不值一提 希希大人 这下你知道 天策兄弟到底有多厉害了吧 并不是我们夸大气词 实则是天策兄弟 就是这个实力 是的 很厉害 无人能及的那种 而正在观看 现场直播的人 更是雀跃 顿时 欢呼声 尖叫声 充斥着整个华夏 好强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科幻电影 打得好爽 这个小天策好拽哦 我好喜欢 从今天起他 就是我的偶像 我就说天策大神牛逼吧 这下你们信了吧 嗯 信了 信了 而且他还长得好帅 简直就是 我的梦中男神 爱了爱了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A国人 国运值50万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西印人 国运值20万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105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50 开启经验值 双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105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50 开启经验值 双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105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50 开启经验值 双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这是加上之前 第十三城邦的 三十五万国运值的总和 国家国运值 排名更新 第一名 华夏国 第二名 A国 第三名 C国 第四名 M国 全服通告一出 原来玩过九龄图的华夏人 直接激动地跳了起来 全属性百分之五十 经验值双倍 永久 我的天哪 之前才百分之二十 这突然间 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这也太爽了吧 天子大神 你真的是神 我太爱你了 比爱我自己还爱 这个奖励很丰富吗 我看你们这么开心 这个奖励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等过几天 你们弄清九龄图的规则后 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奖励有多爽 哦 不 你们应该体验 不到没有奖励的日子 真羡慕你们 可以一来 就体验开挂的感觉 天子大神啊 你还要我说多少句我爱你 这样的奖励 请多来一点吧 这边萧涵在处理完核弹后 骑着太古龙女 就往海的另一边飞去了 既然战争的交响曲 已经响了 这边萧涵在处理完核弹后 骑着太古龙女 就往海的另一边飞去了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时候去灭了A国和西印了 在飞往A国的路上 萧涵打开了控制面板 今日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早在凌晨就到账了 奈何一直没有时间处理 现在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将召唤生物的等级 好好升一波 这些召唤生物经验值 自然是优先加到神级召唤卡身上 是否确定将197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神级召唤卡 卖冲身上 确定 萧涵想都没想 直接将197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划拨给卖冲 在灰星时 萧涵就将这张神级召唤卡的等级 提升到了200级 不知道 这197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能不能把卖冲升为满级 这样自己就能拥有四张满级召唤卡了 倒是实力 又是一个大大的提升 哗哗哗 经验值疯狂减少 300级 400级 500级 在大量的经验值堆积下 原本LV200的神级召唤卡 直接就提升到580级 结束了吗 是的 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197亿经验值啊 才升380级 就没有了 有没有搞错呀 系统莫不是出错了 明镜暗喻从LV生到LV999 一共也只用了302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之前在灰星斩杀重亡 32皇室以及重族大军 获得的差不多20亿经验值 将脉冲升到了200级 而现在 197亿经验值才升了380级 从LV1到LV580 竟然用了整整217亿经验值 这剩下的419级 那得需要多少经验值啊 不敢想象 而且这前200级和后 380级的消耗的经验值 也太不合理了吧 虽然随着等级的提高 每升一级需要的经验值也更多 但这差距绝对不正常 就在消寒疑惑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定 你的召唤生物已突破300级 触发隐藏技能 卖羊 卖羊 这是什么 虽然获得了脉冲这张神级召唤卡 但消寒却还没有好好看看他的属性 消寒带着疑问 打开了脉冲的卡片介绍 脉冲 等级 580级 品阶 神级 形态 重形态 人形态 生命值5000W 攻击980W 防御力780W 技能 1.神之束缚 成长型技能 能够束缚低于自己等级的生物60秒 束缚高出自己等级20 最高50的生物10秒 2.雷霆之怒 能够在方圆百里内召唤出雷电暴击 如雨点般落下 召唤生物实力越强 破坏力也越强 3.卖羊 300级解锁 成长型技能 能够召唤出百万S级卖羊大军 目前等级为召唤者等级的50 最高可达80 卖羊 等级 290级 58050 品阶 S级 形态 虫形态 生命值 1500W 攻击 360W 防御力 250W 技能 雷电咆哮 卧槽 这技能简直逆天啊 难怪217亿经验值只能升到580级 之前获得的召唤卡 哥布伦 虽然也能召唤生物 但奈何品接不行 而这脉冲召唤的 直接是S级的生物 并且还是百万只 百万哪 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一次性获得了百万张S级召唤生物 并且当脉冲提升到满级时 召唤出来的生物 直接就是接近800级 到那时 谁还敢敌我消寒 而且这脉冲竟然还能束缚 比自己等级高的生物10秒 我看就算天安神女 紫玄仙女 明镜暗玉家在一起 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脉冲一人 强啊 太强了 得赶快将脉冲升到满级才行 看来还得再多获得一些召唤生物经验值才行 也不知现在融合世界了 该怎么获得经验值 毕竟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触碰到一个任务 随后 萧涵将召唤卡放回了背包 加速赶往A国 A国这边 全服通告 A国与西印国全军覆没 进攻华夏失败 全服通告 A国与西印国全军覆没 进攻华夏失败 全服通告 A国与西印国全军覆没 进攻华夏失败 此通告一出 A国所有人都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在网上激烈地讨论着 这么可能啊 既然失败了 华夏再强也强不到这个地步吧 怎么可能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总统也死了 看来政治界又要掀起一番风雨 死就死呗 先就先呗 又不爱我啥事 我只向往自由 你们没看华夏人发在网上的视频吗 蕭天策是人 就他一个人 兄弟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 估计那视频是合成的 就是真的 他一人杀了70万人 你说他现在会不会来攻打我们啊 怎么可能 我们A国再怎么说也有几千万人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 对 就算他蕭天策再强 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对手 正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在整个A国和华夏响起 全服通告 华夏蕭天策挑战A国 若A国死亡80% A国归华夏所有 全服通告 玩家蕭天策挑战A国 若A国死亡80% A国归华夏所有 全服通告 玩家蕭天策挑战A国 若A国死亡80% A国归华夏所有 顿时一个LED屏出现在华夏国内 对蕭寒与A国的情况现场直播 牛啊 直接单枪匹马去灭A国了 这才是天策大神 A国敢欺负到我们华夏头上 直接就去把他灭了 可是这次真的能行吗 A国少说也有好几千万人啊 他只有一个人 一定能行 我们就好好看着吧 稀奇大人 原来天策兄弟去挑战A国了 我们何不趁机去攻打西映国 之前玩90图的西映人 早就被天策兄弟给杀了 这最后一个阿图也死了 现在的西映就如一只蚂蚁一般 大块头听着系统通报声 对西西说道 看得出来这大块头 是真的什么都在为华夏考虑 并没有一点想要害华夏的意思 嗯 我也正有此打算 不过一个西映而已 我华夏光是用军事力量 就足够灭了它 西西严肃地说道 很快一大批海舰 飞机均朝着西映国的方向出发了 这边蕭寒才刚到 这系统就同时实施博报 这也太快了吧 跟在自己身上放了个雷达似的 既然要打 那就让全世界看看我蕭寒的实力 看谁还敢来骑我华夏 定 是否确定开启全球直播 确定 蕭寒直接按下 确定 按钮 刹时间 每一个国家内响起了通告 并且出现了一个LED屏 B国 一个人挑战一个国 没开玩笑吧 这华夏人一个个脑子被门夹了吧 这么着急送死 管他呢 估计是被驴给踢了 我们好好看戏吧 C国 这人便是肖天策 听说很强 如今我倒要看看 到底有多强 就算他再强 在几千万人面前 还不是瞬间就秒成渣 不说别的 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把他淹死 对 可能他是有一点能力 但太狂妄的人 一般命都短 M国 肖天策兄弟加油啊 我感觉这天策兄弟 很有我们M国的感觉啊 说干就干 谁敢欺负我们 我们必然百倍奉还 对 天策兄弟 我们挺你 肖寒这边 骑着太古龙女 处立在空中 像神一般看着A国的众人 喂 你就是肖天策 你以为你是什么 说来灭我们 A国你就能灭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但你也要滇清自己的分量 今天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了 乖乖把命留在我们A国吧 等杀了你之后 我们再去 把华夏国给灭了 来告为我们死去的A国人 肖寒冷冷地看着众人 缓缓开口 道 想杀我 你们谁能杀我 是你 你 还是你 那些被肖寒指了的A国人 都不由得一阵发麻 不得不说 这肖寒他们还是惧怕的 生怕被这肖寒一指 自己就死了 是我 也是他 是我们这里所有人 你一个人根本挡不住 我们几千万人 说着 就有一些人朝着肖寒进攻起来 可他们刚准备进攻 他们之中有几个人 却莫名其妙地 变成了蓝色光点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突然死了 肖颠测你做了什么 众人顿时停止不前 生怕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他 而肖寒无奈地摆了摆手 道 我什么也没做啊 就在这时 一道系统通告声在A国响起 请告 原血域之人 试图攻击血域之主 现已自爆 请引以为鉴 请告 原血域之人 试图攻击血域之主 现已自爆 请引以为鉴 请告 原血域之人 试图攻击血域之主 现已自爆 请引以为鉴 此通报一出 A国众人纷纷愣住 血域 这又是什么 好像是之前 九龄图外国府 与华夏府合并之前 存在的一个空间 不过在合并之后就消失了 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了 我记得 虽然血域消失了 但从血域回来的人身上 都有一个血红色的印记 原来是这个原因 没想到你还是血域之主 但这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 照样杀你 虽然这血域之主 对没有去过血域的人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但这却让世界各地 有着血红色印记的人 陷入了沉思 他们一时之间 不知道到底是 应该与肖寒为敌 还是奉肖寒为主 若是他为主 他们就会变成国家的罪人 若与他为敌 他们又会生死 只有大块头等人 下意识地 摸着自己身上的血红色印记 心想着 没想到这天策兄弟 竟然还是血域之主 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还好与天策兄弟是有非敌 不然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哎 这当主人的感觉真爽啊 任何人都不能违抗 你们之中 应该还有血域的人吧 有的还是非常的不服 刚踏出一步 直接就变成了蓝色光点 而有的却怂了 既然杀他就会死 那就不杀他 原地不动就行了 但这却遭到了 其他A国人的谩骂 真是废物 这就不敢了 真丢我们A国人的脸 滚吧 我们A国不接受叛徒 接而他们又转头 对肖寒说道 你能管得血域之人 也不过区区几千人 依旧不能与我几千万人抗衡 哼 肖寒听后 冷声轻哼道 想用人海战术 好 那就陪你们玩玩 出来吧 卖冲 既然卖冲的技能如此的逆天 现在正好可以看看 到底有多牛逼 正好可以试试他的技能 卖冲 拜见主人 之前在布州山时 虽然也召唤了卖冲 但却没有仔细看过他 如今 这卖冲幻化成人形态 身着白色衣裳 雪白的肌肤 吹一弹可破 没 真美 这真真像天上的仙女一般 除了名字有一点不太像 其他任何地方 都是妥妥一大美人 在场的A国人口水 都流出来了 其中有一人站出来 朝着萧涵大声吼道 喂 华夏人 小爷我看上你身边的美女了 你让他下来陪小爷玩玩 然后 又对着卖冲说道 美女 你跟着小爷我 饱你吃香的喝辣的 而卖冲听见这话后 静止向那个A国人飞去 那个A国人慢慢张开双手 等待美女入怀 试想一下 一个仙女 在众人当中不偏不倚的 朝你一个人飞来 这滋味 那得有多美 得羡慕死多少人 就在A国人的美梦 快要实现时 脉冲突然变成了虫形态 嘴里长出七八根獠牙 张着血盆大口 那个A国人看见 这突如其来的可怕生物 竟然活活给吓死了 PS 感谢各位 读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今天是小鱼的生日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爱你们哟 比心 美女呢 美女去哪了 我刚才 还看见这个美女 在往我们这里来 现在怎么突然变成一只虫了 喂喂喂不是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美女 和这个虫是同一个人 人群当中这个声音 都看向了一个叫做阿迪斯的A国人 你他们都不说话要死啊 你给我哥这里 玩美女和野兽呢 根本不可能的好吧 我打死 也不可能会相信这个事实 除非他再给我变回去 啊 当所有人震惊的时候 脉冲竟然当着所有A国人的面 又变成了人形态 看到这一幕 站在最前方的这群A国人 直接就猛逼了 刚才他们都还没有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现在脉冲竟然又从虫形态 变成了人形态 老天啊 搞错没有 他们打死都不愿意相信 刚才那么恶心的大虫子 竟然就是眼前这个 美若天仙的大美女 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们的脚步开始凌乱 向后方不断后退的同时 还不断地晃荡着自己的脑袋 他们再尽可能地 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是 这种极大的精神冲击力 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面 让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随后便出现了一些人 因为受不了精神伤害 直接暴毙当中 变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吓死A国人 华夏之国运 加一 变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吓死A国人 华夏之国运 加一 变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吓死A国人 华夏之国运 加一 回过神来 脉冲已经回到了萧涵的身边 他单膝跪在萧涵的面前 主人 萧涵看着俯身的脉冲 狠狠地哽咽了 一下自己的咽喉 说句实话 他虽然身为脉冲的主人 但是在看见虫子 和美女之间的差距之后 他也是不敢相信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看速度 与激情一百一样 主人 要杀这些A国人吗 这时候 脉冲忽然开口将萧涵 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嗨嗨 萧涵干咳两声 直接开打吧 萧涵回过神来 也不想再在A国浪费太多的时间 现在虚拟 才刚刚融合现实 自己还有很多事 需要处理 包括现在落天圣女 和冰临女皇是个 什么处境 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虽然虚拟融合现实 但是各大种族 以及各大种族的神族 都还依然存在 自己肯定是 需要弄明白的 这不仅关乎到自己 甚至也关乎到 整个华夏 直接杀了他们吧 得到命令的脉冲 当即就对着萧涵点头 然后双臂展开 恐怖的能量输出 从他的身上 直接爆发出来 强大的能量磁场 对A国造成了不小影响 在A国的土地上 但凡是有超过 200米以上的建筑 全部是出现了崩碎的迹象 各种碎砖 玻璃 从空中坠落 对于还是A国的平民来说 已经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而与此同时 在A国高层的位置 候选总统大人 现在华夏的那个家伙 单枪匹马来到我们的地盘上 我们的灾难来了 如果再不组织能力者 进行反击的话 我们恐怕 之前因为总统死后 A国这边候选总统 在第一时间就直接上位 本来候选总统 还以为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上位时间 还没有一个小时 萧涵就直接来到了 他们A国的领地上 而且从现在全球直播的 一个情况来看 无论是萧涵脚下的那头巨龙 还是说那只怪虫 实力都觉得不容小觑 可问题是 他们真的打得过吗 候选总统 看着全球直播里 几乎被毁灭了 百分之三十的国家领地 说实话 他心里还真没有把握 候选总统大人 你还是快下令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否则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候选总统一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 话才说到一般 忽然全球直播里面的景象 让他直接震惊了 这这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要了解到一线的情况 候选总统 被迫对着自己身边的这个将军 开口说道 如果不能知道 一线是什么情况的话 那么就算自己组织了 所有的高阶能力者 那么也无济于事 而此时 将军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嘴巴张大 神情恍惚 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够看见此时的将军 双腿都在发抖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快去啊 你去给我看看一线 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是这样说 但是将军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倒是几秒钟之后 对着候选总统开口说道 候选总统大人 你看这个全球直播里面 密密麻麻的斑点 像不像无数只虫子 将军这样一说 候选总统才仔细看了一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之下 他竟然发现 这他们根本就不是说 全球直播黑屏了 而是说 现在整个全球直播的画面当中 都被这些虫子给占据了 似乎 将军和候选总统 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这这 之前他们也在看全球直播 直播里面 能够播放的国土面积 至少也在几十万平方 而现在 全球直播都被密密麻麻的小虫给占据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 这些小虫填满了几十万平方的大地啊 老天 这是什么恐怖的数量 扑通一声 候选总统直接瘫软地坐在了地上 两口气没喘上来 直接晕死了过去 候选总统大人 候选总统大人 将军跑到候选总统的身边 尽可能地再做心肺复苏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 候选总统直接暴毙 CNC新闻报道 A国大新闻 CNC新闻报道 A国大新闻 总统大人死后 A国让候选总统在第一时间直接上位 但是上位时间只有一小时十二分钟 成就A国史上最快死亡的总统之一 现在是三千二百年 虽然CNC的名气在A国已经是天花板级别 但是 在现在虚拟融合现实的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总统的死亡 现在这个世界 完全就是以实力来说话 萧涵这边 脉冲直接使用技能 卖羊召唤出了百万卖羊 这种阵容 就连萧涵自己都震惊了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 比格布林召唤出来的都还要牛逼 上吧 直接把A国的地盘给全部占领了 随着萧涵一声令下 整个卖羊军团都朝着前方冲了过去 强大的实力 在配合上绝对多的数量 在A国的地盘上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抵挡 他们所过 直接皆是寸草不生 我靠 这就是华夏人的实力吗 为什么能够这么强 随随便便 就能够直接召唤出数百万的军团力量 什么样的召唤食材 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啊 华夏国 想不到这个 拥有六千多年文化的古国 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果然他们 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 之前我们B国 还想着说去投靠A国 但是现在看来 A国这么多年来的霸主地位 估计是要下位了 华夏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王 老大 你是英明的 如果我们之前 投靠A国人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 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华夏 此时此刻的全球直播当中 各国的强者 都看着这一切 他们心中 似乎已经确定了 A国的结局改变不了的 除非有奇迹发生 但是 萧涵绝对的实力压迫 就算奇迹 真的能够发生 这家伙 说不定也能够灭掉 各国的人 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新王代替旧王 就在今天 轰轰轰 A国的地盘上 传来了剧烈震动 这种震动 甚至超过了 十二级大地震 所有房屋 尽数毁灭的同时 在A国 是地盘上 也飘起了一层淡淡的血污 这是数百万人的死亡 伤害 325W 伤害 325W 伤害 325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33.54%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39.68%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43.72%的破坏 我们A国的强者 到底到哪里去了 华夏人 都打到我们头上来了 还没有人带头冲锋吗 兄弟 你别看我啊 我只有200级的等级 他们的 小野怪 都比我的等级高 你好歹也有200级的等级 我们这些 没有玩过90图的普通人 该怎么办 老子之前 喊你创号 你不创 你非要说 要当什么小说家 现在好了吧 我说你们 能不能别吵了 这虫子 都要打过来了 没办法 兄弟们 我要开大招了 你们跟着我的脚步 我要杀出去 随后 只见一个 叫做安瑞峰的A国人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开启了二阶觉醒技能 鬼器 是魔狂刀 在他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 灰白色的恶鬼 恶鬼手拿八尺长刀 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恐怖气息 而这一刻 安瑞峰的实力 也被提升到了顶点 兄弟们 杀 话音一落 安瑞峰挥舞手中的长刀 紧接着恶鬼手中的八尺长刀 也掀起了肆虐的屠杀 这股力量 直接落在了 迎面冲来的麦阳身上 安瑞峰本来以为这一击 可以从众多的麦阳军团当中 撕开一道裂口 没想到 事实却是 麦阳随意一击 就已经摧毁了他的权力攻击 同时在大量的麦阳军团冲击下 直接就死了 伤害 13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天古龙女对肖寒说道 强大的力量 肖寒冷笑一声 随即便把目光 投落在了麦冲的身上 给我把这群人找出来 没问题 主人 麦冲当即闭上眼睛 将自己的精神力辐射开来 他在感应着几股力量的存在 几秒钟之后 麦冲猛地睁开了双眼 找到了 随后他便把目光 放在了八十里外的阿尔木斯山上 只见他右手微微抬起 雷霆之怒 大量乌云 慢慢汇聚在阿尔木斯山的上空 雷声滚滚 无数细小的银蛇在雷云中穿梭 与此同时 在阿尔木斯山的内部 有五个三百级的A国人聚集在这里 他们本来打算 将A国最强的力量全部汇集于此 然后对肖寒展开围剿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头上突然出现的乌云 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 亚鲁斯 你不是说这里是绝对安全的吗 为什么我们头上 会出现如此多的乌云 这明显是有能力者 发现了我们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对整个阿尔木斯山施展魔法 他们是不可能 发现我们的 那这不正常的乌云 是什么 给我们一个解释 华夏 一定是那个华夏人 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看来我们的计划的提前了 一起上吧 不要留手 杀了这个华夏人 他身上的装备 足够我们分配了 他来了 轰轰轰 乌云之上的雷电 开始急速翻滚 那些细小的银蛇凝聚成一条 闪着白芒的巨龙 坠落吧 雷鸣中夹杂着龙银 朝着阿尔木斯山 急速压去 喂喂喂 不是吧 要不你来给我挡一下试试 挡 怎么挡 快跑吧 我见过雷电法师 但是没有见过 这么离谱的雷电攻击 这五名A国人 还未迈出一步 这闪着白芒的巨龙净直 从他们的头顶落下 他们顿时感觉 眼前一黑 随着 砰 的一声 直接变成了灰烬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62.74%的破坏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63.98%的破坏 这就是强大力量 如此不堪一击 脉冲冷笑道 吸引这边 每一个吸引人 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全球直播 面色凝固 额头上的汗珠滚滚落 有点当场就吓晕过去了 本就比不过华夏 这些年 全靠跟着A国 才作威作福 肆无忌惮 可如今A国即将灭国 自己又会面临 什么样的场面呢 现在国内 没有一个能力者 有的全部都是普通人 比人数吧 自己这区区 一千多万人的国家 如何与拥有 十几亿人的华夏比 这比军事实力吧 又比不过 这一千多年跟着A国 可没少和华夏结下梁子 并且 华夏痛恨吸引的程度 可远远超过了A国 现如今 可真是进退两难啊 妈呀 这也太恐怖了 他还是个人吗 我好怕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抵抗萧天策 还是快逃吧 逃 逃去哪 谁会接纳我们 现在这个形势 谁接纳我们 谁就是公然与华夏为敌 谁敢啊 你说 我们如果投降 这华夏人会放过我们 投降 你在说什么啊 誓死不做投降狗 连这点骨气都没有吗 你可闭嘴吧你 你刚才还说逃 别武士不孝百步了 你也好不到哪去 投降狗 你有种再说一遍 我就说了 你敢怎么样 逃跑狗 哎 你们俩别吵了 你们看那是什么 此时 整个吸引头顶上方 出现了无数个小黑点 这是什么 难道是萧天策打过来了 他来杀我们了 你看清楚 萧天策现在还在A国 他又不会分身术 怎么来 你就算用脚趾投降 也知道不会是他 这些小黑点越来越大 速度极快 有些眼间的吸引人 揉了揉双眼 在看这些小黑点时 瞳孔瞬间放大 直接愣住 过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 随即惊慌地大喊道 快跑啊 这是导弹 滑下来攻打我们了 什么 这么快 快跑啊 我可不想死啊 可他们怎么跑得过导弹 无论跑到哪 最终也免不了一死 下一秒 无数的导弹 无情地落在了 吸引的土地上 掀起一阵阵涟漪 煞时间 风烟四季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吸引国领地 造成5.62%的破坏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吸引国领地 造成10.39%的破坏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吸引国领地 造成13.46%的破坏 同时 全服通告在整个华夏国 和吸引响起 全服通告 华夏国对吸引国的进攻开始 若华夏成功击杀80%吸引人 吸引归华夏所有 全服通告 华夏国对吸引国的进攻开始 若华夏成功击杀80%吸引人 吸引归华夏所有 全服通告 华夏国对吸引国的进攻开始 若华夏成功击杀80%吸引人 吸引归华夏所有 牛啊 咱们吸吸也不是吃素的 这吸引早该灭国了 是啊 我们平时不爱惹事 只是因为我们向往和平 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怕 吸吸加油 天侧大神加油 此次我们华夏 一举歼灭两个国家 以后谁还敢来挑衅我们 我等这一天 已经太久了 现在终于到了 与此同时 另一块LED屏出现在 世界各个国家上空 B国 喂喂喂 不是吧 华夏现在这么勇了吗 竟然想直接灭掉两个国家 这华夏的吸吸 不是一向最主张和平的吗 怎么现在 连他也开始带头打仗了 天呐 今天的信息量太多 我要好好缓缓 C国 这吸吸现在拥有萧天策 形势也不用再顾及其他了 谁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是我们C国 我们得开始商量 对策了 现在 华夏可以说是无敌 我们何不与他交好 你看M国 他们现在可高兴坏了吧 捡了一个这么大的便宜 交好 就算我们想交好 他们华夏会愿意吗 别忘了在历史上 我们C国一直是华夏的仇人 那可怎么办 围巾之际 恐怕只有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一同对抗华夏了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一点胜算 M国 华夏好样的 就是要这样做 谁敢来欺负我们 必定要百倍奉还 快看 大块头也在那 这可真给我们M国长脸 好激动 好激动 我也想去打仗 也在这大屏幕上露露脸 别吧 等你去了 人家早打完了 不过我们现在 可以去华夏 提前恭贺他们 同意 小韩这边 在听到全服通告后 不禁勾起了嘴角 真不愧是华夏 说干就干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得彻底 这下可好了 吸引有细细收拾 这样又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毕竟小韩的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看来这边 也要加快进步了 可不能落后啊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小韩直接将所有的召唤 生物全都召唤出来 现在 就让你们看看 我小韩到底有多少实力 看以后 谁还敢小瞧我滑下 天安神女拜见主人 紫玄仙女拜见主人 明镜暗语拜见主人 暗黑之女拜见主人 五百多个召唤 生物齐刷刷的 出现在小韩面前 单膝点地 十分恭敬 杀吧 给我杀光他们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小韩一声令下 所有的召唤 生物全都朝着 A国人杀去 只有天安神女 紫玄仙女 和明镜暗语 留在原地 就这些A国人 还不配让三个满级仙女出手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里出现了一个 让他们都忌惮的生物 三人齐齐地看着麦冲 明明上次在布州山时 对麦冲都没有这种感觉 而在麦冲觉醒三技能 麦扬过后 麦冲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让他们都不由地警觉起来 虽然现在麦冲只有五百八十级 但他的实力却强得惊人 长此以往 必定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存在 若不是因为 麦冲是有非敌 三人必定就地将他格杀 萧涵察觉到他们的异样 但却没有多问 这还用想吗 定是感觉到 麦冲的强大气息 想与他分个高下 之前在血雨时 天安神女与子玄仙女 不就打了一架吗 还因此把血雨给毁了 这次萧涵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就把目光放在前面 厮杀的召唤生物们身上了 并没有多管 现在的战场 与刚才不同的是 召唤生物的种类多起来了 攻击的方式也更多了 再也不是麦羊单一的 雷电咆哮攻击了 那些A国人 或许刚适应了雷电咆哮 现在又来许多其他的攻击 瞬间头都大了 只见哥布林国王和黑金士兽蚁 召唤出了自己的百万士兵 虽然在品阶上不如墨羊 可对于A国人来说 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只需随意一击 就能轻松杀死A国人 久违的炫光溜溜球组合 也再次重现 海浪之神的牵引 潮汐之灵手臂伸出 只见一条由水凝聚而成的绳子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头被潮汐之灵捏住 一头则是拴在了朱仙人的身上 来吧 朱仙人 飞越地中海 借助海水的力量 潮汐之灵能够自由地 控制朱仙人的行动轨迹 而朱仙人也因此变得轻盈起来 可以在空中随意地穿梭 殊不知 光是自己轻轻一砸 瞬间就有几十万A国人 因此丧命 而在这个战场上 也有一个让人做梦 都想得到的场景 特么的 这从奶飞来的黄金 这是要将我活活给砸死吗 兄弟 这不就是你每天做梦都想要的吗 现在实现了 还不喜欢吗 我要的是用一张张的钞票砸死我 而不是用这如石头般的黄金砸死我 而且 这要砸也得分场合吧 现在这种性命攸关的场合 谁还会在乎钱啊 哎 还真有 你看那边 只见一个A国人 抱着一块大金币就准备跑路 可刚跑两步 这金币就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场金币雨 吞金兽在一旁 不断地将金币吐出去 又收回来 又吐出去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朱仙人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造成68.31%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暗黑之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71.86%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吞金兽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74.15%的破坏 这些操作 直接颠覆了世界 每一个人的三观 啊 这这这 这就是萧天特的 全部实力吗 太恐怖了 原本它有一个召唤生物 可以召唤百万大军 就已经够恐怖了 现在又多了两个 可以召唤百万大军的 召唤生物 这是一个人 该有的实力吗 哎 兄弟 可别说了 你们看那条鱼 和那头猪 我怎么感觉它们 是在玩啊 还玩得挺开心的 是啊 而且那头猪也太大了吧 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其他的我都不感兴趣 我就想要那个 吐金币的召唤生物 如果可以 我真想把它抱回家 让它每天 在我面前吐金币 让我也乐呵乐呵 体验一下 有钱人的滋味 兄弟 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也看上 那只召唤生物了 改天我们组队去偷吧 算了吧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敢 我很惜命的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国王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76.29%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黑金是兽以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79.16%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A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A国领地 造成80.00%的破坏 随着最后一道系统提示音 萧涵已经成功 对A国领地 造成80%的破坏 成功击杀80%的A国人 另一道系统提示音 紧接着在全世界响起 定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80%A国人 成功占据A国 定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80%A国人 成功占据A国 定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80%A国人 成功占据A国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一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2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一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2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幅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一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2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这是加上之前 之前占据三个城邦奖励的总和 占据国家排名更新 第一名华夏国 第二名吴 第三名吴 全幅通告响起后 各个华夏人激动地跳了起来 这波简直逆天 之前奖励15%的时候 我已经激动第两天睡不着觉 现在直接就奖励25% 这是想让我五天不睡觉吗 哎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最高等级是LV999 我们有提升等级的奖励 那当我们等级达到LV9990 我们的实力算什么 算什么 还是到999级 这些奖励就消失了 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个问题 但是你现在考虑这么多干嘛 你现在才100多级 距离满级还远着呢 我这不得早做打算吗 你慌什么 人家天资大神都没慌 待天资大神满级时 你看他有没有成神 不就好了吗 哎 对哦 紧接着 系统通报声再次响起 全幅通告 限A国归华夏所有 A国原住民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任何一人 全幅通告 限A国归华夏所有 A国原住民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任何一人 全幅通告 限A国归华夏所有 A国原住民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任何一人 什么 要我隶属华夏 我宁愿死 别 兄弟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我们还会有翻盘的机会的 只要我们还活着 剩下的A国人眼中充满着不甘心 堂堂A国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都是世界的翘楚 而现在却要做别人的奴隶 这简直比死还难受 可是他们不能死 他们死了 A国就算是真的完了 他们活着就还有机会 可是是真的会如他们所愿吗 真的想活就能活吗 萧涵这边 脉冲手里拿着一个箱子 慢慢走向萧涵 主人 你看这是什么 我见他一直在发光 萧涵刚接触到这个箱子 系统提示 应在他的脑海响起 定 恭喜你 获得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魏阳 定 触发隐藏任务 集齐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任务介绍 十二声孝兽手同像已缺失多年 请把它集齐吧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奖励 任务提示 请分别前往B国 C国 二国 没想到这次来A国 真的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在很多年前被一群强盗给掠夺 到现在为止 也只找回了八个 剩下的狗手 蛇手 羊手和鸡手 一直下落不明 这一直是我们华夏的缺憾 没想到现在 竟然在A国找到了羊手 真是太好了 并且还直接触发了隐藏任务 而且这任务还有提示 B国 C国 二国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占据我华夏的东西 这么多年 也该让你们付出点代价了 现在A国已灭 剩下的A国人 也没有再活着的必要了 可嗨嗨 肖寒清了清嗓子 A国的人听着 我要你们现在立刻 马上自尽 此话一出 所有活着的A国人 全都愣住了 没想到这肖天策 竟然这么狠 连条活路都不给 肖天策 你这样做 会遭报应的 我就不自尽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一些A国人 非但不自尽 反而还想上前去杀了肖寒 但他们知道 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开始无情地辱骂肖寒 肖天策 我CAO你大爷 你他苗的 敢让爷爷自尽 此话刚说出口 那些辱骂肖寒的A国人 直接原地爆炸 全服通告 A国人 德鲁斯特 违抗华夏肖天策的命令 现已原地自报 请引以为鉴 全服通告 A国人 埃尔南 违抗华夏肖天策的命令 现已原地自报 请引以为鉴 全服通告 A国人 安杜英 违抗华夏肖天策的命令 现已原地自报 请引以为鉴 一些还未有所行动的A国人 看着此情此景 吓得够呛 遵守肖天策的命令 会死 不遵守也会死 倒不如直接自尽 也比自爆来的体面 肖天策 终有一天 你会尝到我们今日之辱 说完 这些A国人 纷纷自尽当场 全服通告 A国人已全部死亡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8105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00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8105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00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8105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00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永久 卧槽 我这才刚感叹完 等不能给我留点喘气的机会啊 我已经说累了 对啊 我们这些简陋的人不要面子的吗 我们也要休息啊 你不能让我们一直拍马屁啊 我们也是会累的啊 我得去买一颗润喉糖 喉咙干涉 今天说了太多话了 哎 说实话 我感觉我今天特别的累 这高强度的精神冲击 一直持续地攻击我的大脑 我得去休息了 等我 一起 小韩这边 在处理完A国的事情后 小韩便骑着太古龙女 快速朝西印杆去了 阿尔国 狠 太狠了 这萧天策真的很 竟然一点活路都不给A国留 填板大脑猛吸一口血痂 另一只手不停地按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像是脑袋随时都会炸开 没想到 这次A国就这样败了 大脑 我看着萧天策 好像原本并没有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好像是找到什么东西过后才起了杀星 你说会不会是那个东西 他的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是我们阿尔国 不可能 那东西 白灯藏的极其隐蔽 是不可能找到了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商量对策 是 吸引这边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吸引国领地造成25.69%的破坏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吸引国领地造成30.47%的破坏 定 恭喜你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1 对吸引国领地造成39.15%的破坏 谢谢大人 为何不用核弹 这导弹的破坏力 还是不太行 要想占据吸引 还要很长的时间 用核弹 直接就可以把它给占了 大块头憨憨地抓着脑袋 虎头虎脑袋 他们M国人 就喜欢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做事不会计较后果 全凭自己喜欢的来 西西对着大块头 浅浅一笑 M国是真的有点憨 但也是真的真诚 能有M国这样的盟友 也是非常不错的 没有心计 敢爱敢恨 相处起来也十分轻松愉快 核弹的威力太大了 会带来很多不可逆的破坏 我华夏制造核弹 不是用来打仗的 而是用来证明军事实力的 让其他国家惧怕我华夏 西西耐心地解释着 原来是这样啊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嘿嘿 大块头憨憨一笑 有点不好意思 本想说点什么 来掩盖一下自己的鲁莽 却被一声龙银打断 萧涵已经到达西印国了 天策兄弟 我们在这儿 大块头朝着萧涵猛地挥手 萧涵很快就来到大块头 但这身板却很瘦小 虽然180厘米的身高也不矮 但在大块头的衬托下 却十分的娇小 不认识他的人 根本就看不出 他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西西大人 萧天策是我的游戏名 我的真实名字叫萧涵 萧涵朝着西西恭敬地回答道 不愧是一国之主 很有气场 萧涵 好名字 你来得正好 可以用你的异能量 加速结束这场战争吗 西西向萧涵询问道 虽然他是一国之主 但也没有一点架子 很是平易近人 当然可以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萧涵直接将所有的召唤生物 全都召唤了出来 随意地厮杀吧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一时间 所有的召唤生物 朝着西影国飞去 开始大肆屠杀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魔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西影国领地 造成48.99%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吞金兽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西影国领地 造成57.23%的破坏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西陈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西影国领地 造成64.51%的破坏 很快 最后一道系统提示音 响起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哥布林国王 成功击杀吸引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对西影国领地 造成80.00%的破坏 定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80%吸引人 成功占据西影国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两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35% 奖励时间 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两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35% 奖励时间 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两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35% 奖励时间 占据期间 占据国家排名更新 第一名 华夏国 第二名 吴 第三名 吴 此时华夏国 一个叫叶云的人 有气无力地摇动着一旁 叫张石的人 胃快起来 奖励又叠加了 张石揉了揉心松的双眼 软绵绵地倒 啊 又叠加了 哦 我知道了 说着 张石翻了个身 继续睡了过去 喂 你不敢叹一下吗 叶云再次试图摇醒张石 可根本无济于事 如此 他也只好无奈地躺下喃喃道 我必须得感叹一下 我在心里感叹 说完直接就睡了过去 全服通告 现西印国归 华夏所有 西印国原住民 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 任何一人 全服通告 现西印国归 华夏所有 西印国原住民 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 任何一人 全服通告 现西印国归 华夏所有 西印国原住民 隶属华夏 不得违抗华夏 任何一人 此公告响起后 小涵冷漠地开口道 老规券 自禁吧 煞世间 西印人就全部死了 全服通告 西印人已全部死亡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 国运值达到 9105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 提升210 开启经验值 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 国运值达到 9105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 提升210 开启经验值 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 国运值达到 9105000 精灵开启全幅奖励 所有玩家全部属性提升210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永久 大人 这个已经带回来了 交给你吧 萧涵将十二生孝兽手铜像 魏阳递到华夏最高管理者的面前 这 这是 阳手 希 希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铜像 又惊又喜 这么多年 华夏从未停止找过这十二生孝 兽手铜像 花费了无数精力 但都无济于事 连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都没有 没想到这竟然在萧涵的手上 这是从哪找到的 在A国 A国 果然是A国 竟然霸占我们国家的铜像这么多年 好在现在 A国已经不存在了 也算给他们一个教训 就A国平时 嚣张跋扈的行为来说 大概都能猜到铜像 一定就藏在A国 但奈何没有证据 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还好现在已经将羊手找到了 现在只差三个 就能将十二生孝兽 守铜像集齐了 也算圆了华夏国的一个心愿 大人 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好还是放你这儿吧 它应该属于国家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从在东部边境到A国 再到现在的西英国 我想了很多 也考虑了很多 现在的我们 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不光是为了保护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现在的整个领土 而这个能力者 就是你 小韩 所以我决定 你能够成为这个英雄 信仰 定 是否接受成为华夏 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 接受 小韩想也没想 直接按下 接受 按牛 若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自己也不会有任何考虑 现在有这个最高管理者在 自己完全不用担心 这里安全 倒是这个最强称号 似乎还蛮不错的 接受 全服通告 萧天策 获得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 全服通告 萧天策 获得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 全服通告 萧天策 获得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 此通告 在全世界同时响起 另外一个好朋友 果然他最终 还是获得这样的一个称号 他的地位 现在举足轻重 他现在的确配得上 是所有人的信仰 就像之前 在续雨空间的时候一样 你们都过来吧 之前你们提出的建议 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 喂喂喂 你快起来 天策大神 是天策大神 我的信仰 他又来了 叶云疯狂地摇晃着张石 哈哈 不愧是天策大神 这才是我心中的天策大神 虽然不是我获得了这个称号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啊 没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很快另一道系统 提示音在萧寒脑海中响起 叮 恭喜你 获得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 激活奖励 获得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100亿 卧槽 100亿 就是说感觉很久 都没有获得额外的召唤生物值奖励了 没想到这就来了 而且直接就是100亿 如此一来 距离卖冲升到满级又进了一步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这一次可以获得奖励呢 之前为什么没有任何召唤 生物经验值的奖励呢 思索片刻之后 小韩也没有再多想 系统的安排 自己也不能强求 现在当务之急 是去一趟二国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大块头忽然叫住了他 先别急着走 我们还有一件礼物送给你 礼物 什么礼物 之前我们虽然是邻居 但是现在我想好了 我想和你一起对抗外地 现在虚拟空间融合现实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 也只是不同的人类而已 在世界之外 还有各个种族 我相信 这一点你也知道 小韩愣了一下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大块头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就相当于完全联手 而且可以踢对方挡子弹的那种 大块头说的不错 现在 他们面对的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当世界之外的108种族 对人族发起进攻的话 那是时候 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或许还不能怎么样 如果他愿意来帮忙的话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我们本来就是铁兄弟不是吗 108种族的入侵 到时候我会想办法 但是我也很高兴我们的关系 能够更进一步 到时候 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 大块头一听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意 小韩兄弟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只要到时候 我们一起对抗108种族 就没有我们挡不下来的 小韩微微点头 现在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后面有什么 我能帮忙的 你就尽管说 就好了 简单告别之后 小韩就离开了这里 全服通告 肖天策获得明星所向的庇护 开启明星所向的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45 全服通告 肖天策获得明星所向的庇护 开启明星所向的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45 全服通告 肖天策获得明星所向的庇护 开启明星所向的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45 这次全服通告响起后 华夏子民已经没有了以往的激情 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天策大神果然是 还是那个天策大神 真是太好了 老哥呀 我已经没有话说了 我就一个普通人 现在光是获得肖天策给我的奖励 我都能够飞天了 你能想象吗 我家的猪都长翅膀了 我靠 这就是华夏 你要是不说 我还以为这是仙剑呢 另外一边 大藏 听说这大块头带领很多人 去帮助肖天策了 想不到这家伙的动作这么快 而且还这么果断 没有想到啊 或许是他们想得到好处吧 而且那个家伙的实力是真的强大 大藏 要不我们 要不什么 你身体里流的是什么血脉 你自己清楚 想都别想 可是这肖天策太强了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 强 他肖天策赶来我阿尔国 就别想活着出去 阿尔国之内 一个名叫大大佐的人 走到了阿尔国最高首领的会议大厅当中 老大 你交给我的事 我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哦 听到这话 填板大藏 双目倒是散发出一抹金光 快说说看 到底是什么结果 老大 你说的不错 虚拟融合现实之后 现在传说中的那个东西 也不再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它是真的存在 填板大藏赶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了天皇叔 是真的存在 我偌大的阿尔国 现在终于迎来了翻身的机会 我们这么多年被遗留下来的文物 终于是可以重见天日了 填板大藏脸上的喜悦之色 已经异于言表了 既然现在融合世界 他肖天策灭国都有全府奖励 而他们阿尔国为什么不行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填板大藏才会让大大佐去调查 一本只存在于传说当中的书籍 也就是天皇叔 传闻 只有找到天皇叔 才有机会能够开启地下帝国 只有这样 他们阿尔国才有可能会获得几百年前的宝藏 而这个几百年前的宝藏 就是被之前阿尔国的前辈血藏的不死军团 果然啊 老祖先在死前都还留了一手 他们似乎知道如今的世界一样 昔日为阿尔国留的后手 没想到 现在居然成为了 让阿尔国立足霸主之位的存在 不死军团 哈哈 我要来了 你终将是属于我的存在 阿尔国的首领 在整个会议大厅当中狂笑起来 说来这一次 还真是多亏了萧天策这个人 如果不是他的话 这也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存在 现在好了 只要天皇叔出世 那么不死军团 就可以再次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到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都将沉沦 而阿尔国将成为世界之罪 哈哈哈哈 些许之后 填板大藏又转头看向了自己身边的大大佐 现在天皇叔在什么位置 大大佐拿出一张地图 皱着眉头 思索了好半天之后 才开口说道 天皇叔的位置 在西京的藏书阁当中 我已经让人去保护了 只有实力达到了三百级的人 才有资格去触碰 甚至说是开启 老大 依我看的话 要不我们现在就前往 天皇叔的开启 也就只有你能够处理了 填板大藏一听 且不说这个天皇叔到底谁能够开启 但从现在的世界情况来看的话 华夏国的风声已经传得很开了 之前他们一直在依赖的A国 现在也被华夏的 那个叫做萧天策的家伙给直接占领了 而且 还有能够和A国叫嚣的M国 现在也开始归属于华夏了华夏的实力 至少比之前强大了好几倍不止 光是想到这里 阿尔国的首领就已经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华夏的人已经再朝他们这里赶来了 如果自己再没有一点预防措施的话 可能阿尔国的下场最终就是沉于海底 走 现在就去西津藏书阁当中 现在务必将天皇叔给开启 用最快的方式前往 阿尔国的首领自知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耽误了 直接对着大大佐吼道 大大佐倒是不慌不忙 他似乎早就已经知道了首领会这样说 他反手从自己的身上 掏出了一个小型传送阵 老大 之前我在藏书阁当中放置了一个一次性的传送阵 我们能够瞬间去到藏书阁当中 很好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如果此次二国能够顶住此次危机 那么你就是我们二国的英雄 大大佐恭敬地对着首领鞠了一躬 而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将手中的传送阵丢了出去 这个小型的传送阵在和地面碰撞的瞬间 开始无限地放大 传送 随着大大佐一声令下 填板大藏和大大佐 还有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全部消失在原地 差不多过了几秒钟之后 就是这里老大 自从虚拟融合现实之后 天皇书也出现在了藏书阁的天皇卷当中 大大佐从书架上取下了泛着深黄色光芒的书卷 书卷里包裹着一本厚厚的书籍 光是看封面就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浓郁能量 不错 就是它只要能够打开前往地下帝国的通道 那么我们二国就能够再次获得不死军团 到那时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只有臣服 大大佐只是微微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此时 填板大藏示意一旁的叫做森谷大柜的人 将手放在了这个书卷之上 恐怖的能量从森谷大柜的身上释放出来 一个三百级的能力者 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好和这本天皇书本身拥有的能量 形成了一个冲突 而这个冲突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直接将天皇书的封印撕开了一道口子 定 恭喜你 成功开启天皇卷轴 获得道具 天皇书 唯一道具 天皇书 类型 道具 作用 能够开启地下帝国的大门 使用方法需要用EW个帝国军人的血液来进行祭奠 方可完全开启天皇书 届时地下帝国的感应就放得最大 它将重新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介绍 我的后辈们 这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一份礼物 它能够带领你们重新改写世界的结局 真是太好了 可是老大 这一万人的军人血液 我们 天皇书需要的是纯种的帝国人血脉 为了我们最后的帝国 这一万名军人 我相信他们能够明白 好的 老大 我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了 说完 大大佐带着自己身边的几个二百五世纪的护卫 离开了这里 当前已击杀帝国军人 01W 大大佐带着护卫来到帝国军队 大大佐 你带着这些护卫来到这里 是大藏有什么吩咐吗 传闻大将见大大佐气势汹汹的 想必没什么好事 大将啊 快将你的军队聚集起来 我有事情要做 大大佐直接忽略传闻大将 背对着他 很是趾高气昂 这可把传闻大将气得够呛 明明大家都是同级 在那神气什么 还真以为自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是要开战吗 这你别管 你只管赵座 别误了大藏的大忌 大大佐这一副命令人的样子 让传闻大将 想意枪崩了他 真让人不爽 同样是大藏的心腹 还真以为自己是唯一了 但是 碍于害怕耽误填板大藏的大事 传闻大将也不得不赵座 行 你跟我来 很快 传闻大将带着大大佐等人 来到了军事要地 将帝国军队都召集起来 看着密密麻麻的帝国军队 大大佐脸上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随即向身边的护卫 做了一个手势 护卫立即开启战斗模式 兵舰说 上百只兵舰使 朝着帝国军队发射出去 刺穿心脏 一击夺命 当前已击杀帝国军人 五百一W 传闻大将见大大佐 竟然敢击杀自己的帝国军队 瞬间不乐意了 掏出枪指着大大佐的脑袋 各个帝国军人见传闻大将 拿枪指着大大佐 随即也将枪口对准大大佐一行人 煞时间 大大佐等人被上百万只枪口指着 大大佐 你是想造反吗 你别说杀帝国军队是大藏的意思 我看你就是想挑衅我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大将 你杀了我没事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耽误了大藏的大忌 你会是什么下场 你应该知道 见大大佐这坚定的样子 传闻大将慢慢放下手中的枪 这些帝国军人也放下了手中的枪 大藏是什么计划 你得告诉我 不然我是不会让你再有任何行动的 大藏要开启不死军团 需要献计EW帝国军人 大大佐原本就是想看看 川文大将急起来的样子 无比的愤怒 但是又不敢动自己 现在目的达到了 当然会把计划告诉他 毕竟这可不是二戏 这关乎这整个二国 平时都是这川文大将 跟在填板大藏身边 自己反而没有什么存在感 现如今 好不容易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看川文大将 猴急的样子 别提有多开心了 传说中的不死军团找到了 太好了 只要不死军团出事 我们二国就可以称霸世界 到那时 华夏的萧天策就是屁 川文大将无比的激动 虽然开启不死军团 需要献计EW帝国军人 但是为了二国 这区区EW帝国军人算什么 众士兵听着 现在二国急需 EW帝国军人的鲜血 为了整个二国 为了你们的家人 你们可以主动奉献自己 那时你将会成为二国的英雄 整个二国人民 都会记住你们今日的牺牲 川文大将 不想强迫自己的帝国军人 想让他们主动奉献自己 但是如果没人愿意 那也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 然而过了几分钟 依旧没有一个人 愿意奉献自己 川文大将 正准备要采取强制措施 其中有一个人 开口说话了 大将 国人真的会视我为 二国的英雄吗 当然会 没有你们的牺牲 又怎么会有他们的安稳生活 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 那好 大将 我信你 我本来就是个孤儿 全靠国人养活我 我愿意为了二国牺牲 说完 那个人 就直接用枪 对准自己的脑袋 碰 直接毙命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501EW 随着第一个人的牺牲 各个帝国军人 原本动摇的心 也有了决定 变得坚定起来 大将 请善待我的家人 碰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502EW 二国一定会善待 你们的家人的 我的勇士们 川文大将张开双手 对着帝国军人 满怀大意地说道 碰碰碰 陆陆续续的枪击声响起 陆陆续续的有人倒下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1182EW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4837EW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8736EW 碰 随着最后一声 枪声响起 二国已经成功 有一万人陷阱了 当前 以击杀帝国军人 EWEW 叮 恭喜你 成功开启天皇叔 通往地下帝国的大门 即将开启 顿时 整个二国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在二国的地狱中心 地面开始出现裂痕 随着裂痕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碰 地面开始瓦解 出现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大坑 大概十分钟之后 震动停止了 填板大藏等人得到消息 立即赶往了地狱中心 只见这个大坑 足足有十米深 在大坑的上方 出现了一个透明气罩 这个气罩将大坑 与外界隔离开来 走 进去看看 填板大藏带着众人 就要往大坑走去 但却被透明气罩挡在了外面 快 拿天皇叔来 大大佐将天皇叔 小心翼翼地托举着 走到填板大藏面前 大藏 天皇叔 把他丢进去 是 大大佐将天皇叔 往大坑丢去 只见天皇叔 成功地穿过了透明气罩 掉进了大坑 很快 整个二国再一次震动起来 直到听见一道 古老的大门 开启的声音传出 大坑外面的透明气罩 也消失了 填板大藏众人 走进大坑一看 此时的大坑 已经深不见底 没人知道 下面究竟是什么 谁下去看看 大藏 我去 森谷大跪 将紫田螳螂召唤出来 骑着他就往大坑飞去 大概过了五分钟 森谷大跪就回来了 大藏 下面很安全 有一个独立空间 这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就是传送阵 好 所有人跟我一起 进入地下帝国 填板大藏等人 纷纷跳进大坑 进入了地下帝国 再次睁眼时 只见一个诺大的古国 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个地下帝国非常大 足够容纳奥尔国所有人 他们慢慢走进 一座古老的宫殿 密密麻麻的军团 引入眼帘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我的后人们 你们能来到这里 说明外面的世界 已经大乱了 你们尽可以来到这里 这里面的食物 足够你们生存 当有敌人入侵时 我的不死军团 会保护你们的 但这仅限于 在地下帝国之内 切记不要离开地下帝国 填板大藏等人 纷纷跪下 对着这些不死军团跪拜着 感谢先辈 就二国于水火 随后起身 慢慢走向不死军团 仔细地观察着 只见这不死军团的皮肤 跟真人似的 过了好几千年 竟然一点也没有损坏 不过 他们现在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 到底要怎样才能开启 不过先辈说了 有敌人来了 就会保护我们 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 马上通知 二国全体人员 进入地下帝国 是 一时间 二国内所有人 纷纷前往大坑 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所有人都进入了地下帝国 如今的二国内 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还没有使用 现在正好可以把它用了 将这些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脉冲身上 不知道可以提升多少级 定 是否确定 将一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部加在神级召唤卡 脉冲身上 确定 小韩直接点下 确定 按钮 哗哗哗 一时之间 召唤生物经验值急速下降 脉冲的这张神级召唤卡 不断闪烁着光芒 五百九十级 六百级 七百级 只过了仅仅一分钟 一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便消失殆尽了 而脉冲只提升了一百二十级 变成了七百级 随着等级的提升 提到脉冲的第一技能和第三技能 也得到了相应的优化 神之束缚 成长型技能 能够束缚低于自己等级的生物六十秒 束缚高出自己等级三十 最高五十的生物十秒 脉羊 三百级解锁 成长型技能 能够召唤出百万S级脉羊大军 目前等级为召唤者等级的六十 最高可达八十 第一技能 神之束缚从原本的 束缚高出自己等级二十的生物十秒 变成了束缚高出自己等级三十的生物十秒 第三技能 脉羊的等级也随之变成了四百二十级 七百六十 虽然只提升了一百二十级 但也很不错 提升一百二十级 用了一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下二百九十九级 应该只需要五百亿左右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现在每天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是二百九十七亿 照这样下去 只需要两天就可以把脉冲升为满级了 真是太好了 满级过后 这只脉羊军团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存在 这样到后面去打一百零八种族 即以他们的神族的时候 有多了一分把握 小韩正在心里想着高兴呢 不知不觉便到达了二国 可奇怪的是 这二国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 这几千万人说消失就消失 真是太奇怪了 小韩骑着太古龙女将二国给飞了个 便都没有看见一个人 最后 他们在一个大坑前停下 主人 我感觉这个大坑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能量 或许这些二国人全部在这大坑里面 太古龙女对着小韩说道 小韩慢慢走进大坑 想要查看里面的情况 刚接触到大坑边缘 系统提示音瞬间在小韩脑中响起 爹 恭喜你 触发隐藏副本 地下帝国 副本介绍 地下帝国是由一个叛离九龄图的NPC 威尔建立起来了 他用自己的血液滋养了一个不死军团 多年前被九龄图强者合力封印 现在又被重新开启了 副本任务 找到NPC威尔 并且封印不死军团 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副本攻略 勇士 加油干吧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赶紧跑吧 嗯 这就触发副本了 真是太好了 这可是融合世界的第一个副本 不知道会爆出什么样的奖励 想想就激动 看来这二国的人就在地下帝国内 这个副本也是他们开启的 这可真是送了我小韩一件大礼 这趟二国之旅没有白来 肖韩立马骑着太古龙女 向大坑里飞去 进入了地下帝国 而填板大藏等人 早就再次等候 迎接肖韩 在看到肖韩进来的那一刻 填板大藏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肖天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我二国 只可惜他来晚了一步 现在的我手握不死军团 任你肖天策再强 今日也别想活着出去 我二国将成为这世间唯一的霸主 肖天策 你终于来了 我们可是等你很久了 填板大藏很是很是轻面 是的 我来了 你们要欢迎 我也不用送这么大份礼吧 肖韩目光环绕四周 这复古的建筑 以及这寂静的氛围 越是这种 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地方 越是危险 越危险的地方 爆出来的奖励也就越大 想到这儿肖韩就无比激动 没错 这就是我二国为了欢迎你 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 让你今日永远地留在这里 喜欢吗 填板大藏只当肖韩是吓傻了 竟然把这所他性命的陷阱 当作是一份礼物 看来他也不过如此 还没开打 就先认怂了 真是废物 喜欢 再喜欢不过了 你看我也没来得及准备回礼 我想了想 就用你二国所有人的鲜血 来作为回礼吧 怎么样 你 简直狂妄 哼 肖天策 有种你就进来 填板大藏 被肖韩这狂辈之言 气得够呛 转身带着众人 进入了身后的宫殿 既然地下帝国 是二国开启的 那他们就一定 直到不死军团在哪 自己也懒得去找了 肖韩警 接着也进入了宫殿 肖韩跟随着填板大藏等人 进入了宫殿 刚一进去 诺大的一支军团 映入肖韩的眼帘 每一个士兵 都手握长枪 一动不动地处立在原地 给人一种阴森的气息 想来这就是不死军团了 你有你的不死军团 我也有我的麦羊大军 看谁能耗得过谁 既然现在不死军团 已经找到了 那距离找到 NPC威尔还会远吗 肖韩这冥想的表情 在填板大藏 看来却是肖韩怂了 他害怕了 他再想该如何逃出去 这让填板大藏 在心里直接乐开了花 只要解决掉肖韩 世上就再也没有人 能够威胁到二国了 随即填板大藏等人 开始对着不死军团 不停地跪拜 并且大声说道 二国的先辈 就是这肖天策 仗着我们没人是他的对手 现在 竟想来灭了我二国 请先辈出手 还后背面一个 安稳的生活 在填板大藏说完后 过了几秒 整座宫殿 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晃动 原本闭着眼的不死军团 突然睁开双眼 身体开始慢慢扭动 全身的关节咔咔作响 在大概过了一分钟后 这只不死军团 完全活过来了 手握长枪 做出戒备状态 填板大藏等人 借着不死军团活过来了 赶紧躲到一旁 看戏去了 只剩下肖韩一人 矗立在这只不死军团面前 这时 从宫殿上方 传来一道声音 外来人 我劝你速速离开 否则我的不死军团 将会把你撕成碎片 肖韩随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声音 想来这说话的人 就是NPC威尔了 但这躲躲藏藏的性子 却是让肖韩对他充满不屑 你就是威尔 为何不现身 咱们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你知道我 是谁派你来到 雅思高徒吗 威尔久违地听见别人 叫他的名字 内心无比地激动 但很快又变得十分愤怒 当年若不是雅思高徒 自己又怎么会困在 这暗无天日的 地下帝国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活物 只能和自己的不死军团 说说话 这些账 全部要算在 雅思高徒头上 本来还想放你一马 但你是雅思高徒的人 那就别怪我心狠了 我的不死军团 上吧 拿出你们的愤怒 将眼前这个人彻底撕碎 刹时间 不死军团双眼变得通红 脸上露出十分猙獰的表情 举着长枪 就往萧涵这边冲来 出来吧 麦冲 麦冲拜见主人 杀了他们 是 主人 麦冲双手抱拳 放在胸口处 闭着双眼 开始冥想 一秒钟过后 他睁开双眸 一股强大的气波 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神之束缚 只见眼前 这只八十万人的不死军团 突然就被定格住 一动不动 卧槽 这还是第一次 见麦冲使用 神之束缚 这也太逆天了吧 八十万人 说定住就定住了 真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 而躲在一旁的 填板大藏等人 看着这不死军团 突然就不动 额头上的汗珠 一颗接着一颗的往下掉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不动啊 这可是不死军团 顾名思义就是不会死的呀 不会这么快就败了吧 仙卑啊 关键时刻 你可别掉链子啊 这可关乎着 阿尔国的存亡啊 填板大藏 在心里不停地默念祷告着 麦阳 麦冲紧接着 弹开双手 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注入地下 一瞬间 百万只麦阳 从地下冒出 这可把填板大藏等人 吓得够呛 之前在LED屏上 见到这阵仗 就已经够吓人了 如今再亲眼见一回 却又更加的恐怖 他们不禁直冒冷汗 双手握得死死的 甚至开始怀疑 这不死军团 到底能不能杀了萧寒 一切都是未知数 上吧 我的麦阳大军 一时间百万只 420几的麦阳军团 全部朝着不死军团冲去 瞬间将不死军团撕得粉碎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军 获得经验值 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军 获得经验值 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阳 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军 获得经验值 1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20W 击杀这不死君还能有经验值奖励 仔细想想 已经好久都没有获得过经验值了 等级也一直没有提升 而且这击杀一个不死君就能获得十大百六的经验值 二十大百六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里八十万不死君一下子就获得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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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这三次国粹感叹后 肖寒慢慢平复激动的心 竟然一次性获得了八百亿经验值 一千六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我的天哪 这哪里是一个副本 这就是一个给我送经验值的宝库 这八百亿的经验值足够我提升的九百九十九级了 竟然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能直接满级 简直太nice了 这边肖寒可高兴坏了 但那边的填版大藏等人眉毛都快挤成一团了 怎么可能 不死君团就这样没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难道是天要往我二国 填版大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神态低迷 可当不死君团毁灭三十秒后 地下的碎屑又开始重新聚集起来 看见这一幕 填版大藏顿时又有了希望 原来这就叫做不死君团 不过短短十秒 一只全新的不死君团又出现在了萧涵面前 手握长枪朝着萧涵冲了过来 神之束缚 不死君团再一次被定格住 麦羊大军再一次无情地厮杀着不死君团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羊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君 获得经验值十大倍柳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二十大倍柳 不是吧 居然还能获得经验值 这是老天送给我萧涵的礼物吗 那这不死君团一直杀不死 自己是不是可以一直获得经验值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岂不是可以一直在这卡爆 杀他的几天几夜 先获得几千亿载经验值再说 萧涵带着这样的疑问 激动地看着这些不死君团 慢慢变成粉末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羊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君 获得经验值十大倍柳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二十大倍柳 很快 这些不死君再一次泯灭了 萧涵又一次获得了八百亿经验值 一千六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三十秒后 不死君团又一次出现在萧涵面前 却又再一次被萧涵团灭 又获得了八百亿经验值 一千六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但是 在第四次击杀不死君团的时候 就没有经验值奖励了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麦羊成功击杀一个不死君 看来 这只能卡三次Bug 还以为可以一直卡下去呢 不过三次也不错 一共获得了两千四百亿经验值 和五千四百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萧涵的行为 直接让填板大藏等人摸不着头脑 大藏 虽然这不死君团可以无限重生 但是 为什么我感觉这萧天策 不仅没有紧张的神态 反而越来越开心呢 是啊 我看他高兴得都快合不拢嘴了 噓 不要出声 先别说话了 此时 NPC维尔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哈哈 你别白费力气了 只要我的血液还在流淌 不死君团就会永无止境地重生 我看你也是有点能力在身上的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交易 什么交易 你把我的封印解开 我满足你的愿望 如何 难怪这威尔一直不现身 原来是被封印了 既然这威尔是叛徒 那么他的话自然不可信 他无非就是想诃骗萧涵解除封印 然后再将萧涵给杀了 不过当务之急 也确实需要找到威尔 不然这不死君团 永远也不可能封印 就在萧涵准备问威尔 现在在什么地方时 填板大藏站了出来 大声说道 先辈 不可呀 这萧天侧不能留 他的存在永远都是二国的危险 一定要将他击杀才行啊 哼 随着一声震怒 整个宫殿都不由地震了震 所有的不死君 全部拿着长枪指着填板大藏 填板大藏哪面对过这种阵仗 直接吓得连退三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先 先辈 你这是干嘛 这里还轮不到你插嘴 威尔生平最痛恨被人约束 加之被封印在这地下帝国上千年 本就心中有怨 现在 好不容易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却被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这让威尔愤怒到了极点 直接命令不死君杀了填板大藏 随即一把长枪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填板大藏的心脏位置射去 就在快要射中填板大藏胸口时 大大佐挡在了前面 此 长枪直接贯穿他的心脏 随后又回到了不死君手中 而大大佐也因此直接毙命 填板大藏等人吓坏了 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随后填板大藏等人只能乖乖地待在一旁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紧接着威尔继续对萧涵说道 你考虑得怎么样 若你还有所猜忌 我可以将他们全部杀了 以表诚意 这威尔果然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不顾他人性命 虽然这二国的人最终也是要死的 但他们必须得是被萧涵亲自杀死 而不是当作交易 你在哪 我在这宫殿的顶部 你上来就知道了 萧涵随即骑着太古龙女 往宫殿的顶部飞去 主人 这里有一个封印 我们过不去 太古龙女开口说道 封印 麦冲 打碎他 是 主人 麦冲挥动着双手 将能量注入封印 一瞬间 封印就消失了 走 进去 萧涵穿过宫殿顶部 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这里漆黑一片 只隐约看见前方不远处 闪烁着淡淡的绿光 威尔就在这绿光之中 没想到 你真的来到了这里 外面的封印 只是对萧涵的一个考验 也会将他击杀 可如今 萧涵破了那个封印 看来他还是很有能力的 或许他真的可以解开 威尔身上的封印 想到这儿 威尔突然激动起来 勇士 我现在 不管你是不是雅思高徒的人 只要你能帮我解开封印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并且送你一个礼物 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敢不敢兴趣 随即一个箱子 浮现在萧涵面前 这是 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虚狗 这怎么在你这脸 这是我刚找到的 只要你帮我解开封印 我就将它送给你 在地下帝国 刚开启的那一刻 威尔就用魔法 在二国各处扫荡了一番 而萧涵来到宫殿后 他发现 这狗手发出的光芒 与萧涵身上某样东西 发出的光芒一样 就猜想萧涵 一定在寻找这个狗手 如此他也多了一个谈判的筹码 我不需要你送给我 这本来 就是属于我华夏的东西 出来吧 明镜暗欲 明镜暗欲拜见主人 杀了他 萧涵指着威尔说道 是 主人 你竟然出尔反尔 不是说好了 话还没有说完 明镜暗欲 直接使用冥神剑 打破了封印 也杀了威尔 伤害5000W 威尔的不死军团 也随之变成了灰烬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成功击杀NPC威尔 获得经验值5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80W 定 恭喜你 获得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虚构 及其十二声孝兽 手同像任务完成度 二次 定 恭喜你 完成隐藏副本 地下帝国任务 奖励神级召唤卡 妖魅女机 奖励竟然是神级召唤卡 萧涵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妖魅女机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妖魅女机 品阶 神级 等级LVE 生命值5000 攻击力980 技能 一 妖儿不魅 能够释放出一股无色无味的气体 对方圆百里内的敌人每秒 造成自身攻击力30的中毒效果 持续时间一分钟 杀人于无形 2.莲香西域 能够降低敌方武师全属性 持续时间一分钟 随着召唤 生物等级提升 最高可持续60分钟 3.花前月下 能够释放出无数玫瑰花瓣 每一片玫瑰花瓣 灌入自身全部的攻击力 半半锋利 一击夺命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卧槽 其他技能都不说了 就这二技能 简直你天 降低敌方武师全属性 这不相当于让敌人直接送死吗 话不多说 刚才获得了548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正好可以将妖魅女机和脉冲升到满级 定 是否确定将5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划拨给神级召唤卡 脉冲升为满级 确定 哗哗哗 脉冲身上不断闪烁着光芒 大概过了两分钟 脉冲就提升到LV999满级了 他的技能也相应地得到了优化 第一技能 神之束缚从原本的 束缚高出自己等级30的生物10秒 变成了 束缚高出自己等级50的生物10秒 第三技能 蜡羊的等级也随之变成了799级 999-80 Nice 这下 自己直接就拥有了百万只799级的S级生物 爽啊 现在该将妖魅女机升级了 定 是否确定将48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划拨给神级召唤卡 妖魅女机升为满级 确定 哗哗哗 随着召唤生物经验值的不断减少 妖魅女机这张召唤卡 也不停地闪烁的光芒 五分钟后 神级召唤卡 妖魅女机也升为满级了 果然还是脉冲需要的召唤生物经验值最多 毕竟它可以召唤百万只S级生物 但是 这妖魅女机用的经验值也不少 比明镜暗喻 他们用的多了一百多亿 现在自己还剩下 45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暂时先留着 现在重要的是 将自己的等级好好升一升 2450亿经验值要升为满级 简直绰绰有余 随着经验值的急速下降 肖寒的等级也在不断地提升 五分钟过后 肖寒也成功变成了LV999 竟然只用了450亿经验值 还剩下2000亿经验值 那这2000亿经验值 还有什么用处呢 正在疑惑时 肖寒突然发现 自己属性面板上的 等级一栏后面 有一个黄色感叹号 肖寒立即点开感叹号 一个透明面板 赫然出现在肖寒面前 恭喜你 达到LV999 成功激活等级突破 突破条件 经验值1000亿 尾神碎片5个 提示 突破成功后 直接升为尾神 等级变为尾神LV1 神级等级划分 尾神 LV1LV500 真神 LV500LV999 到达500级时 会有一个尾神突破点 所以虽然同为500级 尾神LV500与真神LV500之间 会有一个巨大的实力差距 肖寒之前就在疑惑 108种族 怎么会有神族 现在轮到自己 达到了突破的条件后 才算真正了解清楚了 原来真的可以突破成神 神还分为两个等级 等达999级真神时 就可以俯视全天下了 想到这儿 肖寒就无比的激动 那既然自己都可以突破了 召唤生物是不是也可以 肖寒拿出天安神女 子玄仙女 明镜暗欲 脉冲 妖魅女级的召唤卡 发现也出现了一个黄色感叹号 肖寒直接点开感叹号 由于召唤师等级达到LV999 激活神级等级 因为这五张召唤卡本来就是神级 所以它们并不需要突破 等级直接变成了尾神LV1 看来召唤生物的等级品阶 与其自身的等级无关 而是与召唤师的等级有关 既然这几张神级召唤卡 可以直接变成尾神LV1 那其他的召唤卡呢 肖寒随即拿出其他的召唤卡 却发现并没有黄色的感叹号 看来召唤生物的品阶 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 并不存在突破一说 此时肖寒有一点失落 但也没多大的影响 本来其他品阶的召唤卡的作用 也不是很大 看来得多获得一些神级召唤卡 提升实力 不然等以后到了神界 可讨不到多少好处 就在肖寒刚将情况了解了一番后 地下帝国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晃动 大藏 你在干嘛 这地下帝国里面还有我们二国的同胞 你直接向里面开炮 会将他们一起炸死的 填板大藏等人 在肖寒去找威尔的时候 就趁机偷偷溜出了地下帝国 在这期间也陆续有二国人跑出来 但二国人数众多 这短短的十几分钟 根本来不及全部撤离 而此时的填板大藏 再也等不及了 直接朝着大坑开了一炮 炮弹射入大坑 直接传送到了地下帝国 大藏 你想把我们二国人也一起杀了吗 我等不及了 他们死了就死了 要是再不将地下帝国给毁了 那萧天策就该出来了 就算里面有儿国人 那又怎样 只要我们还活着 二国就还在 填板大藏不顾他人的阻拦 命令士兵向地下帝国不停地开炮 有些士兵面积同胞立即停手 填板大藏舰后 直接将他推到一边 自己亲自动手 一时间无数的炮弹 无情地攻打着地下帝国 请告 地下帝国遭受外力攻击 将在十秒后自动封印 请赶快离开 十 九 太古龙女 我们走 是 主人 萧寒其上太古龙女 离开了地下帝国 你们看 这个大坑正在急速缩小 看来我的炮弹攻击果然有效 填板大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地下帝国马上就要消失了 萧天策就再也出不来了 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 阿尔国将再无对手 二 一 大坑完全消失了 地下帝国也永远封印了 填板大藏直接兴奋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 事情完美地解决了 虽然填板大藏非常的高兴 但他身后的其他人却面露难色 有点直接大哭起来 地下帝国消失 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亲人 同胞也永远地消失了 如今 阿尔国仅剩这区区十几万人 拿什么去和其他国斗 填板大藏 你心也太狠了 因为你的鲁莽 让我们一下子损失了几千万同胞 你根本不配做这个首相 平时对填板大藏 言听计从的川文大将 指着填板大藏的鼻子破口大骂 早在大大佐 为了填板大藏牺牲时 这填板大藏 不仅没有一点愧疚之心 反而漠不关心 认为大大佐 就应该救他 就应该死 就在这个时候 川文大将第一次对填板大藏 有了不满之意 虽然自己平时 也与大大佐是敌对关系 但毕竟是同胞 不存在 谁就应该死的想法 你如果有更好的办法 你刚才怎么不提出来 非要做侍候诸葛亮 这整个阿尔国都是我的 不过死几个人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说现在只剩下十几万人 就算要让阿尔国所有人去死 填板大藏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只要填板大藏活着 其他的一切对他都不重要 填板大藏 你还玩的性命 填板大藏 你该死 你不顾二国人的安危 你不配做首相 我要杀了你 一时间 讨伐声不断的响起 每一个存活的阿尔国人 都在逼迫填板大藏 都想让他偿命 光说有什么用 直接杀了他吧 萧涵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在大坑消失的最后一秒 萧涵骑着太古龙女冲了出来 速度极快 快得让填板大藏等人 根本不知道萧涵已经出来了 还以为他随着地下帝国一起消失了 听见萧涵的声音 填板大藏直接在原地愣了几秒 反应过来后 慢慢抬起头 发现萧涵正在空中悠哉地看着他们 怎么可能 他不是和地下帝国一起消失了吗 怎么现在又出现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 填板大藏瞬间腿部发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了 全完了 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了 看来二国最终还是逃不掉这场劫难 填板大藏又看向讨伐他的二国人 说道 你们不是要杀了我吗 来 你们把萧天策给杀了 我任凭你们处置 众人听后 纷纷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哪是萧涵的对手 只要谁赶上前 就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 死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填板大藏 害了几千万二国人 却没杀死一个萧天策 让二国人白白牺牲 这一切都是填板大藏的错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必须得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没错 全是你的错 你就是我们二国的罪人 我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你这个千古罪人 你就该去死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得死 萧涵无奈地拍了拍头 这些二国人你一句我一句地 吵得他脑瓜疼 出来吧 妖妹女机 现在正好可以将 刚才获得的神机召唤卡 妖妹女机召唤出来 看看他有多强 妖妹女机拜见主人 随着一团霉红色 花瓣的不断飘落 妖妹女机的身影 慢慢映入众人眼帘 一袭霉红色衣衫 修饰着妖妹女机 那修长的大长腿 曲线流畅的小蛮腰 让人想意把将他搂在怀里 前途后翘的S型身材 净显风韵 完美无瑕的精致脸庞 配上诱人的红唇 谁见了不喜欢 这妖妹姿态 简直与钱多多有的一拼 甚至超越了钱多多 地上的阿尔国人 从见到妖妹女机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沉浸在 她的美貌之中 这是我此 生见过最美的女人 真的好美啊 我一个女人 见了她都喜欢 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想 变成一个男人 这样我才能拥有她 啊 此生无憾了 这种美貌冲击 让这些阿尔国人 直接忘记了 他们现在 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候 别说他们了 就连萧涵都沉浸在 妖妹女机的美貌当中 说这妖妹女机 是所有召唤生物的 魁首一点也不为过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见了她都会沉沦 主人 当妖妹女机的声音 再次在萧涵耳边响起时 萧涵才回过神来 嗨嗨 轻壳两声 缓解刚才的尴尬 杀了他们 是 主人 妖妹女机 在得到萧涵的命令后 直接使用三技能 只见她上前一步 两个大拇指交叉 手指伸直 做出蝴蝶飞舞的手势 每一个指尖 隐约能看见有光点闪烁 随着妖妹女机的御手 慢慢伸直 到最后 双手分开的同时 散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花前月下 只见满天 飘落着玫瑰花瓣 十分的浪漫 好漂亮啊 这么多玫瑰花 真好看 最浪漫的场景 送给最爱的你 那些二国人 还以为这是妖妹女机 送给她们的一场浪漫惊喜 殊不知这温柔刀 刀刀致命 妖妹女机 双手一挥 强大的能量 注入每一片玫瑰花瓣当中 朝着二国人急速飞去 只是一瞬间 在场的二国人 全部倒在了地上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机 成功击杀一名二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双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机 成功击杀一名二国人 华夏国运值 加一 萧涵脸上 直接写着 震惊二字 瞳孔放大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这妖妹女机 果然人如其名 又妖又妹 就连杀人方式都这么迷人 让人沉浸在甜蜜中死去 这才是真正的死在温柔乡 全服通告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所有二国人 成功占据二国 全服通告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所有二国人 成功占据二国 全服通告 华夏玩家萧天策 成功击杀所有二国人 成功占据二国 不是吧 这么快 仅仅才八个小时 直接占据了三个国家了 这也太牛了吧 真不敢想象 天策大神的实力 到底到了多恐怖的地步 好想做天策大神的小弟啊 只可惜 天策大神一直是独来独往 没有机会啊 哎 紧接着另一道全服通告响起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9200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15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9200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15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全服通告 华夏国当前国运值 达到9200 0000 开启全服奖励 所有玩家 全部属性提升215 开启经验值三倍奖励 奖励时间 永久 什么情况 国运值才加了15万 不是把二国人都杀了吗 怎么才15万 对啊 这二国不是有6000万人吗 怎么才杀了15万 就没了 搞不懂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变故 估计只有天策大神才知道 管他有多少人 只要占据了就行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三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5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三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5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全服通告 华夏国成功占据三个国家 开启奖励 华夏国全员等级实力提升55 奖励时间占据期间 来哥来了 每次占据过后 都有一大波奖励 妙啊 奖励请再多来一点吧 我不嫌多 你自己怎么不去努力或去奖励啊 就知道躺平 你看人家天策大神多牛 你不也一样吗 还好意思说我 再说了抱紧天策大神的大腿 不想象吗 傻子才会不要天策大神给的奖励 我跟你才不一样 天策大神给多少奖励我就要多少 我才不会说要很多很多的奖励 因为我知足了 而你还不知足 我懒得跟你说 说不通 定 恭喜你 成功激活占据国家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每日可获得4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定 恭喜你 激活城邦占据奖励 每日可获得24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由于你开启了三倍经验值奖励 获得奖励翻倍 现已到账 请查收 Nice 之前就是在疑惑 为什么占据国家没有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现在这不就来了吗 获得华夏最强称号 最终的信仰时 获得的每日召唤生物经验值是100亿 由此看来 每占据一个国家 可以获得100亿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现在获得的是400亿 也就是说是A国 二国 习印和M国的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虽然对于M国只是获得了 明星所向的称号 但也相当于是直接占据 也就是说 要占据三个以上的国家 才会开启召唤生物经验值奖励 难怪之前都没有 不过也好 至少现在开启奖励了 而且连之前占据的三个城邦的奖励 也一起发放了 奖励翻三倍 也就是说 直接就获得了192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小韩立即查看 是否真的到账了这么多经验值 卧槽 还真是 这样一来 小韩今日还未使用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一共还有6420亿 现在 每日可获得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一共是937亿 再翻三倍 就是2811亿 简直逆天 这么多经验值 可以快速地将神级召唤生物 提升到到真神LV999 想想就开心 小韩回过神来 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 想着自己竟然一天都没吃饭了 赶紧整理了一番 骑着太古龙女就往家里飞去 此时 B国老大达尔西和C国老大伊夫 正在激烈地商量着对策 达尔西老哥 这萧天策一天之内灭掉三个国家 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伊夫老弟 我想 就算我们联合起来 也同样不是他的对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A国和西印去攻打华夏 这萧天策把他们给灭了 这是说得过去的 可为什么他又赶着去把二国也灭了呢 我想 他一定是在A国找到那个东西了 并且得到了线索 如果是这样 那萧天策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你和我 没错 或许他明日就会来攻打我们 对 一定是这样 我看 要不我们连夜将那个东西给华夏送回去 再好好地忏悔一番 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我们现在就行动吧 好 萧涵回到墨园花院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刚打开门 秦安娜就恭敬在门口等候着 主人 欢迎回家 秦安娜双腿跪在地上 小脸红扑扑的 萧涵刚踏进门 秦安娜就给萧涵把拖鞋换上了 主人 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哟 什么事情 萧涵一脸疑惑 自己根本就没叫秦安娜做什么事情 还有 这家里的十九名仆人 钱多多 医美 提罗那都到哪里去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主人您今天早上说 要买一个独栋别墅啊 已经买好了 多多姐他们已经在那边了 秦安娜笑嘻嘻地回答道 眼神里充满着渴望 萧涵无奈地笑了笑 没想到 自己只是随便喃喃一句 秦安娜就如此记在心上 不过也好 住进独栋别墅 就不用担心有人投诉了 在哪 在柳园 我直接买下了一块地皮 方圆百里都不会有人 十分地清静 希望主人会喜欢 卧槽 直接买地皮 还好我萧涵现在有的是钱啊 不然早晚都得被秦安娜给败光 萧涵直接使用传送阵 带着秦安娜来到了柳园 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地美好 空气清晰 满满的都是金钱的味道 在玩九龄图之前 萧涵从来都不敢想象 自己能住这么好的地方 毕竟当时只是穷掉丝一枚 没想到 现在竟然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地皮 及一别墅 真是此生无憾了 萧涵走进别墅 十九名仆人 正恭敬地等候在门口 主人 欢迎回家 这阵仗 颇有一种贵族少爷 回家的既视感 主人 秦安娜为您准备了很多池刀 秦安娜将萧涵到餐桌前 好家伙 马汉全席啊 正好自己很久 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虽然不吃也没关系 但是这满满一桌的美食 看着就流口水 随即萧涵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朵朵姐 一美姐 罗娜姐 你们也来一起吃点吗 从萧涵进门开始 他们的眼睛 就没有在萧涵身上离开过 而萧涵呢 竟然直接奔着美食去了 算了 吃了饭再说 就这样 萧涵等人开始大快躲移起来 大概半个小时后 萧涵九足饭饱 来到二楼休息 好家伙 这床 果然是秦安娜的风格 这二楼全是床 没有一点其他的东西 萧涵也没想那么多 直接坐下 现在正好有时间 可以把召唤生物经验值分配一下 在拿出召唤卡片的时候 萧涵发现 脉冲的三技能 脉羊被锁定了 于是他立即点击了查看 技能 脉羊 未激活 脉冲达到真神LV500式激活 可召唤百万脉冲 等级80的墨羊大军 卧槽 这连脉羊也跟着优化了 太牛了 等麦冲达到真神LV999时 岂不是也能拥有真神LV799的百万墨羊大军 既然这样 那肯定要优先给麦冲升级 萧涵直接一口气 将天恩女神 紫玄仙女 明镜暗欲 麦冲 妖魅女姬召唤了出来 这妖魅女姬一出来 在场的27双眼睛 齐齐地盯着妖魅女姬 平时有新成员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是平分秋色 而这次的新成员妖魅女姬 却让她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嗨嗨 萧涵倾咳两声 才让在场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在她的身上 定 是否确定将召唤生物经验值 划拨给神级召唤卡 麦冲 确定 萧涵直接点下确定按钮 哗哗哗 麦冲身上不断地闪烁着光芒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500 真神LV999 大概五分钟过后 麦冲就提升到了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成功激活神级召唤卡 麦冲的三技能麦羊 升到满级了太好了 用了25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392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升级脉冲都只用了25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那么其他的几张神级召唤卡 应该只需要1000亿左右的召唤生物经验值 就可以到达满级了 定 是否确定将召唤生物经验值 划拨给神级召唤卡 妖魅女机 确定 哗哗哗 同样五分钟过后 妖魅女机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用了13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262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剩下的天安神女 紫玄仙女 明镜暗玉 萧涵直接同时给他们升级 五分钟过后 定 你们的神级召唤卡 明镜暗玉成功提升到满级 定 你们的神级召唤卡 紫玄仙女成功提升到满级 除了天安神女 只提升到真神LV850 其他的神级召唤卡 全都提升到满级了 等明天一早 就可以直接将天安圣女 也提升到满级了 如此一来 自己又可以无敌了 那重神族算什么 直接灭了就是 就在萧涵沾沾自喜时 突然感觉身体一阵发热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不仅身体发热 脑袋也开始有点发晕 主人 你没事吧 这时候 秦安娜赶紧跑过来 关切地询问道 我 好像有事 但是又不完全有事 萧涵说话的时候 都感觉浑身好像不受控制一样 主人要不秦安娜 扶你去休息吧 说这话的时候 秦安娜还故意地对着 萧涵挑了条柳眉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像是在搏动着萧涵心中 每一根琴弦 这是在犯罪啊 在秦安娜带着萧涵 去八百坪的大床上休息的时候 还有其他所有人 也全部紧随其后 他们难道还有 什么坏心思吗 肯定没有啊 他们只是想确认 自己主人的安全 可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一场灾难 主人 你这样不好 这么多人看着呢 那就一起来吧 今晚是独属于我萧涵的王朝 这是烟火尘埃 是红尘世俗 迷迷糊糊中 萧涵心中都还在感叹 今晚之后 我一定要去 好好学一下怎么练药 这样下去 我不会被外面的人打死 反倒会被自己人给炸干 可不行这样玩啊 天安神女 给我来的buff加成 死玄仙女 续上 妖媚女计 两天两夜之后 萧涵才贪软地躺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这将是一场灾难 这是烟火尘埃 是红尘世俗 天安神女 疯狂地杀怪 萧涵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包括让天安神女给自己的加成 也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 毕竟所有的输出 都是交给了子玄仙女 和其他神级召唤生物 现在自己也可以放很多新了灵 只是没有想到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会在这种地方 再次使用天安神女的强力加成 子玄仙女 续上 妖媚女计 具体发生了 什么也不清楚了 反正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三天的早上了 萧涵揉了揉心松的双眼 今天的阳光额外的刺眼 主人 你醒了 秦安娜早早地就候在萧涵旁边了 主人这次这么卖力 肯定身体有所亏空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主人补身体 主人 喝点粥暖暖胃 秦安娜小心翼翼地将粥递到萧涵面前 而萧涵看着这碗粥 有一点时宜 已经上了两次当了 还会再上第三次当吗 会 肯定会 不过现在可不能 不然自己就真的要变成一具干尸了 这里面放的全是黑枸杞 人参之类的大补药材 一定会把主人的身体补得杠杠的 主人放心 秦安娜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脸期待地看着萧涵 想必也没什么事 萧涵直接就接过来喝了下去 咕噜咕噜 一碗暖周下肚 果然身体舒畅了许多 这眼睛一闭一睁 转眼就第三天了 每日的召唤生物经验值也已经到账了 三天一共是8433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既然经验值到账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把天安神女提升到满级 萧涵看向天安神女 发现此时的她 似乎比以前多了一分女人的风韵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给神级召唤卡 天安女神提升至满级 确定 花花花 两分钟过后 天安神女成功提升到了真神LV999 消耗3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下8133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下这么多召唤生物经验值 一下子就富起来了 这些还是先留着后面升级神级召唤卡吧 此时萧涵发现 太古龙女这张召唤卡一直在震动 像是迫不及待地想出来 萧涵直接将她召唤了出来 出来吧 太古龙女 太古龙女拜见主人 太古龙女一出来 看着萧涵身边的众女 又看了看萧涵满脸的失落 抿着嘴 似乎有一点不高兴 平时就数太古龙女和萧涵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这次居然也不叫上她一起 真的让人很失落 要是没尝过滋味也就算了 这滋味也尝过了 不一起伤 真的很难过 太古龙女的小心思全写在脸上了 萧涵可都看在眼里了 这是 在吃醋 果然 融合现实后 先是NPC有了人的思想 现在就连召唤生物都开始有争风吃醋的心思了 这以后可怎么办啊 扎在女人堆里 难搞 这不得把自己炸得连扎都不上 想到这儿 萧涵不禁咽了咽口水 身体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就在这个时候 萧涵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萧涵 请到会议厅来一趟 发送消息的人正是那位 但是在看见消息的时候 萧涵还是很惊讶 他怎么会突然给自己发消息了 而且 偏偏还是这个时候 萧涵虽然很诧异 但是当他看见消息的发起人的时候 他还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相信 既然是他的话 那就过去看看吧 差不多几分钟之后 萧涵来到 也来到这里 与其说这里是会议厅 倒不如 说是正常的家庭聚会 只不过这一次家庭聚会 都是一些萧涵不认识的人 但是也不重要了 萧涵还是迈不出 朝着里面走去 这萧涵是谁啊 居然还要大人亲自请他 他面子还挺大 萧涵 姓萧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萧涵就是天策大神 卧槽 这样一说还真有可能 不然大人 为什么找他这么久 萧涵就是天策大神的真名 不会吧不会吧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人之前不是在LED屏上出现过的啊 他就是萧天策呀 什么 萧涵就是天策大神 如果是这样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就算让我等天策大神一辈子 我都愿意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人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天策大神 虽然之前 我也看过那个LED屏 但是在看见萧涵本人之后 我还是很震惊啊 萧天策本人 简直帅到爆炸呀 一般的玩家游戏里 和现实里就是两个人 天策大神 倒是好直接就是同一个人 还好当初 没有人从现实里面 对他下手啊 谁要是敢对天策大神下手 我第一个不同意 加12 加999999 周围人看见萧涵 纷纷低声议论起来 但是萧涵根本就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走了进去 你找我呀 萧涵礼貌地打着招呼 并且看见旁边 还坐着两个人 萧涵 快过来坐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好朋友 西西 天策兄弟 我们B国 C国与华夏 本来就没有多大的仇不是吗 要怪只怪我们起了贪财之心 让你们久久不能 及其十二生效受手同向 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们在这真诚地向你们道歉 对不起 萧涵接着达尔西和伊夫 确实是在真诚地道歉 又想着 西西平时是最主张和平的 他不想看到战争 再加上 华夏与之B国和C国 这样 你们的军事力量和钱财我华夏不要 我华夏也不缺你这点东西 我要你们C国和B国 与我华夏签订契约 好 只要能和华夏交好 什么契约我们都欠 系统契约生成 B国和C国在任何时候 都应以华夏为主 时间 永久 否则 华夏有权对B国和C国 进行无差别惩罚 达尔西和伊夫 在看了这个契约后都迟疑了 这不就变相成为了华夏的奴隶了吗 但在考虑到做奴隶 再怎么也比灭国好 于是在深思熟虑后 也咬着牙同意了 同意 D 契约签订成功 本契约立即生效 全服通告 B国和C国 成功与华夏国建立友好关系 这条全服通告 是在全世界响起的 N国 没想到B国和C国的动作这么快 竟然直接和华夏变成友好关系了 看来我们也要加快脚步了 毕竟现在华夏很强 能和华夏打好关系 对我们来说百利而无遗憾 你说的没错 再过几日我就亲自前往华夏 P国 老大 我们还不行动吗 这B国和C国已经抢先一步了 可不能再让其他国家抢先了 去 马上就去 早日和华夏建立友好关系 就早日安心 是 老大 我马上去安排 这些国家不知道的是 在华夏 B国和C国上方又想起一道全服通告 全服通告 B国和C国与华夏成功签订契约 B国和C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华夏为主 否则 华夏有权对B国和C国进行无差别惩罚 时间 永久 此通告一出 顿时掀起一片喧哗 华夏 就是说 西西大人怎么连着找天赐大神好几天 原来是这么回事 西西大人 天赐大神牛逼啊 这契约换句通俗点的话 说不就是成奴隶了吗 哈哈 牛啊 果然大人物的聚在一起 就会有大事发生 这不就来了吗 哈哈 真的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神气过 西西大人 天赐大神 我爱你们 B国 这是什么鬼 不是刚刚才说建立友好关系吗 这契约又是什么啊 这达尔西在干嘛啊 这种契约也签 脑袋被驴踢了吗 我操 要我活得这么憋屈 还不如轰轰烈烈的打一场来的痛快 你要打你去啊 你看你能不能打得过 我感觉这契约其实也没什么 大不了以后 有什么好事都想着华夏就行了 总比没命强 C国 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一定是先签订契约 华夏才同意与我们交好的 肯定是 不过无所谓了 活着比什么都强 而且在我看来 这华夏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那种人 你看人家M国一直与他们交好 人家也没有说有了强者 就一脚将M国踢开 对 我认为只要我们真心对待他们 他们也会真心对我们的 我赞同 会议室 谢谢 天色兄弟 既然现在我们已经达成协议 这十二声孝兽 手同像也还给你们了 那现在我们就先回去了 毕竟也来了这么多天了 好 我送送你们 希希招呼着达尔西和伊夫出去了 现在会议室就剩下萧涵和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定 恭喜你 获得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四舌和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游击 及其十二声孝兽手同像任务完成度 四四 定 恭喜你 完成隐藏任务 及其十二声孝兽手同像 成功激活任务奖励 开启十二天干地之副本 同时在整个华下 响起了全服通告 全服通告 十二天干地之副本 将在明日凌晨开启 副本介绍 十二天干地之副本分为十二个副本 每一个时辰开启对应的副本 每个副本有大量的奖励 利用好时间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各位玩家加油 终于有副本了 太好了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升级了 虽然天色大神 给了我们经验值三倍的奖励 但一直没有机会用 现在好了 有副本了 可以进去大显身手了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可以体验开挂的感觉了 我得去好好地换一身装备 我要去补觉了 明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不能睡觉 我得养足精神 说睡就睡 走 一起 萧涵这边在听到系统通报后 也是愣了愣 没想到这及其十二声孝兽手同像的奖励 是开启副本 而且直接就是十二个 真是太好了 得好好利用这十二个副本 争取多报一些神级召唤卡出来 随后 萧涵就使用传送阵回到了柳原 毕竟现在的自己确实还有一点虚 并不是萧涵本来就虚 而是这长时间的体力消耗 无论多强壮的人都会虚 刚回到柳原 秦安娜就为萧涵换上了拖鞋 属人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嗯 回来休息一会儿 萧涵禁止走向了二楼 躺在床上 睡了过去 萧涵不知道的是 在他睡着后 别墅里的二十三位可人 全部躺在他身边安心地睡着了 很快便到了第二日凌晨 全服通告 十二天干地之副本 数 现在开启 早在昨天 这华夏中央就赫然出现了一座大山 现在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都等着副本开启的时候 十二天干地之副本终于开启了 已经等了好久了 大家快进去吧 嘿嘿 经验值 也来了 华夏所有人陆陆续续进入了副本 当然萧涵也在其中 副本里的野怪都是一百级的炎火鼠 就算是五世纪的玩家都能单杀这炎火鼠 炎火炮 一只炎火鼠 看见刚进来的华夏人 直接就对他们发出了攻击 哟 这小鼠鼠不讲武德 这才刚见面就攻击我们 这老鼠不是最怕火吗 怎么这个副本里面的老鼠 全部都有火焰加持呢 而且 它的攻击方式也是火 谁知道呢 别管这么多 好好刷怪吧 小鼠鼠 我来了 萧涵这边 出来吧 妖妹女姬 妖妹女姬拜见主人 一些就在萧涵附近的华夏人 纷纷把目光看向了萧涵这边 这 这是天策大神的新召唤生物吗 以前都没见过 这也太美了吧 啊 我的天啊 天策大神也太幸福了吧 我感觉 他比之前的召唤生物还要美 老天啊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 拥有这么一个美女啊 我真的太寂寞了 我不需要美得这么逆天的 只要有他一半的美貌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 请成全我吧 萧涵听着这些赞美 感叹的声音 心里自然是美自知的 妖妹女姬 直接杀了这些野怪 是 主人 妖妹女姬以自身为中心 向周围百里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气波 妖儿不昧 这股气波快速地朝着周围散去 包裹了整个副本 副本内所有的炎火鼠 都在接触到气波的瞬间 直接毙命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姬成功击杀炎火鼠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一番三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姬成功击杀炎火鼠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姬成功击杀炎火鼠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仅仅一秒钟的时间 整个副本内的一千万只炎火鼠 全部团灭 这让正在杀怪的华夏人 直接愣在原地 卧槽 这炎火鼠 还差一丝血 就被我打死了 怎么突然就没了啊 我这边也是 这些炎火鼠突然就全死了 什么情况 我看今日天有异响 想必是有大事发生 大家别慌 听我说 这是天色大神在杀怪 我亲眼看见的 而且 天色大神又有了一个新的召唤生物 简直太美了 比天色大神之前的召唤生物还要美 有幸亲眼目睹 简直没死我了 真的吗 真羡慕你 又看见美女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可不带天色大神这么玩的啊 是啊 这一下子 所有的炎火鼠都死了 我们杀什么啊 只有等十分钟刷新了 哎 天色大神果然强 要是我也能这么强就好了 这是人家天色大神开启的副本 我们能有什么意见 只能宠着呗 萧涵这边 怎么回事 怎么没听见Boss死亡的提示音 就在这时系统音响起 全服通告 由于炎火鼠全部死亡 Boss汗拔现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Boss现身了 不知道 我有没有那个运气找到Boss 奖励一定很丰富 别想了 这Boss肯定是天色大神的 是啊 我们还是乖乖等着炎火鼠刷新吧 听见这提示音 萧涵会心一笑 原来需要将副本内的野怪 一次性杀光才会出来 难怪 妖魅女鸡 查查Boss在哪 是 主人 妖魅女鸡站在原地 闭上双眸 散发出一股气波 快速地在整个副本内搜索 一秒后 找到了 随后萧涵和妖魅女鸡 来到了Boss汗拔的领地 人类 就是你杀了我的子民 我要你付出代价 妖魅女鸡 直接杀了她 是 主人 花钱月下 仅仅一秒 Boss汗拔直接死亡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大倍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大倍6 一番三倍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一张 没想到击杀这12天 干地之副本Boss 可以获得神级召唤卡 哪岂不是意味着 这一天内 可以获得12张神级召唤卡 真是太好了 正愁不知道 去哪获得神级召唤卡 没想到 这就来了 全服通告 由于12天干地之副本 数Boss你被击杀 副本即将关闭 不是吧 天色大神不带你这样的 我还一直怪都没杀呢 这就关闭了 我就进来了两分钟 现在又要出去了 何之是到这旅游的 12天干地之副本一日游 我的经验值 天色大神 你还我经验值 这次系统通报一出来 萧涵也着实吓一跳 怎么杀个Boss 就直接关闭副本了 这才过了几分钟 等下一个副本开启 还要一个多小时啊 而且这么久的时间 确实让其他人少刷了很多经验 但这萧涵之前也不知道 这可不能怪他 在之后的一分钟内 众人纷纷从副本中出来了 在看见萧涵出来的那一刻 一片喧哗声响起 这不是讨伐 而是对萧涵的祈求 天色大神 我们想求你一件事 能不能不要那么快 就把副本Boss给杀了 我们还一只怪没杀呢 是啊 天色大神 我刚要把那炎火树给杀了 但却被你一个普通攻击给夺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获得一点经验值呢 天色大神求求你了 我想升级 我想获得经验值 这好不容易才出来的副本 我们也想好好利用 我们这些普通人 杀点怪不容易 好不好骂 天色大神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全都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萧涵 萧涵自然也都听了进去 这副本本来就是想让 所有的华夏人一起升级 好好提升实力的 但是 这才第一个副本 萧涵也不知道 杀了Boss会关闭 下次一定会注意 好 之后我都在最后 十分钟进去 萧涵的态度一表明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兴奋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 只要天色大神 不那么快进去杀怪 我们一定会好好利用 这次的副本的 好好将等级提升一大减 天色大神万岁 我太爱你了 这次可以好好地打怪了 哦耶 现在 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开启 下一个副本 要不我们来玩游戏吧 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可以一起来增进一下感情 来来来 男生女生一起来 天色大神也一起来吧 众人纷纷将目光 看向了萧涵 如果天色大神能 和他们一起玩游戏 那再好不过了 谁不想和自己的偶像 一起玩呢 离开了人群 天色大神果然高冷 我喜欢 我也可以这样高冷 也没见你喜欢我呀 你 你也不找块镜子 好好看看你自己 你有人家天色大神帅吗 有人家那么强吗 啥也不是 离开人群后 萧涵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刚才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查看一下他的属性 于是 萧涵打开了那张 升级召唤卡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鼠 明星 品阶 神级 等级 卫神LVE 生命值 攻击力 技能 1.梦蝶 可以在梦中预知到 对主人有利的事 并且在发生地点 建立传送阵 2.镜像 可以复制目标的一个技能 包括被动技能 但一个人只能复制一次 却可以无限使用 3.进化 被动技能免疫一切负面Buff 同时可以将负面Buff 当作主动技能给予对手 4.果然在达到突破条件之后 获得的神级召唤卡 也直接就是尾神LVE 而不是之前的LVE 看来 神级召唤卡的实力 是受到召唤师的实力影响 虽然召唤卡的品阶是一样的 但是随着召唤师的实力提升 得到的召唤卡出时 等级就会不一样 这完全就是神的差距 得赶快将这个副本完成 去重神族 获得尾神碎片 早日突破到尾神 不过这次获得的神级召唤卡 也非常的牛 这一技能 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这下可好了 以后所有的好事 都有我消涵的一份 想想就舒服 还有这2技能 可以复制任何人的一个技能 那岂不是说 这鼠 宁星可以复制脉冲的麦羊大军 这不就意味着 自己的麦羊大军又翻了一番 而且 2技能的使用次数还无限制 那把所有的神级召唤生物的 最强技能都复制一遍 这阵仗 简直不敢想象 真是NAS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将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提升到真神LV999 刚才在12天干地之副本 鼠一共获得了3300亿经验值 和33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样一来 萧涵现在就拥有5300亿经验值 和11433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提升至满级 确定 萧涵直接点下确定按钮 哗哗哗 随着召唤生物经验值的急速下降 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也在不断地闪烁着光芒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成功提升至满级 仅仅过了5分钟 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消耗了16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9833召唤生物经验值 还剩这么多召唤生物经验值 再来几张神级召唤卡 都可以把它们提升为满级 而且这次的副本 是真的来送经验的 就刷一次怪 就可以获得3000亿的经验值 10分钟刷新一次 只要不击杀boss 两个小时就能获得360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想想就激动 但很快 萧涵就看着前方正在玩游戏的同胞们 他们的脸上都充满了希望 算了 还是等副本关闭的最后10分钟进去吧 毕竟现在大家都需要提升实力才行 很快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全服通告 12天干地之副本 牛 现在开启 第二个副本开启了 大家快进去杀怪吧 走吧走吧 我们一起组队杀怪吧 好啊 走走走 经过刚才的游戏时间 大家的感情又进了一步 这次大家都成群结队的进入了副本 只有萧涵站在原地不动 这还要等一个小时50分钟呢 萧涵正感觉无聊时 刚刚获得的神级召唤卡 鼠 宁星正在疯狂的震动 想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出来吧 鼠 宁星 萧涵直接将鼠 宁星召唤了出来 宁星拜见主人 鼠 宁星单膝跪地 绝美的脸庞 在一袭白衣的衬托下 简直就像是画中出来的仙子 没 这些召唤生物 一个个怎么都这么美 简直不分伯仲 主人 我感觉到 现在龙副本还没开启 我没法使用传送阵 这是未不先知的能力 这么快就用上了 龙 再通过三个副本就到龙了 也等不了多长的时间 想想就激动 不知道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凌晨2点50分了 该我出场了 萧涵带着鼠 宁星进入了12天干地之副本 牛 而现在 正在副本内刷怪的人 也纷纷停止了打怪 大家不用打了 天色大神 马上进来了 这个副本内的所有嗜血牛 将会在一秒钟之内死亡 每杀死一个嗜血牛可以获得2W的经验值 我们还有奖励加成 直接就可以获得6W经验值 就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我从150级提升到了190级 上升了整整40级啊 我也提升了40级 这要是换做以前 我根本就不敢想象 自己可以升级这么快 简直快的飞起 快看 天色大神来了 我要去看天色大神打怪 之前那个鼠副本我都没看见 这次 我可不会错过 我也要去 带我一个 萧涵和鼠 宁星刚来到副本内 周围就已经围满了人 却然很美 哎 不是 我说的那个更美 不过这里也很美 天色大神真是好父亲 身边的美女 每天一个样 出来吧 妖魅女鸡 萧涵将妖魅女鸡召唤了出来 妖魅女鸡拜见主人 妖魅女鸡刚出来 周围就响起了一阵惊叹声 哇 美杀我 兄弟 我之前说的就是她 美吧 我没骗你吧 确实美 她一出来 我的目光全落在她身上 妖魅女鸡 杀了这个副本 所有的嗜蟹牛 是 主人 妖魅女鸡立即上前一步 一股强大的气波 从她身上释放出来 立即将整个副本包裹住 妖儿不灭 伤害 15W 伤害 15W 伤害 15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视线牛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一番三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视线牛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视线牛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仅仅一秒 副本内的视线牛就全部死了 全服通告 由于是血牛全部死亡 Boss牛蒙现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这个操作直接让周围的人惊呆了下巴 啊 这就死完了 就这么随便比划了几下就完了 是啊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这是血牛就全部死了 兄弟 我觉得 你可以要求天侧大神 让他的美女召唤生物 向你施展一下刚才的技能 这样 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记得到时候来告诉我们你的感受 我猜不去 就我这血量 秒秒钟就没了 我不敢 哈哈 怂鬼 现在Boss现身了 正好可以试试宁星的二技能到底有多强 宁星 直接杀了Boss 是 主人 只见鼠 宁星和刚才妖魅女姬一样 上前一步 强大的气波从她身上释放出来 静下 妖儿不魅 强大的气波已鼠 宁星为中心散开 快速地将整个副本包裹住 伤害 10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鼠 宁星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W 一翻三倍 不是吧 这连Boss在哪都不知道 直接就击杀了 简直颠覆我的想象 天策大神的召唤生物使用的技能 都是一样的吗 都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直接就死了 其实 我真想看看 天策大神的实力巅峰在哪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机会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 他好了 又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小寒立即打开了牛 巨凯牛姬的卡片属性 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 品阶 神级 形态 牛形态 圆形态 等级 尾神LV1 职业 坦克 生命值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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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力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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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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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 1.赵凯 召唤铠甲 附着体表 根据自身血量70%抵消对方伤害 2.携战 当战场上有队友时触发效果 自身对所有敌人产生巨大的嘲讽 同时提升自身50%的血量 3.粪血 自身血量每减少1% 自身攻击提升5% 4.距离 攻击力受到生命80%的加成 5.厚血 每集血量增加该等级 召唤失血量 6.回春 血量低于30%时 每两秒恢复1%的血量 7.竟然获得了一张坦克型的神级召唤生物 之前获得的神级召唤生物不是奶系 就是输出型 如今终于有一张坦克型的了 真是太好了 现在的阵容要输出有输出 要奶有奶 要肉有肉 就这阵容谁还能进我萧涵的身 全服通告 由于12天干地之副本 牛boss已被击杀 副本即将关闭 众人在全服通告的提示下 纷纷走出了副本 太好了 这样一来 只需要等几分钟 下一个副本就开启了 是爹 就是要辛苦 天策大神多等一会了 没办法我们 这些渣渣刷怪速度太慢了 只有委屈天策大神了 众人你一句 我一语的闲聊着 都在等着几分钟后的副本开启 而萧涵却还要再等一个多小时 于是他还是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去给牛 巨凯牛姬升级去了 叮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提升至满级 确定 萧涵直接点下 确定按钮 哗哗哗 随着召唤生物经验值的急速下降 神级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也在不断地闪烁着光芒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成功提升至满级 五分钟过后 神级召唤卡 牛 巨凯牛姬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消耗了12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刚才刷12天干地之 牛副本又获得了6300亿经验值 和63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这样一来 加上之前的 再减去巨凯牛姬消耗的 总共就还剩14600亿经验值 和17933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卧槽 看着这巨额经验值 着实把萧涵下一大条 这经验值 简直就是蹭蹭蹭地往上冒 现在才刷了两个副本 等到12个副本 全部刷完了 这经验值该是多少 简直不敢想象 萧涵正在沾沾自喜时 突然发现妖魅女姬 竟然一直盯着宁星 刚才宁星 直接使用了妖魅女姬的 妖儿不媚 瞬间激起了妖魅女姬的胜负欲 一个复制过来的技能 真的能有技能本尊强吗 如果可以 真想比一场 想到这 妖魅女姬突然又看向了萧涵 主人 可以比一场吗 本就极具魅惑的双眸 再加上一点 楚楚可怜的样子 这谁能受得了呀 萧涵咽了咽口水 可轻咳一声 好吧 见萧涵同意了 妖魅女姬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 可就在这时 萧涵背包里的 另外五张神级召唤卡 纷纷开始剧烈抖动起来 萧涵抚摸着额头 叹了口气 哎 我就知道是这样 于是萧涵直接将它们召唤了出来 出来吧 我都神级召唤生物们 天恩神女拜见主人 子玄仙女拜见主人 明镜暗语拜见主人 脉冲拜见主人 巨凯牛姬拜见主人 巫女一出来 纷纷用祈求的眼神看着萧涵 萧涵哪受得了这样被盯着 于是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好 要打可以 不过不要伤到人 现在十二天干地之副本 虎才刚刚开启 还要再等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去呢 正好现在也没事干 最重要的是 萧涵也想知道 到底是复制的技能更强 还是技能本尊的更强 于是火 他也只好同意 并且找了个地方坐下 在萧涵同意后 天恩神女立即施加了一个保护罩 将它们给围了起来 避免着强大的能量 冲击伤到其他的人 由于宁星 只能复制同一个人的一个技能 所以妖媚女姬想和她比个高下 也只能使用 妖儿不媚 可是 这该怎么比呢 这附近也没有野怪 就算有 也是不过一秒就死了 根本就看不出来谁更厉害 可就是这很小声的一句 却让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萧涵 全都看向了巨凯牛姬 你们看着我干嘛 巨凯牛姬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巨凯牛姬 要不你就来当这个靶子吧 巨凯牛姬本来就是坦克 写超级后 正好可以趁此机会看看 巨凯牛姬到底有多肉 能抵挡多少次神级攻击 是 主人 赵凯 随着一声牛吼 巨凯牛姬直接变成了牛形态 一副透明的聚气铠甲 附着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 来吧 能打掉我的铠甲 算我输 巨凯牛姬的这一声 牛吼可谓是震天动地 让正在副本内 打怪的众人都差点摔倒 怎么回事 好想的一声牛吼 不瞒你说 因为这声牛吼 我差点摔了个狗吃屎 兄弟你真逗 不过这好像是 天色大神那边发出来的声响 好像真的是 我要去看看 哎 你不刷怪了 等会再来 天色大神那边的事情错过了 可就再也看不到了 等我 我也要去 小涵这边 妖儿不媚 妖媚女姬和宁星 先后施展了妖儿不媚 每秒对巨凯牛姬 造成自身攻击力30的 中毒效果 持续时间一分钟 可这对巨凯牛姬来说 简直不痛不痒 连锯气铠甲都没破掉 非要分个高低的话 还是妖媚女姬要强一点 但也没强多少 就比宁星多 造成了几千点的伤害 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现在该我了 脉冲上前一步 想立刻就和宁星分个高低 小涵看他这架势 定是要召唤卖羊 立即说道 召唤几只就行了 别太多 这地方本来就不大 若是全部召唤出来 再翻一倍 根本就没有立身之处 而且这阵势 不了解情况的 还不得被吓死啊 卖羊 卖冲只召唤了十只卖羊出来 同样的 宁星也召唤了十只卖羊 很快 这二十只卖羊 开始撕打起来 雷电咆哮 一时间电闪雷内 保护罩内的光点一个 接着一个的亮个不停 很快场内 就只剩下一只卖羊 众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只卖羊 是卖冲的还是宁星的 很明显 这是卖冲召唤的卖羊 看来宁星 虽然可以复制别人的技能 但复制过来的技能实力 还得根据自身的实力决定 并不是百分百复刻 但是 这也很强啊 一个人 可以拥有成千上万种技能 这走路都得横着走 果然是神仙打架 烦人靠边 真的好强啊 如果是我去 我肯定直接变成渣渣 你这不是废话吗 你看 这么大的能量波动 为什么对我们 没有任何影响 你知道吗 你这么一问 我还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啊 因为 天字大神的美女 召唤生物 施加了一个保护罩啊 笨蛋 不然我们早死了 啊 你聪明 就属你最聪明 听见周围的讨论声 萧寒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周围这么多人 他们都不去刷怪吗 放着白给的经验之不要 跑来看打架 再仔细看看这些人 无意不是目不转睛地 看着妖妹女鸡等人 甚至有的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果然刷怪 还是没有看美女重要 该我了 看你能不能接的 助我一记冥神剑 宁静暗喻 直接召唤出冥神剑 直接朝着宁星刺去 此时宁星也召唤出一把冥神剑 两女直接打斗起来 两人不相上下 但宁星的冥神剑 终究不是真的冥神剑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为什么他们都打同一个人啊 你这还没看明白吗 因为他能复制别人的技能 试想一下 你的最强招数 被别人轻而易举的 就复制过去了 你舒服吗 那肯定的比一场啊 原来是这样 那我肯定不爽 但是我却很想拥有 这样的变态技能 呃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梦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十二天干地质副本 湖已经开启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了 还剩十分钟 是时候去收割一波了 看着萧涵朝着副本走去 众人才知道 副本就快要关闭了 卧槽 大意了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又少获得了好多经验值 血亏 那些专心刷怪的人 应该又提升了好几十几吧 下次我得认真起来了 不然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也是 萧涵直接带着众女 进入了十二天干地质副本 湖 紫玄仙女 杀了这里所有的野怪 是 主人 天意玄界 同样 一股强大的气波 从紫玄仙女身上快速散开 覆盖着整个副本 伤害 十五W 伤害 十五W 伤害 十五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吞天虎 获得经验值六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六W 一番三倍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吞天虎 获得经验值六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六W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成功击杀吞天虎 获得经验值六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六W 同样 只是一秒的时间 副本内的吞天虎就全部死了 为什么天则大神的美女 召唤生物使用的招数 都是一样的 全服通告 由于吞天虎全部死亡 Boss裂锋现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主人 让我来杀Boss吧 巨凯牛姬主动请鹰 迫不及待地想展现 一下自己的力量 嗯 在得到萧涵的许可后 巨凯牛姬闭上双眼 分出原神 寻找Boss裂锋的踪迹 一秒后 找到了 巨凯牛姬带着萧涵等人 来到Boss裂锋的领地 还默等Boss裂锋开口说话 巨凯牛姬直接变成牛形态 一击爆锤 Boss裂锋直接毙命 伤害 10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牛 巨凯牛姬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W 一番三倍 天侧大神的这个美女 召唤生物好猛啊 明明是个美女 可是她变成这个牛的形态 真的让我很难相信她是美女 甚至连说她是个女的 我都不相信 嘖嘖嘖 肤浅 我就喜欢这种美丽 彪悍 想想就刺激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虎 松月 太好了 又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肖涵直接点开了神级召唤卡 虎 松月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虎 松月 品阶 神级 形态 虎形态 人形态 等级 尾神LVE 生命值 9亿 攻击力 12000000 技能 1 神兽之威 主动 被动技能 主动发出时可强行控制对方 使对方罚战一分钟 随着等级的提高 罚战时间也会相应提高 最多五分钟 受到伤害时触发被动效果 可以削弱对方10%的实力 最高削弱60% 2 四方神兽 召唤三大神兽青龙 朱雀 玄武的虚影 协助作战 3 虎虎升威 增强有方50%全属性 4 话不多说 直接升为满级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虎 松月提升为满级 确定 华华华 尾神LVE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虎 松月成功提升至满级 五分钟过后 神级召唤卡 虎 松月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消耗了1200亿召唤 生物经验值 Nice 又多了一张满级的神级召唤卡 到现在为止 已经获得三张了 还有九张神级召唤卡 等着我消寒 真希望时间快点过去 全服通告 由于12天干地之副本 虎Boss已被击杀 副本即将关闭 所有人都迅速地走出了12天干地之副本 呼 继续等待着12天干地之副本 兔的开启 三分钟过后 全服通告 12天干地之副本 兔 现在开启 所有人再次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副本 只剩下消寒留在原地 但很快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出来吧 天鹰女皇 天鹰女皇拜见主人 杀了这里所有的野怪 是 主人 天鹰女皇右手慢慢抬起 打出一个响指 碰 天干地之副本 兔里面的所有流氓兔 全部原地爆炸 伤害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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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流氓兔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一番三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流氓兔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流氓兔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全服通告 由于流氓兔全部死亡 BOSS灵花现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天鹰女皇再次打出一个响指 碰 BOSS灵花直接爆炸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鹰女皇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大倍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大倍流 已翻三倍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兔 冤斧 召唤卡 兔 冤斧 品阶 神级 形态 兔形态 人形态 等级 尾神LV1 生命值9亿 攻击力120000000 技能 1 隐秘 自身隐藏 不能被任何非几方单位查探 杀人于无形 2 奔袭 自身速度提升至500% 并变化为兔子形态 该形态无法被攻击 3 夺命T将全身力气汇集于腿部 对敌人实行精准打击 4 Nice 获得了一张刺客戏神级召唤卡 若是遇到强大的敌人 便可以直接杀他的出其不意 夺命T 不知道这一剂 暴击能打出多少伤害 待会儿用呆会 用巨铠牛鸡试试水 现在还是先把2 冤斧提升到满级再说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2 冤斧提升为满级 确定 哗哗哗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2 冤斧成功提升至满级 5分钟过后 神级召唤卡 2 冤斧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消耗了12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全服通告 由于12天干地之副本 2BOSS已被击杀 副本即将关闭 2副本结束了 下一个就是龙了 好激动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现在还剩下三分钟 12天干地之 龙就开启了 突然感觉时间过得好慢 算了 还是先找点其他的事情 分散一下吧 出来吧 呼 松月 出来吧 兔 冤斧 出来吧 牛 巨铠牛鸡 松月拜见主人 冤斧拜见主人 巨铠牛鸡 拜见主人 另外 萧涵同样也将其他的神级召唤卡 一起召唤了出来 这些召唤生物的美貌 可真是不分伯仲 各有千秋 来了 来了 天则大神又开始了 可是这龙副本 还有三分钟就开始了呀 你还要去看吗 看啊 怎么不看 这不还有三分钟吗 先看三分钟再说 那好吧 走 天恩神女 保护赵 是 主人 天恩神女 施加了一个透明的保护 赵将萧涵等人围了起来 松月 冤斧 巨铠牛鸡 你们比试比试吧 但是记住点到为止 是 主人 是 主人 是 主人 梦 随着一声牛吼 巨铠牛鸡直接变成牛形态 赵凯 一副透明的锯气铠甲 将巨铠牛鸡整个包裹住 而此时 冤斧也进入了战斗状态起来了 隐秘 冤斧直接消失在原地 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可下一秒他 直接出现在巨铠牛鸡背后 夺命梯 冤斧将他所有的力量 汇集在右腿上 此时 他的右腿不断地闪烁着金光 随着光芒越来越亮 越来越刺眼 碰 冤斧直接踢向了巨铠牛鸡 在与巨铠牛鸡接触的那一刻 散发出大量的金色光芒 要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没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概两秒钟后 金色光芒退去 众人才看清 此时场上的情况 只见巨铠牛鸡被击退了十米远 虽然血量没有减少 但身上的巨气铠甲 要知道这巨气铠甲 可是可以抵挡巨铠牛鸡血量 70%的伤害 而这巨铠牛鸡的血量 可是非常厚的 来了 小娘娘 逮我了 刚才的战斗成功激起了松岳的热情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了 赵铠 巨铠牛鸡再次召集了巨气铠甲 鼻孔中突出两团白雾 刚才冤斧居然能一击打掉他的巨气铠甲 同样也将巨铠牛鸡心中的胜负欲 成功激发了出来 神兽之威 出现了青龙 朱雀 玄武的虚影 而松岳则是在西方位 顿时 四道攻击分别从东 南 西 北四个方位朝着巨铠牛鸡快速一去 就在触碰到巨铠牛鸡的一瞬间 散发出一道白色光芒 同样也是刺得众人睁不开眼睛 待再次看清时 只见地上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坑 巨铠牛鸡单膝跪地 身上的巨气铠甲 同样也破裂了 不错不错 都很强 现在是没有时间 等哪天有时间了 真想看看 他们全力战斗的样子 肯定超级精彩 这达的 要是没有这个保护罩 这里都会被毁掉吧 看了天策大神的美女 召唤生物的战斗 我瞬间感觉 我们之前遇到的野怪 BOSS都算什么呀 直接就是秒杀 怪不得天策大神 杀怪这么快 我们以为是天策大神的巅峰 但实际上 人家只动了一个手指头 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也太大了吧 我得努力杀怪 争取缩短 我与天策大神的差距 时间马上到了 拳幅通告响起后 众人纷纷进入了副本 萧涵这边 主人 我们走吧 此时 宁星直接使用传送阵 将萧涵等人 直接传送到 十二天干地之副本 龙里面 主人 就是这里 龙神会出现在这里 他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需要我 巨凯牛姬 松月 冤府 一起合力将龙神召唤出来 好 在得到萧涵的同意后 宁星 巨凯牛姬 松月 冤府 分别站在四个方位 同时将自己的能量 注入到一块空地上 好了 主人 龙神感应到我们的召唤 马上就会出来的 嗯 萧涵淡淡地应了一声 说实话 他现在还有一点紧张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收获 真让人激动 一分钟过后 一条金色巨龙 赫然盘旋在空中 发出一声咆哮 这声咆哮 响彻整个龙副本 副本内的野怪 五爪黑龙 全都停止战斗 迅速赶往龙神出现的地方 而正在刷怪的人 也都听见了这一声咆哮 并且跟随着五爪黑龙 也来到了龙神出现的地方 嗯 天色大神 不是要等最后十分 才进入副本吗 怎么这次副本 才刚开启就来了 应该是 有什么发现吧 一般天色大神出现的地方 都会有大事发生 你看那条金龙 卧槽 好大一条金龙 这是天色大神的 新召唤生物吗 我怎么感觉 这条金龙 有一股神的威亚 而且 你们看 这些五爪黑龙 全部都低下了头也 那应该是五爪黑龙的头头 应该不是boss 毕竟boss要等这些五爪黑龙 都死了才会出现 我觉得也是 别说话了 我感觉有人在盯着我 说 牛 糊 你等召唤我有何事 神龙看着宁星等人问道 并且同时注意到了萧涵 召唤师 看来他一个人收复了鼠 牛 糊 现在将我召唤出来 定是有什么事 需要我来解决 嗯 有龙的气息 神龙举起龙爪轻轻一勾 太古龙女的那一张召唤卡 直接就飞了出来 原来如此 神龙直接变化成人形态 精致无瑕刺的脸庞 一身金色长衣 隐约有金色光芒在他身上散发出来 啊 这又是美女 但是我感觉 这个美女的气势不一样 她是天上的什么 我感觉她是 这么强大的气场 我第一次见 不过 不得不说一下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快说 我发现 只要跟着天侧大神 就有看不完的美女 保不完的眼福 你说的 这不是废话吗 我早就知道了 萧涵剑龙神 竟然将太古龙女 从自己的背包里给取出来了 索性直接将太古龙女召唤出来 看来这次的意外收获 定是与太古龙女有关 出来吧 太古龙女 太古龙女拜见主人 太古龙女单膝跪地 恭敬地等候着萧涵的吩咐 但很快 她就感受到一股威压 她撇过头一看 竟然是龙神 随即向龙神 施行龙族最高礼仪 太古龙女拜见龙神 远古巨龙 你身上有一道封印 今日将我召唤出来 想必也是因为此事 既然如此 就给你把这封印给解了吧 龙神说完后 立即施加了一道法力 在太古龙女身上 太古龙女也随之漂浮了起来 金色法力不断涌入 太古龙女的身体 好像下一秒 太古龙女就要爆炸了 碰 随着一声爆炸 太古龙女身上的封印 直接破碎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突破封印 恢复为神级召唤卡 什么 太古龙女 竟然一直是神级召唤生物 只是因为她被封印了 所以实力变弱了 就连品阶也跟着变弱了 原来 这就是意外收获 果然挺意外的 这突然 又多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想想就激动 太古龙女 多谢龙神 龙神在给太古龙女 解开封印后 就直接消失了 萧涵也没有多注意 她现在当务之急 是将太古龙女 也升级为 真神LV999 之前 一直因为太古龙女 不是神级召唤卡 在获得神级召唤卡后 一直没有给她升级 现在 她也变成神级了 得赶快将她提升为满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太古龙女提升为满级 确定 华华华 LV600 LV999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太古龙女 成功提升至满级 十分钟过后 神级召唤卡 太古龙女 直接提升到了满级 消耗了1500亿召唤 生物经验值 太好了 现在太古龙女也满级了 说实话 太古龙女能变成神级 召唤卡 小韩特别高兴 毕竟平时不管去的 都会召唤太古龙女 如果真的等到 去打虫神族了 没有太古龙女 小韩可能还会不习惯 现在好了 不管去啊 都可以带着太古龙女了 就在小韩高兴时 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个 熟悉的人影 这是 雅思高徒 没想到他竟然来了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虫神族 天策勇士 总算是找到你了 我有要事与你商议 雅思高徒气喘吁吁地说道 这几天 为了找到肖韩可没少折腾 雅思高徒 你来找我 是虫神族出现了吗 不是虫神族 是虫族 这几天 虫族屡次犯我人族北部边境 我带领士兵 与他们对抗了好几天了 但是这虫族的实力突然大涨 我们就快要支持不住了 所以才找你 天策勇士 虫族 上次再灰心 不是把虫族灭了吗 怎么还有 上次只是虫族的其中一个分支 据我所知 虫族至少还有十个分支 天策勇士 快随我去支援吧 如今北边境 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雅思高徒很是焦急 现在虫族势力大涨 人族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 好 雅思高徒 请等我一分钟 此次去北京少说 也要两三个小时 这边副本还没有刷完呢 还有八张神级召唤卡等着呢 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没办法 只有先把这个龙副本刷了 还好这个副本才刚刚开启 在下一个副本 蛇副本关闭之前 还有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足够灭了虫族了 妖魅女鸡 杀了这里所有的夜怪 是 主人 妖魅女鸡 立即释放出一股强大的气波 整个副本包裹住 妖儿不灭 伤害 15W 伤害 15W 伤害 15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五爪黑龙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已翻三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五爪黑龙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五爪黑龙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一瞬间 副本内的五爪 黑龙就全部死了 全服通告 由于五爪黑龙全部死亡 BOSS陶铁现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在BOSS陶铁出现的同时 小韩直接向妖魅女鸡继续命令到 妖魅女鸡直接杀了BOSS 是 主人 妖魅女鸡再次施展了妖二不妹 一秒后 BOSS陶铁直接死亡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W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W6 一翻三倍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龙 清香龙女 好了 我们走吧 正愣在原地 竟然能在不知道BOSS位置的情况下 将BOSS直接击杀 看来天侧勇士的实力再一次大增了 人族有希望了 亚斯高徒 你在想什么 走吧 时间紧迫 哦好 小韩和亚斯高徒直接使用传送阵 离开了12天干地之副本 龙 全服通告 由于12天干地之副本 龙BOSS已被击杀 副本即将关闭 正在副本内的每一个人都在震惊中 慢慢走出了副本 先是遇到龙神 后又偶遇NPC 然后又再一次目睹 小韩刷怪 最后他们直接消失在原地 这一切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融合世界第五天了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NPC 没想到 就连NPC也融合到现实世界来了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可能是前几天 他们也需要了解 以下现实的情况吧 我感觉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经常遇到NPC了 但是 刚才那个NPC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啊 会不会是融合世界后出现的新的NPC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看他和天侧大神很熟的样子 肯定不是 我们之前连小小的主城都没出去过 有不认识的NPC很正常 哎 也不知道天侧大神 他们去哪了 我想肯定是出事了 其实我也想去 尽一份绵薄之力 你还是算了吧 天侧大神那么强 他会解决的 我们还是专心刷怪吧 不过现在又要等一个多小时 才开启下一个副本了 哎 耐心的等着吧 北境 萧涵和雅思高徒通过传送阵 瞬间就到达了北境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雅思高徒直接带领着萧涵 进入营帐商量事宜 雅思高徒 你回来了 NPC安德烈看了看雅思高徒 又看了看旁边的萧涵 继续说道 这位就是天侧勇士吧 你好 我是安德烈 是雅思高徒同生共死的兄弟 你好 安德烈 萧涵也礼貌地回应了一下 好了 安德烈 其他的先不说 你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如何 好 现在重族虽然暂时被我们逼退了 但很快就会开启下一次进攻 据探子回报 重族那边又有一大批重族大军 赶来支援重族 如果我们再得不到支援 很快就会被重族击溃 又有一批重族大军 天侧勇士你怎么看 重族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不太好对付 雅思高徒和安德烈 都齐齐地看向萧涵 我没什么看法 直接灭了就是 说完 萧涵就准备前去灭了重族 但却被雅思高徒一把拉住 天侧勇士 虽然你的实力很强 但是这一次 可不是在开玩笑 这次的重族数量 起码是上次灰星的两倍 纵使你再强 也是一人难敌四手啊 雅思高徒知道 萧涵实力超级强 毕竟上次在灭星他 一人就直接灭了 几百万只重族士兵 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 上千万只重族士兵 正因为他太强了 所以才要商量对策 不能让人族失去这个强者 不能因为自己的鲁莽 而丢了性命 是啊 天侧勇士 我也听说了 你在灭星的世界 但是这次可不像灭灭星 那么简单啊 据我所知 这次的重族 是一直跟随重神族的 他们的等级远高于之前的重族 安德烈也在旁边 极力地劝说着萧涵 他对于有实力的人 一直都很欣赏 当然也不想看着萧涵去 白白送死 你们放心吧 给我两个小时 必然将重族给灭了 说完萧涵 直接召唤出太古龙女 往重族大军的方向飞去 雅思高徒和安德烈 根本来不及再说什么 萧涵就已经飞远了 雅思高徒 我们不去 把天色勇士追回来吗 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勇士 就这样 看着他白白去送死吗 这对我们人族来说 可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 安德烈面露难色 很是惋惜 天色勇士每一次出现 都会让我大吃一惊 他的实力绝对没得说 他说 能做到肯定就一定能做到 但是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马上通知士兵 整装出发 支援天色勇士 一举击溃虫族 好 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小韩这边 太古龙女恢复 为神级召唤卡后 速度真的比以前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就来到了距离营帐百里之外的虫族驻扎地 主人 我们到了 虫族 禀告虫王 发现有人族入侵者 第九虫王昆顿的 三十六皇室之一的 寒冰魔皇虫 火急火燎地跑来 对第九虫王昆顿说道 入侵者 是雅思高徒吗 有多少人 不是雅思高徒 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和一头龙 一人一龙 竟敢来我虫族叫嚣 真是可笑 你说是吧 八个 第九虫王昆顿转头 就对第八虫王魔盾说道 对于第八虫王魔盾的到来 第九虫王昆顿心里 是有一点不爽的 这不就变相说明 他堂堂第九虫王 连一个小小的人族都对付不了吗 这要是传到虫神大人耳朵里 他堂堂第九虫王 还要不要混了 现在有入侵者 到来最好 正好可以借此 让第八虫王看看自己的实力 走吧 八个 我们去会会 这不自量力的人族 那走吧 第八虫王魔盾 正是因为第九虫王昆顿 久久不能将人族攻打下来 这才特地带着自己的虫族大军 前来支援的 没想到这才刚来 就有入侵者了 而且还是单枪匹马的来 看来这昆顿的威压 也不过如此 难怪这么久都没把人族攻打下来 很快 第八虫王和第九虫王 就见到了萧涵 就是你 一个小小的人族 竟然敢单枪匹马的 来我虫族大军的驻扎地 杀你们 我一个人足矣 听见萧涵的话 在场的虫族纷纷大笑起来 这人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哈哈 这真是我听过 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 真好笑 一个打我们千万虫族大军 这不是鸡蛋装地球吗 这人怕是没睡醒吧 喂 小子 没睡醒 就快去补觉吧 别在这做梦了 哦 我差点忘了 今天你回不去了 我们虫族 可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乖乖的把命留下吧 哈哈 区区一个矛头小子 也敢在我虫族面前撒野 给我杀他 第九虫王 昆顿对着身后的虫族大军命令到 虫王 就杀一个小小人类 那用得上大军 我去就可以了 三十六皇室之一的寒冰魔皇虫 站出来说道 好 那就你去 杀了那个人 我让你做三十六皇室之手 遵命 虫王 寒冰魔皇虫等的就是这句话 这些年 他一直兢兢业业 但是总是屈居于三十六皇室之一的火焰天皇虫之下 所以 只要有立功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人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而小寒只是淡淡一笑 就凭你 来吧 别废话 人类 你太狂妄了 受死吧 七百八十级的寒冰魔皇虫直接飞向萧寒 对着萧寒展开攻击 冰魔锥 太古龙女 杀了他 是 主人 龙溪 太古龙女直接吐出一口火焰朝着寒冰魔皇虫喷去 冰魔锥在接触到绝对高温的火焰瞬间消失 并且这团火焰还在继续朝着寒冰魔皇虫射去 一瞬间 寒冰魔皇虫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九分之虫王直系皇室 三十六皇室之一 寒冰魔皇虫 获得经验值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1500W 一番三倍 看着萧寒仅用一招就直接秒掉了寒冰魔皇虫 下面的虫族大军有点不淡定了 怎么回事 寒冰魔皇虫这就死了 这可是七百八十级啊 说秒就秒了 这个人类什么来头 看来他还是有一点狂妄的资本 但是没用 他只有一个人 而我们可是上千万虫 他没有胜贩 人类 别以为你杀了寒冰魔皇虫就可以嚣张 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九弟 这就是你手下人的实力吗 如此不堪一击 竟然被区区一个人类给秒了 第八虫王魔盾对第九虫王昆顿嘲讽到 昆顿被魔盾这样一说 顿时感觉十分的不爽 他只有将所有的怨气全发泄在萧寒身上 小子 别以为杀了一个寒冰魔皇虫就可以狂妄 刚才只不过是牛刀小事 现我可要动真格了 这次必须一举击杀这个人类 否则这魔盾肯定更加看不起我 那就叫三十六皇室一起上吧 三十六皇室 给我杀了他 是 虫王 刹那间三十五只 蝗虫同时向萧寒发起了攻击 太古龙女 杀了他们 是 主人 龙溪 太古龙女吐出一口火焰朝着三十五只 蝗虫静止扫去 火焰喷射速度极快 这三十五只蝗虫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就变成了灰烬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九分之 虫王直系皇室 三十六皇室之一 火焰天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九分之 虫王直系皇室 三十六皇室之一 绝天地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九分之 虫王直系皇室 三十六皇室之一 萤火星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直接秒杀 看着自己的直系 全部被萧涵杀掉了 第九虫王昆顿 再也坐不住了 人类 你怎么敢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何萧涵直接轻笑一声 代价 什么代价 不过区区几只小虫子而已 别说几只了 几百万只我都杀过 这算什么 你说什么 几百万只你都杀过 难道你就是萧天策 就是你杀了我虫族第十分支 我还正愁找不到你 现在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第八虫王摩顿 指着萧涵说道 什么 这个人就是萧天策 难怪这么嚣张 他可以凭一己之力 剿灭第十分支 确实有点实力在身上 就凭这能说明什么 第十分支 不过是 才和我们会合的分支 实力远不如我们 虽然这萧天策 可以剿灭他们 但并不代表 可以剿灭我们 对对对 等重王一声令下 我们就杀了这个萧天策 萧天策 今天心仇旧恨一起算 第八虫王摩顿 愤怒地说道 他刚要命令大军 攻打萧涵时 却听见了远处 传来了千军万马的铁骑声 是雅思高徒他们来了 天策勇士 我们来了 安德烈大声 对萧涵呼喊着 天策勇士 你往后退一点 离我们近一点 我们一起攻打 这可恶的虫族 雅思高徒 安德烈 我就说着 萧天策怎么敢一个人 来攻打我虫族 原来你们一直在他身后 这样也好 今日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这样要灭了人族 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第九虫王 昆顿对雅思高徒 和安德烈吼道 昆顿 我劝你最好不要动天策勇士 否则你将会死得很难看 天策勇士 你快过来 不用 雅思高徒 你们就在这看着 看我怎么剿灭这些小虫子 萧涵只是朝着 雅思高徒 简单地挥了挥手 随后就将目光 放在了虫族身上 想剿灭我们 别说大话了 我可是 999级巅峰 马上就可以突破 成为神了 想杀我 洗把脸猩猩吧 第八虫王轻蔑地说道 似乎很不把萧涵放在眼里 999级 真巧 我也是 那就来比一比吧 萧涵刚把话说出口 就引起一阵嘲笑 开什么玩笑 不过一个小小的人族 怎么可能会达到999级 可别说大话了 对啊 我们虫王 可是修炼了几百年 才变成如今的999级的 这人族才修炼多久 真是可笑 这是再给自己壮胆吧 而人族这边 在听到萧涵说 自己999级时 都惊呆了下巴 999级 我都天呐 他是魔鬼吗 提升这么快 这是我们人族 第一个达到999级的吧 牛 难怪这天侧勇士 敢一个人来剿灭虫族大军 果然很牛 这可真是我们人族的希望 这虫族屡次犯我人族边境 早就该死了 而雅思高徒 在听到萧涵说 自己999级时 先是震惊了一下 但很快也就恢复了平静 但安德烈可不淡定了 雅思高徒 这天侧勇士这么厉害的吗 刚才没来得及细看 这仔细瞅一瞅 还真是999级 难怪你说他一定可以做到 我现在也相信他可以做到 每件一次天侧勇士 他就会刷新我对他的认知 他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 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出来吧 我的召唤生物们 萧涵直接将剩下的十张神级 召唤生物全都召唤了出来 天安神女拜见主人 紫玄仙女拜见主人 明镜暗于拜见主人 给我杀光他们 萧涵眼神伶俐 直接吩咐道 可得快点将他们杀光 还有副本在等着萧涵呢 回去晚了可就亏大了 麦羊 脉冲将强大的能量注入地下 煞世间百万只麦羊 从地底爬了出来 同时宁星也使用了技能 麦羊 镜像 麦羊 同样也是百万只 麦羊从地底爬了出来 煞世间两波麦羊 赫然出现在虫族大军面前 这可把虫族大军 着实吓了一大跳 什么鬼 我就说他怎么一个人来 原来是留了后手 你看他召唤出来的 也是虫子 好家伙 一边说 我们是小虫子 一副 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一边又召唤 虫子出来当打手 人类可真是狡猾 就算他召唤出 百万虫子又怎么样 我们可是几千万只 他打不过我们的 摩顿看着眼前的虫族大军 瞬间瞳孔放大 对萧涵说道 没想到 你一个小小的人类 居然能召唤这么多虫族 是我小看你了 紧接着 又对脉冲怒吼道 你身为虫族 竟然为这小小的人类卖命 现在还来对付虫族 不杀了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不许侮辱我的主人 找死 只见脉冲右手 微微抬起 雷霆之怒 天空中大量乌云 慢慢汇集 雷声滚滚 无数细小的银蛇 在雷云中穿梭 杀 轰轰轰 乌云之上的雷电 开始急速翻滚 那些细小的银蛇凝聚成一条 闪着白芒的巨龙 朝着第八虫王魔盾 急速压去 碰 随着一声巨响 魔盾直接变成了灰烬 看着第八虫王魔盾连话 都没有多说几句 就直接死了 雅思高徒等人 直接瞳孔地震 这这也太强了吧 这就是巅峰实力吗 果然这天策勇士 有狂妄的资本 之前听说 他一个人来攻打虫族 我多少还感觉 他有一点自不量力 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他很强 我们只需要在旁边 好好看戏就行了 我觉得也是 那不如来开直播吧 这可是我才学到的技能 来试试效果 直播 那是什么 是我新学到的东西 需要用到手机 我教你 好 我们一起 于是胡士兵 NPC比尔奇和NPC奥迪斯 对现场开启了实时直播 家人们 你们好啊 我是比尔奇 他是奥迪斯 现在 我们将对这场人虫大战 进行现场直播 喜欢的可以点播关注哟 此时正在等着12天 干地之副本 蛇开启的其中一个人 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卧槽 你们快看手机直播 打起来了 发生什么了 谁和谁打起来了 你们自己看吧 看了就知道了 于是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点开了正霸在热搜榜的 人虫大战 直播间 我靠 我说天策大神 那么急冲冲的去哪了 原来是打虫族去了 天策大神 可真是太忙了 不过这也是因为 他太强了 不然这些NPC 也不会找到他 可是 为什么只是天策大神一个人 在面对虫族啊 这些NPC大军 怎么不上 如果是我在现场 我肯定要和天策大神 一起战斗 你 还是算了吧 你可能才走出一步 就直接死了 以天策大神的实力 根本就不用别人的帮忙 所以他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强强强 天策大神一个人 面对几千万虫族 根本没在怕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NPC 什么时候学会 用手机开直播了呀 而且说话 还一溜一溜的 简直和现实的主播 一毛一样 是啊 这NPC人性化 也太快了吧 人族那边欢声笑语 但虫族大军 开始有点不淡定了 这怎么可能啊 第八虫王 可是999级巅峰啊 就算这个人类 也是999级 那也不可能一招 就杀了第八虫王啊 是啊 他肯定是使用了什么诡计 想让我们害怕 从而撤退 对 就凭他一个人 想要击杀我们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他只能用这种下三滥手段 话虽这么说 但是 那可是我们的虫王啊 就这样死了 我还是有一点不相信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脉冲 成功击杀第八虫王魔盾 获得经验值3000W 获得召唤 生物经验值3000W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不错不错 又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看来这一趟 没有白来 肖寒看了看 这几千万只虫族大军 最终将目光 落在了第九虫王 昆顿身上 嘴角慢慢勾起 眼神中充满笑意 看来今日收获颇风啊 有那么一瞬间 第九虫王昆顿 竟然被肖寒 盯得毛骨悚然 但也仅仅是一瞬间 昆顿又恢复了之前的傲气 杀了魔盾 又能代表什么呢 自己同样是999级巅峰 而且还比魔盾 多了一件神级装备 根本就不再怕的 现在魔盾死了也好 早就看不惯他了 平时不管做什么 都处处压着昆顿一头 现在他死了 昆顿别提有多高兴了 昆顿轻蔑一笑 正想要好好感谢萧寒 魔盾的48皇室 却率先开口了 人类 你竟然敢杀我们的虫王 我要你偿命 猎阵 48皇室迅速将萧寒给围了起来 每一只蝗虫 都将自己全部的能量 注入在萧寒的头顶上方 煞世间一个 巨大的银色能量球 凝聚在萧寒头顶上方 随时都想要掉落下来 人类 此阵名为 小葵星 由我们48虫的全部力量 汇聚而成 就连我们的虫王 都从来没打败过 小葵星 现在我们用它来对付你 你应该感到荣幸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杀了他们 萧寒冷冷地说道 神之束缚 脉冲士放出一股 强大的气波 48皇室瞬间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 怎么动不了了 48皇室拼命地挣扎 但是却没有一点用 不过 本来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来杀萧寒的 倒也无所谓了 大不了就是一死 他们不仅没有惧怕 反而是相识一笑 哈哈 人类 就算你杀了 我们也没用 小葵星 已经形成 你今日必死无疑 龙歇 48皇室刚刚说完 太古龙女 直接就吐出一口火焰 将它们全部烧成灰烬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八 分之虫王直系皇室 48皇室之一 冰魔地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八 分之虫王直系皇室 48皇室之一 绝天地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太古龙女 成功击杀第八 分之虫王直系皇室 48皇室之一 萤火星蝗虫 获得经验值 15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 1500W 48皇室虽死 但是萧寒头顶上的 小葵星 却没有随之消失 反而越来越大 遥遥欲坠 第九虫王昆顿 看着这个 以48皇室的性命 为代价的形成的 小葵星 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明显了 如此一来 昆顿不但要感谢 48皇室可以杀了萧寒 而且还要感谢 萧寒杀了摩顿 和40皇室 这样 他昆顿在重足的地位 又会上升一个台阶 这可真是太好了 那是什么啊 好大的能量球 天策大神怎么不跑啊 好可怕 天策大神不怕吗 这个能量球 要是掉下来 天策大神会死吧 快跑啊 天策大神 天策大神快跑 直播间所有人 都在叫萧寒赶紧跑 正在现场的 所有士兵NPC 也无比的担心 这恐怖的能量 怎么办 天策勇士 他能顶得住吗 应该可以 再看看吧 难道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我相信他 他身边的女人 可不是赤素的 巨大的能量球 在萧寒的头上摇摇欲坠 但萧寒却没有一点惊恐之色 反而十分的淡定 主人 让我来解决这个东西吧 冤斧主动请应 不过一个小小的能量球而已 一脚踢开便是 嗯 萧寒淡淡地 应了一声 就在这时 小葵星 最后一点距离完成 朝着萧寒急速飞来 冤斧迅速将自己全身的力量 凝聚在右腿上 对着飞过来的小葵星 一踢 直接将小葵星 踢到虫族大军里去了 虫族大军看着急速飞来的 小葵星纷纷乱了阵脚 卧槽 怎么朝我们这边飞来了 快跑啊 快跑 只要是被砸中了 必死无疑 啊呀 为了躲避这 小葵星 虫族大军自处逃窜 但小葵星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有很多虫族 根本来不及躲避 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小葵星 直接将地面 砸出了一个超级大坑 顿时狼烟四起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兔冤斧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不了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不了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兔冤斧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不了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不了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兔冤斧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不了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不了 就这一瞬间 直接击杀了200万虫族大军 这可把正在屏幕面前的人们看待了 这这么厉害的吗 这是什么 土角皆能凉求 并且还将它踢向了虫族 天策大神的召唤 生物一个个都好强哈 惹不起惹不起 这谁要是和天策大神作对 那么它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这些召唤 生物一个个貌若天仙 但是却一个比个狠 太狠了 虽然 但是 我还是觉得天策大神很幸福 我依然很羡慕他 第九虫王昆顿 在刚才的逃窜中 慢慢回过神来 若是刚才的 小葵星真的砸到了自己 恐怕自己就直接灰飞烟灭了 没想到这人类还真有几分本事 看来的动真格的了 虫族大军听令 给我杀 是 昆顿一声令下 所有的虫族大军 全部朝着萧涵杀了过来 麦阳 杀光他们 是 同一时间 麦冲对着召唤出来的麦阳吩咐道 煞时间 虫族与麦阳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论实力 一个几百级的小小虫子 自然不是真神LV799的麦阳的对手 但奈何这虫族人数众多 要杀光他们 自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当然 也是可以直接叫仙女们一个大招 就秒杀他们 但是 这可是人族的土地啊 这达坏了 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来修缮 而且 就刚才 小葵星 打出来的大坑都不知道要修多久了 现在得悠着点来 萧天策 受死吧 昆盾一个瞬移直接来到萧寒背后 举着大刀 砍了过来 赵凯 巨凯牛鸡 直接召唤巨气铠甲 挡住了昆盾的攻击 这昆盾的大刀 砍在巨凯牛鸡身上 就跟脑痒痒似的 不仅不痛不痒 反而因为巨气铠甲的原因 将昆盾握着大刀的手震的生疼 给我死吧 巨凯牛鸡 直接对着昆盾用力一锤 昆盾瞬间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砸向地面 直接砸出一个不亚于 小葵心砸出的大坑 萧寒见此 无奈地摸了摸额头 对着巨凯牛鸡说道 巨凯牛鸡 悠着点 尽量不要破坏土地 是 主人 看着这个大坑 巨凯牛鸡似乎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过了两秒 昆盾在大坑中爬了出来 还好有神王大人给的神技装备 不然就刚才这一锤 必死无疑 真是太可怕了 这都是些什么妖怪 不过 虽然留了条性命 但是这神技装备也破裂了 最后保命的东西也没有了 看来 必须使用最强绝招了 不然肯定 只有死路一条 昆盾将大刀扔向一边 将自身所有的能量汇聚于手掌 慢慢形成了一个 黑色能量球 来吧 小天侧 这可是 我可最强绝招 威力可比刚才的 小葵心 大多了 而且 他一旦锁定 就会一直追着目标 根本躲不掉 就看你这次还有没有 那么幸运 躲过 这最强一击了 两秒过后 昆盾直接将黑色能量球 给抛了出去 这个能量球 只有鸡蛋大小 但是却威力十足 看着黑色能量球 向着小韩快速飞去 昆盾的脸上露出了一个 胸有成竹的笑容 这可是他的毕生心血 本来想留着 在九大重亡比试中用的 但现在看来 是留不到那个时候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杀了小韩 什么最强绝招 我就站在这里 让你打 我倒要看看 到底有多强 巨凯牛姬在黑色能量球 快要触碰到小韩时 挡住了这颗能量球 黑色能量球 在接触到巨气铠甲的瞬间 直接消失 连巨凯牛姬的一根毫毛 都没伤到 啊 就这 巨凯牛姬无尽地嘲讽着 昆盾看着自己的 最强绝招 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一点能量余波都没有 表情瞬间凝固 在这一瞬间 他确实有点怕了 他想要逃走 再不逃走 就真的连命都没有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明神剑 昆盾刚踏出 半步就直接被明镜暗域 劈成两半了 叮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域 成功击杀第九 虫王昆盾 获得经验值三千大百六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三千大百六 叮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虫族大军 看着自己的虫王 竟然死了 瞬间军星涣散 怎么办 我们的虫王都死了 我们还打吗 我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 我打不过这个人类 我们不反击 就只有等死 娜娜既然这样 对对对 回去搬救兵 兄弟们 你们先稳住 我们回去搬救兵了 马上回来 你们是回去搬救兵吗 你们分明是要逃跑 你们怎么能连这点信任 都不给我们呢 我们说是 回去搬救兵 就是回去搬救兵 那你们快去快回 我们支撑不了多久 虫族大军中 有两只虫 正悄悄地逃离战场 他们以为这里人多 萧涵就发现不了他们 殊不知 萧涵早就注意到他们了 想逃 直接杀了他们 是 主人 神兽之威 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 直接将正在逃跑的 两只虫禁锢住 动弹不得 喂 兄弟 我怎么感觉自己动不了了呀 你在说什么呀 你有没有认真在逃跑 你看我跑得多认真 咦 怎么回事 我也动不了了 名神剑 名神剑 直接贯穿两只虫的心脏 直接毙命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百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百流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明镜暗欲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百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百流 萧涵也不想再陪这些小虫子浪费时间了 直接命令身边的神级 召唤生物们全部一起上 把他们全部杀光 是 主人 萧涵一声令下 天恩神女等人 全部朝着虫族大军进攻 煞时间重不了生 地上全是虫族的尸体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天恩神女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百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百流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紫玄仙女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百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百流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魅女鸡 成功击杀一个虫族 获得经验值30大百流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大百流 十分钟后 三千万虫族大军全部死亡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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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太厉害了 这可是几千万虫族大军啊 这可不像那些手无寸铁A国人啊 这可都是500级以上的重组啊 天策大神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扣6666 太牛了 天策大神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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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世间直播间飘满了666 好了家人们 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 要去准备庆功宴了 再见 士兵NPC比尔奇和奥迪斯 关掉直播间后 脸上藏不住的喜悦 这次直播可真是邪赚啊 收到那么多礼物 这直播赚钱也太快了吧 是啊 我都爱上这个职业了 我觉得以后要经常直播才行 旁边的士兵见他俩笑得如此开心 便对他们说道 周旋这么多天 虫族终于灭了 太好了 兄弟 你们说是吧 晚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 是啊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但是 我看你们似乎还有更高兴的事情 说出来一起高兴高兴吧 没有啊 我们就是看见虫族灭了 才这么高兴啊 现在哪有什么事情 比这件事更让人兴奋呢 说的也是 雅思高徒和安德烈 看着虫族全灭了 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下了 真是太好了 园终于结束了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晚上要好好摆一个庆功宴 天策勇士 咱们回军营吧 晚上好好高兴高兴 安德烈兴奋的对肖寒呼喊着 而肖寒却只是挥了挥手 看样子是并不打算再回军营 不用了 雅思高徒 安德烈 我先走了 还有事情 说完 肖寒就使用传送阵 直接消失在原地 安德烈见肖寒走得这么匆忙 只能无奈的对雅思高徒说道 这天策勇士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瞬间 肖寒就回到了12天干地之副本这边 现在蛇副本才开启了一个多小时 还有很多空余时间 于是肖寒变点开了自己的背包 卧槽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刚才的大战可真是收获丰富啊 直接就获得了9013.2亿经验值 和9013.2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而且还获得了两张神级召唤卡 84张SS级召唤卡 3000张S级召唤卡 不过这SS级和S级的召唤卡 对于肖寒来说 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了 当务之急自然是将全部精力放在神级召唤卡上 奈何现在的自己 是一点也不缺召唤生物经验值啊 当然要把所有的召唤卡 全部提升到满级才行 之前在灰星击杀虫王 获得了神级召唤卡 脉冲 而他的技能也是非常的逆天 不知道 这次击杀虫王获得的神级召唤卡会 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也像脉冲一样逆天 于是 肖寒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刚才获得的神级召唤卡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灵轩妖女 品阶 神级 形态 人形态 等级 尾神LVE 生命值 9亿 攻击力 120000000 技能 1 妖之契约 被动技能 任何妖系生物与灵轩妖女对视两秒 契约自动生成 被契约者不得违抗灵轩妖女的任何命令 契约一旦生成 永世不得解除 2 灵轩魅惑 主动技能 迫使妖系生物与灵轩妖女强行对视 作用时间5秒 3 天降灵露 主动技能 可在方圆百里内召唤酸语 每一滴酸语具有强腐蚀作用 造成灵轩妖女80%的攻击伤害 4 卧槽 与任何妖系生物生成契约 这契约条件只需要对视两秒就自动生成了 而且 如果有不愿意对视的 还可以强行让其与灵轩妖女对视 这也太腻天了吧 拥有了灵轩妖女 不就相当于间接拥有了所有妖系生物了吗 那以后去攻打妖族和妖神族的时候 不是轻轻松松吗 根本就不用杀她们 直接让她们为我萧涵做事 做我萧涵的奴隶 想想就激动 这张神级召唤卡简直太强了 再看看另外一张神级召唤卡怎么样 于是 萧涵迫不及待的的 打开了另外一张神级召唤卡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指叠天女 品阶 神级 形态 人形态 等级 尾神LVE 生命值 9亿 攻击力 12000000 技能 1 灵蝶追踪 主动技能 可释放出上一只银色灵蝶探查方圆千万里 正真做到一人知晓天下事 2 彩蝶飞舞 主动技能 释放出上百万只彩色灵蝶 每只灵蝶赋予指叠天女100%的攻击力伤害 在坐落目标时爆炸 攻其不备 3 狂暴红蝶 主动技能 释放出一种红色灵蝶 附着于目标敌人身上 使其立即进入狂暴状态 全属性提升200% 一旦进入狂暴状态 六亲不认 待谁砍谁 直到立即而亡 4 这张也不错 也很强 有了指叠天女 就可以知道 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了 这样一来 任何事情都逃离不了我萧涵的眼睛 哈哈 那么现在赶紧将它们提升成满级 还有之前12天干地之副本 龙获得的神级召唤卡 青香龙女 也一并提升为满级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灵轩妖女 指叠天女 青香龙女提升为满级 现在的萧涵最不缺的 可就是经验值了 要多少有多少 哗哗哗 随着召唤生物经验值的不断下降 三张神级召唤卡 不断闪烁着光芒 尾神LV100 尾神LV300 真神LV700 真神LV999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灵轩妖女成功提升至满级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指叠天女成功提升至满级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卡 青香龙女成功提升至满级 五分钟后 三张神级召唤卡 同时提升到了满级 一共消耗了42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太好了 都提升为满级了 我萧涵的实力 又提升了一大减 又多了几分嚣张的资本 现在距离12天干地 知副本 蛇关闭还有20分钟 还可以再休息几分钟 今天又是打副本 又是打重足的 萧涵也感觉身体 十分的疲惫 正当他准备闭上眼睛休息时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定 由于你的表现良好 现在 额外奖励神级召唤卡一张 请查收 嗯 听见系统提示音 萧涵猛地睁开了眼睛 还有这种好事 额外奖励神级召唤卡 这系统也太好了吧 于是 萧涵立即打开背包 点开了系统 给的那张神级召唤卡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北海的鱼 品阶 神级 形态 人形态 等级 未知 生命值 未知 攻击力 未知 技能 1.马字 2.疯狂的马字 3.拼命疯狂的马字 说明 由于长时间的马字 体力不支 极有可能会猝死 故不建议使用 呃 看着这张召唤卡 萧涵直接愣住了 这什么破召唤卡 就只会马字 一点用也没有 就这还神级 什么破系统 像这种召唤卡 就不要给我了 给了也没用 于是 萧涵直接将这张召唤卡 扔在了背包最不显眼的位置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去 12天干地之副本 蛇收割一波了 萧涵直接进入了蛇副本 出来吧 灵轩妖女 出来吧 指蝶天女 灵轩妖女拜见主人 指蝶天女拜见之人 现在进入副本了 肯定要把灵轩妖女 和指蝶天女召唤出来 试试技能 指蝶天女 杀了这里所有的野怪 是 主人 彩蝶飞舞 指蝶天女双手合十 将自身能量注入掌心 很快 一个彩色能量球 出现在指蝶天女两个手掌之间 破 彩色能量球直接破裂 飞出上百万只彩色灵蝶 这些彩色灵蝶朝着蛇副本的每个角落飞去 一时之间 整个蛇副本 被这绚丽的彩色色彩笼罩 美丽极了 这是哪来的彩色蝴蝶 好漂亮啊 我想抓一只回去养着 太漂亮了 我喜欢 我也喜欢 我帮你抓 正在副本刷怪的人 竟真的伸手抓住了一只彩色灵蝶 好在这彩色灵蝶 只会在触碰到目标时 才会爆炸 于是在那只手刚抓住彩色灵蝶时 彩色灵蝶直接就从手中消失了 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咦 这些彩色蝴蝶怎么抓不住啊 还有 我怎么感觉 它们都在朝着野怪 土性青蛇飞去呢 真的耶 好奇怪啊 就在所有人疑惑时 一只彩色蝴蝶 直接落在了一条土性青蛇身上 你们看 它真的落在土性青蛇身上了 就在下一秒 听见 砰 的一声 土性青蛇直接变成灰烬 这个场景 可把在场的人给吓坏了 尤其时 刚才伸手抓彩色灵蝶的那个人 此时的它腿脚发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指着刚才爆炸的地方 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 这是什么 好 好可怕 它为什么会爆炸啊 兄弟你的命可真大 不然死的可是你啊 我再也不敢了 果然越是美丽的东西 越是危险 我觉得这应该是 天侧大神的召唤生物在杀怪 所以当你抓住这彩色蝴蝶时 它并没有爆炸 兄弟 你应该庆幸 你遇到的是天侧大神 是啊 感谢天侧大神 阿门 一时间 在蛇腹本的每个角落 都陆续响起了爆炸声 伤害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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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指叠天女成功击杀土性青蛇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已翻三倍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指叠天女成功击杀土性青蛇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指叠天女成功击杀土性青蛇 获得经验值6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w 仅仅一分钟 蛇腹本内的所有土性青蛇 全部杀死了 虽然杀怪的的速度 比起比起子玄仙女 妖魅女技来说 慢了一点点 毕竟这彩色灵蝶飞往目标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但是这伤害 可是一比一复可 而且这彩色灵蝶 和妖魅女技的花钱月下一样 都是让人在美好事物中死去 根本防不胜防 全服通告 由于土性青蛇全部死亡 Boss青灵巨蟹献身 各位玩家请全力寻找吧 灵轩妖女 直接杀了Boss 是 主人 天降灵落 灵轩妖女将法力注入上空 瞬间 整个蛇腹本上空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怎么回事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要下雨了呀 谁知道呢 快躲雨吧 哗哗哗 无数雨点滴落 整个蛇腹本 瞬间就被雨点尽湿 你们快看 这地上的草 竟然直接枯萎了 这 这不是普通的雨 这是酸雨啊 啊 那这可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被这酸雨腐蚀掉 好像不会啊 我刚刚来不及躲雨 身上淋了不少酸雨 但是我一点事也没有 哦 那肯定就是天色大神在杀Boss 这不是蝴蝶就是雨的 还好他们认人 不然我们就死了 好可怕 伤害 10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灵轩妖女成功击杀副本Boss 获得经验值300W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300W6 已翻三倍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蛇 玉金子 他好了 又是一张神级召唤卡 小寒直接打开了蛇 玉金子的卡片介绍 召唤卡 蛇 玉金子 品阶 神级 形态 蛇形态 人形态 等级 尾神LVE 职业 巫师 生命值 9亿 攻击力 12000000 技能 1 万毒攻心 释放毒素 使区域内所有的地方单位 造成每秒10%的伤害 2 追魂弥香 释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香气 闻起来甘义无比 毒性却相当强烈 可以让敌方单位 在迷人的香味中中毒身亡 3 金蛇狂舞 从身体中放出大量的毒蛇 对目标缠绕绞绞杀 等级为玉金子等级的80% 4 褪皮 受到大量伤害时 退下一层皮 以抵御伤害 但是自身将陷入5天的虚弱期 虚弱期间受到的伤害 正20% 5 蛇蟹美人 被动技能 当敌方单位的目标 在玉金子身上时 其理智50% 6 蛇星 每击杀一个敌方单位 自身实力增加1% 最多10% 7 这次直接获得了一个用毒高手 试想一下 上万条毒蛇围着你一人 那会是多么可怕的场景 想想就可怕 话不多说 直接提升为满级吧 定 是否确定 化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蛇 玉金子提升为满级 确定 哗哗哗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生物 蛇 玉金子成功提升为满级 5分钟后 神级召唤卡 蛇 玉金子直接变成了满级 消耗了13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好耶 又多了一张满级召唤卡 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剩下的6张神级召唤卡 弄到手了 在之后的12天干地之副本中 小涵每次都在副本关闭的 最后10分钟进去收割 很快 在晚上的10点55分时 最后一个12天干地之副本也关闭了 太好了 剩下的6张神级召唤卡 也全部到手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拥有21张神级召唤卡了 接下来 再把这剩下的6张提升为满级就行了 不过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还是先回家吧 就在萧涵准备离开时 后面的人群叫住了萧涵 天策大神 真是谢谢你 这次多亏有你 我直接提升到了460级 一个副本提升了310级 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啊 我也是 天策大神 我也直接提升了300级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作为报答 我们想请你吃饭 不知道可以吗 在之后的12天干地之副本中 萧涵每次都在副本关闭的最后10分钟 进去收割 很快 在晚上的10点55分时 最后一个12天干地之副本也关闭了 太好了 剩下的6张神级召唤卡 也全部到手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拥有21张神级召唤卡了 接下来 再把这剩下的6张提升为满级就行了 不过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还是先回家吧 就在萧涵准备离开时 后面的人群叫住了萧涵 天策大神 真是谢谢你 这次多亏有你 我直接提升到了460集 一个副本提升了310集 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啊 我也是 天策大神 我也直接提升了300集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作为报答 我们想请你吃饭 不知道可以吗 天策大神 我们都想请你吃饭 你就答应了吧 这些人十分的真诚 全部都想请萧涵吃饭 而面对这些热情的邀请 萧涵只是会心地笑了笑 说道 不用 你们能升级就好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说完 萧涵就直接使用传送阵 消失在了原地 等萧涵回到柳元时 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主人 欢迎回家 刚回到家 秦安娜等人 就恭敬地等候在门口 看样子 他们已经等待整整一天了 每一个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门口 期待着萧涵下一秒就能够回来 秦安娜 给我倒杯水 是 主人 萧涵直接躺在椅子上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还是先给那六张神级召唤卡升级吧 主人 请喝水 主人需要捶腿吗 嗯 好 这忙碌了一整天 能捶捶腿自然最好了 在得到萧涵的同意后 秦安娜开始细细地给萧涵捶起腿来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六张神级召唤卡提升为满级 确定 哗哗哗 五分钟过后 那六张神级召唤卡全部提升到满级了 现在好了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萧涵刚闭上眼睛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定 由于你成功击杀12天 干地质副本的12个boss 现在额外奖励特殊召唤卡一张 请查收 听见这提示 音萧涵直接不淡定了 不是吧 又来 这次还是特殊召唤卡 又想骗我 喂 系统 你干嘛老是给我这些莫名其妙的召唤卡 系统 别废话 让你拿着就拿着 别挑三减四的 我靠 这系统这么傲娇 我倒要看看 这次又给的什么垃圾召唤卡 正在萧涵准备 打开特殊召唤卡的卡片介绍时 叮铃铃 手机铃声响起了 是一个陌生来电 喂 谁啊 萧涵对着电话说道 可电话的另一头 却是老半天都没有说话 不说话吗 那我挂了 一听见萧涵要挂电话 电话那边的人直接就慌了 支支吾吾的说道 别别别挂 是个女的 萧涵听见这声音有点耳熟 像是在哪听过 但又实在想不起来 请问你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嗯 我是谢婷婷 谢婷婷 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 嗯 谢婷婷不是之前那个 收租婆的女儿吗 她打电话给我干嘛 还有她时怎么知道 我电话的 带着这些疑问 萧涵淡淡的问道 你找我有事吗 还有你是怎么知道 我手机号的 我 我找物业要的 我想约你见面 谢婷婷的声音很小声 似乎十分害羞 约我见面 你妈同意吗 还有你不是结婚了吗 没有 婚约取消了 我喜欢你 喜欢我 萧涵听了这话 也是直接冷了冷 当初自己还是一枚穷脚丝时 也没见她说喜欢我了 怎么现在自己有能力了 就都来说喜欢我了 果然这个世界 看到是实力 是钱 谢小姐 像喜欢我的这些话 就不用再说了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交接 再见 电话都另一头 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萧涵也没管 直接就挂了电话 看来得换一个手机号了 这物业也真是 竟然随便把业主的手机号 给其他人 萧涵直接将手机放到一边 睡了过去 大概在一个小时过后 响起了阵阵门铃声 是谁啊 秦安娜将门打开 看着门外站着一个女子 而这名女子乍一看 十分像提罗娜 请问你找谁 我想找一下萧涵 原来是找主人啊 请跟我来 秦安娜直接将女子 带到萧涵这边 并且轻声在萧涵耳边换着 主人 有个姐姐来找你 是谁找我 萧涵慢慢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这个人 竟然是 谢婷婷 她是怎么知道自己住这儿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萧涵冷冷地问道 我 我是通过手机定位找到的 什么 手机定位 就那么短短的两分钟 果然大部分女人的聪明才智 都体现在这里 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我喜欢你 你妈知道吗 她不知道 反正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那随你吧 我这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嗯 我不后悔 自从谢婷婷 踏入这个家门开始 屋子里的二十多双眼睛 就从萧涵身上 移到了谢婷婷的身上 本来萧涵一个人就忙不过来 现在又多一个人来分一杯羹 大家心里自然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看谢婷婷的眼神 也就多了一分敌意 而谢婷婷也被这些目光钉的毛骨悚然 但她不怕 为了和萧涵在一起 做什么她都愿意 萧涵也没管她 愿意待着这里就待 不愿意就走 她直接上二楼睡觉去了 别墅里的仆人们 以及钱多多 他们也都跟着萧涵一起去二楼了 只剩下谢婷婷一个人待在一楼 在思考再三后 谢婷婷也跟着上了二楼 谢婷婷心一横 直接跟着萧涵上了二楼 刚走到二楼 看见眼前这一幕 直接瞳孔地震 呆呆地愣在原地 首先是看见萧涵躺在床上 而刚才一起上来的二十多个美女 全部簇拥在萧涵身边 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萧涵 其次是这张八百平的大床 为什么要把床铺满整个二楼 这是怕人多了 睡不下吗 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真的跟着萧涵 岂不意味着 要在无数女人中脱颖而出 而且这些女人各个美若天仙 虽然自己也不差 但是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优势啊 怎么 怕了 怕就回去吧 这里不欢迎你 萧涵的话让谢婷婷在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 谢婷婷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她现在非常的纠结 她确实喜欢萧涵 但是要和这么多人一起分享萧涵 她心里又不痛快 可如果不去 就连萧涵的影子就摸不到 提罗娜姐姐 那个姐姐是你的妹妹吗 你们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一美指着谢婷婷对提罗娜说道 当然不是 我没有妹妹 不过真的挺像的 提罗娜淡淡淡瞥了一眼 谢婷婷说道 而她们的话 也让谢婷婷不自觉地看向了提罗娜 真的好像 简直就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同样的样貌 既然她都能待在萧涵身边 为什么谢婷婷不可以 于是 她也直接爬上了这八百坪的大床 第二天一大早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提罗娜姐姐 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 我们正在递主人做早餐 臭不开身 秦安娜看着刚从楼上下来的提罗娜说道 好 提罗娜快速地走到门口去开门 会是谁呢 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多人找上来的 都没有清静日子了 刚打开门 一个巴掌就朝着提罗娜快速回来 可是这区区一个巴掌 怎么可能打得中提罗娜 太慢了 提罗娜直接一个侧身躲过这个巴掌 然后又直接一脚 将那人踢到了十米开外 哎呦 只听见一个沉重的摔倒声 也好在这柳原的草坪足够柔软 没有摔断筋骨 婷婷 你怎么能踢你的妈妈呢 收租公赶紧跑过去将收租婆扶起来 收租婆扶着自己的腰 刚才那一脚可是下来死守的 太痛了 可疼死我了 哎 发生什么事了 提罗娜姐姐 秦安娜听见打斗的声音 立马跑过来询问 应该是找昨天那位小姐的 你去把她叫下来 别吵到主人休息 好 婷婷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你一个未出嫁的姑娘 竟然跑来与男人独处 我们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收租公说着说着 就扬起手准备教训 谢婷婷 提罗娜嘴角微微一勾 再次一踢 包租公也重重地摔了出去 再敢挑衅我 就别怪我动杀星了 还有我不是谢婷婷 收租婆和收租公 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除了穿着 变成暗黑戏 这样貌 身形哪一点 不是自己的女儿 肯定是被萧涵蛊惑了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不认了 还说要杀了我们 想到这 收租婆直接大哭起来 女儿不认娘啊 小孩你给我出来 你得负责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此时谢婷婷出来了 看着自己的父母 都坐在地上 赶紧跑过去 扶了起来 收租婆看着 跑过来的谢婷婷 直接愣住了 婷婷 你才是婷婷 那她是谁 我是谁你不用知道 快带着你的女儿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提罗娜历声和道 收租婆听见提罗娜 竟然要赶他们走 瞬间不乐意 睡了自己的女儿 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这不可能 再说了 这次他们过来 本就不是要带谢婷婷走的 而且 为了和小韩的 现在的小韩可是大英雄 如果能有这样的女婿 别提多好了 到时候 要有多神气 就有多神气 小韩 你出来 我女儿在这儿 与你过了一夜 你必须负责 收租婆在门口大声吼叫着 提罗娜直接就是一个 静言 这样吵吵吵 可是会把主人吵醒的 你女儿在我们这儿 连号都排不上 何谈负责 快滚 说完 提罗娜就把门关上了 并且用法术 将他们强行逼退 滚出了柳园 这时小韩慢悠悠地 从楼上下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主人 快吃早饭吧 嗯 小韩环视一周 唯独没看见谢婷婷 走了也好 我小韩对这种 为利是从的人不感兴趣 不过这柳园是不能住了 现在已经有人知道 位置了 后面肯定不太便 秦安娜 你另外再找一个房子 我们不住这儿了 是 主人 小韩闭上双眼 猛吸一口气 等把重神族打了 就直接搬去灰心柱 到时候 就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了 想着想着 小韩突然就想起 昨天系统 还奖励了一张特殊召唤卡 本来正打算查看的 结果出了这一档子时 那么现在就来好好看看 这个特殊召唤卡 到底有多特殊 小韩立即从背包中 找到这张特殊召唤卡 打开了卡片介绍 召唤卡 一是 冰心尘 冰心月 品阶 未知 形态 人形态 性别 男 女 等级 未知 性格 温和 平易近人 偶尔毒蛇 不会轻易生气 生命值 加 攻击力 加 技能 一 面板共享 可以随意查看任何生物的属性面板 知己知彼 二 创造 可以创造任何生物 包括创造等级 属性 强弱全凭心情 三 毁灭 可以毁灭任何生物 可能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一个念想 世界都将会被毁灭 四 诅咒 可以使用任何咒语 最好不要惹到冰心尘 否则所有咒语一起上 不把你弄死不罢休 五 时间法则 可以加速 停止 倒流时间 六 时空法则 可以加速 停止 倒流时空 这是什么召唤卡 看技能 好像很强 但是它的品阶 等级 属性全都不知道是多少 这根本就无法衡量 这张召唤卡的分量 而且 它还有两个名字 两种性别 这是可男可女的意思吧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先看看 能不能升级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特殊召唤卡 一是 冰心尘 冰心月 提升为满级 确定 小韩 直接电下确定按钮 但是 这张召唤卡 却没什么动静 过了一会儿系统 提示音响起 提示 特殊召唤卡 一是 冰心尘 冰心月 处于不可升级状态 什么情况 不知道等级也就算了 还不可以升级 算了 懒得想了 还是先考虑考虑 怎么去攻打重神族吧 就在萧涵准备将特殊召唤卡 一是 冰心尘 冰心月 放进背包时 这个召唤生物 却自己出来了 只见一个穿着蓝银色 交织长衫的英俊少年 赫然出现在萧涵面前 冰蓝色的瞳孔 一里巴的身高 加上一头极地的冰蓝色头发 再配上一把神剑 确实给人一种很神武的感觉 怎么回事 都没有召唤他 怎么自己出来了 萧涵再次拿起冰心尘的召唤卡 想把他召唤回去 但是却发现 召唤卡上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萧涵直接点开这个感叹号 上面写着 此召唤卡一锁定 当前为不可召回状态 什么 还不能召回了 萧涵有点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冰心尘 嗯 我是冰心尘 冰心尘极其温和地回答道 又看了看四周 发现萧涵身边 全是面若桃里的美女 于是接着说道 我这样你不喜欢吗 那这样呢 冰心尘摇身一变 变成了女性形态 一米七的身高 配上一头冰蓝色 和银色交织的长发 发尾由蓝粉色 和蓝紫色交织点缀 穿着蓝色与银色交织点缀的绫罗裙 精致的脸庞上 戴着一张蓝银色面纱 使得她那蓝粉色的瞳孔 更加极具魅惑 美 好美 这一幕 直接看待萧涵 本来这男性形态 就已经足够英俊了 不得不说 与萧涵有得一拼 没想到现在 变成女性形态 却更加的美丽动人 冰心月 慢慢靠近萧涵 用极其温柔的声音 在她的耳边喃喃道 现在我是冰心月 喜欢吗 萧涵不自觉地 咽了咽口水 这谁瘦的了呀 嗨嗨 为了缓解尴尬 萧涵轻咳两声 别闹了 现在该做正事了 那 好吧 冰心月见萧涵的举动 效果已经达到了 于是在萧涵耳边 轻轻吹了一口气 调戏完萧涵后 也就慢慢走到旁边去了 冰心月这不经意间的举动 却是让萧涵 感到整个身体 像触电一般颤了颤 现在的召唤生物 都这么撩人的吗 萧涵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能认怂 还是先办正事吧 想要去虫神族 肯定需要传送阵 而这个传送阵萧涵 还无法使用 现在 只能把落天圣女 和冰灵女皇 给召唤出来 问问情况 出来吧 落天圣女 冰灵女皇 只是一瞬间 落天圣女 和冰灵女皇 同时出现在了萧涵面前 落天圣女拜见主人 冰灵女皇拜见主人 落天女皇 冰灵女皇你们知道 虫神族的下落吗 现在要做的 就是主动出击 直接把爱挑事的虫族 和虫神族先给灭了 以后就不会有 重来犯我人族的边境了 回主人 只要能得到我落天圣女 或者冰灵神族的圣物 就可以知道 所有神族的下落了 圣物 那你们找到 你们的圣族了吗 回主人 找是找到了 不过 落天圣女支支吾吾的 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过什么 说 萧涵见落天圣女这样 肯定是没什么好事 但不管是什么事 他萧涵也不怕 于是严厉地命令 落天圣女如实到来 我们确实找到了 自己的圣族 不过他们认为 我们跟随人类是 属于背叛 所以 所以我们的神族 把我们给驱逐出来了 落天圣女和冰灵女皇 都低着头 内心说不出的滋味 这好不容易 才找到自己的神族 可却被驱逐出来 这换谁 心里也不好受 现在就只希望 自己没有跟错主人 只希望萧涵越来越强大 哼 萧涵听后冷哼一声 好啊 既然如此 那就先去把落天圣女 和冰灵神族给灭了吧 只因为落天圣女 和冰灵女皇 投靠了我萧涵 就把作为同族的他们 驱逐出去了 这是有多看不起我萧涵 既然这样 那就先拿他们开刀 毕竟现在落天圣女 和冰灵女皇 也知道他们的位置 等灭了他们拿到圣物后 再去灭虫神族 然后再去把一百多个种族 给全灭了 让他们光是听到 我萧涵的名字 就瑟瑟发抖 是 主人 落天圣女和冰灵女皇 听见自己的主人 要去灭了自己的神族 也没有阻止 既然认了萧涵为主 那一切都以萧涵为大 走吧 萧涵刚准备走 秦安娜就拉住了他的衣角 主人 不只是秦安娜 还有钱多多 伊美 提罗娜 以及其余的十九名仆人 全部都眼巴巴地望着萧涵 萧涵这一走 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回来 他们当然希望 萧涵能带上自己 还没等萧涵说话 冰灵女皇就先开口了 主人 要不带上他们一起吧 我们那里很大的 嗯 好 于是 萧涵带着所有人 去到了冰灵女皇的领地 冰灵星 主人 你们就住这里吧 这里很大 也不会有人来打扰 冰灵女皇将萧涵等人带到了 冰灵星 最尊贵的宫殿当中 可以 秦安娜你就负责把这里打理好就行了 萧涵对秦安娜吩咐道 转头又对冰灵女皇说道 那现在就先去冰灵神族吧 是 主人 冰灵女皇直接开启了一个传送阵 直接将萧涵 冰星月 洛天圣女传送到了冰灵神族 冰灵女皇 你又来做什么 神王大人说了 你 以及你那一支冰灵族 已经被驱逐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滚 你竟然还带外人来这里 你再不走 我们可要动武了 快滚 快滚 这里不欢迎你们 别给脸不要脸 驻守冰灵神族的士兵 对萧涵以及冰灵女皇呵斥道 你们好吵啊 你们是蛤蟆吗 冰星月眼眸微弯 轻声细语地说道 哟 奶来的小妞 还戴个面纱 快把面纱取下来 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你的美貌 其中一个士兵摸了摸下巴 十分欠奏地说道 想看我的真容 你还不够格 冰星月手指轻轻一点 咻 一道白色光束 从冰星月的指尖射出 瞬间就穿过了那个士兵的脑门 直接毙命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一是 冰星月成功击杀冰灵神族一名 获得经验值60B6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0B6 这一幕直接看待萧涵 强啊 这个士兵少说也有800级 就这么轻轻一点 就直接死了 本来还想着 看不见冰星月的品购 等级 对他的实力还有一点不确定 但现在看来 很强 其他的士兵看着这个士兵 直接就死了 瞬间慌了 快 通知神王大人 有敌人入侵 冰灵女皇你竟然敢造反 你完了 其中一个士兵连滚带爬地跑去通知神王 冰灵女皇见状想要阻止 却被萧涵阻止了 主人 为什么不难住他 冰灵神王可是神级巅峰啊 实力强的可怕 而萧涵却十分的淡定 一点也不担心 眼神反而有一点贪婪之色 怕什么 不过一个神级巅峰而已 来了一样杀 自己可是拥有21张神级巅峰召唤卡的男人 只要这冰灵神王赶来 分分钟杀了他 而冰灵女皇看着萧涵这十分自信的样子 不禁在心里想着 虽然主人是很强 但那可是神级巅峰啊 主人也未免太自信了 是谁 竟然赶来我冰灵神族撒野 不想活了吗 来人是同管冰灵神族治安的士兵首领礼部 首领 这冰灵女皇竟然带着外人 来攻打我们冰灵神族 此人该杀 嗯 礼部淡淡地应了一声 静止走过护卫 恶狠狠地看着冰灵女皇等人 冰灵女皇 你投靠人类 神王没有杀你 而只是将你驱逐出去 已经算是对你法外开恩了 你还想干嘛 礼部看着冰灵女皇 又瞥了眼旁边的萧涵 继续说道 这就是你投靠的那个人类吧 你把他带来干嘛 难道还指望他替你撑腰 不过区区一个人类而已 竟然敢跑到神族来撒野 谁给你的胆量 礼部仔细瞧了瞧萧涵 似乎感觉有点不对劲 揉了揉眼睛 再一看 果然是999级 作为一个小小的人类 能修炼到999级 确实有点本事 不过那又怎样 不过是999级而已 自己可是伟神LV500 马上就可以突破为真神LV500了 和这个小小的人类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说实话 这个人类连给他礼部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见萧涵一直没有说话 礼部继续嘲讽道 人类 你 郭躁 没等礼部把话说完 冰心月手指轻轻一点 直接就给他施加了上万条诅咒 啊 礼部顿时疼得战斗站不起来 只能在地上疯狂地滚动 这冰心月 不管是说话还是行为都非常的温柔 但是打起人来 却一点也不受乱 这就是我的胆量 你们神王在哪 我要见的是他 不是你 萧涵看着礼部冷淡地说道 神 神王不在 啊 放过我吧 我错了 礼部实在太痛苦了 他狠不得现在就去死 但是不管他做什么 却怎么也死不了 只能活活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那你们的圣物在哪 圣物只有神王知道在哪 我们都不知道 当真 当真 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冰心月再次举起手指 轻轻一点 咻 一束白色光束 直击礼部脑门 结束了他的痛苦 强 太强了 感觉冰心月 就像是在玩游戏一般 轻轻松松就能夺人性命 而且 他施加的这个诅咒 让被施加诅咒折死 又死不了 只能活活承受痛苦 不管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出来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一使 冰心月 成功击杀冰灵神族士兵首领 获得经验值60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6000W 定 恭喜你 获得尾神碎片 一张 太好了 终于有一张尾神碎片了 只要再获得一张 就可以突破为尾神LV1了 想想就激动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冰真圣史 又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直接提升为满级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冰真圣史提升为满级 确定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生物 冰真圣史 成功提升为满级 五分钟后 神级召唤生物 冰真圣史也提升为满级了 消耗了14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Nice 满级神级召唤卡 又多一张 又多了一份嚣张的资本 就在消寒提升召唤卡的这个空隙 在一旁的士兵 看着自己的首领都死了 疯狂地逃窜 怎么办 首领都死了 这个人类不简单 快 通知所有冰临神族族人 做好防备状态 今天势必要杀死这个人类 为首领报仇 一时间 警报声贯彻整个冰临神族 各个冰临神族族人 纷纷赶往冰临神族入口处 顿时 入口处堆满了冰临神族族人 全部恶狠狠地盯着萧涵等人 一时间 在冰临神族入口处围满了人 竟然能杀了礼布 那不是冰临女皇吗 他竟然带着外人来攻打自己的神族 这种人不死简直难以泄愤 那你赶上吗 他旁边的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了礼布 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 我承认那个人类是有点小实力 不过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等级最低的士兵也有八百计 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尾神 大家一起上 杀个人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是 这个人类一人难敌四全 但是大人物还没来 这不是我们这些小渣渣考虑的事 我们只需要服从安排就行了 兵临神殿内 百议斯大人 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不过一个人类而已 杀了便是 我兵临神族向来是一只非常和气的神族 但是如今这区区一个人类都到家门口撒野了 如果放他走了 传出去会被人说我兵临神族呢 那这件事要不要通知神王大人 这种小事何须神王大人处理 你带一队人马 直接去把那个人类解决了就行 是 百议斯大人 于是 穆尔带着一百名尾神LV400的精锐士兵 气势汹汹地走向了兵临神族入口处 刚到入口处 那些精锐士兵就将围在入口处的兵临神族人赶到一边 让开点 让开点 穆尔大人处理事情 你们都走远一点 为了避免伤到你们 最好走远一点 刚才围在入口的那些兵临神族人 在精锐士兵的驱使下 站在了距离萧寒五百米的地方 嗨嗨 看着这些兵临神族人都走远了 穆尔轻了轻嗓子 对着肖寒大声说道 就是你杀了李波 一个小小人类竟然敢在神族面前放肆 肖寒冷眼看着穆尔 说道 我要见到是你们兵临神族的神王 不是你 快把你们神王叫出来 原本肖寒的本意是想灭了兵临神族的 但刚才他仔细地想了想 本来就与兵临神族和落天神族没什么深仇大恨 若是能收服兵临神族和落天神族 这不是比灭了他们更划算吗 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拥有两个神族的战力 那么自己的实力又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哼 穆尔听见肖寒这无稽之谈后不禁冷声哼笑 就凭你 一个黄口小儿也配见我兵临神族的神王 别痴人说梦了 我现在来就是取你性命的 想见神王先活下来再说吧 这时站在旁边的兵临女皇开口说道 穆尔大人 你就让我主人见见神王吧 不然你们都会死的 我不想再看到同族人的死亡了 兵临女皇虽然已经属于肖寒麾下 但他毕竟是兵临族人不到不可挽留的地步 他也是不想看见自己的族人死亡的 兵临女皇 我还没来得及治理你 那倒是先开口了 你放心 杀了这个人类后 你也跑不了 你这个叛徒 穆尔厄狠狠地看着兵临女皇 他这人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叛徒了 叛徒没资格说话 人类 为了避免你说我兵临神族以多其少 就我一个人来对付你 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选择自尽 这样会死得好看一点 如若不然 我亲自动手 那将会死得很难看 他们兵临神族 可是很要脸面的 这种以多其少的事 他们不会做 除非是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 否则他们不屑于以多其少 萧涵听到这话 也是非常的不屑 我也再给你一个机会 把你们神王找出来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去死吧 穆尔挥舞长剑 往萧涵的胸口刺去 出来吧 巨凯牛姬 巨凯牛姬拜见主人 巨凯牛姬一出来就挡在了萧涵前面 赵凯 锯气铠甲 包裹住巨凯牛姬全身 而穆尔的剑 在刺中巨凯牛姬的瞬间 直接碎脸 看着自己的神剑竟然碎了 穆尔的脸上 写着大大的 不可思议 四个字 正在他震惊时 巨凯牛姬直接对着穆尔一锤 将他重重地锤向地面 怎么回事 好快 根本就来不及闪躲 砰 的一声 极快的速度和重量 让穆尔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若不是穆尔的等级 已经达到真神LV550 就刚才巨凯牛姬那一锤 尾神LV100以下的 直接就会被锤死 啊 不是吧 这怎么可能啊 穆尔大人这就败了 只有一击啊 这个人类这么强吗 他也没成神啊 但是他召唤出来的生物都好强啊 就连穆尔大人都打不过 我看就别EV1了 这要是让其他族 知道我们冰龄神族 打不过区区一个人类 肯定得笑话我们 还是直接群躬吧 先杀了再说 是啊 你不说 我不说 这谁知道我们是群躬的呢 穆尔听见身后族人的闲言碎语 瞬间感觉脸挂不住 气得脸都绿了 直接站起来 指着萧涵的鼻子骂道 你不讲武德 我给你讲公平 但是呢 直接给我一个大招 这可是 你先挑起的 就别怪我们群殴你了 听着这话 巨凯牛姬瞬间不高兴了 合着这随便一锤 还成大招了 拜托 穆尔可是用剑挨 自己手无寸铁 直接用肉身当剑 还成了不讲武德了 那你给我一个大招试试 能打掉我的血算我说 穆尔也不高兴了 这是有多看不起自己 好啊 既然对方这么要求 那肯定得成全他 穆尔直接召唤出 自己的最强神器 真武剑 只见他手握真武剑 在空中不停地比划着 随后 一道金黄色剑气 朝着巨凯牛姬静置劈来 而巨凯牛姬 看着这急速飞来的剑气 一点也不慌张 就站在原地不动 等着剑气劈来 碰 在剑气触碰到 巨凯牛姬的瞬间 一阵爆炸声响起 无数尘埃 直接将巨凯牛姬笼罩 没人知道 巨凯牛姬到底怎么样了 穆尔在听到这一声 爆炸声后 嘴角微微扬起 十分凶有成竹 就我这一击谁扛得住 肯定死了 哈哈 把自己的尊严找回来了 穆尔自然非常的高兴 可是随着尘埃的不断散去 巨凯牛姬的身影 也慢慢显露出来 这巨凯牛姬不但没死 反而毫发无伤 原封不动地站在原处 而穆尔刚才笑着的嘴脸 瞬间凝固 这怎么可能 就算不死也会重伤啊 可是他为什么一点事也没有 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该我还击了 你喜欢用剑 那就那个用剑的来对付你 肖寒满含笑意 就想看看这兵临神族 还能耍出什么花样 一天天的事还挺多 出来吧 明镜暗欲 明镜暗欲拜见主人 直接杀了他 肖寒冷声吩咐道 是 主人 穆尔虽然没有一招杀死巨凯牛姬 但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依然非常的自信 不过区区一个人类 召唤出来的生物而已 能有多强 难道还能一剑杀他不成 来啊 怕你不成 穆尔举起真武剑 做出防备状态 明神剑 同样的 明镜暗欲 还了他一道剑气 只见一道白色剑气 急速向穆尔压去 穆尔手握真武剑 准备对抗这道剑气 可是 在真武剑与剑气接触的那一瞬间 咔嚓 真武剑直接断裂 啊 没等穆尔做出反应 明镜暗欲 成功击杀兵临神族 穆尔 获得经验值7000W 获得召唤生物经验值000W 定 恭喜你 获得神级召唤卡 宁与仙子 定 恭喜你获得真神碎片 一张 真是太NAS了 不仅获得了神级召唤卡 还获得了一张真神碎片 看来这击杀尾神 获得尾神碎片 击杀真神 也只能获得真神碎片 不过也很不错 穆尔的死 直接掀起一片喧哗 啊 这不可能吧 一起上吧 现在还讲什么道义 这个人类不简单啊 喂 你们这些士兵上不上 不上我们上了 今天非得杀这个人类才行 不然穿出去面子往哪阁啊 跟着获尔一起来的 一百个精锐士兵 也顿时慌了神 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在他们拿不定主意时 其中一起精锐士兵站了出来 对着身后的兵临神族人说道 有我们士兵在 还不需要你们来战斗 你们只需要在后面 好好看着就行 然后又指着其中一个 精锐士兵说道 你快去禀报百一丝大人 随后又对所有 剩下的精锐士兵说道 所有人一起上 杀了这个人类 为穆尔大人报仇 杀 99个精锐士兵 一起朝着萧涵杀来 本来我是不想杀你们的 毕竟杀了你们一个 我就要损失一个 但是不给你们一点教训 你们也不会 把你们的神王请出来 如今也只能牺牲你们了 出来吧 妖妹女鸡 妖妹女鸡拜见主人 杀了他们 萧涵指着这些精英士兵说道 是 主人 花钱月下 一瞬间无数玫瑰花瓣掉落 随着妖妹女鸡 双手轻轻往前一挥 所有的玫瑰花瓣 突然变得锋利无比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精锐士兵飞去 刹那间 所有的精锐士兵全部倒地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鸡 成功击杀兵灵神族 精锐士兵一名 获得经验值5000W 获得召唤生物 经验值50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鸡 成功击杀兵灵神族 精锐士兵一名 获得经验值5000W 获得召唤生物 经验值5000W 定 恭喜你 你的召唤生物 妖妹女鸡 成功击杀兵灵神族 精锐士兵一名 获得经验值5000W 获得召唤生物 经验值5000W 定 恭喜你 获得尾神碎片 99张 好耶 一下子 就获得了99张尾神碎片 这样一来 一共就拥有一百张尾神碎片 一张真神碎片了 可以突破了 定 恭喜你 成功达到突破条件 是否确定消耗1000W 经验值和两张尾神碎片 突破为尾神LV 确定 萧涵想也没想 直接点下确定按钮 自己等的就是这一刻 当然要直接突破 定 恭喜你 成功突破为尾神LV 随着经验值与尾神碎片的消耗 萧涵身上闪烁着阵阵金光 成功突破为尾神LV 太好了 终于成神了 先看看成神后的升级条件吧 于是萧涵点 开了神级等级升级条件介绍 神级等级升级介绍 尾神LV1尾神LV200 每提升一级需要一等级 易经验值 尾神碎片一张 尾神LV201尾神LV400 每提升一级需要二等级 易经验值 尾神碎片两张 尾神LV401尾神LV500 每提升一级需要三等级 易经验值 尾神碎片三张 尾神LV500 真神LV500 需要经验值2000亿 尾神碎片100张 真神LV501 真神LV999 每提升一级需要十等级 易经验值 真神碎片十张 卧槽 这道神级升个级 怎么比召唤生物升级难这么多 召唤生物提升到满级 都只用了一千多亿 召唤生物经验值 怎么到了自己升级就这么难 这算下来得多少个亿了 而且还需要伪神碎片和真神碎片 好在我小韩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经验值了 至于这伪神碎片和真神碎片嘛 等去灭虫神族时 蹭蹭蹭就上来了 现在还是能升多少级 就升多少级吧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小韩直接提升到伪神LV98 刚才还获得了一张神级召唤卡 也一并升级了吧 定 是否确定 画波召唤生物经验值 将神级召唤卡 宁与仙子提升为满级 确定 定 恭喜你 你的神级召唤生物 宁与仙子成功提升为满级 五分钟后 神级召唤生物 宁与仙子也提升为满级了 消耗了1400亿召唤生物经验值 而距离小韩500米之外的 兵临神族人 看见消韩身上 竟然发着金光 直接讨论起来 你看那个人类在干嘛 他不会是突破成伪神了吧 什么 不可能吧 一个人类 怎么可能修炼成神 可是那个金光 明显就是突破伪神 才会发出来的金光啊 我的天啊 我现在伪神LV50 但是 这可是我修炼了300年的成果呀 就这区区一个人类 寿命能有多长 根本不可能成神 但这就是事实啊 这个人类是真的很牛皮 我现在终于了解冰临女皇 为什么会投靠她了 如果是我早点遇见她 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要背叛兵临神族 我选择强大的人跟随 有毛病吗 那你是说 我们神王不强大了 我有说过吗 你是不是想打架 一时之间 兵临神族人 直接分为了三派 一派是认为自己 可以选择更加强大的人 一派是认为 永远不能背叛神王的 还有一派处于中立 前面两派直接吵了起来 萧涵听见他们的吵闹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嗨嗨 清了清嗓子 对着人群说道 你们先别吵 等我打败你们神王 你们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句话 直接引起了 其中一派人的不满 他们对萧涵放声谩骂道 就凭你 也配合我们神王比 还妄想打败神王 做梦去吧你 吃屎去吧你 区区一个人类 别说大话了 真是搞笑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就在他们对萧涵无情的谩骂时 萧涵背包里的神级召唤卡 全部都疯狂地抖动起来 迫不及待地想出来 萧涵剑刺 直接将它们召唤了出来 出来吧 我的神级召唤生物们 天安神女拜见主人 紫玄仙女拜见主人 麦冲拜见主人 各个神级召唤生物出来之后 直接使用技能 麦羊 麦冲直接召唤出百万麦羊 镜下 麦羊 明星也召唤出百万只麦羊 花前月下 彩蝶飞舞 金蛇狂舞 一时间 所有输出型召唤生物 直接使用自己的群殴技能 但是因为自己的主人 不准备杀它们 所以它们仅仅只是将技能释放出来 而刚才吵架的那几拨人 被玫瑰花 蝴蝶 毒蛇 以及两拨百万墨羊死死地盯着 这突如其来的威压 让它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压得它们喘不过气来 没有一个人再敢多说一个字 甚至连动都不敢动 就像时间就此停止一样 而萧涵同样也被眼前这一幕 给震惊到了 什么是安全感 这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啊 爽 爽啊 太爽了 我萧涵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说什么说什么 没有一个人敢说 不 这 兵临神殿呢 刚才那一名精锐士兵 急匆匆地跑进兵临神殿 百伊斯大人 不好了 穆尔大人被那个人类给杀死了 什么 死了 这怎么可能 百伊斯根本就不相信 一个人类竟然能杀神 这简直就是笑话 是的 伯伊斯大人 穆尔大人是一击致命的 快通知神王大人吧 那个人类不简单啊 一击致命 百伊斯如有所思 能只用一招就杀死真神 确实有足够的实力 看来此事必须得通知神王大人了 百伊斯随即使用秘术 将今日发生的事情 传送给了兵临神王 紧接着就带着一队人马 直接去到了入口处 刚到入口处 直接震惊 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自己的族人 被这些莫名其妙的花呀 蛇呀 虫呀 蝶呀 吓得一动不动 百伊斯大人 救救我们 其中一个人鼓出超大的勇气 才把这句话说出口 但是他是嘴不动 声先出 百伊斯看着架势 这个人类确实有几分本事 一切得等神王回来再做决断 既然我的不行 那就来文的吧 兵临女皇 这就是你投靠的人类吗 百伊斯对兵临女皇问道 是的 百伊斯大人 兵临女皇回答道 在得到兵临女皇的肯定后 百伊斯直接对着萧涵说道 你好 我是百伊斯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 萧天策 天策兄弟你好 不知道 你今日来我兵临神族的目的是什么呢 百伊斯继续问道 很简单 我要你们兵临神族服从我 萧涵淡淡地回答道 可是我们神王现在并不在这里 要不先去兵临神殿做作 等神王回来再商业 可是 我现在就要一个结果 我可没那么闲 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我直接占据你们 要么你们服从我 选哪一个 可天策兄弟 这些都是神王做主 我们做不了主啊 听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 萧涵也不想再跟他废话了 今天这兵临神王再不出现 那他们就直接去死吧 只见萧涵举起手指点了点 所有的玫瑰花 灵蝶 毒蛇 麦羊 全部都指着百一丝 随时准备攻击他 萧涵将矛头指向了百一丝后 刚才那些兵临神族人 自然也放松了下来 好好可怕 刚才我腿都软了 好吓人 这个人类真的好强 就刚才这一幕 让我更加坚定 他是个不错的领导者 我也是 我突然就好想跟随他 感觉跟着他 可以不用忌惮任何事 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你们就是个叛徒 我誓死也要跟随神王大人 你们根本就不配做兵临神族人 你滚开吧 也不知道是谁 指着兵临神族人 也没感觉有多吓人 可当这些东西指向自己的时候 一种威压感瞬间就涌上来了 确实很有气势 萧天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不过闹点小动静也就够了 要想在兵临神族闹出大动静 恐怕还差点火候 毕竟我兵临神族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 现在兵临神族内 真神LV800以上的 只有百亿四亿人 其他几名真神LV800以上的 兵临神族都跟着兵临神王 去他们的总部 天使神族去了 可能还真的逃不了多少好处 于是在百亿四深思熟虑后 打算与萧寒软磨硬泡 天策兄弟 我这诚心诚意邀请你 你为何不懂得我的心意呢 你什么心意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萧寒显然有一点不耐烦了 百亿四见萧寒似乎不吃这套 于是继续说道 天策兄弟 就算你现在占据了我兵临神族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用 萧寒听见这话 突然来了点兴致 问道 怎么说 百亿四见这似乎很有用 于是接着说道 我兵临神族 其实是天使神族的其中一个分支 我们就是天使神族 但是因为天使神族有四个分支 为了好区分 这久而久之 大家也就叫我们兵临神族 听见这话后 萧寒有一点不相信 他转头问向兵临女皇 说道 兵临女皇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 主人 我们兵临族本来就是天使族 只不过 我的直系神族 是兵临神族这一支 兵临女皇回答道 萧寒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 难怪总感觉 跟随我萧寒有什么用 不就跟兵临女皇跟随我 是一样的结果吗 要占据 就直接去占据天使神族总部 那么他的四个分支 也会直接臣服 还在这费这禁干嘛 所以 百一丝还想继续说着什么 但直接被萧寒打断了 不用说了 直接告诉我 你们的总部天使神族在哪 萧寒不想再听他说废话了 直接一针见血地问道 而伯一丝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也非常的干脆 如果天侧兄弟想去 我可以给你开启传送阵 可以 在得到萧寒的回答后 百一丝双手不停地挥舞着 传送阵 开 一个金色光柱出现在了萧寒面前 萧寒想也没想 直接就带着召唤生物们 走进了传送阵 随着最后一个人的进入 传送阵也随之消失了 而百一丝脸上的笑意 也更加明显了 这次 他是发自内心的笑 没想到他还真敢去 本来只是想试一试 没想到他却自己主动要去 哎 萧天策 多么有修炼天赋的一个人类 可惜了呀 就在萧寒走后 刚才自分为三派的 兵临神族人 又开始争吵起来 真是不自量力 竟然真的敢去我们的总部 我看他这次死定了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 万一他真的赢了呢 刚才的场面 你不就忘了吧 人家根本还没有认真打我们 哎 你这话说的 你好像很想让他认真打我们似的 你是他的卧底麻你 你说谁是卧底呢 你找打 来啊 怕你啊 刚才没打起来 现在来打一架吧 说着 这群人就直接打了起来 百一丝看见这一幕 直接脑袋疼 哎 这群人能不能消停点 这才刚 送走一个大麻烦 又开始起内哄了 都给我住手 随后 一大批护卫 直接把打架的人给分开了 全部都给我散了 不准再起内哄 百一丝看着兵临神族人 都散去之后 又使用秘书 将萧寒去往天使神族总部的消息 传给了兵临神王 天使神族 兵临神王在收到 博伊斯传送的消息后 立马向天使神禀报了此事 哼 就一个小小的人类 也赶来我天使神族撒野 天使神 这萧天策杀了我兵临一族两名大将 请允许我亲自解决他 兵临神王对天使神请求道 好 既然他赶来 就别让他活着回去 对 必定将他就此击杀 萧寒这边 进入传送阵后 没过多久就来到了天使神族的总部 而天使神和兵临神王等人 早就再次等着萧寒的到来 你就是萧天策 就是你杀了我的族人 兵临神王刚见到萧寒 就迫切地说道 然后又看见萧寒旁边的兵临女皇说道 兵临女皇 你还不快过来 你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不然我也只能将你一起杀了 毕竟兵临女皇是兵临神王的同族 兵临神王自然是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 而兵临女皇却有一点犹豫了 一边是自己的族人 一边又是自己的主人 这换谁也不好抉择 兵临女皇再三思量后 对兵临神王说道 神王 谢谢你的好业 我对不起族人 但是我还是选择跟着我的主人 兵临女皇虽然有一点犹豫 但是既然已经跟了萧寒 那就得对他忠心 哪怕是自己的族人 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在得到兵临女皇的回答后 兵临神王也不再追问兵临女皇 自己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也算是仁义之尽了 对于这种背叛族人的人 那就别怪兵临神王心狠了 杀了他们吧 兵临神王对自己的五个部下 冷冷地命令道 是 神王 五个真神LV800的兵临神族人 慢慢地朝着萧寒走来 让你们神王来和我打 大笑起来 哈哈 萧天策 你可真是太会说大话了 就凭你一个人嘞 哈哈 想和我们神王打 你才是不配 说实话 让我们五个真神来打你一个人嘞 真的算是抬举你了 就我一个人打你都绰绰有余 唉 又来几个不怕死的 萧寒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着自己的召唤生物们说道 轻点 一死一下就可以了 别打死了 是 主人 我们谁上 子玄仙女对着各个美女召唤生物说道 我来吧 玉金子直接站了出来 她还没展现过自己的实力呢 这次正好是个机会 而那五个兵灵神族人听见 子玄仙女她们竟然在商量谁上的问题 直接扑呲一声 笑出声来 哈哈 小妙 要不你们还是一起上马 可别怪哥哥们 欺负你们 真是可惜了 这么美的小妙马上就要死了 太可惜了 如果可以 你想什么呢 肯定必然一定不行 她们今天都得死 玉金子对于她们的话并没有生气 而是非常平淡地说道 我今天肯定是不会死的 你们也不会死 因为我主人说了不能让你们死了 这句话说出口 那五个兵灵神族人笑得更大声了 你的主人不让我们死 可以我们要你们死啊 小妙 别废话了 上吧 哎 等等 这个小妙让我来 我一个人去 于是 这个名为克劳德的兵灵神族人 举着手中的寒光剑 就朝着玉金子刺去 金蛇狂舞 煞时间 无数条等级 为玉金子等级80的 真神LV799毒蛇 从玉金子的袖口中 爬了出来 全部朝着克劳德 快速一去 就凭这些小蛇 就想打败我 小妙 你为面也太看不起 哥哥我了吧 克劳德举起 寒光剑一滑 直接化走了两条毒蛇 真神800级 打一两条真神799级的毒蛇 确实也不难 但是他忘记了 自己面临的是 无数条毒蛇 很快 这些毒蛇就将克劳德围住了 克劳德不停挥舞着寒光剑 但都无济于事 这数不尽的毒蛇 将克劳德彻底淹没 随后以蛇身为绳 将它给绑了起来 动弹不得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一起上 把这些毒蛇全部砍死 被绑成粽子的克劳德 对着身后的四个兵临神族人吼道 叫他们不要上 他们还真不上 自己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在旁边看戏 一点忧患意识都没有 那四个兵临神族人 先是一愣 然后各自举着自己的剑冲了过来 但都无济于事 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直接就被蛇群掩埋了 最后五个大粽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怎么样 兵临神王还是你亲自来吧 哦不 应该是天使神亲自来 毕竟他才是权力最大的那个人 萧涵将这五个粽子踩在脚下 对兵临神王各和天使神说道 对于萧涵轻而易举的 就打败了五个真神八百级的兵临神族人 天使神和兵临神王 也不得不将萧涵重视起来 他确实是个强有力的对手 同样也让这些天使神族人大开眼界 这真的是一个人类该有的实力吗 EV五轻轻松松就打赢了 这个萧天策 已经超出我对人类的认知范围了 如果他是我们天使 神族就好了 只可惜是个人类 是啊 天使神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毕竟他以后肯定会成为我族的强敌的 若不现在除掉 以后始终是个祸患 天使神 还是我去把他解决了吧 兵临神王看着自己的族人 竟然被萧涵瞬间打败 脸面多少有点挂不住 于是他准备亲自动手 嗯 天使神淡淡地点了点头 别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你们有多少个真神 九百九十九级 全部都直接上 我萧天策招架得住 萧涵对于他们想一个一个的上 似乎有一点不满 狂妄 兵临神王一个瞬间就来到 距离萧涵一百米的地方 举起兵临神杖轻轻一点 一大片空气涟漪朝着萧涵 快去及时而来 在同一时间 天安女神快速地施加了一个保护罩 空气涟漪再触碰到保护罩的瞬间消散 兵临神王虽然是真神九百九十九 但毕竟属于哪系天使族 战斗力比起输出型来说 还是弱了点 连天安神女的保护罩都没破掉 再说了 他们不过是区区的六亿天使 能和六十四亿天使天安神女比吗 怎么可能 兵临女皇见自己的攻击 竟然连保护罩都没破掉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自己的这一击可是没多少人能挡下的 然后又看了看天安神女说道 你竟然也是天使一族 可为何你有六十四亿 天安神女并没有回答他 倒是萧涵先说话了 想知道为什么 臣妇就告诉你答 痴人说梦 萧涵这句话直接就激怒了兵临神王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举起手中的兵临神杖准备放大招 可就在这个时候 神之束缚 脉冲双臂展开 直接使用了自己的控制技能 强大的能量环绕在整个空间当中 阵阵空间连一波动 这是绝对实力的象征 此刻 看到这一幕的兵临神王 双目一凝 心中依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实在是太强了 打得过吗 不 根本打不过 就在兵临神王思索之时 强大的力量已经将他包裹 根本动弹不得 糟糕 这还是脉冲第一次束缚和自己同级的人 作用时间只有一分钟 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了 你做了什么 兵临神王不可思议地看着脉冲 脉冲释放出来的技能 竟然能轻而易举地将神级巅峰的他给束缚住 这不得不让兵临神王重新思考 这萧天策和他身边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恐怖的等级 难道突破真神城主神了 不 这不可能 迄今为止 主神都只有一个 那到底是为什么 就算同样是神级巅峰 为何感觉他们杀我 就像是才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兵临神王 我劝你不要挣扎 这一分钟之内你根本动不了 萧涵十分轻蔑地说道 随后就示意巨铠牛鸡 将兵临神王给钳制起来 这一幕 直接让天使神族人眼睛瞪得老大 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啊这 不会吧 这萧天策到底是什么存在 竟然连兵临神王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么轻松 就将兵临神王给制服了 他难不成是主神 不可能 主神一直都只有一个 我还没听说过 有其他人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这个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种 可能是品阶 天赋和职业的问题 就算是同一级 品阶不同实力也就不同 看来必须得要天使神出马才行 天使神将手中的天使神 掌握得更紧了一些 这萧天策 竟直接将兵临神族的最强战力 给牵制了 兵临神族的战力 可以说是四个分支里面 最强的一支 看来 现在只有天使神亲自出马才行了 萧天策 刚才不过小打小闹 天使神将能量汇入神帐中 强大的能量磁场掀起阵阵涟漪 地上的天使神族人 直接重心不稳 差点摔倒 随着能量的不断汇入 天使神帐立即闪烁着阵阵金光 很快在天使神帐中 发出一道金色光束 朝着萧寒静直飞去 主人小心 夺命贴 冤斧直接将能量汇聚于右腿 朝着这束光束踢了过去 在冤斧的右腿 触碰到光束的瞬间 两道超级能量散发出来的金光 瞬间将整个天使神族笼罩 每个人都被这金光刺得睁不开眼 没人知道 此时的战况到底是怎样的 就连天使神此时也不知道 萧天策等人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有 但是他身边的女人 竟然敢直接用肉身 来接天使神的技能 想必就算不死 也应该倒地起不来了吧 随着能量的不断消散 萧寒众人的身影也浮现眼前 在看清萧寒等人后 天使神迅速将目光看向了冤斧 啊 竟然一点是 也没有 要知道 天使神这一击 可没有多少人能挡得下来啊 这群人到底是什么级别 于是 天使神也不再隐藏实力了 直接叫天使神族总部的 其他两名神级巅峰强者一起上 没用的 我也不想伤你们 只能打击一下你们自尊心了 萧寒直接示意脉冲 将他们禁锢住 神之束缚 脉冲再次施展神之束缚 将天使神 以及其他两名神级巅峰强者 都禁锢住 随后 直接将他们钳制住 这不可能吧 天使神也败了 难道是天要王我天使神族 兄弟们 我们还不反击吗 就算打不过也要拼一拼啊 别慌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感觉这萧天策 根本就没打算杀我们 不然 为何他只是钳制天使神 而不是直接杀了他呢 我们再看看 萧天策 既然我已经败下阵来 那就直接给我一个痛快 天使神傲慢地对萧寒说道 而一直在旁边的冰临女皇站了出来 对天使神和冰临神王说道 天使神 神王 主人根本就没打算杀你们 不杀我们 那要干嘛 侮辱我天使 神族没能力吗 你别忘了 你可留写我 天使一脉的血 如果你还念 极一点同胞之意 就给我们一个痛快 天使神 对冰临女皇 好不客气地说道 天使神你先别慌 主人只是想让天使一族 臣服他 没有其他的意思 冰临女皇耐心地解释着 臣服 笑话 我天使神族向来自傲 要我臣服一个人类 这传出去 岂不是笑话 这和侮辱 我们有什么区别 可是 冰临女皇还想继续解释 但是被萧寒制止了 随后又示意召唤生物们 将天使神他们放开 紧接着说道 天使神 你是只是奶系种族 比起输出型种族 你们不占优势吧 而这神见108个种族 你们不是第一吧 天使神 直接被萧寒一针见血的话给说 到心砍上去了 作为奶系种族 他们确实吃了很多亏 萧寒见天使神不说话 又接着说 我可以让你们 在这108个种族中脱颖而出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敢惹你们 你们可以随心所欲 天使神在听到萧寒的话后 再三思考道 随心所欲 若你真的这么厉害 那就去把天使神族收服了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 我天使神族就臣服于你 一直以来 天使神族和天妖神族 就是死对头 多年来一直战法不断 若是萧寒真的把天妖神族收服了 天使神族就承认他的实力 但是他如果失败了 对天使神族也没有损失 而萧寒也觉得这个题好 自己本来就是为了知道 其他神族的位置 才来到天使神族的 既然这天使神 要求自己去收服天妖神族 两全其美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好啊 我乐意至极 定 契约生成成功 萧天策成功收服天妖神族后 天使神族臣服于萧天策 是否同意签订 同意 同意 定 契约签订成功 契约成功签订 一时间在天使神族总部 已和其他四个天使 神族分支 以及华夏上空 同时响起了系统三连报 全服通告 玩家萧天策 与天使神 成功签订契约 若萧天策成功收服天妖神族 天使神族将臣服于萧天策 全服通告 玩家萧天策 与天使神 成功签订契约 若萧天策 成功收服天妖神族 天使神族将臣服于萧天策 全服通告 玩家萧天策 与天使神 成功签订契约 若萧天策 成功收服天妖神族 天使神族将臣服于萧天策 华夏 喂喂喂 不是吧 天策大神竟然跑到天使神族去了 还签订了契约 就是说怎么没看见 天策大神的踪影了 原来是去了天使神族 话说 这天使神族在哪啊 还有这天妖神族又是什么 谁知道呢 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 这并不影响天策大神 他什么地方都能找到 是啊 太厉害了 望尘莫及 天策大神我的偶像 兵临神族 卧槽 这妖妞 我就说吧 果然 看来 我的眼光真的很不错 没想到这萧天策真的这么强 连天使神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现在 更加坚定刚才的想法了 反正我决定了 成功收复天妖神族 我都要跟随他 我也是 我现在终于知道 兵临女皇为什么会跟随他了 不得不说 兵临女皇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啊 兄弟 话不要说太早 还是先等萧天策 能活着走出天妖神族再说吧 天使神族其他三个分支 什么情况 天使神怎么和一个人类签订契约了 是啊 区区一个人类 是怎么来到我们神族的 还签订了契约 我想应该是那个兵临女皇带来的吧 兵临女皇 她是谁 我没听说过兵临一族 有兵临女皇啊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兵临女皇之前一直流落凡间 是最近才找到兵临神族的 但是这兵临女皇 却投靠了一个人类 所以兵临一族将她驱逐了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 好家伙 被驱逐了 就带着那个人类来讨公道吗 并且还和天使神签订了契约 看来那个人类确实不简单 天使神族总部 萧天策 现在契约签订成功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天妖神族 如果你想稍作休息也可以 我天使神族大得很 足够你们住了 不过时间可不多 天使神虽然看似非常的无所谓 可以让萧涵休息休息再去 但是她的字里行间 都在暗示萧涵赶紧去收服天妖神族 本来萧涵确实准备 马上就去天妖神族 但是天使神这么一说 她突然之间还真不想去了 就想先休息休息 劳累一天也够累的了 那好吧 那就先休息 明天再去吧 此话刚说出口 天使神直接凝固 没想到这萧天策竟是这样木讷 冰灵神王看不下去了 直接对着萧天策说道 萧天策 你还真要休息 现在就应该去把天妖神族给收服了 萧涵可不管 直接朝着天使神殿走去 冰灵神王见状 还想继续与萧涵分说分说 但却被天使神制止了 天使神摇了摇头 说道 算了 也不急于这一时 明天就明天吧 之后他们也都进入了天使神殿 萧涵来到天使神殿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里真大 比之前建过的所有宫殿都大 不愧是神族宫殿 萧涵对于这里很是满意 于是对天使神说道 这里还不错 我就住这里了 听见这话 天使神倒是没说什么 但冰灵神王说道 那可不行 这是天使神住的地方 你要住就住其他地方 我可不管 我就看上这里了 萧涵很坚持 好 给你住 冰灵神王我们走吧 天使神也不想与萧涵有过多的接触 既然他要住 那就让给他 反正明天就要去打天妖神族了 这萧天策能不能活着回来 还是个问题 现在又何必与他争执 于是 天使神和冰灵神王离开了天使神殿 在他们走后 萧涵对冰灵女皇说道 把秦安娜他们接过来吧 以后我们都住在这儿了 是 主人 冰灵女皇在得到萧涵的命令后 直接就开启了一个传送阵 然后消失在了天使神殿 几分钟后 随着一道光柱的出现 冰灵女皇就带着秦安娜 他们来到了天使神殿 主人 秦安娜刚来 看着这偌大的宫殿 直接就兴奋地活蹦乱跳 主人 这里好大 秦安娜肯定会把这里 打理得津津有条的 嗯 萧涵只是淡淡地 应了一声 秦安娜见萧涵 似乎性质不是很高 于是接着对萧涵说道 主人 这里这么大 要不我们来玩游戏吧 可以吗 秦安娜拉着萧涵的手 轻轻地摇动着 不停地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 生怕萧涵不同意 玩什么游戏 捉迷藏 好 萧涵直接就答应了 反正也没什么事做 正好玩玩游戏 放松放松 那大家一起来玩吧 可是谁捉呢 萧涵问道 当然是你捉啊 主人 嘻嘻 秦安娜说不出来的开心 终于又可以和主人一起玩耍了 好 于是 萧涵直接拿了一个眼罩 将眼睛蒙起来 准备好 开始了哦 主人我在这边 你快来 主人主人 我在这里 游戏开始了 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 为了避免玩过头不小心 伤到自己的主人 天恩神女 直接在宫殿施加了一个结界 只要是在这天使神殿里 任何人的法力 都会被封印 与普通人一样 在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秦安娜突然注意到 冰心月竟然并没有参与到游戏当中 秦安娜注意到 冰心月没有参与游戏 于是对冰心月问道 冰心月姐姐 你不一起玩吗 冰心月没有回答 只是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 说道 有趣的要来了 嗯 什么有趣的 秦安娜一听见说 有有趣的事情 直接勾出了她的好奇心 迫切地想要冰心月告诉自己 可是冰心月只说了一句 天机不可泄露 冰心月也没有在搭理她 眼看无果 就只能把精力投入到 与萧寒玩游戏当中 主人 我在这边 快来抓我啊 他们在干嘛 这天使神殿 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如此喧哗 嬉笑打闹成何体统 这个萧天策 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虽然是签订了契约 但是这不还没把天妖神族收服吗 就如此这般 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天使神都不管管吗 练游这萧天策随意撒泼吗 天使神这边 也听到了萧寒等人的喧闹声 实在太不像话了 天使神带着冰灵神王 气势汹汹地朝着天使神殿走去 萧天策要住天使神殿 也就随他了 可是他竟然在天使神殿 如此喧哗 天使神说什么 也是不能容忍的 很快天使神和冰灵神王 就来到了天使神殿 看见这一幕 天使神更加气恼了 竟然敢在这里捉迷藏 这是对仙辈的大不敬 天使神和冰灵神王 直接就进入了天使神殿 萧天策 你 话还没有说完 天使神和冰灵神王 就被蒙着眼睛的萧寒 给扑倒了 抓到了 萧天策 天使神与冰灵神王 几乎同时叫出萧寒的名字 咬牙切齿 十分的愤怒 他们天使神族是如此的高贵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男人 敢与他们有肢体接触 更别说将他们扑倒了 而且这个扑倒他们的男人 还是个人类 真的是很生气 他们想把萧寒推开 却发现怎么也推不开 怎么回事 怎么一点法力也没有了 按理说 就这么迟钝的速度 根本不可能将他们扑倒 甚至连碰都碰不到他们 怎么现在如此轻松的 就倒在了地上 这种感觉与凡人无异 天使神和冰灵神王 再次看了看四周 发现萧寒竟然在此施加了结界 难怪他们一进来 就法力全无 萧天策 你给我起来 萧寒听这声音 似乎不出对劲 这可不是自家仙女们的声音 于是 他果断取下眼罩 发现竟然是天使神 和冰灵神王 怎么会是他们 真是干了个嘎 他们来这里干嘛 你们来这里干嘛 萧寒不解地问道 我们来干嘛 你还好意思说 萧天策 这里是天使神殿 不是你嘻嘻打闹的地方 天使神十分气恼地说道 我住天使神殿 对这里自然也有 自由支配的权利 这天使神族 早晚都会臣服自己的 哪来这么多规矩 你 随你的便吧 天使神从未见过 如此无赖之人 气急败坏的他 转身就要离开 可就在他刚踏出一步 就被秦安娜给拉住了 天使姐姐 一起来玩吧 自家的召唤生物姐姐高冷 可秦安娜 与他身后的 十九名仆人不高冷啊 既然天使神 和冰临神王来都来了 那就留下来一起玩啊 哪有客人刚来就走的道理啊 算了 你们自己玩吧 天使神和冰临神王 连剑都不愿意见到他们 更别说和他们一起玩了 但是 现在没有法力的他们 乃迪得过二十名仆人 最后在秦安娜他们的 热情邀请下 天使神和冰临神王 也成功加入了游戏 哼 看见这一幕 冰心月轻哼一声 嘴角微微扬起 有趣 然后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独自美丽去了 第二天一早 天使神族人 就在不停地讨论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 萧天策带人在里面 嘻嘻打闹 天使神和冰临神王 去阻止 但不知怎么 竟然也跟着他们 一起玩闹起来 不会吧 天使神殿 这么神圣的地方 就连天使神 也不顾这些规矩了 谁知道那萧天策 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说不定天使神 是被强迫的呢 卧槽 人类真是狡猾 我们自己人 连天使神的影子 都触碰不到 他竟然一来 就把天使神霸占了 我他们真想 真想怎么 揍他吗 就连天使神 都打不过他 你能打过他吗 这个世界 就是弱肉强食 强者可以做任何事 这个没毛病 萧寒等人 在众人的讨论声中醒来 昨晚玩得太晚 大家都很疲惫 主人 你醒了 秦安娜已经做好早饭了呀 秦安娜轻声细语地 在萧寒耳边说道 嗯 外面怎么那么吵 萧寒轻柔着心松的眼睛 昨晚可就数他最累了 围着这偌大的天使神殿 满屋子跑 外面啊 就是那些天使神族人 在说话 秦安娜已经将他们 都赶走了呀 此时天使神 和冰临神王也醒了 活了上千年了 第一次这么放纵自己 平时都用规矩束缚着自己 从来都没有过一次余句 更别说放声大笑了 昨晚是真的很开心 前所未有的开心 第一次体会到 无拘无束是什么感觉 天使神和冰临神王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萧寒 不知怎的 突然感觉萧寒顺眼了许多 这仔细一看 还真的挺帅的 再看看萧寒旁边的女子 每一个都貌美如画 能让这么多美女 心呆情愿地待在他身边 也是他的本事 嗨嗨 天使神清了清嗓子 对萧寒说道 萧天策 我们什么时候去天妖神族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天使神的语气 非常的平和 萧天策 我们什么时候去天妖神族 与之前不同的是 此次天使神的语气 变得非常的平和 而且从 你什么时候去天妖神族 变成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天妖神族 本来天使神之前 是要萧寒自己去天妖神族的 但是经过昨晚后 他也想和萧寒一起去 现在就去 萧寒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现在是时候 去天妖神族收割一波了 把我萧寒的名号打响 好 得到萧寒的回答后 天使神直接开启了传送阵 就在他们准备进入传送阵时 秦安娜可怜巴巴地说道 主人 饭都做好了 不吃一口再走吗 回来再吃 萧寒丢下一句话 就走进了传送阵 消失在了天使神殿 秦安娜似乎有一点小失落 但很快又打起了精神 主人说了回来再吃饭 我得看看 做些什么菜 很快 萧寒等人就来到了天妖神族的外围 这就是天妖神族了 不过要想进入得 先打破天妖神族的保护罩 天使神对萧寒说道 保护罩 为何我去你天使神族的时候 没有保护罩 萧寒想着之前去冰临神族 天使神族都是直接进入的内部 根本就没有保护罩阻挡啊 我天使神族自然也是有保护罩的 你之所以能直接进入内部 那是因为是天使族人给你开启的传送阵 天使神看了看冰临女皇 又看了看萧寒说道 冰临女皇被天使神这一钉 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原来如此 那就直接打破这个保护罩吧 萧寒对明镜暗欲说道 是 主人 明镜暗欲在得到萧寒的指令后 举起冥神剑 对着天妖神族的保护罩就是一批 碰 一道白色剑气 直接就把保护罩给打破了 好了 进去吧 天妖神族内部 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到妖神殿说道 妖神大人 不好了 保护罩被人给破了 破了 看清来人是谁了吗 天妖神问道 只不过破了一个保护罩而已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天妖神族在神界立足上万年 靠的就是实力 难道还真有人有能力灭了我天妖神族吗 不过 是些小打小闹而已 没有看清是谁 但隐约感觉到了天使神族的气息 士兵回答道 天使神族 天使神 没想他竟然敢主动来我天妖神族 这一次 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他 向来都是天妖神族主动去招惹天使神族的 没想到 这次天使神竟然敢主动前来 可得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来了就别想走了 于是 天妖神朝着天使神的方向赶了过去 小寒这边 在破掉保护罩后 直接就进入了天妖神族 天使神 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天妖神族来了 是来求和的吗 士兵首领地豪对天使神嘲讽道 其他的士兵们也都无情地嘲笑着天使神 就在地豪笑得肚子疼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天使神旁边那个人的异样 这是 人类 一个人类 天使神 你带一个人类过来干嘛 没想到 你天使神族竟然投靠了一个人类 别笑掉我的大牙了 各个士兵笑得更加猖狂了 有的竟然直接躺在地下打滚 灵轩妖女 收拾他 小寒对灵轩妖女说道 这既然来了妖族 那不就是相当于来了灵轩妖女的场子吗 是 主人 灵轩妖女上前一步 对着地豪说道 你仔细看看 我是谁 你是谁啊 地豪上下打量着灵轩妖女 这也不认识 当他的视线移动到灵轩妖女的眼睛附近时 突然感觉有一股力量 在迫使他盯着灵轩妖女的眼睛 一秒 两秒 两秒后 地豪的额头上直接出现了一个青色印记 跪下 给我的主人道歉 灵轩妖女对于他们看不起 自己的主人是个人类这件事 很是耿耿于怀 他一声令下 地豪直接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 不停地对着萧寒磕头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对不起 我错了 这一操作 直接看待了天使神和冰灵神王 这灵轩妖女做了什么 为什么妖族会这么听话 仔细一看那个妖族 额头上还有一个青色标记 这是 老义 眼睛 冰灵神王 别看灵轩妖女的眼睛 天使神见冰灵神王 一直盯着灵轩妖女的眼睛看 直接大声提醒道 怎么了 天使神 我没事啊 你没有被烙印 仔细想想 昨天也没有见灵轩妖女 烙印任何天使神族人 看来 这只是对妖族有效 天使神又看向了萧寒 没想到 在这等着我呢 今日这天妖神族是跑不了了 不过 既然签订了契约 只要收复了天妖神族 我天使神族就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 不过萧寒可没有注意到 天使神正看着自己 他现在的注意力 全在灵轩妖女身上 这还是第一次见灵轩妖女 对付妖族 当然要好好看看 抢啊 就那么两秒 直接就烙印了妖族人 而天妖神族驻守入口的士兵们 看着自己的首领 竟然对着那个人类下跪 还不停地道歉 一时之间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首领会这么听她的话 士兵们弄不清情况 就直接用手中的弯刀 指着灵轩妖女说道 我们不管你做了什么 快把我们的首领恢复为原样 不然我们可不客气了 直接朝着灵轩妖女冲了过来 而灵轩妖女只是不慌不忙地 慢慢漂浮到空中 妖之契约 灵轩妖女的眼睛 散发着青色光芒 一些盯着灵轩妖女眼睛的妖族士兵 直接就被烙印的 额头上都出现了青色印记 而一些反应快的士兵 发现了这个异常 直接大喊道 不要看她的眼睛 灵轩魅惑